开局觉醒神秘抽奖系统 定 恭喜主人获得大道之体 定 恭喜主人获得盘古精血 定 恭喜主人获得盘古脑髓 残缺 第一本是后世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发生车祸后穿越到危机四伏的洪荒世界 成为了巫族的第一尊祖屋 还觉醒了神秘的抽奖系统 看第一如何逆转巫族的结局 拯救人族要沦为满天神佛妻子的结局 第一章 混沌初分 今日 无便破开混沌 开辟天地 以正大道 这时 一个目光坚毅 五官棱角分明 威武不凡的巨人 出现在了混沌之中高声说道 声音传遍整个混沌 只见他头顶造化玉碟 手持盘古斧 脚踩三十六品 混沌清廉 浑身散发着水与匹敌的气势 说罢 便举起盘古斧向四周挥去 盘古 而敢 而破开混沌 五等混沌魔神就无法生存了 而这是 要与五等不死不休吗 快住手 就在盘古开天之时 混沌中的三千混沌魔神 纷纷闻声赶来阻止盘古 时间魔神 时辰道人对着眼前的盘古高声喊道 大家出手吧 这是祖道之仇 不共戴天 等盘古真的正得大道 就再也没有五等生存的空间了 命运魔神对着三千魔神 神色愤怒地说道 煞世间 三千魔神纷纷出手 不要命似的 冲向盘古所在之处 是要打断盘古开天 只见这时的盘古手握盘古斧 只是一记开天一事批出 混沌魔神顿时死伤一片 紧接着盘古又挥动起开天二世 一抚下去 俯身散发着血腥红光 附近神色戒备的魔神众人 瞬间生死 而等不要留守了 盘古这丝 已经是半步大道径了 速速出手 斩杀盘古 等他突破 五等都得死 一个魔神高声对着圣鱼魔神喊道 圣鱼魔神又是一拥而上 盘古一边开天 一边劈向众魔神 开天三世对着三千魔神接踵而至 不知混沌中的大战打了多久 这时的三千魔神已经死伤殆尽 只剩几个重伤的魔神趁机逃离 盘古此时斩杀完三千魔神气息 也是一阵剧烈翻涌 显然开天之时 还要应对三千魔神 使得盘古也是实力大损 强撑着压制住身体的伤势 盘古终于开辟出了一个事件 就在盘古以为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 开辟出的天地 竟然隐隐要重新合避的趋势 盘古心中 不忍自己辛辛苦苦开辟出的天地 就此失败 一个闪身进入到世界之中 脚踩大地 双手称天 身躯越变越大 竟然将天地分开了 不知过了多久 天地终于不再闭合 盘古也已经历劫 整个人奄奄一息 看了一眼自己开辟的世界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说着今后这世界便叫做洪荒 说完 盘古再也没有一丝力气支撑天地了 缓缓倒下 身躯化作了万物 代表了盘古不屈抑制的脊柱 则化作了不舟山 连接天地 盘古元神一分为三化作三道清器 也就是后世的三清 太清道德天尊 又叫太上老子 玉清原始天尊 上清灵宝天尊 又叫通天教主 盘古的十二滴精血 则化作为了赫赫有名的十二祖屋 突然 这时的盘古心脏之处 又分化出一道精血 这道精血 飞向其余十二道精血之上 好像在宣布 他才是大哥 这时 大道功德降临 开天辟地是大功德 他却找不到盘古了 随即开天功德一分为四 一份化作后天至宝 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和鸿蒙梁天尺 另一份开天功功德 又一分为三飞入三道清器之中 第三份开天功德 一分十三飞入盘古的十三道精血之中 最后一份开天功德 洒向了洪荒大地 福泽洪荒 由于盘古刚刚开辟出洪荒 还没来得及完善洪荒 和稳定地风水火便生死 盘古府再也承受不住开天的压力 分裂为三道先天至宝 府刃化作先天至宝盘古番 拥有洪荒单体 第一功法至宝的美称 盘古番继承盘古的意志 开始稳定洪荒的地风水火 府被化作先天至宝太极图 拥有洪荒第一 防御法宝的称号 太极图则开始稳定洪荒大地 福丙化作的混沌中 带着盘古最后的意志 开始吸收天地煞气 以免影响万物生灵 但是并未吸收完全部的煞气 就支撑不住 飞往盘古眼睛所化的太阳星 恢复自身了 盘古番和太极图 完成自身任务之后 也向远处遁去 天地间的煞气 还有部分没有完全吸收 盘古所化的十二滴精血 和最后一滴精血 突然本能地开始吸收起天地煞气 因为受到了天地煞气的影响 导致后来的十二祖屋原神残缺 本来盘古的最后一滴心头精血 被煞气污染 是不能和十二祖屋一样 能够化形而出的 这时 一道微弱的白光 突然顿入了盘古的最后一滴精血之中 这是哪 死 好疼啊 我不是被车撞了吗 第一看了看周围环境 露出一脸迷茫的神色 突然他看到自己 身在一片血池之中 卧槽 这是十八层地狱吗 我就是一个孤儿 想我生前还扶老奶奶过马路呢 虽然被讹了二百五十块钱 我坚持每天做慈善 虽然是某宝未接 也没有做坏事啊 怎么就到十八层地狱了 此时的第一看着眼前的血池 一脸悲愤地诉说着命运的不公 突然 一道略显猥琐的男生电子音 从第一脑海中传来 叮 检测到宿主身处洪荒事件 请问是否绑定 诸天万界最牛的本系统 兮兮 是谁 谁在说话 叮 宿主不要怕 宿主目前处于洪荒事件 突然 系统变成了 不夹杂任何感情的电子声音 缓缓说道 第一看着周围景象疑惑地问道 系统 这么说我是穿越了 是的 请问是否需要绑定本系统 那不夹杂任何感情的声音 继续说道 网文作者成不起我啊 作为穿越者的金手指来了 不过这系统刚刚好像很猥琐的样子 怎么现在这么正经了 不会有诈吧 第一想起刚刚系统说的第一句话 和后来的这两句感觉有问题 在心中缓缓思索道 算了 既然都穿越了 也等于是死过一次了 就算被坑也认了 这洪荒世界危机四伏 没有系统 早晚也得被别人弄死 第一思索了一会得出结论 有系统才有安全感 系统 绑定吧 第一鼓起勇气说道 定 正在绑定宿主 进度5% 进度15% 进度50% 进度80% 进度100% 定 主人 我们绑定成功了 嘿嘿嘿 那道猥琐的男生电子音 从脑海传来 系统你为什么笑得这么猥琐 你是不是骗我 第一无语道 定 主人 我没有骗你 我确实是系统 要是主人不和我绑定 我就会消散在洪荒了 别的系统都是高冷的 你这么猥琐 有什么功能啊 第一心情复杂的 对脑海中的系统说着 系统那男生的声音 嗲嗲地回答道 丁 主人 我是纠集抽奖系统 只要完成系统任务 就可以获得抽奖次数 抽奖奖池 分为青铜奖池 黄金奖池 钻石奖池 神级奖池 和纠集奖池 主人修为 每提高一个境界 也会获得一次抽奖次数哦 听着系统这个声音 第一打了个寒战 以你说话正常点 我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第一突然想起什么事 都问到系统 有新手大礼包吗 丁 主人 新手大礼包没有 不过有每种奖池的 一次抽奖机会 第一激动地说到太好了 每种奖池 都有一次抽奖机会 来吧 让我走向人生巅峰 第一一脸装逼地说到 先抽个究极奖池吧 丁 恭喜主人 获得鸿蒙大道之体 融合自身后 以大罗金仙初期化形 卧槽 这妖妞 成长起来 岂不是比混沌魔神的肉身还厉害 第一激动地说着 看看接下来还能抽到什么好东西 系统抽神级奖池 丁 恭喜主人 获得盘古脑水 残缺 融合后 可增加主人感悟法则 百分之五是增幅 紧接着 系统的声音继续传来丁 请主人化形后 登顶步舟山顶 完成系统本次任务 可获得一次神级奖池抽奖机会 第一次时 蓝眼心中的激动 感悟法则 百分之五是增幅 这不就是修炼 Buff吗 居然颁布任务了 看来步舟山顶 可以有不少宝物在等舟啊 哈哈 系统继续抽钻石奖池 丁 恭喜主人 获得盘古精血信号100D 残次品 第一心中喃喃自语道 居然是盘古精血 钻石奖池都这么好 系统 把那两个奖池也抽了 丁 恭喜主人 获得鸿蒙梁天池 丁 恭喜主人 获得三仙岛地图 纵使已经抽到这么多的好东西 第一次时还是非常激动 蓝眼兴奋之情 系统我像我之前的草率 向你道歉 没想到你声音虽然猥琐 但是身为系统的能力 还是很强的嘛 哈哈 系统 我给你取个名字吧 叫着方便 第一略微思索后 一本正经地说道 以后就叫你小二吧 这样好记 丁 主人可以换得好听一点的吗 求求你了 姨小二啊 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是男生啊 你这样撒娇 我真的好恶心的 丁 好吧 主人 其实我可以换成女生的 那你换得夹子音吧 我爱听 丁 好呢 主人 嗯 这样听得舒服多了 小二 现在是洪荒世界 刚开辟出来吗 丁 是的主人 主人正在 盘古神殿之中孕育 我说我怎么在血池之中 我居然穿越成了巫族 巫妖量节两败俱伤 这可如何是好 不对啊 我都有金手指了 我怕个鸟 我一定要逆转巫族的结局 我提前苏醒化形 正好有了发育时间 到时候 红军和天道 也奈何不得我无足 小二 融合鸿蒙大道之体 丁 正在融合鸿蒙大道之体 预计融合时间 需要一千年 小二 把盘古脑水也融合了 丁 正在融合盘古脑水 预计融合时间五百年 说吧 第一便开始等待 系统融合自身 就在第一融合鸿蒙大道之体 和盘古脑水的时候 他并没有发现 有十二滴金血 正在闪烁着红光 随即 这十二滴金血 围绕在第一身边 为他护法 他们仿佛感受到 自己家的大哥在修炼 本能地围了过去 给第一护法 就在这时 洪荒各处残余的混沌神魔 也已经开始苏醒 玉金山 一个体型巨大 浑身漆黑 沾满年夜的驱闪 正在化形 这只驱闪 被混沌神魔红军道人夺赦 所以后世 极少部分人知道 红军是驱闪得到 天空开始降下化形雷结 玉金山附近的一些 没有化形的小妖 吓得纷纷四散逃离 红军驱闪目视雷云 赫然发现 这竟然是天道降下的 九九紫霄神雷结 可恶的盘古 要不是我的混沌魔神躯体 被打爆了 区区紫霄雷结 弹指可破 经历了四十九道 紫霄神雷的洗礼 红军成功化形 化作一个白胡子老道的 先天道体模样 终于化行了 只是实力居然才 大罗精先初七 混沌中的各位道友 也快化行了 我得抢战先机 开始布局了 盘古 你做梦也想不到 我会潜入你开辟出的世界 我要这红荒 以我为尊 结结 说吧 红军便开始巩固起 自己的实力 红荒世界各处 一些混沌神魔 也开始纷纷化形而出 其中以魔祖罗侯化形 最为恐怖 红荒不纪念 各处混沌神魔 纷纷开始出事 凶兽一族也开始出事 四处征伐 想要统一红荒大帝 四大凶兽开始带领 赵义凶兽 征伐红荒各族 以龙族 凤族 麒麟族的红荒各族 也开始纷纷联合起来 抵抗凶兽一族的侵略 布周山 盘古神殿 呼 终于是把这鸿蒙大道肢体 和盘古脑水融合完成了 可以开始化行了 叮 恭喜主人 小二 我闭关多久了 现在红荒到了什么阶段了 叮 主人 现在凶兽一族 想要统一红荒大帝 先天三族正在联合起来 抗衡凶兽一族 看来凶兽亮节已经开始了 我得化行了 说吧 第一就开始积蓄力量开始化行 这时 天空之上的雷云 开始缓缓聚集 终于 雷云聚集完成 开始形成雷结 布周山的生灵 抬头望着天空那恐怖的结云 纷纷猜测 这是哪位大佬正在化行 看呐 全是九九紫霄神雷结 不对 紫霄神雷结 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威力才对啊 天哪 这竟然是九九混沌神雷结 哇 这个化行的是何方道友 恐怖如斯啊 竟能引来九九混沌神雷结 第一目视雷云 心中也泛起了嘀咕 九九混沌神雷结 天道这是要梦死我这个艺术啊 去去雷结 怎能阻挡我化行 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再猛烈些吧 说吧 雷结开始劈向第一 我拥有大道之体 这雷结 还奈何不得我 一道道神雷劈在第一的身上 使得第一气息极剧暴躁 转眼间 就已经到了最后一道雷结 雷云开始酝酿起最后的杀招 像是要一击必杀第一才肯罢休 哇 这位高人俊扛过了八十道神雷 这肉身太强了 肉身再强也没用了 这最后一道神雷 要比前面八十道神雷 加起来的威力还强 此人绝对扛不住的 转眼间 最后一道神雷 已经酝酿完成 气势汹涌地 朝着第一批了下来 第一积蓄自身全部的力量 打算硬抗这最后一道神雷 突然神雷像是感受到了 第一体内的开天功德 像征性地批出一道微弱的神雷 终于 雷云散去 第一成功化行 只见天空中出现一道修长挺拔的身材 肤色白皙的脸庞 透露着精致的五官 浓密的眉毛稍稍向上扬起 睫毛下是幽暗深邃的蓝色眼眸 配上那一件蓝白色相间的直径长袍 月白祥云纹宽腰带 乌发上随意绑着的一根银丝带 额前几缕发丝银风吹散 更显得整个人气质洒脱 潇洒放逸 风度翩翩 天呐 这位前辈好帅啊 前辈应该是洪荒第一美男 刚刚是谁说 前辈扛不过最后一道神来啊 是你吧 你不要乱说啊 我告你诽谤啊 盘古神殿呢 终于化行成功了 还有盘古精血没用 鸿蒙良天尺 是系统给的 不用炼化 我在吸收完盘古精血 就可以去布州山顶了 以我现在的实力 遇到大罗金仙中期 也有一战之力了 吸收完盘古精血 应该还能再进一步 说吧 第一就开始吸收起盘古精血 那十二滴精血 已经开始慢慢产生意识 就在第一拿出精血 开始练化时 十二滴精血 像是感受到了什么美食一样 围绕在第一身边 看来这大哥 我是当定了 也罢 以后哥哥保护你们 第一又拿出十二滴盘古精血 给了眼前这十二滴精血 让他们练化 也就是日后的十二祖屋 十二滴精血 欢快地围在第一身边 散发着微弱的红光 一闪一闪的 显得很是高兴 第二章 登顶不周山 看着眼前还没划行的弟弟妹妹们 第一又想起前世的自己 孤身一人在外打拼 过年都只有自己一个人 现在有了弟弟妹妹 仿佛感受到了 那从来不曾有过的亲情 第一很珍惜这些弟弟妹妹 心中更加确定了 不能让他们重蹈巫妖军灭的覆辙 等弟弟妹妹们 练化完精血 应该可以提前划行了 实力肯定也比东皇太一 和帝郡强很多 巫妖亮节 就更有把握度过了 略微思索过后 第一吸收起盘古精血 凶兽皇朝 四大凶兽之一的穷奇 看着主殿中的 同样为四大凶兽之一的饕贴问道 饕贴 神匿陛下什么时候出关啊 那该死的三族组长实在难缠 这样下去 无法攻破他们的联盟啊 只见饕贴神色淡然 缓缓说道 先让凶兽大军撤回来吧 养精蓄锐 等陛下出关 势必能够攻破他们的联盟 一统洪荒 四大凶兽都同意了这个决定 纷纷联系各族凶兽 撤离回凶兽皇朝 这时三族联盟这边 还在商量着 如何能够消灭凶兽大军 祖龙大人 凶兽大军 已经撤回凶兽皇朝了 我们是否追击 撤了 四大凶兽修为不凡 怎么会主动撤退 这其中肯定有诈 先不要追击 看看情况再说 这时的祖龙心中 思考着凶兽异族的真实意图 略微思索 便想到了其中关键 只见祖龙缓缓说道 凶兽异族和我们缠斗了万年 都没有分出胜负 看来此番决定 肯定是打算先养金蓄锐 然后再发起最后的攻势 想要一举拿下我们 一统洪荒 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如今我们要尽量 多多拉拢洪荒中的强者 让他们能加入 我们共同抗衡凶兽大军 我们的胜算 也会提升很多 祖龙看着眼前的使其林 紧接着询问道 道友 你们族中 可还有大罗金仙境界的强者 我们族中强者 已经都来了 不过 我倒是与一位道友相熟 他一身实力也是深不可测 或许可以请他来加入我们 使其林缓缓说道 那就劳烦使其林道友了 说吧 使其林便驾云而去 盘古神殿 呼 没想到 炼化盘古精血这么痛苦 此时的第一 疼得满头大汗 身体中那种剧烈的 撕扯般的疼痛感 疼得他几乎昏厥 早知道就一滴一滴炼化了 不过 还差最后十滴 就趋尽完美肉身了 来给我一起吸收 说吧第一 又把十滴精血吞入口中 开始运转体内 灵力炼化 疼得第一一阵 撕心裂肺的鬼叫 不知过了多久 盘古精血 已经彻底 和地义融为一体 只见他缓缓睁开双眼 起身感受了一下 自身实力 心中一阵喜悦 现在的肉身 已经非常完美了 就是没有盘古大神的 修炼功法 不然吸收了 这么多盘古精血 肯定能突破到 太乙精仙肉身 现在 该去登顶步周山顶了 正好看看 这次的抽奖会是什么 第一心中一阵思索之后 回头看了眼十二祖乌 还在缓慢吸收盘古精血 说罢便向着步周山 飞驰而去 玉京山 红军道友 使七灵前来拜访 使七灵 他怎么来了 凶兽大军肆虐荒荒 我亏得天道一丝大势 凶兽毕灭 看来此番就是出关的时机了 道友 进来说话 使七灵缓缓走进玉京山 红军道友 频道叨扰了 这是哪里话 使七灵道友 你能来 让平道这玉京山 蓬毕生辉啊 哈哈 两人互相奉承一番之后 使七灵满脸悲愤地说道 红军道友 实不相瞒 平道这次前来 是想请你相助我 洪荒各族啊 凶兽大军凶悍无比 现如今 已经退回凶兽皇朝 养精蓄锐 他日势必会再次席卷洪荒 还望道友能助我们 斩灭凶兽 还这洪荒一个太平盛事啊 道友 此事平道爱莫能助啊 平道闭关在即 实在抽不开身啊 红军这番话 其实就是暗示对方 想要好处了 否则就闭关 使七灵也是个明白人 知道今天不出点好处 这红军是不肯相助了 略微思索后说道 红军道友啊 凶兽大军要是一捅洪荒 洪荒肯定在无宁日 届时 道友的闭关 可能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不知这样可好 我多年前游历洪荒 偶然得一宝物 此宝换作穿新锁 乃是上品先天灵宝 佩戴此宝可静心凝神 突破时不受心魔困扰 可否请道友出山相助 等消灭凶兽大军 道友还可与我等 平分凶兽一族的宝物啊 道友啊 这是做什么啊 平道又不是贪图宝物之人 此事平道硬了 你且放心 凶兽一族霍乱洪荒 平道届时定会替天行道 还这洪荒 一个朗朗乾坤 要是第一 在这肯定会说 从未见过 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道友大意啊 平道就坐等到有大价了 史七灵神色激动地说道 言罢 史七灵就出了玉京山 红军看着史七灵背影 心中思索到 凶兽一族迟早会灭 不过二 不过 平道窥探到一丝天机 那杀戮魔神 罗侯是我最大的敌啊 这番就去 把罗侯拉入水 看谈他的实力如何 平道也好早做准备啊 红军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实力 飞出玉京山 往西方驾云而去 经过了三百年的一路飞驰 此时的第一 终于来到了布州山底 突然 一道黄色金光 从远处飞入第一怀中 第一定睛一看 竟是几品先天灵宝 十二品功德精炼 这时 一头墨七灵 从远处向着第一飞驰而来 面色桀骜地对着第一说道 呆 误那道人 交出你手中的灵宝 本太子饶你不死 饶我不死 我看你还没划行 就有如此口气 谁给你的勇气 在本尊面前大呼小叫 梁静茹吗 第一学着前世网文中主角的套路 逼格满满地说道 墨七灵一脸疑惑地说道 梁静茹 大胆 你竟敢戏弄本太子 你知不知道 家父是谁 说吧 第一也不废话 散发着大罗金先出气的修为 就冲向墨七灵 墨七灵看着冲过来的第一 整个人瞬间头皮发麻 这气势 竟然比自己的父亲 史七灵还要强横 神色恢复之后 直接跪地求饶 前辈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顶撞了前辈 求前辈饶我一命啊 墨七灵神色慌张地 对着第一求饶道 嗯 这只麒麟 怎么这么快就求饶了 难道是我的王八之气 震慑住他了 这跟前世网文主角的剧情 不一样啊 第一看着眼前四角 跪倒在地的墨七灵 缓缓说道 也罢 既然你这么求饶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放过你吧 留下宝物 你走吧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墨七灵一脸惊喜地 跪拜着第一说道 只见墨七灵缓缓 拿出一堆天才地宝 送到第一面前 前辈 这是我所有的宝物了 都送给前辈吧 就这些垃圾 你也叫做是宝物 第一一脸鄙夷地 看着眼前的一推 零根零叶 基本都是夏品后天 和中品后天零根 第一看着墨七灵 一脸高冷地说道 也罢 你走吧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否则你知道后果的 说话间 还散发着无穷的气势 是是是 我保证 不会找前辈麻烦的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说完 墨七灵一溜烟地就跑了 第一也没再管他 收起宝物 开始向布周山攀爬 心中思索道 这接应的十二品功德金莲 怎么会在这 不过现在到了我手上 看他们成胜之时 拿什么镇压教派气韵 哈哈 一阵心洗过 后第一开始 专注登顶布周山 随着离布周山顶越来越近 第一发现自己承受的 盘古气息的压力 也越来越重了 布周山乃是盘古大神的脊柱所化 象征着盘古大神不屈的意志 越往上越难攀登 第一作为盘古的心头精血 才可以攀登到接近山顶 要是旁人 可能攀登到山腰处 就被布周山顶的压力 压保身躯了 第一看着眼前 近在咫尺的山顶 感慨道 盘古大神的威压都这么强 想当初开天辟地的时候 那得是何等伟利啊 此时的第一非常激动 也在憧憬着 自己日后的实力 也会达到比肩盘古 甚至超越盘古的时候 只见第一 一鼓作气 三步并作两步 直接踏上了布周山顶 第一 恭喜主人完成任务 获得神级奖持抽奖机会一次 这时 小二那家子音 从第一脑海中传来 呼 终于登顶了 要不是我身具盘古血脉 还真是难以登顶 小二开始抽奖 定 恭喜主人 获得完整版九转玄弓 元神 肉身同修功法 这时 第一一脸臭屁地说道 还真是想啥来啥 小二 你很不错 本大爷很满意 哈哈 定 主人 你收敛一下 笑得太大声了 小二无语道 弟弟妹妹们 还在吸收盘古精血 我就先在这山顶 把九转玄弓修炼了吧 回去再传给他们 第一心中思索一会儿 便做出决定 此时的第一 感受着脑海中的九转玄弓 一阵激动 这可是盘古大神修炼的功法 还是完整版 三清的 都只是残缺版的 自己只是 登顶布周山就获得了 一切准备就绪的第一 便开始修炼起九转玄弓 这日红军 终于到了西方须弥山 红军看了看须弥山 高声喊道 罗侯道友 平道红军前来拜访 罗侯正在修炼之中 听到红军的呼唤 心中思索到 这区山怎么来了 罗侯飞出须弥山 对着红军说道 屈红军 来此所为何事啊 红军听到 罗侯的称呼 嘴角一抽 压制住心中怒火 神色热情地 说道罗侯道友 我们混沌魔神 自从来到这洪荒世界 还没见过呢 所以来此看看 昔日的道友啊 当初在混沌中 你可不配称本尊为道友 怎么 现在有自信 来和本尊较量了吗 罗侯神色细血地说道 丝毫不拒红军的实力 红军再次压制住 想要和罗侯一较高下的怒火 神色激动地说道 罗侯道友这是哪里话 我们混沌魔神 应该团结一致啊 在混沌中 平道就仰慕罗侯道友了 这才前来拜访道友啊 行了 道友 现在凶兽一族肆虐 洪荒大帝 影响了各族的安定 还望道友能和我一起 出去凶兽一族 还这洪荒一个朗朗乾坤啊 罗侯不懈说道 红军 洪荒安定 与无何干 盘古纳斯 毁了吴的魔神躯体 他开辟的这洪荒 毁灭了 岂不是更好 本尊不会去的 红军看着罗侯 缓缓说道 道友 洪荒毁灭 对吴等来说 并没有益处 反而消灭凶兽大军和神匿 可以得到天道功德 何乐而不为呢 这时 罗侯一脸阴险地说道 红军 你走吧 本尊是不会去的 还是那句话 洪荒如何与本尊无关 再不走 就不用走了 说吧 罗侯大罗 今仙中期修为的气势一放 红军见罗侯下定了决心 不去也没有办法 就打算先撤了罗侯道友 既然如此 那就平道就回去了 还是希望 道友能好好考虑一下此事 说吧 红军就向远处顿去 要对他出手 他从刚才已经感受到 罗侯的实力 虽然还不清楚 有什么底牌 但是也不是他可以抗衡的 对付罗侯 还是日后再说 罗侯见红军逃命时地跑了 便收起了想要对他出手的心思 本来好不容易来一个混沌魔神 他是不会放过的 对他来说 红军只是一个 可以任他拿捏的蝼蚁罢了 他在混沌中 就看不起红军 在洪荒中 自然也看不起红军 时光悠悠 这一日 布州山顶 要是有人能够来到山顶 万物沉浮的气息 此时的第一 感受着自身的实力 难难说到没想到 还有意外收获 第三章 前往昆仑山 真的突破到了 太乙金仙出气的肉身 如果再把剩下的盘骨精血吸收掉 肉身又会增强一波了 第一细细地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实力 感觉自己又变强了 别人突破 有的是千万年都不得寸进 这才几千年 第一就已经达到了 原神修为大罗金仙出气 肉身修为太乙金仙出气的地步 这还是没有巩固完全 要是巩固完全等肉身 和原神修为一致的时候 将会是实力再次迎来暴涨的时候 此时的第一站在山顶望向远方 缓缓说到以我如今的修为 也不算白来着洪荒一次了 既然来了 那就要活得轰轰烈烈 说吧 第一向着山下走去 就在第一来到山脚处 便发现了 莫其林带领麒麟族组长 史其林在虎视眈眈地看着他 只见此时的莫其林 毕恭毕敬地 对着史其林说道 父王 就是此人 就是他抢夺我的宝物 此人气质不凡 我竟看不透他的修为 罢了 我其林一族 可不是谁都能得罪的 我来会会他 史其林见看不透第一的修为 也没当回事 毕竟修为和自己相当的洪荒 也就那么几个 却从没见过第一 史其林自然而然地以为 第一只是有隐秘修为的宝物 他才看不透 小子 就是你抢夺窝儿的宝物 快快交出来 我其林一族 可不是谁都能得罪的软柿子 第一看着眼前的史其林 不屑说道 史其林 小孩子不听话 多打两顿就好了 不过 你既然找本尊的麻烦 也得做好被本尊找麻烦的准备 说吧 第一直接飞身爆起 眨眼便到了史其林眼前 随即运转法力 一记重拳 直击史其林面旁 史其林躲闪不及 正中面门 他根本没看清第一是怎么出手的 他只觉得 从刚刚第一散发的气势 已经超过自己了 阁下 你这是藐视我其林一族 看我来领教一下阁下的高招 史其林也是对着第一怒目而逝 划行以来 他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呢 说吧就直接出手 两人瞬间开始大战 只是越打 史其林面色越难看 他发现自己竟然奈何不了此人 而且很明显 此人可能还有后手 便心生退意 阁下 宝物归你了 到此 史其林转头拉上莫其林 直接朝远处盾去 第一又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力量 觉得还不错 史其林也不能杀 毕竟龙汉亮节 史其林也是主角之一 天道不会允许他死的 第一看了看史其林顿区的方向略微思索后 接下来是去三仙道 还是趁三清一时并未苏醒 直接去把太上老子的半生至宝给拿了 后来的三清和巫族 虽然都称呼盘古为父神 但是三清却并不接受巫族 也是盘古正宗的身份 所以 后来巫妖亮节的三清见巫族和妖族 打到洪荒破碎 也并没有出手 一方面是天道不让插手 一方面是 他们也希望巫族灭绝 这样 他们就是唯一的盘古正宗了 心中思索了一会儿 第一做出决定 既然日后也要成为敌人 那便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干吧 说吧 第一直接飞向昆仑山 三清所在之地 整整五百年 这日第一终于发现了三清藏匿的地方 这是一处由特殊阵法藏匿起来的地方 眼下还是需要破掉阵法 才能进入其中 第一看着眼前的阵法一阵头疼 强力破阵 可能会惊动天道 现在自己可没有和天道抗衡的手段 第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忽然他想到了系统 第一拍脑袋 对啊 我还有系统 小二 你能有办法破除这阵法吗 这时 系统那略显庄十三的口气 从脑中传来叮 主人 破阵是本系统的拿手绝活 阵眼在阵法的东南方 第一闪身 直接进入阵中 来到东南角 找到了阵眼 直接破阵 第一看着眼前的景象 到昆仑山 不愧是能成为日后圣人的道场 灵气浓郁的过分啊 不一会儿 他就发现了 还没诞生意识的三清 第一定睛一看 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竟然是通天的半生法宝 只见此时的宝塔 正环绕着通天的意识 好像在抵御 他这个外敌 第一心中一阵疑惑想不到 原来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是通天的半生至宝 可是后来怎么会成为老子的呢 忽然 第一灵光一现 难道说 后世小说写的 老子最先诞生意识 夺取了原始和通天的一成本源之力 是真的 这么说他不止夺走了通天的本源 还夺走了他的半生至宝 想明白一切的第一 心中一阵剧烈波动 想不到 老子表面无为 却连这等多兄弟本源 法宝的事都能干得出来 第一看着眼前还没意识的通天 心中做出一个决定 通天教主居然被骗得这么惨 也罢 后世的时候 我便最喜欢通天教主 既然来到这洪荒 就帮一帮你吧 只见此时的地 一直皆以大法力 剥夺出老子和原始的一成本源 缓缓地把这两成本源 融入到通天的意识中 通天下意识的 便开始了吸收 随后 他将完整版九转玄弓 传入通天意识之中 并仲下禁止 除了通天可以修炼 老子和原始都不能修炼 除非第一愿意 这一招也是让通天 能够更快地诞生意识 防止再被老子偷袭 第一看着自己的操作 很是满意 得意到通天 希望到了风神亮节 你不会令我失望 作为回报 这宝塔可就归我了 哈哈 说吧 第一强行一把抓住宝塔 收入囊中 之后就向盘古神殿飞去 第一不知道的是 三清作为盘古原神所化 对九转玄弓的修炼 会更加得天独厚 只是刚刚传给通天九转玄弓 就已经诞生了一丝意识 这时通天的一丝意识 将第一的身影 狠狠地刻在了脑海里 五百年赶路 第一终于回到了盘古神殿 看着眼前的盘古神殿 第一心中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想了想自己这段时间的收获 又觉得心情非常的好 忽然间 一道道声音传来 大哥 大哥 你终于回来了 想死俺祝容了 这时公公凑到第一面前 说道大哥 你怎么才回来啊 二哥不让我们出去 我们都很担心你呢 第一看着眼前 一个个叽叽喳喳的弟弟 也是非常开心 第一对着十二祖屋 说道弟弟妹妹们 现在洪荒危机四伏 你们要赶紧化行 这样才能早日游利洪荒哦 紧接着对弟将说道二弟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 辛苦你了 弟将听后严肃道大哥 你这是什么话 你不在 我肯定要对弟弟妹妹们的 安全负责呀 这时 后土凑了过来 仔仔细细地看着眼前的第一 显得十分好奇道 大哥你画形的样子 好好看呀 比父神还好看 第一看着后土宠溺道 后土妹妹以后 可要画形成一个漂亮 可爱的美女哦 大哥想让画形成什么样 我就画形成什么样 我听大哥的 后土带萌的声音传来 第一又看着眼前的弟弟妹妹们 假装一脸正经地说道 我不在的这些时间 你们修炼得如何呀 有没有把父神的精血吸收完呀 朱镕说道 大哥 我们都吸收完父神的精血了 俺要做最快画形的组物 弟将毫不犹豫地打击到朱镕 别吹牛了 大哥才是第一个画形的组物 而且我应该比你画形快 你还是安心当的弟弟吧 哈哈 朱镕不服到二哥 那 要是比你先画形了 俺就是二哥了 哈 弟将一看 自己二哥的地位 居然受到了挑衅 必须要杀杀着朱镕的嚣张气焰 杀鸡儆 便应下赌约 好 我跟你赌了 谁赢了 谁是二哥 D看着眼前吵吵闹闹的弟弟妹妹 也是一脸慈父的笑容 随即他拿出了48滴盘古精血 说道 兄弟们 我手里还有一些父神的精血了 你们尽快画形 说吧 D手中剩余的最后48滴精血 这些精血是 特意为十二祖物们准备的 日后也可以用到 用来提升肉身 D继续说道 你们先用一滴 用于快速画形 剩下的画形之后 提升肉身再用 弟将这时疑惑到大哥 你怎么有这么多父神的精血啊 你已经画形了 还是你用吧 多增强一下实力 我们再过些十日 也就画形了 不着急的 第一严肃到二帝 我还有父神的精血呢 而且 日后五巫族还会有一大节到来 你们要尽快成长起来 众族巫听后 也知道事情的严重 便不再推辞 纷纷开始吸收起精血 争取早日画形 第一也盘息二作 开始炼化起手中剩余的盘古精血 洪荒不济年 这日 凶兽皇朝所有的凶兽 都在严阵一带 好似在等待着某个皇者的降临 砰的一声 凶兽皇朝身处的一处大殿 映然而到 第四章 凶兽亮节起 此时 一股极为庞大的气势 向四周威压而来 对于凶兽一族来说 这股威压 是来自血脉的压制 就连四大凶兽 也不能避免地跪拜下来 煞时间 只见一道身影冲天起 转眼便出现在了凶兽皇朝之上 此时出现在凶兽皇朝之上的 就是凶兽一族的皇者 兽皇神匿 他不怒自威道 穷奇 饕天 逃物 混沌 四大凶兽何在 四大凶兽连忙应道 属下在 恭迎陛下出关 洪荒各族已经拿下了吗 你们为何都在此 神匿问道 陛下 洪荒各族联合起来抗衡我们了 我凶兽大军也是损失惨重 一时拿不下他们 所以再次等候陛下出关 带领我们一统洪荒啊 穷奇颤颤巍巍的 不敢直视神匿说道 神匿不满道 废物 要你们何用 四大凶兽也不敢辩解 纷纷低下头 穷奇 立刻整顿凶兽大军 随我出征 神匿当即下令 说吧 凶兽大军开始整顿起队伍 不到片刻 凶兽大军集合完毕 我凶兽一族 一统洪荒的时机已到 众位凶兽一族的儿郎们 随我出征 神匿散发着自身的气势 阵臂一呼 凶兽一族纷纷响应 神匿便带着浩浩荡荡的凶兽大军 向着洪荒四处侵略 盘古神殿 呼 终于是吸收完了 可以出关了 本来只想着提升肉身修为的 没想到原神修为 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凭我现在大罗精心后期肉身 对抗红军 神匿这种级别的 应该不在话下了 也不知道神匿出关没有 或许可以去会会他 要是斩杀他 应该有不少天道功德吧 第一心中一阵思索过后 还是决定去凶兽皇朝看看 即使不能斩杀神匿 也能打探一下 现在洪荒第一梯队的实力 对了 这次原神修为 提升了一个境界 应该可以抽奖了 小二 我现在能抽什么奖持 恭喜主人 获得黄金奖持 抽奖次数加一 才是黄金奖持啊 算了 还好不是青铜奖持 小二开始抽奖 定 恭喜主人 获得气韵至宝 空铜印 空铜印 人族的气韵至宝 居然被抽出来了 距离人族出事还早 但是日后 可以用空铜印 帮助人族摆脱圣人控制 倒是不错 第一看了眼 还在闭关中的众祖屋 便飞升而去 此时 以三族为首的各族联盟 正在积极应对 凶兽大军的入侵 祖龙道友 此次兽皇神匿出关 凶兽一族气势汹汹 屋等该如何是好啊 白虎道友 不必惊慌 使其林道友 也该是请那位道友出山了 使其林道友 还要劳烦你了 此时使其林神色淡然 缓缓说道 道友不必拘礼 我这便传讯红军道友 说吧 使其林便开始传讯红军 请他赶赴三族联盟 祖龙这时 看着各族的首领 却发现 凤族的族长元凤没道 满脸疑惑 这时使其林传讯回来 祖龙便问道 道友 你看见元凤道友了吗 为何他还没道呀 我也不知 上次大会 还看到元凤道友呢 祖龙非常疑惑 不知道这么重要的关头 为什么元凤还没来 他不知道 此时的元凤 还在与第一打战 小子 你竟敢调戏老娘 看我不把你做成猪头 第一看着眼前 跟发疯了似的元凤 一脸无奈 一边说着 一边格挡元凤的进攻 自己只是在赶往 凶兽皇朝的途中看到了他 觉得很像自己 前世暗恋的一个女生 所以忍不住说了句 还是那么大 没想到被元凤听到 上来就要揍他 我说大姐 你能不能不要打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 我这是夸你好不好 你这个登徒子 还敢说 看我今天不打的 你满地找牙 说吧 双方再次战斗一团 第一想了想 这样打下去 也不是个事 还是先把他武力制服 然后再讲道理吧 只见第一此时 气势突然暴涨 元凤一时没反应过来 慌忙应对 第一紧跟着一拳又一腿 丝毫没有怜香惜玉 突然第一爆发出极强的速度 来到元凤面前 瞬间制服他 元凤间自己浑身法力被封 终于知道自己 招惹到了得罪不起的存在 我说 你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女道友 怎么能这么暴力呢 哼 是你先调戏老娘的 老娘身为一族支掌 还没有人敢调戏我 你是第一个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小白脸 有种你就杀了我 第一看着眼前 一动不动的元凤也是 一阵无语 都这样了还放狠话 看来应该就是 凤族一族的组长了 第一心中略微思索 决定给元凤一个难忘的回忆 只见第一面带笑容 看向元凤 想必 道友就是凤族族长 大名鼎鼎的洪荒第一女仙 元凤道友吧 你想怎么样 快放开我 不然我喊人了 元凤看着眼前的第一 神色慌张 你喊吧 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哈哈 说吧 第一缓缓走到元凤身边 伸起一只手 随即 某处传来啪的一声 元凤顿时呆了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打他 顿时羞红了脸 心中怒火中烧 小子 你放开我 我要杀了你 第一一脸瓷腹般的笑容 看着元凤说道 元凤道友 这只是 一个小小的惩罚 以后可不要这么暴躁咯 哈哈 一开始 我可没有调戏道友的意思 道友冲上来 就要打杀我 在下只是自卫 元凤听着第一的狡辩 一脸无语 哼 登徒子 现在随你怎么说 要杀要寡 惜听尊便 第一也知道自己理亏 居然把钱是想做的事 现在做了 心中也是一阵心虚 元凤道友 此番确实是在下无礼 不如这样 日后在下可为道友出手一次 就当是给道友赔罪了 对了 无名第一 道友若是有事 可来不周山找我 说吧 第一心虚着解开元凤静置 直接冲天起 朝远方飞去 留下一脸猛逼的元凤 第一 你给老娘等着 总有一天 我要亲手打回来 元凤看着第一离去的方向 心中恨恨道 又想起刚刚被打的心中 那种异样的感觉 又想起第一那张帅到极致的容颜 面色微红 狠狠地骂了几句第一之后 元凤也是飞向三族联盟 这日 第一终于来到了凶兽皇朝 发现凶兽一族 只有大猫小猫两三只 心生疑惑 凶兽一族呢 就这 不对 这个时间段 神匿应该出关了 四大凶兽正在带领大军征战洪荒 第一思索一阵 决定神识打探一下 看看神匿在不在 就在这时 一道暴怒声传来 什么人 胆敢擅闯我凶兽皇朝 神匿本来是在带领凶兽一族 攻打洪荒各族 三族组长和红军 却一直没有现身 于是 神匿先行回到了凶兽皇朝 打算再巩固一下修为 等四大凶兽传训 自己就可以杀向战场 没想到刚回来 正好遇到第一 紧接着 一道身影飞掠而来 随即带着无上威势的一拳 直扑第一面门 打人不打脸 竟敢偷袭 说罢 第一个闪神拉开距离 顺势一击边腿 朝对方而去 对方明显没想到 自己这么快的一拳 竟然被躲避过去了 来不及反应 吃了第一脚 后退五步 你是谁 为何而来 阁下 就是凶兽一族的皇者 神匿吧 神匿心中一阵疑惑 此人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 虽然不清楚 第一是怎么知道自己身份的 神匿还是不屑说道 看来 你知道本尊 既然如此 留下宝物 无便饶你一命 神匿 都说你凶名赫赫 今日一见 你怎么这么辣 哼 小子 修成口舌之力 今日你算来错地方了 话音未落 神匿顺势祭出法宝式神枪 朝着第一次来 第一看见神匿祭出法宝了 也不敢拖大 同样祭出鸿蒙凉天齿 化解神匿的攻势 神匿诧异道 这小子 居然还有后天至宝 和该为我所有 只见两人 一朝一室的交锋 神匿明显处于下风 神匿越打越心惊 此人肉身怎么会这么强 拼肉身 我应该是洪荒最强的 我竟然奈何不了这小子 忽然 第一瞬间发力 鸿蒙凉天齿的威能 被激发出了百分之五十 一激下去 神匿瞬间倒飞出去 神匿虽被打到吐血 但是瞬间起身 目光死死地盯着第一 嘿嘿 小子 你到底是谁 我没有得罪你吧 那倒没有得罪我 不过在下就是眼差你的是神枪啊 嘿嘿嘿 经过一番交战 第一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实力 拿下神匿不是问题 但是面对天道 那肯定是差老鼻子了 突然 第一瞬间发力 一掌飞向神匿 神匿还在恢复气息 慌忙应对 第一瞬间转身 朝着神匿手中的是神枪抓去 神匿反应不及 是神枪瞬间脱手 第一眼看的手 拉开身位 收起是神枪 目光细血地看着神匿 看着自己的是神枪被抢了 神匿也是暴怒到 小子 快把是神枪还给我 不然你今天走不出凶兽皇朝 小匿啊 做兽不要太小钱 等我亡个万八年的 就还给你了 第一也知道 此时神匿还不到死的时候 也不想徒增麻烦 便打算跑路了 说吧 第一拿着鸿蒙亮天齿 朝着神匿挥去 神匿本能地闪身躲避 第一借此机会 直接朝着远方顿去 哎呀呀 该死的小子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第一听着 后面传来神匿的怒吼 也是一阵激动 前世自己可是无好青年 不偷不抢 无奈来到洪荒世界 还是第一次干抢劫的勾当 第一心中有着莫名的兴奋 速度越来越快 神匿自知不是第一的对手 追上去也逃不得好 说不定还要被虐 气愤不已 第五章 祝荣 钢管武 盘古神殿 十二祖屋此时 都已经到达了可以划行的修为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尝试 都划行不了 第一还没进盘古神殿 便听到祝荣又在发牢骚 大哥又自己出去了 也不带着我们 小妹 大哥最疼你 等他回来 你要好好凶凶他哦 祝荣哥 大哥那么帅 我才不要凶他呢 我还要跟大哥说 你说他坏话了 后土听着祝荣的吐槽 心中坚定地维护着第一 虽然自己也很想和大哥出去玩 但是不能凶大哥 别啊 后土妹妹 俺错了 俺不说大哥坏话了 你别跟大哥说嘛 俺以后就听你的 听着祝荣和后土的对话 第一也是一脸无奈 心里却又觉得 这几个弟弟妹妹很可爱 是谁说要凶我啊 第一 笑着走进盘古神殿 看着祝荣 眼神笑眯眯的 后土一听 是大哥回来了 很是开心 直接脱离血池 围绕在第一身边转圈 大哥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想你 祝荣哥刚刚说让我凶你呢 是吗 祝荣 有这事 祝荣看着第一脸色笑眯眯的 心里一阵打鼓 还是狡辩着 大哥 俺怎么可能教唆后土妹妹 让他凶你呢 俺最听大哥的话了 嘿嘿 公公听到祝荣这样认怂 也是觉得得坑他一手 祝荣 刚刚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要不你自己演示一下 哈哈哈哈 其余祖屋也是堪热闹 不嫌事大 纷纷说道 是啊是啊 三哥 你就演示一下你刚刚说的吧 哈哈哈哈 去你们的 就会挑拨我和大哥的关系 大哥就是我最崇拜最尊敬的人 我怎么能凶大哥呢 你们不要乱说 小心我告 你们诽谤啊 祝荣一脸慷慨激昂地说着 第一看了看众祖屋 决定给祝荣一个难忘的回忆 就在回盘古神殿的路上 第一就在问小二 可不可以让十二祖屋提前化行 小二说 因为天道禁锢 十二祖屋要到龙汉时期才能化行 但是可以利用系统提前化行一个祖屋 于是 第一一路思考 到底让谁先化行 只见他一脸坏笑地看着祝荣说道 既然你这么想出去 那我就让你化行吧 不过 帝将虽然没有化行 依然是你二哥 怎么样 祝荣一脸惊喜 大哥果然是最好的 最疼自己了 大哥 真的吗 俺真的可以化行吗 当然了 你们现在还不到化行而出的时候 之所以诞生意识 还是因为父神的精血和九转玄弓 可是 大哥 我们都用了很多办法就是化行不了啊 这怎么办啊 我现在只能让你们其中一个提前化行 你不是想出去吗 就你先吧 这时 后土听着不高兴了 自己也想化行好陪着大哥呀 于是委屈地说着 大哥 后土也想出去玩 也想陪着大哥呀 为什么不给后土化行 大哥偏心 后土妹妹 大哥这是明察秋毫 俺化行可以更好地帮大哥呀 你还小 这洪荒的水 你把握不住 还是让祝荣哥来吧 哈哈 只见 第一轻声地和后土说着什么 随后温柔地看着后土 后土也是心中激动 大哥居然这么话 过了一会儿 后土看着祝荣 也是欢快地说道 祝荣哥 我就把化行机会让给你了哦 你可要好好帮大哥 不然我化行了 饶不了你 祝荣虽然心中疑惑 后土怎么变怪这么快 但是一想到自己 就要化行了 也是心中一阵激动 大哥 你看后土妹妹都这么说了 是不是就能让俺化行了呀 俺保证听你的 虽然俺化行早 但是地将永远是二哥 好不好呀 嘿嘿 行吧 不过前提说好 化行之后 无论让你做什么都不能拒绝 要不然你就会化行失败哦 第一看似一本正经地说着 心里早就乐坏了 因为小二说的化行办法就是 完成一个系统任务 奖励一名祖屋化行 任务内容就是要指定化行的祖屋 化行之后挑一段钢管舞 而第一打算套路一下祖蓉 打算再加个任务 好了 话不多说 祖蓉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大哥 来吧 说吧 第一开始呼叫小二 小二 选定化行祖屋为祖蓉 第一 收到 正在为祖蓉祖屋化行 这时的祖蓉 感觉神识格外的清明 好像整个人都变聪明了一倍 忽然天空中开始凝聚起化行雷洁 只见从祖蓉神识中 飞出一道白光 瞬间撞到雷云之上 雷云瞬间消散 哇 祖蓉哥神识中 刚刚飞出去的是什么啊 居然把雷劫都打散了 后土惊讶 和众祖屋讨论着 这时 第一看着祖蓉 已经正在凝聚的肉身 缓缓说道 那是父神的一丝气息 他还在守护着我们 你们每个人化行的时候 都会飞出一道父神的气息 原来父神还在保护着我们 要是父神还没死就好了 帝将此时 也是非常伤感 十二祖屋不进天不进地 只进盘古 所以才会得到盘古的偏爱 可惜在原本的洪荒世界 盘古最终 还是没护住这十二个孩子 不知过去了多久 祖蓉的身形 已经慢慢显化 散发着微微红光 突然 祖蓉气势暴涨 周围的灵气 疯狂涌入他的体内 不多一会 一个红发 身着黑红道袍 面色凶狠的先天道体 便出现在了众祖屋眼前 天啊 祖蓉哥画形好丑啊 后土看着祖蓉的造型 一阵失望地说着 只见祖蓉缓缓睁开眼 身边的气势 也逐渐平静 祖蓉一脸兴奋地 跑到第一面前说道 大哥 我成功了 我终于画形了 别着急 你现在试试看看 能不能运转法力 和肉身之力 祖蓉一脸疑惑 随后试了试 这一时祖蓉顿时心慌了 竟然感觉自己毫无修为 祖蓉瞬间想起 第一一开始说的话 直接抱住第一大腿 哭丧道 大哥啊 我不能没有修为啊 没有修为我怎么能帮你呢 怎么能帮父神管理这洪荒呢 大哥你一定要帮我啊 后吐这时笑音音道 祖蓉哥 你刚刚答应大哥什么了 还记得吗 大哥 你说吧 让我做什么都行 只要能恢复修为 第一次是一脸坏笑道 祖蓉啊 大哥也不是不帮你 可是这个任务 你可能接受不了啊 祖蓉又是一脸疑惑 不过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恢复修为要紧 大哥 你就说吧 什么任务我都能完成 只见第一 一脸神秘地传给了祖蓉一道神石 祖蓉心中好奇 接受到第一的神石 一看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哭丧着脸说道 大哥 真的要我跳 这个什么钢管舞吗 当然啊 怎么 你不愿意吗 这也太羞耻了 大哥 能不能换一个任务啊 那我没有办法了 我马上要去东海 要不你再想想 第一看着祖蓉笑道 不就是钢管舞吗 爷爷爹 俺跳了 众祖屋都是一脸好奇 这钢管舞究竟是何物 居然让祖蓉这么纠结 平常的祖蓉 可是天不怕地不怕 当然除了第一 十二祖屋也是好奇地盯着祖蓉 等着看他的表演 只见地一指了指盘古神殿的一根柱子 祖蓉立马领会 走了过去 接下来 众祖屋只感觉看到了什么震惊洪荒的景象 一个个哈哈大笑起来 尤其是地江 笑声简直冲破天际 就这样 祖蓉在十二祖屋的笑声中 跳完了这支舞 只有后土 一直盯着第一的脸 正正出神 心中想到 不知道我跳这支舞 大哥会不会喜欢 不过大哥真的好画哦 居然这样整祖蓉哥 好喜欢啊 要是后土已经画形 此时他心中所想的事 可能会让他的脸红得像个苹果 第一看着笑成一片的重祖屋 心中也是非常高兴 随后对着祖蓉说道 好了 祖蓉 还差最后一个任务了 你完成了 就可以恢复修为了 啊 大哥 怎么还有啊 俺的脸都丢尽了 我 祖蓉哭丧道 这个就简单很多了 只需要你倒立洗头就行了 很简单的 哈哈 说吧 第一拿出准备好的一桶灵水 示意祖蓉倒着栽进去 祖蓉一脸郁闷地 倒立着把头栽进水桶里 这时的十二祖屋 看着祖蓉的动作 又是一阵丧心病狂的笑声 整个盘古神殿 充斥着欢乐的笑声 此时的祖蓉还没发觉 他的法力和肉身之力 已经恢复了 只能安安静静地倒立 第一看惩罚的也差不多了 便对祖蓉说道 好了好了 起来吧祖蓉 你赶紧恢复一下修为 随后我们便去东海了 祖蓉一脸激动 也不再哭丧着脸了 兴奋地打着包票 用不了多久就会出关 随后就去一旁闭关去了 第一对着众祖屋继续说道 洪荒的大便即将要来了 祖蓉能化形 也是我机缘巧合 得来的机缘 用不了多久 你们也能化行了 大家也不要着急 此次量节过后 就是你们化行的时机 蒂江也是明白 第一的良苦用心 知道第一怕众祖屋 觉得他偏心 于是也是说道 大哥 我们众兄弟不必如此 我们相信你的 我们也只是想赶紧化形 好能帮到你 既然祖蓉能提前化形 也是好事 大哥你也别担心 我们会觉得你偏心的 是啊 是啊 大哥你就放心吧 我们会好好修炼 等待化形的 众祖屋也是齐齐说道 有兄弟如此 纵使我们一起陨落洪荒 也是不须此生了 第一听到众祖屋的话 也是格外开心 随即吩咐众祖屋好好修炼 自己则闭目养神 等着祖蓉出关 第六章 三仙岛 此时的各族联盟 还在积极备战 凶兽一族的进攻 袁凤这时 也回到了三族联盟中 祖龙和史其林 见到袁凤终于来了 也是各自上去打了个招呼 只是袁凤好像心情非常不爽 并没有太多搭理他们两人 就在三族组长还在商讨 怎么应对凶兽一族的时候 远处飞来几道身影 为首之人就是红俊 祖龙和史其林 看到是红俊到来时 心里一阵欣喜 感叹到终于来盟友了呀 于是纷纷上前迎接 哈哈 红俊到有 可把你盼来了 这几位师 史其林疑惑地 看着红俊身后的两人问道 红俊也明白 史其林的意思 道友不必紧张 这是频道的至交好友 阴阳道友和五行道友 也是来助我们 斩灭凶兽一族的 原来如此 二位道友 有礼了 史其林紧接着介绍 其祖龙和元凤 于是便开始商量 怎么抵挡凶兽一族的进攻 并斩杀四大凶兽 这时的神匿也已经恢复过来 来到了大军之中 于是神匿找到四大凶兽问道 穷奇 现在红荒还差哪里没有拿下 穷奇发现 神匿的心情好像很暴躁 于是颤颤巍巍打道 陛下 现在红荒基本已经被我凶兽一族占领了 就差三族联盟了 整顿大军 我倒要看看这三族 如何抵挡我凶兽一族 盘古神殿这边 祖龙修为已经巩固得差不多了 哈哈 大哥 俺出关了 第一看着祖龙也是非常高兴 不错嘛 肉身达到了大罗金仙出气 还是多亏了大哥给的附神的精血 要不然 俺也不能这么快到达九转玄弓四转 不错 以你现在的实力 可以与大罗金仙中期一战了 祖龙欣喜能得到第一的肯定 于是兴奋地问道 大哥 我们什么时候去东海啊 俺要打遍东海 哈哈 第一瞬间无语 去东海可以 一切听我行事 我们此行只是寻宝 不会与人争斗 你别给我找麻烦 祖龙赶紧点点头 表示一切听从第一指挥 这时 众祖屋也听到了第一祖龙的谈话 非常羡慕祖龙能出去 这时 后土飞过来 缠着第一委屈巴巴的 明显不想第一离开 后土妹妹 用不了多时 我们就回来了 等你话行了 大哥就带你出去游历洪荒 好不好 第一宠溺对着后土劝说着 后土虽然不舍 也知道要听大哥的话 于是默默退到了一边 第一又对着帝将吩咐道 二点 我们这就出发了 弟弟妹妹们就交给你照顾了 大哥你们放心去吧 弟弟妹妹们交给我了 帝将也是连忙硬道 打着包票 第一又嘱咐了一下 便和祖龙向着东海飞去 就在第一飞出盘古神殿 前往东海的路上 第一明显感受到 天地间的节气越来越浓郁 这是亮节已经开始的征兆 不过第一也不会嫌操心 他只想守护巫族的弟弟妹妹们 顺着三仙岛地图的指引 第一和祖龙不知不觉 已经飞行了五百年 终于 第一和祖龙来到了东海 一路上 祖龙跟着画牢一样 一直跟第一问着问啊 搞得第一直翻白眼 大哥 我们要寻的宝物在哪呀 怎么还没到呀 这里就是了 前面有一处空间波动 三仙岛应该就在里面了 说吧 第一开始呼唤小二了 小二 这三仙岛的阵法 能破解吗 丁 主人 请不要质疑本系统的能力 本系统无所不能 是吗 那你敢吃屎吗 哈哈 丁 主人 你口味真重 和系统打了一回嘴炮之后 第一终于开始破阵了 丁 主人 阵眼 在阵法的西北方 第一顺着小二的提示 第一对准 阵眼轰出一击 阵法消散 映入眼帘的的 便是蓬莱仙岛的石碑 看来 这便是蓬莱仙岛了 大哥 这岛的灵气好浓郁啊 肯定有好宝贝 那当然 走吧 我们一起看看去 第一和祝容 越往里走越心惊 随处可见的灵根灵液 虽然都是后天灵根 但架不住多呀 而且还有超过十株的下品 先天灵根 随着继续往深处走 第一感受到 前方灵气越来越浓郁 他开始期待 能遇到什么宝物了 第一和祝容 双双走入了一个山洞里 只见山洞里面遍地的法宝 大部分是后天灵宝 一部分 夏品先天灵宝 第一吩咐祝容统统收起来 给以后的巫族准备着 忽然第一发现 山洞深处 有一个宝物在发光 第一略为思索 不会是神光棒吧 第一 主人不要瞎扯弹了 去晚了 宝物就飞走了 第一挠头傻笑 祝容在一边奇怪地看着 心里想到 打得在笑什么 不会又坑俺妈 只见第一瞬间起身 一把抓住山洞深处的那个宝物 定睛一看 这竟然是极品先天灵宝 悬缘控水旗 没想到是这件法宝 第一表情略显失望 因为比起他的鸿蒙梁天齿 和天地玄黄玲珑宝塔来讲 这悬缘控水旗 真的作用不大 就在这时 第一发现 远处还有一个巨数 心中断定 这肯定是蓬莱仙岛最大的收获 第一飞到树前才发现 这竟然是十大极品 先天灵根中的五真松 据说吃了五真松果 可以加速领悟五行法则 让修炼者受益无穷 第一直接把树 给栽进了系统空间里 便和祝容开始寻找起 下一座仙岛的入口 大哥 你看这里是不是入口啊 只见祝容在远处 对着第一喊道 第一立马闪身过去 还真是 祝容 可以啊 祝容却是不好意思的 挠挠头说道 俺能帮到大哥就好 嘿嘿 说吧 第一开始破阵 顺着小二的提示 不费吹灰之力地 破掉了这座阵法 迎面扑来的灵气 让第一和祝容一阵欣喜 很明显 这道理宝物将会更好 映入眼帘的 赫然是迎周岛的石碑 第一二人也不耽搁 开始了他们的寻宝之路 忽然间 第一看到前面一大片灵根 灵根附近有一个将近 五百平方米的大池子 第一看 这一池的池水 竟然全是三光神水 据说三光神水一滴 便可以恢复自身伤势 原始天尊更是把三光神水 当成宝 舍不得用一滴 祝容 这下我们巫族以后 可算是真的肉身无敌了 哈哈 大哥 我们本来肉身 就是洪荒最强的呀 祝容 这一池可是三光神水 一滴足以恢复自身伤势 可是行军必备神器呀 祝容一听 知道这对巫族 是难以估量的好宝贝 紧接着 池水上面 竟然浮现出一朵莲花 这应该就是十二品 竟是白莲了 是盘古父神混沌 清莲分裂的莲子所画 父神的东西 就是我们巫族的东西 大哥 你太厉害了 居然能找到这样的宝地 这算什么 还有很多宝地 等着我们巫族呢 哈哈 第一看到这么多的三光神水 和十二品竟是白莲 也是乐开了花 第一把宝物 全都收到系统空间之后 又吩咐祝容 开始寻找起最后一座仙岛 方丈岛的入口 不多时 第一便找到了入口 随即破阵 第一看着眼前的方丈岛 也是心情激动 不知道方丈岛又会有什么惊喜 随着二人一路搜刮 方丈岛的宝物 基本都被搜刮干净 祝容看到远处又有一株巨树 随即喊道 大哥 你看 那里又有一株灵根 第一顺着方向看去 果然有一株灵根 随即闪身过去 定睛一看 竟然是十大极品 先天灵根中的误导茶树 祝容 我们巫族的实力 又会迎来暴涨的时候了 哈哈 大哥 这是什么灵根呀 怎么没有果实 这灵根应该没用吧 不识货 这可是误导茶树 能够帮助我巫族误导的 虽然你们元神天生残缺 但是也可以见误导茶树的茶叶感悟法则 你说 这是不是好东西 第一给祝容解释道 祝容恍然大悟 心里更是为巫族开心起来 第一觉得 方丈岛应该就这一个误导茶树 这一个机缘了 便打算撤了 突然第一看见前方有一个破碎的碟子 好像散发着浓郁的气息 第一很熟悉这股气息 便伸手抓了起来 第一心中一阵激动 这居然是造化玉蝶的一角碎片 第一难掩激动的心情 死死地握住碎片 平复了一下心情 第一把它放进系统空间 等到回盘古神殿再好好参悟 第一清点了一下此行的收获 笑得何不拢嘴 蓬莱仙岛的法宝 本来是东王宫建立先庭的本钱 没想到自己给截胡了 现在第一看着这次的收获 感觉自己忽然就成了洪荒最富有的人 嘴角都要咧到耳朵跟后面去了 祝容看着自己大哥笑成这样 心里想要吐槽一下 但是又怕挨揍 便跟着第一傻笑 走吧 我们回盘古神殿 此行收获也是非常到位了 说吧 第一和祝容离开了东海 开始回盘古神殿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先天三足的人 和凶兽厮杀在一起 第一知道凶兽谅节的结果 也就事不关己了 只见前方出现两道身影 在疯狂激动 第一心中好奇 因为他感觉出 出手的两人虽然没有自己强 但是也是洪荒之中 数一数二的存在了 第一便和祝容缓缓向对面 两人交手的地方走去 第七章 红军战神匿 通天诞生意识 神匿 乖乖束手就擒吧 你凶兽一族争霸洪荒 导致洪荒生灵涂炭 已被天道摒弃 红军 你有种不用法宝跟我打 要不是我的法宝 被一个小贼抢走 哪里轮得到你再次叫嚣 天道 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神匿此时被红军打得节节败退 嘴上还是不服地说着 第一和祝容在一旁隐匿身形 就这么看着红军和神匿的大战 大哥 我们下去凑个热闹吧 咱俩一人一个 祝容 现在还不是我们出事的最好时机 先回盘古神殿吧 第一本来也想参与进去 后来想了想 这次大战和自己无关 又没有好处 还是决定先回去提升实力更好 说吧 第一带着祝容继续飞往盘古神殿 神匿此时 眼看再打下去 就要被红军制服 说不定还要陨落 便心生退役 只见神匿祭出一招气势磅礴的招式 像是要把红军一击绝杀 红军眼看神匿开始玩命 也不敢拖大 同样祭出法宝 严阵以拜 突然神匿的招式落在红军面前 红军急忙应对 发现这招式软弱无力 根本没有任何杀伤力 而神匿已经趁着红军不注意 直接向远处盾去 等红军回过神来 起得三花暴跳 该死 居然被神匿给唬住了 罢了 四大凶兽很有可能在埋伏 凭到此番回去 该是发动最终决战的时候了 红军看着神匿顿去的方向 思索片刻之后 还是选择先回三族联盟之中 陛下 这是谁伤的你 伤势怎会如此之重 该死红军 区区一只驱闪 竟然逼得我这么狼狈 下次我一定要杀他 还有那该死的小贼 没有了是神枪 我的战力 受损太严重了 神匿一阵思考过后 决定闭关突破 一定要突破到混元金仙 只有这样 才能打败三族联盟和红军 于是 神匿吩咐四大凶兽 穷奇 让前方和三族试探性 进攻的部队回来吧 集合力量守卫皇朝 等我出关 势必拿下三族 是 陛下 说吧 神匿就去闭关了 凶兽一族 也开始归缩于凶兽皇朝 三族联盟 红军道友 此行可斩杀神匿了吗 祖龙看到红军回来 赶紧上前问道 红军面色不变 缓缓说道 此番并未斩杀神匿 但是那神匿不是平道的对手 平道不慎 被他跑了 红军道友实力通天 想必斩杀神匿 也是迟早的事了 史奇林也是顺势给了 红军一个台阶 以此来拉拢红军继续出力 红军也就顺着 史奇林的话继续说道 诸位道友 我们是时候 向凶兽一族发起总攻了 神匿被我中伤 实力大损 此番便是最好时机啊 袁凤此时心中颇为好奇 按理来说 神匿应该不至于中伤啊 难道是有什么隐情 紧接着 他想起第一 心中默默呢喃着 难道是他 他的实力深不可测 当时看他离去的方向 也是向着凶兽皇朝 难道是他和神匿一战 打伤了神匿 红军这才能简陋 不得不说 女人的第六感非常准 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经过各族组长 激烈的讨论过后 决定趁势直接覆灭凶兽一族 于是 各族纷纷回去整备军队 红军道友 此番还要多靠你牵制住神匿了 其余凶兽就交给我们各族了 祖龙看着红军缓缓说道 平道自会尽力 红军不嫌不淡地说着 祖龙看着红军不嫌不淡的态度 很是恼火 但是还是压制住了心中的不满 等到消灭凶兽之后再说 此时 第一和祖龙也已经回到了盘古神殿 大哥大哥 你终于回来了 后土好想你啊 只见后土欢快地 围绕着第一转圈圈 祖龙在一旁嘀咕道 我这个三哥还回来了呢 小妹就会黏着大哥 也不见欢迎我 祖龙自以为很小声的嘀咕 却不知道他的声音真的好大 跟第一正常说话的声音一样 其余祖屋都齐刷刷看向祖龙 祖龙一看 顿时心慌起来 但还是没事一样说道 你们看我干嘛 没见过帅哥呀 哦 众祖屋直接吐了一样 后土围绕到祖龙身边 这才说道 祖龙哥 你也回来了 不过我不想你 公公哥想你 他还说话行了要揍你呢 什么 公公 你是不是不服俺祖龙 祖龙 等吴化刑之后 你这三哥的地位 可是我的啦 哈哈 就凭你 给俺当小弟都不要 俺就等你化刑 给你这个机会 当俺的小弟 祖龙和公公两个 直接开始打起了嘴炮 第一一脸无奈 心中又想起前世看的洪荒文 都说公公和祖龙打了一架 公公没打过 弩而触不周山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看着眼前这俩人的气势 确实是天生的对头 谁也不服谁 第一剑差不多了 于是高声喊道 别吵了 有这时间 你们还不抓紧修炼 祖龙 公公 你们俩就要安分点 快去修炼 随着第一的训斥 祖龙和公公也是不敢再吵了 纷纷各自修炼去了 大哥 祖龙哥和公公哥 他们俩 修炼的火之法则和水之法则 天生就要吵吵闹闹 没必要这样凶他们吧 弟将此时过来 想要劝慰一下第一 于是这样说道 但是他不明白其中关键 第一怎能不明白呢 但是第一也没多说 只是说道 二弟 日后若是我不在的时候 切记看好祖龙和公公 绝不能让他们打起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弟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卓九英这时才飞过来 对着弟一偷偷说道 大哥 你也能看到未来一脚吗 我掌控时间法则 虽然还没划行 却也能看到 我巫足一丝未来 惨不忍睹啊 弟一听着卓九英的话 也是微微点头 紧接着说出其中关键 五弟 你看到的是真的 但是有我在 我们绝不会重蹈覆辙 你且放心修炼就是 卓九英听着第一的话 心中一阵惊慌 随后感受到第一那浓浓的自信 他也是放下心来 随后各祖屋都开始自行修炼去了 第一坐在一旁 闭目养神 神识朝系统空间看去 全是东海一行的收获 可谓是盆满钵马 第一拿出造化玉碟碎片 便感悟起来 真是没想到 这片碎片蕴藏的 竟然是立之法则 这可是盘古父神领悟的法则之力 没想到我也能领悟 第一难掩激动的心情 开始参悟起立之法则 立之法则晦色难懂 但是第一拥有盘古脑髓 50%的法则感悟加成 难度瞬间降低一半还多 第一又拿出悟到茶树的叶子泡起茶 一边喝茶一边感悟立之法则 简直事半功倍 十二祖屋看到都很好奇 大哥 这是什么呀 好喝吗 我也想喝 后土飞过来 缠着第一问道 你们都还没化形呢 喝不了呀 我只有五真松果 也能帮助感悟法则之力 五行法则效果最好 都给你们吧 说着 第一拿出二十四颗松果 给十二祖屋 又给了祝容一份悟到茶叶 帮助他领悟法则 谢谢大哥 我们一定尽快化醒 第一看着众祖屋也是点点头 说吧 第一又开始感悟起立之法则了 此时隐匿在昆仑山的三清之一通天 即将要诞生意识 只见通天周边的灵气 迅速汇聚起来 全被通天吸入其中 咦 我居然先诞生意识了 大哥二哥 怎么还没有诞生意识 此时通天疑惑不已 三清本是一体 应该一同诞生意识才对啊 怎么自己先诞生意识了 恍惚间他想起了那个神秘身影 好像是他给了自己一些东西 自己才能更快地诞生意识 就在这时 太清老子的一丝意识 竟然向原始和通天攻击而来 像是要吸取他们体内的本源 通天一阵心惊 大哥怎么会要来吸收自己的本源呢 但是通天也没有坐以待毙 带着原始瞬间远离太清 太清的那一丝意识 发现没有成功 便不再动弹 他也没想到 通天竟然诞生了完整的意识 知道再出手也不会成功 索性放弃了 大哥 这是为何 我们是兄弟啊 为什么要夺我们的本源 通天还是难以接受太清的做法 直接质问道 可是他注定得不到答复 因为太清也只是提前诞生了一丝意识 并不能说话 通天见太清的意识不再行动 也知道他放弃了 但是心中已经掀起惊涛骇浪 原来如此 若不是那位高人相助 今日恐怕我和二哥的本源 至少要少三分之一 还要被太清算计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是兄弟啊 哎 此时的通天非常沮丧 一想到自己的大哥 竟然要吞噬自己的本源 他就一阵心痛 不过他也知道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赶紧化形 大不了以后和太清决裂 老死不相往来 于是 通天开始默默修炼起九转玄弓 这一修炼他才发现 原来这也是那位高人所赐 他记忆传承里的是 残缺的九转玄弓 这位高人到底是谁呢 为什么要这么帮我 日后 我一定要找到前辈 好好感谢他 通天心中暗暗决定化形之后 就去寻找第一 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五百年后 此时 三族已经集结了大批的族人 已经叙事待发 第八章 亮节结束 穷奇 三族联盟的强者正在集结 应该是要进攻我们了 陛下什么时候出关 饕铁找到穷奇 说明了一下三族联盟的情况 穷奇此时也没什么好办法 谁也不知道 神匿什么时候出关 只能尽力抵挡三族联盟 我也不知道 陛下什么时候出关 让凶兽大军在皇朝之外拦住他们 为陛下争取时间 也只能这样了 我去传令 说吧 饕铁就出去传令凶兽一族的强者 不过多时 凶兽皇朝 也是集结了大批的族人 各个阎阵一带 三族联盟这边 已经全部准备妥当 祖龙正在坐着动员大会似的 只听祖龙一声令下 出发 各族的儿郎们 今日无等势必剿灭凶兽一族 你们有没有信心 剿灭凶兽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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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听山崩海啸一般的声音 传遍洪荒 紧接着 三族联盟的强者 浩浩荡荡地前往凶兽皇朝 盘古神殿这边的第一 也是听到了三族联盟的声音 没想到 这么快凶兽亮节 就已经要结束了 看来得抓紧突破到混元金线了 要不然该被甩开了 紧接着 凶兽皇朝 只见祖龙高声喊道 穷奇 而等扰乱洪荒 导致生灵涂炭 还不束手就擒 祖龙 就凭你们 也敢来犯我凶兽一族吗 快快退去 还能保住你们族中血脉不断 要不然 今日便是你们各族的灭族之日 穷奇面对神匿是血脉压制 所以不敢放肆 但这并不代表 别人可以让他臣服 要知道 他可是四大凶兽之一的穷奇 双方剑拔弩张的气势 现在好像随便一把火 都能点燃起无边的杀戮 就在这时 各族强者纷纷忍不住出手了 一时间 大战四起 祖龙对上穷奇和桃物 使祺麟对上饕餐 缘缝对上混沌 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而此时的红军 阴阳 五行等人 还在虚空中观战 他们在等神匿出现 凭借他们三人联手 神匿也只能引恨西北 凶兽一族的各个修为的强者 也是直接迎上三族联盟的各个强者 总体来说 还是凶兽一族这边能更占优势 只见四处大战 凶兽一族和三族联盟 已经纷纷杀红了眼 在节气的弥漫之下 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影响 心中只剩下杀戮 除了修为高深一点的族中强者 修为低下的人则 全都被节气影响 只有无边的杀戮 战场上嘶喊声 震破苍穹 漫山遍野的哀嚎 也是响彻天际 族族打了五千年 凶兽一族和三族联盟 都是死伤惨重 眼看就要同归于尽了 此时的祖龙 和两只凶兽的交手 也是各种险象叠升 在被穷奇和陶兀联手 一击打飞之后 终于忍不住狂喷一口鲜血 随后 祖龙现在这样打下去 说不定要同归于尽 赶紧喊道 红军道友 此时还不出手 更待何时 红军也知道 再打下去 就不好说输赢了 祖龙现在还不能死 于是闪身出来就是一击 直接把穷奇和陶兀给击退 祖龙道友莫慌 平道来眼 于是祖龙和红军双双联手 直逼穷奇和陶兀杀去 穷奇和陶兀眼见 不是这二人的对手 却也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抵挡 红军和祖龙打得对方 节节败退 眼看穷奇和陶兀 就要死于二人掌下 突然 穷奇和陶兀身边 出现一道身影 只见他随手一击 红军和祖龙二人 瞬间被逼退 神匿 你终于出来了 怎么 上次伤好了 皮又痒了 哼 红军 欺负我的手下算什么本事 上次是本皇没有法宝 你以为你 现在还能打得过本皇 多说无意 让我来见识一下 兽皇的高招 说吧 红军和神匿站坐一团 红军祭出盘古番 朝着神匿 就是一顿输出 哼 这样的先天至宝 在你手里就是浪费 还是交给本皇吧 神匿浑身气势暴涨 修为直接来到了 大罗金仙巅峰 只差一步 就是混元金线 神匿冲着红军杀去 虽然没有法宝 但是修为上 也是压了红军一头 打得红军苦不堪言 该死 他居然突破到了 大罗金仙巅峰 看来是时候摇人了 阴阳道友 五行道友 速速出手 只见虚空中 浮现出两道身影 一个黑发白胡子 面色和蔼 一个黑白发相间 面无表情的两个老者 瞬间杀出 赫然便是混沌 魔神中的阴阳和五行 二人二话不说 直接祭出法宝 对着神匿 就是一顿狂轰乱炸 好啊 盘古番 太极图 乾坤鼎 三位真是本皇的贵人 还专门来给本皇送宝 神匿虽遭受三人的攻击 但是气势不减 依然嚣张说道 哼 神匿 你霍乱洪荒 死不足惜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说吧 双方再次站坐一团 很明显 这次神匿 已经略微招架不住 三人的进攻了 节节败退 四大凶兽和三组组长 打得也是难解难分 祖龙虽然受伤 却仍是以一敌二 颇有万夫不当之勇 双方大战 不知持续了多久 终于 四大凶兽率先抵挡不住 三组组长的联合进攻 纷纷陨落 战场上的其余凶兽一组 也在祖龙 使其林 缘缝和各族族人的联手之下 打得近乎灭族 现在只剩下神匿 还在苦苦支撑 他也知道 现在已经大势已去 但是仍然是心有不甘 红军 你这个卑鄙小人 今日本皇就是死也要带上你 神匿看着凶兽一族灭族 但是没有丝毫办法 心中悲愤交加 是要带着红军一起死 红军一看 神匿这是自知 已经满盘皆输 想要拉自己垫背啊 说吧 神匿聚集起浑身的法力 显然神匿打算自爆了 只见他迅速冲向红军的所在 红军吓得三花暴跳 心中恨恨的 该死 给拼到滚开 说着 红军拼命地挣脱神匿 但是神匿就像个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 红军心想 绝不能被神匿的自爆波及 体内运转秘法 一个闪身 直接闪到百里开外 神匿还在拼命地追着红军 但是却是没有时间了 轰的一声 一代兽皇就此陨落 带着他不甘的心 都随着这一声暴涨 烟消云散 此时的红军 虽然已经离神匿自爆点百里开外 却还是被波及了一下 祖龙等人 正在吩咐族人打扫战场 却见远处飞来一个浑身是血 白发披散的老者 红军道友 你没事吧 神匿被斩杀了吧 红军却是没有搭理祖龙 直接喊起使七灵 使七灵道友 答应频道的东西该给了吧 神匿已死 那当然了 红军道友 这是给红军道友准备的 此番还要感谢红军道友相助了 既然如此 频道告辞了 再会 说吧 红军也不拖沓 直接飞走 很显然 他现在这副形象 极其影响他以后的布局 所以干脆撤退 就在凶兽量劫结束之后 盘古神殿 呼 居然用了这么久才突破 终于肉身混元金仙了 元神修为也达到了大罗金仙巅峰 现在我的实力 可以和混元金仙终器一战了 没想到这九转玄弓五转这么难 幸亏我领悟到了励志法则 弟弟妹妹们怎么样了 心中暗暗打亮了 一下自己的实力 第一想看下十二组屋怎么样了 只见十一组屋 各个散发着微微红光 显然这是要化形了 第一看出来 他们化形还得等会儿 便决定先抽奖 这次元神修为 从大罗金仙中期 突破到了大罗金仙巅峰 连跨两个境界 可以抽奖两次 小二 我现在可以抽什么奖吃 叮 恭喜主人 突破两个境界 可获得神级奖池抽奖一次 或者黄金奖池抽奖两次 请选择 小二 为什么黄金奖池两次 到了神级奖池就一次了 是我传的机会多 就能换更高奖池的抽奖机会吗 第一 不是的 主人 是主人本次突破连破两境 所以可以用两次黄金奖池的机会 合成一次神级奖池的抽奖的机会 如果主人攒着抽奖机会的话 是不能合成的 还能这样 那下次憋着劲 连续突破个十个八个境界的 这不无敌了 第一开始做起了美梦 小二忍不住打断道 叮 主人 不要做梦了 抽哪个 第一心中一阵思索过后 还是觉得神级奖池好 能出好东西 小二 抽神级奖池 叮 恭喜主人获得先天至宝 混沌中 骂玩意 混沌中 小二 这不是东皇太医的半生至宝吗 叮 主人 你觉得巫族和妖族东皇太医 哪个才是混沌中的继承者 混沌中的前身是什么 经过小二的提醒下 第一终于迷雾 主人有句话说得好 父神的东西 就是我巫族的东西 没毛病啊 来吧 让我看看 开天三宝之一的混沌中长啥样 小二一阵无语 还开天三宝 这主人脑子 怕是中了毒 只见一个散发着古朴气息的小钟 出现在第一手中 据说东皇太医到死 都没练花完混沌中 怎么我感觉 我都不用练花这混沌中 就能被我催动全部的威力 第一心中很是疑惑 叮 主人 混沌中是盘古大神开天神府 三分之一所画 又和主人 还有十二组屋 一同吸收了洪荒煞气 主人当然可以不用练花就使用 而且 经本系统出品的法宝 都不用主人自主练花 原来是这样啊 那感情好啊 又得到一件力气 看来我果然是天选之子 哈哈 就在第一心喜获得混沌中时 十一组屋 此时已经到了画形的最佳时机 第九章 十二组屋提前画形 只见天空之中 雷云越来越密集 第一看着雷云心中若有所思 按理说 十二组屋身聚开天功德 画形应该是没有雷结才对 主人当时画形雷云虽然也来了 后来还是消散了 想必是天道已经开始诞生意识了 察觉到了十二组屋的不正常 第一心中喃喃自语 还是觉得天道不敢降下这雷结 只见天空中突然出现一只眼睛 好似主宰一切的样子 审视着盘古神殿 过了一会儿 雷云还是消散了 天道也知道 如今自己刚刚苏醒意识 要是给十二组屋降下雷结 估计又得万万年 才能再次诞生意识 代价太大了 于是天道之眼 也是跟着雷云缓缓消散 天道果然是不敢出手 代价太大了 我巫族这次也算是被天道记上了 巫妖亮节迟早要来啊 第一感叹道 只分自己现在的实力 还不能斩灭天道 要不然也不用担心巫妖亮节 只见盘古神殿中的十二组屋 各个散发着血红星光 已经到了画形的最后关头 首先是地江 其次共公 陆陆续续十二组屋纷纷画形 大哥大哥 我画行了 我好看吗 大哥喜不喜欢啊 后土一画形成功 就跑到第一身边 黏着第一 第一看了看眼前的后土 并没有显化本体 和第一一样 画作了先天道体的模样 一身银白色连衣裙 精致的五官 乌黑的发丝 整个人气质非常甜美 第一仔细端向过后 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后土妹妹 果然是最漂亮的 后土听后 那是非常开心 直接扑向第一 第一见状 也是赶紧接住 紧接着 一股忧香传入第一鼻中 第一赶紧放下后土 尴尬地笑了笑 因为这时的十二组屋 正在赤裸裸地看着他们 这时只见玄冥缓缓走过来 看着第一和后土说道 大哥 后土妹妹是最漂亮的 那我呢 第一听见玄冥的话 整个人呆住了 心中想到 这就是内卷吗 太可怕了 第一细细打量着玄冥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后土 那就是 后土甜美可爱温柔 玄冥就是高冷欲解 还很暴力的那种 因为玄冥的气势非常强 单论杀伐之力 它是十二组屋里面最强的 第一阵尸神过后 赶紧说道 玄冥妹妹 你和后土没必要攀比 因为你们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还都是顶尖的那种 所以你们俩个要好好相处哦 弟说完这话就后悔了 因为他自己感觉很奇怪 这时 弟将赶紧来给第一转移话题 大哥 我们现在都是大罗金仙肉身了 九转玄冥也到了四转 大哥有什么吩咐吗 二弟啊 你们刚化形 还是要抓紧巩固一下实力啊 我这还有一些五真松果 和物道茶叶 你们拿去参悟法则 我们巫族 只能走法则正到这条路 切记 大哥 我们记住了 我们会尽快掌握法则的 后土和玄冥剑状 也不粘着第一了 纷纷去巩固修为 第一剑众人都去巩固修为了 自己也没意思 便打算出去游历洪荒了 这时 小二那家子音在脑海中响起 叮 秦主人前往不死火山 得到原缝精血 任务完成 奖励神级奖池抽奖一次 此任务为 不可拒绝任务 靠 小二 你故意的吧 我之前得罪了他 他怎么可能给我精血 第一 这就要看主人的本事了 主人加油 如果帮助原缝度过量劫 主人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听着小二的话 心中越想越不对 为什么要原缝精血 还有帮他度过量劫 会有什么收获 忽然间 第一好似明误了什么似的 不过他什么也没问小二 第一看了看 正在闭关的十二祖屋 留下一道神念 以免他们结束闭关 找不到自己 一切就绪 第一冲天起 向着不死火山飞去 玉金山 该死神匿 临死都想拉上平道 真是可恶 红军感受着自己体内的伤势 又是一阵叫骂 说着 红军开始慢慢恢复伤势 洪荒不纪念 这日第一看到 在远离不死火山之外的一处山谷里 传来一阵打斗的声音 看气势 这二人不弱 于是第一飞了过去 咦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原缝居然在这里 和他打的那个黑袍男子是谁啊 看样子 这男子修为不弱呀 居然有大罗金仙巅峰的实力 第一还在观察下方二人的战斗 可是袁凤明显要撑不住了 面前的黑袍男子 比袁凤高出两个境界 而且实力深不可测 袁凤族长 本座的实力 还不够你率领族群加入吗 哼 想让无族加入魔族 而是痴心妄想 今日本宫就是死也要带着你一起 袁凤剑怎么打也不是此人的对手 心中也知道 今天是在劫难逃 但是他并不想就此放弃 还是拼命抵挡 黑袍人明显已经失去耐心了 决定斩杀袁凤 用他的身份去凤族拉拢族人 只见黑袍强者寄出一座黑塔 朝着袁凤镇镇压过去 第一也知道再看下去 袁凤就真没了 于是直接寄出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保护住袁凤 手持鸿蒙凉天池 打飞黑袍强者的黑塔 第一缓缓落在袁凤面前 袁凤看着眼前 这道熟悉的身形 从未有过的一种异样感觉 从心底滋生 又想起初次相遇的场景 不自觉地面色微红 第一却是没有发现 此时他正在和黑袍强者对峙 想不到堂堂魔祖罗侯 居然也如此下作啊 罗侯此时已经震惊不已 阁下 是谁 能一语道破本作的身份 想必也是昔日的混沌魔神吧 罗侯心中断定 第一是混沌中的某个魔神 否则根本看不出他的真实身份 罗侯 混沌魔神对吴来说 只是可随意拿捏的蝼蚁 罗侯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只见得一手持着鸿蒙凉天池 冲着他杀过来 一瞬间 两人站作一团 罗侯被第一打得节节败退 罗侯越打越心惊 此人肉身竟然这么强 要不是本作被盘骨打爆了身躯 怎么会在肉身上吃这么大亏 可恶啊 原凤剑第一实力 居然又变强了这么多 心中也是非常惊讶 罗侯剑不是第一的对手 已经心生退役 只见罗侯突然抱起冲向原凤 想要瞬间斩杀原凤 一记毁天灭地般的重拳 飞向原凤 原凤也没想到 罗侯居然朝着自己出手 一时被罗侯的气势压得呆住了 第一个闪身 瞬间到了原凤身边 同样挥出一拳 罗侯借着第一 这一拳直接顺势顿走 第一也知道 现在还不是杀罗侯的时机 也就放他离去了 他回头看了看原凤 发现他竟然呆住了 于是在原凤眼前挥了挥手问道 大姐 你干啥呢 呆了 原凤瞬间回过神来 对着第一就是一个白眼 灯徒子 你叫谁大姐呢 我可是洪荒第一女仙好不好 哦 第一女仙 居然要我救 哼 谁要你救了 你就是个灯徒子 色痞子 唉 我好伤心啊 好心救人 却被当作是灯徒子 人心不古啊 第一脸悲伤地说着 原凤听着第一的话 也是一阵脸红 知道是自己理亏 第一确实救了自己 原凤还是收起自己的不爽 对着第一说道 好了好了 别装了 还是谢谢你今日救我 日后若是有需要 无必定相助 第一 还是装作一脸委屈地说道 原凤道友连道友都不叫 看来还是在生在下的气啊 我还是走吧 原凤紧接着就是一个白眼 一脸嫌弃地说道 道友 再次感谢道友相救 不知可有时间 随本宫回凤族 让本宫好好款待一下道友 好啊 好啊 那就多谢道友款待了 哈哈 第一正犯愁 怎么找机会 要原凤的精选呢 先去凤族也好 原凤本来只是想客套一下 没想到第一直接答应了 心中一阵无语 说吧 两人就一起踏上了回凤族的路 一路上 原凤也不说话 倒是第一 时不时地对着原凤问这问那的 还问原凤有没有道理 要不要自己介绍 原凤道友 你说话 我给你介绍一个道理可好 我有十个弟弟 各个英俊潇洒 风流倜倘 道友绝对会满意的 原凤听着实在是心烦 于是说道 你能不能闭嘴 真的好吵啊 本宫不要道理 听明白没有 说完 原凤也不再搭理第一 第一见原凤生气了 也不再多说了 我是不是太凶了 怎么说他 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能这样说他呢 要不道个歉吧 原凤偷偷看向第一 那张英俊无比的脸 心中后悔 说出刚刚的话了 那个 第一道友 刚刚是本宫不对 再次给你道歉了 第一确实有点吃惊 原凤这么强势的女人 居然会跟自己道歉 第一也是 震惊不已 原凤道友 不必如此 是在下唐突了才对 道友误怪 就这样 两人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没过多时 终于到了凤族族地 不死火山 族长 您回来了 族中几位长老 正在议事厅等您 一个火凤侍从 看到原凤回来 上前说道 知道了 下去吧 给贵客上茶 第十章 灭罗侯分身 说罢 原凤就前往议事厅 第一见原凤离开 心中开始合计着 怎么才能取到惊喜了 原凤一来到议事厅 便听到几个族中 长老在争论 几位都是活了万万年的前辈了 怎么还跟小辈似的吵啊 原凤进来 就对着几位长老说道 几位老者看到原凤进来 也是不在争论 纷纷说道 族长来了 正好 你来拼拼礼 那龙族和七灵族 经过了凶兽量节过后 就一直在扩充地盘 已经隐隐有压过我们一头的气势 我们能不做出改变吗 这几个老不死的还那么固执 只想着偏安一鱼 哼 老家伙 你说什么 我们才刚经过一场大战下来 本来就该休养生息 你现在要让族人们继续和龙族 麒麟族争地盘 是想我族永远恢复不过来吗 两个长老说了没两句 就又开始争论起来 原凤听了 也是一阵头疼 但身为一族支掌 还是要表明态度 原凤思索片刻缓缓说道 几位长老不要争论了 此事唯有打算 我们现在不适合和龙族 麒麟族争夺领地 还需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现在不是争夺地盘的好时机 只听原凤说完 有几个长老还想坚持一下 忽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原凤道友 在下建议你族 最好不要掺和龙族和麒麟族的争斗 哦 第一道友 为什么这么说 我凤族即使比龙族麒麟族稍差一些 也不至于一点便宜逃不到吧 原凤道友 不是在下危言耸听 只是你凤族若想保住 还是不要去和他们争 这时 意识堂的几位长老听不下去了 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你是谁 怎敢评论我凤族的事 滚出去 阁下的意思 我们不如那龙族和麒麟族吗 第一看着眼前剑拔弩张的几个凤族长老 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看向原凤 想看看他的态度 原凤见地一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心里一阵慌乱 他努力平复下心情 心中缓缓思考起来 他为什么会觉得我凤族不该参与进去 难道其中有什么隐情 探探他口风看看 于是 原凤开口问道 道友 我凤族好歹也是洪荒之中 数一数二的大族 为何不能参与龙族和麒麟族的争斗 道友有何高见 其余长老见到自家族长 对这个小白脸的态度 都很是惊讶 原凤从来说一不二 这个小白脸到底是谁 第一听后 只是淡淡说道 原凤道友 举头三尺有神明 数在下不能说太多了 道友只需记着 凤族若是参与进去 只会万劫不复 莫要忘记凶兽皇朝的下场 原凤听着第一的话 非常震惊 但是细细一想 好似有几分道理 于是思索过后就做出决定 传我命令 今日起凤族 只准在不死火山附近活动 不可踏入洪荒 第一见原凤听从了自己的建议 也是非常惊讶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 原凤应该不会听他的才对 族长 万万不可呀 莫要听信此人的胡言乱语 我凤族日后肯定能一桶洪荒 第一看着眼前说话的人 直接抱起 哼 忍你很久了 只见第一直接施展出 十二品近视白莲 打在那个长老身上 那个长老没想到 第一竟然会直接抱起 不止他 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个外来者 竟然敢对他们的长老出手 只见那名长老 被十二品近视白莲击中后 发出了诡异的叫声 随后一道黑影浮现出来 罗后 果然是你 这是你的遗迹分身吧 难怪这么弱 当然你本人也很弱 罗侯听后 气得牙痒痒 心中思索道 此人三番两次 坏自己的好事 一定是有所图谋 但是此时 也拿第一没有办法 实在是第一太强了 原凤一看 竟然是罗侯 气得面色飞红 说着就要上来 和罗侯火拼 第一还是拦下了原凤 紧接着说道 道友不要冲动 我帮你揍他 说吧 第一冲上前去 对着罗侯分身就是一掌 直接打了罗侯一个亮呛 罗侯 拿出你的本事来 否则 今日你这句分身 就要隐恨西北了 原凤看着第一 为他出头的样子 心里那头小鹿 就在疯狂乱撞 脸色也不知不觉间 红了起来 此时的第一 则是又和罗侯分身 站作一团 只见第一 直接掏出天地 玄黄玲珑宝塔 保护自身 紧接着又掏出 红能梁天齿和弑神枪 一手一个法宝弓向罗侯 罗侯看到第一 这一身装备 直接人傻了 这还打个鸡毛啊 防御都破不了 心中也是着急 想着怎么才能跑掉 第一看出了罗侯的意思 更是加快了进攻 本体不能杀 我还杀不了 你个小分身嘛 小样 说着 第一直接催动 是神枪最大的威力 捅向罗侯 罗侯一个反应不及 瞬间被洞穿 就此 罗侯分身 直接阴灭在了凤族族地 此时 西方须弥山的罗侯 感应到了自己分身的生死 吐出一口鲜血 该死 又是他 此人到底是谁 三番两次和本座作对 我一定要让他死 一阵发泄过后 罗侯开始闭关养伤去了 凤族这边几个长老 看到第一这无敌的战斗力 纷纷惊掉下巴 一个个诚惶诚恐 原凤这时 缓缓走到第一身边 红着脸 向其表示感谢 第一 谢谢你给我报仇 作为对你救我 和今天打死罗侯的报答 我可以带你去我们族中宝库 挑选一件宝物 原凤道友 你这样就太见外了 在下可不是贪图人家宝物的人 帮助道友 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原凤听着第一说的话 心中微微失落 但表情上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第一却又是接着说道 如果道友实在是想感谢在下的话 我希望能获得道友的一滴精血 不知可否啊 原凤疑惑道 精血 道友 我看你也不是修炼的火系功法啊 要我的精血 有什么用啊 随即原凤好像猜到了什么似的 脸色又刷得一下红了 第一脸好奇 他脸红什么 女人真奇怪 但是第一还是解释道 在下擅长推演天机 此时 需要道友的一滴精血 也是为了以后考虑 道友不要多想 原凤却像是没听进去一样 只是羞答答的 从掌心取出一滴精血 交给了第一 其余几个族中长老 看到自家族长这个样子 哪还不知道族长的心思 纷纷吃起瓜来 作为当事人的原凤 则是一脸害羞的看着第一 第一还是一脸猛逼 这是啥意思 这原凤怎么感觉像是发啊 太可怕了 任务已完成 我还是跑路吧 只见第一倾咳几声 嘿嘿 原凤道友 既然你们族中 还有要事相谈 那在下就不讨扰了 原凤还以为第一会和他表白 毕竟精血都要了 却没想到 第一蹦出这么一句话 简直就像个渣男 完完就跑路了 原凤心中很是委屈 却还是故作轻松地说道 也罢 道友有事就去吧 只是没事了 还希望多来我凤族做客啊 几个凤族长老 也是赶紧说道 是啊 道友 你若是日后没事 还要多来我们凤族做作啊 第一点点头说道 会的会的 各位后会有期 第一又悄悄对着原凤说道 道友 谢谢你的精选 日后你遇到麻烦 就叫人去布州山找我 只要呼喊我的名字 我一定会出现的 原凤还在委屈着呢 只是淡淡敷衍道 好 知道了 你又不是本宫的什么人 这么关心本宫干什么 见原凤恢复了女王的口气 第一不敢停留 直接朝远方飞去 原凤看着第一的背影 喃喃自语 哼 臭第一 早晚有一天 本宫要把你绑起来打 看见第一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原凤眼神一阵失落 回过神来 又开始安排起足中事物 第一飞到一处山谷停了下来 他想了想 回去盘古神殿也没事做 干脆去看看通天吧 不过在此之前 第一想要先把奖给抽了 小二 抽奖 第一 恭喜主人获得一片造化玉碟碎片 第一一脸震惊 卧槽 居然是造化玉碟碎片 上次一片领悟出力之大道 不知道 这次会领悟到什么法则 第一从系统空间取出碎片 查探一番发现 竟然是三千法则中排名第二的时间法则 只是比力之大道稍训一筹 时间法则 不知道我领悟了 能不能再给五帝参悟 如果是这样 那五帝将会成为十二组屋里面最强的了 于是 第一赶紧问到小二 小二 我参悟了 还可以给卓九英参悟吗 丁 主人可以的 理论上是谁都可以参悟造化玉碟里的法则 只是领悟快慢 和领不领悟到的问题 第一知道了造化玉碟的好处之后 也是一阵心动 希望可以早日凑齐 这样就能掌握三千法则了 但是红军的那一块造化玉碟 不好得到啊 第一想了想 还是觉得 要早点把实力提升到天道以上的境界 至少也得和天道一样的境界 这样就可以抢了红军的造化玉碟了 一阵思索过后 帝打算等回到盘古神殿 再参悟时间法则 现在先去看看通天怎么样了 有没有被夺取本源 说吧 帝一向着昆仑山飞去 第十一章 大战红军 带走通天 五百年的赶路 第一终于来到了昆仑山 第一刚要去三千的所在地 只见一个白胡子老者 正在昆仑山附近晃荡 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第一心中疑惑 此人来这里的目的 但是细细一想 发现了问题关键 三清应该已经诞生意识 红军来这里 是想提前收徒的吧 郑仇没什么好机会揍你呢 你倒是自己出来了 哈哈 说吧 第一飞升过去 红军感受到了身后有人 猛然回头 迎接他的 却是一个拳头 一拳 就打在了他的眼睛上 阁下是谁 频道没有得罪阁下吧 为什么偷袭频道 红军气愤地质问道 看来 你还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来吧 老头 让我看看 你有几斤几两 敢这么和我说话 说吧 第一朝着 红军攻去 红军心中疑惑第一的身份 一边交手 一边震惊第一的实力 因为他好像 打不过第一 阁下 频道若是哪里得罪过道友 频道道歉 希望道友能先停手 红军 再不拿出你的真本事 今天你可就要隐恨西北了 哈哈 第一细血地说道 红军听到这话 直接气笑了 哼 道友既然这么不给面子 那就死吧 说吧 红军祭出盘古番 头顶造化玉碟碎片 朝着第一功法而来 第一也是不紧不慢 直接祭出自身的法宝 只见第一头顶 混沌中 和天帝玄黄玲珑宝塔 手拿是神枪和红蒙梁天尺 脚踩十二品 竟是白莲 好似一个无敌的战神 红军本来觉得自己的法宝 应该是洪荒最强的了 肯定没有人比自己还牛逼 就算刚开始交手落入下风 他也不认为自己会输 但是当他看到第一 祭出这一身的法宝 他慌了 第一却是不给机会 既然出手了 一定要给红军一个难忘的回忆 只见第一一手 回出红蒙梁天尺 一手刺出是神枪 红军根本招架不住 本来修为就被碾压 现在法宝也被碾压 落败只是迟早的事 红军遭受一击 倒飞出去 此时原神剧烈的疼痛 让红军忍不住喊出一声 是神枪可是天道一宝 专攻原神 圣人原神都能伤 红军才刚突破准胜 是极有可能会死在是神枪下 红军剑实在不是对手赶紧喊道 道友 你想要什么平道友的 统统给你 道友不要再出手了 此时的红军已经是鼻青脸肿了 因为第一专挑他的脸打的 第一也知道差不多了 再打下去 天道该出面了 早是这个态度不就好了 有些人啊 就是剑 不挨走不听话 红军听到第一的话 心中掀起滔天怒火 但是此时也只能隐忍下去 于是赶紧说道 道友大善 还请放过平道啊 平道若是有什么得罪道友的地方 平道再次 向道友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说着 还对第一鞠了一躬 只见第一却是缓缓说道 得罪我道没有 本尊只是单纯的看你不顺眼 怎么你有意见 红军气得也是嘴角一抽 然后说道 道友 还是莫要开玩笑了 你要怎么样 才会放过平道啊 也不难 交出你手中的造化玉碟 否则 死 红军心中一惊 此人既然知道造化玉碟 早知道就不拿出来了 他不知道 就算他不拿出来 第一也知道 也会要 造化玉碟事关自己正道 是绝对不能交出去的 只见红军吞吞吐吐地说道 道友 造化玉碟不能给道友啊 这玉碟对道友没什么用 不如我给道友一件极品 先天灵宝如何 红军 你是把本尊的话当成玩笑了呀 也罢 那就再让你爽一下 说吧 第一直接掏出弑神枪 对着红军就是一捅 红军反应不及 原神再次重伤 怎么样 爽不爽 下次说话之前 我劝你考虑清楚 不要讲出这么没脑子话 红军压下对第一的愤怒 但是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第一也知道红军不服 但是他没有办法 只能咬牙吃亏 红军这次老实了 颤颤巍巍地说道 道友 造化玉碟真的不能交给你 能不能换一个呀 平道绝无怨言 第一也知道 不能动红军的造化玉碟 这么说 只是让红军相信自己 是真的冲着造化玉碟来的 于是 第一假装为难地说道 你这让我很难吧 我们出来混的 得为底下兄弟考虑啊 这样吧 你拿出你的盘古番 和朱天庆云 就算买下你的命了 红军一听这个要求 整个人又要暴走 但是一想到第一的实力 又不敢出手了 红军心中思索着 这两件法宝 就算给他也问题不大 自己早晚挣到 到时候 第一身上的所有宝物 都是自己的 这样想到 红军干脆地答应下来 第一当然知道红军的小算盘 他也想和红军较量一下 看看是谁先挣到 红军愉快地 拿出盘古番 和朱天庆云 递到了第一手中 道友 还不知道道友名号 红军趁势问到第一的道号 想要以此 来推算第一的跟脚 第一也不遮掩 因为没必要 于是不嫌不淡地说道 本尊道号第一 下次见到本尊 最好躲远点 除非你有很多的宝物 能买下你的狗命 第一细血地看着红军 希望他暴走 这样 自己就能再揍他一顿了 红军却是很愤怒 整个人简直要暴走一样 但还是隐远下来 他知道自己 肯定还是会被暴打 于是匆匆和第一说了两句 就赶紧飞走了 因为实在太丢脸了 幸亏这附近没有什么人 第一见红军走远了 手中把玩着刚收获的战利品 心情非常好 既打了红军 还获得了两件至宝 果然打架结舍 才是发财之道啊 收起盘古番 和朱天庆云 第一进入了 三清所在的阵法中 只见通天的意识飞过来 对着第一质问道 你是谁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 快出去 你是上清通天 你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们三清 通天脑海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竟然缓缓地 和眼前这个人合上了 通天震惊地说道 前辈 是您 是您让我能够 提前诞生意识的吗 第一有点好奇 通天是怎么知道的 不过他也没否认 只是说道 是我 不知道你那个大哥太清老子 意识可有诞生 通天恍然大悟 原来前辈早就知道 我大哥要吞掉我二人的本源 所以才来救我的吗 通天激动的心情难以掩饰 第一却是老脸一红 因为他本来是夺宝的 只是觉得好玩 才会让通天提前诞生意识的 第一还是缓缓说道 本尊推测 向来不会出错 我是盘古父神经学所化 你是父神原神三分之一所化 相互照顾一下 也是应当的 通天恍然大悟 还是说道 那前辈知道我二哥是什么情况吗 那老子已经诞生意识了 为何二哥还没有诞生意识啊 我们算是同族不必这样称呼 若你愿意叫我一声大哥便可 至于原始的情况比较复杂和有关 第一说着指了指天 通天瞬间领悟也知道着急不来 第一见通天闷闷不乐的样子 知道他的心思 通天 太清老子能够提前诞生意识 就很说明问题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吞噬你们二人的本源 这却是他的选择 你也不要太过伤心了 通天委屈地说道 大哥 你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我们三亲一体 感情应该是最要好的 没想到那太清老子竟然做出这等丧心病狂的事情 那你可愿随我回巫族 我巫族都是盘古父神的子嗣 你也算是父神的孩子 族中人很容易接受你 真的吗 大哥 那你能带上二哥吗 他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 就在这时 太清老子和玉清原始所在的地方 发出强烈的轰鸣声 第一看了过去 心中知晓 这二人应该是诞生完整意识了 大哥 我们终于诞生意识了 是啊 二弟 不过三弟呢 这二人向四周一看 竟然发现有外人站在通天的身边 原始大吼一声 你是谁 怎敢擅闯我三亲之地 通天却是着急了 赶紧说道 二哥 大哥是巫族的 也是父神的孩子 我们是童宗啊 你快过来 离太清原点 原始听到通天的话 很是愤怒地说道 三弟 你在说什么 怎可认此人大哥 我们大哥是太清老子 我们才是盘古正宗 他们只是巫邪所化 第一听到这话 直接把原始吸了过来 质问道 在这洪荒 还没有人敢这样说我巫族 你的胆子很大 老子健壮赶紧说道 道友手下留情啊 此番确实是我二弟的不对 还望道友海涵 老子 你倒是很会说话嘛 我要是不海涵呢 说着第一做事 就要捏爆原始的意识 通天赶紧说道 大哥 你就饶饶二哥一命吧 他也是无心的 第一没有说什么 只是目光一直盯着太清这边 天道 你觉得我敢不敢灭了原始 老子一脸震惊 因为他想不明白 是怎么被第一发现的 道友在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是天道呢 老子还是不想承认 第一能看破他 通天现在 则是一脸猛逼了 是吗 既然你不想承认 那原始今天 就将阴灭于洪荒了 说着 第一就要一掌毁灭原始 老子心中愤怒无比 赶紧说道 我只是天道的一丝意识 附身在老子意识中 你到底想怎样 终于承认了 我就说嘛 原始就是再没脑子 也不会在自己 还没化形的时候就敢 对自己这样说话 第十二章 带走通天 天道现身 哼 你到底想怎样 你不能杀原始 看来你还没搞清楚 现在的情况啊 天道 说着 第一就抽出了原始的一丝本源 天道见状大怒道 快住手 你这样会毁了他的 毁了他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这么高 我看着很不爽啊 天道此时也不敢乱来了 即使心中再愤怒 也不敢再激怒第一了 通天则是满脸疑惑 但是也不想第一再伤害原始 于是说道 大哥 你就饶了二哥吧 他肯定知道错了 第二话不说 一道神石打入通天原神中 通天看完第一传来的神石画面 心中 掀起了惊涛海浪 大哥 怎么如此啊 二哥肯定是受到天道控制 对不对 第一看着通天 轻叹一口气说道 你就是太重感情 日后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如今知道了真相 还要执迷不悟吗 通天一时间语色 还是不敢相信 日后他们三亲 会走到这种地步 第一又说道 原始虽说被天道控制 但是他却是完全不用 如此赶尽杀绝的 你还不明白吗 他们根本没有 拿你当成兄弟 通天此时也是沉默了 天道非常疑惑 第一到底给通天看了什么 他们三亲刚诞生意识 怎么会就走到这一步 天道对着第一说道 你要如何才能放过原始 说出你的条件 第一剑达到了目的 缓缓说道 把藏天官交给我 今日原始不会死 天道一脸气愤 却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此时 他只是一道意识 根本拿第一 没有任何办法 希望你不要出尔反尔 否则 洪荒在无荣地下你的地方 说吧 天道交出了藏天官 第一收入囊中 直接对着天道的 这一丝意识 挥出一拳 天道的这丝意识 瞬间大惊失色 想要逃离 但是却是没有机会了 天道的这一丝意识 直接被第一灭掉 我只说放过原始 可没说放过你 哈哈 通天一脸震惊 第一居然斩灭了 天道的一丝意识 此时的老子 恢复自身意识 疑惑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原始也被第一放开 那一丝本源 也还给了原始 原始见状 赶紧飞到太清身边 他是真的怕了第一 此人竟敢斩灭天道意识 实在是太疯狂了 太清和原始虎视眈眈的 看着第一 生怕他继续出手 第一却是看了一眼通天 缓缓说道 现在 你还要在这里 和他们二人修炼吗 通天现在的心情非常低落 他怎么也想不通 老子和原始日后 怎么会这样对他 心中非常挣扎 老子和原始 则是非常疑惑 只见原始喊道 通天 此人是我们的敌人 你还不过来 你眼里还有没有 我和大哥 居然还认此人为大哥 第一心中乐开了花 没想到 原始居然来了一波助攻 通天听到原始的话 也是一阵失望 大哥 我们走吧 我不想再看到他二人了 老子和原始一听 这话急了 通天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我们是盘古三清 是兄弟 你怎么能跟外人走 老子此时也是忍不住 对着通天说道 通天已经是想明白了 他们二人根本不会 拿自己当兄弟 哼 兄弟 老子 你做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卑鄙无耻的小人 老子听到通天这话 虽然心虚 但是依然非常愤怒 原始见通天 竟然这么无礼 愤怒说道 通天 你怎么能这样说大哥 你是疯了吗 哼 从今以后 只有上清通天 再无三清通天 你们好自为之吧 最好不要再招惹我 第一只是静静地 看着三人的争吵 并没有多说什么 对于他来说 拯救通天 只是比较喜欢通天 重情重义的性格 并没有什么算计 大哥 我们走吧 第一点点头 带着通天 离开了昆仑山 原始向着老子 发起牢骚 大哥 这通天实在是不知好歹 那人连天道都不放在眼里 他竟然跟随这种人 还跟我们三清决恋 他是不是疯了呀 好了 二弟 通天既然决定了 那便这样吧 就当从来没有过三清 从今以后 只有二清 好好销炼吧 争取早点化行 说吧 老子便不再说话 开始默默修炼起来 原始见老子 不愿意多说什么了 也自顾自地修炼起来 第一和通天 刚出昆仑山 天道之眼 便直接降临 只见天道之眼 死死地盯着第一 好像要把第一千刀万寡一样 天道之眼 传来一道意识 就是你斩灭了 我在太清身上的一丝意识 怎么 你来给我颁奖吗 哼 我拿十二祖物没办法 我还能拿你没办法吗 说吧 天法之眼 直接降下雷杰 第一指示 看着雷杰下来 并没有阻拦 只见雷杰 披在第一身上 第一没有丝毫损伤 反而身体周边 浮现出天地玄黄 玲珑宝塔和鸿蒙亮天尺 这两件宝物 汇聚了开天功德中的一成 天道就这么披下来雷杰 两件宝物自动护住 只见这时的天法之眼 好似看到了什么 诡异的东西一样 吓得畏畏缩缩 不敢言语 天空中忽然出现一股意志 天道被吓得瑟瑟发抖 这股意志 就是大道意志 大道意志感觉到了 有人在攻击自己 开天功德所化的宝物 直接降临意志 天道这时已经被吓傻了 他没想到 大道竟然把这两件宝物这么看重 其实 单独一件宝物受到攻击的话 大道意志是不会降临的 所以 原本的洪荒世界 这两件宝物 并没有在一个人手中聚齐过 很不幸 第一抽奖 抽到了鸿蒙亮天尺 这时的大道 好像在质问天道 不过第一听不懂 天道之眼在那里 眼睛一眨一眨的 在顺从着大道的训斥 第一看的 倒是饶有兴致 通天在一旁 则是看呆了 不一会儿 大道意志散去 天道恨恨地看了一眼第一 紧跟着也潇洒而去 天道走后 直接联系到了红军 让他尽快推动龙汉亮节 正道成圣 这样 他就能收拾第一了 到那时大道隐退 整个洪荒 就是他天道说了算 就可以不用顾及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和鸿蒙梁天尺了 第一这边 一边给通天开导 一边前往东海 通天 你要记住 这洪荒是父神开辟的 任何人混沌魔神都不能燃之 昔日他们是父神的敌人 今日也是我们的敌人 大哥 混沌魔神不是都被父神给劈死了吗 父神当时一心只顾开天 有几只臭鱼烂虾 就趁机混进了洪荒 还妄图要一桶洪荒 啊 大哥 那些人是谁啊 是你给我看的 我日后的那个师父吗 弟一听到通天这句话 哈哈大笑 没错 就是那红军道人 他本是混沌魔神中 垫底的一个小小的仙道魔神 被父神的气势震杀 不过他却并没有死 而是附身到了一只驱扇上 在洪荒修炼得到 通天听后恍然大悟 没想到自己以后 竟然会拜一只驱扇为师 真是给父神丢脸 其余的混沌魔神 都不怎么重要了 因为早晚都得死 也就只有空间魔神 扬眉道人 最后落了个善终 以后你见到红军 不要听他说话就行了 此人太会忽悠 我怕你中招 是 大哥 我听你的 第一和通天说这么多 就是为了防止红军日后耍花招 把通天给骗了 现在先下守卫墙 也就不担心了 二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忽然布舟山某处 传来一道亮光 有宝物出世 走 去看看 第一说吧 带着通天就飞向光点之处 只见一池淋水中 慢慢浮现出24颗珠子 24颗定海神珠 上好的先天灵宝啊 完整的定海神珠 有36颗 一整套就是极品先天灵宝 大哥 那剩下的12颗定海神珠在哪啊 第一略微思索过后 还是觉得东海的概率最大 剩下的定海神珠 极有可能在东海龙族的手中 正好走一趟 说吧 第一收取了24颗定海神珠 对着通天说 通天 这定海神珠和你有缘 日后你化行了 记得找我要 大哥 我喜欢剑 不喜欢珠子 通天拒绝道 第一想了想 红荒中有什么好剑 好像最好的也就是清平剑 清平剑是36品造化青莲荷叶所画 完整的混沌青莲是先天至宝 却被三青发现后瓜分了 所以后世会说 红花 白藕 青荷叶 三青本一家 第一心中开始思索 怎么才能找到造化青莲了 通天见地一分神 初言道 大哥 你在想什么呀 怎么不说话了呀 地回过神来 还是决定先去东海 造化青莲就在不周山 距离出世海走 等从东海回来 再想办法找 走吧 我们先去东海 找其余十二颗定海神珠 大哥 你不说要带我去盘古神殿吗 里面有很多的弟弟妹妹 也是 你现在还是意识 不好随我游历洪荒 我先送你回盘古神殿 说吧 第一带着通天 飞往盘古神殿 他们此时就在不周山 盘古神殿距离很近 于是 没一会儿就到了巫族所在 你是谁 竟敢擅闯我巫族 快快退去 第一刚到盘古神殿前 就被一个模样清秀的巫拦住了 第十三章 再入东海 第一看着眼前这个巫 感受了一下实力 心中已经知道这是谁了 只见第一浑身气势一放 盘古血脉的那种亲切感 让眼前的大巫愣住了 这竟然是十二祖巫大人 经常说的第一祖巫 第一祖巫 我不知道是您回来了 竟然冲撞了您 没事 不打紧 你就是大巫行天吧 第一大人 您怎么知道我啊 我刚从血尸化行出来 第一并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微微一笑 对着行天说道 好销炼吧 希望你日后不会让我失望 就在第一回来 释放出气势的时候 十二祖巫已经感受到 自家大哥回来了 不过多时 后土便出现在了第一身边 大哥 你又出去玩不待我 怎么才回来啊 第一摸了摸后土的头 宠溺着说道 当时不是让你们 闭关巩固实力吗 可有收获 不要光贪玩 大哥 我很努力地修炼了呢 我现在已经大锣经线中气了 第一一开始 并没有查探后土的修为 听到后土说的修为提升 也是非常惊讶 不一会儿 十二祖巫都朝着第一所在过来了 大哥 你回来了 第一看着众祖巫 微微点头说道 不错 实力都有所提升 给你们介绍一个兄弟 说吧 第一把通天意识推出来 介绍道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也是我们的兄弟 昔日父神开辟洪荒后 元神一分为三 通天便是元神之一的上亲 这么算来 也是我们的兄弟 父神的子嗣了 通天看着眼前的十二祖巫 也是能感受到亲切的感觉 大家好 以后叫我通天就行 十二祖巫一脸好奇 不过都知道自家大哥的意思 弟将若有所思的样子 然后说道 大哥 通天兄弟 竟然也是父神的子嗣 那他在我屋族 也是祖巫的身份吗 弟一听后一愣 于是在心里想了想决定道 既然通天喊我一声大哥 以后他就是 你们的弟弟了 你们要保护好通天 争取让他早点化行 是 大哥 众祖巫也没有反对的 纷纷表示同意 通天看着眼前 能够接纳他的众祖巫 心里一阵感动 在十二祖巫了解了通天和老子 原始二人的恩怨后 大家也是非常痛恨老子和原始 纷纷表示 会好好对这个还没化行的弟弟 随后通天便被安置在了盘古神殿之中 让他好好修炼 早日化行 第一和十二祖巫交代了一番过后 也打算闭关参悟一下 迁到得来的那块造化玉碟碎片 第一拿出碎片 感受着其中蕴含的时间法则之力 心情澎湃 时间法则 作为众多法则中 排名第二的法则 一直都是非常强悍的 前世看洪荒文的时候 第一就最喜欢时间法则 如今可以自己深入其中感悟一下了 第一将造化玉碟碎片置于头顶 开始参悟起来 洪荒不纪念 这日 西方须弥山 罗侯自从上次被第一所伤 已经过去许久 伤势也已经恢复 此时的罗侯 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实力 缓缓说道 会员惊仙中期 可以开始实施计划了 到时候 不管是谁都阻止不了我正道 嫉妒 进来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 一个身着黑袍 头戴发术的年轻魔族 嫉妒给罗侯行礼过后 罗侯缓缓说道 嫉妒啊 你身为我唯一的徒弟 是时候吩咐你一些事做了 师尊 您直接吩咐就好 嫉妒会给您办成的 罗侯满意地点点头 此番任务 就是挑唆龙 哼 麒麟三族大战 你去把四大魔王一起叫上 你们一起行动 是 师尊 徒儿定会完成任务 说罗侯便吩咐季都下去 和四大魔王商量 怎么挑唆三族大战了 罗侯继续开始积攒实力 准备一举突破到混元惊仙后期 西方须弥山这边在进行着密谋 而盘古神殿这边倒是热闹得很 经过千年的发展 巫族的大巫已经诞生了五个了 刑天 夸父 厚义 语师 九凤 几个大巫是谁也不服谁 每天都要切磋一顿 今天就轮到了九凤和刑天切磋 祝容也不修炼 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九凤和刑天的战斗 祝容看得那是心痒痒的 忍不住出声提示他们二人的攻击 哎 刑天 你用力啊 没吃饭是不是 九凤 他这么瞧不起你 你还不赶紧给他一个鞭腿 刑天和九凤一阵无语 刑天 你小子是不真没吃饭啊 用力不会吗 哎呦 此时 第一出现在祝容身后 并给了他一个脑瓜崩 疼得祝容直咧嘴 两个大巫看到祝容祖屋被地义收拾 心里那是一阵舒爽 自从大巫们每天都要互相切磋较量 这个祝容是天天都闲着 天天来看他们 还一个劲在一边叨叨 烦死了 要不是打不过祖屋 他们估计已经上去把祝容揍得鼻青脸肿了 大哥 你怎么出关了 下手那么狠 疼 祝容 你不去修炼 很清闲啊 要不要我送你去 祝容听后 瞬间打了个寒颤 一溜烟的没影了 五个大巫看得哈哈大笑 这时 后土感应到第一出关 赶紧过来缠住第一 大哥 你出关了 收获怎么样呀 还行吧 肉身突破了混元金仙中期 一点小提升 后土两眼放光地说道 大哥 你好厉害啊 既然你出关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游历洪荒了呀 第一看着后土略显无奈 对祝容他们自己可以强硬一点 偏偏对后土和玄冥这两个妹妹 没有任何办法 既然你那么想出去玩 那就跟我走吧 你话情还没有利过洪荒 正好和我去寻宝吧 这时玄冥也来了 很明显 他也想出去玩 大哥 你带后土妹妹去就不带我去吗 我不是你的妹妹吗 玄冥略作委屈地说着 可是这在第一看来实在是太怪异了 身为高冷欲解 怎么能装委屈呢 第一不知道 这是后土交给玄冥的 因为他发现自家大哥很吃这一套 于是和玄冥达成了共识 只要有事求大哥 就用这招 第一也是一脸无奈 带一个也是带 那就一起吧 自己的实力在如今的洪荒 不需任何人 于是第一便带着后土和玄冥 踏上了东海之行 大哥 听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洪荒中 这东海的龙族很强了 玄冥一脸好奇地问道 第一路上给后土和玄冥 讲解洪荒现在的局势 两姐妹也是非常认真的听着 只能说龙族能算是略强吧 凤族和麒麟族也很厉害的 龙族的族地就在东海 只见后土一脸兴奋地说道 大哥 那龙族的祖龙和你谁厉害啊 五族能超过他们吗 这时远处有一道身影 正向第一三人飞来 看起来是凤族的人 此人身后还有一对龙族的人 好像正在追杀他 金凤 你就乖乖束手就擒吧 今天你是跑不掉的 敖青 你休想得逞 我母亲知道了 不会放过你的 第一听着他们的对话 心中若有所思 想必这就是原凤的第一个孩子金凤吧 身后的龙族领头那个 应该是祖龙的儿子 果然不像祖龙 都说龙生九子各不相同 第一开始还是不怎么相信的 直到看见敖青 金凤是越跑距离第三人越近 龙族之中的一位长老 看见前方有三个道人 为了避免麻烦 也不再磨叽 速度瞬间爆起 冲向金凤 金凤看着突然来到 眼前的龙族之人 心生绝望 早知道就不被这母亲 偷偷出来玩了 只见金凤身边 突然出现一把尺子 只是一击 便把这个龙族长老打飞出去 剩下的龙族各个怒不可遏 敖青愤怒地喊道 是谁 胆敢插手我龙族之事 此时第一三人出现在金凤身边 后土则是户在金凤身前 你们是谁 奉劝你们不要插手我龙族之事 第一缓缓说道 他 我救了 不服让祖龙过来和我试试 龙族众人纷纷怒目而试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敢让我父亲过来 你配吗 第一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出手 一巴掌呼在敖青的脸上 飞出几百米远 其余的龙族众人也没有幸免 第一招一个 不一会儿就全部趴在地上哀嚎不止 现在 可以叫祖龙出来了吧 再敢废话一句 你就做好一辈子都不能说话的准备吧 说吧 龙族众人也不敢嚣张了 敖青也是愤怒无比 但是也知道 在场的没有人是第一的对手 于是敖青开始联系祖龙 大哥 你怎么出手那么快 都不给我留一个 好不容易出来 我也想动手 玄冥跃跃欲试的样子 让第一一阵好笑 好好好 一会儿他们来人了 你可以上去打 不过 切记不能打死 不然会背负业力的 把他们揍一顿就好了 玄冥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此时的金凤则是呆住了 心中思索 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 金凤还是震惊下来 只见他走到第一身边 第十四章 十二颗定海神珠 恩人 谢谢你们救我 只是那祖龙乃是龙族族长 一身修为甚不可测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第一缓缓说道 我与你族长算是朋友 今日救你也是缘分 你快回凤族去吧 不要再自己跑出来了 另外给元凤带句话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决定 前辈 我不走 金凤还是想要待在这里 想要尽一点力量 那祖龙不过二 我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你还是赶紧回凤族吧 金凤见第一这么坚持 也知道自己留在这里 也帮不上什么忙 于是便向第一三人说了一声 飞回凤族了 只见远处传来一股滔天的气势 非常恐怖 第一顺势放出自己的气势威压 旁边的敖青等人 直接就被压得直不起身来 远处的祖龙一看 第一的气势竟然这么强 心中也是非常惊讶 但是祖龙并没有怕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修为 都已经来到大罗金仙后期了 洪荒之中 肯定没有人是自己的对手了 小子 就是你打了吴尔敖青 龙族组长 不过如此 你就带着这点臭鱼烂响 祖龙瞬间暴怒 对着第一直接出手 说两句 还不服了 哈哈 第一一边迎战祖龙 一边嘲讽道 祖龙也是气得不轻 对着第一骂道 哼 牙尖嘴里的小子 你得罪了我龙族 便是你的死气 说吧 祖龙寄出祖龙珠 朝着第一打去 第一也不想玩了 直接一拳打破祖龙珠的攻势 一手抓住祖龙的脖子 此时的祖龙心中 掀起惊天骇浪 此人到底是谁 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我大罗金仙后期的修为 竟然一点反抗力都没有 难道他 已经突破到下一个境界了 祖龙顿时心凉了一大截 今天自己算是 踢到铁板了 帝一抓住 祖龙过后 也没有搭理他 只是看着远处玄冥的战斗 本来龙族的那几个长老 是和玄冥 打得有来有回的 可是突然发现 自家族长被逮住了 于是都乱了心神 不敢出手了 祖龙在一旁看的 那是咬牙切齿啊 这几个不争气的老家伙 心中催促着 赶紧拿下这人啊 这样我不就有救了 这几个老家伙在干什么 真是废物 祖龙看着眼前的第一 仿佛他随手 就能把自己捏死 心中一阵慌乱 于是求饶到 道友 这都是误会啊 没想到窝儿不开眼 居然得罪了您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这会儿不硬气了 我还是喜欢你 桀骜不信的样子 第一细血地看着祖龙 眼神不善 祖龙看第一这态度 知道今天不出点血 恐怕是不能善了 道友 我龙族还有些宝物 道友可以随我去挑一件 全当是给道友赔罪了 这时第一开口说道 定海神猪是在你这把 交出来吧 祖龙心中思索着 他怎么知道 定海神猪在我这 此人到底是谁 也是混沌魔什么 一想到此人的恐怖实力 罢了 就当结个善缘了 道友 敢问尊号 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定海神猪可以交给道友 无名 第一 祖龙心中难难思索 混沌魔神里 好像也没有这个尊号的大能呀 难道此人 是从洪荒诞生的先天生灵 如此说来 倒是可以结交一番 道友 今日一见 觉得和道友颇有缘分 不知可愿随在下到龙族小做一番 不必了 交出定海神猪便渴了 祖龙心想 也罢 回去非得打死这个逆子 居然让我白白损失了一件宝物 说吧 缓缓拿出十二颗蓝色的珠子 递给了第一 第一缓缓想到 定海神猪三十六颗 总算极齐了 回去可以交给通天 第一收下灵宝后 祖龙等人就离开了 后土这时走过来 疑惑地问道 大哥 为什么要放他们走呀 祖龙现在还不能死 否则 针对的就是我们巫族了 巫族现在的实力 还是太弱了 第一一边说着 手指缓缓指向天空 后土也明白了其中关键 玄冥一脸郁闷道 大哥 我都还没打过瘾呢 第一心想 真是个暴力的御解 放心吧 以后有你出手的机会还很多呢 不过不是现在 第一喃喃自语道 很快了呀 下一次良节 就是决定 我巫族命运的时候了 说吧 三人开始游历东海 先去找找金鳌岛看看吧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和后土玄冥二人吩咐了一下之后 三人开始大规模搜寻起来 可是翻遍了整个东海 愣是没找到 看来 只能问问系统了 小二 你能找到金鳌岛的具体位置吗 叮 主人 金鳌岛的气息隐藏得太隐蔽了 毕竟还要等到巫妖亮节后期才会出现 现在根本没办法找到 那看来 暂时是找不到了 日后叫通天自己找吧 通天叫停后土和玄冥 不用找了 我们得回去了 啊 大哥 我们才刚出来啊 都没完够呢 就回去了 后土一脸忧怨地说道 现在三族争锋到了关键时期 我也该好好闭关提升一下实力了 后土也知道大哥说的有道理 也就没再闹了 三人开始回盘古神殿 此时 玉金山 红军坐在云床上到了关键时期 只见红军浑身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头顶三花浮现 额头散发出金色的光辉 好像神东西要从中飞出 刷 随着一道白光浮现 红军身边竟多出了一个 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哈哈 平道终于是将这盏三师之法 修炼成功了 道友 有礼了 红军旁边白袍道人行了一礼说道 无妨 你我本是一体 如今龙凤麒麟三族开始争端 你便替我从中加剧一下他们的矛盾吧 说吧 白袍道人便出去了 如今 大道即将隐退 天道代之 平道的机缘要来了 第一 等着吧 平道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如今我的修为已经来到准圣初期 堪比混元金线 虽说稍弱一些 但等到天道代替大道执掌洪荒 那便能挣到成圣 说着 红军开始闭幕 开始巩固修为 盘古神殿 妹妹 你们回来了 小妹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我给你报仇去 朱镕看着闷闷不乐的后吐 大胆咧咧地说着 后吐美眸一转 装作委屈地说道 真的吗 朱镕哥 大哥欺负我 你去帮我教训他吧 告辞 说完朱镕就一溜烟地跑了 其余祖屋哈哈大笑 立江看着后吐说道 小妹 大哥呢 你们不是一起出去的吗 大哥他回来 就闭关了 说是要突破了 立江点点头 看来快到我巫族出事的时候了 祖屋殿 如今我的灵宝是够用了 是该好好提升修为了 先参悟时间法则吧 第一拿出那块造化玉碟碎片 开始参悟起来 祖屋们知道 大哥又开始闭关修炼后 也都开始闭关感悟法则 通天在祖屋殿另一处 正在修炼九转悬弓 完整版的九转悬弓 真是太厉害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化行了 洪荒不纪念 这日第一闭关之地传来一声巨响 惊醒了各个祖屋 大哥这是在干嘛 怎么这么大动静 差点把祖屋垫先了 众祖屋纷纷看向第一闭关所在 总算突破到了混元金仙初期 肉身境界倒是没动 还是混元金仙中气 很好 立志法则感悟到了30% 时间法则居然到了50% 看来立志法则感悟太难 只能用时间法则 突破到混元大罗金仙了 等到混元大罗金仙之后 再把立志法则感悟上去 出去看看大家吧 也不知道通天快化行了没有 众祖屋看到第一出关也是很高兴 第一来到众祖屋面前一一看去 不错 都很努力 都到大罗金仙后期了 我们都有好好修炼呢 大哥 我们将来可是要替父神掌管洪荒呢 对 没错 父神的洪荒 只能由我们巫族掌管 什么贤天三族 怎么能指掌洪荒 众祖屋七嘴八舌地说着 第一看向帝江和卓九英问道 二帝 五帝 你们现在的法则感悟到多少了 帝江和卓九英两位祖屋 天生掌控空间法则和时间法则 如果成长起来 绝对是巫族的顶尖站立 正所谓 时间不出空间为王 就可以知道 这两种法则的厉害之处了 大哥 我的空间法则 现在只能利用物道查数感悟 只有10% 大罗金仙感悟法则 速度还是稍慢 可能得到混元金仙感悟速度 才能加快了 是啊 大哥 我的时间法则 也差不多10% 进展缓慢 低沉思道 这个速度也不算慢了 只要感悟 法则到30% 就能突破到混元金仙了 你们都要记住 唯有法则 才是我巫族正到混元大罗的方法 一定要多修炼法则 帝江和卓九英纷纷点头 听大哥的准没错 众族屋也是都记在心里 后土上前委屈巴巴的说道 大哥 为什么大家感悟法则 都是到了10%左右 我的土质法则感悟这么慢 才只有5% 我明明很努力感悟了呀 小妹 你的法则机缘还没到 再等等 土之法则能感悟多少 就算多少 不用着急 第15章 造化清廉 混沌神雷洁 第一知道 最弃合厚土的法则 不是土之法则 而是轮回法则 可是要怎么才能让厚土既能掌控地道的轮回法则 而不用肉身化为六道轮回呢 第一时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只能等以后抽奖看能不能抽到有用的东西了 反正还有时间 看到大家都能有所提升 第一还是很开心的 接下来就是大巫了 相信有地将他们在 巫族后代延续应该顺利 就在第一思考 要怎么能让血池里更快地诞生大巫时 祖巫殿的轰鸣声响彻整个盘古神殿 看来通天要划行了 走吧 我们去看看 说着 一众祖巫就往祖巫殿而去 只见一个身形挺拔 面容少年的黑袍男子站立于虚空 此时的天上也是雷声滚滚 乌云闭目 这个少年赫然就是划行之后的通天 天结本来还在酝酿 只见通天身上一道金光冲上云霄 竟直接打散了结云 看来 妇神在我们身上都留下了一道气息 庇护我们盘古后裔 第一在一旁缓缓说道 这时 通天也划行成功 身上的气息愈发深厚 修为直接来到了太乙金仙中气 不一会儿 通天的气息逐渐平稳 他睁开双眼 看到第一正在笑盈盈地看着他 大哥 我终于划行了 多亏了你给我的九转玄弓呢 第一仔细打亮着眼前的通天 心中想到 这模样怎么看 都不像凭一己之力 抗衡四大天道圣人的通天教主啊 言归正传 第一说道 正好你划行了 我带你出去找你的正道灵宝 这定海神珠你先拿着用 威力补凡的 说着 第一拿出三十六颗蓝色珠子 定海神珠三十六颗 才是一整套完整的法宝 品阶已经是极品先天灵宝了 通天看着眼前的定海神珠 露出喜色 极品先天灵宝 这在洪荒 可是除了先天至宝之外 最强大的法宝了 谢谢大哥 我们都是兄弟 不必沿线 第一心中思索道 我出去也没法修炼 时间法则那个造花玉蝶 就给五弟领悟吧 就看他能领悟多少了 紧跟着第一 又缓缓拿出一角碎片 他看着卓九英 目光严肃说道 五弟 这角造花玉蝶碎片里 含有时间法则 你可以用来参悟 我希望你是第一个 破镜混元金仙的祖物 卓九英看着第一 心中很是感动 大哥 这碎片 还是你用来参悟吧 励志法则太难参悟到圆满 时间法则会让你更快正到 混元大罗金仙 你先拿去参悟就行 我暂时用不着 我们可以轮流感悟 不耽误事 卓九英见第一执意如此 也是不再推脱 大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最快速突破到 混元金仙的 第一点点头 一切安排妥当 第一便和通天出了盘古神殿 后徒等人 本来也想跟着去 但是被第一挡回去了 让他们帮着帝江 在血池镜等大巫出事 第一 请前往须弥山 寻找准提接引 封印他们 使准提接引更晚地进入紫霄宫 完成任务 获得钻石抽奖池一次机会 正在赶路的第一 收到了系统的任务 居然是要这俩货 更晚到紫霄宫 钻石奖池 应该还不错 等找到造化清廉再去吧 第一心中缓缓想着 到时候 应该能让红军着急一下 看他怎么办 第一和通天在布州山附近 找着宝物 此时的先天三族 已经在红军和罗侯的暗中挑拨下 争斗不休 应该说是龙族和麒麟族争斗 已经愈演愈练 凤族在第一的影响下 倒是没有参与进这场争斗 东海龙族 族长 我们和麒麟族争夺地盘 已经到了关键时候 我龙族的儿郎勇猛无比 但是凤族自从凶手谅劫之后 便没有任何动作 我们要不要防备一下 以防凤族坐收鱼翁之列 这个龙族长老说完之后 不经意地嘴角一笑 此时 祖龙坐在主位之上 身上气息浑厚 竟然隐隐快达到了 混元金仙初期 而此时的原缝和使其林修为 才大罗金仙巅峰 始终跨不出混元金仙的这一步 哼 我龙族迟早要统一洪荒 小小凤族不值一提 但是也不能不防 凤族想要做收鱼翁 那是痴心妄想 诸位长老有什么办法 刚刚的龙族长老 此时开口说道 族长 我认为应当把凤族也拉下水 以我龙族的实力 也不拒他们 祖龙沉思片刻 觉得此方法可行 便开口道 好 既然如此 此时便交给你去做 务必把凤族也拉下水 我龙族 势必要一桶洪荒 那便让所有种族 臣服在我龙族之下 说完 祖龙便去修炼了 此时 那位长老退出龙宫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深 最后狂笑起来 结结结 不多点人打起来 怎么让我的诸仙剑阵 威力更强呢 说吧 既然摇身一变 变成一黑袍中年人的模样 不一会儿 便消失在了东海上空 朝着不死火山而去 不周山 大哥 你说的宝物在哪呀 为何找了这么久 都找不到呀 可能是现在还没到 造化清廉出世的时机 既然如此 那应该是有阵法 把他的气息给隐藏了 第一喃喃自语地说着 小二 能找到造化清廉的具体位置吗 第一 主人 可以找到 但需要你完成一个任务 获得造化清廉之后 渡过天节 否则 造化清廉将一分为三 看来 天倒是不想让这造化清廉 落于一人之手啊 小二 给我位置 说吧 第一遍前往一个洞府所在之地 再次借助小二 把阵法破开 两人向里走去 大哥 你看 全是造化清廉 还是三十六品造化清廉 果然 这是有希望成长到诞生父神的 三十六品 混沌清廉的至宝啊 大哥 你快去把他收了吧 将来肯定能成长到混沌清廉的程度的 通天感觉 他和这清廉好像有缘 清廉一直在脑海中 指引自己上去取下他 但是他心中想到 还是给大哥吧 这清廉 我也没希望培育到混沌清廉的程度 第一略微沉思 造化清廉 想要升级为混沌清廉 难度还是不小的 按理说 这清廉和通天有缘 他居然能让给我 说话间 天空又是乌云密布 天道之眼缓缓浮现 第一抬头望去 知道这关只能全力以赴 才能保住造化清廉了 大哥 天道好像要给造化清廉降下雷杰 这怎么办 不必惊慌 等会儿我去替造化清廉渡劫 你看好造化清廉 不行啊大哥 这雷杰如此危险 别人替的话 雷杰威力还会翻倍 太危险了 无妨 我有办法的 你照顾好自己 说话间 雷杰已经酿酿完成 瞬间披下 移倒神雷 像是要把造化清廉 毁灭于神雷之下 第一瞬间闪身挡在造化清廉之前 没想到我的肉身这么猛 简简单单抗下一道神雷 此时的天道之眼 看到有人竟然替劫 顿时狂风四起 雷声滚滚 像是要酝酿更为强大的劫雷 只见天道之眼镜 缓缓开口说道 第一 你为何要阻止我 真以为我不敢和你动手吗 天道 如此好的灵宝我 自然想要收入囊中 怎么 你敢和我动手 天道想起上次大道对他的教训 知道第一身负大道功德 自己若是和他动手 必然会引起大道的不满 哼 不动手你也保不住造化清廉 他不应该出现在洪荒之中 说吧 天道之眼就在积蓄更强的力量 就算我不出手 这雷杰 你也渡不过去 天道自信满满地说着 第一看着酝酿的雷云 知道这是天道搞的鬼 但是他会怕吗 只见第一身旁 浮现出一道道灵宝 一道宛如战神的身影 挡在造化清廉之前 此时的第一头顶 混沌中 合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脚踩十二品 竟是白莲和十二品功德精莲 手持盘古番和式神枪 身姿挺拔 威武不凡 通天在一旁远远看着此时的第一 心中激动不已道 大哥也太帅了 这身影好像附神啊 第一严阵以待 准备面对接下来的雷杰 定 颁布任务 渡过天节 造化清廉不分裂 几位任务完成 奖励神级奖池抽奖一次 看来 天道施展了不少手段啊 神级奖池可有好东西啊 我更要渡过这节了 只见天空中的节云 已经恐怖至极 正常的混元金仙 在这节云之下 基本没有存活的 这雷杰 赫然就是混元金仙 级别的混沌神雷杰 没想到 又把我化形时的天节招来了 这次的威力也更强了 不过我已经飞西比了 煞世间 雷杰已经降下 八十一道了 只有和八十一道神雷凝聚而成的 最具杀伤力的一道 第一此时 身上也是光芒万丈 各个灵宝被他催动到了极致 远处看去 就好像一个战神 小盘古 神雷已经披至第一面前 第一催动是神枪和盘古番抵挡 同时 混沌中 和天帝玄黄玲珑宝塔 也在抵挡这道神雷 眼见灵宝 即将顶不住雷杰 第十六章 罗侯阴谋 须弥山封印 第一身上 又是一道红色光芒浮现而出 没想到 居然是原缝的精血 但是又不太一样 当初第一从原缝那里要到精血 完成任务之后 就将其交给了系统 没想到 经过系统的处理 威力竟然这么不凡 有了这低精血 神雷已经被阻挡住了 不知过了多久 神雷威力 已经还不胜刚开始十两成了 而精血也被消耗一空 此时的精血 散发着微弱的红光 已经没有能量了 终于 雷杰消散了 但是天道之眼 还在死死地盯着第一 第一也是 直直地盯着天道之眼 只见天道之眼缓缓说道 第一 你这个艺术 等到大道退影 吴慧第一个收拾你 哼 天道 我等着你 哈哈 这造化 清廉我可就收下了 天道之眼不甘心地看着造化清廉 恨不得亲自动手摧毁他 思考片刻 还是选择退去了 第一看见天道之眼散去 知道这次交锋 自己赢得很危险 如果不是系统提升的原凤精血 自己最后的下场 即使不会死也会重伤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尽快突破到混元大罗金仙 才能有自保之力 叮 恭喜主人完成任务 获得神级奖制抽奖 是否使用 小二 你早就料到 原凤精血能用上 主人 原凤精血可以复活原凤 但是这次用了 只能等它慢慢再恢复了 原来如此 对了 还有个任务 是帮凤族渡过这场大劫 也不知道原凤怎么样了 开始抽奖 叮 恭喜获得混沌质宝 混沌珠 卧槽 来得正是时候啊 以后面对天道 就有一战之力了 不过小二 这才神级奖池 怎么就出混沌质宝了 上次不才抽到 先天质宝混沌中吗 主人 奖池里也有混沌质宝的 只是获得概率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 那究极奖池 是不是获得混沌质宝的概率更高了 是的 主人 第一 发布任务 帮助凤族渡过龙汉亮节 获得究极奖池抽奖一次 看来凤族必须得帮了 不为凤族 也得为原凤啊 我可不是为了抽奖 我是单纯想做好事 接接接 主人 你看我信吗 还有你前世看的小说 一般这么笑的 都是反派 没事 我命硬 不怕死 接接接 此时 第一看着造化清廉缓缓说道 真是 天不生我第一 逼到万古如长叶啊 通天没有听懂 但是他觉得 此时的第一 好像有点中二 大哥 别骚了 赶紧取造化清廉吧 小通子 你胆子大了呀 你懂啥 这叫逼格 我打了这么长胜仗 还不能装个逼了 啊对对对 大哥你说的对 突然 此时的造化清廉 好像有了灵性一样 直接飞入第一怀中 哈哈 我可真是天选之子 看到了妖小通子 这就是主角的魅力 通天一脸无语 这称呼可真友好 虽然造化清廉 确实可以成长到 三十六品混沌清廉 但是难度还是很大的 看来得想办法 把四座十二品连台集齐 还有五方齐 只有这样才有希望 现在我有北方玄渊控水旗 还差四个 十二品连台 也还差两座 十二品灭世黑廉 在罗侯的手里 只能等龙汉亮节 结束搞到手 至于十二品轮回子联 倒是没听说在谁手里 以后再说吧 说吧 帝把造化清廉收了起来 帝想来想去 通天的清廉剑是没有了 只能等以后 再给他找个别的剑了 小通子 我要去一趟须弥山 你便回巫族吧 本来这次带你出来 是想给你搞把剑的 只能等以后了 好的大哥 那我回巫族闭关了 对了 你多感悟一下剑道法则 对你以后有好处 不过要等你大罗金仙之后了 切记 嗯嗯 我记住了 大哥 不死火山 此时的金凤 已经回到了凤族 见到了原凤 把龙族和遇到第一的事情 和原凤说清楚 组长 这次多亏了第一前辈呢 否则 我都回不来了 原凤听到第一的名字 略微失神片刻后 喃喃自语道 他又帮了我一次 金凤的潜力 是可以踏上会员金仙的 说不定还可以成就会员大罗金仙 也不知道那个色痞子 现在怎么样了 一想到当日第一摸了自己 原凤的脸色 就不自觉地红润起来 组长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呀 金凤看着自家组长的状态 感觉不太对的样子 轻声问道 原凤听到金凤 叫他回过神来说道 嗨嗨 第一和我乃是好友 此次能正好救你 也是算你命大 以后不许出去乱跑了 啊 族长 现在龙族和麒麟族 都在争夺洪荒地盘 为什么我们要缩在不死火山呀 我也想出去玩 此事我和族中长老自有安排 你就先老实待在凤族修炼 金凤看原凤是不能松口了 便委屈巴巴地说道 哦 我知道了 对了族长 第一前辈还让我带一句话给你 啊 什么话啊 原凤心里想着 不会是他自己不好意思说 让金凤替他表白吧 想着想着 脸色又不自然地红起来 第一前辈说 让族长坚持自己的决定 嗯嗯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金凤走后 原凤喃喃自语地说着 坚持自己的决定嘛 好吧 此次龙族和麒麟族的争斗 我凤族就不参与了 说着 原凤下定了决心 不能参与这次的争斗 此时 外面一名凤族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族长 不好了 有什么事慢慢说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我刚才看到三长老的命魂灯碎了 三长老应该是遇到不测了 什么 三长老的实力 可是大罗金仙中器 什么人能杀了他 就算打不过 凭我凤族的速度 逃掉应该也没问题啊 是啊 族长 我觉得 此事很有可能是龙族做的 只有他们的速度 能追得上三长老 别着急 事情还没定论 务必把三长老的尸体带回来 是 族长 就在这个凤族之人出了不死火山之后 突然发出结结结的笑声 没想到 这个凤族之人 居然已经被附身了 此时 罗侯的声音恢复 结结结 原凤 你想让凤族退出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快了 本座的诸仙剑阵的运养 还需要你们三族的鲜血和天地煞气 就可以完成了 届时 本座将已杀正道 就算天道我也可不惧 说吧 罗侯消失在了远处 此时的原凤 还不知道 已经被算计了 不死火山内 凤族大长老 带着三长老的尸体 来到了原凤的祖殿 族长 老三的尸体上有龙族的气息 而且还是被差距极大的实力 瞬间压制打死的 肯定是祖龙亲自出手了 原凤此时还在翻开着尸体 从外观来看 确实像是龙族所为 但是并不能确定是祖龙 好了 此时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 好好安顿三长老 族长 我们要给老三报仇啊 他龙族 欺我凤族太甚 我说了 我自有安排 你先下去吧 凤族大长老 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看到原凤难堪的脸色 还是带着尸体出去了 原凤此时难难自语 坚持我的决定 龙族都欺负上门了 我该怎么做呢 弟说不能参与进去 肯定无地放逝 罢了 我去问问他 来人啊 族长 有什么吩咐 传令下去 在我回来之前 任何凤族之人 不得擅自妄动 不得出不死火山 谁敢违抗 斩 是 族长 说完 原凤就前往不周山 寻找第一 须弥山 这准题和街影 到底在哪 须弥山是他们后来的道场 现在应该也是在须弥山附近才对啊 第一已经来到须弥山 找了一圈 也没找着街影和准题 小二 准题街影到底在哪啊 主人 你往南方走走 那有一个阵法秘境 里面就是准题和街影 干 不早说 你也没问啊 主人 没过一会儿 第一已经找到阵法所在了 在这个阵法的基础上 加上一个阵法 应该可以吧 凭他俩的实力 划行之后 绝对破不开 既然是秘境 里面应该有宝物吧 先进去瞅瞅 说吧 第一已经破阵 进入秘境 果然 准题和街影就在里面 不过 还没有诞生意识 第一看到准题的本体 菩提树 两眼放光 这准题的本体 可真是好东西 可惜了 要是动力 又得引得天道出来 还好我现在有混沌珠 可以屏蔽天道的感知 不然他肯定来阻止我 不过 树不能拔 果子还不能摘吗 结结结 第一已经开始薅羊毛了 只见他三下五除二 就把菩提树 薅了得干干净净净 甚至本源都被他弄出来一份 这下准题的资质更差了 日后要证到的功德 可不止要发48道 宏愿能解决的了 第十七章 缘凤来访 对了 怎么没看到街影呢 他不是金庚之气化型吗 第一难难自语 突然菩提树上方 一团金色气息出现 围着菩提树转了好几圈 菩提树的枝叶 居然又开始发芽了 相信要不要多久 就可长出来 这俩兄弟感情还真好 该说不说 这街影能舍弃 自己的一部分本源给准题 是真不错 不过没办法 谁让你们要成天道圣人呢 下次我可不会留守了 说完 第一知道也没啥获得的了 便走了 本来是可以把街影的金庚之气 搞一部分本源带走的 但是看他们感情这么好 第一也是被感染到了 再说了 现在这种程度也够了 到时候够天道和红军头疼的了 出了秘境之后 第一围绕阵法布置起来他的阵法 这是从九转玄宫里 赶悟来的一个阵法 虽然不及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和周天星斗大阵这种顶级的阵法 但是也是极其难以破解的 至少圣人要破阵 也得花费一些时间 两久过去 阵法布置完成 有着会员神魔封印阵法 红军到时候要破解 至少要浪费一年时间 虽然很短 但够我做很多事了 第一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钻石奖池抽奖一次 是否使用 开始抽奖 第一 恭喜获得极品先天领宝 清平剑 啥 清平剑不是造化清廉一分为三才有的吗 主人 本系统无所不能 小二 你的装笔水平还有待提高啊 既然都来须弥山了 便去看看这朱仙剑阵吧 朱仙立 陆仙王 献仙四处起红光 绝先变化无穷极 朱仙剑阵山下藏 这朱仙剑阵 以后得搞到手啊 说吧 地已消失在原地 不久便到了须弥山附近 利用混沌珠 隐藏气息 潜入了进去 只见 须弥山里一处煞气非常浓厚的地方 若隐若现 还有淡淡的剑气围绕其中 这就是朱仙剑阵和朱仙四剑吗 果然不是凡物 怪不得是能布下剑阵 就能抵挡四位天道圣人的至宝 可惜了 罗侯放在此处 应该是打算用先天三族的血和量节煞气酝养的 还没到时候取出 先种下印记 等到罗侯战败 这朱仙剑阵 就是我的了 说吧 第一利用混沌珠开始给四剑和剑阵留下印记 利用混沌珠便不会被罗侯给察觉了 好了 这下可以放心回去了 须弥山魔族神殿 怎么有种不安的感觉 是谁在算计我 罗侯充满疑惑的自言自语道 天道吗 哼 任你算计再多 我都不拒 还得再继续推动一下三族的大战 我的朱仙剑阵 还指着这场亮节呢 节节节 还有那个三番两次破坏我计划的小子 我看不透七根脚 等我剑阵大成 必要你好看 哼 说吧 罗侯又开始闭目修炼起来 布州山盘古神殿 此时 原凤还在布州山四处寻找着第一 色痞子也没告诉我他的洞府在哪呀 这怎么找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是谁在说 我的坏话啊 原来是凤姐呀 凤姐找我何事啊 此时出现的 正是从须弥山赶回来的第一 什么凤姐啊 本宫可是凤族族长 哈哈 开个玩笑 原凤道友 找我何事啊 原凤翻了个白眼之后 就开始和第一讲起凤族所发生的事 原来是这样 看来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原凤一脸疑惑地问道 第一 你在说什么呀 你知道这怎么回事吗 最近我总是心神不宁 修炼也提高不多 总觉得后面会发生大事 而且和我凤族有关 没错 的确和你凤族有关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先和我回我的族地吧 边说着 二人开始往巫族而去 对哦 一直都不知道 你是哪个种族的呢 到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没多久 二人就到了巫族族地 恰好今天又是行天在门口守着 第一组屋 您回来了 嗯 回来了 最近可有好好修炼 嗯嗯 我每日都有好好修炼的 咱们又诞生好多大屋 大家都很努力地修炼呢 第一组屋 嗯 这是凤族的族长 我带他进屋族转转 是 第一组屋 走吧 元凤道友 我们这一族乃是盘古后裔 屋族 原来是盘古后裔 怪不得一个大屋都有这么强的肉身 龟花 来到了组屋店 这便是我们组屋店住处了 看着比我的凤公强多豪华很多啊 元凤羡慕地看着眼前的组屋店 这时 一道俏丽的身影出现在第一身旁紧紧抱着他的胳膊 大哥 后土想死你了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都没跟通天弟弟一起回来 弟摸了摸后土的头温柔说道 这不是回来了吗 好了 这次我待九点 还有外人呢 站好 大哥 他是谁啊 说着 后土充满敌意的眼神看向元凤 双手抱得第一胳膊更紧了 第一一脸无奈 这妹子也太粘人了 这是凤族组长元凤道友 我带他来商量一些事情 你自己玩会儿去吧 元凤此时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后土看 心中难难道 这组屋肉身好强 如果大臣估计 龙族的肉身都不是对手 两个女人就这么看着 也不知道再干嘛 也不说话 此时 蒂江和祝容从祖屋殿出来了 大哥 你回来了 这位是 哦 这是凤族组长元凤道友 见过元凤道友 蒂江打了声招呼 可是看元凤好像在盯着后土妹子看 也就没说啥了 大哥 俺的法则感悟快30%了 俺一定会是最快突破到混元金仙的 到时候有没有啥奖励啊 比如 让俺跟着你出去 打遍无敌手 不错 不过还没到你出手的时候 继续修炼吧 蒂一说着 便邀请元凤进入祖屋殿 也不能让他和后土再对视了 谁知道会不会打起来 走吧 元凤道友 里面聊 蒂一和元凤进入祖屋殿后 后土看着他们的背影委屈道 哼 臭大哥 坏大哥 有了美人 就忘了妹妹 二哥 你以后不会这样吧 蒂江善善一笑说道 怎么会呢 小妹 在我心里 小妹才是最美的 哼 这还差不多 唉 可惜大哥不这么想 蒂江看后土走后 冷汗都冒出来了 幸亏没说错话 要不后土妹子 哭了谁去哄 也就大哥能哄好了 元凤道友 这里可以说了 天道感应不到了 第一 我凤族如果参与这次争斗 会怎么样 第一倒了一杯雾到茶水 边喝边说道 回万劫不复 说话间 还给元凤倒了一杯 推了过去 什么 我凤族如此大的家业 即使斗不过龙族和麒麟族 也不会万劫不复吧 你别急 喝口茶听我说 这我还哪有心思喝茶啊 唉 这是误道茶 第一倒有 你竟然有这种宝物 小东西 不值一提 第一喝了口茶 缓缓说道 如果我猜得不错 此事应该是罗侯干的 嫁货给了龙族 如今洪荒 只有龙族和麒麟族在争霸 其余种族都没有抗衡之力 如此下去 龙族和麒麟族必有一战 元凤思索片刻问道 那这么说是 罗侯想让我们凤族参与进去 和龙族麒麟族争霸天地吗 是也不是 他的目的是以杀正道 正的就是那混元大罗金线 什么 以杀正道 他不怕激起洪荒各族的围杀吗 第一思索片刻继续说道 你发现现在的洪荒 有什么变化没有 元凤听得一头雾水 亮节起 天地煞气越来越浓郁 天际无人参透 谁会知道是他做的 亮节 可是凶兽亮节 不是才过去没多久吗 这么快又是新的亮节了 没错 只要你们凤族 参与进这场争霸天地的亮节 等待你们凤族的 只有万劫不复 甚至灭族 怎么可能 我凤族的实力 不比龙族和麒麟族差多少啊 就算他们练手 我们也能全身而退的 第一还是耐心说道 你忘了罗侯了吗 而且不止罗侯盯上 你们三族 还有人也在盯着你们呢 什么 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让本宫揪出来 非得给他大卸八块 第一缓缓说道 当然是有利可图了 此人舍去混沌魔神肉身 以洪荒一驱善得道 他才是最后的老鹰兵 什么 区区驱善得道的毛贼 竟敢如此玩弄我三族与鼓掌 他背后可还有天道呢 等到大道隐退 他就是天道的代言人 什么 为何我从未听说 红荒有哪个驱善得道的高手啊 你们再凶兽亮节就见过了 卧槽 你是说那红军道人 第一神秘一笑 答对了 不过 没有奖励 缘凤沉思片刻 知道第一 既然跟自己说这些 就一定能帮到自己 于是 他急忙开口说道 还请道友救我凤族 付出任何代价 我都可以 说完还脸红了一下 不过毕竟是族长 很快便掩饰下去 就你凤族的唯一办法就是 第十八章 凤族立誓 万般阻挠 缘凤追问道 是什么啊 第一神秘一笑 你过来 我告诉你 两酒过后 缘凤问道 第一 这方法真能行吗 行不行 你也得试 没有别的退路 缘凤点点头 下定了决心 很快 二人来到祖屋殿外 缘凤打算离去了 就在此时 祖屋殿传来一声巨响 帝将等人纷纷出来 大哥 五弟突破混元金仙了 终于突破了 看来五弟 果然是最容易修炼 时间法则的 此时 缘凤正好看到 卓九英从祖屋殿出来 心中大为震撼 这巫族肉身都这么强 还都掌控法则之力 将来必是洪荒霸主啊 卓九英缓缓走来 大哥 幸不如命 时间法则 终于感悟到30%了 五弟 做得很好 快去巩固一下修为吧 你是咱们巫族的 第二个突破混元金仙的组屋 可不能让其他人后来追上哦 卓九英目光坚定 大哥放心吧 我会尽快参悟到100%的 对了大哥 这位是 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凤族组长 缘凤道友 缘凤来到第一面前 道了个别 就像不死火山出发了 现在时间比较急 凤族随时会有危险 容不得他耽误了 缘凤走后 卓九英又说道 大哥 这造化玉碟还给你 我接下来用不到了 可以自己参悟法则 弟想想也是 自己要抓紧突破到 混元大罗金仙 才能更好地保护兄弟姐妹们 也好 我接下来也要闭关了 巫族的一切 就交给二弟了 大哥你放心吧 我会让大家好好修炼的 说完弟 依旧消失在原地 不死火山 凤族族地 缘凤还没有突破到 混元金仙 赶路没有混元金仙快 族族用了五年 才敢会凤族 缘凤刚回到凤族 就看到几大长老 在争论不休 缘凤又想到巫族的团结 瞬间怒从中起 你们吵什么 多大的人了 还让小辈看笑话 几大长老反应过来 刚想是谁这么大胆 竟敢训斥他们 看到缘凤到来 都咽了 族长 你可回来了 最近龙族和麒麟族 在频繁地骚扰我们修炼 一不留神 就让他们的人进了我们族地 族人们都无法修炼了 要与他们决一死战 缘凤听到 气不打一出来 训斥道 那你们几个不安抚族人 在这里吵能有什么效果 族长 安抚没用啊 族人们都急眼了 就是要冲出去 跟龙族麒麟族决战 我们都要拦不住了 所以 我们才在商量 到底要怎么办 你又不在 缘凤心中想到 看来 亮节节气 已经影响到族人了 必须要按照弟说的做了 思索片刻 缘凤缓缓缓说道 你们去把所有族人都集合起来 我有事说 好 我去通知族人 剩余几个长老 窃窃私语 族长终于要带我们走出不死火山了 也该让龙族麒麟族知道凤族的厉害了 就是就是 三番两次 欺我凤族无人 一定要让他们好看 不一会儿 凤族之人都召集齐了 族长 人齐了 还请吩咐 缘凤看了一下族人们 一个个的眼神 好像很期待的样子 他知道 族人们这是想要出去 和龙族麒麟族争霸天地 但是为了凤族的未来 缘凤不能让他们出去 只见缘凤点点头 缓缓开口说道 大道在上 今日我凤族族长 缘凤 代表我全部凤族 向大道启示 从今以后 我凤族将不再争霸天地 全体凤族将镇守不死火山 造福洪荒 望大道见之 随着缘凤的话语落下 整个洪荒都听到了 此时天空也浮现出大道之眼 随着轰隆轰隆两声雷声之后 一道声音响起 准 誓言成立 凤族将不再争霸天地 此时的凤族 已经炸开锅了 什么 族长这是疯了吗 完了我凤族用无出头之日了 对啊 族长 你怎么能下这个决定呢 我凤族是要成为天地霸主的啊 缘凤看也不看 一道神通打出 转眼间 叫唤最欢的几个凤族之人 已经被斩灭了 此时的缘凤 霸气说道 还有谁不服我的决定 现场鸦雀无声 凤族族长 本来也不是什么善茬子 这也是杀鸡儆猴 此时的洪荒各处 也是震动不已 龙族 祖龙高座殿上震惊不已 什么 缘凤在搞什么鬼 难道真的不争霸洪荒啊 族长 我觉得凤族此番很有可能是障眼法 他们怎么可能退出争霸洪荒呢 成为天地霸主 可是能直指会员大罗金线的 祖龙思索片刻 也是觉得有诈 可是大道都准了 缘凤还能干什么呢 麒麟族 该死 缘凤怎么退出争霸了 我还想拉着凤族联盟抗衡龙族呢 这下麒麟族跟龙族单挑 如何会有胜算 此时的使麒麟气急败坏地说道 族长 缘凤此举肯定有诈 不妨把他们拉到我们的船上 族长你去劝说缘凤 肯定会有效的 虚弥山 罗侯音策策地说道 哼 这缘凤 难道是 发现了什么不成 居然立下大道誓言 以为这样就能脱离这次亮节吗 太天真了 说完 罗侯继续闭目修炼起来 玉金山 此时的红军非常疑惑 仔细看他的头顶之上 还有一道虚应 赫然就是天道虚应 此时天道缓缓说道 红军 你不能让凤族退出龙汉亮节 他们必须加入进去才行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必须要把凤族拉下水 老道也知道啊 这缘凤会不会是知道了些什么 怎么会突然退出争霸天地 不管他知不知道 你必须组织凤族退出 否则 你将不是天道代言人了 说完天道就消失了 哼 小小天道竟敢命令我 要是我还有混沌魔神的肉身 哪还轮得到你嚣张 我也不用想到如此办法 红军面无表情地说道 说完 他就消失在了原地 很显然 红军已经前往不死火山 不周山盘古神殿 此时的第一 刚好出关检查了一下自身 缓缓说道 还是太慢了 感悟时间法则来到80% 励志法则50% 肉身突破至混原惊仙后期 原神修完混原惊仙后期 说着还叹息一声 真是顶级老法尔赛了 就在这时 响彻洪荒的那道誓言 在祖屋殿上空响起 第一听到之后 嘴角微微一笑 就拿这次 当做我们的第一次交锋吧 天道 其余祖屋这时也听到了 纷纷出关 看到第一在大殿之上悠闲地坐着 纷纷无语 大哥 凤族怎么会退出洪荒争霸呢 上次原凤族长来 是因为这个吗 帝将开口问道 第一看向大家 缓缓说道 没错 这一关我们将来也会经历 不过却是有区别的 我要去趟凤族 你们看好族地 后土听到第一要去凤族 顿时不愿意了 大哥 那凤族都不出事了 你还去干嘛 你在屋族陪我玩吗 第一温柔说道 小妹 凤族没那么容易避过这场谅节的 我得去帮他们 后土还是委屈巴巴地说道 那是凤族自己的事吗 大哥你去干嘛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组长了 第一尴尬一笑 怎么会 我只是单纯地做好事 再说了 在我们组屋里 不是小妹你最善良了吗 后土终于是被说服了 只见他点点头说道 那好吧 大哥你去吧 帝将这时也附和道 是啊 大哥你去忙吧 巫族有我们呢 没事的 第一也是点点头 说吧 第一就向远方盾去 再回到凤族这边 还有谁不服本宫的决定 此时的元凤 威武霸气 好像一代女殿 这时的凤族之人 都被族长的狠辣手段给震慑住了 现场鸦雀无声 凤族之人 大部分还是同意元凤的提议的 因为他们都是凤族的老人了 也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孙 血洒疆场 元凤剑差不多了 便开始缓缓说道 我知道 大家有很多人不同意我今天的这个决定 但是 我是凤族族长 我做什么 都必须为凤族考虑 相信我 用不了多久 你们就知道 我今天的这个决定 有多正确了 底下的凤族族人 见族长如此强硬 也都纷纷表示赞同了 就在这时 天边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元凤看到来人 上前说道 使其林道友 不知来我凤族所为何事啊 使其林善善说道 嘿嘿 元凤道友 你不要这样冷冰冰的 好像巨人千里之外吗 咱们进去了聊吧 元凤却是没有退让 邀请使其林的意思 抱歉了 使其林道友 今日我凤族还有很多事没处理完 有什么事就在这说吧 使其林心里暗暗骂到 真是不知好歹 表面 还是笑嘻嘻嘻地说道 是这样的 元凤道友 你也知道 如今龙族是大 如果让他们一统洪荒了 我相信你凤族也会不得安宁的 不如我们联手 你看如何 元凤心里冷笑到果然吗 这就等不及了 元凤表面还是说道 第十九章 暴走红军 天道现身 那真不巧啊 使其林道友 我这刚立下大道誓言 怕是无法帮到道友了 使其林还是坚持说道 道友 没事的 只要你们不是争霸天地 而是跟着我其林族攻打龙族 是不会有事的 若是我其林族 登上洪荒霸主之位 我保证 凤族就是一族之下 万族之上 元凤也不再装了 冷笑一声 哼 道友说笑了 大道誓言不是二戏 还请回吧 本宫还有事要处理 显然 元凤已经下逐克令了 使其林也知道 一时半会儿 肯定不会成功 他打算打持久战 使其林思索片刻 顺势说道 好吧道友 你先忙 若是想通了 随时联系我 说吧 使其林就回其林族去了 就在使其林和元凤在谈话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一道身影 已经潜伏在凤族之中 使其林走后 只见此人缓缓向前走去 高声说道 族长 我凤族相比于龙族和其林族 那也是不相上下 族长此举 是让我凤族蒙羞 我们怎么能顾不自封 局限于这小小的不死火山呢 元凤听到此人说的话 面色异冷 死死地盯着眼前之人 这时 一些激进的凤族之人 也是在附和其此人的话 就是啊 我凤族乃是先天族群 将来必要一捅洪荒的 怎么能在这 不死火山安居一生 元凤见到 还是有很多人不服他的决定 瞬间怒火中烧 心中想到 难道非得把我凤族逼上绝路 才肯甘心吗 思索片刻 元凤还是决定以雷霆手段 让这些反对者消失最好 只见元凤直接抱起出手 朝着刚刚那人攻去 那些附和那人的凤族族人 此时也是才回想起 刚刚被族长 以雷霆手段斩杀的人 冷汗直流 就在元凤以为他一击 就能斩杀此人的时候 那人却是随手一挡 便挡下了元凤的攻击 元凤此时心中大惊 此人到底是谁 竟然能挡下我的神通 阁下不是我凤族之人吧 你到底是谁 哎我凤族有何目点 只见那人随意说道 我只是一个路人 看不惯你元凤为了一己之私 拖垮凤族而已 哼 一派胡言 本宫做事 都是为了我凤族的未来 阁下才是居心叵测吧 那人冷笑一声说道 哼 元凤族长 你口口声声 说是为了凤族吼 可是凤族偏语于这不死火山 又有何前途 阁下不是凤族之人 却要管我凤族之事 怕是愉悦了 既然如此 我来见识一下 你有什么资格和本宫讲话 元凤也是不再废话 瞬间施展起各种神通 势必要把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给杀掉 只见那人不慌不忙 挡下元凤的攻势 一边开口说道 既然凤族族长 是这般不讲理的族长 金日平倒就替凤族重新选个族长 元凤见此人跟自己对战 还敢分心 也是大为心惊 但他还是不懈说道 哼 大言不惭 本宫这就斩了 你这妖言惑重的家伙 说吧 二人在空中各种神通施展开来 只见那人直接一道毁天灭地势的神通 元凤见到如此强横的神通 也是祭出自己的本命神通抵挡 可是元凤还是被一击重伤 此时的元凤气息混乱 倒在地上吐出一口鲜血 心中大为震惊 此人到底是谁 我竟不是对手 难道我凤族只能任人宰割了吗 我不甘心啊 其余的凤族族人 见到自家族长 竟然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就被重伤 心中大惊 等凤族之人反应过来 几位长老和凤族之人 纷纷站在元凤身前 面对那人呵斥的 你到底是谁 为何要伤我凤族族长 那人阴策策说道 他现在不是你们的族长了 等我把他斩杀 我帮你们选个族长 凤族应该征战于九天之上 岂能偏安一鱼 就在元凤立下天道誓言的这段时间 很多凤族之人 已经渐渐清醒 知道此人不是什么好人 实力如此之高 必定有所图谋 呸 我们的族长 自然由我们自己选 你算了什么东西 胆敢掺和我凤族之事 元凤知道眼下凤族 没有人是此人的对手 不免担心起来 要是他在就好了 哎 看来我凤族是免不了这一劫了 那人冷冷一笑 什么话都没说 但却打出极快的速度的一道神通 要一击斩杀元凤 元凤面露绝望 知道这道神通 没人能挡住 紧闭双眼 准备接受自己的命运 却不料 此时一道身影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元凤死死地看着这道背影 缓缓说道 你终于来了 没错 这道身影就是第一 他缓缓转过头蹲下来 看着元凤说道 抱歉 我来晚了 好好休息吧 我给你出气去 元凤面色微红 点点头 轻声 恩了一声 此时 弟一转过身 面对那神秘男子 轻声一笑说道 哼 装神弄鬼 说吧 身形一闪 掏出鸿蒙两天齿宫去 那人面露震惊 那人心中震惊 只一击便打掉了我的伪装 第一的实力 比之前更加恐怖了 第一冷声说道 屈善 你怎么这么喜欢搞事啊 要知道 想搞事 是要有搞事的实力的 哼 第一 别以为你占了便宜 频道已经今非昔比了 没错 这人正是红军道人 红军此时心中愤怒无比 这第一竟敢当众揭露我的本体 真该死 第一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竟敢出现 那今日便不用走了 随后 红军也不再伪装 身上气息向第一扑面而去 第一玩卫一笑说道 你以为准圣后期就能杀我了吗 哈哈 说吧 第一也是不再掩饰 肉身圆神霜 混元惊鲜后期 红军此时感受到第一的实力 也是大为震惊 你居然是混元惊鲜后期 但今日频道不会说 第一故作阴险地说道 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啊 你的造花玉碟准备好一主了吧 结结结 红军听到这话气的三花爆跳 直接爆气出手 只见 红军手持太极图朝地一攻来 第一怪笑道 结结结 居然还有一件先天之宝 今天它是我的了 红军不屑道 哼 大言不惭 随后 第一直接掏出盘古番和式神枪 朝红军杀去 二人的神通是一道接一道 打的是天昏地暗 日月色变 第一次时 剑试探得差不多了 也不打算和红军玩了 直接施展出最强神通 一击命中红军 他手中太极图 甚至直接脱手了 哈哈 居然 你真是我的宋财童子 哈哈 红军见太极图 已经到了第一手中 心中悲愤至极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紧接着 居然又说道 第一 你把太极图还给我 第一玩味一笑 好啊 我跟你换 说着 第一又掏出是神枪 朝着红军元神打去 是神枪 可是可伤元神的质宝 虽然不是先天质宝 但是就凭可伤元神这一点 就已经足够跟先天质宝平分秋色了 而且 就算是圣人元神也可伤 红军瞬间头皮发麻 奋起反抗 不消片刻 就被是神枪 重伤元神 此时的红军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双眼绝望 可恶 这地义怎么会这么强 我竟没有招架之力 这元神的伤 恐怕一时半会儿 是休养不好了 红军心中如此想到 紧接着 第一也不给红军喘息的时间 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的暴揍 此时的红军已经猛了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第一一边打还边叫 让你打我女人 让你装逼 让你多管闲事 打不死你个狗日的 此时的地活 脱脱一个地痞流氓一样 一边打还一边骂 而在地上挨揍的红军 此时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发出乌液的声音 旁边观战的凤族之人 此时心中更是大为震惊 都窃窃私语起来 哇 这是族长的道理吗 这也太帅了吧 好暴力啊 好喜欢 对啊 对啊 刚才那人一招就把族长打扮 没想到这位前辈居然这么厉害 给族长报仇了 此时 元凤听到族人的窃窃私语 面色一红 心中想到 他在说什么啊 什么我的女人 他不会是喜欢我吧 他那么厉害 我却还没有突破混元金线 此时 元凤的目光 一直在看着第一的身影 好像要把他死死的 渴在脑海之中 就在第一还准备 多教训一下红军的时候 天空中出现了天道之眼 第一 你大胆 竟敢打我的代言人 第一玩味笑道 呦 这不是小天子吗 你找的代言人 跟你水平差不多吗 都这么了 哼 第一 早晚我会收拾你的 废话不多说 天道 凤族族既然已经退出争霸洪荒 你就老老实实的就行了 还有下次 我就斩了红军 不信你可以试试 天道听到第一如此嚣张的话语 也是气得不清 哼 天道大势不可灭 说罢 天道卷起红军就走了 此时的红军 已经被做得不省人事了 第一喃喃自语道 这老屈善 宁愿被我打死 居然都不拿出造化玉碟跟我打 还真是个老鹰壁 想必 一时半会儿 他们也搞不了事了 第二十章 寒潮涌动 寻找天庭 第一缓缓来到原凤面前 慢慢扶起他 紧接着对着在场的所有凤族说道 你们组长的决定 就是我的决定 要是还有人不服 现在就站出来 现场瞬间鸦雀无声 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出头了 第一再次缓缓说道 既然没有人不服 就听从你们组长的指示 好好待在这不死火山 说吧 第一转头看向原凤说道 我给你看看你的伤势吧 原凤此时已经没有思考能力了 红着脸点点头 第一见原凤这个样子 心中疑惑 原凤的状态 好像有些不太对 你把这个喝了吧 不用多久 伤势就会恢复了 原凤定睛一看 居然是三光神水 第一 这太珍贵了 我自己恢复就行了 你还是收回去吧 第一不在意道 你自己恢复太慢了 如今凤族还需要你主持大局 我毕竟是一个外人 用三光神水恢复更快 而且我还有吗 原凤见第一关心自己 心中好像有一头小鹿似的 在乱撞 此时 第一直接把三光神水 递给了原凤 原凤收下之后 就开始疗伤 不时片刻就完全恢复了 三光神水果然是神物 居然这么快就让我的伤好了 谢谢你 第一 原凤恢复过后 对第一隆重地道了生谢 第一这时 见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 便准备离开了 好了 不必多谢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 第一就消失在原地 原凤看着地已消失 一颗星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 但还是强压下不是 开始处理起凤族事物 玉京山 经过天道的抢救 红军也总算醒了 天道怒气冲冲地说道 红军 你他妈是不是脑子让LV给踢烂了呀 连我都不敢对第一动手 你件事情败露 还不赶紧跑 居然还跟地打起来了 你可真有本事啊 此时的红军刚刚清醒过来 面对天道的咒骂 直接梦了 缓过神来之后 红军反驳道 我哪知道他这么强了 等我把罗后给剿灭了 突破圣人 我一定要让其体验一下我今天的痛苦 红军恨恨地说道 天道这时 紧接着安排起来后续的事情 现在凤族那边有第一护者 暂时是动不了了 只能让麒麟族实力提升一下 抗衡龙族了 红军还是不甘心地说道 难道凤族就这么从度过这场大劫了吗 天道缓缓说道 哼 哪有那么容易 只是现在 我们都太弱了 等到大道退隐 下一个亮节 必让凤族付出代价 对 还有那该死的帝翼和巫族 下个亮节 都给他们剿灭了 天道还是很理智的 此时不是和帝翼动手的时机 只能等龙翰亮节过去之后了 好了 你元神的伤自己恢复吧 其余的 我都给你治好了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让龙族和麒麟族尽快决战 还有罗侯 居然还想以杀正道 他以为他还是混沌魔神吗 到时把他也灭掉 红军点点头 表示知道了 说完 天道就消失在了玉金山 只见此时的红军 因策策地说道 哼 天道 等平道与你合到之后 走着瞧 显然天道对红军的训斥 让这位曾经的仙道魔神心生不满了 说吧 红军开始恢复起元神的伤 至于龙族和麒麟族打不打 自有罗侯会去挑拨的 自己只要等着捡桃子就行了 滴此时正在赶往巫族的路上呢 系统突然发来任务 丁 系统任务 寻找到妖族天庭 然后纠战雀巢 完成任务 获得神级奖池抽奖一次 什么 又是神级奖池 小二 啥时候给来的纠级奖池啊 丁 主人 你忘了吗 帮助凤族度过龙汉亮节 我会给你一个惊喜 地义恍然大悟 看来龙汉亮节结束 还能获得一个纠级奖池的抽奖 主人 你修为突破之会员大罗金仙之后 我会开始升级 需要用11万年 第一赶紧问道 那你升级之后会有什么变化 功能更多了 到时候主人就知道了 还跟我卖关子 须弥山 此时的罗侯坐在高座之上 听着下面嫉妒的汇报 没想到 这第一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那驱闪果然是不堪一击 罗侯在知道了第一和红军的战斗之后 也是大为心惊 但是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 只见罗侯缓缓缓说道 那红军不足为惧 倒是那第一 让我有点心血 上次展灭我的分身的事可还没结束 快了 马上我的诸仙见证 就可以饮血了 说完 罗侯气势大放 既都在一旁看着自家模组 激动无比 只见罗侯此时的修为 赫然已经来到混缘惊仙巅巅峰 既都激动地说道 魔祖必将一桶洪荒 正当那混缘大罗惊仙 转眼间 罗侯消失在原地 来到了诸仙剑阵旁 只见罗侯喃喃自语道 还是太慢了呀 再给你加把火吧 说完之后 罗侯就消失了 消失的方向正是龙族之点 再说到不周山第一这边 第一回到巫族 第一件事 就是召集巫族的十二族巫 和所有族人 只见十二族巫 纷纷来到第一面前 疑惑问道 大哥 是不是我们巫族 可以出世行走洪荒了呀 其余族巫听到 也是两眼放光 显然 巫族天生就是好战的种族 这都快憋坏了 第一仔细地查看着十二族巫的修为 除了卓九英 是混缘惊仙巅初期 其余族巫都到了大罗惊仙巅巅峰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突破到混缘惊仙了 第一心中想到 就现在巫族的实力 不说吊打红荒各个种族 但也差不多了 东皇太一和帝君划行的实力最高 也就大罗惊仙巅初期 我们这都要混缘惊仙了 幸亏让兄弟们提前划行了呀 这一下可以占得更多的仙机了 就在此时 天空出现了 有人突破大罗惊仙的意向 第一对着十二族巫缓缓说道 看来 通天已经大罗了 此时出关的通天 看到十二族巫和第一都聚在一起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匆忙赶过来 大哥 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打进来了 其余祖巫看着通天 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 忽然就笑了起来 通天 只有我巫族欺负别人 还没有别人能欺负我巫族的呢 这是大哥 召集我们有钥匙 通天面色尴尬 嘿嘿笑着 第一见人都齐了 便说道 兄弟们 现在还不是我巫族出世的最好时机 但是大家放心 用不要多久了 洪荒最伟大的盛世 就在属于我们的时代 这么说也毛病 洪荒世界里 高手和盛世最强的 就是巫妖亮节时期 圣人就有六位 准圣更是多如牛毛 大罗金先遍地走 其他的更不用说了 如果不是红军带骗了洪荒的修炼 巫妖亮节时期的妖族和巫族 甚至是其他种族 会有很多人正道 混缘大罗金线 就说妖族两个妖皇 妥妥的正道 混缘大罗金线 可惜被红军给坑了 第一继续说道 这次叫大家出来 是需要大家一起 找一处秘境 后土疑惑道 大哥 这是什么秘境呀 要我们巫族全部出洞去找 第一神秘说道 嘿嘿 这处秘境可不得了 若是我巫族占据了 便可以有明面上的身份 一统洪荒 其余人大为震惊 卧槽 大哥 真有这处秘境啊 那我们快出发吧 第一缓缓说道 我也不知道具体在哪 但是应该是在不周山上面 九天之上 众族恍然大悟 第一紧跟着又问道 对了 你们的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配合得怎么样了 没错 很早之前 第一就让十二祖修炼这套阵法了 大哥 距离大城还需要点时间 但是威力也很不凡了 可以比肩半部混员大罗惊仙了 第一听到之后 也是点点头 系统决定这个时候发布任务也好 因为就算系统不发布任务 第一也打算在龙汉良节之前 就把天庭找到的 因为如果等天到上位之后 肯定不会让巫族得到天庭的 很好 既然这样 到时候大家分开搜索 有线索了 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的 大哥 第一这时拿出清平剑递给通天 通天看到清平剑的第一时间 就爱上了这把剑 但还是不好意思收下 于是说道 大哥 这剑太好了 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你小子 我又不休剑道 你如今也是大罗惊仙了 可以感悟法则之力了 这清平剑你就拿着吧 通天嘿嘿笑道 嘿嘿 那多谢大哥了 不一会儿 第一带着浩浩荡荡的巫族众人 前往布州山顶 布州山下 大哥 父神残余的威压 好像对我们巫族没多少用爱 别大业 这只是山下 你们都跟在我后面 我在最前面 第一打算以一己之力 带着巫族众人登上布州山顶 因为除了卓九英 其余的巫族众人 可能根本上不去布州山顶 第21章 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天庭出世 经过重重压力之下 第一总算带着巫族众人 登上了这布州山顶 好了 接下来 大家分散搜索 看到有阵法的地方就喊我 务必小心 好的 大哥放心 巫族众人开始分散搜索起来 第一一边搜寻 一边想到 东皇太一和帝郡 本来先是在太阳星成立的妖族 但后来太阳星容纳不了太多的妖族 才找到的天庭 如此看来 天庭应该是在太阳星不远处才对了 布州山之上便是太阳星 天庭应该是在太阳星之上的 思索片刻之后 第一就朝着太阳星之上而去 经过长时间的寻找 第一终于找到了隐秘天庭的阵法 第一上前感受了一下阵法 居然是混云合落大阵 难怪帝郡后来 能够参悟混云合落大阵 原来是从这里来的 第一如此想到 第一立马沟通起系统 小二 这阵法能破吗 第一 主人 这是任务 我不能插手 要你自己破解 真是个老六 算了 我自己来吧 说吧第一传讯给十二祖屋和通天 让他们过来 既然破解不了 那就强行给他打开 正好检验一下 十二都天神煞大阵的威力 不一会儿 众祖屋都来了 大哥 你找到秘境了吗 帝将激动地问道 没错 你们用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来打破这个阵法 秘境就在里面 十二祖屋相视一笑 帝将此时缓缓说道 大哥 这个阵法虽然不凡 但是也抵抗不了我们的十二都天神煞大阵呀 第一摇摇头继续说道 这阵法 虽然我自己就能打破 但是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你们还没有仔细磨合过 这次就给你们练手了 那好吧 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这个阵法 说吧 十二祖屋开始准备起来 势必要一击打破这个混原合落大阵 只见 十二祖屋缓缓腾空 很快便摆出阵形 此时的天空之中 狂风四起 周围的气势直冲云霄 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成 只见虚空中缓缓出现一道身影 越来越凝实 好像一尊通天彻地的大能将要复苏 天道这时 突然感觉到了盘谷的气息 大惊失色 天道急忙显现洪荒 查看那股气息的所在 查探了一圈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此时 天道心中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天道看查探不出什么了 便直接退去了 心中越发决定 一定要把盘谷后裔都给解决了 不能留下后患 否则 谁知道盘谷会不会复活 只见此时的布州山顶 出现了一尊 本不该在洪荒之中出现的身影 没错 这道身影 正是十二祖屋 以十二都天神煞大阵凝聚出来的盘谷 只不过 这道盘谷的肉身 没有原神 是十二祖屋联合操纵的肉身 但是即使这样 这盘谷肉身的实力 也已经是通天彻地了 只见十二祖屋操纵的盘谷肉身 直接用灵气凝聚出一把盘谷斧 照着混原和洛大阵就砍去 碰 只一击 就让混原和洛大阵崩溃了 幸亏第一用混沌珠笼罩着整片不周山 不然天庭出事的消息 马上就会传遍整个洪荒 只见天庭此时 已经显现于不周山之上 十二祖屋也解除大阵 只不过此时的十二祖屋 各个面色苍白 刚当的权力一击 让他们几乎脱力了 但是威力还是很猛的 第一拿出三光神水 给十二祖屋用下 不一会儿 十二祖屋的实力 就已经恢复到了巅峰 此时第一缓缓说道 不错 现在你们实力还弱 日后等你们都到会员金线后期 即使是圣人和会员大罗金线 也可一战 大哥 我们会努力提升修为的 后土看着眼前的天庭问道 大哥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秘境吗 第一开心笑道 没错 这处秘境叫做天庭 以后就可以作为我巫族的地盘了 走吧 进去看看有什么宝物 随后 十二祖屋和通第一等人 就进入到了天庭里面 此时的天庭放眼望去 满地的灵宝灵根 绝大多数 居然都是先天灵宝 还有好几个上品 先天灵宝 灵根也是数不胜数 更重要的是 天庭的龙椅之上 摆放着一本秘籍 正是混元和洛大阵的秘籍 第一四处打量着 感叹道 怪不得东皇太医和帝郡 能够拉拢到那么多的妖族强者 这么多的灵宝灵根 谁不迷惑啊 此时的帝江等人 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了 通天也是瞪大了双眼 自从他们出世以来 还没见过这么多的灵宝 大哥 这么多的宝物 咱们巫族发达了呀 可惜我们巫族没有元神 使用不了法宝 第一摇摇头说道 就算我巫族不能用 也不能便宜别人 况且 这玩意当板砖杂人 应该挺疼的吧 结结结 其余祖屋 听到第一这个笑声 纷纷头冒冷汗 紧接着 第一吩咐道 行了干活吧 你们把这些灵宝灵根运回巫族 我在此处布下大阵 等到时机到了 我们巫族就来此处住下 说完 第一拿起那本混元和洛大阵的秘籍 研究起来 不一会儿 第一就掌握了和洛大阵的布置方法 只不过还没有参悟透 不能随手布置 等到十二 两族大战 四人战罗侯 经过红军四处奔波 终于是让他找齐了对付罗侯的人手 三位道友 罗侯此人身为魔祖 无恶不作 使得洪荒生灵涂炭 我被修饰 应该要斩妖除魔 诛灭此魔 各位道友以为如何 此时在红军身边的三人分别是 杨梅道人掌控空间法则 曾经是空间混沌魔神 阴阳道人掌控阴阳法则 曾经是阴阳混沌魔神 乾坤道人掌控乾坤法则 曾经是乾坤混沌魔神 只见杨梅道人缓缓说道 红军道友 罗侯危害洪荒 我等自会相助于你 只是你说 斩杀罗侯会有天道功德降临 不知是真是假 是啊 红军道友 是真的吗 没错 红军用斩杀罗侯 可以获得天道功德 骗来这三人 当然没错 各位道友忘了凶手良杰了吗 我也获得功德了 红军心中冷冷一笑道 哼 天道功德是有 至于能不能获得 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了 杨梅道人三人听后 都是点点头 此时的洪荒大帝的龙族和麒麟族 已经对峙上了 只见天空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亮节的气息 已经浓郁到了极点 祖龙看着远方的使麒麟 怒火中烧 双方准备都差不多了 也不再废话 大战一触即发 将对将兵对兵 是麒麟 以你这点实力 还想跟本座一战 今日本座就让你知道 我龙族为何能称霸洪荒 哼 左龙 少说大话了 今日鹿死水手 还不一定呢 说吧 二人在空中大战起来 须弥山 此时的罗侯 稳坐高座之上 看着镜像中自己的杰作 发出结结结的怪笑 打吧 打吧 只要你们死得越多 本尊的诸仙剑阵 才能越锋利 由于龙族和麒麟族的大战 此时天地间的煞气 越来越浓郁 但是没有一人发现 这些天地煞气 居然都在向着西方而去 天地煞气 正在源源不断地 汇聚在须弥山下的 一座剑阵中 随着龙族和麒麟族的交战 越来越激烈 每个龙族和麒麟族 就好像失去了理智一样 根本不管自身的伤势 都采取以伤换伤的打法 好像不把对方击杀 就不会累一样 打到现在 两族都已经打击眼了 只有修为高一点的人 还能有理智一点 那些修为不高的族人 此时已经是杀红了眼 根本不管自身伤势 像是要和敌人同归于尽 不一会儿 两族的人 就已经死伤过半了 祖龙和史其林 此时的战斗还在继续 这俩人打着打着 也像是打击眼了一样 亮节的煞气 已经开始影响到两个族长了 二人都采取以伤换伤的打法 疯狂地进攻着 远远看去 就像两个上古凶兽 在拼命搏斗 好像要从对方身上 咬下一块肉 才肯罢休 随着两族战斗的时间 越来越久 死伤的族人 也是越来越多 此时 祖龙突然恢复了一丝清明 看着下方的龙族 从刚开始的千万族人 已经打得就剩几十万了 心中大惊 史其林此时 也缓慢地恢复了一丝清明 同样看着下方自己的族人 居然已经只剩十几万了 心中悲愤至极 祖龙和史其林 两人现在也是伤痕累累 不明白刚才怎么忽然 就没有意识了一样 只顾拼命地战斗 族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二人看着自己的族人 还剩这么点 心中悲愤到了极点 但是他们都明白 此战不能再打了 就算哪一族赢了 也已经不配成为洪荒霸主了 只见二人默契开口道 所有龙族 其林族 之人 全部住手 此时的龙族和其林族 已经打几眼了 居然没人听他们两人的话 快点住手啊 不要再打了 祖龙悲愤地喊道 难道我龙族的基业 就要毁在我的手里了吗 我不甘心啊 史其林也是心中悲愤不已 对着天空喊道 我其林族 就这样灭族了吗 可笑啊 这洪荒霸主 我们不争了 放过我其林族一条生路吧 就在此时 两人像是得到了什么提示 纷纷镇定下来 只见祖龙高声喊道 天道在上 我龙族愿退出洪荒争霸 所有龙族之人 愿为洪荒星云不雨 我祖龙月永镇东海 极地海眼 为我龙族洗脱罪念 紧跟着史其林 也开始高声喊道 天道在上 我其林族愿退出洪荒争霸 所有族人愿化身祥瑞神兽 其林出没 必有祥瑞 随着两人立下天道誓言 所有龙族和其林族的人 开始恢复清明 只见天边降下一团天道功德 一分为二 分别给了龙族和其林族 剩余的族人平分了 紧跟着天地间的夜历 如洪水般涌向两族 天道功德此时发挥作用 抵消了一部分夜历 但是剩余的夜历 依旧极其恐怖 不过片刻 所有龙族和其林族的人 修为都下降了 修为高的下降更多 此时的两族 已经没有一个大罗金仙了 在夜历的影响下 恐怕用不了多久 两族连太乙金仙都难以诞生 最高只能修炼到金仙了 如果不是祖龙和史其林 关键时刻醒悟 恐怕两族的族人 没有一人能顶得住这夜历 都得死 此时 祖龙和史其林的修为 也是直接掉下了大罗金仙出气 直接掉了一个大段 在夜历的影响下 以后两人的修为 恐怕会不得存尽了 两人面露苦涩道 想不到 你我两族会落得如此下场 是啊 争来争去 居然变成现在这样 说吧 两人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带着双方的族人回族去了 不死火山 原缝也能看到 龙族和其林族的大战 冷汗直流 没想到 龙族和其林族 居然能落得这个下场 如果我凤族参与进去 现在恐怕也是实不存一 夜历缠身 其余的凤族之人 也是心惊不已 多亏了自家族长 要不凤族的下场 绝对不会太好 原缝看两族都打完了 楠楠说道 真是多亏了第一啊 也不知道他现在干嘛呢 要不亲自去一趟感谢他吧 此时的凤族一片欢呼 须迷山 可惜了 居然没有同归于尽 罗侯摇摇头 很可惜地说道 只见罗侯的面前 祭奈着一个大阵 还有四把仙剑 等到所有的煞气 都被吸入之后 罗侯取出诸仙剑阵 时候一到 该震到了 就在此时 红军等四人 来到了须弥山 只见红军高声喊道 罗侯 你挑拨龙 麒麟两族大战 造成生灵涂炭 平到今日 前来替红荒除魔 罗侯听到红军这话 冷笑一声 来到四人面前说道 哼 红军 你我心知肚明 今日正到的只有一个 你就不用 关免堂皇地找借口了 而且 挑拨这种事 你做得比我更好吧 红军听后面色一黑 看向杨梅三人 见三人没有什么异样 才放下心来 哼 罗侯 废话少说 我们今日就让你 陨落在这须弥山 罗侯不屑道 是吗 那就来试试看吧 人再多也是蝼蚁 杨梅三人 听到罗侯这话 气得三师暴跳 纷纷抱起出手 只见罗侯直接祭出一件先天几品领宝 正式灭视黑莲 紧接着又祭出几品先天领宝 九摩塔 红军四人健壮 也是赶紧 祭出各自领宝 又是一场大战 红军和杨梅等四人的进攻 一环接一环 但是对罗侯 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只见红军突然化身老六 绕到罗侯身后 拿出造化玉碟 打算偷袭 罗侯此时早有防备 心中冷笑道 哼 果然是个爬虫 尚不得台面 说罗侯也不再装了 一击击退杨梅三人 朝着红军杀去 只见九摩塔一道神通 直冲红军面门 红军连忙抵挡 而后退去 和杨梅等人站在一块 就在红军四人 刚刚稳住身形之时 四周突然一阵煞气冲天 一个极其强大的阵法 瞬间将四人困在一起 不好 糟糕 中计了 红军道友 这阵法可有办法破去 此时的罗侯缓缓说道 诸仙丽 陆仙王 献仙四处起红光 决仙变化无穷极 进了我的诸仙剑阵 就不用再挣扎了 而在阵法中 听到罗侯这句话的四人 心中大惊 红军道友 快想办法呀 这剑阵如何才能破去 只见红军还在思考着什么 片刻后 他说道 我们正好有四人 这阵法的四方 分别有一把剑 只要我们同时把剑拔下 就能破去这剑阵 三人听到后 纷纷点头 然后各自分头行动 罗侯看到这一幕只想笑 哪有这么简单 就能破除诸仙剑阵 只见罗侯操纵着无数的飞剑 朝着四人攻去 剑阵内剑气四起 一道道剑气锋利无比 稍有不慎 就会伸手异出了 还在阵法东方的阴阳道人 在极力地抵挡着这些剑气 但是 这诸仙剑阵 吸收了那么多的杀气 那是那么好对付的 不一会儿的功夫 阴阳道人就已经燃泄了 身中数剑 罗侯 老道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个魔头 说着阴阳道人就祭出 他的本命领宝 阴阳轮盘 此时的乾坤道人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 只能凭借乾坤鼎勉强抵挡 只见剑阵中的攻势 越来越凶猛 乾坤道人 马上就要抵抗不住了 啊 罗侯 我就算死 也不会让你好过的啊 第23章 突破混元大罗金仙 掌乖红军 说罢 乾坤道人竟然在积蓄力量 打算自爆了 其余三人看到之后 一个个面露惊恐 乾坤 你会死得快住手啊 阴阳道人着急地喊道 刚喊完就又中了好几件 只见乾坤道人 此时面露疯狂 紧跟着就是一场巨大的爆炸 诸仙剑阵 也因此一阵剧烈晃动 而操控剑阵的罗侯 也是被反噬到了 喷出一口鲜血 紧跟着罗侯 稳住诸仙剑阵 继续对剩余三人 发起疯狂的攻势 阴阳道人 看到和自己关系最好的 心中悲愤不已 罗侯 你欺人太甚 罗侯不屑冷笑道 哼 既不如人 还敢成口舌之力 说吧 阴阳道人面对的压力更大了 一道接一道的剑气 直冲阴阳面门 转眼间 阴阳道人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已经很难抵挡剑气 只见阴阳道人悲愤一声 罗侯 给无乾坤道友陪葬吧 说吧 又是一声爆炸声响起 此时的诸仙剑阵 也随着阴阳的自爆 摇摇欲坠 而阳眉道人 见阴阳道人 也自爆身死 再也不敢在诸仙剑阵 和罗侯对战 随即 阳眉道人 趁着诸仙剑阵 被自爆打断进攻 瞬间施展空间神通 逃出剑阵 只见阳眉道人 头也不回的 就向远方顿去 而此时的红军 只能眼睁睁看着阳眉 逃出升天 该死 却让阳眉逃了 空间法则 不愧是排名第三的 无上大道 罗侯经过阴阳和乾坤的自爆 现在也是被反噬得严重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该死 诸仙剑阵差点被破掉 现在就胜红军了 就以他的血 让本座政道会员大罗惊献 紧接着 罗侯稳住伤势 全力催动诸仙剑阵 向红军杀去 只见红军没有丝毫惊惊慌 缓缓施展神通 不一会儿 三个和红军一模一样的道人 出现在诸仙剑阵之内 罗侯此时大为心惊 这红军居然藏桌 真是个老六 此时红军缓缓开口说道 罗侯 这是平道自创的斩三师之法 今天就拿你来试试这功法的威力 罗侯不懈道 哼 红军 分身罢了 我会叛你 说罢 红军的三师 分别朝着诸仙剑阵的另外 三把仙剑所在暴力而去 罗侯急忙加大诸仙剑阵的攻势 阻拦着红军和三师 而红军的三师 此时已经是准胜后期了 极其难缠 经过两个混员惊仙巅巅峰强者的自爆 威力已经比一开始布阵的时候差很多了 不一会儿 罗侯再也阻挡不了红军 只见红军和他的三师 分别取下四把仙剑 诸仙剑阵 在取下四把仙剑的一瞬间 就被破掉了 诸仙剑阵 破 此时 红军手拿四把仙剑和阵图 他缓缓说道 罗侯 你还有什么招数吗 没有的话 你就要死了 诸仙剑阵被破 罗侯被反噬 伤势又加重几分 红军 若不是那两个星号星号自爆 本尊的诸仙剑阵 是不可能被破掉 就算没有诸仙剑阵 你一样赢不了我 区区区善得到 有何资格跟本尊一战 红军听到罗侯的辱骂 面色发怒 那你就看看 我有没有资格 说吧 二人开始大战起来 现在红军明显占据优势了 罗侯的伤越来越重 而红军 为了因死阴阳 乾坤和阳眉 可以说 基本没怎么处理 此时的红军 也不再隐藏实力 疯狂地进攻着罗侯 罗侯心中大惊 你这个老赢变 要是阴阳和乾坤 知道你这么坑害他们 不知道会不会 跟你同归于尽 哼 胜者为王败者寇 是他们自己 记不如人 就在两人大战之间 第一已经闭关完成 布州山盘古神殿 此时 第一感受着 自己的时间法则感悟 已经100% 随时可以突破 至混元大罗金线 而第一的立志法则感悟 也到了80% 比想象中进度快多了 第一缓缓睁开眼 心中缓缓想到 终于可以突破到 混元大罗金线了 还好龙汉亮节 还没有完全结束 大道还没有退隐 这样也不怕天道 给我使绊子了 第一瞬间闪身 来到盘古神殿外 其余十二祖屋 因为龙汉亮节的大战 都已经纷纷出关看戏 要我说啊 这罗侯是必败了 主要是红军太阴了 自己的道友 都被他坑死了 他居然还藏住 贡公看着远处大战的投影 嬷嬷说道 俺觉得不一定 万一罗侯还有什么底牌没用吗 说不定会两败俱伤 祝容立马反驳道 贡公一听又是祝容 高声喊道 你是不是跟我抬杠啊 祝容 敢不敢赌一把 切 有何不敢 赌什么 地将见二人又要掐起来 赶忙说道 好了 看戏就看戏 吵什么吵 紧跟着第一 出现在众祖屋面前 大哥 你出关了 要突破了吗 帝将感受着第一身上深不可测的气息 心中兴奋不已 嗯 马上突破 只见此时天空中电闪雷鸣 黑云弥漫 因为第一一开始有混沌猪隐藏自己 所以 天道没有第一时间感受到第一的修为 降下雷劫 现在第一主动撤去混沌猪的隐匿 天道的雷劫 瞬间就开始积蓄起来 只见第一盘坐虚空 双眼紧闭 不一会儿 自身修为在时间法则感悟的带动下 就来到了混沌大罗金线 天道感知到第一居然突破了混沌大罗金线 心中震惊不已 据天道自己推测 第一应该不可能这么快突破混沌大罗才对 前段时间突然感受不到第一所在 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只觉得第一肯定是在盘古神殿 没想到第一竟然直接当着自己的面 突破到了混沌大罗金线 不一会儿 只见第一猛然睁开双眼 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 元神混沌大罗金线二重天 肉身混沌大罗金线三重天 完整版盘古脑水 居然还有提升我肉身修为的功能 盘古大神真是恐怖啊 第一仔细感受着自身的实力 感觉现在自己一拳能打死之前的无数个自己 果然是圣人之下接楼椅 混沌大罗金线和圣人等同 甚至在混沌之外 混沌大罗金线要强于圣人 第一感受完自身实力 缓缓看向天空中的天道之眼 没错 天道已经来了 天道看着第一 居然真的法则正道成功了 心中愤怒不已 第一看着天道之眼 身上的气势涌动起来 瞬间 第一来到天道之眼面前 一阵狂风乱雨的进攻 竟然直接将天道之眼打退了 此时天空中传来天道的哀嚎 只听天道喊道 第一 你给我等着 这是没完 第一不屑地撇撇嘴 十二组物件第一居然 连天道都打退了 一个个面色潮红 兴奋不已 大哥 你可真吗 俺也要成为会员大罗金线 俺也要抱作天道 第一笑道 哈哈 天道可没那么简单 要不要多久 他就能直接提升到天道境的修为了 后土担心地说道 大哥 那天道提升到天道境修为之后 不会找你麻烦吧 这怎么办啊 第一抚摸着后土的头 缓缓说道 放心吧 天道之功 至少表面样子还得做的 而且他不能亲自出手的 后土听后点点头 第一看向须弥山 红军和罗侯的战斗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于是交代十二组物道 我去一趟须弥山 你们在家好好修炼 一会儿便会回来 说吧 第一一个念头 就来到了须弥山 此时的罗侯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突然被红军一击打飞出去 罗侯又喷出一大口鲜血 红军 既然把我逼到如此境地 你也别想好过 红军听到罗侯的话 眼皮直跳 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只见罗侯抬头喊道 大盗在上 吴罗侯愿立下魔剑 从此凡是洪荒修炼之人 皆有心魔 先魔永不力 道长魔削 魔长道削 说吧 大盗竟然同意了 发出了轰隆一声 准 紧接着一扇魔剑通道门 在罗侯身后打开 红军看着罗侯居然立下如此大事 心中愤怒不已 只见罗侯此时疯狂笑道 哈哈 红军 我还会回来的 最后再送你份大礼吧 只见此时的整个西方大帝的灵脉 居然被罗侯给引爆了 西方大帝 一阵响彻天地的巨响 红军此时连忙施展造花御蝶 将自己给护住 但是还是被重伤了 爆炸过后 只听到罗侯的笑声传来 红军 这个礼物你可喜欢 哈哈 本尊巨演 此时的红军 面色阴沉 该死啊 罗侯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因为魔戒不属于洪荒 罗侯这把自爆西方灵脉的因果 直接落到红军的身上了 气得红军 又是一口鲜血喷戌 红军看着整个西方的惨状 心中悲呼道 如此大的因果 瓶到怎么滑 此时 一道声音在红军身边响起 你死了 不就可以不用还了 没错 此时出现在红军身边的 正是看了一波好戏的第一 红军听到这个声音 瞬间大惊失色 看向旁边的第一 露出深深的惊恐之色 只见红军高声喊道 怎么可能 你居然突破会员大罗金线了 这不可能 第一掏了掏耳朵 反手一巴掌 打在红军的脸上 你喊什么玩意儿 吵到我了 红军整个人都梦了 这一巴掌 直接给他打醒了 第二十四章 红荒盛世将至 先天生灵化形 居然是真的 这红荒第一个 达到此境界的人 应该是我 红军不甘心地喊道 仿佛道心都要破碎了 第一看向红军 又是一巴掌过去 这下红军 直接被打的牙都掉了 第一缓缓说道 都跟你说了 让你别喊 你还喊什么玩意儿 天道此时又出现了 第一 你快住手 红军这时 像是看到了 亲生父亲似的 跟天道说道 T度 我背 好馋啊 一开口 红军才发现 自己牙被打掉了 说话漏风 第一看着眼前的红军 哈哈笑道 哈哈 天道 这就是你选的代言人 天道此时也没有想和第一废话的想法了 带上红军就要离开 第一见他们要走 顺势催动诸仙剑阵的印记 只见红军身上的诸仙四剑和诸仙剑阵像是任主一样 直接飞入第一的怀抱中 第一开心笑道 哈哈 好宝物 直到良情责目而期 接着 第一继续收起乾坤顶和阴阳轮盘 天道看着诸仙四剑和两剑至宝被第一抢去 怒火中烧 第一 你把诸仙剑阵还过来 第一冷冷地看着天道和红军说道 到我第一手里的东西还没有还回去的道理 再说了 这本来就是我的 既然你们不想走 那就留下吧 说吧 第一做事要摆出诸仙剑阵 天道一看是不可能拿回来了 冷哼一声带着红军就走了 第一看着消失的天道和红军 喃喃自语道 看来要不要多久了 红军就要成圣了 接下来的红荒有意思了 说着 嘴一脚还笑起来了 红荒的圣事 很快就来了 十二组屋的修为 已经足够镇压所有了 我只要能拖住 天道和红军就行了 此时 系统的声音终于响起 第一 恭喜主人 成功帮助凤族度过龙汉亮节 获得纠集奖池抽奖一次 小二 我还以为 你把我的奖励吞了呢 终于来了 叮 主人 这任务本来就是要龙汉亮节结束才会给的 行了 开始抽奖 叮 恭喜获得六道轮回盘 第一听到 居然是六道轮回盘 整个人惊喜不已 居然是六道轮回盘 这下小妹 可以不用 以肉身化轮回了 叮 主人 我要开始升级了 时间一万年 要这么久吗 主人不要太想我 嘿嘿 滚吧 滚吧 第一心中想着也不知道系统升级之后会有什么功能 思索片刻 第一就消失在了须弥山 直接回到了盘古神殿 就在第一刚回到巫族 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 紧跟着天地同杯 隐隐约约传来一道声音 大道隐退 天道代之 从今以后便是由天道掌管洪荒了 第一南南说道 天道 我们博弈已经打响了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说吧 第一交给帝将一个任务 大力发展巫族 而且巫族可以正式出事了 说完之后 就在帝打算要闭关将立之法则 感悟到百分之一百 系统升级 祖巫元神凝聚 与此同时 洪荒各处先天生灵 开始化形而出 有种春天来了的感觉 一万年后 布周山盘古神殿 终于是将立之法则 也感悟到百分之一百了 祖巫殿内的第一 难难自语道 第一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实力 非常满意地笑道 虽然这万年没怎么专注修炼 光祭炼法宝去了 但是收获还是不错的 第一此时 已经是将时间法则和立之法则 转化为时间大道和立之大道了 修为到了混元大罗金仙法则之力 就会自动转变为大道之力 第一的元神修为 也来到了混元大罗金仙三重天 肉身修为没怎么提升 还是混元大罗金仙三重天 但是有着鸿蒙大道之体 肉身是很好修炼的 时间大道感悟到了百分之三十 励志大道感悟百分之十 不错 这两种大道果然悬傲 如果我以两条大道之力正道 混元无极大罗金仙 那将是前无古人了 第一这样缓缓地思索着 自己后面的修炼之路 这时 一到万年不曾想过的声音 在第一脑海中响起 第一 系统升级完成 第一惊喜道 小二 你终于升级完了 快说说增加什么功能了 第一 主人 本次系统升级增加了很多功能 首先去除了暴率不高的青铜 黄金 钻石蒋池 增加神级蒋池和纠级蒋池的暴率 去掉了三个低级的蒋池 好吧 好像我确实没怎么抽过这几个蒋池 去掉就去掉吧 增加暴率这个好啊 新增加了系统商店功能 主人完成系统指定任务 便可在商店兑换一个指定品类的物品 提升修为 只能获得神级蒋池抽奖机会 提升三重天一次神级抽奖机会 跨大境界突破 获得一次救济蒋池抽奖机会 还有商店功能了 完成任务 就能获得一件指定品类的物品 这爽啊 比辛辛苦苦及什么点数好多了 现在三重天才奖了一次神级抽奖了 不过暴率高了 应该能有好东西 系统 还新增了人生剧本功能 第一听到这个疑惑的问道 人生剧本 这个有啥用啊 主人 每个人生来就有剧本 洪荒的生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剧本 系统的任务 有时会和人生剧本有关 平时主人用不到 这样啊 那好吧 还有没有新功能了 叮 主人 没有了 以上就是本次更新的最新功能 我看看 商店有什么好东西 盘古商品 盘古精血 盘古脑水 盘古肋骨 盘古股股 盘古工股 盘古长股 盘古颅骨 盘古眼球 盘古二帝 体制商品 鸿蒙大道肢体 鸿蒙混沌神体 混沌大道肢体 混沌肢体 混沌神魔肢体 法宝商品 鸿蒙质宝 鸿蒙猪 鸿蒙太极母顶 鸿蒙亮节设计图 混沌质宝 混沌无极神剑 混沌无极刀剑阵图 混沌无极魔刀 混沌猪 混沌开天神府 混沌灭世大魔 混沌命运轮盘 混沌六道轮回盘 混沌时间轮盘 混沌空间神塔 特殊商品 混沌质宝恢复神叶 混沌质宝升级卡 先天质宝升级卡 原神凝聚神叶等等 第一看到琳瑙满目的商品的眼花了 可是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整个人震惊到 卧槽 小二 你是把盘古分尸了吗 连人家二弟都不放过 出生了 丁 主人 这些东西 只是辅助提升肉身修为的 不要多想嘛 嘿嘿嘿 第一无语道 我很难不多想 对了 我可是鸿蒙大道肢体 还需要用这些提升肉身吗 我自己修炼也快啊 主人 你是不是忘了盘古脑水的效果了 第一一拍头 对哦 盘古大神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的肉身 怎么会对 我的增幅这么多 他不是混沌什么肉身吗 看来没这么简单 第一思索片刻 觉得暂时研究不透了 便继续说道 小二 我现在已经三重天了 是不是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啊 叮 主人 为了庆祝本统升级成功 奖励商店指定品类自选一次 而且额外赠送主人一次 第一大喜道 不错嘛 小二 知道讨好本大爷了 要给我什么品类的自选啊 叮 奖励获得商店特殊物品 两次自选机会 第一看着商店特殊物品这一栏 缓缓思索道 虽然不是鸿蒙质宝品类 但是这个特殊物品 好像也不错 混沌质宝修复神叶 可以用来把开天神府恢复 正好我集齐了 突然第一看到了什么事的 惊喜不已 居然是可以凝聚原神的神叶 这下十二组物有救了 可以诞生原神了 就选这两个了 小二 我选混沌质宝修复神叶 和原神凝聚神叶 叮 恭喜获得混沌质宝修复神叶 原神凝聚神叶 等到第一把奖励拿出来 发现原神凝聚神叶居然有一瓶 完全够十二组物用了 混沌质宝修复神叶也有一瓶 不知道修复开天神府 能用多少 第一先用混沌珠 屏蔽了整个盘古神殿 这样更加保险 随后 第一拿出太极图 混沌中 盘古番三剑先天至宝 用修复神叶交了上去 只见三剑至宝 缓缓合为一体 第一见此情况 便把剩下的修复神叶 都交了上去 瞬间三剑至宝合为一体 太极图化为腐身 盘古番化为腐刃 混沌中 化为腐柄 只见祖物殿 有一把斧头立于空中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而这时 十二祖屋也感受到了 开天神府的气息 纷纷来到第一的殿中 卧槽 是副神的开天神府 全恢复了 是大哥恢复的吗 这也太神奇了 十二祖屋一个个眼神震惊 第一看着开天神府 心中感叹道 这开天神府 不愧是混沌至宝啊 也不知道商店的 其他那些混沌至宝 有没有这么猛 我有点好奇 鸿蒙至宝了 看开天神府恢复差不多了 第一将神府召回手中 仔细地感受着他的威力 颇为满意 恭喜大哥 有了副神这把开天神府 这洪荒 还有谁敢惹我无足 第一听到这话 哈哈大笑 哈哈 你们都来了 正好有个东西 给你们 只见第一缓缓拿出 元神凝聚神叶 此物名为 元神凝聚神叶 顾名思义 可以让你们诞生元神 这样我也就不怕 你们被其他人蒙骗了 第一将看着这一瓶神叶 心中感动道 大哥 你对我们太好了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 你对我们的期望的 我们会带领巫族 成为洪荒霸主 二弟 你们几个分一下这神叶吧 一滴就可以缓慢凝聚元神 这里的一瓶 够你们兄弟几个 凝聚到大罗金仙出七了 配合混元金仙出七的肉身 这洪荒除了少数几人 已经没人 是你们的对手了 十二组屋 纷纷感谢起第一 我们是兄弟 不必多说什么了 你们就在这开始凝聚元神吧 我给你们护法 十二组屋听后点点头 说吧 开始凝聚起元神 第一就在旁边 观察着十二组屋的状态 他发现 此刻十二组屋 凝聚元神的速度非常快 基本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能凝聚完成 尤其是后土 它凝聚的是最快的 第一也能想到其中关键 后土的元神 是被污染最轻的 自然恢复的更快 一年之后 第一看着眼前的十二组屋 知道它们要凝聚完成了 只见后土先一步凝聚完成 开心地跑到第一身边 大哥 我厉害吧 我是第一个 第一笑笑道 是呢是呢 我家小妹是第一 第一突然想起六道轮回盘 还在自己这里 于是跟后土说道 小妹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很重要 你一定要记好哦 后土健壮也是点点头道 大哥你放心吧 我会记在心里的 第一缓缓说道 你现在修炼的土制法则 并不是最契合你的法则 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遇到合适的法则了 但是你答应我 不管如何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 若是有一天 你想独自游历洪荒的时候 一定要和我说 我陪你 后土听到第一说这么严肃的话题 也不再儿戏了 严肃地点点头 嗯嗯 大哥 我记住了 是不是我会出什么事啊 你这么担心我 第一思索片刻后 还是说道 这件事对以前的你来说是货 现在可不一定了 说不定是天大的福报呢 只是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 小心行事 后土听后点点头道 嗯嗯 大哥 我记住了 此时其余的祖屋也要凝聚完成了 一阵磅礴的气息横扫祖屋垫 十二祖屋都凝聚原神成功 第一看着眼前的十二祖屋非常高兴 大哥 成了 我们也终于拥有原神了 可以使用法宝了 第一高兴的点点头 很好 但是你们也不能太过依赖法宝哦 自身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十二祖屋纷纷点点头 只见第一缓缓拿出两件法宝 天地玄黄玲珑宝塔和鸿蒙梁天池 第一缓缓开口说道 二帝 五帝 如今你们二人是除我之外最强的祖屋了 这两件法宝就给你们两人用吧 蒂江和卓九英一阵感动 还是说道 大哥 还是你自己用吧 这两件法宝威力不俗 一定能帮你对抗天道的 我已经把开天神府修复了 已经够用了 你们就拿去用吧 蒂江和卓九英听后觉得也有道理 便收下法宝 蒂江执掌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卓九英执掌鸿蒙梁天池 后土这时也凑过来委屈巴巴说道 大哥 为什么不给我法宝吗 二哥和五哥都打不过我 哼 第一哈哈笑道 小妹 他们那是让着你呢 不过 谁让你是我妹妹呢 说着 第一掏出十二品功德金莲送给后土 后土高兴地亲了一口第一 第一的脸一阵抽搐 完全没发应过来 玄冥见后土有了法宝 这时也不乐意了 第二十六章 红军正道 只见玄冥也委屈说道 大哥 我就不是你妹妹了吗 第一健壮 也是无语了片刻 当然有 谁让你们都是我最疼爱的妹妹呢 说着 第一顺势拿出十二品 竟是白莲递给玄冥 第一缓缓开口道 可惜没弄到面试黑莲 仙将就用这个吧 正好可以消磨一下你的杀戮气息 玄冥听后感动得点点头 谢谢哥 说吧 趁第一不注意也亲了一口 玄冥脸色羞红地看了后土一眼 后土也看过来 两人相视一笑 第一的脸又是一阵抽搐 这时 朱镕一脸猥琐地凑过来说道 大哥 俺也可以亲你一口 有没有法宝给啊呀 嘿嘿嘿 说着就要亲过来 滚 第一笑骂道 其他祖屋也是哈哈大笑 第一看着其余祖屋 知道他们也想要法宝 一脸无奈地说道 我这也没有品接到的法宝了 日后弄到了法宝 大家都会有的 你们就去咱们巫族宝库自己挑一些吧 以后再给你们升级一下 说着 第一第一拿出悬缘控水旗递给了贡公 四弟 这悬缘控水旗可以更好地配合你的水质法则施展 你就拿去用吧 贡公见状 欣喜若狂道 谢谢大哥 贡公说完还挑衅地看了朱镕一眼 气得朱镕翻了个白眼 你嘚瑟什么 大哥以后会给俺们更好的法宝 到时候你就羡慕去吧 其他祖乌哈哈大笑 丝毫没有因为第一没有给他们法宝 而闹别扭的样子 第一看着十二祖乌和和睦睦的样子 心中意暖 二弟 巫族现在发展怎么样了 弟将正色说道 大哥 现在咱们巫族大巫 有星天 夸父 后裔 香柳 风博 雨狮 九凤 赤油这几员大将 都是太乙金仙巅峰的实力了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能突破大罗金仙了 至于其余的小巫 已经是数不胜数了 现在洪荒 就是我们巫族最强大 但是我们都在等大哥你出关 所以就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想要问大哥 你有什么安排吗 第一听后点点头道 不错 能有这么多族人 你们都功不可没 接下来带我去看看他们吧 弟将点点头 不一会儿 第一和十二祖乌 来到祖乌店之外的巫族大巫所在部落 几位大巫 看见十二祖乌来到部落 立马出来迎接 只见几位大巫好奇地打量着第一 心想这位是谁 怎么站在十二祖乌身前 除了几位新诞生的大巫 不认识第一外 只有邢天知道第一 邢天开口喊道 诸位祖乌大人好 其余大巫此时终于知道 第一是何人了 原来这就是十二祖乌大人常说的 第一祖乌 今日终于见到真人了 这时 其余大巫也跟着打招呼 第一看着众多大巫 感受着他们的实力 眼神在后裔和夸腹身上停留片刻 说道 不错 你们都没有落下修炼 众大巫眼色激动地看着第一 老早就听说第一祖乌修为通天彻地 今日见到没想到这么好相处 就在众多乌族在讨论 接下来该怎么宣布乌族出事的时候 从玉金山传来一阵威压天地的气息 只见天边祥云四起 天道降下甘陵 恩则洪荒 玉金山 平道终于成就圣人之位了 先给洪荒一个下马威吧 这样我的讲道 相信 没有人赶不来了 此时的红军喃喃说道 只见红军瞬间施展自己修为的威压 向整个红荒鸭去 跟着红军的一道声音 今日无红军正道成圣 将于混沌之外紫霄宫讲道三千年 有缘者皆可来之 这时新诞生的红荒生灵 已经丢失了太乙金仙之上的修炼方法 最高也就能修炼到太乙金仙巅峰 感受到天空传来的圣人威压 纷纷被镇压匍付在地上 昆仑山 老子和原始两人 极力地抵抗着这股威压 不想跪下 该死 这到底是何人 居然有如此高的修为 原始恨恨地骂道 老子感受着这威压 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奋力地抵抗着 不一会儿 两人就被迫跪下 凤七山 兄长 这是何人 居然有如此高的修为 简直通天彻地 我也不知啊 小妹 此人说要讲道 应该是大罗金仙的修炼之法 我们可以去听听看 女娲听着 也觉得有道理 点点头 就在二人坚持不住要跪下之时 一股更强的威压 从隔壁的盘古神殿冲天起 向着玉京山押去 随着第一的声音 也向着整个洪荒传去 区区驱善得道 怎敢叫化洪荒 这下整个洪荒都知道 红军是驱善得道了 兄长 此人是谁啊 好像比刚才那人还强呢 福西看着气息和声音的来源 判断道 看气息和声音 应该是布州山那边传来的 女娲紧眨巴着大眼说道 那我们回头 去找那位前辈拜师吧 她看起来好强啊 福西听后点点头 时间回到巫族部落这边 第一感受着 红军突破天道圣人的威压 不屑说道 哼 小小驱善 还想让我巫族贵你 给你个教训 第一 发布任务 破坏红军震慑荒荒的计划 抱走红军一顿 让其丢脸 完成任务 获得商店特殊物品 自选一件奖励 来得正是时候 红军 本带来了 说吧第一 施展自身修为的威压 从布州山向玉京山押去 红军的修为比第一差很多 只是瞬间红军的威压荡然无存 只有第一的气息 威压死死地镇压着玉京山的红军 昆仑山的老子和原始两人 这时也感受到了第一的气息 大哥 是那个带走三弟的人 他居然这么强了 我们还能带回通天吗 原始一脸绝望地说道 老子思索片刻 缓缓说道 此人肯定不会是我们老师的对手 等着瞧吧 此时的红军 听到第一又说自己是驱闪得道 瞬间怒火中烧 这不是毁自己形象吗 第一 没想到你的实力 已经到了如此境界 但是今非昔比 你再也不能轻易镇压我了 红军说着 利用天道之力 想要给第一好看 只见第一已经出现在了红军面前 第一玩味笑道 红军 看来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啊 还敢让我巫族给你下跪 今天我就来见识见识 你到底有何掌尽 说吧 第一掏出是神枪 就戳向红军 红军看到弑神枪面色一变 他永远也忘记不了 被弑神枪伤到原神的痛苦 只见红军 也祭出天道给他祭练的假的盘古番 两人在空中疯狂激战 此时很多红荒生灵 都在用神念观察着这场大战 一个个面露惊恐 这就是红荒顶尖强者的战斗嘛 恐怕大罗金先进去 都得瞬间化为灰灰 这位道友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频道觉得 不用进去 就会化为灰灰了 简直恐怖如此 这两位到底是谁啊 你们没发现吗 那位帅气的前辈居然说 那位老者模样的人是驱闪得到 看来他们是死对头 我赌那位帅气的道友获胜 此言诧异 频道赌那位驱闪得到的老者获胜 能从驱闪成长到如今的修为 肯定是有大毅力之人 此时 红荒很多人都在讨论着 这场战斗的胜负 而此时的女娲 看着玉金山那道帅气的身影 美眸一亮 兄长 那位前辈 好像比你还好看 福西一脸无语 只见玉金山的战斗 很快就来到尾声了 天道借给红军的力量也有限 并不是无节制的 此时根本压制不住第一 反而第一处处压制红军打 很快 红军就被打得招架不住 红军一个不注意 被第一式神枪又给伤到元神了 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紧跟着第一直接按倒红军 收起式神枪 骑在红军身上一顿暴揍 很快 红军就已经鼻青脸肿 只见红军一边挨揍 一边求饶道 第一道友 饶命啊 不要打了 我不敢了呀 第一看着红军的模样 觉得应该也差不多 完成系统任务了 打得怪累的 第一道友 不要打了 平道错了 只见红军鼻青脸肿地说着求饶 天道刚刚告诉他 自己无法出手 只能借给红军力量 可是自己都已经借到 天道给的力量极限了 还是打不过第一 只能求饶了 第一看着红军玩味说道 红军 你想不到红荒 红军看着第一 也拿不准主意 只能说道 是啊道友 还希望道友能够应允啊 第一思索片刻后说道 行啊 你讲吧 不过你得把东方青脸宝旗 中央信黄旗 南方黎雁旗 西方宿色连旗 还有三件极品 先天领宝才行 否则 你懂的 红军听着第一题的要求 整个人都不好了 但是迫于第一的淫威 只能暂时妥协了 道友可要说话算数 说着 掏出四把宝旗 和三件极品 先天领宝 红军一脸肉疼地 看着第一收起自己的宝物 心想 早晚还得要拿回来 第一收下宝物 就回巫族去了 而红军则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搬去混沌之外的紫霄宫了 不是第一不想斩杀红军 而是红军不能杀 真把天道逼急了 他直接掀桌子不完了 红荒不就废了 这个结果还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 第一才会给他们 能战胜自己的希望 才能不掀桌子 以后才能有更好的方法 避免红荒被天道给玩坏了 第二十七章 收女娲福西 就在第一慢悠悠 回盘古神殿的路上 系统的声音响起 第一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特殊物品 自选一件 第一笑道 终于来了 我看看选个啥 看着特殊物品的奖池 第一突然想到 自己的造化清廉 应该可以借助此物 升级为混沌至宝 和混沌清廉一个档次 不由的欣喜若狂 小二 我选混沌至宝升级卡 第一 恭喜获得 混沌至宝升级卡 三十六品造化清廉的品阶 已经是先天至宝 现在有了升级卡 可以直接追上三十六品 混沌清廉了 就在第一打算 瞬间回到巫族的时候 有两道身影 来到了她的面前 只见看到一道靓丽的身影 来到自己面前 眨巴着眼睛说道 前辈 我们兄妹二人 想要拜你为师 还请收下我们 第一看着眼前的两人 猜到这应该就是 女娲和福西了 心中思索道 女娲不愧是 洪荒第一美女 长得确实好看啊 只是现在心智 还不够成熟 有点俏皮可爱的气质 福西也不愧是 洪荒第一美男子 可惜了 现在只能在我之下了 嘿嘿 正在第一思索 要不要收下两人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又响起来 第一 发布任务 请主人收下女娲福西两人 获得盘古商店 自选两件商品 居然是可以选两件商品 看来只能收下他们两人了 第一看着眼前的女娲 和福西两人 假装问道 你们两人想拜我为师倒是可以 不过 你们为什么 想要拜我为师 福西见状开口说道 前辈 我二人刚才本来就要 跪在那红军道人的威压之下 多亏了前辈相助 才没有如此跪下 所以我兄妹二人 就想拜入前辈门下 任后若有成就 必为前辈赴汤蹈火 第一听后点点头想道 原来是这样 先天生灵都是自命不凡之辈 也不怪他们想拜我为师 毕竟自己也算帮了他们 第一听到福西这般回答 高兴说道 也罢 我便收下你们兄妹二人 紧接着又假装问道 你们叫什么名字 女娲和福西听后 心中惊喜不已道 没想到 这位前辈这么好说话 太好了 两人顺势跪下 一拜回答道 徒儿福西 女娲 拜见师父 第一听后也是开心不已 好好好 你们两个起来吧 我乃是巫族祖巫第一 你们就随我回巫族吧 说吧 第一带着女娲和福西 开始往巫族飞去 第一 恭喜主人完成任务 获得盘古商店 自选两件物品 第一听到声音缓缓说道 先不选 等到巫族再选 而女娲此时 像是打开了话头 问着第一 师尊 太乙金仙之上 是什么境界啊 你是不是已经达到 这之上的境界了 第一笑笑说道 太乙金仙之上 可不是我的境界 太乙之上是大罗金仙 大罗金仙之上 是混元金仙 而混元金仙之上 则是混元大罗金仙 我乃是混元大罗金仙 而你们看到的 那个红军 则是天道圣人 天道圣人和混元大罗金仙 同等 但是天道圣人 可以将原神寄托天道 天道不灭 天道圣人不死 混元大罗金仙 则没有这个不死的功能 两人听后 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但是 混元大罗金仙 可比天道圣人自由多了 你们懂吧 两人瞬间明白了 第一说的意思 女娲又问道 师尊 那红军是不是不是你的对手呀 我看你很轻易地 就镇压了他呢 第一哈哈笑道 那当然了 他一个驱扇得到的垃圾 怎么能比得过我盘古正宗呢 女娲眨巴着眼睛惊喜道 啊 师尊你还是盘古正宗呢 第一笑着说道 那当然了 我们巫族都是盘古正宗 你们二人修为还太弱了 等回到巫族之后好好修炼 有我的教导 相信很快 你们就能到大罗金仙了 女娲和福西 此时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了 没想到自己拜的师父这么厉害 不一会儿 第一已经带着女娲和福西 来到了巫族 十二组屋见第一回来 纷纷来到第一身前 一个个激动不已 大哥 你太猛了 那去神根本不是你的对手啊 俺啥时候能有大哥 你这样的实力哦 祝容看着第一羡慕地说着 第一对着十二组屋说道 大家努力修炼 要不要多久 你们也能到我这个境界了 对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新收的两个徒弟 女娲和福西 女娲和福西 看着眼前气息 一个比一个牛的十二组屋 心中震惊不已 拜见各位师叔 第一听到这称呼 感觉不太对 但仔细一想 好像也没毛病 但是按援助来说 他们应该是同一辈的呀 第一思索片刻 还是决定各论各的吧 这样叫 恐怕以后十二组屋 承受不住女娲和福西的反噬 自己有混沌珠 倒是不怕 毕竟日后 女娲和福西 都是要成为人族的圣母和天皇 人族的恐怖 谁也说不清楚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第一缓缓说道 那个 女娲福西啊 以后 你们就各论各的的吧 你们管十二组屋叫哥 管我叫师父就行 或者都叫哥哥就行 不用这样 福西听后心中疑惑 但是也没多说什么 女娲这时双眼一转 神色开心地看着第一问道 师尊 那以后我可以叫你哥哥了是吗 第一无奈地点点头 而后土和玄冥看到女娲这么说 心里很是不舒服 不过也没有表现出来 第一让地将带着福西和女娲去住下之后 便来到后土和玄冥面前 看着两人笑着说道 好了 你们永远是我最疼爱的妹妹 不要不高兴了 女娲日后成就不凡 现在提前收下 也是为了我巫族考虑的 后土和玄冥听后 也是点点头 他们只是怕第一被抢走 现在看来 应该是不会被抢走了 两人都开心起来 紧接着 第一把祝容叫来 拿出从红军那里搞来的极品先天领宝 吩咐道 老三 把这些法宝 分给还没有法宝的弟弟们吧 祝容看到这么多的领宝 正好是七剑 他们几兄弟 一人一剑正好 赶忙感谢了第一一生 就去和众祖无分法宝去了 第一来到地将给女娲和福西安排的住所 对着两人说道 你们俩今后就喊我大哥就行了 现在我传给你们大罗金仙和之上的修炼之法 女娲和福西点点头 不一会儿 第一就将修炼之法传授给了他们 好了 你们两个突破大罗金仙之后 再来找我吧 是 是 大哥 福西不自然地硬着 女娲倒是很开心 两人纷纷回去闭关了 第一也进入了祖无殿 只见第一缓缓拿出造化清廉和升级卡 脑海中对着小二说道 小二 使用混沌质宝升级卡给造化清廉 第一 正在升级造化清廉 第一看着眼前造化清廉的变化 不禁感叹道 这升级卡也太神奇了 这小二到底是谁研究出来的呢 不一会儿的功夫 造化清廉已经彻底的蜕变了 第一看着眼前的36品造化清廉 眼放金光 混沌质宝 36品造化清廉 成 第一收起造化清廉 看向系统的盘古商店 他在纠结选哪两个东西 这么多 选哪个好呢 盘古二弟 这也太尴尬了 以后我爽了 到底算谁的 不行 不能选 第一思索片刻便决定了 小二 就选盘古颅古和盘古眼球吧 这两个好点 叮 恭喜主人获得盘古颅古和盘古眼球 叮 是否融合 第一想想也没什么要处理的事了 便说道 开始融合吧 只见系统已经开始给第一融合起来 预计也就一年就能融合完成 昆仑山 大哥 老师讲到快要开始了 我们开始走吧 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到呢 二弟 你说和老师对战的那人 会不会收我们为徒啊 我们还没有正式拜师红俊 只见原始听到老子这话后 愤怒说道 大哥 你忘了 他是怎么带走通天的了吗 就算他能打过老师 那也是一时的 我被修饰应该顺应天道 那人一看就是逆天之人 跟着他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老子听着原始的话 也在思索 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去拜师红俊 说吧 两人就开始赶往紫霄宫 须弥山 此时的准提和街影 还在第一的封印阵中 师兄 怎么办啊 那红军就要讲到了 我二人还是出不去啊 街影思索道 师弟 你有没有发现 和红军对战的那人 气息有点熟悉啊 准提听到街影这话 也开始思索起来 好像是有点熟悉 不过这跟我们听到去有啥关系啊 师兄 街影接着说道 那人能把红军打压得抬不起头来 想必应该是洪荒有名的高手了 不如我们出关之后 直接去拜他为师吧 反正现在也出去 准提一想也是 那就不去听到了 等他们出去了 就去找那人拜师 说吧 两人开始自己修炼起来 第28章 出关肉身混缘大罗四重 收徒孔宣大鹏 太阳星 此时在太阳星修炼的东皇太医和帝郡修为 已经来到太乙惊仙巅峰了 大哥 我们去听到吧 晚了 就赶不上了 帝郡这时还在思考 红军和第一的对战 太医 你对那天和红军对战的那人怎么看 太医想起那人缓缓说道 大哥 那人的实力深不可测 能压着红军打 但是我莫名地对那人有股敌意 心里有种很讨厌那人的感觉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帝郡眯着眼思索道 看来不止我有这种感觉 太医 走吧 正好见识一下洪荒各族 顺便能拉拢 就拉拢一下 太医点点头说道 好的大哥 不过为什么要拉拢他们 帝郡缓缓说道 我从和图洛书里参悟道 我们将来的成就注定不凡 此番也是提前打下基础 太医听后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此时的洪荒中 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在准备前往紫霄宫了 血迟 只见一个黑袍道人 缓缓开口说道 曲曲曲善得道 他讲的道 肯定不是什么高深的 本老祖要听道 要拜师 那也得是盘古正宗的道 我从和红军对战的人身上 感受到了父神的气息 不如我去见见那人吧 说不定还能有所机缘 此人正是血海 明河 盘古生死之后 肚气眼化作这片血池 吸收洪荒洪荒所有灵魂 和已死之人的血 而明河就是从血池里酝酿出来的 按道理来说 明河也算是盘古后裔了 只不过在原著中 三清和巫族都不承认他 所以明河自成一派 明河思索之后 就决定要去巫族见见第一 收拾东西 明河就赶往了巫族 武装惯 老友 我又来了 镇元子看着眼前来人 高兴大笑道 红云道友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我这人生果刚熟你就来了 这二人正是镇元子和红云道人 镇元子 那位红军前辈要讲到了 我是特意来邀请你同行的 镇元子听后说道 既然如此 那便等回来 再吃人生果吧 说吧 两人便结伴向混沌外子 萧公飞去 不死火山 凤族 族长 那红军道人讲道 我们要去听一下吗 说不定族长您能借此 突破到 混元大罗金线 元凤此时正在哄着两个小家伙玩 不耐烦地说道 他一去善得道 讲的有什么能听的 我自己就能突破 混元大罗金线 小轩和小鹏 也到了该拜师的年纪了 我该带他们去找第一了 传我命令 谁都不许去紫霄宫听道 和第一作对 就是和我作对 是 族长 说吧 元凤就带着他的两个孩子 前往屋族了 布州山 祖屋殿 经过一年的闭关融合 盘古颅骨和盘古眼球 此时第一的肉身 已经到了将要突破的节点了 只见砰的一声 第一终于融合完成 肉身也来到了混元大罗金线似重天 只见第一缓缓睁开眼 此时第一的眼睛看上去 感觉跟之前没什么区别 但是仔细一看 会发现他的眼神愈发犀利 不怒自危 终于是融合完了 去看看兄弟们修炼得怎么样了 第一刚走出组屋殿 就看到通天在这等着呢 还真是好久不见通天了呢 没想到他闭关这么久 第一坏笑问道 小童子 你在这干嘛 等DGI吗 嘿嘿 通天见第一又这样叫他 一脸郁闷 大哥 你能不能叫全民啊 第一听后摇摇头说道 叫全民怎么能体现哥哥我对你的疼爱呢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通天正色说道 大哥 此番出关是因为我感觉到冥冥中好像有种机缘 所以就出关了 但是机缘好像却在紫硝宫 所以我不知道该不该去 就来问问大哥你 第一听后 哈哈笑道 通天 那机缘是不是感觉可以成为圣人的大机缘 通天一脸震惊道 还真是有那种感觉 大哥你怎么知道的 第一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说道 通天 你就说你是想成为会员大罗金仙 还是天道圣人 通天不假思索地说道 那自然是会员大罗金仙了 那多自由 第一把拍在通天的头上说道 那你纠结个屁 滚回去闭关 才大罗金仙中气 整个巫族救你罪了 通天被拍了一巴掌 感觉脑子瞬间清晰了 感激地看了第一眼 第一顺势拿出了诸仙四剑 递给了通天 这套阵法 我也用不到就给你了 不下剑阵 同等级非四人不可破 哪怕圣人也是 通天看着眼前的诸仙四剑和阵图 眼睛都发绿了 一看就爱上了这套法宝 大哥 那多不好意思 第一看着通天那明明很想要 却假装推脱的样子 直接气笑了 快拿上滚去闭关 好嘞 通天回去闭关了 第一打算去看看女娲和福西 毕竟这俩刚来无足 可能会有点不习惯 兄长 我脑海中 让我去紫霄宫的想法 越来越清晰了 好像紫霄宫有我的大机缘 小妹 那红军毕竟和大哥不对付 我们要是去了 对大哥不太好吧 女娲继续说道 兄长 我倒是没有去紫霄宫的想法 只是有点可惜这次的机缘 感觉机缘好像很大 只见第一已经闪身来到 女娲两人的面前 哈哈笑道 哈哈 你们俩能为我考虑 我很高兴 这紫霄宫对女娲来讲 确实有一桩机缘 但是也是束缚 你俩若是 真想去就去吧 不用在意我 女娲和福西听到这句话 感动不已 第一并没有 为难他们 大哥 我们不会去的 就像你说的 成就会员大罗金仙 才是真的逍遥自在 既然有束缚 我们也不必去了 女娲看着地 一直勾勾说道 第一看着女娲和福西二人想到 总算没有白收他俩 知道知恩图报 如此也好 你俩现在还没有法宝 等日后 我会给你们最适合你们的法宝 先好好修炼修为吧 两人听后 欣喜若狂 因为他俩看巫族的祖屋 基本人手一个极品先天灵宝 他俩也确实羡慕了 知道等修为提升了 就可以有法宝了 两人都很高兴 正打算回去修炼 这时 地将找到了第一 只见地将居然罕见地开起了玩笑 大哥 云凤嫂子 来找你了 就在祖屋店 还带了俩孩子 卓九英正好也跟着来了 说道 大哥 深藏不露啊 傻手和嫂子孩子都有了 第一听后 一脸无语 你俩疲痒了 瞎说什么 人家那是天地恩赐的孩子 跟我有啥关系 我可不要洗当店 女娲在听到这个消息时 眼底闪过一丝难过 然后笑着问道 大哥 是那个凤族族长袁凤吗 我能去看看吗 第一也没多想 点点头 一行人就往祖屋店去了 圆凤 你来了 女娲这时跟在第一身后 近来看到圆凤的第一眼就发现 圆凤的修为很高 自己看不透 而且圆凤还很漂亮 很有气质 心里一阵羡慕 圆凤听到来者的声音 心里一阵欣喜 看向第一说道 你说的 等我的孩子出生 就来找你拜师的 我今天带他们来了 小薰 小鹏 还不叫师父 圆凤身前的两个小不点 眨巴着眼睛 点点头就跪下了 师父在上 受徒儿一拜 第一看着眼前 这俩小家伙 那是发自心底的喜欢 不愧是号称圣人之下 第一人的孔轩啊 从小就气质不凡 这大鹏天赋也不错 将来不走弯路的话 也可成就不凡 哈哈 好徒儿 快起来吧 既然你们拜我为师了 那我便送你们一桩机缘 就当是拜师里了 两个小家伙惊喜地点点头道 谢谢师父 圆凤看着第一 如此喜欢自己的两个孩子 心里一阵欣喜 突然反应过来 第一身旁 还跟着两位他没见过的人 只见那女孩眼神柔和地 看着第一背影 于是问道 第一 这二位是 第一反应过来介绍道 哦 这两位是我新认的弟弟妹妹 天生拥有大气韵啊 圆凤听后 朝女娃和福西点了点头 他俩也顺势回了一礼 好了 我来给这俩小家伙 搞一份本命神通 只见第一运用时间法则和大法力 再拉扯着孔轩体内的五行之气 直接在孔轩体内 开始炼制起五行之气 不一会儿 孔轩体内的五行之气 就被炼制成了 第一满意地看着孔轩说道 你这道本命神通 就叫五色神光吗 施展这门神通 可是无物不刷 若你成就混元金仙 混元大罗金仙之下 很难有你的对手 孔轩感受着 这道本命神通 欣喜若狂感谢道 多谢师父 徒儿一定会好好修炼的 不会剁了师父的威名 第一满意地点点头 接着拿出了五真松果 这些五真松果 可以等你大罗之后再服用 有助于你感悟五行法则 到时不够再来找师父要 孔轩看到五真松果时 更加高兴了 第一看向大鹏 瞬间时间之力 弥漫整个组物店 第二十九章 巫族出世 天庭变巫庭 第一操作时间之力 来到大鹏的体内 感受着阴阳二气 心中颇为惊喜 果然是修阴阳法则的好苗子 可是在原著中 为什么他会把阴阳二气 逼出体外 练成法宝呢 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 肯定是被人坑了 还好现在遇到的是我 不多久 大鹏体内的阴阳二气 也被练制成了一道本命神通 第一看着大鹏 满意笑道 你这道本命神通 就叫颠倒阴阳吧 这神通施展起来 可以将对手的神通 颠倒回给对方 实力越强 颠倒对方的神通 威力越强 与那五色神光 这道神通也是欣喜不已 谢谢师傅 我也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说着 第一把之前 从阴阳道人那里搞来的极品 先天灵宝 阴阳轮盘 送给了大鹏 此物是阴阳轮盘 等你到了大罗金仙 掌握阴阳法子之后 可以配合神通使用 威力不俗 大鹏看着手中的灵宝 爱不是手 原奉见地 一对自己的两个孩子这么好 心里高兴不已 第一 谢谢 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第一笑道 没事的 我也很喜欢这两个小家伙 相信他们日后的成就不会低 原奉看着第一的样子 不自觉地又走神了 回过神来 欲言又止的样子 第一发现了原奉的状况 问道 怎么了 原奉 有事就说 原奉鼓起勇气说道 第一 我想在你们巫族待一段时间 顺便照看一下两个小家伙 具体是想和第一能多相处一下 还是照看孔轩和大鹏 就只有原奉自己心里知道了 第一听后 倒也同意道 这样 那你就在巫族多待断时间吧 正好带你 见证一下我巫族的出事 原奉震惊道 巫族打算出事了 那这洪荒 基本没有你们的对手了啊 哈哈 第一说着 吩咐起帝将 让他召集巫族的所有人 不一会儿 巫族的人就都齐了 只见第一缓缓开口说道 巫族的儿郎们 如今已是到了 我巫族出事的时机了 大声告诉我 你们能成为 这洪荒世界的霸主吗 此时巫族的所有人 一个个激动不已 面色潮红地喊道 能 低一点点头道 很好 不愧是我巫族之人 但我要你们记住 我巫族行走洪荒 绝不可乱杀无辜 当然 我们也不怕事 若是有人 敢敢打我巫族的主意 我也希望 你们不要手软 犯我巫族者 杀 底下所有巫族之人 都兴奋了 第一的这番话 很好地把巫族 立于道德的制高点 总体来说就是 巫族不欺负人 但是别人要敢欺负巫族 那么就让他们知道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紧接着 第一叫着十二祖 和袁凤等人 准备前往天庭 如今 天庭也该出事了 大哥 我们都要搬到天庭去吗 巫族族地怎么办 地将听到第一的决定 还是疑惑问道 第一缓缓说道 都去天庭吧 那里气运更有利于 我巫族的发展 至于不周山的族地 就让行天等人助手吧 我们兄弟十三个 是肯定得去的 地将听后 点点头吩咐下去 此消功 此时的红军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等洪荒的先天生灵 来听到了 可恶的第一 三番两次 如我名声 也不知道此次 听到能来多少人 那六个位置 得赶紧确定下去了 只有这样 才能抗衡第一 可是那通天 已经是第一的人了 看来是要找个人 替代一下了 可是谁合适呢 能和巫族抗衡 看来只有如此了 想到这里 红军又紧闭双眼 开始参悟起 造花玉蝶去了 只见此时 第一等人 已经来到天庭里 缘缝和女娲福西等人 看着眼前的天庭 电雨恢弘 仔细感受其中的灵气 宛若宁为实质 心中震惊不已 洪荒中 居然还有这么一处 风水宝地 第一缓缓说道 五巫族的大事 就在今天开始 十二组巫 也是激动不已 说吧 第一撤去隐秘天庭的大阵 天庭的气息 瞬间出现在洪荒 每个洪荒的生灵 都感受到了天庭的出世 面对这么大的机缘 都想上去奋一杯羹 很多人上去抢夺 但发现他们连大巫等人 这关都过不去 还没到天庭 就被大巫等人给斩杀了 还在赶往紫霄宫的帝郡 感受到天庭的出世 心中有种机缘被夺去的一样 大哥 我感觉这天庭 好像是我们的大机缘 帝郡看着天庭上那十三道身影 每一个都不像好惹的 这机缘 我们怕是得不到了 那十三人定然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我们还是暂且放弃 等日后实力提高了 再去夺回来吧 太医觉得 帝郡说的有道理 也没有办法 只能等以后再说了 说吧 二人继续向紫霄宫赶路 这时 第一正在立下大盗誓言 只见第一高声喊道 声音传遍整个洪荒 大盗在上 今日我巫族出世 立无庭 恩泽洪荒 这时 天空中传来轰隆两声巨响 紧跟着本来已经退隐的大盗 竟然出现了 发出一声 准 紧跟着 整个巫族的气韵 顺势翻了一倍 若是之前的巫族气韵 可以浓郁到围绕整个不周山 那现在 便可以笼罩东方大地的三分之一 整个洪荒都震惊了 此消功 红军在感受到天庭气息的时候 就猛然睁开双眼了 满脸充满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天庭怎么让巫族找到了 不应该啊 思索了片刻之后 该死 肯定是第一这个艺术 该死啊 天道此时出现 红军 我借你天道之力 你快去阻止第一 话还没说完 那边第一的大盗誓言 已经立完了 天道瞬间暴怒 该死 第一 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教训 红军 把你身体借给我 红军听后 眉头紧皱 天道要亲自出手 他不喜欢这种 身体被人掌控的感觉 但是现在也没什么办法了 于是只得同意 接着缓缓说道 那等我讲完道 你便早日与我合道吧 这样我们才能更进一步 天道听到之后 也是点点头 跟红军合道 对他也有好处的 所以他 才会选红军 成为他的代言人 说吧 一脸面无表情的红军 已经消失在紫皂宫 乌亭 大哥 这乌亭真是好地方啊 居然直接让我们乌族气韵 翻了一倍还多 递将感受着 此时乌族的气韵 惊喜不已 只见此时 第一看着紫皂宫的方向 喃喃自语道 应该坐不住了吧 天道 来吧 让我看看 你现在到什么境界了 其余等人见地 一并没有太多惊喜的样子 疑惑不已 紧跟着第一说道 你们退后 天道来了 十二祖乌听到天道 要来第一时间 居然不是听第一的后退 而是向前一步 打算跟第一共同进退 第一看着十二祖乌 笑着说道 好了 天道还奈何不了我 你们后退 看哥怎么装逼的 十二祖乌对视一眼 退下了 大哥 你要小心 第一点点头 放心吧 不一会儿 天道红军已经到了 第一看着眼前这个面无表情 身上气息悬傲的红军知道 这应该是天道附身红军了 第一晚未说道 天道 怎么 你来祝贺我巫族建立巫庭吗 应该没有空着手吧 嘿嘿 天道冷哼一声 哼 第一 你太嚣张了 天庭不是你巫族能要的 第一不屑说道 我巫族不能要 还有谁能要 你吗 天道也不想跟第一争论了 今天一定要给第一个教训 只见天道红军祭出造花玉碟 周身散发着浓郁的天道之力 朝着第一打来 第一见状也不拖大了 打算显露出大道之力 和天道对战了 转瞬间 第一身上散发出神秘的大道之力 隐隐感觉第一周边的事物 仿佛不动了一样 顺势第一道神通打向天道 这道神通以极快的速度攻向天道 若是仔细看 这神通环绕着浓郁的时间之力 在神通之中 竟然还有有一道 更为霸道神秘的力量藏在其中 此时的天道 瞪大双眼 充满不可思议 你居然同时掌握了时间大道和励志大道 刚刚只是简单的交锋 天道这才发现 第一的底牌一层又一层 今天看来得出权力了 不愧是一手 就算你能同时掌控励志大道和时间大道 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天道 如果你是天道静 我还会忌惮一二 但是 现在的你 还是有点弱啊 说吧 两人再次站作一团 洪荒之中的很多人都在看着这场大战 纷纷对巫族心惊不已 哇 原来那位帅气的前辈 是巫族的祖巫 是啊 没想到 巫族居然这么强 光这十二祖巫 就能征服整个洪荒了 还不算那位前辈 我赌那红军这次应该能赢 这明显不上次更强了 放屁 肯定是第一前辈会赢 那红军肯定不是前辈的对手 我看你是不是有病啊 上次是不是就是你跟我抬杠 你自己目光短浅 就在洪荒众多人在讨论这场大战 到底谁输谁赢的时候 天道和第一 已经打了好几回合了 只见天道红军 这次将造化御蝶 催动到了极致 天道之力也催动到了极致 准备叙事 给第一致命一击 第一也没有大意 既出是神枪 周身时间之力和力之大道之力 将整个人包裹起来 第一为什么不拿出开天神府呢 第三十章 拜天道 收明和 此时天道的实力 还不够第一 拿出开天神府 肯定要给天道一点希望 要是碾压了 天道不想玩了 那怎么办 只见两人叙事都到了极点 双双出手 砰砰 随着两刀身影激烈碰撞 天道红军此时口吐鲜血 周身气息混乱 第一的情况好一些 只是被震得后退数步 天道见第一的实力 居然如此难缠 也不想再做没意义的争斗了 天道缓缓开口 第一 我不会让你巫族发展这么顺利的 我们走着瞧 第一见天道 还敢放狠话 瞬间来到天道红军身前 你可以试试 此时的第一眼神犀利 并没有愤怒的情绪 只有无尽的冰冷 就这么冷冷地看着天道 天道看着眼前第一的眼神 心中愤怒不已 自己堂堂天道 居然三番两次 摆在第一手中 天道不再言语 顺势消失了 此时天道消失了 但是红军还在 红军心中骂道 该死 你身为天道 就不能强硬一点吗 留下我面对这个禽兽 第一见天道消失了 此时的红军 脸色尴尬地说道 第一道友 平道告辞了哈 说着 红军就化作一道神光似的 逃离了这里 第一也没有继续追击 红军这个老六 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天道早晚会有苦头吃 他也乐意到时候 看他们狗咬狗 十二祖屋等人 看到第一又一次战胜天道 一个个激动不已 缘缝看着眼前的第一 心里又是泛起一层涟漪 面色稍显飞红 那双眼睛 柔情似水地看着第一 女娲和福西 也被第一的实力给震惊到了 第一居然比天道还要强 此时 第一看向十二祖屋 吩咐着后续的事情 而原缝看着第一说一不二 统领一族的样子 感觉又被勾引到了 不一会儿 第一将就带着几个祖屋 前去忙活着巫廷的事宜了 就在第一要返回巫族足地的时候 行天过来说道 第一祖屋 巫廷外有个人求见 说是叫什么明和 第一心中好奇 明和找自己干嘛 想到以后 后土还需要在他的血海立下轮回 到时候轮回肯定会缺人 明和倒是个不错的人选 不过明和虽是盘古后裔 但是在原著里 也没和巫族走多近呀 难道是因为我剧情改编了 第一思索片刻后 就让行天把明和带进来了 不一会儿 只见一个浑身充满澎湃血气的黑袍男人 带着无法掩饰的戾气 向第一走来 才刚到第一跟前 这人就跪下了 第一前辈 我名为明和 来自血海 说起来也算是盘古后裔了 不知第一前辈 可愿收下我 第一听着明和的话 感觉到很意外 因为前世 他看洪荒小说 明和可是自命清高的血海霸主 号称血海不哭 明和不死 看来明和也不是不想 败入盘古后裔之下 只是原本的盘古后裔 不愿意接受他 第一还是疑惑问道 明和 你为什么会想要败入我巫族呀 前辈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同为盘古后裔 前辈的通天手段让我折服 明和愿意为父神的洪荒 尽一份绵薄之力 这番话一出 第一虽觉得他的目的 不会那么单纯 但也不想拒绝 毕竟以后 还有用得到他的地方 第一点点头道 好吧 既然如此 我便收下你了 不过 我需要你回到血海 因为那里才是你的根基 也有助于你的提升 明和听后很是开心 因为他确实想要有巫族 这个靠山 但是又不想离开血海 没想到第一主动说出来了 明和心中感念道 第一前辈 不愧是盘古正宗 心胸宽阔啊 我算是抱上真大腿了 明和回过神来 连忙感谢道 多谢前辈 明和愿为巫族 尽献免利 第一笑笑道 行了 你现在的实力 还是太弱了 先好好提升修为吧 到时候 才有你献力的地方 明和不好意思地 点点头说道 前辈 说实话 我刚化形不久 大罗金仙之后的修炼 我都不知道呢 听到这儿 第一便将之后的修炼之法 传授给了明和 大罗金仙之后 你就可以修炼法则了 血海中最契合你的法则 应该是血之法则 你突破大罗之后 应该就能感应到了 明和激动地感谢着 好了 你回去吧 日后我需要你了 会亲自去血海找你的 明和心中虽然疑惑 第一为什么会去血海 但还是点点头道 好的 前辈 今日之恩 莫尺难忘 第一点点头 随后 明和就回血海去了 第一也来到了巫族族地 只见通天又出关了 来到第一面前 大哥 我们要搬到巫庭中去吗 第一回应道 当然了 巫族族地之中 还是行天他们几个大巫 和其余族人留下就行 巫庭最适合感悟法则 和大道修炼 祖巫必须去巫庭修炼 才能更快地成长 通天听后 心中一番私存 巫族只要在大哥手上 终有一天会繁荣昌盛的 第一又将孔轩和大鹏叫来问道 小轩 小鹏 你们两个 现在修炼的什么功法 孔轩和大鹏对视一眼回答道 师父 我们修炼的是母亲用的功法 第一随即说道 凤族的神通并不适合你们两个 洪荒中 你们一个是第一只孔雀 一个是第一只大鹏 凤族功法最强的是凤凰涅盘 你们二人并不能得到其中精髓 元凤在一旁听后 也是点点头道 你说的没错 我凤族功法 如果施展不出凤凰涅盘 基本就没啥用了 之前我也在想什么神通更适合他们呢 第一笑笑道 哈哈 我有这么优秀的弟子自然要好好培养 说吧 第一向二人眉心中打入一道功法 两个小家伙虽然不懂这功法的厉害 但是元凤知道 此时元凤震惊不已 第一 这可是你巫族不能外传的九转玄弓啊 这会不会不太好 第一不在意地说着 他们二人既然败入我门下 自然要继承我的一波 就看他们能走到哪一步了 元凤赶急得点点头 也不再推辞了 九转玄弓可是至宝 不亚于先天至宝了 元凤不知道 这是完整版的九转玄弓 价值可是远超先天至宝的 元凤一脚向孔轩和大鹏踹去 没眼力见 还不谢谢你们师父 两人赶紧跪下 感谢着第一 第一一脸无语 这元凤还真是 接着 第一把女娲和福西等人叫来 对着众人吩咐道 红君子萧公的讲道 也要开始了 今天我也给你们众人讲一次道 抓紧突破大罗金线 想必到时候 从子萧公回来的那批人 都会踏入大罗金线 你们不能落后于人 女娲福西两人知道 现在巫族中 还没有突破大罗金线的 就只有他们两个了 一定要尽快突破了 当然还得出了 第一刚收的两个弟子 第一看着女娲福西 和通天三人 缓缓说道 你们三人都是有大气韵之人 能尽量比其他人快一步 就要快一步 洪荒的大事已经来了 三人听后 纷纷答应下来 你们两个就慢慢来 能突破到太乙金线就行 有师父在 没人能欺负你二人 两个小家伙听后点点头 通天这时问道 大哥 正道的方法有几种 那红军看起来 好像并不是走的法则正道 第一听后 知道通天的疑惑 缓缓说道 正道的方法 据我所知 一共有三种 父神走的以利正道 是将利之大道 修炼到极致之后的道 不过父神正道的是大道 跟我所修炼到法则正道是一样的 法则正道是正的 混缓大罗金仙 混缓大罗金仙之后 则是会把法则转化为大道之力 也就是后面境界的正道方法 那红军走的 则是斩三师正道 三师分别为善师 恶师 自我师 三师合一即可正道 正的也是天道圣人境界 不是混缓大罗金仙 不过斩处三师 是需要法宝寄托的 而且还要本源相同的法宝 否则三师不能合一 便不能正道 还有这最后一种方法 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这便是功德正道 顾名思义 就是要做出有利于洪荒的大功德 然后天降海量的功德 最后正道为天道圣人 这种方法正道 则是这三种里最弱的一种 斩三师次之 法则正道最强 也最自由 其余几人听后 恍然大悟 这时的女娲听到功德正道 好像心有所感 但很快 那种感觉就消失了 随后 第一就开始给众人讲起道来 从大罗金仙开始讲起 混沌之外 大哥 这第一这么强 我们要是败入红军门下 会不会跟着红军倒霉啊 第一军思索片刻 还是说道 我觉得第一只是一时 能战上风 红军未必就会比他弱 我们只有败入红军门下 才有一丝希望 成就你我的霸业 他一听后 也是点点头 两人靠着混沌中 假 在这混沌之中 倒也算安全 基本没碰到什么危机 但是其他那些 没有法宝修为又低的人 就麻烦了 根本穿不过混沌 抵达此宵宫 只能死在这无尽的混沌之中 这时 混沌之中的老子和原始二人 也是艰难前进着 因为他们俩没有法宝 大哥 不行我们让老师来接我们吧 我们没有法宝 仅凭肉身 这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到紫霄宫 老子面无表情道 二弟 你我二人 就算没有法宝 也能度过这混沌的 无非时间快慢的问题 而且 你叫老师来接我们 他肯定不会来到 这是老师对我们的考验 原始听后 也不再多说什么 两兄弟继续前进 紫霄宫内 红军正在跟天道商量着 天道 那杨梅 如今也已经成为混沌大罗金线了 虽说是在洪荒之外正道的 但是放他进入洪荒 还不是你说了算 天道立马反驳道 洪荒不允许有混沌大罗金线 你不知道吗 红军转回应道 那弟怎么回事 天道一识语色 还是说道 他不一样 他是在大道还在识正道的 我驱逐不了他 红军听后 也是直接给气笑了 那照你的意思就是 让第一和巫族越来越强呗 天道继续反驳道 怎么可能 我早晚要把地斩了 其余的巫族还好操作 第一是艺术 就算直接杀了 也不影响天道大事 红军不屑道 上次你就这么说 还不是被人家打回来了 天道这时有点生气道 哼 只要你讲完道 我就能跨入天道境 道时借用你的身体 我就不信杀不了他 红军听后摇摇头道 天道 话虽这么说 但是如果把杨梅叫回来的话 在天道六圣没有成圣之前 至少可以拖慢第一的成长 若是 他再成长下去 即使你突破到天道境 也不会是第一的对手的 我总感觉他 还有底牌没出 天道听后思考起来 第31章 抢座位 紫霄公讲道 好吧 就按照你说的 让杨梅回来 替我们牵制第一 红军听后 终于点点头 于是 红军就开始联系起了 在洪荒之外的杨梅 一百年后 此时的紫霄公外 已经挤满了人 在场的都是大气韵之辈 后世也称为 红尘三千克 只见大家相互联系着 不一会儿就知道彼此的身份 想不到两位 竟然是太阳星的先天生灵 还身怀至宝诞生 真是令人羡慕啊 帝郡在这人面前开心笑道 哈哈 道友谬赞了 道友能来到这紫霄公 也是资质不凡啊 他一在一旁 看着帝郡和洪荒 众多人聊得欢 也不参与进去 因为他觉得没有用 此时的红云 一副社交达人 和洪荒众人有说有笑 郑元子在一旁 倒是没什么话 只见红云来到老子 和元使面前 开口道 还不知道两位道友 如何称呼 老子缓缓说道 太清 太上老子 元使也高傲回应道 玉清 元使 其余的洪荒众人 也听到了两人的介绍 纷纷震惊不已 原来是盘古大神的元神所化 盘古大神的元神 不是一分为三了吗 怎么只见到两个 道友你还不知道呢 上清通天 早就跟着那位巫族的第一前辈了 哦 这位道友 是如何知道的 我也是偶然发现的 据说现在那上清通天 都已经达到大罗金线了 居然有如此事 那为何这太清和玉清 现在才是太乙金线 嗨 肯定是巫族的第一前辈 帮那上清通天 达到如此成就的呗 元使听到众人的谈论 通天居然比自己和老子都要强了 心里极度不已 面色发黑道 大哥 那通天太不像话了 居然跟随那第一 简直目无尊长 他心里还有你我这个大哥二哥吗 老子一脸无所谓道 元使 通天早就不是我们三清之一了 现在只有二清 元使听后 还是愤怒不已 其余众人听到这个八卦 心中震惊不已 没想到 他们三清的关系居然如此 红云见到两人脸色不太好看 继续说道 不知二位道友 听完道可愿随我们二人论道一番呀 元使不耐烦道 不必了 老子则是礼貌拒绝道 道友好意心灵 只是我兄弟二人还有要事 便不去叨扰了 红云听后点点头 知道这俩人看不起自己 也不再强求 这时帝俊来到了一个黑袍人面前 自来熟道 道友如何称呼 可否交个朋友 只见这人缓缓开口 评道坤鹏 道友如何称呼 帝俊感受着此人的不凡 心中有了想要拉拢此人的想法 我乃太阳星的先天生灵 帝俊 坤鹏道友 不知听完道 可否随我回太阳星一句 我观道友气质不凡 定然不是寻常之人 坤鹏看着帝俊 也是心生好感 道 也好 那就叨扰了 帝俊听后 自是开怀大笑 此霄宫内 红军用神殿向外看去 发现差不多都来齐了 再次一看 发现不止通天没来 女娲和福西 居然也没来 突然红军想到 好像在哪见到过女娲和福西 卧槽 那不是在天庭出事的时候 见到的女娲和福西吗 难道时候 他们两人就跟着第一了吗 该死的第一啊 这福西不来就算了 女娲这怎么办啊 她可是天道六圣之一啊 天道这时也出现了 感受到女娲确实没来之后 缓缓说道 罢了 女娲注定是要走上圣人的道路 就算她不来 我也有办法让她乖乖成圣 你不用管了 红军想想也是如此 便点了点头 红军此时直接吩咐童子开门了 紫霄宫外的人还在联络着感情 突然紫霄宫的大门缓缓打开 只见门前出现了两个小道童 修为居然比他们都高 达到了大罗金仙出气 这二人就是浩天和瑶池 众人心惊不已 没想到两个看守大门的道童 都有如此修为 瞬间安静下来 诸位请进吧 浩天乃声乃气地说道 于是 众人瞬间化作一道光式的 窜进紫霄宫内 最快的则是老子和元氏 他们看到讲道的最前方 拥有着六个蒲团 瞬间坐了过去 紧跟着速度最快的昆鹏和红云 也紧随其后坐到蒲团上 随后就是帝君和太医师展 本命神通坐上了蒲团 其余众人建蒲团都坐没了 也不再争抢了 各自找了个地方就坐下了 众人都在等着红军到来 但是红军却迟迟不出现 众人心中疑惑 此时的红军人都骂了 这准题和接引 按说应该要到了呀 怎么还没来 不行 我看看吧 说吧 红军施展圣人神殿看向混沌 发现居然没有这两人 红军顿时冒出一股冷汗 这可是还罗侯自爆西方 灵脉因果的最好机会 怎么这两人还不来 想到此处 红军以圣人神通 直接降临在了须弥山 寻找着这两人 不一会儿 红军发现 他二人居然被封印在了阵法之中 怪不得不来听自己讲道 该死的 肯定又是地一干的 他为什么要封印这二人 因为罗侯吗 说着 红军一到神通破开阵法 然后化作一个普通老者走了进去 此时准题和接引 感觉到阵法破了 心中惊喜不已 准题高兴说道 师兄 阵法终于破了 我们可以出去了 接引也高兴道 是啊 师弟 可惜我们赶不上听道了 准题接着说道 师兄 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直接去找 那位第一前辈拜师吧 接引听后点点头 二人就开始往外走去 只见红军从外面缓缓走进来 开口说道 你们二人想要去听道吗 频道可以送你们一程 准题接引两人心中疑惑此人的来历 接着说道 我们赶不上讲道了 我们要去巫族了 说吧 两人也不管红军了 就要走 红军此时心中骂娘 两个蠢货 算了 谁让老道欠你们的 只见红军突然施展大神通 将准题和接引两人 直接就送到了紫霄宫门口 红军则是已经回到了紫霄宫内 师兄 这是哪呀 我们怎么到这来了 接引也是一脸疑惑 突然看到紫霄宫排扁 师弟 我们来到紫霄宫了 看来是刚才那位高人相助啊 准题也一脸惊喜 太好了 师兄 趁现在还没开始 我们快进去吧 接引点点头 就往里走去 他们刚刚是想去哪来着 不过看到紫霄宫的门口大开 便把刚才一闪而过的想法 也抛之脑后了 就在紫霄宫内的这些人 都等得快要不耐烦了 疑惑红军怎么还没出现的时候 门外走进来两道身影 只见这二人身着破烂 好像个乞丐似的 接引和准题 看到前方的六个蒲团 感觉到这蒲团可能有大纪元 可是看向蒲团前两位 发现老子和原始气息深厚 明显比自己二人要强 接着又看向帝君和太医 发现这两人也是实力不俗的样子 不好惹 最后 两人盯上了红云和昆鹏的座位 两人对视一眼 都明白了对方心中所想 只见准题 忽然嚎逃起来 啊 我兄弟二人好惨啊 好不容易从西方赶来 经过混沌 九死一生 如今到了紫霄宫 竟然没有个座位 能让我二人歇歇脚 我还是撞死算了 说完就照着紫霄宫内 靠近红云的一颗柱子撞去 其余人都看着准题的表演 心中震惊到 这哪来的两笔啊 演技也太烂了 只见此时的红云 看见准题就要撞上柱子了 连忙起身拦住准题 就在红云起身之后 竟影顺势立马坐到红云的蒲团上 红云刚想劝说准题来着 发现自己作为被抢 脸色瞬间难看 准题顺势说道 多谢这位道友啊 你真是个好人啊 红云剑抢不回来蒲团了 于是无奈地跟郑元子 坐到一边去了 郑元子气愤道 红云老友 你怎么能被他们 这么简单地就骗了呢 很明显是这二人演戏啊 红云善善笑道 哎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在那人要撞上柱子的一瞬间 我就莫名其妙地自己起身了 想必那作为不属于我吧 郑元子无奈道 哎 那蒲团肯定有大机缘 此番损失不小啊 红云无所谓道 算了 老友 没有就没有了吧 郑元子叹了口气 继续坐着了 只见这时准题又盯上了昆鹏的座位 你这道人 快给我让个坐 没看我们师兄弟两个吗 一个座位怎么够坐 昆鹏听到准题 竟然找自己的麻烦 瞬间大怒道 你们师兄弟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我是不会让的 昆鹏说完 准题和街影对视一眼 两人瞬间同时出手 昆鹏一个反应不及 跌落座位 准题这时 顺势坐上昆鹏的蒲团 昆鹏见自己的座位被抢了 心中恼怒道 简直欺人太甚 做事就要上前抢回座位 昆鹏顺便看向帝郡 只见 帝郡此时双眼紧闭 仿佛没有见到刚刚发生的这一切 心中闪过一丝阴郁 就在昆鹏上前 想要有所动作之时 一股镇压一切的气息 出现在高坐之上 众人胆战心惊 这就是圣人吗 既然光气息就这么强 昆鹏还想说些什么 却直接被红军打断 此次讲道将持续三千年 而等需认真感悟 结束之后 若有疑问 再问平道 说吧讲道便开始了 昆鹏怒火中烧 但是 圣人当前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憋屈地走到一边坐着了 昆鹏看向红云 心中愤怒道 都怪你这该死的家伙 要不是你让座 我的座位怎么会被抢 接着又看向帝郡 神色莫名 还说想要和我结交 关键时刻居然不出手帮我 该死 第32章 紫霄公讲道 昆鹏此人心胸狭隘 被他盯上 还是很难受的 昆鹏的座位被抢 第一时间恨的不是西方二人 而是红云和帝郡 可见此人的小度机长 就在昆鹏还心怀怨恨的时候 红军的讲道已经开始了 众人都开始认真听讲 不敢出声 此时 就在洪荒之中 一处偏远之地 一只长有六只耳朵的灵猴 正在用他的天赋神通 偷听着红军的讲道 他本是想去紫霄公听道 但是以他现在的修为 根本穿不过混沌 到达紫霄公 只能出此下策 此时 红军突然停了下来 他感到有人偷听 心下不爽 接着施展神通说道 法不传六二 其余紫霄公众人 在听到红军这句话后 都在心中细细考量 也不做声响 只是施展各自神通过后 才恍然大悟 而这时 那洪荒之中的小魂 已是奄奄一息 六耳经费 过去很久之后 他才缓过进来 只见他痛苦万分 心下苦笑 这下可好 本是想利用自己的天赋 夺得一丝好处 却没想到 自己命都快保不住了 红军那几个字 应该也让别人 不敢再传授我功法了 今后如何是好 转念一想 这洪荒之中 能够让我在洪荒之中 活下去的 恐怕只有那位 巫族的第一前辈了 只能看自己 有没有造化 被他收下了 想到此处 这灵侯缓缓 向布州山爬去 红军讲道 才刚刚一百年不到 此时坐在蒲团之上的 老子气息震动 红军看着 正在突破的老子 心中自豪不已 我讲得到 自始无人能比 周围气息逐渐平复 老子这时 也睁开双眼 老子成为了 紫霄公这些人里 第一个进入 大罗金仙的人 紧跟着又是两百年 原始也突破到了 大罗金仙 这时 太一和帝郡 纷纷也到达 大罗金仙 准提和接引 两人稍慢一些 一直到五百年 才突破大罗金仙 此时 昆鹏看着 蒲团上的六个 这么快地突破 大罗金仙 眼底阴霾地 又看了红云一眼 却发现 红云也已突破 心里更是记痕 但也不得不继续 感悟 以求早日赶上 红军的讲道 还在继续 不知不觉 已经要三千年了 以上便是大罗之道 第二次讲道为 准圣之道 这时所有人都醒了过来 知道还有第二次讲道 高兴不已 这次讲道 就让人收获颇多 居然还有一次 红军猜到众人心中所想 继续说道 本次讲道 一共分为三次 分别是大罗之道 准圣之道 和圣人之道 众人心惊不已 现在 等有什么疑惑 可以问出来 说着 老子领悟到了红军的意思 开口道 老师 什么是准圣之道 红军缓缓开口道 准圣之道 和圣人之道息息相关 下次讲道再说吧 如今还不是你们该知道的时候 过了一会儿 等众人将境界问题提问完了 红军心底下思索 女娲和通天是来不了了 看来只能收图帝郡和太医了 本来想要第三次讲道再收图 看通天和女娲的情况 还是提前收吧 就在红军还在解答 众人疑惑的时候 第一这边 也已经讲道完成 这就是从大罗修炼到 混缘大罗金仙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就是以法则突破 这样实力也会更强 通天女娲福西等人 心中恍然大悟 经过第一的讲道 众人的修为 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通天踏入大罗金仙后期 女娲和福西 纷纷踏入大罗金仙初期 孔轩和大鹏两个也踏入了太医金仙初期 就连原凤这个混缘金仙巅峰的境界 听着第一的讲道 都有所精进 用不了多久 也能踏入混缘大罗金仙了 第一 发布任务 请前往紫霄宫 抢回属于女娲的宝物 奖励法宝商店混沌质宝品类 自选一件 混沌质宝 这可太好了 第一回过神来 看向通天 女娲和福西笑道 走 带你们去拿个机缘 原凤一听 也来精神了 带上我带上我呀 第一 我也要去 第一点点头 带着众人 就像紫霄宫而去了 紫霄宫 时间回到红军 打算提前收徒这里 只见红军正了正色 缓缓说道 天道完善 久违极朔 此时紫霄宫众人听到这话 哪里还不明白 圣人只有九位 一个个眼神炽热地 看向红军 希望那个人会是自己 红军继续说着 眼神看向蒲团上的六人 太上老子 盘古正宗 当为我悬门入室大弟子 老子神色欣喜不已 徒儿 拜见老师 虽然之前已经拜过来 但是戏 还是要做一下的 红军点点头 顺势拿出天道 给他做的太极图 甲 送给了老子 老子看着太极图 爱不释手 想着终于有一件 自己的法宝了 接着红军继续说道 欲清原始 盘古正宗 当为我悬门入室二弟子 说着就拿出盘古番 甲 赐给了原始 原始此时面色战红 呼吸急促 急忙跪下谢道 徒儿拜见老师 多谢老师 此时其他人 看像坐在蒲团上的 哪里还不明白 恐怕这六位 都会是未来的天道圣人了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红军老头 你还真是大放呀 红军面色一宁 他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声音 虽然心里有些发怒 但想到第一已然答应了 不会打搅自己不到洪荒 底气便也足了起来 第一道友 你怎么来了 第一带着女娲等人 缓缓走进紫宵宫 看着红军缓缓说道 也没啥事 就是来给我女娲妹子 取两件法宝 红军道友这么大方 应该不会舍不得吧 红军听后 脸色难看 但还是回应道 道友说笑了 频道的法宝 道友怎么会看得上呢 第一继续笑道 真的吗 你想清楚了 第一此时细血地看着红军 红军看到这个笑容 冷汗直流 生怕第一动手 在众人面前下了自己的面子 于是服软道 嗨 道友别急嘛 频道刚刚想到 我这正好有两件法宝 适合女娲道友 这也是刚想起来 第一听后笑道 还是红军道友有格局啊 说着 红军拿出两件极品先天灵宝 山河设计图和红袖球 递给了第一 第一看了一眼这两件法宝 确定没有问题后 就交给了女娲 女娲看着手中的两件法宝 喜爱的不行 美眸看向第一 愈发迷恋起眼前这个男人 红军此时面色却不大自然 第一的做法 显然是怕自己使阴招 连忙看了看下手 只见大家都低着头 并未注意他们 便放下了心 看女娲收下领宝 顺势说道 不知女娲道友 可愿做我的入室弟子 第一听后瞥了一眼红军 红军见到第一的眼神 也不敢继续问下去了 女娲则是根本没有搭理红军 只顾看着第一的背影 此时第一心中想到 红军第三次讲道之后 会在分宝盐放上很多法宝 让红荒之人争夺 于是心中盘算了起来 红军见第一没有捣乱的意思 则是继续下面的收徒 此时 整个紫霄宫每个人心中 都心惊不已 原来这就是巫族的第一前辈 红军老师居然都不敢招惹 此时 老子和原始都看向了第一身后的通天 他们看不透通天此时的修为 但是他们都不认为 通天会比自己强 而第一此时 脑海中又响起系统的声音 第一 请前往布舟山葫芦藤处 抢下所有葫芦 奖励法宝商店混沌质宝品类 自选一件 小二 我刚才完成的任务奖励呢 第一 主人 等你取得葫芦藤的宝物 之后会一起给他 第一件继续留下去 也没啥意思了 就带着女娲等人 前往布舟山等 葫芦藤出事了 红军见第一终于走了 总算松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街影 你可愿成为我学门外门弟子 街影虽然见到第一 完全不将红军放在眼里 但还是决定答应下来 只不过 表情倒也没有太激动 徒儿拜见老师 红军自然看见街影的情绪转变 第一没来之前 这些人可都是万分期待 成为他的徒弟 现在都看不上了 红军面色正常 心里已经恨死了第一 只见红军接着拿出加持保储 赐给街影 街影这时的表情 也终于高兴起来 红军极力地压制心中的愤怒 继续说道 准提 你可愿拜我为师 准提见街影 都已经拜了 也不再犹豫了 徒儿拜见老师 红军点点头 又拿出十二品功德金莲 假 赐给了准提 红军看着天道 造出这么多假货 心里一阵嘀咕 这么多假货 天道到底怎么搞的 先天至宝都能造假 此时 帝君和太一剑蒲团上 其他人都成为了红军的弟子 有了宝物 两人心里开始期待 自己被收入门下了 只见红军缓缓继续开口道 帝君 太一 你二人可愿 成为我玄门记名弟子 帝君和太一听到这话 都没反应过来 怎么就只是记名弟子了 而此时红军则是想的 反正日后这俩人 也只是棋子 当的记名弟子就不错了 二人对视一眼 心中一横 记名弟子 就记名弟子吧 随即两人说道 徒儿拜见老师 红军点点头后 拿出两件五方旗 递给了他俩 而此时的昆鹏 看到座位上的人都拜师了 而且有了法宝 心中更加嫉妒起来 看向红云的眼神 也愈发阴毒了 不周善 应该就在这里了 第一看着眼前的隐秘阵法 缓缓说道 袁凤疑惑问道 这阵法隐秘的是宝物吗 第一神秘笑道 这可不仅仅是宝物 女娲等人都疑惑了 不仅仅是宝物 那说明是什么 这里面有大机缘 众人都心惊不已 说话间 第一已经破开阵法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葫芦藤 葫芦藤上 接出了七个颜色不一的葫芦 但是还没成熟 众人都心惊不已 这葫芦如果成熟了 一个葫芦就是先天极品领宝啊 这居然有七个 第一看着这葫芦藤 不自觉地就唱起来了 葫芦啊 葫芦啊 一根藤上七朵花 伏羲则是听得入迷了 只见他激动开口道 大哥 你还懂音律之道呢 第一笑着说道 一时走神 略懂略懂 伏羲则是不太相信 因为刚刚那段音律 一般人可参悟不出来 自己精通音律之道 都没有创作这么一段音律呢 只见第一开口道 看来这葫芦要成熟 还要一段时间 让我来给他加点料 说着 第一拿出一瓶三光神水 浇灌在了葫芦藤上 只见 刹那间 七个葫芦光芒四射 气息也传遍整个洪荒 第三十三章 妖族雏形 而在紫霄宫的众人中 老子和原始 太义红云等人都感应到 和自己有缘的宝物出世 不一会儿 第一见葫芦都成熟了 便把葫芦分给了在场的众人 第一看着葫芦藤 心中想到 这应该就是 女娲造人的仙天熙壤了 还有这葫芦藤 应该就是造人边了 只见此时的女娲 盯着葫芦藤 和那些仙天熙壤 心有所感 女娲还没开口药呢 第一 就已经开口道 女娲 去把葫芦藤 和下面的熙壤收了吧 日后 你若是感悟到什么了 记得提前和我说 女娲感激地点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 多谢大哥 说吧 女娲已经将熙壤 和葫芦藤都收起来了 而这时 还在紫霄宫的老子等人感觉到 和自己有缘的宝物 居然没了 机缘被夺 原始脸色难看至极 其余几人 心中也是 愤怒不已 红云感受到自己的机缘没了 倒没有太大的遗憾 只觉得可惜 红军这时开口说道 下次讲道 将在三千年后 为准圣之道 红军此时 也结束讲道和收徒了 紫霄宫的众人 心中略显遗憾 没能败入红军门下 不时片刻 紫霄宫的人都走干净了 还有多久到 红军思索片刻回答道 应该要不了多久了 别着急 第一等人 这时正在回巫族的路上 脑海中传来系统的声音 第一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法宝商店混沌质宝品类 自选两件 第一接着看向 混沌质宝品类的商店 缓缓呢喃着 混沌质宝这么多 该选哪两个呢 突然第一想到 混沌无极刀剑阵 又看到两个心中满意的 于是便决定这俩了 小二 我选混沌无极神剑 和混沌无极魔刀 叮 恭喜获得 混沌无极神剑 混沌无极魔刀 第一看着系统空间的 两把混沌质宝心中满意道 这两件法宝 肯定是跟那混沌无极刀剑阵式配套的 三件混沌质宝配合起来的大阵 应该会很爽吧 还有两次讲到的时间了 道时天道 就会突破到天道境 如果我不能突破 混沌大罗金仙七重以上 恐怕巫族将会凶多吉少 第一开始考虑起 要怎么在红军三次讲到之前 突破混沌大罗金仙七重天了 道时就算不是天道的对手 也可以借助这么多的混沌质宝抗衡一下 不至于直接被镇压 回到巫族之后 第一吩咐给众人一些琐事之后 就开始闭关了 几年过后 自从帝郡和太一 从紫霄宫回来之后 便开始大力地发展起自己的势力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不少人 加入了他们二人当中 帝郡这时还在思考自己的势力 叫什么名字才好 太一这时从外面又带回来一个人 此人名叫白泽 乃是天地间少有的祥瑞之兽 可以屈及避凶 更是少有的智慧型神兽 帝郡看到 太一带回来 一个神兽上前问道 太一 这位是 大哥 他说他叫白泽 算出我们两人日后成就不凡 想要追随我们 我就给带回来了 白泽这时跟着打了个招呼 在下白泽 见过大人 帝郡只一眼就知道了 拥有白泽的好处 内心兴奋不已 还是客气说道 白泽老爹 客气了 只要你跟着我们兄弟二人 我们一定能做出一番大成就 就在见到白泽之后 帝郡终于知道自己的势力 应该叫什么了 紧接着看向太一说道 太一 从今以后 我们的势力就叫 妖族 天下万物生灵 生出灵志 曾经化行之后 皆可算作我妖族 从今天开始 我们妖族正式成立 白泽 你今后就是我妖族的第一位妖圣 白泽听后开心不已 越发觉得 自己投靠帝郡两人的决定 非常正确了 大人 我还有几个至交好友 是否可以把他们一起 劝说来妖族 帝郡听后更加高兴了 白泽的实力已经不错了 他的朋友肯定也不会弱到哪去 于是说道 太好了 白泽你放心 你的朋友 就是我帝郡的朋友 多谢大人 我这就去叫他们一起 加入妖族 好好 去吧 说吧 白泽已经离开了太阳星 这时太一过来问道 大哥 你创建事里 到底是想干嘛 帝郡缓缓开口说道 太一 我从和图洛书中感悟道 我们将来的正道之路 和别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聚集洪荒的气韵之力 以大气韵正道 太一这时也明白了 说道 那看来 我们要一统洪荒大地 才有可能做到啊 洪荒这么多种族 该如何做呢 帝郡这时 也缓缓点头说道 是啊 做到这一步谈何容易 光是巫族 就是我们惹不起的 那第一和红军老师是一辈的 我们不好惹他们 太一这时不屑说道 大哥 你怕什么 等日后我实力增强了 肯定有办法能打过巫族的 帝郡无奈地摇摇头 什么也没说 突然帝郡像是想到了什么 恍然大悟 太一 我知道 我们怎么才能对付了巫族了 我差点忘了 那第一和老师有仇 我们又是老师的徒弟 虽说是记名弟子 但是也算弟子啊 只要我去求老师 他是不会不帮我们的 到时只要老师牵制住第一 其余巫族交给我们 那还不是简简单单 太一一拍脑袋 对啊 到时 只要我们也正到成功了 也就不用害怕第一了 帝郡这时也兴奋地说道 等到下次讲道 我就去请示一下老师 问一下他的意思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先发展我们妖族 一定要超过巫族 此时 红军和天道 看着太阳星的帝郡和太一两人 什么话也没说 天道看完就消失了 红军的嘴角 则是露出一丝笑意 准题和剑影这时 还没有回到西方 而是在东方 寻找各种秘境和法宝 甚至这两人见人 就说一句道友请留步 你和我西方有缘 随我回西方去吧 结果得到的回答都是神经病 那鸟不拉屎的西方 谁会去啊 但凡不配合的 都被两人以绝对的实力 打晕 然后带走 活脱脱的两个强盗 没过多久 整个东方都知道 有这么两个西方的人 在东方不仅抢宝物 甚至连人都抢 修为低的 纷纷不敢出门了 这天 准题和街影 看到前方有一个好苗子 顿时心生一计 第34章 准题想收孔轩大鹏 只见准题缓缓上前说道 小友请留步 那人回头疑惑问道 你们两个有事吗 准题再次开口道 我看小友和我西方有缘啊 不如随我回西方 那人像是看二比似的 看着准题和街影 你们确定要我跟着你们去西方 准题见游戏 终于遇见个不用自己动手的了 于是说道 那是自然 小友资质不凡 在我西方 能得到最好的修炼资源和指导 以及我们师兄弟的亲自指导 我们二人可是红军道祖的徒弟 天赋一饼 紫霄公众人尊称 红军为道祖 这时 一道身影 从远处缓缓来到 刚才准题喊的那人身边 哥 快走啊 我们该回去了 被娘亲和师父发现就完了 没错 来者正是大鹏 而旁边的就是孔轩 这两人在巫族待得无聊 就出来完了 而准题看到 又来了一个好苗子 心中更加激动了 今天居然碰到两个资质 如此逆天的后辈 真是天道眷顾 准题接着说道 小友 你和我西方有缘 你们都和我西方有缘 随我回西方吧 说着就要动手 孔轩这时冷静说道 老道 你可知我们二人的身份 你敢动我们 准题此时只觉得 他是在忽悠自己 也没当回事 继续出手 要将二人带走 大鹏和孔轩看着 马上就要被准题带走了 两人奋起反抗 虽然两人才 太已经先中期 但是两人的神通不凡 倒也不会一点胜算 都没有 准题看着两人居然 想要出手 轻蔑一笑道 小友 还是老是随平道回西方吧 免得少受皮肉之苦 就在这时 天边传来一声怒吼 谁敢欺负我二 紧接着 一道神通 来到准题面门 准题双眼惊惧 这道神通 根本不是自己能抵挡的 街影也感觉到 这道神通的厉害 急忙来帮准题 终于 在两人的合力下 才算挡下这道神通 但是二人 还是被击飞了出去 准题和街影 顺势起身 撒鸭子就跑 边跑准题 边后悔道 干 今天怎么就 惹到这么两个小东西 真是晦气 等日后 我一定要收下这两人 来者正是元凤 他发现两个小家伙 不见了之后 就顺着气息找了出来 刚好看到准题要出手 直接喊怒出手 此时 元凤已经来到 孔轩和大鹏面前 他没有去追准题 和街影两人 而是对着孔轩和大鹏一顿骂 你们两个兔崽子 才什么修为 就出来乱跑 要不是老娘来得及时 你们被拐走了 我都找不着 两个小家伙低着头 完全不敢说话 赶紧给我滚回去修炼 不到大鹏 不许出来乱逛 说吧 两个小家伙逃逝的 飞速回到巫族 元凤紧跟着 也回到了巫族 就在元凤回到巫族之后 整个巫族的气韵 居然增加了一丝 此时地义睁开双眼 呼出一口浊气 元神混元大罗金先四重天 肉身混元大罗金先五重天 看来想要到七重天 还得需要些时间 先出关看看大家吧 定 恭喜获得神级奖池抽奖一次 是否抽奖 小二 开始抽奖 定 恭喜获得混沌至宝 混沌无极刀剑阵 第一看着眼前的剑阵 兴奋不已 居然这么快 急起这套剑阵了 第一看了看这套剑阵的详细说明 更加激动了 混沌无极刀剑阵 配合混沌无极神剑和混沌无极魔刀 可爆发自身实力的双倍战力 双倍战力 如今我是会员大罗金先四重天 双倍战力加持下 实力应该可以达到七重天 天道和红军合道之后 将会是天道静一重天 到时倒是可以用这混沌无极刀剑阵周旋一下了 本书境界 会员大罗金先 天道圣人 会员无极大罗金先 会员太极大罗金先 天道静 半步大道 大道静 查看完获得奖励和布置阵法的方法 第一就出关了 通天此时就在祖屋殿处 正在等着第一出关 第一刚出来 就看到通天在等着自己 疑惑问道 通天 你在这干嘛 通天见第一终于出关上前说道 大哥 我想去红荒游历一番 我的剑道需要历练才能精进了 第一听后说道 也好 我也修炼得无聊了 还没有好好游历过红荒 一起吧 后土这时也来到祖屋殿前 委屈巴巴地说道 大哥 上次我们游历红荒 那么快就回来了 这次说什么 你也要带着我多晚会儿 第一笑笑道 好好 上次不是有事吗 这次没事了 正好你去叫上玄冥 我们一起 后土听后高兴不已 连忙去叫玄冥了 就在第一再得通天指导修炼疑惑的时候 圆凤也来了 圆凤也说 想去游历下红荒 之后就回凤族了 第一点头同意了 不过片刻 后土已经带着玄冥来了 当他们看见 圆凤也在第一身边的时候 两人欣喜的表情突然就淡了下来 通天看着这三个女人 为第一捏了把汗 第一也发现了 不止后土和玄冥的表情不太好看 圆凤的表情也不太好看 第一心中喃喃道 希望这不是个馊主意 果然是三个女人一台戏 紧接着 第一打了的哈哈说道 好了 好了 人都齐了 我们出发吧 第一站就先去东海 然后再去北明 西方太破了 就不去了 最后再去南方的不死火山 看看你们凤族如今的实力 圆凤点点头看着后土和玄冥说道 不知两位妹妹以为如何 后土和玄冥对视一眼 就知道了对方心中所想 自然是听大哥的 大哥去哪 我们去哪 第一在一旁无奈的无脸 就这样 一行五人开始游历洪荒 第一想了想 按照前世看的洪荒小说的话 现在这个时间段 妖族应该已经成立起来了 并且和巫族已经有了不可调节的矛盾 不知道现在帝君和太医进展到哪一步了 也没听帝将他们说 有人找事 第一继续想到 也是 现在的帝君和太医完全不足为虑 在我的操作下 十二组屋提前出世 哪个不比现在的帝君和太医要强 第一看向后土问道 小妹 现在其余兄弟几个都修炼得怎么样 怎么都没有人找我问修炼的问题啊 第三十五章 通天战准题和接引 后土看向第一温柔说道 大哥 其余人你不知道 你还能不知道二哥和五哥的实力吗 不过有一个人 你猜不到现在他的实力 后土说完 便笑嘻嘻地看着第一 第一脸疑惑道 谁这么厉害 连我都猜不到 后土开心说道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第一一脸无语道 小妹 你不会又要跟我说 你赢过你二哥和你五哥吧 后土接着说道 当然不是我 是玄冰姐 她现在可是掌控了两种法则 咱们兄弟除了你和二哥五哥 都没人打得过玄冰姐呢 第一恍然大悟道 原来是玄冰妹子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妹子 你掌控两种法则了 玄冰听着第一的夸奖 心里一喜 然后说道 大哥 是与之法则和杀戮法则 元凤在一旁听到 都震惊到看了玄冰一眼 然后说道 真是恭喜妹妹了啊 居然能同时掌控两道法则 想必未来成就混元大罗金仙 不是难事了 玄冰看着元凤回了句 多谢元凤姐姐夸奖 第一看着后土和玄冰此时的修为 都是混元金仙中期 元神修为也来到了大罗金仙中期 心中很是高兴 基本上每个祖乌 现在的肉身修为 都到了混元金仙中期 卓九英 很可能已经混元金仙后期了 因为第一把时间法则的造花玉碟碎片 给卓九英参悟去了 就现在巫族的这个实力 帝君和太医不到紫霄公二讲之后 是不敢和巫族造次的 众人慢悠悠地赶往东海 不知过了多久 几人见到前方有一个洞天福地 而此时那洞天福地里 挣出来两个人 他们衣着破烂 一头卷发 面色蜡黄 一看就跟营养不良似的 第一看着此二人的模样 心中有了猜测 知道这两人 应该就是西方那两个 来东方打秋风来了 元凤此时看着这两人 感觉有些眼熟 突然想到 这不就是 打他两个儿子主意的那两人吗 紧接着 元凤双拳紧握 目光死死地看着那两人 第一这时发现了元凤的状况 连忙问道 怎么了 元凤 这两人你认识 元凤缓缓开口说道 这两人曾经打过小轩和小鹏的主意 想要将他们带到西方 幸亏我及时出现 才没有让他们得逞 第一听后 恍然大悟 我第一的徒弟都敢惹 这两人有点胆气啊 通天你不是要磨练剑道吗 机会来了 不把他们打得求饶 你就不用回来了 通天看着这两人缓缓说道 放心吧 大哥 他们竟敢欺负我的侄子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说吧 通天上前走去 第一一脸无语道 这臭小子 说什么侄子 等他回来再收拾他 元凤听到通天此话之后 心里欣喜不已 脸色慢慢就红了起来 后土和玄冥看着元凤此时的状况 两人对视一眼 缓缓笑道 元凤姐姐不要生气了 通天弟弟肯定会好好收拾那俩道人的 元凤低着头 不敢抬头地 恩了一声 第一看向通天和西方两人的方向 缓缓走去 此时通天已经来到准提和接引的跟前 准提和接引 仔细地打亮着眼前之人 片刻之后 准提开口问道 道友 不知如何称呼 来此为何 通天淡淡说道 就是你们二人欺负了我侄子 我大哥让我来揍你们 两人听后恍然大悟 最近唯一得罪的 也只有那两个天赋一柄的孔雀和大鹏了 看来是被碰上了 准提接着说道 道友有话好说 这是一场误会啊 通天见第一等人就要过来了 直接抱起出手 准提和接引一看 通天直接出手了 心中恼怒不已 接着准提说道 其人太甚 说吧 三人站作一团 只见通天直接祭出倾平剑 周身剑气环绕 气势磅礴 直接杀向准提借引二人 第一看着通天的战斗点点头道 不错 见到法则20%了 很快就能突破混元金仙了 后土和玄冥两人在一边给通天喊道 弟弟 你拿朱仙四剑跟他们打啊 让他们知道得罪咱们巫族的下场 第一一脸无语道 那两人修为才只是大罗金仙出七 本就比通天弱了 再加上朱仙四剑 你们是想让通天魔力剑道 还是单纯想看好戏啊 后土和玄冥善善笑道 这不是怕他们两人跑了吗 第一继续看向通天和准提接引的战斗 通天始终都是压着准提接引两人打的 两人虽然也有极品先天领宝 但是修为落后通天太多 只能被动挨打 准提见通天的攻势如此凌厉 心生退役 他看向接引 两人对视一眼 瞬间明白对方心中所想 只见准提和接引两人全力爆发出实力 一击击退了通天 转身就要跑 只是二人还没跑两步 就跟撞到了一座大山似的 直接被弹飞回去 准提此时被撞得头晕眼花 向接引说道 师兄 你看到是什么东西了吗 撞死我了 接引此时也是感觉天旋地转 完全没看清刚才撞到了什么 只见此时第一缓缓开口说道 你们撞的是老子 准提接引 你们欺负我徒弟 还来撞我 两人看向眼前之人 发现竟然是巫族的第一组巫 两人瞬间冷汗直流 赶忙求饶道 第一前辈 我二人真不是故意的 我们不知道那是您的弟子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通天此时也过来看着两人 第一接着缓缓说道 你们还没打完呢 继续吧 别跑啊 跑的话 我可不会留守了 此时的准提和接引 两人心中悲愤不已 但却只能答应下来 只有这样才能有一条活路了 通天剑撞 顿时再度出手 剑势更加凌厉了 准提和接引 两人慌忙应对 被剑气打得一道又一道的伤口 第一看着通天的表现 点头称赞道 不错 越来越我的风范了 诸仙四剑要是其出的话 通天的剑道还会更强 第36章 红军来就西方二人 只剑准提和接引 再也抵挡不住通天的攻势 纷纷败下阵来 通天见二人已经没有反抗之力了 便来到第一面前 第一看向元凤暗中传音道 元凤 你想怎么处理这二人 元凤心中 思索难难想道 第一为什么会问我 难道这两人有什么背景 以第一的雷霆手段 这二人绝不会活过片刻 这洪荒中能让第一忌惮的 应该就是那天到了 看来应该是如此了 第一看着元凤好像走神了 于是接着问道 元凤 你想什么呢 你想如何处置这两人 元凤此时回过神来说道 第一 这二人也没有讲小萱和小鹏怎么样 不如就放了吧 元凤其实也想直接杀了准提接引 但是他不想让第一再跟天道对上了 天道毕竟是洪荒的天道 不会那么容易对付的 第一想了想 感觉这不符合元凤的性格脾气 转念一想 好像知道元凤为何会这么做了 于是心中一暖 此时第一看向准提和接引 缓缓说道 你们二人竟然以大欺小了 我这个做师父的 也不能不给我徒弟出气 你们两人自费修为 此事就算结果 准提和接引 听到第一的话 两人面色惊恐道 前辈 你就大人大量饶了我们吧 修为废了 我们还如何再洪荒生存下去啊 准提这时接着说道 第一前辈 我们刚拜师红军老师的 还希望 您能放我们一马 元凤听到他们这句话 心中想到 果然是这样 第一不屑说道 哼 红军那老道敢来试试 你们二人想用红军 让我饶了你们 怕是找错人了 说吧 第一便要亲自废了 他们的修为 准提和接引 两人见第一真的出手了 双双面露惊恐 眼神绝望 而远在紫霄宫的红军 再也坐不住了 他没想到 第一真的敢出手 将这二人废掉 这要是真废掉了 还玩个屁啊 只见红军瞬间出现在 第一身前 拦住了第一 第一看着红军 缓缓开口说道 红军 你想保他们两人 红军善善笑道 道友 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况且他们二人知错了 不如你把他们 交给怕频道 频道回去 一定会好好教训他们 第一玩味说道 行啊 你想好用什么 买他们两个人的命了吗 红军脸色一抽 看来今天不出点血 还真就不下这两个蠢货了 红军陪笑道 道友啊 你看我们也是从龙汉 就认识的老朋友了 你说吧 需要什么条件 第一缓缓说道 这是你说的啊 我要两件极品先天灵宝 何图洛书和十二品轮回子联 红军一脸震惊 第一是如何知道 十二品轮回子联在自己这的 自己可从来没有透露过和用过呀 最难的还是何图洛书 这玩意儿在帝君手里 这怎么搞 红军尴尬说道 道友 十二品轮回子联可以 但是何图洛书在帝君手里啊 我也不能问徒弟要法宝吧 第一表面没有动作 心里却小小的兴奋了一下 没想到轮回子联 真的在红军这 只见第一缓缓开口道 也罢 我们同为师尊的 我也不难为你 你把轮回子联拿过来吧 日后 让他俩老实点 再惹到我的人 就没那么简单了 红军心中疑惑 今天的第一 怎么这么好说话了 但还是赶紧拿出轮回子联 递给了第一 接着说道 道友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管教他们的 我们下次再聚 频道先走了 第一点点头 红军顺势带着准提和接引就走了 不时片刻就到了须弥山 此时准提和接引 看着红军阴沉的脸色 瑟瑟发抖 红军缓缓开口道 你们二人在东方怎么打秋风都可以 但是在你们实力还不够多时候 少去招惹巫族的人 两人听后急忙点点头 说道 老师 我们知道了 以后不会招惹巫族之人的 这次还得多谢老师 救下我们师兄弟两人了 红军听后 什么话也没说 就消失在了须弥山 准提和接引见红军走了 心里松了一口气 师弟 我们在东方的时候 还是小心些吧 那弟等人不好惹啊 准提听后 也是点点头同意 此时 第一看着眼前的轮回紫帘 心中惊喜 这轮回紫帘 可以给后土慢慢参悟轮回法则 将来也是后土的一大助力 小妹 这轮回紫帘最契合你 要好好参悟 其中蕴含的轮回法则 后土听着第一的话惊喜不已 大哥果然是向着自己的 可是后土紧接着想到 大哥把轮回紫帘 给我会不会不太好呀 毕竟放走了那二人才换来的这个法宝 圆凤姐姐会不会不高兴 思索片刻后 于是后土说道 大哥 这轮回紫帘还是给圆凤姐姐吧 第一听后一愣 圆凤也是 但转瞬间 圆凤明白了后土心中所想 于是圆凤笑笑说道 后土妹妹 你就收下吧 这可是轮回法则呢 而且我也参悟不来 我只能参悟火之法则 后土为难的欲言又止的样子 第一虽然心中疑惑 但还是将轮回紫帘递给了后土 后土思考之后 还是收下了 接着对圆凤说了句 谢谢圆凤姐姐 第一一脸猛逼 不是应该谢我吗 女人可真奇怪 突然想起 之前后土说 玄冥掌控了杀戮法则 倒是可以把弑神枪给玄冥了 以后基本他都得用混沌质宝对战了 弑神枪倒是作用小了一些 于是第一看向玄冥说道 妹妹 你的杀戮法则领悟 是不是很慢呀 玄冥听后点点头道 是啊 大哥 怎么了 第一顺势拿出是神枪说道 这是神枪 你应该也知道 里面倒是蕴含一部分杀戮法则 从今后这是神枪就归你了 玄冥心中感动 可还是推辞道 大哥 还是你用吧 我已经有法宝了 而且 你的法宝都分给我们兄弟几个了 你都没了 第一件状笑笑说道 第三十七章 金凹岛现 通天突破 你以为你哥这么穷吗 放心吧 我有的是法宝 你就用这个吧 这个是神枪 还是很契合你的 玄冥一脸为难 后土健壮 也不跟第一刻起 拿起是神枪 就往玄冥怀里送 玄冥无奈笑道 小妹 你这是干嘛 后土调皮说道 姐姐 你就收下吧 大哥有分寸的 玄冥听后 也只能点头同一下了 众人继续向东海走去 此时 东海龙族的现任族长竹龙 正在头疼不已 竹龙自从立下天道誓言之后 就去东海之极 镇守东海之眼去了 临走前 把龙族族长之位 传给了竹龙 竹龙看着龙族如今的惨状 深深叹了 一口气道 哎 如今谁能就遗救我龙族啊 族人一代不如一代 该如何是好啊 第一等人 这时也已经到了东海了 第一对通天试探着问道 通天 你感应到什么没有 通天摇摇头道 没什么感应啊 怎么了 大哥 第一心中思索道 难道说 非得通天成圣之后 才能感应到金熬岛的所在吗 想想之后 又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只能再转转碰碰运气了 第一接着回答道 没什么 我们在东海好好转转吧 说不定能碰到什么机缘 几人听后都点点头 通天心中思索着 第一刚才问自己的话的含义 片刻之后 通天好像感悟到了什么 通天赶紧对第一说道 大哥 感应到了 还要往前走走 走吧 听通天的 第一心中想道 果然还得本尊来才有用啊 那个家伙 应该也在那岛上吧 接着 众人有说有笑地 跟着通天出发 众人跟着通天走了五天 这时后土说道 小弟 你感应到的机缘还没到吗 通天此时尴尬说道 后土姐 我感应到 应该就是在这附近了 只是我还没找到具体的位置 不过应该很快就找到了 后土笑笑说道 不着急 你慢慢找就是了 第一此时也在沟通着系统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小二 你不是能找到阵法吗 金凹岛应该有阵法吧 你能找到在哪吗 第一 主人 金凹岛没有阵法 它是顺应通天而出现的机缘宝地 最好让通天自己找到 才能有更大的好处 第一心中明目 突然通天感应到 机缘就要自己出现了 慌忙对第一等人说道 大哥 机缘要来了 第一神色奇怪 没想到金凹岛居然是自己跑出来的 只见此时天地色变 机缘降临 此时一座岛屿出现在东海上方 熠熠生辉 通天看着这座岛屿 心中惊喜不已 这就是自己的机缘吗 第一等人直接进入岛中 就在金凹岛出现的时候 东海中一些龙族得知了这个消息 慌忙跑去向竹龙禀告 族长 族长大喜啊 竹龙见有人如此貌视地进入龙宫大殿 心中不喜悼 什么是慌慌张张的 成何体统 那龙族之人激动地说道 族长 咱们东海之上出现了一座岛屿 灵气四溢的 这岛屿肯定有大机缘啊 竹龙听后也是震惊不已 若是能从岛屿中找到让龙族脱困的方法 那就更好了 得赶紧行动了 不过族长 我刚才看到有几个人已经进入了那岛屿了 竹龙赶紧问道 到底是何人 你可看清了 那龙族之人支支吾吾开口说道 好像隐隐约约看到是那凤族族长 竹龙听后思索道 袁凤 他怎么会来这东海 凤族没有参与那场大战 如今恐怕要比龙族更强啊 思索片刻后 竹龙还是决定去看一看 如果看错了 那不就皆大欢喜了 说着 竹龙已经带着一部分龙族之人去惊鳌岛了 此时 第一众人进入金凹岛后 看到这岛屿内居然有生灵 还不止一个 第一倒是做好了准备 其余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震惊不已 金凹岛内的深处 还有着遍地的灵宝灵根 最低品级都是夏品先天的灵宝灵根 通天此时对法宝什么的 倒是没什么兴趣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 让他自从化形之后 就死死磕在脑海里 怎么也忘不掉的人 第一也看到那人了 接着传音给通天道 此人你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通天听后 更加确定了内心的想法 而通天此时死死地看着的那人 就是后世通天的随士七仙之一 长尔定光仙 在通天还没化形的时候 第一去把他带回巫族的时候 第一当时给他看了他日后的一些投影 这投影里 最让通天难忘的一个是四圣破去他的诸仙剑阵 一个是他最喜欢的长尔定光仙 拿着六魂帆 跑到西方二圣的面前 之前通天看的投影并不真实 只是让他知道了 老子和原始两人日后会被刺他 其余人他也只是有个模糊的影响 此刻在见到长尔定光仙之后 那道投影的内容更加的清晰了 长尔定光仙 此时看到通天一直在盯着他看 还以为自己资质不凡 被高人给看上了 要收图呢 只见长尔定光仙顺势跪下说道 前辈在上 还请收长尔为徒 通天眼神凛冽 就这么死死地看着长尔定光仙 两久之后 长尔定光仙看通天 就这么一直死死地盯着自己 心中也有点慌了 只见通天终于开口道 就你叫长尔 这时 长尔定光仙急忙回应道 是的 前辈 有什么问题吗 通天听后 呜了一声 紧跟着清平剑直接出窍 再看向那长尔定光仙 此时已经人手分离 他的眼中还保持着疑惑的眼神 长尔定光仙根本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死了 他恐怕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死 斩杀长尔定光仙之后 通天收起清平剑 呼出一口浊气 第一来到通天身边说道 若你不想让你那些弟子重蹈覆辙 那便好好珍惜吧 早点提升修为 早点找回最中心你的弟子 通天听后点点头 就在此时通天感觉到 自己倒心通明之后 有了要突破的奇迹 通天连忙坐下 想要顺势突破 第一满意地看着通天说道 两个小妹 你们的小弟用不了多久 就会超过你们了 后土和玄冥看向通天 也是欣喜不已 自己弟弟突破 作为姐姐 应当是要高兴的 第38章 通天收徒 杨梅到来 两久过后 通天终于突破成功 混元惊鲜出气 后土玄冥原凤几人上前 恭喜着通天突破成功 此时金凹岛外 已经围满了龙族的人 竹龙吩咐道 等里面之人出来之后 而等在听我指令行事 竹龙倒也算聪明人 如此行事 也是怕踢到铁板 就这样 龙族的人都在金凹岛外守着 而第一通天等人 此时还在金凹岛搜索着 就在众人慢慢走遍金凹岛的时候 有三个年轻女子模样的人 向通天走去 接着竟是直接跪下 三人说道 前辈还请收我们为徒 这三人 就是后世的金凌圣母 龟凌圣母 和无荡圣母 通天这时心有感悟 知道这是冥冥之中的师徒之源 于是顺势收下三人 第一的眼神 也看向这三人 心中喃喃着 这三个圣母的结局 应该可以改变了 金凌圣母 被燃灯偷袭致死 无当圣母 结交唯一存活的清传弟子 龟凌圣母 居然被闻道人吸干 看来有空给去烫血海了 闻道人臣服也就罢了 若是不服 接着 通天向三人介绍着地义几人 三人惩惶惩恐 第一看着通天 坏笑着说道 通天 你这三个徒弟的天赋 我看了都羡慕啊 不如你云给我一个 通天听后 打着哈哈说道 大哥 孔轩和大鹏 你可都没怎么管呢 这三个好苗子 还是让我来吧 第一撇撇嘴说道 切 小气鬼 众人也将金凹岛巡查得差不多了 灵宝机缘什么的地义 都给了通天 就在众人要离开之时 通天说道 大哥 我觉得这里适合我修炼 我想把这里当做道场 还希望大哥成全 第一知道通天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他也不打算阻止 反而要帮助通天把结教发展起来 日后也算是巫族的好帮手 于是第一说道 你自己决断就好 想我们了就回巫庭 后土和玄冥听到第一这话 心中不舍通天自己在此处修炼 于是说道 小弟 在这修炼有什么意思啊 是巫族待你不好吗 是不是三哥平时欺负你了 我们给你出气 通天看着后土玄冥二人笑着说道 两位姐姐 我又不是不回去了 只是先带着修炼一段时间嘛 三哥可没有欺负我 大家带我都很好 我也很感激大家 但是我有自己的事要做 日后你们会知道的 后土玄冥剑劝不动通天了 也就随他了 通天此时心中却是坚定地想着 大哥 放心吧 巫族不会有事的 就算是逆天 我也要帮你 第一众人打算继续游历洪荒了 通天将众人送到金敖岛外 众人来到岛外时发现周围全是龙族之人 第一早在龙族之人来的时候就察觉到了 只是竹龙没有莽撞地冲进岛内 也算给他们龙族了一条生路 此时竹龙看到出来的竟然是第一 瞬间冒出一身冷汗 硬着头皮上前恭为道 第一前辈 在下竹龙 我带龙族来拜会一下您 早就听说第一前辈战力无双 容貌更是洪荒第一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 第一看向竹龙说道 这么多人就是为了来看我 竹龙 你的算盘我很清楚 不必如此 让你的人都散了吧 今后这里是我十四地通天的道场了 竹龙听后点点头 接着让龙族众人散去 第一众人打算出发了 而竹龙此时心中七上八下 在纠结着 要不要问一下第一龙族的出路在哪里 就在第一众人要走之时 竹龙颤颤说道 第一前辈 还望给我龙族纸条名路 龙族感激不尽 第一反问道 我为何要帮你 竹龙心中大为震惊 自己只是抱着适时的心思 没想到第一真的有办法 但想到第一的话 竹龙知道 今天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也要让第一帮一把龙族 竹龙思索片刻后 忍痛说道 只要前辈愿意给我只挑名路 龙族的宝物随前辈挑 此时第一看向通天 说道 通天 龙族的宝物随你挑 我就不管了 紧接着 又对竹龙说道 你们龙族的机缘 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了 跟一个新诞生的种族有关 到时 你自会感应到时机 到时 可来详细问我 竹龙听后惊喜不已 终于是有办法解决龙族的问题了 至于宝物 那都是身外之物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交代完通天一切事以后 第一四人继续向北明走去 而此时 紫霄宫内可热闹了 红军老儿 你还敢让平道回来 你当初坑害阴阳道友 和乾坤道友的仗我 还没跟你算呢 要不是我命大 我都得死在朱仙镇下了 红军陪笑着 杨梅道友啊 这我也不知 那罗侯的朱仙见证这么厉害啊 等我反应过来 阴阳和乾坤道友 就自爆身亡了 杨梅此时一脸气愤 你做了什么你自己知道 有因必有果 我此次回来 就是与你了解因果的 混沌一战吧 红军也不气恼 配合着杨梅 两人瞬间来到混沌之外 此时的杨梅 已经在混沌之中 正到混元大罗金仙 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 更何况 他掌控的还是空间大道 两人对立虚空 一言不发 突然 红军祭出造化玉碟等 一众法宝 向杨梅打出 杨梅这是施展空间神通 将红军的法宝悉数收下 红军脸色一凝 上前开始 和杨梅赤身肉搏 一道道神通 从两人手中打出 很明显 空间神通更胜一筹 纵使红军也不能敌 红军此时并没有借助天道之力 只是凭借本身的实力 在和杨梅对战 不多时 随着杨梅 一道诡异的空间神通 出现在红军身后 红军反应不及 遗憾败北 这时两人都已经停手了 红军自知不靠天道之力 赢不了杨梅 杨梅也知道 红军还有天道之力没有用 也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 只见杨梅把收走的法宝 都还给了红军 红军收下之后说道 道友 还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小忙啊 只要成功了 我会和天道说 让你以后就留在洪荒 不用再去混沌之外了 第39章 做客武装观 杨梅在混沌之外流浪了这么久 早就想要回到洪荒了 但是天道一直不让她进入洪荒 因为她在混沌之中 正到混元大罗金仙之后 天道就不将她算作洪荒之人了 害怕红军又给自己使阴招 杨梅假装推脱道 红军 你和天道都处理不了的事 我可没那本事 你还是找别人吧 红军也知道 杨梅是故意推脱的 只等自己说出具体的情况 于是接着说道 道友 不妨听我讲完 不一会儿 红军就将第一的事情说完 杨梅听后震惊不已 这地义居然是凶手谅节就存在的大能 而且比红军还要更早的正道 红军继续说道 如今我和天道不能对随意出手 只要道友能灭杀此人 我保证 道友以后便可以留在洪荒之中 杨梅思索着此事 心中暗暗想到 红军这老银币 肯定不会和自己说实话 当初斩杀罗侯就是这样 不过可以先去见识一下这第一 能在红军正道之前提前正道 想来不是等闲之辈 说不定能借此留在洪荒 表面上杨梅还是说道 红军 事成之后 你若和天道再次将我逼走 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红军随即高兴说道 道友放心 说罢 杨梅就进入了洪荒之中 红军看着消失的杨梅 心中冷笑着 哼 若你能对付得了第一也就罢了 对付不了 你就不必活着了 此时的第一还不知道 杨梅已经进入洪荒 几人走走停停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武装观 第一看着眼前的武装观 心中想着 看来这个时候的镇元子 还没有写下那副对联 长生不老神仙府 与天同寿到人家 第一对着三女说道 走吧 我们进去看看 说着 第一上前敲门 不一会儿 出来两个小道童问道 你们是谁啊 我们老爷在接客呢 不便接受拜访 第一笑笑道 告诉你们老爷 巫族第一路过此处 前来拜访 两个小道童 就是清风和明月 他们不知道第一的身份 但是能感觉出来 第一几人来历不凡 于是说道 好吧 你们等会儿 我去找老爷 第一回到三女身边 缘分好奇问道 第一 这道冠里是谁啊 怎么没有听说过 现在没听过 以后你便知道了 如果我猜的没错 他正在接待的 应该就是那个倒霉蛋 原凤听后 还是一脸疑惑 此时 镇原子还在和红云探讨紫霄宫的事 可见 两人关系非常要好 红云老友 你这座位 恐怕是要让出祸端了 红云听见 镇原子的话 心中确实不在意地说道 老友 一个座位而已 既然我没有坐上 说明我没有缘分 强求不得 镇原子见红云 还是这个态度 深深叹了口气 唉 老友啊 你还是小心点为好 日后就在我武装观修行吧 红云确实转移话提到 老友 我都来这么久了 你的人生果呢 快拿两个姐姐课 嘿嘿 镇原子一脸无奈地看着红云 还真是心大 这时 清风来到了镇原子面前说道 老爷 外面有一个自称是 巫族第一的人前来拜访 镇原子和红云两人听到后 一阵心惊 两人对视一眼 镇原子对清风说道 快去把人请进来 算了 还是我亲自去吧 红云也说道 老友 我也和你一起吧 镇原子点点头 红云问道 老友 你认识第一前辈吗 他怎么会来这儿 镇原子摇摇头说道 不认识 第一次见 还是在紫霄宫 红云兴奋说道 这种人物 你能结识的话 对你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老友 镇原子点点头 不一会儿 两人已经来到关外 这时 镇原子和红云一同上前失了一礼 镇原子说道 第一前辈 平道镇原子 不知您来 怠慢之处还望见谅 红云也接着说道 第一前辈 我是红云 第一笑笑道 无妨无妨 我也是游历洪荒 偶然来到此处 见这武装冠寺 是有大气韵之人 便来叨扰了 镇原子听后 开心不已 接着说道 前辈里面请 第一点点头 带着三女 进入了武装冠 不一会儿 众人坐在一起聊了起来 镇原子对着清风明月 吩咐道 你们去打六颗人参果来 招待贵客 两人听后就去准备了 这是红云说道 前辈 您可一定得尝尝这人参果 这可是十大极品 先天灵根 人参果树街的果子 第一笑笑说道 多谢两位了 我这正好有点茶叶 不如泡了 大家一起喝吧 说着 第一拿出武道茶叶 镇原子和红云 此时死死地盯着眼前的茶叶 确定了心中所想 前辈居然有武道茶叶 果然是福泽身后啊 说着 第一将茶叶递给了镇原子 镇原子拿出茶具 小心翼翼地烹饪着武道茶 这时 清风明月两人端着一盘人参果来了 第一也看向眼前人参果 果然就如前世所说 长得像的孩童模样 灵气浓郁 果子周身环绕金色光芒 好像是活的一般 镇原子这时说道 前辈 还请品尝 时间久了 口感就没有刚摘好了 第一点点头 拿起一个咬了一口 细细品尝 然后道 不错 口感水润爽滑 味道清香甘甜 不愧是人参果 镇原子听后 也是高兴不已 急忙说道 几位前辈都请品尝吧 缘奉三人感谢一声开始品尝 纷纷夸道 好吃 好吃啊 红云这时也不客气 拿起人参果就啃了起来 镇原子在一旁看着笑笑道 老友 你又不是没吃过 至于吗 红云胡伦回答着 这果子 吃多少次都不会腻啊 不消多时 众人已经品尝完了 第一这时边喝茶边看着红云 镇原子也发现了 于是问道 前辈 可是我这老友 有什么问题 第一继续喝茶 缓缓说道 第四十章 点醒红云 收服杨梅 你这老友 硬堂发黑啊 镇原子和红云还在喝茶 听见第一这话 一口喷出 两人尴尬地看着对方 镇原子缓过神来 继续问道 前辈这是什么意思啊 可是我这老友 有何不妥 红云也紧张地看着第一 第一接着说道 红云 我希望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 不该是你的东西 就不要轻易收下 天下没有免费的东西 两人此时一脸疑惑 根本听不懂第一说的什么 缓缓和厚土玄冥 此时也是满脸问号 厚土这时说道 大哥 红云倒有性格淳朴 心性善良 也不是那诚心妄为之人 你就帮帮他吗 第一看着厚土笑着说道 不是我不肯说 是天机不可泄露 不过既然有小妹这句话 红云 我饱了 红云和镇原子 听到第一这话 感激不已 红云也向厚土行了一礼 感谢道 多谢厚土道友 第一接着向红云眉心处 打入一道他的印记 关键时刻能救他一命 镇原子这时 也是激动地看着红云 自己心中那种隐隐的不安 总算消失了 随着第一的神通印记 打入红云眉心 只见红云好像领悟到什么 呆呆地站在那里 随后红云回过神来 对第一跪下 感激涕零 多谢前辈 我胡逃 日后但凡前辈需要到我 在所不辞 第一见状 赶忙上前拉起红云 镇原子也震惊了红云的操作 这么大的理 接着几人又聊了一会儿 第一件时间差不多了 便打算走了 镇原子和红云连忙起身 镇原子喊来清风明月说道 快去把熟了的人参果都打下来 我要送给前辈 感谢前辈的指点 第一听后一愣 随后说道 多谢招待 日后有事 可去巫族寻求帮助 镇原子和红云听后兴奋不已 这不就傍上大腿了 吻了吻了 不多时 清风明月抱着24个果子回来了 镇原子接着说道 前辈 还请收下 就当水果吃了 第一也不客气了 顺势收下 随后摆摆手 几人就这么离开了武装观 第一几人走后 镇原子连忙问道 老友 到底是什么事情 能值得你给前辈跪下 红云一脸苦涩 老友啊 你一开始说的有道理 这座位 让出事情了 不过 还好前辈给我种下了印记 希望以后用不到吧 你的人生果都没了 镇原子笑道 能结识到这种洪荒顶尖的大能 这点果子算什么 反正还会再接 两人相识大笑起来 第一几人就这么慢慢地走着 几人有说有笑 突然一个道人模样的老者 拦在了几人面前 第一瞬间看清此人跟角 十大极品 先天灵根 空心杨柳树 这就是盘古眼球的功能之一 一眼便能看清别人跟角 这便是 刚从混沌归来的杨梅 此时的杨梅 也在打量着第一 旁边几人 他一眼就看亲戚修为 只有第一让他看不透 于是想到 这应该就是第一了 这时 原凤厚土和玄冥 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第一栏在他们前面 看着杨梅说道 杨梅 红军和天道 让你来的吧 杨梅心中一惊 你怎么知道我 我从未见过你 第一神秘一笑 你找过红军了 他答应 让你留在红荒队吧 不过 条件是杀了我 杨梅此时眉头一皱 问道 从我出现在你面前 你就猜到了一切 第一点点头 杨梅盯着第一缓缓说道 那你猜我会不会出手 第一听后 则是回应道 从你出现在这里的那一刻 你出不出手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结局不会改变 说吧 第一身上的气息 向杨梅镇压而去 杨梅此时 也是终于感受到 第一的修为了 混元大罗金 先四重天 杨梅心惊不已 自己也就才 混元大罗金 先二重天 此时他也确定了 红军根本就是坑他的 他根本不可能 杀得了第一 反而还会被第一所杀 好在现在 第一并没有显露杀机 第一剑 给杨梅显露的实力 也够用了 于是收回气息 缓缓拿出混沌珠 把天机给屏蔽了 杨梅见地一拿的 居然是混沌珠 心中大害 开天大劫盾去的 混沌珠 居然又出现了 还在第一的手中 两久过后 杨梅气愤说道 第一道友 当初我和阴阳乾坤道友 就是如此 被那红军坑害的 但是那丝仗着有天道相助 将我赶出了洪荒 今日前来 也是想求道友 给纸条名路啊 还希望道友能帮我一帮 第一缓缓说道 我为什么要帮你 杨梅也知道 他们都不认识 第一能用混沌珠遮掩天机 就是再给自己机会 于是说道 道友 若是能让我留在洪荒 任凭差遣 不是杨梅没有骨气 身为混沌魔神 哪个不是蒸蒸铁骨 只是混沌中真的太危险了 像杨梅这种 拥有空间大道的人 都能艰难存活 若是其他人 恐怕早死了 红军天道一心 只想让自己死 自己还不如就跟着帝一混呢 至少眼下看 他是有手段 让天道和红军不敢 对他出手的 杨梅如此想着 帝一听后 也在心中思索 要不要留下杨梅 留下杨梅 对于现在的帝来说 倒是好事 因为巫族 现在有两个基地 一个盘古神殿 一个是屋庭 十二组屋都要在屋庭 那么盘古神殿 就只能让大屋几人轮流守着 顶尖人手不够 如果收服杨梅 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隐患 至少现阶段够用了 第一就这样想着 然后说道 杨梅 不是我不信你 只要你立下道心誓言 以道心启事追随于我 天道这关 我帮你过了 杨梅听后 虽然很为难 但是和在混沌中丢命相比 还是追随第一吧 而且 第一还有混沌珠 将来说不定能挣的大道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决定 思索片刻后 杨梅就决定了 只见他以道心启事 追随于第一 第一见状 满意点头 随后 第一缓缓说道 你就安心在布州山 乌族族地修炼吧 天道来了 我会出手 第四十一章 杀坤绍 缘缝表白 杨梅听后 感激地点点头 随后 第一撤去遮掩 杨梅顺势消失在原地 此时 天道和红军还在等着杨梅败退之后找他们 而第一几人走走停停 到了北明之地 就在几人说说笑笑 谈论着各自化形修炼的去世的时候 一道身影拦在几人面前 只见此人面色桀骜 但是看向原缝后土玄冥几人的眼神 带有银邪之色 细细地打量着他们 而第一则是被那人忽略了 三女看到此人的眼神 面露怒涩 这时 那人缓缓开口道 你们几个 以后就是本少主的人了 跟我走吧 第一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这人 像是猜出了来者的身份 玄冥已经要动手了 第一拦住他 看向那人问道 你是何人 那人面色高傲地说道 家父坤鹏 这北明之地 就没有不认识我坤少的 第一听后 淡淡看着这位坤少 接着说道 哦 那你就去死吧 说吧 第一到神通打向那人 坤少连反应都没有 就失手分离了 他到死都不明白 在北明之地居然有人敢杀自己 北明之地其他种族的人看到 他哪个不是恭恭敬敬的 看上哪家姑娘就带走 谁敢说不 不曾想 今天却是丢了性命 袁凤感受到了第一的维护之意 看向他的眼神都寒情默默 一双凤眼秋波盈盈 此时的第一 仿若他的真命天子 而这时 在坤鹏宫修炼的坤鹏 感受到自己的儿子死了 怒火冲天 只见坤鹏冲出坤鹏宫 向他儿子死的位置暴略而去 还没到第一等人眼前呢 坤鹏充满怒火的声音 就先到了 是谁 敢敢杀窝儿 无药你全家陪葬 第一听到来者的声音 却是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一道神通 将坤鹏抓到面前 坤鹏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道大手捏住 等他回过神来 就看到第一几人冷冷地看着他 看清第一的面容后 坤鹏惊惧不已 当场跪下 瑟瑟发抖 坤鹏结结巴巴说道 不知前辈到来 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啊 第一细血地看着坤鹏说道 你刚才说 要我全家陪葬 坤鹏这时 哪还有刚才的气焰 颤颤巍巍地说道 前辈 我不知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 得罪了您 我给您赔罪了 你都不问事情经过 就知道 是你儿子得罪了我们 看来你知道 你儿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我没杀错吧 坤鹏急忙点头应道 是是是 前辈杀得好 这逆子得罪了前辈 活该去死 第一看着坤鹏不要脸的样子 打从心底的厌恶 原凤后吐玄冰三人 看向坤鹏的眼神 也是充满了厌恶 第一缓缓想着 此时杀了坤鹏因果太大 等到亮节的时候 就可以杀掉了 于是 第一一巴掌 把坤鹏扇了回去 免得看着糟心 原凤这时不解问道 第一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第一无奈说道 因果牵扯太大 日后总有机会的 先让他苟活一段时间吧 三人听后点点头 此时被扇回坤鹏宫的坤鹏 怒火攻心 随后吐出一口鲜血 只见他怨毒地想着 该死的第一 总有一天 我要把你巫族斩灭殆尽 第一几人随后开始继续游历 太阳星 帝郡此时看着白泽带回来的几人 心中大喜 忽然帝郡想到了 让他们妖族 能更上一层楼的一个人 他叫来太医说道 太医 你还记得跟我们在紫霄宫 听到的那个坤鹏吗 我们把他拉拢来我们妖族吧 此人天赋极强 可许他一个妖师之位 地位在你我之下 太医疑惑问道 大哥 他要是不愿意怎么办呀 帝郡冷哼一声 哼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太医听后点点头 说吧 两人出发去了北明之地 这时 第一几人辗转来到了不死火山 原凤带着第一几人 参观了一下凤族 给几人安排了房间 小住几日 这晚 原凤下定决心 要和第一摊牌了 在原凤心里 已经没有人比第一 更让自己心动的男人了 自己一直在等第一主动 可是他就是不行动 看着后土和玄冥 跟第一的关系 越来越不对劲 原凤心中也有了危机感 于是心里想到 鱼木脑袋 还得让本宫来 你就不能主动点吗 下定决心后 原凤捏手捏脚地 来到第一的房间外 深吸一口气后 敲响了房门 咚咚咚 第一 你在修炼吗 第一这时听到原凤的声音 回答道 没有 进来吧 说着 原凤就进入了第一的房间里 第一此时疑惑地 看着原凤红的滴水的脸 问道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红 原凤此时心里 砰砰乱跳 开口说道 没什么 我就是来看看你 第一笑了笑 说道 好了 我们之间 还有什么事不能说 有事你就说吧 是不是小轩小鹏怎么了 原凤此时听到第一的问题 心中一紧 脑海中想着 对啊 我还有小轩小鹏 他们都不是第一的孩子 他会不会是嫌弃我 所以才一直没有和我表白 要不还是以后再说吧 第一看着眼前欲言又止的原凤 猜到了几分他的心思 接着第一笑着说道 对了 你之前可说要好好感谢我呢 你打算怎么感谢啊 原凤听后 抬起头看着第一柔情似水的说道 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吗 第一紧接笑着问道 以身相许 原凤这时也不想再想其他的了 用蚊子般的声音回应道 嗯 第一见原凤此时这娇羞模样 心中也是一阵悸动 紧接着开口道 原凤 你愿意做我的道理吗 我喜欢你 原凤听到第一终于说出这句话 心中更加羞涩 只能点点头应道 嗯 第一听后大喜 他早就喜欢上了原凤 只是碍于自己穿越而来 随时会有危险 所以才一直没有主动 今晚原凤主动的模样 让第一看得着迷 心中决定要珍惜眼前这个柔情似水的女人 原凤这时面红而热 却还是抬起头 只见她的眼眸水光练艳 媚眼如丝 就这么看着第一 却什么话也没说 第一看着眼前 这勾人夺破的眼神 再也受不了 抱起原凤向云床走去 只听原凤叫呼一声 随后整张脸埋在第一的胸里 随后第一缓缓把原凤放下 两人四目相对 只见第一的眼睛充满了血丝 而原凤从耳根到脖子都羞红了 随后闭上双眼 做好了迎接接下来的美妙 第一这时再也忍不下去了 第四十二章 收徒六二 一夜过后 第一看着身边面色潮红的原凤 又是一股邪火生气 接着 后吐和玄冥两人 听了一晚上的交响曲 都修炼不下去了 就这样 在凤族和原凤温存五日后 第一打算要回巫族了 原凤在第一怀里 不舍问道 要回去了吗 第一看着怀里 小鸟依人的原凤 温柔说道 是啊 此次出来的时间也够久了 得回去了 等我把凤族族长交出去 我就去找你吧 第一点点头 也好 金凤挺不错的 这几天看下来 性子比龙汉良洁的时候 稳重了很多 原凤也说道 是啊 我把这孩子调教好了 就去找你 你可不许勾搭别的人 说着做事 在第一胳膊上咬了一口 第一笑着硬道 放心吧 除了你 我谁也不要 原凤听着第一的话 在第一怀里抬起了头 眼神勾人地盯着第一 第一看着怀里的原凤 刚刚熄灭的火苗瞬间燃起 两酒过后 后吐和玄冥 已经在殿外等着 第一了 后吐眼睛眨巴着问道 大哥不是说今天走吗 怎么还不出来 玄冥笑道 肯定是舍不得 原凤姐姐的温柔香了 大战结束 第一带着原凤来到殿外 见后吐和玄冥 已经在等自己了 老脸一红 但还是自然说道 妹子 我们走吧 两人却是没有搭理第一 缓缓来到原凤面前 后吐不舍地向原凤说道 姐姐 你没事了 一定要来巫族玩哦 玄冥笑笑道 现在恐怕得交嫂子了吧 嫂子我们等你来巫族 原凤听到玄冥的称呼 羞涩的又是一阵脸红 原凤也笑着对两人说道 我处理完凤族之事 就会去找你们了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 三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原凤成了他们两人心中 最好的姐姐 第一见三人聊的 差不多了 于是说道 好了 又不是见不着了 走吧回巫族 三人这时依依不舍地分开 原凤寒情默默地看了第一眼 第一也看到了 原凤的眼神太有杀伤力了 每次看都忍不住 强忍心中浴火 第一带着厚土玄冥 离开了凤族 三人走走停停 欣赏洪荒的各处美景 这天 几人在快到巫族时 见到一个非常可怜的小猴子 只见他步履蹒跚 一点一点地走着 气色惨白 嘴角隐隐还能看到血迹 第一这时 看向这小猴子的六只耳朵 心中猜到这是谁了 第一看向厚土玄冥 示意了一下 两人点点头 跟着第一来到了这小猴子面前 这个小猴子 就是因为偷听讲道 被红军中伤的六尔弥猴 六尔这时看到 拦在自己面前的几人 感觉有点眼熟 似乎在哪场大战中见过 尤其是眼前的男子 肮脏七尺 气语不凡 第一这时开口问道 小猴子 你要去哪 身上的伤怎么回事 六尔见几人眼熟 但是一时竟想不起来 于是回答道 前辈 我是要前去巫族拜师的 这耳朵 是当年我偷听红军讲道被伤的 后土和玄冥 看着眼前这个可怜兮兮的小猴 心生同情 第一笑笑问道 你最想拜巫族的哪位为师 六尔疑惑第一怎么会这么问 还是回答道 自然是巫族的第一前辈 第一前辈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第一听后 开心大笑接着问道 那你为什么想要拜师 六尔疑惑 此人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自己夸第一前辈 他笑个什么劲 为了以后不再受欺负 第一听后 心中也动容了 是啊 多么简单的原因 自己修炼至今的目的 不也是不被人欺负吗 第一满意地 看着眼前的小猴 心中已经决定 要收他为徒 只见第一拿出一瓶三光神水 递给六尔 顺便用了一滴 治好了六尔的所有伤势 六尔感受着自己身上的伤 居然全都好了 自己的天赋神通也恢复了 心中惊喜不已 六尔再次看向第一的时候 终于想起来 这位是谁了 之前六尔禁费 整个人浑浑噩噩的 根本分不清来人是谁 现在知道一切之后 顺势跪下 激动开口道 第一前辈 六尔想要拜师于你 可否收下六尔 随后就一脸期待地看着第一 后土看着眼前 这个憨厚的小猴 笑着上前说道 我大哥已经接受你了 不然也不会赐你三光神水 六尔心中大喜 赶紧说道 师父在上 受徒儿一拜 第一 对他生出一丝怜悯 西游之前 六尔竟是如此可怜 于是将其轻轻扶起 笑着说道 我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你还有两个师兄 等回到巫族就会见到了 接着表情严肃地继续说道 虽然我门下没有什么规矩 但是不可同门相杀 为者 逐出世门 六尔听后 连忙应道 师父放心 我一定会和两位师兄 好好相处的 第一心中无奈 看来这小活的自卑心理 一时很难去除了 只能等以后再说了 随后 第一带上六尔 几人往巫族而去 此时的紫霄宫里 天道正在和红军说着什么 你不是说杨梅会对第一动手吗 怎么现在还没打起来 红军声色淡然道 应该是杨梅在等时机吧 毕竟他也不傻 没那么容易中击的 天道不耐烦道 如果再阻止不了第一突破 你这个天道代言人 也不用当了 说吧 天道又消失在了紫霄宫 随着天道消失 红军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不周善 就在巫族足地之外 虚空中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正是杨梅道人 他看到第一回来了 此时第一几人也看到杨梅了 第一疑惑问道 杨梅 你在这干嘛 怎么不进巫族 杨梅一脸无奈道 那我也得进得去啊 那几个大巫死活不让我进去 我都说了 是你安排我来道 他们都不信 第一拍脑袋 恍然大巫道 对哦 我忘了给你令牌了 杨梅一脸无语地看着第一 巫族设立令牌 就是为了让外来之人 能够自由出入巫族 当然这令牌只能第一分发 一般都是巫族的盟友朋友什么的 第四十三章 回到巫族 接着第一尴尬笑道 嗨 没事哦 老梅 我帮你教训他们 这么不懂事呢 可以换个称呼吗 紧接着杨梅看到第一身后的六尔弥猴 缓缓说道 四大灵猴之一六尔弥猴 道友 你收来的好徒弟啊 第一得意说道 那是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我第一的弟子的 六尔听后 心里兴奋不已 接着 第一几人就进入了巫族 道祖屋殿 派人去喊了邢天 不一会儿 邢天来道祖屋殿 第一祖屋 有什么吩咐 第一点点头说道 不错 没有落下修为 这是我的朋友 杨梅老祖 以后会坐镇足地 认识一下吧 邢天 看向杨梅道人 心中明雾 前段时间 这人说是第一朋友 但是却没有进入巫族的令牌 所以 邢天几位大巫 没有将其放入巫族 原来是真的 接着 邢天对杨梅施了一礼道 抱歉 杨梅前辈 杨梅摆摆手大度说道 不必拘礼 你们也是职责所在 第一满意笑道 好了 从今以后 你们几位大巫 轮流镇守足地就行 平时不用巡查足地了 就去巫庭修炼 详细地安排你自己 和其他大巫商量就行 邢天点点头鹰室 将一切安排好后 第一问道 小轩和小鹏去哪了 邢天回答道 之前他们二人 偷偷跑出足地 原凤前辈将他们 带回来之后 他们就一直在修炼 就在这时 两道身影进入足屋殿 孔轩大鹏听说 弟一回来了 两人就匆匆过来了 徒儿拜见师父 徒儿拜见师父 第一看着这二人 满意地点点头 接着说道 这是你们的小师弟 以后好好照顾他 不许欺负他 两人顺势看向旁边的六儿 回答道 师父放心 我们会照顾好小师弟的 六儿也打量着这两位师兄 他能感觉到 这两位师兄都比他要强 弟一听后点点头 顺势打出一道光芒 进入六儿眉心 接着说道 这是你两个师兄 都在修炼的功法 以后 你便和他们一起修炼吧 六儿感受着脑海中的内容 欣喜若狂 于是说道 谢谢师父 徒儿不会让您失望的 第一笑着点点头 以六儿的灵性 自然不会让他失望 随后让众人退下之后 第一便开始闭关修炼了 足务殿外 大鹏上前搭住六儿的肩膀 说道 小师弟 我们带你偷偷溜出去玩吧 外面可好玩了 六儿尴尬说道 师兄 师父刚刚教给我功法 我想闭关修炼 孔轩志士过来 拍了一下大鹏的头 说道 别乱带着小师弟玩 你看看你 自从拜师了师父 什么时候好好修炼了 多跟小师弟学学 大鹏却是不在意地说着 师父都那么厉害了 我们闲鱼一点怎么了 再说了 还有母亲呢 这洪荒 还有谁敢欺负我们师兄第三人 孔轩一脸无语 这家伙 现在跟个二代似的 六儿却是反驳道 师兄 我们提升实力 不仅是为了自保 师父带我们恩仲如山 我们应该要报答师父 孔轩诧异地看着六儿 原本以为六儿 也是哪族的二代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有志气 大鹏也是诧异地看着六儿 不过片刻之后 孔轩和大鹏对视一眼 两人默契说道 小师弟 你说得对 我们不能辜负师父的厚望 六儿很高兴 孔轩和大鹏 能同意自己的观点 等六儿闭关之后 大鹏来到孔轩身边 问道 哥 小师弟 难道不是大祖子弟吗 孔轩点点头道 刚刚师父才给我传音说完 六儿的经历很可怜的 要我们好好对他 随后 孔轩将六儿的经历告诉了大鹏 大鹏听后气愤不已 没想到 这红军老头如此绝情 竟是直接废了小师弟 日后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他 孔轩也是点点头 第一这时 直接在祖屋垫簿下时间大阵 自从第一进入混元大罗 金仙四重天后就可以布置了 不过一直在游历 都没有好好修炼 这时 第一满意地感受着周围的时间流速道 还可以 能将时间流速 控制在超越外界时间的两倍 这下感悟大道之力 应该时间更加充足了 说吧 第一闭目 感悟起大道之力 北明之地 大哥 这昆鹏 就住在这种地方吗 看起来 灵气都没有太阳星多 帝君笑着说道 所以说 这昆鹏是个人才 能进入紫霄宫的哪个 又是等闲之辈 上次讲到他的座位被抢 我没有出手 就是想等他先开口求我 没想到 老师居然瞬间就出现了 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不过也没关系 今天他若是跟着我们兄弟二人 我们自然以礼相待 如若不服 那便打服 他一点点头 一脸似懂非懂的样子 比起这些弯弯绕绕 他还是更倾向于 武力征服一切 接着 二人到了昆鹏宫前 帝君喊道 昆鹏道友 帝君前来拜访 昆鹏里的昆鹏脸色阴沉道 这两兄弟来干嘛 随后 昆鹏收起心思 来到门外 见到帝君太义两人 昆鹏道友啊 上次紫霄宫听到 道友怎么听完就走了 不是说好去我那论道一番吗 昆鹏心想 我他们为什么不去 你心里没点笔数吗 都不帮我抢回座位 去个屁 表面还是客气说道 帝君道友 平到那日 正好心有感悟 就急忙回来闭关了 帝君听后自恃不幸 只是笑笑道 所以啊 我兄弟二人 这不就冒昧来访了 哈哈 说吧 昆鹏邀请两人进去聊 刚刚坐下 昆鹏就问道 道友此番来 就是为了和平道论道吗 帝君见状缓缓说道 不瞒道友说 我兄弟二人 是来邀请道友 加入我妖族的 只要道友愿意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妖族的妖师 二人之下 万人之上 这时 太医顺势拿出混沌中 甲 往地下一砸 地面直接凹下去一个大洞 昆鹏直接吓了一跳 第四十四章 混元大罗金 先武重天 帝君立即呵斥道 太医 收起混沌中 昆鹏道友还在呢 像什么样子 太医顺势收起来 昆鹏心中嘀咕起来 这二人怕是收服我不成 就要动手啊 光一个帝君就身不可测了 再加上这个手握先天至宝的家伙 我可不敌啊 这可如何是好 思索片刻后 昆鹏问道 帝君道友 你们建立妖族是为何 帝君回答道 自然是争霸洪荒 让妖族立于万族之上 不知道有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昆鹏还在思索着 加入妖族何不合适 突然想到了什么事的 接着问道 帝君道友 妖族要争霸洪荒的难度可不低啊 你们有把握 帝君不紧不慢地答道 我妖族注定要威震洪荒 就凭我二弟的混沌中 便可杀出一个朗朗乾坤 昆鹏还是不幸地问道 那道友可想过那第一的巫族 称霸洪荒 必定要与其一战 第一可是混元大罗惊仙 帝君没想到 昆鹏这么快地 就问出来关键 但还是冷静说道 我们二人身后站着的人 同样不弱于第一 若是第一亲自下场 红军老师 必定不会坐视不理 昆鹏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时帝君接着说道 只要限制住第一 其余巫族 我妖族何惧之有 昆鹏此时已经被说动了 他要给自己的儿子报仇 昆鹏在沉思着 怎么利益最大化 太医在一旁 则是有点不耐烦了 传言给帝君说道 大哥 直接动手吧 这昆鹏默默唧唧的 帝君也回答道 太医 不要着急 再等一下 昆鹏这时考虑的也差不多了 于是看向帝君说道 道友 我愿意加入妖族 帝君这时高兴笑道 哈哈 恭喜道友加入我妖族 还是那句话 在妖族 道友只在我兄弟二人之下 贵为妖族之师 昆鹏也笑着应试着 谈论完妖族的一些细节后 帝君和太医 则是带着昆鹏回太阳星去了 转眼距离红军讲道 还有一千年了 众多洪荒大能 开始努力修炼起来 以保证第二次听道 能获得更大的好处 此时上一次听到的顶尖几人 修为也是突破的飞快 昆鹏山的老子原始二人 已经达到大罗金仙后期 老子的气息 则是比原始看起来更强 隐隐好像已经是大罗巅峰 只要知道准圣修炼之法 用不了多久 便会突破准圣了 而西方的准提接引 也已经到了大罗巅仙中期的修为 底蕴比起老子原始 还是差很多的 帝君和太医两人 虽说一直忙着招收妖族之人 但是修为也并没有落下太多 都是刚刚突破到大罗巅仙后期 祖屋殿 此时的第一 缓缓睁开双眼 吐出一口浊气 说道 时间大到果然是个好东西 若是我修为在高线 应该就能布置超出外界 五倍时间流速的阵法了 接着 第一开始查看自身 元神会员大罗巅仙五重天 肉身会员大罗巅仙六重天 时间大到领悟35% 力之大到15%了 看来想要完全掌握一条大道 难度不低啊 第一 还是比较满意 此次闭关的收获的 该出去看看我的徒弟们了 也不能收了就不管了 说吧 第一出关了 先是来到了六尔弥猴这里 六尔赶到师父来了 就结束了修炼 徒儿拜见师父 第一满意的点点头 不错 今仙出七了 修行之处可有什么不懂的 六尔见状顺势提出自己的疑问 第一一一解答 两酒过后 六尔说道 多谢师父解惑 第一赞赏地看着六尔说道 你天赋一禀 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好好努力吧 六尔点点头应试 接着 第一带着六尔来到了孔轩和大鹏这里 两人感应到第一前来 也是纷纷结束闭关 徒儿拜见师父 第一看着眼前两人 满意笑道 不错 小萱小鹏 你们如今也都是太已经先中期了 有什么修行的疑惑 就问吧 孔轩和大鹏二人都开口问了起来 第一也不烦躁 依旧是一一解惑 解答完这兄弟两人的疑惑之后 第一缓缓说道 从今以后 你们师兄弟三人就去屋庭修炼吧 那里灵气更加充足一些 三人点头应试 孔轩这是问道 师父 我母亲呢 自从您上次回来 就没看到她 第一想到 缘缝都已经成了自己的道理 她的孩子还叫自己师父 老瞬间老脸一红 接着掩饰过去说道 哦 你们母亲回凤族去了 算算时间也快回来了 大鹏则是发现了第一的不自然 只见他小跑上前 搂住第一肩膀 孔轩和六尔见状震惊不已 只听大鹏说道 师父 你就不用跟我们掩饰了 我们兄弟二人 是不会反对你和母亲的事的 你跟我说说呗 拿下没有 嘿嘿 第一脸黑线地看着 大鹏这个猥琐的样子 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顺势第一脚踹飞大鹏 说道 臭小子 还敢调侃起师父来了 大鹏哀呼着说道 师父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你看你都一把年纪了 还没有道理 说出去多不好 我母亲沉鱼若燕 碧月修花 绝对是最配师父您的啊 第一一脸无语 还真是原封的大孝子 孔轩见大鹏还要说 赶忙上前捂住他的嘴 此时 紫霄宫的红军 正在被添倒一顿臭骂 你怎么办事的 那杨梅怎么就跟第一混 一块去了 不是说 他们肯定会打起来吗 红军一脸无奈地说道 他们也不知道啊 杨梅阴了我 我有什么办法 天道慢慢冷静下来说道 不行 就算不让杨梅和第一为敌 也不能让他们在一起 你去把杨梅赶出洪荒 红军无语说道 现在已经没机会了 那第一怎么可能会放任不管 让我逼走杨梅 天道这时愤怒不已道 那你说怎么办 红军思索片刻后 还是说道 当下之急 还得是我们赶紧讲完到河道 至于那第一 愿意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吧 反正到时都要被我们镇压 第四十五章 紫霄公二讲 天道思索着此事的可行 天道 如今你的实力 又如何奈何第一 只有等我们河道之后 话语权才能回到我们这边 天道想象也是 只能如此了 此时 第一已经带着孔宣大鹏六二三人 来到了乌庭 帝将见第一终于来了 连忙通知其余祖屋 大哥 你可算来了 最近洪荒中出现了一方势力 老是抢夺我们巫族的地盘 我正想去找你问问 怎么处理呢 帝听后说道 那个势力是不是叫妖族 帝将问问一下 说道 大哥你知道 第一思索片刻之后说道 交给邢天他们几个大巫处理吧 你们好好修炼就行 妖族的实力如今还很低 让邢天他们尽量多打压一下 接着继续说道 那妖族的领袖 是太阳星上的两只金巫 帝君和太医 如果他们亲自下场 就让邢天来叫上老三 让老三出手就够了 帝将若有所思地想着 不如让十二族 轮流照看巫族吧 以防妖族的那两位出手 第一顺势点点头 你看着安排吧 真正的敌人 还没有显露出来 放心吧 到时我会出手 帝将这时 看向六尔弥猴问道 大哥 这是你新收的弟子 六尔见状 上前行了一礼说道 六尔拜见诗书 帝将赞赏地 看着六尔说道 好好 不用拘励 第一回过神来 继续问道 小妹他们两个回来了吗 帝将回答道 回来了 现在两人闭关修炼呢 第一点点头 就在第一思索着 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巫族的时候 孔轩和大鹏 像是感应到什么 于是说道 师父 母亲好像来了 几人正说着 缘缝已经进来了 他看向第一的眼神 充满了爱意 第一笑笑道 都处理完了 元凤轻声恩了一声 他现在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孔轩和大鹏 所以 整个人都有点不自然 第一看出了元凤的窘迫 于是宣布道 二弟 吩咐下去 十日后 我巫族大百言席 庆祝一下 帝将疑惑问道 大哥 庆祝什么啊 大鹏看着元凤羞红的脸色 突然明白了什么 于是他兴奋说道 师叔 当然是庆祝我母亲和师父 洗劫脸里啊 帝将听后 再次看向元凤 瞬间鸣雾了 接着笑着说道 哈哈 原来如此 从今以后 元凤姐就是我们十二祖屋的大嫂了 说着 帝将召唤起十二祖屋 这时 十二祖屋感受到帝将的召唤 纷纷出关 来到此处 二哥 你叫我们干嘛 可是有什么要事 帝将此时开心不已 说道 你们快跟我一起拜见大嫂 从今以后 元凤姐就是我们的大嫂了 众祖屋除了后土和玄冥厅后 都是恍然大悟 接着兴奋不已 于是 众祖屋齐声说道 拜见大嫂 元凤看着这么多人 脸色越发红润起来 很快便恢复过来说道 大家不用这样 我们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第一满意的 看着十二祖屋 真不戳呀 真给自己长面子 六尔这时也说道 六尔拜见师娘 元凤欣喜不已 孔轩和大鹏对视一眼 见状大鹏笑嘻嘻说道 母亲 那我们以后是叫师父父亲 还是叫你师娘呀 嘿嘿 元凤听后 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孩子 就会调皮 随便你叫吧 第一这时笑着说道 个论个的吧 孔轩和大鹏 见状相识一笑 众人聊了一会儿后 就开始各自忙起来了 众人打算十日后都回族地去 那里毕竟才是家 所有的巫族之人都得庆祝一番 于是 当消息传回巫族之后 所有的巫族之人都异常高兴 自家的祖物有道理了 是得好好庆祝一番 十日过后 众人都回到了族地 女娲和福西这时也出关了 女娲看着第一和元凤有说有笑的样子 心里很是羡慕 福西像是看出了女娲的心思 轻声说道 小妹 日后好好修炼才是 女娲听后点点头 不再言语 后土看向第一和元凤的身影 眼底掩饰不住的落寞 但是很快也消失不见了 元凤此时心里开心不已 想想刚认识第一的时候 都过去了很久了 还好自己勇敢了一点 众人连续庆祝了三天三夜 随后都散去了 第一终于有了和元凤独处的时间 心里激动不已 元凤看向第一 也知道了第一所想 两人随后大战了三天三夜 时光荏苒 紫霄宫二将已经要开始了 众多洪荒大能 纷纷向紫霄宫赶路而去 此时还在修炼中的第一 感受到一道声音从脑海中响起 第一 请前往紫霄宫 揭露混元金仙修炼之法 完成任务 获得法宝商店混沌质宝品类 自选一件 第一睁开双眼 心中想到 又是混沌质宝 也罢 那就去一趟吧 第一此时 已经开始嫌弃混沌质宝了 主要是他确实法宝够用了 除非是红龙质宝 但是这个奖励太难出了 想到这里 第一便打算 等红军真的开奖之后再去了 此时 紫霄宫内的红军 心里一阵不安 于是喃喃道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唉 希望第一不要再来了 虽说他答应我不会阻止我不到洪荒 心里还是有点没地啊 天道此时出现 说道 应该不会有事 第一又不是闲得没事 老是来紫霄宫干嘛 红军见状 也只能相信天道说的 此时 准提和街影 正在赶往紫霄宫 师兄 此番听到 我们一定要拿出十二分精神 街影也顺势说道 是啊 这是正道成圣前的关键 两人说罢 便继续向紫霄宫赶去 而太阳星的帝郡和太医 此时的心思 已经不在修为上了 大哥 你说老师真能同意 我们管理洪荒吗 帝郡缓缓说道 不知道 但是老师应该 也不会阻止我们 太医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两人很快就到达了紫霄宫外 此时紫霄宫外 只有两个人 老子和原始 已经提前到了 第四十六章 第一进紫霄宫 帝郡上前打招呼道 两位师兄 来得真快啊 原始高傲回应 那是自然 原始从红军收下 帝郡和太医 就心中不爽了 师生暖化 披毛戴甲之辈 居然跟自己成为了同门 所以 原始打心底里 看不起帝郡太医二人 老子见状打了个哈哈 说道 我二人也是刚到而已 帝郡顺势升起了 拉拢这两个人的心思 于是接着说道 师兄 不知可愿加入我妖族啊 只要两位师兄来 那便是我妖族的妖皇 和我们兄弟二人同等地位 原始这事不满说道 不必了 我们兄弟二人不感兴趣 老子推托道 师弟的好意心领了 我们只想修炼大道 不参加任何试炼 帝郡见状只能作罢 紫霄宫外的人 还在陆陆续续地来人 只见昆鹏刚到 红云和镇原子 就紧跟着 也来到紫霄宫外 昆鹏看向红云的眼神 越发冰冷 心想道 哼 该死红云 早晚我要找你算账 红云和镇原子 也发现了 昆鹏眼中的阴霾之色 镇原子健壮 便狠狠地瞪了昆鹏一眼 红云则是面露苦涩 心中非常无奈 不过多时 准提和接引也到了 两人依旧打扮得 像个乞丐似的 这时 众人心里都很疑惑 这两兄弟 一个比一个鸡贼 怎么老是这副打扮 就在众多洪荒大能 都到齐之后 紫霄宫的门 这时缓缓打开 那两个小道童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浩天乃声乃气开口道 诸位请进 接着 众人慢慢向紫霄宫内走去 上次都已经收图了 众人也知道 现在抢先进去 已经没用了 唯一的机缘 也只有好好听到了 不一会儿 众人已经各自坐好 这时 红军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 上方的座位之上 众人见状 纷纷安静下来 高座之上的红军 这时开口说道 本次讲道为 准圣之道 持续三千年 而等需好好听讲 所谓准圣之道 便是通往圣人之道的关键 在到达大罗经先巅峰之后 须斩去三师之一 即善师 恶师 自我师 斩去一师 即可踏入准圣之境 三师进斩 踏入准圣后期 三师合一 便可正道天道圣人 不过斩去三师 需要领保寄托 领保越强 正道后的实力越强 红军这时停顿了下来 试一道 而等若有疑惑 可以先提问 老子见状开口问道 老师 请问正道 圣人有几种方法 需要什么条件 红军赞赏地看了一眼老子 接着说道 据平道所知 正道圣人之法 一共有三 即以利正道 斩三师正道 和功德正道 这三种方法有利有弊 以利正道最强 斩三师次之 功德正道最弱 以利正道 便是盘古大神 所用的正道方式 斩三师 则是平道所用的正道之法 至于功德正道 讲究原法 若是做出有利于 洪荒的大事 自可引动天道 降下功德 最后正道 此时下面的众人 一片哀嚎 盘古大神 居然都以利正道失败了 那我等 根本走不通这条路啊 是啊 功德正道又太过玄傲 只能凭运气 看来这斩三师正道 是最适合五等的 可是哪里找 这么多灵宝呢 无正好有何事 斩去三师的灵宝 红军满意地 看着底下的众人 已经朝着自己 预想的方向走去了 突然紫霄宫内 红军身旁出现一个人 只见他缓缓开口道 正道之法 可不是只有这几种 而且 红军老头 你这不是忽悠人吗 太不厚道了 红军面色温怒地 看着第一 他都没反应过来 第一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一道有 此话何一意 平道是讲的不对吗 红军在赌地 一不敢说出 那个正道之法 紫霄宫的众人 看第一又来了 心中疑惑 刚刚第一说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红云这时 看到第一前来 顺势问道 第一前辈 敢问还有何正道之法 第一刚要开口 红军的传音 就到了自己脑中 道友 不是说好了 不会阻止平道不到吗 这是何意 第一回答道 我也没阻止你啊 只是过来分享一下 我的正道之法 莫不是你看不上 老子的正道之法 红军一脸无奈 天到这时 也出现在了红军身体中 向第一说道 第一 你不许说出法则正道 不然我是绝对 不会放过你的 第一戏谑说道 天到啊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呀 紧接着 第一开始对 洪荒众人说道 还有一种正道 则是法则正道 说完 第一利用时间之力 将自己的两道印记 打入了红云和 镇原子脑海中 居然没有一人发现 此时众人心中 好像领悟到了什么似的 天到这时彻底愤怒了 直接附身红军 将第一卷出 紫霄宫外的混沌之中 第一 你找死 天到大事不可改 你这是逼我 第一笑笑道 别生气嘛 小天 我可是只说了正道之名 可没说正道之法 天到这时也回过神来 好像是这样 这样的话 还能挽救一下 紧跟着天道继续说道 第一 我不管你想做什么 若是你敢将法则正道 传授给紫霄宫这些人 我就算用尽洪荒的本源之力 也要与你于死网破 第一这时 已经收到系统任务完成的提示 也不想将天道逼得太紧 万一真洪荒破灭了 自己做的任何事都没有意义了 于是 第一缓缓说道 放心吧 我这就走还不行吗 真小气 小天子 你得改改你这个暴躁的脾气啊 天道恨恨地看了第一眼 第一说完就消失在了混沌之中 这时 天道将身体还给了红军 红军面色阴沉 但还是没有说什么 接着就回到了紫霄宫内 此时的紫霄宫众人心中疑惑 怎么就红军回来了 第一却不知去向 红云和镇原子 心中都疑惑不已 第一怎么刚说到新的正道之法就走了 紫霄宫的众人 在看到只有红军回来时 心里都留了个心眼 就连老子等人都生起了别的心思 红军看出紫霄宫的众人 已经有点怀疑了 心中愤怒不已道 天道 瞧你干的好事 第47章 混沌时间大阵 若不是你着急 把帝带出去 怎么会让众人这样猜测起来 天道这时却是不屑道 若是让帝一再说下去 这次的道都不用讲了 哼 那帝顶多 就是想获得一点好处 你给他就是了 现在这样我该如何收场 天道说道 看来只能用一点本源之力了 说着此时紫霄宫内的红军身上 散发出一种莫名的气息 很快紫霄宫的众人 都将这股气息吸了进去 不时片刻后 哎 道祖怎么不讲了 不是刚讲完功德正道吗 难道道祖在酝酿什么 此时的紫霄宫众人 仿佛忘记了刚才第一的到来 包括老子等坐在蒲团上的六人 都像是失去了什么记忆一样 心里莫名烦躁 但是却想不起来了 红军满意地 看着紫霄宫的众人 对天道讲道 很好 看来都已经忘掉了 刚才的正道之法 天道这时说道 这本源之力用一次 我便失去一部分实力 你把握好机会 赶紧讲道吧 若是刚才第一再多说一点 恐怕就连我都消除不了 他们的记忆了 红军见状也不再埋怨天道了 开始了正式的讲道 只是红军没发现的是 此时的红云和镇原子 眼神清明 丝毫没有忘记 刚才第一说的正道之法 两人心中震惊不已 紫霄宫众人 居然同时忘掉第一的那句话 两人对视一眼 看到对方都没事 放下心来 两人心中都默默盘算着 等听完到 一定要去找第一问个清楚 而刚刚离开紫霄宫的第一 感受到了天道之力 在紫霄宫弥漫 猜到了天道会使用的手段 果然吗 你还真是下血本啊 天道 此时脑海中传来系统的声音 滴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混沌质保品类 自选一件 第一思索着 看向那几件混沌质保 想着自己掌控时间大道 但是进展缓慢 看看搞个时间轮盘 会不会有利于提升悟道 于是第一便决定了 我选混沌时间轮盘 第一 恭喜获得 混沌质保 混沌时间轮盘 第一感受着 系统空间中的时间轮盘 看向了时间轮盘的介绍 混沌时间轮盘 可不知混元时间大阵 时间流逝是外界的100倍 可以施展时间静止 时间倒流 时间减速等无上神通 可以压制 比自己修为高一个大境界者 第一此时震惊不已 卧槽 混元时间大阵 时间流逝是外界的100倍 这可比我现在自己布置的时间 阵法强多了 第一欣喜不已地吹着口哨 朝着巫廷飞去 回到巫廷之后 第一就开始布置起来 混元时间大阵 用了将近一年 才将整个巫廷都覆盖上 从第一回来之后 元凤就发现了 看着第一终于布置完成 元凤上前问道 第一 你这是布置的什么阵法 第一神秘笑道 走 我带你感受一下 这个阵法的玄妙 说着 第一将元凤带出了巫廷 然后又进入到巫廷 第一看向元凤问道 怎么样 有没有惊喜 元凤此时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了 回过神来之后问道 你的时间大道 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 第一笑着回应道 当然不是 我是借助法宝 才能布下这座阵法的 元凤还是震惊不已 那得是什么样的法宝 能布置这种级别的大阵 阵内时间居然比外界快了将近一百倍 在阵中修炼事半功倍啊 走吧 我们去告诉二弟他们去 说着 第一带着元凤就去找地江了 不一会儿 十二祖乌等人都集齐了 当他们听说现在乌廷的时间 比外界快一百倍的时候 纷纷表示不可能 不相信 等到祝容几人来回穿梭了一遍 众人这次相信了 接着心中激动不已 大哥 太好了 这样下去 我们巫族要不了多久 就能多出十二位混元大罗金仙了 哈哈 众人都兴奋不已 第一笑道 好了 就是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事 都赶快去修炼吧 众人纷纷散去 只留下元凤和第一在一起了 元凤刚想要去修炼呢 第一却一把拉住了他 元凤疑惑问道 怎么了 我也快突破混元大罗金仙了 要去修炼了 第一这时迎邪笑道 修炼什么时候都可以吗 春霄一刻值千金啊 元凤听到第一的话 哪里还不知道他的心思 焦羞说道 色痞子 你真坏 第一顺势 抱起元凤 放到云床之上 不知不觉 紫霄公讲道 已经到了尾声 随着红军最后一个字说完 众人纷纷清醒过来 只见此时的紫霄公众人 都修为 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 太上老子 第一个展出膳师 踏入准胜初期 太一则是第二个展出膳师的 也顺利踏入准胜初期 其余几人 元始 帝骏 昆鹏 准提 接影 也是到了可以展示的边缘 但是还差一丝顿悟 相信用不了多久 便可展示成功了 本来准提和接影 是不可能进展这么快的 红军发现 这两人本源有缺 如果一直这么下去 根本追不上第一梯队 只能给两人开小灶 有意无意地指点他俩 这才成功追上 元始一看 太一居然已经展示成功了 心中嫉妒道 可恶 居然输给了这个师生暖化之辈 而此时的红云和镇元子 则还是大罗后期的修为 两人并没有盲目展示 因为他们记得 第一说的那个正道之法 而且他们觉得 红军好像有诈 昆鹏这时看向红云 发现对方似乎并没有什么长进 心中不屑道 哼 果然是愚蠢的家伙 此时红军说道 本次讲道结束 下次讲道 将在三千年后 为圣人之道 多谢道卒 多谢道卒 众人道完谢后 红军继续说道 自从龙麒麟二族争端过后 红荒生灵涂炭 缺乏管理 无今日挑选两人 代替天道 管理红荒众仙 此时的帝君 欣喜若狂地看着红军 等待着宣布 自己可以管理红荒 第四十八章 东王宫花氏作死 东王宫乃仙天第一道 纯阳之气化形 可谓红荒男仙之手 西王母乃仙天第一道 纯阴之气化形 可谓红荒女仙之手 说着 红军直接拿出两件 极品仙天灵宝 龙头拐杖 和净水波鱼 赐给了两人 紧接着 两人形象也是大变 只见东王宫一身龙袍 威风凛凛 西王母一身凤袍 雍容华贵 此时东王宫欣喜若狂 没想到道祖 居然把这个机会给了自己 而西王母的眼神中 看不到丝毫惊喜 只有惊恐 可是红军已经宣布 自己也没有办法拒绝了 东王宫急忙感谢道 多谢老师 我一定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 管理好洪荒 帝郡这时 脸色阴沉地盯着东王宫 见状 帝郡也没有办法 向红军提出管理洪荒了 只能打消了念头 红军宣布完后 就直接消失了 其余见状 纷纷打算离开了 这时 东王宫拦住了众人 开口说道 诸位道友 道祖让我管理洪荒 诸位可得多多配合我才是 瞬间就有几人上前 和东王宫交谈着 真是恭喜道友啊 道友能让道祖下令管理洪荒 绝对是大气韵之人啊 东王宫听后 开怀大笑 不一会儿 东王宫身边 已经围过去了一堆人 显然都打算跟东王宫混了 一旁的帝郡 脸色越发阴沉起来 太医看到帝郡如此 心里愤怒不已地盯着东王宫 可他还是传音 给帝郡道 大哥 老师凭什么让他管理洪荒啊 此人秀为平平 有何资格 不如我去把他杀了算了 太医不可莽撞 他毕竟是老师亲自指定的 日后再说 这时 老子原始二人已经打算离开了 就在两人路过东王宫打算离开时 却被东王宫给拦住 两位师兄 可否随我一起管理洪荒 这可是道祖老人家的吩咐 我们应该尽心尽力吧 两人淡漠地看了东王宫一眼 这次老子也没有给东王宫留面子 老子原始 两人直接掠过东王宫就走了 帝郡这时看到了这一幕 心里畅快不已 做事 帝郡太医两人也打算走了 就在他们将要路过东王宫身边时 东王宫直接说道 两位师兄请留步 听说你们建立了妖族 不如就正好纳入我管理洪荒的势力吧 想必道祖知道也会赞成的 他一面色不善说道 你算哪根葱 也敢让我们妖族臣服你 帝郡此时的脸色也是异常难看 东王宫 打消你的心思吧 我二弟脾气可不像我这么好 东王宫心中愤怒不已道 扯我 这二人居然丝毫不给我面子 还敢威胁我 表面上东王宫则是退了一步说道 那不如两位师兄加入我们吧 我们一同管理洪荒 帝郡和太医都不屑地看了东王宫一眼 随后离去 东王宫此时面色怨毒的心中想道 哼 等我站稳脚跟 先拿你们妖族开刀 盗族弟子又如何 接着 东王宫开始继续招揽子萧宫的众人 他不知道的是 他这些举动 已经无意间得罪了许多的洪荒大能 而一边的西王母 见到东王宫这番作死的行为 心中的不安愈发浓郁 东王宫这时 来到西王母面前说道 西王母道友 还请和我共同管理洪荒 我为男仙之首 你为女仙之首 我们肯定能管理好洪荒 西王母冷漠回应道 我不想参与 你自己管理吧 东王宫一听兴奋了 西王母不管事 若是让他成为自己的道旅 自己不就能同时管理所有男仙和女仙了 东王宫如此打着算盘 思索片刻后 东王宫继续说道 道友 你我是仙天纯阳和纯阴之气化形 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我结为道理如何 其他人见状深色莫名 西王母此时气愤不已 含着怒气说道 还请道友自重 东王看着西王母 还以为对方是矜持 继续死皮赖脸的缠着 两久过后 终于 西王母再也受不了东王宫的死缠烂打 话都不说 直接离开了紫霄宫 东王宫看着离去的西王母 心中盘算道 你逃不了 红云和镇原子听完道 就赶紧离开了紫霄宫 正在飞速向乌廷赶去 此时的第一感受到 外界三千年已过 看来 红军二讲已经结束 他俩应该也要来了 接着 帝静静等着红云和镇原子前来 两人疯狂赶路 这日 终于到了乌廷 两人对视一眼 红云开口喊道 第一前辈 红云镇原子前来拜访 此时 第一睁开双眼 直接以大法力 将红云镇原子两人带到眼前 两人看着眼前的第一 回过神来 第一笑笑看着两人 接着说道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镇原子此时开口问道 前辈 你说的法则正道之法 是真的吗 第一回答道 自然是真的 红云疑惑道 可是为什么红军道祖 没说这门正道之法 第一笑着看向红云 然后说道 红军所说的三个正道之法 只有一个是真的 只不过 他用文字游戏 将你们都给骗了 红云接着问道 那是哪两种啊 第一回应道 先说功德正道吧 此法虽过于玄傲 但是确实可以正道天道圣人 以利正道 就是红军忽悠你们的 因为这是盘古赋神正道大道之境的正道之法 根本不是正道圣人的 而法则正道 则是正道混元大罗金仙的 而不是圣人 至于最后 这展三师正道 更是骗局 此正道之法 只能正道为天道代言人 如今红军就在这个位置上 你们觉得他会让位吗 镇元子和红云 此时已经被震惊地说不出话了 接着第一继续说道 而且 这个展三师 需要用来寄托的灵宝 还必须是童元的法宝 你们想想 红荒中有几件童元的法宝 两人现在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这一切 回过神后 镇元子问道 前辈 红军为何要如此坑害 洪荒众人啊 第49章 西王母求助老子原始 第一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看向了天空 用手指了指 两人都是聪慧之人 再加上红军是天道代言人的身份 瞬间明悟 接着第一说道 接下来 我便传授你们 法则正道之法吧 此时 镇元子和红云兴奋不已 连忙道谢 随后第一将法则正道之法 传授给两人之后 随即说道 我希望你们 能将我今天说的话埋在心里 若是红军知道 你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布局 他必定不会放过你们 两人对视一眼 心中想到 如今知道了这么多隐秘的事情 恐怕红军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了 只能投靠第一前辈了 而且 前辈一直对我们两人不错 不失为一个好决定 随后两人向第一施了一礼说道 前辈 还请让我们追随你 以报大安 第一满意地看着二人说道 不用拘劣 以后你们叫我大哥便是 两人心中一喜 更加确信了 追随第一是正确的决定 接着第一就吩咐他们可以在乌廷修炼 也可以回去 不会多管 两人都决定在乌廷先修炼 等会员经先之后 再回武装官 接着 第一也是继续闭关了 此时的洪荒 已经隐隐有了谅节的气息 东王公自从紫霄宫回来之后 就开始大力拉拢各方大能 名义上协助他管理洪荒 从今以后 我们的势力就叫子府 职责代替道祖管理洪荒 东王公兴奋地对着众人宣布着 此时的东王公已经完全被权力迷射双眼 根本预想不到 自己已经得罪了很多的人了 东王公接着宣布道 一年之后 向西王母道友提亲 你们去准备一下聘礼 就这样 下面的人帮着东王公准备聘礼 东王公则是已经幻想着自己 一桶洪荒的画面了 而远在昆仑山西的西王母 知道东王公这个决定的时候 心中惊惧不已 于是他开始思考接下来的对策 如今洪荒之中 能拦得住东王公也就那几位 该找谁呢 那老子元氏怎么说也是邻居 我拿出些好处 应该能让他们帮我劝退东王公 西王母如此想到 紧接着他就向昆仑山东面而去了 不过多时就见到了老子和元氏两人 二人也发现了西王母来了 心中疑惑 西王母来他们这干嘛 此时 西王母已经到了老子和元氏身前 只见西王母行了一礼 然后说道 两位道友 讨扰了 元氏回应道 无妨 道友今日前来 所为何事 接着 元氏把东王公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 两人听后 心中明目 元氏这时为难地说道 道友 不是我二人不帮你 只是那东王公怎么说 也是老师封的男先之手 我二人也不好多管 西王母早已做好准备 只见他冷静说道 只要两位道友 愿意帮我劝退东王公 我愿拿出我盘桃树 每次结果的三分之一 分给两位道友 元氏听到这个时候 已经心动了 老子淡然的表情 也发生了变化 只见元氏和老子对视了一眼 接着元氏说道 道友 我们毕竟是邻居 这样吧 那东王公若是赶来 我们兄弟二人 一定帮你劝退他 毕竟你怎么说 也是老师封的女先之手 怎能受东王公的胁迫 西王母听后 紧张的心总泛落下 要是第一在这里 肯定会说 这句话好耳熟 好像刚刚在哪听过 接着 西王母和两人到了生谢后 就回去了 元氏这时和老子说道 大哥 到时 你我一起吧 那东王公也太自以为是了 老师怎么会封他做男先之手 老子淡淡说道 老师自然有自己的考虑 你我只要负责 劝退他便可 不可打杀了他 元氏听后点点头 转眼一年过去 东王公带着众多手下 浩浩荡荡地前往昆仑山 西王母在得知后 心中一紧 但是想到 老子元氏两人已久答应自己 便放下心来 东王公再如何 也不会是老子和元氏的对手 他心中如此想到 而此时的老子和元氏两人 收到西王母的传讯 也开始往昆仑山西赶去 此时得到消息的众多洪荡生灵 开始激烈地讨论着 妖族这边也收到了 东王公前往昆仑山的消息 帝郡此时和太医说道 哼 这东王公形势如此嚣张 早晚会得罪完洪荡众人 到时便可直接取掉的他的狗命 太医此时也是心中不屑道 大哥 不如让我直接把他杀了算了 老师没有人用 自会让我们管理洪荡 帝郡还是冷静说道 时机未到 再等等 此时东王公已经到了昆仑山西了 西王母道友 我是东王公啊 我来提亲了 还希望西王母道友 和本座喜结连连 西王母此时心中愤怒不已 还是耐着性子说道 道友回去吧 我只想安心修炼 不想男女之事 东王公听后面色阴霾 就在他还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 老子和元氏两人也道了 老子和元氏两人 站在东王公身前 元氏缓缓说道 东王公 你回去吧 西王母道友 不愿和你结为道理 东王公心中愤怒不已 却还是说道 两位道友 这是什么意思 要参与此事 老子此时没有说话 元氏则是面色不善地说道 东王公 老是让你管理洪荒 不是让你为非作歹的 收起你的心思吧 东王公再也忍受不住 元氏这番态度 于是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领教一下两位的高招 说吧 东王公拿出盘龙拐 直接出手了 元氏剑壮心中不屑 拿出盘古番 甲和东王公站作一团 而此时东王公的手下 还想上前帮忙 老子则是一人拦住众人 此时的场面混乱不堪 老子并没有打杀了这些手下 只是将他们重伤 而东王公这边迟迟占不到便宜 被元氏死死压制着 等到老子将东王公的手下 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之后 老子淡淡说道 东王公 收手吧 你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不想取你性命 若你执迷不悟 就别怪我们了 第五十章 孔轩三兄弟历练洪荒 东王公此时看 确实拿不下元氏 还有一个老子 在一旁虎视眈眈 心中愤怒不已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这元氏如此难缠 看来这西王母 是拉不到我的船上了 狠狠地瞪了西王母一眼 东王公带着众人离去 等到东王公众人 回到子府驻地之后 帝郡这边已经收到消息 此时的帝郡 开怀大笑道 这东王公偷鸡不成十把米 妖族众人听后 也是嘲讽东王公 自不量力 子府驻地 该死的西王母 居然死活不愿意参与进来 本尊早晚要把你收入囊中 底下众人 看着气急败坏的东王公 瑟瑟发抖 过了一段时间后 东王公继续发展起子府势力 吴婷 两位师兄 我们偷偷出去历练 是不是不太好 要不还是和师父说一下吧 这时孔轩和大鹏刚刚出关 想要出去历练一番 于是便打算叫上六尔 所以六尔如此说道 大鹏却是不在意道 十点 放心吧 师父在闭关修炼呢 我们也不出去太久 历练一番就回来 也好提升一下自己 孔轩则是也想出去历练了 因为在屋庭修炼 经过混缘时间 阵法的时间加速 两人都感觉到了修炼的枯燥 于是想要出去历练一下 六尔 见两人都想出去 也就同意下来 于是 三人一起出了屋庭 就在两人走后 祝容正好在指导几位大巫 感觉到三人离去 便打算偷偷跟上 看看他们要去干什么 紧接着 祝容也出了屋庭 那几位大巫见祝容终于走了 心里纷纷松了一口气 祝容的指导 他们可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孔轩三人在路上商量着去了 突然看到 距离巫族地远处 有大战的气息 于是 三人向大战之处赶去 此时的夸父 正在和妖族的 妖圣九鹰大战 而有些巫族 已经受到重创 九鹰 你既然来到不周山 便不用走了 竟然还敢寄予我找到的羚羊果 九鹰这时 脸色难看至极 本来她是带着妖族的众人 在洪荒寻找机缘 没想到 夸父已经提前到了 于是她心中 升起了抢夺宝物的想法 直接就将巫族几人偷袭重伤 只有夸父 没受太多影响 九鹰这时 见成功不了 已经心生退役 心中思索到 此地距离巫族地不远 若是其余大巫出关 和夸父联手 自己可没有丝毫生分了 想到这里 更加坚定了 九鹰想赶紧跑路的想法 就在两人难分胜负的时候 孔轩三人已经赶到了 三人看到大战的 竟是夸父和妖族之人 于是孔轩说道 大鹏我们下去帮忙 师弟你现在还不是那夸父的对手 就先再次等我们吧 六二听后也想帮忙 但还没说出口 孔轩就带着大鹏两人 杀向九鹰 九鹰此时 见到巫族来帮手了 惊惧不已 拼着受伤 想要给夸父一击 刚到夸父面前 大鹏直接施展阴阳颠倒 九鹰见自己的神通攻击 竟然反弹回来 一个反应不及 竟是直接被斩下一颗头颅 其余妖族见九鹰的头没了 吓了一跳 一想九鹰还有八颗头 那没事了 别的不多咱就是头多 夸父见是第一组屋的徒弟来了 心中惊喜不已 九鹰此时看到大鹏的神通 竟然这么猛 不敢再战 撇下妖族众人 直接就跑路了 妖族众人见九鹰跑路了 赶紧跟着就跑 孔轩这时直接施展五色神光打去 顿时 妖族之人死伤一片 其余的顺势逃走 六儿自然没有听从孔轩的话 待在原地 此时逃跑的妖族几人 顺势被六儿斩杀殆尽 夸父这时上前说道 多谢三位兄弟相助 三人不在意地说道 没事 没事 孔轩紧跟着说道 夸父大哥 不用客气 只是你怎么和妖族交战上了 夸父随即将事情原委 和几人说了一遍 三人听后 愤怒不已 这九鹰居然如此阴险 伤了众多巫族之人 这时 祝容也看明白 三个小子是出来干嘛的了 紧接着出现在几人身边 夸父啊 你的实力还得提升啊 居然连个腰上都打不过 大巫见到是祝容 尴尬不已地说道 祝容祖屋说的是 我这就回去修炼 要说几位大巫最怕的人 是谁那一定是祝容了 因为这会有事没事 就借着帮助他们提升的话来揍他们 这些年没少挨揍 于是 夸父回应之后 直接跑路 孔轩几人见到是祝容 心里也是慌的一批 你们三个 修为不高 胆子倒是不小 大鹏这时善善笑道 嘿嘿 是说 你就饶了我们呗 我们也想出来历练嘛 你们想历练可以 但是注意安全 你们的修为还太低 三人听后 惊喜地点点头 向祝容道了声谢 几人就走了 祝容此时心想 这三个小子 不知道天高地厚 大哥还在闭关 啊还是跟上去吧 想到这里 祝容紧跟去 太阳星 九鹰 你说的可是真的 那大巫的帮手是妖族 九鹰回来后 就急忙来见帝郡了 于是把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千真万确 那三人一个是大鹏画形 一个是孔雀画形 我绝对没有看错 他们施展神通 会显露气息原形 至于另一个比较弱一点啊 看外貌 好像是只灵猴 帝郡这时思考着 这三人到底是谁 怎么会和巫族站在一起 你先下去养伤吧 此时我知道了 巫族的此番因果 妖族记下了 九鹰见状 心中感激道 我果然没有跟错人 帝郡不亏 是我妖族的领袖 九鹰走后 帝郡缓缓思考道 这三人天赋不凡 若是能收入妖族 那绝对是一大助力 如此想后 帝郡叫来太医 吩咐给太医 让他务必收拢这三人 太医听后点点头 于是就出了太阳星 四处寻找起孔雀三人的气息 此时的三人 刚找到一处机缘 心里正兴奋不已 紧接着太医的身影 降临在三人面前 第五十一章 祝容打上太阳星 孔轩见到来人气势磅礴 心中打量着对方 见对方来者不善 孔轩给大鹏和六尔传音道 此人的气息 像是妖族之人 你们找机会赶紧跑 我来拖住他 大哥 不行 出来历练是我提出来的 我来拦住他 你们跑 两位师兄 你们天赋比我强 你们跑 还是我来拖住 这时 太医淡淡说道 不用商量了 我来给你们选 臣服我妖族 或者死 三兄弟心中大害 竟然能听到他们的传音 看来修为远超他们了 接着孔轩说道 我们是不会臣服妖族的 若是我们师父知道 你已大欺小 他会去找你的 太医这时 还是不屑说道 就算你们的师父来了 也只能臣服妖族 就在太医说完之后 一道暴怒的声音响起 法猫鸟 修得放肆 说吧 祝容的火之法则神通 直接抵达太医面门 此时的太医修为 还在准胜初期 哪里是祝容肉身混元 惊鲜巅巅峰的对手 太医感觉到 祝容的神通威力 不可肉身抵挡 祭出混沌中 甲 挡下这一击 祝容健壮 继续向太医攻击而去 招招致命 太医眼见不敌 利用金屋神通化红之术 飞向太阳星 祝容健壮 吩咐三人赶紧回乌廷 自己直接向太医追去 孔轩几人听后 急忙赶回乌廷 乌廷 此时的第一 浑身散发耀眼的光芒 紧跟着元神修为 和肉身修为 一同突破到了 混元大罗精鲜六重天 第一呼出一口浊气道 看来红军三奖过后 我应该能突破到七重天 定 恭喜修为突破 获得神级奖池抽奖一次 是否开始抽奖 小二 开始抽奖 定 恭喜获得 先天至宝升级卡星号时 第一看到抽中的先天至宝 本来还有点失望 可是看到 是十张之后 脸色瞬间好看起来 十张先天至宝升级卡 可以考虑给兄弟们 升级一波装备了 先天至宝的是神枪什么的 应该打人很疼吧 结结结 收起心思之后 第一就打算出去看看 只见孔轩几人刚到他的门外 三人直接就跪下了 第一瞬间出现在几人后面开口道 你们在干什么 这时 几人听到后面有声音 纷纷吓了一跳 孔轩急忙说道 师父 都是我不好 要带着两位师弟出去历练 不然也不会碰上妖族之人 现在助容师叔已经打上太阳星了 你快去帮帮助容师叔吧 六尔这时也急忙说道 师父 都是六尔的错 不管两位师兄的事 是我要出去的 你要罚就罚我 只不过 还是先去帮帮助容师叔吧 大鹏见两人都帮自己背锅 心里感动不已 可还是勇于承认道 师父 其实都是我的主意 是我不知天高地厚了 您还是惩罚我吧 第一听后 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于是说道 小鹏 我知道你性子不够沉稳 此番你们师兄弟 三人一起受罚 想必小轩和小六不会埋怨 既如此 你们三人就在屋庭好好闭关吧 不到混原金线 不准出去 三人听后松了一口气 还好师父宽宏大量 说完 第一已经消失在原地 第一再出现 已经在帝江身边了 二弟 助容打上太阳星了 和我一起去看他好戏吧 帝江听后说道 大哥 怎么回事啊 老三不会有事吧 第一却是笑着说道 现在的祝容可不是没有原神的祝容了 走吧 说吧 两人已经前往太阳星 而太阳星外 祝容还在叫门 撒猫鸟 你有本事以大欺小 有本事出来 再和爷爷大战三百回合啊 此时的太阳星内 太一怒气冲天 自己前脚刚回来 祝容后脚居然跟过来了 随即 太一叫上十大妖圣 准备应战祝容 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接着 帝君这时也出现了 看向太一问道 太一 外面是谁 怎么回事 于是 太一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帝君这时头疼不已 然后说道 都怪我糊涂啊 巫族我们暂时还不能惹 帝一那一关还没人陷着 思考片刻后 帝君说道 走吧 先出去把这个祖屋劝退了再说 祝容在外面叫骂了半天 见也没有人出来 继续说道 真他们怂 这时 帝君带着太一和十大妖圣出现了 只见帝君笑呵呵地来到祝容面前说道 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家帝不懂礼节之处 还请见谅啊 祝容不屑道 爷爷我是祝容 祖屋祝容 帝君听后心里愤怒不已 表面还是陪笑道 原来是祝容兄弟 我们这也算不打不相识吗 不如你就放过我二弟吧 他也知道错了 不该招惹您的徒弟 祝容还没反驳呢 这时 帝一和帝江两人已经来到帝君面前 那是我的徒弟 你们现在 这就叫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帝一戏谑地如此说道 帝君一看眼前两人 心中大惊 他也没想到 第一竟然来了 那三人居然是第一的弟子 这下麻烦了 帝君慌得不行 表面还是恭敬说道 见过帝一前辈 还请前辈饶了我二弟啊 他是真不知 那是前辈的高徒 帝一淡淡说道 我为什么要放过你们 帝君一狠心 拿出妖族的所有宝物说道 只要前辈能放过我二弟 这些都是您的 帝一瞥了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 祝容这时 却说道 杂猫鸟就你这点东西 打法叫花子呢 帝君心里怒气冲天 但是丝毫没有办法 过了一段时间后 第一缓缓说道 看来是没有什么能买下 你兄弟命的宝物了 那便安心走吧 说吧 第一假装动手 这时 红军突然出现 急忙拦住第一 尴尬说道 道友 给我个面子 我这两个不懂事的弟子 给你添麻烦了 第一见红军终于来了 面露喜色道 红军老头 你终于来了 呗不是 你来了 红军老头 红军听后一脸郁闷 心中悲呼道 玩犊子 又要被薅羊毛 第52章 先天至宝升级卡 红军缓过神来 还是一脸郁闷的说道 道友 有什么要求你提吧 只要能放过我这两个 不争气的徒弟 第一笑道 还得是你啊 红军 你这俩徒弟傻不拉几的 不像我我的徒弟 聪明伶俐 唯一的不足 就是缺少合适的领宝啊 红军听后 哪里还不明白 第一的打算 只见红军缓缓拿出 三件上品 先天领宝 紫电锤 混圆锤 鱼骨 第一瞥了一眼说道 红军 你也太穷了吧 只有这种垃圾了 红军脸色一抽 无奈说道 道友 频道也只有这几件 适合你的三位弟子啊 实在没有了 第一件状 传音和红军说道 想让我收手也可以 紫霄公三讲过后 我会带人去分宝言 红军心中震惊 不明白自己分宝言的是 第一是怎么知道的 但是看他的样子 也不像无敌放式 于是只能传音同意道 道友 分宝言之事可以 希望道友一言九鼎 此时的第一突然笑了起来 众人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见第一说道 红军 此番就给你这个面子 罚把我收下了 说着 收下了三件先天领宝 然后带着帝江和祝荣 离开了太阳星 这时 帝军上前来到红军面前 攻身说道 老师 让您费心了 红军冷漠说道 你们两兄弟 现在还不是巫族的对手 三讲过后才有机会 控制一下 先不要和第一他们起冲突 你可明白 帝军听到红军的这番话 瞬间就领悟了他的意思 现在不能硬钢 等发展起来就可以了呗 于是帝军急忙说道 是 谨遵老师法旨 红军离开了 帝军带着太医进入寝宫之中 太医 你听懂老师的话了吗 我们还需继续折服 太医见状 点点头表示明白 帝一几人已经回到了乌庭 只见这时 通天也从金鳌岛回来了 大哥 我回来了 想我没有 嘿嘿 小弟 你去哪了 怎么才回来 帝将如此问道 通天听后 知道是第一没有和帝将等人说 接着和帝将解释起来 第一看了看通天的修为 说道 你先在乌庭修炼到混元金仙巅峰再回去吧 若是等要突破混元大罗金仙的时候 再回来便是 通天听后 也是点点头 他从一回来 就发现了 这乌庭比外界的时间 流速要快 在这修炼 肯定是半功倍 随后 第一叫来了孔轩三人 把从红军那里搞来法宝 分给了兄弟三人 通天看到这第一 居然又收了一个弟子 看起来天赋还不错 接着 通天去找了众多祖屋 叙了叙旧 就开始闭关了 第一次时却在思考 这十张先天至宝升级卡 应该给哪剑法宝用了 现在十二祖屋手里 都是几品先天领宝 十二品的四个连台 可以升级一下 世神枪本身就是天道一宝 倒是可以不用提升 五方旗可以布置先天五方大阵 倒是正好可以升级一下 至于最后一个升级卡 可以给之前搞到手的混沌葫芦升级一下 这混沌葫芦 原本是还未成熟的葫芦 当时在布舟山地 一用三光神水浇灌 如此才成熟的 内涵混沌之气 倒是个可以好好培养的法宝 第一如此说着 片刻后 第一叫来帝江 让他去十二祖屋那里 把四座连台和五方旗都拿来 帝江虽然疑惑 但还是照做了 接着 帝江就去找众祖屋要法宝去了 众祖屋听说是帝要的 倒是都没有说什么 因为法宝本身也是帝给他们的 不时片刻 帝江就带着九件法宝来了 帝江这时还是忍不住问道 大哥 你要兄弟们的这些法宝 可是有什么大事 第一神秘一笑道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说着 第一拿出升级卡 小二 使用升级卡 叮 升级卡使用成功 此时 这十件法宝已经在开始蜕变 这种蜕变是从本质上的蜕变 帝江此时目瞪口呆 他就只看见 第一拿出了十张卡片 然后分别打入十件法宝之后 然后就出现了眼前的这一幕 只见此时的四座连台 分别散发出颜色不同的耀眼光芒 能够感受到 其中的威力 在不断变强 而五方齐这时也不甘示弱 纷纷在第一身边旋转不止 并且也散发出颜色不一的光芒 不一会儿 竟是形成了先天五行大阵 混沌葫芦此时的变化 更加耀眼 只见其周围散发出混沌之气 葫芦忽忽大忽小 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但是却并没有 第一此时 在紧紧盯着几件法宝的变化 想要窥探一下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可是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看不明白 就这样 不识片刻之后 十件法宝 已经全部变为 先天至宝品接的了 蒂江此时已经是呆了 回过神后 看向第一的眼神充满炽热 然后说道 大哥 你这是什么好东西啊 居然能让极品先天灵宝 直接提升为先天至宝 简直恐怖如斯啊 第一却是淡定说道 淡定 小手段不值一提 快拿去给兄弟们吧 我现在手里 没有办法再升级了 告诉其余的兄弟 也不用着急 等我有了升级卡 就给他们的法宝升级 蒂江听后恍然大悟 接着说道 大哥 你放心吧 兄弟们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第一笑着点点头 这时 勾芒几人看到蒂江又回来了 二哥 你怎么回来了 蒂江这时学着 第一的样子 神秘说道 你去把我刚当 拿走法宝的兄弟 几个叫来吧 勾芒听后 也没多说什么 就去叫人了 不一会儿 众祖屋就到了 蒂江见大家都来了 于是拿出刚刚升级的 九件法宝 分给了众人 大哥刚刚要你们法宝 是为了提升宝屋的品贴 至于其他的兄弟 也不要多想 以后还会有机会 给其余的兄弟 升级宝屋的 本来没有被升级 法宝的几个祖屋 听到蒂江的话 开心不已 至于那几个法宝 已经升级的祖屋 此时把喜悦都写在脸上了 后土玄冥两人 更是乐开了花 因为他俩的法宝 最猛 这时蒂江继续说道 勾芒 你和祖蓉你们几个 掌控五方旗的 没事多练练其中的大战 现在已经提升 为了先天五行大阵 威力绝对够 勾芒几人听到 都是点点头记下了 第53章 缘缝突破混元大罗金仙 第一开天神辅战天道 而此时的妖族 帝郡正在参悟 何图洛书 本来都要悟到 其中一门阵法了 可是太医突然回来了 而且祖蓉当时在叫骂 只能被迫打断参悟 在处理完妖族事务之后 帝郡开始继续感悟 起何图洛书 因为他感觉到 他之前差点感悟成功的 这个阵法 绝对是洪荒中 目前最顶尖的阵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脑海中 关于这个阵法的雏形 越来越清晰 渐渐的最后 竟然真的被他 给参悟了出来 此时的帝郡 心中惊喜不已 周天星斗大阵 参悟成功 这阵法竟然可占圣人 我妖族要崛起了 帝郡感受着 自己悟到的阵法 心中越发觉得 自己就是 气运正道的天选之子 随后 帝郡开始安排妖族众人 开始熟悉这个阵法 而在子府这边 东王宫听说了 妖族的骚操作 笑得合不拢嘴 妖族这番作为 笑死平道了 赔了夫人又折兵 现在的子府 发展得越来越快 急需寻找一处宝地 让众人修炼 东王宫这段时间 一直在寻找 吴廷 此时袁凤心有所感 急忙出关 第一这时正打算闭关 见袁凤来了 就没有继续 袁凤看到第一兴奋说道 第一 我感应到了 突破混元大罗金仙的契机了 第一感受着 此时袁凤的修为 心中明雾 就在第一刚要同意的时候 系统声音响起 第一 系统任务 请帮助袁凤 突破混元大罗金仙 奖励体制商店 自选一个体制 以拥有体制不可选 小二 这体制 还能融合吗 主人 当然可以 而且会大幅提升肉身修为 好东西啊 第一回过神来 继续对袁凤说道 确实该突破了 你放心突破 我会帮你 袁凤感动地看着第一 随后 在原地开始积蓄力量 准备突破 只见袁凤此时周围的灵气 纷纷涌入他的体内 像是要化为实质 不知过了多久 袁凤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 已经快要到达混元大罗金仙的层次了 此时的红军感应到红荒中 居然又有人要突破到混元大罗金仙 心中愤怒不已 连忙查探到底是谁 只见红军感受着那道混元气息的所在之地 突然他看到 正在突破到 居然是袁凤 而旁边站着的正是第一 此时第一在紧紧地盯着他 可恶 他知道我会查探 这时 天道也出现了 红军 把你的身体给我 我这次一定要地好看 居然让袁凤也突破混元大罗金仙了 红军无奈地点点头 看样子 这次天道打算动真格的了 因为不敲打一下第一 谁知道他会搞出多少个混元大罗金仙 只见红军瞬间眼神淡漠 浑身气息也是暴涨 只是一瞬 天道红军就出现在了屋庭外 第一此时也来到了屋庭外 他知道 天道这次不会那么容易妥协了 天道愤怒开口道 第一 你竟敢帮助袁凤 突破混元大罗 你是真的要和我死磕到底吗 天道 你也不用说废话了 要么你乖乖退去 要么今天我就给你个惊喜 天道红军此时表情殷勤不定 但还是决定出手打压一下第一的嚣张气焰 只见天道祭出造化玉碟 一道玄傲至极的空间法则打出 竟是想要直接禁锢第一 第一这时 却淡定看着天道的空间禁锢打向自己 只见第一瞬间就被禁锢在了原地 此时天道则是兴奋不已 哼 第一 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 那么今天原奉这个混元大罗金仙 就突破不了了 第一此时大笑道 哈哈 欲与天宫势比高 说完 只见第一缓缓拿出开天神府 与此同时 整个天地都在震动不已 天道此时已经京剧万分 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把开天神府修复成功 天道虽然不愿意承认 此时的开天神府是完好无损的 但是他感受到了当初盘古的气息 好像就存在这开天神府之中 只见此时的第一施展力之大道挥出神府 只一击天道的空间禁锢就被打破了 这时的第一屹立于九天之上 手持开天神府 熠熠生辉 气息威压洪荒 好像曾经那个一人占三千魔神的盘古 而洪荒的众多先天生灵感受到第一的威压 心中震惊不已 他居然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 还恢复了开天神府 我还有给我而报仇的希望吗 昆蓬此时脸色阴霾 死死地看着那道身影 而太医 原始 老子三人这时已经猛逼了 不可能 他怎么会拥有开天神府 我们的法宝都还在啊 他是怎么做到的 原始心中百思不得其解 太医此时也是同样的满脸震惊 唯有老子还能保持一丝理智 虽然自己心中也感觉到不对劲 但是并没有说什么 此时的第一看向天道红军 缓缓说道 现在的我 有资格护员奉政道吗 天道此时哑口无言 但是为了天道威严 毅然祭出自己最强神通 只见天道身上的天道之力愈发浓郁 造化玉蝶上三千法则之力 尽数掌控在天道手里 突然 天道将积蓄了天道之力的三千法则之力 打向第一 第一大笑一声 任你有千般变化 实力通天 我自已力破之 七 彩 圆 气 斩 第一使用力之大道 直接挥动开天神府 仔细看 其中还夹杂着时间大道之力 时间加速 同时开天神府 散发着七彩的光芒 第一一事兴起 直接一波致敬 与此同时 天道的三千法则之力 和第一的七彩元气斩 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幸亏乌廷有混元时间大战 要不这一击下去 乌廷恐怕惨不忍睹 只见此时的天道红军 被第一的攻击震退数部 第一却是稳稳站在原地 高下利剑 就在天道打算积蓄更强的力量 和第一决议死战的时候 另一股混元大罗金仙的气息 从乌廷中向洪荒散发而去 而此时的洪荒众人感受到 这股心的威压 心中惊骇万分 这是有人突破圣人了吗 应该是 这气息虽然不如道祖和第一祖乌 但是却比准圣更强 定是另一尊圣人正道了 老子和原始两人感受到这股气息 也是震惊万分 原始这事恨恨说道 到底是谁 竟然在我盘古正宗前面正道 等我成圣 必要一战 老子的脸色却是阴晴不定 他隐隐有种感觉 这根本不是圣人的正道 但是他却也不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五十四章 鸿蒙混沌神体融合 妖族子府争端起 而帝郡和太医的妖族这边 则是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帝郡难难道 巫族看样子又出了一位圣人 这可如何是好啊 老师尚且拦不住第一 我妖族真的有希望吗 太医看出了帝郡的失落 走过来安慰道 大哥 别心急 总会有办法的 我们妖族挥立于万族之上 帝郡却是像没听到似的 双眼无神 太医看出来 帝郡是被打击了 眼看就要道心破碎 太医大声喝道 大哥 你是天生的皇者 怎能被眼前的人给震慑住 这不是我认识的大哥 帝郡听后心中顿悟 是啊 我们兄弟天生皇者 未来的帝者 我是不会被打败的 说完 帝郡的眼神中 重新燃起了斗志 凤族这边的众人 已经再庆祝了 只见他们一个个兴奋不已 朕必欢呼 老族长终于是正道混元了 多亏帝郡族啊 是啊 帝郡族真的好强啊 金凤此时 看着站在帝郡身边的袁凤 羡慕不已 而此时的乌庭外 天道红军死死地看着帝郡 恨不得食其肉 请欺皮 袁凤竟然真的破镜混元大罗了 他再也拦不了了 第一手持开天神府 冷冷看着天道红军 只见袁凤此时 缓缓从乌庭中走了出来 顺势将混元大罗金仙的气息 向天道释放而去 颇有挑衅的意味 天道红军这时的表情 更是阴沉无比 见再下去 也讨不到好了 只能愤愤离去 洪荒众人见红军退去 纷纷震惊第一的实力 果然是强大 袁凤这时 看向第一感动说道 第一 谢谢 你有没有受伤啊 第一却是笑笑说道 你我之间还用言谢吗 如果你真想谢的话 还是以身相许吧 袁凤听到第一的话 脸色一红 说道 色痞子 走吧 我好好伺候你 第一见状 卷起袁凤就回到了寝宫 天道红军 回到紫霄宫后 大发雷霆 可恶 该死啊 这个艺术 红军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尽快让女娲 老子 原始 准提 接引成圣 这天道大事既然变了 那我也不必遵循了 至于妖族 就让太义成圣 相信最后的大战 一定能给巫族重创 到时 让圣人都去剿灭巫族 该死的第一 红军听后 也只能点点头 同意了天道的计划 可是再快 不也得三讲之后吗 到时自己只能用点别的方法 提升这几人的修为了 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们更快正道 也就有了对抗巫族的棋子 几日之后 第一这时 终于有时间选择商店体制了 第一看向体制兰 各种体制都有 自己已经具有鸿蒙大道之体 看来可以选择个第二的 鸿蒙混沌神体 小二 我选鸿蒙混沌神体 丁 恭喜获得鸿蒙混沌神体 是否融合 开始融合 就这样 第一开始融合起鸿蒙混沌神体 这一日 东王宫游历东海 忽然心有所感 好像有一处自己的机缘 随后 东王宫走走停停 竟是找到了一处阵法 东王宫此时心中大喜 这阵法之中必有宝物 我可真是浮渊身后啊 哈哈 说着 东王宫开始破除阵法 经过几年的破解 东王宫终于是破开了阵法 映入眼帘的 则是一处石碑 上面刻着 蓬莱仙岛 就在东王宫满心欢喜地看着仙岛 觉得其中肯定有宝物时 却是看见此时的岛上 竟然空无一物 东王宫此时心中疑惑不已道 这么一处先帝 居然没有一个宝物 难道是有人提前来了 但是没道理放弃 这么一处绝佳的修炼之地啊 他不知道的是 第一当时寻到三座仙岛 却是没有看上这处修炼之地 只是带上宝物就离去了 因为三仙岛的位置太偏僻 哪有不周山 位于洪荒中心的地理位置更好 而且灵气浓郁程度方面 乌廷比三仙岛更好 所以 第一没有选择在这里立下道场的理由 虽然没有任何的宝物 但是东王宫此时还是兴奋不已 因为终于找到了子府的立身之地 随后 东王宫在此处布下结界 便去让子府众人来此处修炼 不知不觉 已经又要到子宵宫讲到的时间了 洪荒众人现在的实力 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东王宫的子府 一直在挑衅妖族 并不是妖族就比子府弱 而是帝郡刻意压制妖族众人 不要跟子府起冲突 而是帝郡看到了巫族的可怕 他想的是 以东王宫的性子 应该很快就能跟巫族对上 只是没想到东王宫也知道 巫族是硬骨头 他也不打算硬啃 哼 帝郡 等本先尊吞下你的妖族 巫族自然不是我子府的对手 没错 东王宫想的则是吞并妖族 以此壮大子府势力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 除了巫族以外的势力震慑住 东王宫继续吩咐下去 还得加大挑衅妖族 争取在子宵宫讲到之前 把妖族灭掉 而此时的妖族之中 帝郡脸色阴沉 眼中的愤怒已经掩饰不住 太医可是个暴脾气 再听说了子府最近的所作所为 怒不可恶道 大哥 我带人去灭了东王宫这个混蛋 竟敢如此欺我妖族 帝郡却是什么话也没说 此时殿内进来一个妖圣 此人正是妖族妖圣菲莲 只见他愤怒不已 脸上还有悲伤之色 来到帝郡面前试了一礼后 丹西跪下说道 陛下 我知道您不想得罪子府 在下恳请退出妖族 我与子府不共戴天 我要报仇 帝郡这时疑惑道 菲莲有事好好说 不必如此啊 说着上前扶起菲莲 接着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菲莲此时悲愤说道 那东王宫欺我太甚 我不答应加入他子府 他竟然叫人屠杀我的族区 他该死啊 我菲莲不报此仇 到新南安 还请陛下准许我退出妖族 帝郡听后 总算明白了怎么回事 此前也有妖圣来跟他说 子府在拉拢他们 没想到 此番直接拿菲莲开刀了 他已此时已经是压制不住的愤怒了 帝郡这时说道 菲莲 我们是兄弟 兄弟受辱 我这个做大哥 定然不会不管 太医 你带菲莲召集我妖族所有人 兵发子府 两人听后心中大喜 帝郡终于同意念了子府了 第55章 妖族战子府 两人退下之后 帝郡喃喃说道 东王宫 这是你逼我的 若是再纵容下去 十大妖圣怕是跑得一个不胜了 就算老是怪罪 这也是你挑衅在先 说完 帝郡也开始准备起来 不多时 太医已经召集了所有的妖族之人 他来到帝郡面前说道 大哥 人都齐了 什么时候出发 帝郡回应道 现在 接着帝郡对着妖族 众人说道 妖族的儿郎们 东王宫欺人太甚 我本不想与之争斗 但是今天 他竟然欺辱了我们的兄弟 我们应该怎么做 底下妖族众人大声喝道 站 站 站 飞连此时对帝郡是感激涕零 就属他喊的最大声 交代完一切事以后 帝郡带着妖族众人 浩浩荡荡地向东海出发了 而子府这边也收到了消息 东王宫却是丝毫不拒 只见他缓缓吩咐道 妖族之人不足为惧 以我们如今的实力 定然可以轻易斩灭他们 几位子府长老 本来心中担心不已 但听到东王宫这番话之后 都安心多了 子府这边也在积极准备应战了 终于 妖族的众人 已经到了蓬莱仙岛外 太医直接开口大骂道 东王宫 给我滚出来受死 此时 东王宫也带着子府众人 出了蓬莱岛 只见东王宫此时 明知故问道 帝郡 你们妖族 这是什么意思 要开战 帝郡却是不屑道 东王宫 不必明知故问了 你如此气我妖族 今天我们就做个了结吧 东王宫冷笑一声 帝郡 我可是老师亲自封的男仙之手 行驶的也是管理洪荒的职责 你敢跟我斗 哼 即使是老师知道今天的事情 也不会站在你身后了 太医这时已经急不可耐了 于是说道 大哥 跟他废什么话 看我直接杀了他 说吧 太医直接动手了 只见他寄出混沌中 假 向东王宫镇压而去 东王宫也没想到 太医竟然真的敢对自己这个男仙之手动手 而且上来就是要自己命来的 于是东王宫也不敢拖大 寄出龙头拐杖和第一战做一团 帝郡这时说道 妖族的儿郎们 杀 随后 妖族和子府之人也开始大战 东王宫此时越打越心惊 这太医竟然这么强 自己准圣中期的修为 竟然占不到丝毫便宜 他不知道的是 太医的修为虽然还是准圣中期 但是已经隐隐要突破到后期了 而且 混沌中虽然是假的 但是与原本的差不到哪去 他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太医的功法 只见 太医极力运转混沌中 假 施展出一记神通 接着听到太医爆和道 镇压空间 随后 东王宫根本无法抵挡这招 周围空间被镇压 东王宫无法躲避 太医则是不给机会 拿着混沌中 假 直接朝着东王宫砸去 东王宫此时面露惊恐 他发现 这一击 好像可以直接砸死他 但是此时的东王宫 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混沌中 砸向自己的脑袋 瞬间东王宫 脑将蹦裂而出 头 都被砸爆了 只见东王宫临死之际 真灵逃脱出混沌中 假 得禁锢 太医见东王宫 还有真灵逃出顺势 就要一击灭沙 斩草除根 就在太医 即将要彻底击溃 东王宫真灵之时 一道金桥笼 罩住了他的真灵 一时没有得手 紧接着 太上老子的身影 出现在了东王宫真灵旁 太医看到 居然是老子 拦下了自己的攻击 心中疑惑不已 接着问道 太上师兄 你这是何意 要与我妖族做过一场 帝君这时也观察到了 太医这边的情况 从一开始 他就没有参与进大战之中 只是在一旁掠阵 没想到 老子突然就出现了 他也瞬间来到太医身边 这时 老子缓缓开口说道 两位师弟 并不是平道 要和你们做过一场 只是无感悟天道 东王宫命不该绝 平道虚保他一线生机 还请两位道友误怪 这时帝君开口道 师兄 此番过后 这东王宫 可是我妖族的死敌 我们不会留下后患的 还请师兄行得方便 这时 老子也只能搬出红军 继续说道 东王宫毕竟是老师封的男仙之手 此番也是他自作自受 日后也并不会 与妖族为敌了 还请师弟收下留情 这也是老师给我传讯 我才急忙赶来救下他的 帝君和太医两人一听 居然是红军的主意 两人将信将疑 但是却没有合适的理由了 只能任凭老子救下东王宫 帝君这时说道 既然是老师的意思 我们兄弟二人自当遵守 师兄便将其带走吧 老子见状微微一笑道 多谢师弟 说吧 老子带着东王宫真灵消失在东海 而此时的子府众人 见东王宫已经被杀 真灵虽然救下 但若是醒过来 恐怕也不会再是男仙之手了 于是他们纷纷投降 帝君这时也吩咐道 子府之人愿意归降我妖族的可活 否则死 说吧 所有的子府之人都放弃抵抗 投降了妖族 等到众人回到太阳星 帝君开怀大笑道 哈哈 这下不仅除了东王宫这个祸害 还让我妖族实力大增 真是妙极啊 妖族此战过后 几乎已经征服了 洪荒除巫族之外的所有势力 如今洪荒的格局 也正式进入了巫妖争霸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族的争斗 只会越来越多 巫廷 此时的第一 终于融合完了鸿蒙混沌神体 这一波 直接让他的肉身修为 来到了混元大罗金仙九重天 而元神修为 也顺势来到了 混元大罗金仙七重天 只见帝一睁开双眼 时间内可以不用管肉身修为了 终于可以主攻元神了 七重天 马上紫霄宫三奖了 红军合到之后 应该会来找我了 这修为够用了 爹 恭喜主人元神修为 突破大境界七重天 获得究极奖持神级一次 是否抽奖 第五十六章 鸿蒙至宝 开始抽奖 第一脑海中如此说道 紧接着一道散发金色光芒的宝物 出现在了系统空间中 只见这宝物周身气息玄奥无比 帝一定经看去 竟然感受到了鸿蒙之气 竟然是鸿蒙至宝 鸿蒙亮节设计图 紧接着第一急忙看向法宝说明 鸿蒙亮节设计图 施展法宝 可将对敌之人 拉入图中感受亮节之力的洗礼 修为低于使用者 神魂俱灭 修为强于使用者一个大境界时 磨灭对方五成本源之力 本源损失后不可恢复 此时的第一已经彻底惊呆了 两久过后 声音响起 哇靠 磨灭五成本源之力 还不可恢复 这要是给天道来两下子 这不直接爽了 不愧是鸿蒙至宝 就是掉 随后第一想着 红军和天道合到之后 可能会突破到什么境界 合到之后 天道的实力肯定会大增 具体还真不好说 毕竟可以使用整个洪荒的力量 应该会到天道进一重天 若是用这鸿蒙至宝 恐怕我刚磨灭了一部分天道本源 下一秒 红军这个老六 就可以彻底取代天道了 天道本源若是被我磨灭没了 到那时 红荒恐怕会面临破碎 不到万不得已 红荒还不能破灭 突然地异灵光一闪 想到了什么 接着喃喃道 混沌无极刀剑阵 提升自身实力的双倍战力 用这个拿捏天道 应该绰绰有余了 如今原神修为 混元大罗金仙七重天了 肉身修为 也已经混元大罗金仙九重天 虽然还差了不少 但是还有机会 若是还干不过 天道看来只能把混元时间轮盘大阵 也用上了 配合混元无极刀剑阵的话 效果应该不错 想到此处 第一也已经打算出关了 红军第三次讲到要开始了 他也要凑一凑 这最后一讲的热闹 第一 发布系统任务 请带原本紫霄宫中客 前去分宝盐抢夺宝物 完成任务 获得盘古商店 自选一件商品 不可重复选择 竟然又是盘古商店自选 正好也打算 带他们去紫霄宫抢夺法宝的 想到这里 第一便直接出关 原凤此时正好就在外面 他已经等了第一很久了 却不好影响到他闭关 第一 我有件事得告诉你 不死火山那边好像出事了 我得回去镇守一下 怎么回事 需要我去吗 应该不用 只是现在情况不太乐观 我先去看看吧 那好吧 一切小心 原凤听后点点头 第一接着拿出 36品造化清廉递给原凤 说道 这造化清廉 如今已被我提升到了 混沌至宝层次 防御无双 你拿着保护好自己 原凤看着眼前 这么贵重的东西 第一却直接送给了自己 顿时感动不已 然后说道 第一 等我 说吧 原凤消失在了乌亭 以他如今的修为 除了天道和红军 第一想不到 能有什么难住原凤 此时的洪荒之中 众人有的 已经开始赶往紫霄宫了 大哥 我们这次 却真的能跟老师顺利谈下来 管理洪荒的事吗 帝郡缓缓说道 放心吧 老师肯定会站在我们这边的 言毕 帝郡太义两人 加速赶往紫霄宫 西方双人组 由于上次被第一收拾了一顿 居然可以一直在西方兢兢业业 没有时不时来东方打秋风了 师兄 此番讲道 可是圣人之道 若是我们突破圣人了 便再也不用怕那第一了 是啊 师爹 你我一定要好好听讲 此时的乌亭 第一叫来了 原本三讲该出现在紫霄宫的几人 第一看向几人 仔细感受他们的修为 通天 混缘惊仙后期 女娲 混缘惊仙中期 福西 混缘惊仙中期 镇元子 混缘惊仙初期 红云 混缘惊仙初期 红云和镇元子 这时也已经将修为追上来了 第一看向几人缓缓说道 紫霄宫内有你们一道机缘 几人疑惑不已道 大哥 能有啥机缘是我们现在用得上的 第一笑笑道 去了你们便会知晓 说吧 第一带着几人直接来到紫霄宫中 红军本来还在修炼 感受到空间一阵波动 还以为有人偷袭 一看才知道 第一居然带着人 直接来到了他的寝殿内 道友 你何时掌控空间法则了 红军疑惑问道 第一见兮兮地说道 你猜啊 的确 一般人可能都认为 当才第一施展的是空间法则 但事实 却是第一的时间大到 已经达到了时间加速到几身的境界 红军也不生气 他知道第一来的目的 随后打算带着第一几人 去外殿安顿下 可是他居然看到了红云和镇元子 此时 红军心中愤怒不已 红云和镇元子 怎么也跟第一混一块去了 表面红军还是假装问道 道友 这红云和镇元子是怎么回事 第一不在意地说道 他俩呀 你上次和天道施展的小手段 没有影响到他们 所以他们就来拜我当大哥了 红军此时一脸无语 心想 神他们小手段没影响到他们 绝逼是你又背着我们施展神通 护住了他俩 早知道上次就在好好检查一番了 红军虽然还是不甘心 但是事已至此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接着带众人去了外殿 吩咐两个童儿 伺候好这些祖宗 然后就看见第一有事没事 就把浩天叫来 然后在他的脸上一顿揉捏 几人看后 纷纷无语 浩天此时看着第一也不敢反抗 他知道自家老爷都打不过眼前这个家伙 只能任凭处置了 此时 洪荒众人 已经差不多都到了门外了 众人 都在交谈着 来紫霄宫前看到的那场大战 妖族战子府 很多人经过这一战彻底认识了帝郡和太医 于是这兄弟俩 就在门口感受着来自众人都善意 帝郡道友 你们妖族气韵无比啊 哈哈 道友过奖了 这时 有一些人已经打算加入妖族了 帝郡和太医两人也是热情地拉拢着 第57章 神秘怪物 不过多时 紫霄宫的门开了 开门的依然是那两个小道童 门外众人反应过来 缓缓进入紫霄宫内 只见紫霄宫中竟然已经有人了 众人看向那几人 发现红云和镇原子赫然在列 女娲和福西第一讲就没来 所以 众人也不认识 剩下的就是通天了 老子和原始看到通天此时 竟然也在此消宫 心中不满 却也并没有说什么 而通天此时 也只是淡淡看了老子和原始一眼 当众人想看看最后一人是谁时 纷纷震惊不已 竟然是第一组屋 没想到他这次也来了 帝郡和太医此时 心中忐忑 只觉得 第一来此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众人纷纷落座 这时 红军又出现在高座之上 第一不满说道 红军 你确定要坐在我上面吗 红军这时 假装咳嗽一声 说道 道友说笑了 你我修为相同 你便在我身旁落座吧 第一这时 才满意向红军旁边坐去 好了 开始讲道 此番为圣人之道 而等好好听讲 说吧就开始讲了起来 第一此时 则是闭目修炼起来 凤族这边 自从原凤回来之后 情况比之前好了很多 原因是 不死火山中 居然有一处屏障 而这屏障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破了 而且从屏障之外 出现了一个怪物 此人长得奇丑无比 但是修为 居然能比原凤 这个混元大罗金 先一重天还高 而且这怪物的攻击力惊人 若不是屏障 还能削弱一部分这怪物 打向不死火山的攻击 恐怕凤族 此时已经被灭族了 只是这个怪物 只知道攻击这个屏障 双眼无神 好像是本能的动作 并没有神志 老组长 这屏障不修复的话 恐怕要不了多久 这怪物就能进入 不死火山了 倒是我凤族威夷 原凤此时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用造化清廉 堵在这屏障裂口处 抵挡这怪物的攻击 还好怪物只有一只 要是再多一些 恐怕就挡不住了 原凤思索一番后 让其将金凤叫来 不过多时 金凤到来 原凤缓缓缓说道 金凤 你去巫廷叫第一组屋来 如果他不在你 就在巫廷等着 要第一时间告诉他这边的情况 金凤听后点点头道 我这就去 说吧 金凤已经向巫廷而去 原凤继续催动造化清廉 抵挡着这怪物 而紫霄宫中讲的还在继续 金凤来到巫廷之后 正好赶上帝将 要去巫族足地坐镇 两人在巫廷外相遇 帝将祖屋 我是凤族 县族长金凤 有事求见第一组 帝将感受着对方的气息 确实是凤族之人 于是帝将试了一礼说道 金凤道有 我大哥他去紫霄宫了 是大嫂有什么事吗 金凤思索片刻后 还是将情况说了出来 帝将听后若有所思 接着说道 你不用着急 这样 我去叫上兄弟们 一起先去看看 金凤听后点点头 心中还是觉得 第一更靠谱一点 也不知道他们几人 能不能帮到原凤老族长 帝将随后回到屋庭 叫上十二组屋 和他们说了说情况 众人便打算一起前往凤族 二哥 既然如此 我们就快走吧 也不知道大嫂一个人 能撑多久呢 其余众人也是附和着 帝将点点头 众人开始返回凤族 临走前 帝将叫来孔轩 让他等第一回来 第一时间把情况告诉给他 孔轩虽然担心 原凤和凤族 此时也只能听帝将的了 在帝将等人全力赶路下 这一日 他们终于来到了凤族 金凤急忙来到 原凤镇守之处说道 老族长 第一组屋不在屋庭 但是其他的组屋都来了 说是要帮你 原凤听后 心中明雾 快让他们进来吧 说着十二组屋已经走了过来 帝将看向屏障中的怪物 心中惊骇不已 于是说道 大嫂 这怪物要不了多久 恐怕就要打破屏障了 原凤听后 也是点点头说道 是啊 我也阻挡不了太久 他的修为还比我高 只怕一时 我也难以取上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十二组屋沉默片刻 忽然巨忙想到了什么说道 二哥 大哥不是给了三个 和我们兄弟几个五方旗吗 现在布置下先天五行大阵 就算这怪物打破屏障 也只能被我们困在这阵法中 这样不就可以坚持到大哥回来了吗 帝将听后 也是恍然大悟道 对啊 你们快去布下阵法 交给你们了 勾芒助容 共攻几人点点头 说着 五人 走向屏障外围 祭出五方旗 缓缓形成先天五行大阵 缓缓感受着这个阵法的玄妙 看来真能抵挡这个怪物很长时间了 再加上混沌至宝 三十六品造化清廉 恐怕撑到第一从紫霄宫回来 根本不是问题 紫霄宫 此时的紫霄宫众人 只有天道蒲团上的六位 还能勉强听懂 红军在讲什么 其余人继续听下去 只会头疼欲裂 于是众人都醒了过来 昆鹏死死地看向红云 红云还在闭目修炼中 红军在第一几人来的时候 也给红云几人安排了蒲团坐下 昆鹏见红云还能听到 心中愤怒不已 该死的家伙 为何偏偏如此好运 本来我也有蒲团坐 又能成为道祖弟子的 都怪你啊 昆鹏不知道的是 红云几人根本没有听红军讲道 只是在闭目修炼 转瞬间讲道三千年时间已到 此时众人都已经清醒过来 红军此时缓缓开口说道 三千年讲道时间已到 平道将以身和天道 以此补全天道 从此 天道及红军 红军不为天道 非天道大势不出 底下众人听后 心中大喜 但还是装作不舍说道 道祖不要啊 道祖三思啊 说啥的都有 甚至还有人竟然哭出声来 还好不是笑出声来 红军打断众人都哀嚎 继续说道 天道有缺 圣位填满 即可彻底补全天道 说着 缓缓拿出一道紫气 接着说道 此物为鸿蒙紫气 乃是成圣之机 这时紫霄公众人眼神炽热 恨不得立马拥有了 这鸿蒙紫气 有了它 那就必定可以成圣了 众人都想获得鸿蒙紫气 滴在一旁冷笑着 但却并没有说什么 第58章 鸿蒙紫气 通天女娃两人 也感觉 此物好像是和自己有缘一样 缘神疯狂颤动 此时 有人问道 道祖 敢问天道圣人有几位 天道集数为九 当有九位 什么 居然只有九位 现在已经出现了三位 这么说 就只有六个位置了 第一道友比较特殊 故而不占九位之中 这么说 还能有七位圣人 可是这也太少了 于是 众人一阵哀嚎 红军这时说道 宿敬 太上老子 原始为我悬门入室弟子 当有鸿蒙紫气 说着 两道鸿蒙紫气 飞入老子 和原始两人眉心中 两人欣喜若狂 连忙说道 多谢老师 这时红军看向通天 缓缓说道 通天 你为盘古大神 原神所分之一 也可以有一道鸿蒙紫气 你可接受 通天此时 虽然原神跳动不已 似乎极为渴望得到鸿蒙紫气 但是他想到 成为天道圣人 就要失去自由 于是说道 多谢好意 通天不愿 此时紫霄公众人震惊不已 什么 他居然放弃了成圣之机 糊涂啊 你可惜什么 他放弃了 我们不就有机会了 对哦 道妖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老子和原始见通天 居然不接受鸿蒙紫气 心中大海 紧接着 原始愤怒不已 死死地盯着通天 传言给老子道 大哥 这通天真是太不像话了 成圣之机他都不要 他要干什么 老子此时却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看着通天 似乎在揣摩他的想法 原始并不是替通天可惜 只是他们三人 同为盘古大神原神所化 他们两人都接受了 通天居然不屑于 接受鸿蒙紫气 这样搞得他们两人 逼格都没有通天高了 于是 原始气氛不已 却也没什么办法 谁让通天已经脱离三清了呢 红军此时 见通天 不愿意接受鸿蒙紫气 也是早已心知肚明 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问的 更何况旁边还有个第一在 他也不好搞什么小动作 紧接着 红军继续看向女娲 心中难难道 女娲必须得让她成为天道圣人 可是第一就在旁边 这可如何是好 想不出办法 红军还是试探性说道 女娲 你乃天生大气韵者 可走功德成圣一道 可愿收下鸿蒙紫气 众人见红军 居然求着女娲 收下鸿蒙紫气 一个个愤愤不平 这是何人 为何从未听过 道族好像很看好的 我也不知 好像是第一组屋的人 只见此时的女娲缓缓说道 多谢 我也不要 第一制食却是说道 女娲 你便收下吧 对你日后有好处的 女娲疑惑地看着第一 之前不是说 天道圣人会束缚于天道吗 怎么现在让自己收了 大哥 真的要吗 第一点点头 让她放心 紧接着女娲说道 多谢红军老祖 红军面色一抽 本来还想找个别的机会呢 第一居然直接让她收下了 这样也好 省得麻烦了 于是红军将鸿蒙紫气 打入女娲没心处 第一在一旁淡淡看着 打算回去再和女娲详细说明 只见此时 红军看向准题和接引 两人顿时心中领悟 纷纷跪下喊道 还请老师赐下鸿蒙紫气 我西方需要发展啊 红军淡淡点头 随后 两道鸿蒙紫气 打入两人体内 这时紫霄宫众人都震惊这两人的操作 怎么就直接求上了 还能这样 偷袭啊 于是 众人齐声哀嚎道 还请道祖怜悯 赐下鸿蒙紫气 红军顺势再拿出两道鸿蒙紫气 接着说道 这里还有两道鸿蒙紫气 有缘者得知 说完 两道鸿蒙紫气 开始绕着紫霄宫飞行 帝君死死地盯着鸿蒙紫气 希望能降临到自己身上 同时心中不满道 同为你的弟子 我们两个机名弟子 怎么就不配你 直接赐下鸿蒙紫气呢 突然其中一道鸿蒙紫气 飞到太医头顶 像是感应到什么似的 直接顿入其体内 鸿蒙紫气又少一道 众人都羡慕地看着太医 不仅自身实力无双 还得到了成圣之机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帝君此时也是欣喜不已 他们妖族 总算也能有一位未来的圣人了 其余众人都死死地盯着 紧剩的那条鸿蒙紫气 都想拒为己有 昆蓬此时的眼神炽热 仿佛这鸿蒙紫气 就是他的一样 只见 这道鸿蒙紫气 忽然来到红云头顶 顺势就要钻入红云体内 关键时刻 第一出手了 一把抓住鸿蒙紫气 然后对着鸿蒙紫气说道 真是调皮 你还是跟着我吧 说着 第一就将鸿蒙紫气收了起来 鸿蒙紫气想跑 但是被第一拿捏得死死的 红君面色阴沉 看着第一说道 道有此番不妥吧 还是赐给其他人比较好啊 底下的众人听后 也是心里嘀咕着 就是 你都成圣了 还要鸿蒙紫气干嘛 还不如给我们呢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 敢真的出声说不 因为第一的凶悍战力 大家都见过 第一此时则是笑道 红君 此话诧异啊 你说的有缘者得知 我不就是 红蒙紫气的有缘人吗 众人听到这句话后 似乎领悟到了什么 黯淡的眼神 重新焕发了活力 见第一不可能归还了 红君顺势作罢 而昆蓬这时 却是死死地盯着红云 因为他看到 刚刚那道红蒙紫气 明显就是要进入红云的体内 却是被第一劫糊了 该死啊 红云 若不是你 现在拥有红蒙紫气的人 应该是我 我一定要你死啊 昆蓬心中愤怒咆哮着 第一则是看向了昆蓬 昆蓬健壮 赶忙收起怨毒的眼神 第一心中冷笑道 哼 若你老实一点也就算了 若是敢找事 我直接两个烧烤架 没错 第一次番举动 就是想要化解红云的杀截 但是现在来看 效果不怎么样 第一心中思索道 还是等回去再说吧 众人见红蒙紫气 都已经有了归属 知道自己没戏了 顿时又是一阵哀嚎 红君见状说道 我在混沌之中一处份宝炎上 放上了我多年收集的法宝 如今我身和天道也用不上了 你们自诩去吧 有缘者 可得 这时众人一听 居然还有法宝可以得到 纷纷告辞想 提前去寻找分宝炎 第一这时难难道 终于到正题了 随后 地传音给通天女娲几人 让他们赶紧前往分宝炎 能收多少就收多少 几人听后直接出发 将紫霄宫的众人 都给震惊了 卧槽 有老六 快走 一会儿就没好东西了 说吧 众人纷纷离开紫霄宫 去寻找分宝炎了 此时的第一 则是死死地看着红君 红君感受到第一的目光问道 道友怎么了 为何一直盯着频道 第59章 悲惨的人生剧本 第一笑道 红君老头 道也讲完了 你要开始合道了吧 红君则是缓缓说道 快了 道友 我还是那句话 天道大事不可改 第一摇摇头说道 那是你们的大事 不是我的 说吧 第一离开了紫霄宫 直奔分宝炎而去 众人正在激烈争夺呢 突然一道身影来临 就那么一卷 把所有宝贝连带着分宝炎 都给卷走了 众人此时目瞪口呆 通天几人见状 相视一眼 纷纷跟上那道身影而去 其余老子原始等人 倒是因为来得还算快 收了那么一件宝物 其余人甚至一件都没有 而紫霄宫的红君 看着第一的行为 嘴角抽搐 随后说道 要不要多久了 爹 纵使你肉身 已经到达混元大罗金 先九重天 也不会是我的对手了 失去的尊严该拿回来了 说吧 红君便去闭关沟通天道河道了 而此时的第一 已经回到了巫廷 他将分宝炎等宝物放下之后 就看到孔宣焦急地跑了过来 师父 求求你快去帮帮母亲 他已经快撑不住了 弟一听后心惊不已 还是冷静说道 到底怎么回事 好好说 紧接着 孔宣将事情经过告诉第一 第一心中疑惑不已 但还是安慰孔宣 让其放心 好了 此事我知道了 你在巫廷好好修炼 过段时间 我就把你母亲带回来了 说吧 弟一消失在了巫廷 等到通天几人赶回来的时候 才听孔宣说起来此事 不死火山 大嫂 三弟他们这个阵法 看样子已经快到极限了 马上就困不住那怪物了 就在紫霄宫讲道的 第两千年 这个怪物破除屏障 直接出来了 幸好祝容巨盲五人 合力施展先天五行大阵 才能困住 不然现在凤族 已经不复存在了 元凤此时也是焦急无比 继续全力催动造化清廉 只希望第一能赶紧到 就在几人说话间 那怪物竟直接破开了阵法 紧跟着就是一顿乱锤 祝容几人被阵飞树里 天安帝 疼死俺了 就这么个小怪物 就把你们担住了 众人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激动不已 坚持了这么久 第一总算来了 只见第一 直接一道时间减速神通阵法 向那怪物打去 只见那怪物的行动缓慢无比 直接被困在时间阵法中 接着第一来到元凤面前 温柔问道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元凤回答道 没事 还好你来了 后土看着两人的关系 越来越恩爱 心里犯过一丝酸楚 第一随后看向后土几人 见都没什么事 这时才把目光看向那个怪物 第一 触发人生剧本 斩杀厄运魔神残区 获得体制商店自选体制 不可重复选择 人生剧本 姓名 厄运魔神 体制 混沌神魔体 经历 自混沌之初诞生 遭受众多魔神欺凌 性情孤僻 没有朋友 掌控厄运大道之力 最高修为 混元无极大罗金先九中天 此因 盘古开天之时 被盘古气息震杀 导致神智全无 真灵消散 肉身因开天之后 掉落不死火山之中 出现原因 盘古生化万物之后 发现厄运魔神肉身 已被煞气污染 随着时间越长 肉身将会被煞气操控 变为只知道破坏的怪物 盘古无力清除 只能施展 仅存法力不下屏障 必有洪荒初期的成长 当前修为 混元无极大罗金先出气 人生剧本 只针对识别洪荒外的生灵 此时在第一的脑海中 就闪出眼前 这个怪物的详细信息 没想到 竟然是混沌魔神的肉身 第一看过之后说道 这哥们也太惨了 从小被欺负罢了 居然是被 副神一道气息就震杀了的 还得是副神啊 真吗 其余众人听后 恍然大悟道 这么说 这是混沌魔神的肉身 第一点点头道 好了 他都死了 我只能替副神超度他了 说吧 第一来到怪物面前 拿出开天神斧 一斧下去 魔神肉身直接溃散开来 其中的煞气 尽数被开天神斧吸收 至此 凤族的危机算是解决 众人在凤族小聚了一下之后 第一就带着十二祖屋 回屋庭了 二爹 这次多亏了 你带着兄弟们来了 弟将笑道 大哥 你这是干嘛 我们是兄弟 再说了 大嫂有难 我们兄弟们 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第一听后 也是点点头 原凤说 还要在凤族待上一段时间 顺便闭关 之后再回去 于是第一等人 先回屋庭了 回到屋庭后 第一叫来女娲 检查起她的鸿蒙紫气 片刻后发现 这鸿蒙紫气 虽然是天道下了黑手 但是若是唤醒人道 以人道德的力量 不知道能不能抹出天道 对这道鸿蒙紫气的影响 若果可以 倒是可以让女娲更进一步 直接成为人道之主 比现在红军掌握的天道力量 可是多得多 第一心中如此打算着 于是说道 女娲 我打算 让你走跟以前截然不同的路 包括福西 若是可以成功 你们两个都将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女娲疑惑不已问道 那要怎么做呢 随后第一说道 实际味道 等我出关再说吧 女娲点点头 然后就离去了 忙完之后 第一终于可以查看系统了 丁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体制商店自选一次 丁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盘古商店自选一次 第一思索片刻后决定道 我选择混沌大道肢体 和盘古肋骨 丁 恭喜获得混沌大道肢体 和盘古肋骨 是否融合 开始融合 随后 在巫廷的时间加速下 第一开始融合起两件宝物 就在第一等人 还在凤族处理厄运魔神的时候 混沌中分饱延处的人都散去了 唯独帝郡和太医 却是又回到了紫霄宫 只见帝郡来到紫霄宫门前 恭敬喊道 老师 弟子有事想要问您 还请让我们进去 此时则是浩天打开大门出来 乃声乃气说道 师兄 老爷他说了 你可以按照心中所想去做 他会站在你身后 帝郡听后 恍然大悟道 多谢师弟 还请替我谢谢老师 说完 帝郡带着太医离开了紫霄宫 两人在路上商量着 怎么继续发展妖族 如今老师深河天道 不会轻易现身了 这洪荒中的唯一圣人 也就是巫族的地义和缘分 其实还有个杨梅 至今没人见过 第一让他一直在巫族地里阴着呢 大哥 老师不是说了吗 他会替我们拦住第一的 如今老师深河天道 肯定实力大增 拦住两个圣人 完全不是问题吧 帝郡思索后 也是同意道 你说的有道理 现在我们既然有老师站在身后 就不用为首威威了 还好你也获得了成圣之机 这下 我们妖族不久的将来 也会出现一位圣人了 第六十章 导火索 帝郡欲攻打巫族 太医这是说道 大哥 那你怎么办 鸿蒙子气都没了 帝郡不在意道 我的正道之路不在此 等妖族一捅荒 我必可以及洪荒全部气运正道 这是我脑海中 冥冥之中感应到的 肯定错不了 太医也只能希望 帝郡说的是真的 两人很快就回到太阳星 帝郡看着眼前的妖族 豪迈之情犹然而生 我妖族就快要屹立于 这洪荒万族之上了 接着 帝郡叫来所有妖族之人 宣布了一件事 妖族当立 我为妖皇帝郡 我二帝天下无敌 当为妖皇 此时底下的小妖们 兴奋喊道 妖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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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说道 大哥 你是妖族领袖 称作妖皇可以 我便叫做东皇吧 东皇太医以后便是无名 帝郡听后也是点点头 这样也好 有辨识度 时光悠悠 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 现在妖族发展得越来越迅猛 族人已经比巫族还多了 妖族诞生新种族的速度 是要快于巫族的 巫族只能依赖于血池 才能诞生新的族人 此时 妖族的众妖圣 都在带领妖族之人 抢夺洪荒地盘 导致洪荒各族都心生怨恨 但是碍于妖族的实力 他们只能退避 这一日 妖圣非联带着妖族几人 来到布州山外围处 两位陛下太多虑了 巫族若是没有第一 他们什么都不是 就让我来打响 征服巫族的第一战吧 巫族如今的发展 也跟以往大有不同 有每个大巫成立一个部落 分别在布州山足地附近 不知不觉 非联已经带人 来到了九凤的部落 九凤此时感应到妖族的气息 便出去查探 只见此时部落外的非联 大声叫嚣道 巫族之人不识天术 有什么资格占据布州山 放肆 你是谁 竟敢挑衅我巫族 非联哈哈大笑 我是你非联爷爷 你们巫族都是像你一样弱吗 哈哈 其余妖族之人 也跟着嘲讽起来 这时 九凤来到部落外 听到非联如此嚣张 直接抱起出手 非联感受着眼前之人的修为 心中想到 此人就是巫族的大巫了吧 肉身居然已经到了大罗金先后期 接着 非联祭出领宝 挡下九凤一击 顺势后退 九凤看着非联缓缓说道 有本事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非联这时笑道 再说一遍又如何 你们巫族就不配占据布州山 九凤性子本身就高冷 又是巫族 天生好战 接着又和非联站作一团 而太阳星这边 帝郡正在继续推演周天星斗大阵 这时白泽来到帝郡身前说道 陛下 非联前去巫族了 帝郡停下推演说道 为何 白泽想了想 还是说道 陛下 如今我们妖族的发展 已经越来越好 但是地盘根本不够 只能向外继续掠夺 帝郡听后点点头说道 也好 就让非联打响这第一站吧 就在此时 天空发出轰隆隆的轰鸣声 天道之力弥漫整个洪荒 所有洪荒生灵 都感觉到洪荒天地 好像更完整了 天道对于众生的压制更强一步 现在的洪荒 在想修炼法则正道 已经是痴心妄想了 至于之前 就已经走法则正道的人来说 倒是没有丝毫影响 帝郡感受着这股天道之力 难难道 时机已到 老师何道了 随后 帝郡接着说道 白泽 传我命令 集结妖族 随我前去巫族 说吧 白泽就去安排了 不过多时 妖族的人集结完成 随后众人浩浩荡荡 向着布周山前去 而此时的非联 确实被九凤打得鼻青脸肿 周身气息混乱 由此看来 九凤也是很暴力的 妖族之人见非联 居然不敌眼前巫族之人 都心生退意 九凤可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既然来巫族挑事 就得死 随后吩咐巫族之人 杀向那些小妖 九凤则是来到非联面前 缓缓说道 现在 你还敢再说一遍吗 非联倒也是个硬骨头 还是说道 再说一遍又怎样 巫族不识天数 好吗 话还没说完 直接引恨西北 九凤下手 那叫一个利索 而此时的竹九英 正在巫族族的坐镇 突然 他感受到妖族集结大军 正在向巫族赶来 毕竟拥有了元神 可不是真的不是天数 随后 竹九英传讯给帝江 巫廷帝江这边收到传讯 愤怒不已 随即出关 叫上其余祖屋 就向足地而去 路上 二哥 怎么了 我们都去足地干嘛 后土如此问道 其余人也同样疑惑不已 接着 帝江把竹九英的传讯 跟众人说了一遍 祝容此时怒道 好一个妖族 好一个杂毛鸟 这次 暗飞让他们又来无悔 众人听后 都是点点头 此时的十二祖屋 已经元神和肉身 都达到了混元金仙巅峰 竹九英距离正道 更是不远了 帝君和太一两人 才准胜后期而已 而巫族族帝这边 竹九英已经开始联系 起各个部落 把人都集中一下 九凤这时来到竹九英身前 将他和飞联战斗的事 和竹九英说了一遍 竹九英难难道 看来 妖族有备而来 不过多时 帝君带着众妖族 已经来到了布州山 九凤部落 这时太一说道 大哥 飞联好像死了 你看 说着 太一指向 九凤部落的一处地方 帝君也知道 飞联肯定不是巫族的对手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这么快就死了 昆蓬此时也在妖族之中 他缓缓说道 陛下 我们要给飞联妖圣报仇啊 帝君点点头道 妖族的儿郎们 大声告诉我 你们有信心击败巫族吗 有 有 有 此时的布州山盘古神殿 二哥 你们来了 帝将点点头问道 妖族到哪了 竹九英说道 现在已经到九凤部落了 帝将思索片刻后说道 你带着兄弟们 先去拦着妖族 我先去见个人 竹九英点点头 将众祖乌带走 帝将这时来到祖乌殿 前辈 巫族族帝就麻烦您了 杨梅这时说道 你们放心便是 你的空间法则还差点火候 此事结束之后来我这里 帝将心中感激 随后 失了一礼后离开 第六十一章 都天神煞大阵 VS周天星斗大阵 紫霄宫 此时的红军眼神淡漠 气息玄傲无比 只见他喃喃道 天道静意重天 第一 你会如何做呢 接着 眼神看向巫族和妖族对峙之地 帝君 你想跟我巫族一战 帝君缓缓说道 帝将 我们两族注定只有一方 可以立于万族之上 这一战 就是我妖族登顶之战 哼 说大话 也不怕闪了舌头 说吧 两人站作一团 其余祖乌也杀向妖族 每个人都寄出了法宝 大战起 红军看着他们的混战 难难道 十二祖屋已经拥有元神了 第一到底怎么做到的 此时的帝君 被帝将压制得死死的 太一见帝将的空间神通如此厉害 来到帝君身旁 寄出混沌中 甲 直接施展空间禁锢 瞬间 帝将的空间神通 就被限制住 其余十一祖屋来到帝将身边 众人合力破去禁锢 随后几人再次站作一团 帝君以一敌三 太一以一敌四 很快两人被打得毫无招手之力 十二祖屋的修为比他们两人高很多 第一凭借混沌中 甲 才能勉强抵挡 帝君可就没这么猛了 被祝容一道火之法则神通击退术理 可恶 他们的修为怎么会这么高 看来只能用那招了 十二祖屋并没有一上来救下死守 他们就想看看 妖族到底有何实力 竟然敢挑衅他们 太一这时也奋力摆脱 来到帝君旁边 帝君这时说道 帝将 可敢接下我妖族这个阵法 帝将笑道 就你们这点修为 若不是我们兄弟留守 你们连阵法都施展不了 不过 我倒想看看你还有何招数 帝君也不气恼 大声说道 所有妖族之人随我结阵 说吧 帝君祭出河图洛书 众多妖族缓缓聚集在河图洛书笼罩下 只见帝君坐镇中央 九大妖圣坐镇边缘 众多小妖聚集于帝君身旁 太一立于帝君身旁 周天星斗的力量 缓缓汇聚到帝君和太一的身上 帝君和太一两人的气息 此时越来越强 帝将等人看着眼前的大阵 惊喜不已 没想到 除了我们巫族 妖族居然能有这般强大的阵法 二哥 有没有兴趣搞一下 哈哈 当然有兴趣 自从我们兄弟十二人 修炼成都天神煞大阵 还没有正式 和人交过手呢 说吧 十二祖屋也开始布阵 只见 十二祖屋身上的气息 也越来越强 终于 几人缓缓合为一体 一股微压洪荒的气息 从布周山发出 好似宣布 这是属于他的世界 缓缓的 十二祖屋 竟是凝聚成了一个 先天生灵模样 再接着 这生灵化为实质 居然是盘古大神的模样 都天神煞大阵 成 只见他身躯高大 堪比布周山 五官分明 面色坚毅 周身气息浑厚无比 像极了开天时的盘古 缓缓的十二祖屋 凝聚的盘古肉身气息 已经来到了最强 可占圣人 此时洪荒中观看 这场大战的人 纷纷震惊不已 什么 十二祖屋 居然凝聚成了 盘古大神的肉身 卧槽 我好像看到了 开天时的盘古大神 这一拳下去 谁不得化成灰灰 此言诧异 你们看妖族的大阵 也要起来了 这气息不比 十二祖屋的阵法弱啊 压住了压住了 巫族胜一赔一 妖族胜一赔一万了 支持灵宝灵根压住 卧槽 这种魅心宝物你都赚 快给我压妖族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搏一搏 道友此言诧异 还是文陀点压屋族比较好 我要压时间后天中品灵宝 妖族胜 由老六 终止交易 此时 帝郡的周天星斗大阵 已经布阵完成 帝郡和太一两人的气息 也来到了顶点 周天星斗大阵 成 帝郡此时 看着十二祖屋 组成的盘古肉身 心中惊骇不已 但是现在已经是剑在弦上 随后 双方纷纷出手 帝郡和太一 打出汇聚了周天星斗之力的 蔑视一击 直面盘古肉身而去 而十二祖屋 因为已经拥有元神的原因 此时操控的盘古肉身 灵性不已 好似盘古活过来了一样 只见盘古肉身周身 竟然凝聚出了力之法则 隐隐有蜕变为 大道之力的迹象 随后 一拳挥出 直接破除周天星斗之力 但是却并没有停下来 拳锋带动的力之法则 轰击在周天星斗大阵之上 接着帝郡直接口喷鲜血 剑没有一击 破除周天星斗大阵 十二祖屋再次操纵盘古肉身 又是一拳挥出 好似是直接砸向着大阵 帝郡等人拼命汇聚星辰之力抵挡 燃并卵 只是一拳 周天星斗大阵 破 阵法破除之后 帝郡和太一被阵飞树理 而妖族此时则是死伤一片 跟一开始的数量相比 直接死了三分之二 九大妖圣更是死了一半 其余幸存者 全部重伤 帝郡口喷鲜血 看着妖族此时的惨状 悲愤不已 太一也是怒气冲天 这时 十二祖屋操控的盘古肉身 就这么看着帝郡和太一 缓缓说道 帝郡 就你们这点实力 是怎么敢挑衅我巫族的 帝郡此时后悔不已 之前只顾关注第一 没想到这其余祖屋 各个强大无比 一开始 他没有施展阵法 还觉得是有机会的 可是当看到十二祖屋 居然能凝聚盘古肉身时 他已经后悔这么早 对巫族出手了 现在妖族一败涂地 帝郡心灰意冷 帝郡见两人 已经没什么反抗之力了 催动盘古肉身 想要给予最后一击了 红军这事也看不下去了 直接下场 就在盘古肉身即将 一拳轰杀帝郡太一的时候 一道圣人力量 阻挡了盘古肉身的拳头 此时 红军已经出现在了帝郡两人身前 只见他缓缓说道 巫妖十万年不得再战 帝郡看到红军亲自来救他 心中的希望重新燃起 帝郡的声音此时说道 哼 你算哪根葱 说吧 操控盘古肉身 向红军一拳挥去 红军只是淡淡一指 蕴含天道之力的这一指 竟是直接破去了十二祖屋的 都天神煞大阵 第六十二章 第一战红军 双重大阵 别看红军如此简单的一指 其中蕴含的力量 绝不是眼前的十二祖屋 能够抵挡的 于是十二祖屋纷纷被重伤 此时 另一道身影 直接出现在十二祖屋身前 红军 以大欺秀 你过分了 红军弹莫道 杨梅 我正打算找你算账呢 背叛我 你还想留在这洪荒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杨梅此时严阵以待 她能感觉到 现在的红军 已经不是以前的红军了 只见红军直接徒手施展天道神通 顺势打出 直逼杨梅面门 杨梅利用空间神通勘勘 挡住了一部分法力 却还是被残余攻击重伤 直接被鸡飞树里 就在帝将几人 被红军意志击败的时候 帝将就给第一传讯了 此时 乌廷 第一缓缓睁开双眼 第一 系统任务 打败红军 获得系统商店鸿蒙制宝品类 自选一件 我才刚突破啊 红军啊 你怎么就这么迫不及待呢 就让我来撕烂你的嘴脸 说吧 帝一直接收起 不知在乌廷的混员时间大阵 瞬间出现在杨梅几人身前 第一看着重伤的十二组 心中愤怒不已 自从他们乌族出世以来 还没有人敢这样招惹他 红军成功激怒了第一 老屈善 你当真以为 我不敢斩了你吗 红军听后 也是愤怒无比 居然又侮辱他 只见红军开口道 第一 混沌一战 谁他们跟你混沌一战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为什么我乌族招惹不得 说吧 第一浑身气息暴涨 周身聚集的灵气仿佛要化为实质 恐怖无比 红军盯着第一 缓缓说道 混沌大罗金先八重天 还不够 第一也不反驳 肉身修为显露出来 混沌无疾大罗金先二重天 这时的红军眼神终于有了一丝变化 但是却并没有让他感到危机 紧接着 第一缓缓祭出混沌时间大阵 直接笼罩整个不周山 就在阵法落下之后 红军震惊不已 混沌至宝 你竟然还有一件 不过 你以为这样就能让平道服软吗 太天真 第一接着说道 红军 你不用装逼 你那一纸 用得确实逼个满满 但是你不该给我来到这里的机会 说吧 第一直接催动时间轮盘大阵 配合着他的时间大道 各种神通施展开来 只见红军祭出造化御碟 打算一击重伤第一 利用天道之力 夹杂着三千法则 向第一打去 第一此时 直接施展时间禁止神通 若是在大阵外 根本没有办法限制红军 可是这是在阵中 即使红军比第一高了一个大境界 时间禁止的神通 还是影响到了红军的发挥 随后 第一躲过红军的进攻 紧接着掏出开天神斧 同时施展励志大道 和时间加速神通打向红军 红军又被时间减速神通影响 一时躲闪不及 直接正面硬抗一抚 接着 红军后退束步 却是没有受什么伤 随后红军说道 第一 纵使你可以在这阵法中压制我 但你也伤不了我 还是就此罢手吧 巫妖休战十万年对谁都好 哼 红军 你觉得你立于不败之地了 接着第一继续说 我要告诉你的事 如今天倒不能再亲自出手了 这红荒我才是天 不是你 只见第一缓缓寄出三剑混沌之宝 混沌无极神剑 混沌无极魔刀 混沌无极刀剑阵 又一个阵法 直接笼罩在不周山 红军此时面露惊恐 开口道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有混沌之宝 还是一套阵法 第一此时却没有回应他 只是感受着 混沌无极刀剑阵的战力增幅 内心舒爽不已 红军感觉这个阵法有古怪 已经心生退役 但是第一哪有这么容易让他跑了 只见第一同时催动两个阵法 手拿开天神斧 宛若一个战神 向着红军杀去 红军此时感受到 第一的战力 居然提升了两倍不止 心中大海 同时 时间大到的神通 又在压制着他 让他根本没有办法攻击到第一 而混沌无极刀剑阵的刀剑之气 锋利无比 简直无孔不入 配合着时间加速神通 让他防不胜防 正面还有跟手 拿开天神斧的第一交手 这一瞬间 他感觉到自己好穷 啥也没有 只有造化欲碟 渐渐的红军身上开始受伤 红军气愤不已 直接向天道 借来如今他能承受的 天道之力的极限 只见红军周身气息暴涨 比之刚才判若两人 第一也发现了 现在的红军 才是他最强的战力 紧接着 两人再次站作一团 第一将两个阵法 催动到了极致 自身战力 也是增强到了最高 这时 洪荒的众人 是能看到阵中的战斗的 此时纷纷心惊不已 这就是现在 洪荒的顶尖战力吗 这也太危险了 我还是洗洗睡吧 反正也长生了 太恐怖了 这阵法谁敢进去 我要是进去 瞬间死得透透的 你太看得起 你自己了 第一前辈都不用阵法 就能让你死得透透的 你他们是不抬杠 打一架 来啊 谁怕谁啊 说着 已经有人因为 喷人干起来了 此时的帝郡和太一 傻傻地看着 阵中的红军和第一 大哥 巫族真的是我们能战胜的吗 帝郡失魂落魄道 就巫族的三个阵法 哪个不比我们的周天星 斗大阵强 我真的能称霸洪荒吗 帝郡的道心 已经濒临破碎 他被第一深深打击到了 就连不可一世的太一 此时的道心 也是有了裂缝 十二祖屋和杨梅 此时则是面色兴奋 果然还得是第一啊 这才叫战斗 大哥 加油啊 干死红军 这臭巨山欺负我们 干死他 众祖屋大喊大叫地 给第一助威 第一自然也是听到了 接着打算施展出 他刚刚领悟到的 荔枝大道神通 荔枝大道神通 不像世间大道的神通 那么好领悟 第一也是 刚刚结束闭关时 才领悟到的 此时的红军 疲于应付各种神通攻击 已经是强弩之末 只见第一瞬间 停止所有神通攻击 将所有神通法则 全部融合在开天神府之中 紧接着 直接大喊道 无敌七彩元气斩 转眼间 这道攻击就到了红军面门 他此时已经是反应不过来了 直接被一击重伤 第六十三章 大战结束 鸿蒙至宝 第一心中难难道 我可真是取名字的好手 不错 接着 第一来到红军身边 看着他 红军此时已经受伤 气息混乱 突然红军抱起出手 只见他的造化玉蝶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紧接着汇聚了 三千法则之力的神通 直扑第一面门 第一抬手 又是一记开天神府 配合着时间大道 和力之大道 威能无双 两人神通碰面 发出爆炸般的光芒 紧接着由神通掀起的气浪 直接将众人掀翻 红军顺势而逃 第一看着红军 就此收手逃掉 心中了然 于是 第一来到帝郡和太医面前 红军根本没法带走他们二人 现在他们只能任由第一处置 你们兄弟二人 为何非要执着 跟我巫族过不去呢 让你们跳了这么久 你们也该死了 说吧 第一回出开天神府 两道神通顺势而出 比起刚才对战红军的威力 自然弱了些 但是在帝郡和太医看来 这两道神通 足够要了他们的命 两人面露惊恐 神色绝望 瞬间 两人就被开天神府的神通灭得 连渣渣都没有了 红军已经回到了紫霄宫 此刻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帝郡 和太医两人赴死 没有办法 只见他愤愤道 该死的第一 还没完呢 还好 平道还有后手 说完就自顾自地疗伤去了 此时 第一觉得奇怪的是 太医的鸿蒙紫气 居然不见了 但是却并没有去管 而是顺势收起了和图洛书 至于其他的妖族 此时纷纷面露惊恐 他们的妖黄就这样死了 而昆蓬早在第一降临的时候 就已经跑了 这家伙是真的猥琐 此时的关注这场大战的 洪荒众人 已经是目瞪口呆 他们怎么也没想过 这场战斗的结束方式 居然是这样 红军败走 两位妖黄被斩 妖族众人死伤殆尽 而且最重要的是 巫族居然还有一位隐藏圣人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瞬间传遍整个洪荒 第一继续灭掉残余妖族之人后 来到十二祖屋面前说道 好样的 父神若是看到你们 今天这一战 也会开心的 你们并没有输给红军 再便是不用气馁 说着拿出三光神水 给十二祖屋和杨梅服下 不过片刻 十二祖屋伤势已经好了 各个生龙活虎 杨梅也是恢复过来 大哥 这红军老头实在难缠 不如我们打上紫霄宫去吧 这次直接给他掀了 第一笑笑道 红军身和天道 现在就连我也找不到他了 只能等日后修为再高些了 先好好修炼吧 众祖屋听后 都是点点头 经过这一战 众人都知道了 红军和天道的厉害 远远不是 灭掉的 只能静待时机了 不过还好 把两个妖皇给解决了 杨梅 这次你能站出来 护住十二祖屋 多谢了 杨梅则是白白手道 你不也让我留在了洪荒之中吗 应该的 第一则是将此番杨梅的作为 记在了心里 众人开始回到屋庭 杨梅继续坐镇屋族地 在路上 第一就已经听到脑海中的声音响起 第一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鸿蒙至宝品类自选一件 第一看向鸿蒙至宝品类 系统 我选鸿蒙太极母顶 第一 恭喜获得鸿蒙至宝鸿蒙太极母顶 随后第一看向鸿蒙太极母顶的介绍 鸿蒙太极母顶鸿蒙世界之初 镇压整个鸿蒙的至宝 祭出法宝防御无双 可笼罩整个世界 顶内拥有鸿蒙紫气 可自行诞生 鸿蒙紫气可辅助修炼 领悟任何大道之力 助人成圣 一万年时间诞生一旅 居然可以诞生鸿蒙紫气 为何天道的鸿蒙紫气 没有辅助修炼的功能 第一看向顶内 发现里面已经诞生了四道鸿蒙紫气 不多时 第一几人已经回到了屋庭 第一回到寝殿 拿出从紫霄宫稿的原本属于红云的 那道鸿蒙紫气 接着又拿出鸿蒙太极母顶内的鸿蒙紫气 对比了起来 怪不得天道的鸿蒙紫气 不能辅助修炼 他这是阉割了 用了天道的鸿蒙紫气 就只能被潜移默化的修炼天道之力 而天道之力可没有大道之力强 随后第一脑海中有了一个想法 只见他把那道阉割的鸿蒙紫气 放入鸿蒙太极母顶中 突然太极母顶自行运转起来 隐隐地可以看见 放入其中的那道鸿蒙紫气 正在被磨灭 不过多时 第一发现太极母顶已经停止运转 向顶内看去 只见原本那道鸿蒙紫气不见了 但是居然多出来了一道纯正的鸿蒙紫气 原来如此 这不直接省了一万年的时间 看来还得继续搞事啊 就在此时 紫霄公天道这边震怒不已 是谁 该死啊 我的鸿蒙紫气居然消失了 红军疑惑问道 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然消失 天道之力急速运转 他要找到那道鸿蒙紫气 但是无论他怎么找 却是并没有找到那道鸿蒙紫气 该死 真的消失了 连同我的本源也确实了一部分 红军听后惊骇不已 随后想到了唯一的可能 然后说道 不用找了 肯定是第一做的 其余人根本没有实力 能让鸿蒙紫气消失 只有第一有这个可能 天道思索过后 觉得八九不离时 更是愤怒不已 可恶的第一啊 等我本源修复 突破天道境九重 我一定要了你的命 而第一这边 发现了这一大惊喜之后 兴奋不已 接着第一叫来女娲 女娲 记得之前我跟你说的 全新的正道之法吗 女娲听后点点头道 记得呀大哥 可是你还没详细跟我说呢 于是第一接着说道 洪荒中本应是天道 地道 人道 共同管理洪荒 这样的洪荒 才会坚不可摧 繁荣昌盛 可是父神开天之后 没来得及演化六道轮回 导致地道没有苏醒 而人道 则是需要后来诞生 连接天道和地道的桥梁 但是天道却是提前诞生了意识 有了私心 想要镇压地道人道 汲取他们的力量 想让自己到达更高的境界 而最弃合你的正道 便是唤醒人道 正道人道圣人 但是却不会受限于人道管理 停顿了一下 第一看向女娃继续说道 到底该如何走 你自己决定 你也可以选择成为 混元大罗金线 第六十四章 洪荒变化 后土心有感悟 此时的女娃 已经被刚才第一那番话震惊到了 两久过后 女娃算是消化了当当的信息 又思考片刻后 女娃终于决定道 大哥 从你说出来 这个这个正道之法后 冥冥之中我就有感悟了 这就是最契合我的道 女娃愿意走这条道 第一听后点点头 随后说道 之前我本来以为 那道鸿蒙紫气 可以唤醒人道 但是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我得先帮你抽出 那道鸿蒙紫气 女娃说道 大哥 你来吧 我相信你 说完 第一就开始施法 将女娃体内的鸿蒙紫气 抽离出来 只见那道鸿蒙紫气 就像是泥丘一样 滑不溜丘的 第一抓了很久 终于给它带到了 顺势直接将这道鸿蒙紫气 抽出体外 女娃此时脸色惨白 就算她没有修炼 这道鸿蒙紫气 但是这么长时间 不知不觉间 鸿蒙紫气 也是对她影响很大了 突然将其抽出去 就像被人抽去 一部分本源式的虚弱 第一见状 连忙拿出三光神水 给女娃服下 片刻之后 她的脸色才好起来 随后 第一又取出之前 改造好的鸿蒙紫气 递给女娃 说道 这是真的鸿蒙紫气 天道的那道 也只是被她动过手脚的 你炼化了这道鸿蒙紫气 时机到了 我自会帮你唤醒人道 女娃感受着眼前的鸿蒙紫气 她的元神此时跳动不已 远不是在紫霄宫的那种感觉 接着女娃点点头 将鸿蒙紫气 吸收到体内 进去之后 女娃才发现 这鸿蒙紫气 居然有辅助修炼的功能 顿时兴奋不已 那双温柔似水的眼睛 看着第一 缓缓说道 谢谢大哥 第一继续说道 福西的机缘 也是在人道 之后时机成熟 我自会找他 你也不用替他着急 女娃听后 表示知道了 随后第一突然想到 人族的气韵至宝 正好在自己这里 倒是不用费心去找了 但是第一突然想起来一人 还没找他算账 正好没事就去玩玩 于是 第一刚回到屋庭 就又出去了 这次没有带任何人 北明之地 没错 第一要找的正是昆鹏 这个老硬 必不能让他活得太舒坦 心思又歹毒 还是杀掉的好 而此时的昆鹏 在他的地盘过得倒也滋润 又是美女 又是按摩的 煞笔帝俊 非让我去妖族 这下好了 妖族灭了 我还得罪了巫族 也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找我算账 要不是老族我跑得快 现在已经跟那帝俊一个下场了 突然 昆鹏听到一道声音 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吗 现在想好 怎么死了吗 昆鹏看到身旁的人 直接吓妈了 结巴回答道 前辈 是我的错 我可以赔偿 还请前辈饶我一面 第一也懒得废话了 一掌拍死昆鹏 好像拍死一只苍蝇 随后离去 此时的紫霄宫内 红军还在恢复伤势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袍男人 天道紧跟着 也出现在了紫霄宫内 红军缓缓睁开眼 看着眼前的黑袍男子 这黑袍男人全身充满力气 气息已经达到了准胜巅峰 此人自从出现之后 就能感受到 他心中的悲伤之意 只见他仰天说道 大哥 我会为你报仇的 第一做的是 我会加倍还给巫族所有人 今后你就在紫霄宫内修炼吧 那黑袍男人失了一礼后 就消失在了红军和天道面前 那人走后 天道开口道 红军 复活他可是用了我不少本源 务必让他突破圣人之后 才能再出现在红荒 红军听后点点头 而此时的巫廷之中 帝一回来后 便继续闭关了 时光荏苒 红荒中随着妖族的覆灭 再也没有诞生任何 能够跟巫族相比的势力 或者种族 红荒中已经视为巫族独大 巫廷 此时 袁凤已经回到了巫廷 见帝一再闭关 也就没有打扰 之前帝一和红军的大战 他本想来帮帝一的 但是他传讯给袁凤说不用来 他能够解决 袁凤也就只能听了帝一的话 后图请殿 只见后图此时的修为 已经隐隐要跨越混元大罗 但是他感觉总是缺了什么 见闭关也不能有所收获 便打算去游历洪荒 帝一此时已经结束闭关 元神混元大罗金先九中天 肉身也来到了混元无极大罗金 先三重天 收获颇丰 哈哈 叮 恭喜元神修为 突破至混元大罗金先九中天 获得神级奖持抽奖一次 双喜临门啊 小二 开始抽奖 叮 恭喜获得先天至宝升级卡星号时 第一一脸无语道 还以为多牛逼呢 又是先天至宝升级卡 第一出关之后 感受到袁凤已经回来了 心中欣喜 可是接着 后图来到了 他请宫外 大哥 你出关了吗 我心有感悟 要去游历洪荒了 第一心惊不已 难难道 这么快吗 看来也确实是时候了 只见第一缓缓走出请殿 来到后图面前说道 小妹 走吧 我陪你 后图心中疑惑不已 接着问道 大哥 你之前便说 让我心中有了想要游历洪荒的想法 就来告诉你 这是为什么呀 第一回答道 走吧 顺着你的心中所想 到时你就会知道了 后图健壮 只能点点头 随后两人出了屋庭 两人就在洪荒走走停停 后图脑海中 那冥冥之中的感觉 越来越清晰 第一就这么看着后图 向着血海越走越近 心中想到 看来确实到了六道轮回该出现的时候了 后图就这么边走边心中感悟 渐渐地后图身上的气息愈发浓厚 有一丝轮回之意从后图的身上散发出来 后图的脑海中则是响起了一道声音 洪荒不全 虚立六道轮回方可完善 后图终于听清了脑海中这道声音的指示 可是当他在想 到底要怎么建立六道轮回时 却是怎么也想不到 于是 两人不知不觉 很快便走到了血海 明河在血海之中感应到 第一终于来找他了 本来他都以为第一已经忘记他了 不曾想 今天终于是来了 第六十五章 演化六道轮回 唤醒地道 明河赶紧来到血海之上 看到第一就在不远处 刚想开口说什么 不料被第一传音打断道 你的机缘要来了 先不要打扰后图感悟 明河见状打消了疑问 静静地站在第一身旁 而此时的红军 看着将要 深化轮回的后图 心中生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后图已经拥有元神 必须得想个办法 将它限制在轮回之中 否则巫族将彻底无人能敌 红军想到这里 渐渐地有了主意 只见紫霄宫的天道之力突然暴增 不一会儿 红军的眼神就变得淡漠了 周身气息悬傲无比 只有在生死的关键时刻 你才会让后图 不会踏出轮回吧 第一 说吧 天道红军消失在了紫霄宫 而此时的血海之处 轮回之力浓郁无比 后图的周身 也是轮回之力暴涨 只见后图突然睁开双眼 终于感悟到 要怎么立下轮回 这时 第一及时拦下后图说道 小妹 别急 用这个话做轮回的根基 说吧 第一拿出六道轮回盘 递给了后图 后图见状心中明雾 只见他开口道 今日 无以混沌至宝六道轮回盘建立轮回 所有洪荒死去生灵 皆可入轮回 重活一世 说完 整个洪荒的人都听见了后图的声音 纷纷震惊不已 只见血海之处 阴风四起 洪荒之中 所有死去之人的灵魂 都来到了这里 轮回之力 这时也是浓郁到了极点 不多时 六道轮回已经成功立下 而此时后图的修为 已经来到了混沌大罗金贤 只见红军突然从天而降 缓缓开口道 后图建立轮回 拥有大功德 此后须坐镇轮回 不得行走洪荒 说完竟是直接动手 想要将后图的肉身打碎 以此限制后图 第一见状 祭出开天神府迎上前去 站在后图身前 挡下了红军一击 而此时第一传言给后图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后图接着继续闭目感悟起来 红军见第一又拦在自己面前 恼怒不已 于是怒道 第一 你太过了 后图不应该踏出轮回 这样轮回才会更稳定 第一却是不懈道 红军 你这话骗骗别人还行 你我心知肚明 我这混沌至宝镇压轮回 已是绰绰有余 何来不稳定的说法 你想干什么 以为我会不知道 不用浪费口舌 今天谁更有实力 谁便可以说了算 红军此时气愤不已 直接含恨出手 造花玉叠中 顿时飞出三千法则之力 每一道都玄傲无比 第一剑状 直接施展 开天神府一击 堪堪挡下 果然还是有差距啊 红军 还是尝尝我的阵法吧 说吧 红军周边神光四起 不一会儿 混沌无极刀剑阵 已经布置完成 随后时间大阵紧跟上 第一的两个阵法 已经将红军紧紧缠住 红军此时脸色难看 心中喃喃道 这种混沌之宝第一 到底是怎么找到的 可恶啊 幸好还有后手 第一这时 也是进入阵法 和红军再次大战起来 阵中世界 显像叠升 红军此时并没有 用尽全力去破解阵法 只是在躲避着 阵法的各种攻击 只见此时后头的上方 突然出现一个人 没想到 竟是又一个红军 只见这个红军 浑身充满力气 好似一个恶鬼 面露猙獰 而这个红军赫然便是他的恶尸 明和见到后土 此时还在感悟之中 心中焦急不已 直接来到后土身旁 以防红军恶尸出手 红军恶尸瞬间出手 眨眼便来到后土身前 蕴含着天道之力的一击 打向了他的身躯 明和见状急忙 祭出十二品夜火红莲 笼罩在后土头顶 只见后土此时 周身涌现出一股莫名的力量 直接将那天道之力化解 并把红军恶尸 直接震飞出去 而后土缓缓睁开双眼 继续说道 六道轮回线 地道 出 今日乌乌足后土祖乌 便是地道之主 说吧 浓郁的地道之力 充斥着后土的整个神区 不一会儿 后土的修为境界 竟是直接从会员大罗金仙 转化成了地道境一重天 后土此时已经不仅仅是 六道轮回之主了 而是成为了地道之主 就在红军来到这里时 第一就传引给后土 让他借助六道轮回沟通地道 只要能唤醒地道 他便可顺利成为地道之主 就算唤不行 也能保他无恙 后土此时修为暴涨 已经来到了和红军一样的境界 他和红军不同的是 红军只能借助天道之力 而他则是直接掌控地道之力 只见后土一个闪身 来到红军恶尸身边 随手一拍 浓郁的地道之力浮现在掌中 随后 红军恶尸连躲都没躲掉 直接被斩灭 而阵法中的红军 此时因为疲于应付剑阵 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恶尸被斩灭 红军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掉落洪荒大地 瞬间大地生灵疯狂争抢 闪开 这是老子的 他们的 谁说你的 老子在这盯了万年了 就等着圣人之血掉落呢 你敢跟我抢 放屁 还一万年呢 你那会儿还在百米冲刺呢 已经有人因为抢夺圣人之血 打了起来 此时红军面色惊恐道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唤醒地道 而且还成为了地道之主 第一 肯定是你使诈 老到今天和你拼了 说吧 红军从不可置信 变成了满脸疯狂之色 周身天道之力的浓郁程度 又上了一个台阶 造化御蝶也被红军催动到极致 就要给第一致命一击 而第一此时 直接撤去大阵 后土瞬间出现在红军身边 一掌直接断送了红军所有的希望 红军被打飞出去树里 第一和后土两人瞬间跟上 红军此时还在刚才的恍惚中 没有走出来 而天道这时 急忙呼喊红军让其快点逃走 要不今天绝对要被第一和后土镇压 红军回过神来 看着已经来到自己面前的第一和后土 缓缓说道 第一 我们之间的争斗还没完呢 你别以为你赢定了 说吧 红军竟是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第一心中诧异 不过很快便想明白了 第66章 轮回力 由老六 后土刚要上前追去 第一这是说道 小妹 算了 天道应该是用本源之力 将红军带走了 我们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 还是先处理六道轮回的事吧 后土却是眼寒热泪说道 大哥 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才从地道中知道 如果不是你 后土已经变成平心了 第一温柔地摸了摸后土的头 笑道 我是你大哥啊 咱们巫族你是最小的 你所有的哥哥们知道了 都会帮你的 后土听后 扑到第一怀里 说道 哥 以后就让我来守护你们 你该休息了 第一笑着 抚摸着后土的头 不一会儿 明和已经追来了 当他看见后土成为地道之主的时候 他心中就有种感觉 自己的机缘真的要来了 见 后土三人飞向这边 他也急忙跟来了 第一看到明和到来 笑道 好了 小妹 明和来了 刚才他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此番正好赐给他一个机缘 后土听后点点道 是啊大哥 明和确实是可诉之才 以后 他就是你的手下了 第一和后土说完 缓缓走向明和 明和见状急忙行了一礼 明和见过第一前辈 后土前辈 第一摆摆手道 明和 不用拘礼 如今轮回刚立 正是缺人的时候 你可愿替后土打理轮回 明和兴奋不已 打理轮回可是个好差事 天道功德 那是源源不断 虽说不多 但架不住日积月累啊 于是 明和急忙说道 愿为后土祖乌效烈 第一却是笑笑道 明和都说了 不用拘礼 你也算是父神后裔 在我们面前可以放松点 明和听后 感激地看向第一 随后应试 第一接着说道 明和 把你的十二品 夜火红莲和原图阿比拿出来吧 明和疑惑不已 但是想到第一没道理 要自己的宝物 也就直接拿出来 递给了第一 第一看向这三件法宝 缓缓说道 不错 都是极品先天灵宝 不过还不够 说吧 第一拿出刚获得的 先天至宝升级卡 直接打入进三件法宝之中 转瞬间 三件法宝爆发出浓郁的光芒 从本源开始发生蜕变 不一会儿 就直接晋升为 三件先天至宝 第一随后将三件法宝 还给明和 明和看着眼前的三件至宝 爱不释手 没想到 第一竟然让他的法宝 直接晋级了 回过神来 急忙试了一礼道 多谢第一前辈赐予机缘 第一笑笑道 以后你便安心辅佐后土 打理轮回事务吧 如今轮回还不够完善 需要你的地方还有很多 这些不算什么 随后 第一看向后土继续说道 小妹 轮回之事事关重大 你若是缺人手 便让老二找几个人来帮你 回头我会再来的 后土见状不舍道 大哥 我不想离开你们 第一摸了摸后土的头说道 放心吧 用不了多久 轮回完善了 你就不用一直待在这里了 后土见状 只能点头同意了 说吧 第一就离开了 第一回到屋庭之后 部下时间大阵 便叫来帝江 让他安排几个组屋 去协助后土管理轮回 随后就闭关了 而此时的紫霄宫内 红军面色阴郁至极 天道此时 也是愤怒不已道 该死的第一 现在地道觉醒 我对洪荒的管理权柄 直接被分出去了 以后再想吸收洪荒本源之力 难上加难了 红军则是嘲讽道 哼 若不是你贪心 红荒本源怎么可能 启动防御姿态 地道也不可能 这么容易觉醒 天道却是反驳道 你还说我 你身为混沌魔神 居然拿不下一个第一 让他成长到今天 这种不可控的局面 红军阴沉着脸说道 现在说这些 已经没有用了 现如今还有谁 可以对抗巫族 你这个天道 也已经管不住巫族了 天道思索着说道 乾坤未定 只要我吸收足够的 红荒本源 就一定能踏入半步大道径 那时你便能轻易镇压一切 红军听后说道 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关键的是 要想办法 让红荒回到正轨 如今妖族覆灭 谁还能限制巫族的发展 这样下去 人族能不能诞生 还是个问题 天道这时也哑口无言了 因为红军说的是有道理的 现在的巫族 已经没人可以拦得住了 就在两人 还在思考对策的时候 那道黑袍身影出现了 仔细看此时 那黑袍人的修为 已经是来到了圣人境界 他缓缓来到红军面前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去 红军见状刚想说什么 天道就给他传音道 让他去 现在我们能用的人太少了 老子和原始成圣 跟女娲紧紧相关 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创造出人族 让他去给巫族找点麻烦也好 出事了 我也可以将其复活 红军听后 看向那人说道 也好 你如今也是圣人一重天 只要不主动对上帝一和后土 如今的洪荒 没有人是你的对手 那人听后点点头 离开了紫霄宫 天道这时说道 只能这样 先分散巫族的注意力了 我得加紧吸收红荒本源了 红军也只能同意 等天道消失之后 红军心中难难道 天道肯定都不过第一了 如今我也得重新想一想后路了 随后 红军闭上双眼 开始恢复自身 第一闭关后 红荒暗流涌动 各方势力都知道了 如今的巫族 已经是连天道 都招惹不起的存在了 就在那黑袍道人 回到红荒之后 便开始在巫族地外围蹲点 但凡出来的巫族之人 全被他一击灭杀 连求救都做不到 渐渐地 巫族的人都反应了过来 这是有老六啊 巫庭 刑天此时已经来到了巫庭 只见帝将此时面色阴沉 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出去游历的族人们 没有一人回来 还有几个大巫 如今也不知踪迹 刑天说完之后 朱镕在一旁 已经暴怒不已 到底是谁 竟敢如此针对我巫族 这是不将我们放在眼里 接着 帝将冷静了一下说道 第67章 圈套 刑天 你回到族地之后 告诉杨梅大仙 做好出手的准备 虽然不知道 盯着我们的人到底是谁 但是其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 刑天听后点点头 刑天离开之后 帝将脸色严肃 思考着 到底是谁在针对巫族 他只能想到 红军和天道 随后帝将吩咐到祝容 老三 你带上剩下的祖屋 去协助杨梅前辈 你们五个执掌 五方齐的去就行 如果真是圣人战礼 你们不正控制住就行 其他人现在都在 好嘞 二哥 俺这就去 说完 祝容就去叫人前往族地 而此时的巫族族地这边 众人听到刑天的话 愤怒不已道 战神大人 我们不能就这么龟缩在族地啊 那人竟敢偷袭我们的族人 我们一定要让他好看 兄弟们 我知道你们生气 我又何尝不是 只是现在第一祖屋还在闭关 我们只能等祖屋出关再做决定 到时一定给兄弟们出气 底下众人听后 郁闷不已 这时杨梅已经来了 行天小子 既然有人盯上了巫族 老道自然不能不管 你看好他们 我去会会那人 还没等杨梅出发 祝容几人已经来到族地了 前辈且慢 勾芒急忙喊道 杨梅听后看向几人 说道 怎么了 第一有什么计划吗 勾芒说道 前辈 不是大哥 是我们兄弟 五哥来帮你 我们会一门阵法 可以控制住那人 以防他逃跑 到时 您再上就行 稳妥 杨梅听后觉得不错 可是随后反应道 谁能在我空间神通下逃走 除非是红军和第一 说吧 巨忙几人笑笑 接着 勾忙几人就打算 先去将那人引出来 不一会儿 祝容作为靶子 被他们推出去当院了 祝容就这么淡定地 走在巫族族的外围 此时 暗中有一双眼睛 充满怨毒之色 没想到祖屋都出来调查了 居然还是你 祝容 三番两次如我大哥 今天我就要你的命 没错 这人赫然便是已经死去的太医 那日被帝一斩杀后 因为体内拥有一道鸿蒙紫气 被天道复活 修为还被天道和红军调教 来到了圣人一重天 而帝郡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直接魂飞魄散 所以 太医甘愿成为红军和天道的棋子 要为帝郡和众妖族报仇 只见 太医圣人的力量突然爆发 混沌中 甲 接着就飞了出去 似是要将祝容一击致命 而勾忙五人 早就紧紧盯着祝容了 五人直接出现在祝容身边 合力祭出先天五行大阵 挡下了这一击 几人气息瞬间混乱 还是大意了 本以为只是准圣这种的老六 没想到 竟然是圣人 仓促之间布下的大阵 只能勉强挡住一击 几人还是被混沌中 甲 给震伤 太医剑 居然又出来了四个祖 心中大喜 哈哈 祝容小儿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妾 祝容看见来人之后 满脸不可置信 随后反应过来大骂道 伐猫鸟 休得猖狂 哦 你们几个 是不是以为偷袭你们巫族的 只是准圣啊 没想到是我吧 哈哈 几人心中一阵无语 这太医的脑子 果然就算是复活了 还是一样不怎么灵光 若是帝君在这里 当看到其余四位祖屋出现的时候 就应该会想到 可能有诈 结果太医居然叫嚣 要把他们全杀了 几人这时也不装了 虽然受了点伤 但是并不影响催动 先天五行大阵 随后一个充满五行之力的大阵 将太医紧紧包裹住 太医见几人居然还敢反抗 狂笑不已 接着 太医施展混沌中 甲打算强行破开大阵 但是无论他怎么攻击这大阵 好像就是怎么也破不开一样 先天五行大阵 可困圣人 这时 杨梅也出现在了祝容几人身边 他满脸惊奇地看着眼前的大阵 洪荒中竟然还真有这种大阵 居然连圣人都可困住 勾芒这时说道 前辈 我们顶多只能困住他百年 那时我们法力耗尽大阵 自己就破了 杨梅点点头赶伤道 原来如此 不过这个大阵居然蕴含五行之力 要是五行老友 看到这个大阵 肯定会迫不及待地研究吧 随后回过神来 杨梅说道 你们解除阵法便可 没有人能从老道的手中逃掉 勾芒几人对视一眼 接着五人撤去大阵 只见此时的太医 还在疯狂地催动着混沌中 假 见大阵居然自己消失了 惊喜不已 随后他看到了杨梅老祖 正在笑眯眯地盯着他 心中一紧 不好 这杨梅怎么也出现了 他成道比我早多了 这下完脱了 太医心中如此想着 表面还是很淡定地说道 祝荣小儿 打不过就叫人 算什么本事 你可跟我公平一战 祝荣这个暴脾气 当场炸毛道 你瞧不起谁呢 砸毛鸟 你等着 等俺突破混沌大罗金仙 非得拔光你的毛 太医见祝荣居然没有上当 慌乱不已 随后他想到祝荣说的话 心中疑惑不已 会员大罗金仙 这是什么境界 难道他们修炼的 是跟我不一样的境界 杨梅见差不多了 缓缓说道 小子 你若是看巫族不顺眼 大可光明正大地来 为何要行苟且之事 令人耻笑 太医回过神来 不屑说道 哼 当初第一步也是以大蹊跷 将我兄弟二人随手灭杀 我现在也只是在效仿他 让他也感受一下 失去至亲的感觉 杨梅摇摇头继续说道 当时若不是你大哥帝君 非要前来巫族挑衅 第一也不会去找你们兄弟的麻烦 祝荣也说道 就是 要不是你们两个杂猫鸟 不知天高地厚 我大哥才不屑于以大欺小 太医这时 双眼通红反驳道 哼 不管如何 我大哥已经死了 我一定要第一场命 说吧 太医寄出混沌中 假 向祝荣打去 杨梅见状 不再言语 直接施展空间神通 将太医的禁锢在原地 第六十八章 突破混沌无极大罗惊仙 接着随手将混沌中 架 打飞出去 太医感受到自己被禁锢 心中愤怒不已 施展浑身解数 想要挣脱 杨梅不再留守 一记空间切割打向太医 太医此时 根本没有办法躲闪 接着 太医便被直接斩杀 与此同时 圣人陨落 天降血雨 万无悲弃 杨梅看向朱镕几人说道 太医是天道圣人 天道不灭 他就不会真的死去 你们要尽快突破混沌了 朱镕几人听后 虽然感觉气愤 但是也没什么办法 众人都下定决心 一定要尽快突破混沌大罗惊仙了 现在就连太医都已经超过他们了 随后几人回到了足地 而此时的紫霄宫中 红军睁开双眼 愤怒不已道 杨梅 你该死啊 竟敢帮着第一 和我作对 天道这时也出现了 这个废物 居然又被弄死了 打不过 他就不会跑吗 非得送死 又要浪费我的本源之力 红军淡漠道 杨梅出手了 他根本没有办法逃走 以后让他小心行事便是 天道虽然气愤不已 但是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于是说道 赶紧让女娲正道 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人可用 说完 天道就消失了 看来是去复活太医了 红军这时难难道 用吧 多用点你的天道本源 随后 红军继续闭目修炼起来 无停 此时的第一 刚刚结束闭关 身上的气势又强了一截 原神混元无极大罗金先一重天 肉身也来到混元无极大罗金先四重天 终于是突破到了混元无极大罗金先了 又可以继续装逼了 结结结 接着第一脑海中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恭喜突破混元无极大罗金先一重天 奖励究极奖池抽奖一次 是否抽奖 好事成双 小二 开始抽奖 恭喜获得混沌质宝混沌空间神塔 接着第一看向法宝介绍 混沌空间神塔塔内自成空间 拥有空间切割 空间乱流和空间禁锢的神通 收入塔内之人 除非肉身高于混沌质宝层次 否则无法破除 卧槽 这不是说我可以把红军给控制住了 这样天道就奈何不了我了 想到这里 第一又节节节地怪笑起来 这时 系统的声音继续说道 主人 我要升级了 请做好万年听不到我声音的准备哦 细细 第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随后问道 升级 又要升级了 系统回答道 是啊 主人突破太迅速 小二得跟上速度呀 第一听后也是点点头 心想确实 现在他都不怎么依靠系统了 随后第一看着混沌空间神塔 心中有了一个计划 第一出关后 找到缘缝 看了看他 最近的修炼进度 然后就去看几个徒弟了 自从收了之后 都没怎么管过 全程放养了 还好孔轩几人都是 天资聪慧之人 根本不需要第一怎么教导 女娲此时在闭关之中 感悟到了自己成圣的机缘 慌忙出关寻找第一 第一此时刚教导完孔轩三人 正在给其余祖屋的法宝 升级成先天至宝 玄冥几人看向自己的法宝 爱不释手 就连通天的清平剑此时 也升级为了先天至宝 比之前强了不止一个档子 女娲转了一圈 终于是找到了第一 第一看向女娲 缓缓说道 机会来了 女娲几人不明所以 接着第一又说道 走吧 哥带你飞 随后 第一带着女娲出了屋庭 为了节省时间 第一直接将女娲带到了东海之兵 女娲看着眼前之地 心有感悟 蹲下身来 随手捧起一把泥土 开始捏了起来 不一会儿 一个先天道体模样的生灵 出现在女娲手中 但是她却是死物 根本没有灵质 第一提醒道 先天息嚷可以一世 女娲听后心中明雾 拿出先天息嚷 开始捏了起来 很快 一个酷似第一的人 出现在女娲手中 女娲喃喃道 还差点什么呢 随后 第一拿出一瓶的三光神水 说道 浇灌她 女娲接过三光神水 滴在那泥人头上 瞬间 那小人开始变大 眼神中也有了灵质 好似一个 真的活生生的生灵 女娲见状大喜 继续捏起泥人 直到捏了三千个泥人时 女娲感到有些累 顺势拿出葫芦藤 沾上先天息嚷 然后一甩 一群英俊不凡 风姿绰约的泥人就出来了 两久过后 女娲觉得差不多了 将三光神水 撒向众泥人 这时 一个个泥人都有了灵质 欢呼着喊道 圣母 圣母 女娲开心地看着众人 这时 天道有感 降下大量的天道功德 想要一举让女娲 突破天道圣人境界 只见第一直接施法 拦住了天道功德 并传音给女娲道 快趁现在 沟通鸿蒙紫气 尝试唤醒人道 女娲听后 急忙坐下感悟起来 天道见第一 竟然拦着自己 降下天道功德 愤怒不已 直接召唤皮卡 不对 召唤红军前来 红军瞬间出现在第一身前 面色阴冷道 爹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为何阻拦天道降下功德 第一细屑道 红军 你猪鼻子插大葱呢 红军一脸猛逼 不明白第一说的什么意思 第一则是直接动手了 红军见状愤怒不已 岂人太甚 只见第一寄出混沌空间神塔 全力催动 随后便大向红军笼罩而去 红军见第一又拿出一件混沌至宝 不敢应敌 慌忙躲闪 第一的时间大阵 早已布置在了附近 紧接着 第一催动时间大阵 施展时间减速神通向红军打去 红军的移动速度被减慢 顺势就被混沌空间神塔收了进去 前后不过两个呼吸的时间 第一已经将红军收入塔中 此时天道之眼浮现在东海之冰上空 只见他开口道 第一 你想干什么 快放了红军 第一看着天道之眼 说道 天道 你在想屁吃 第69章 人道立 红军被擒 此时 红军被收入混沌空间神塔之后还在想 这怎么可能困得住他 于是催动法力打算破开法宝 只见他打出的法力还没到塔身 就消散于空中 根本没有用 红军见状大惊失色 但还是拼命催动法力神通打向塔身 无一例外 全部消散于空中 红军此时感受不到外面的世界 只能在塔内继续挣扎着 而天道此时愤怒不已 见这么久 红军都没能出来 心中大感不妙 第一 你说吧 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放红军 第一却是淡淡说道 简单啊 只要你能承受住我的一道攻击不退 我就放了他 天道此时在思索第一此举的用意 心中想到 第一到底什么意思 凭他现在的修为根本不可能伤得到我 难道这其中有诈 不行 红军绝不能就这么被困在塔中 必须救出来 就算第一有什么手段能伤到我 也不可能等到现在才用 这样想到之后 天道渐渐有了底气 接着以天道本源显化出红军的样子出现在第一面前 第一 我答应你了 你不要言而无信 第一这是笑了 天道居然就这么被他忽悠出来了 但是他并不打算立刻出手 而是继续说道 晚了 你犹豫太久了 现在你要承受我两次攻击才行 天道听后大怒道 第一 你不要得寸进尺 第一却是笑笑道 行啊 那你退去吧 红军就准备在这里面 困上无量量劫吧 天道此时憋屈无比 一方面必须要救红军 一方面又怕地义给他屎半子 毕竟第一底牌层出不穷 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 思索片刻后 天道气愤说道 我就让你两招 你若是不放红军 哪怕红荒破灭 我也要跟你同归余计 第一笑着说道 可以 可以 你准备好了吗 天道做出防御姿势 准备迎接第一攻击 周身天道之力浓郁到了极致 第一又继续笑着问道 天道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天道见第一不停地问自己 不耐烦道 准备好了 你烦不烦 说吧 第一瞬间 寄出鸿蒙亮节设计图 将天道给拉了进去 天道反应过来时 却是为时已晚 只见 天道在鸿蒙亮节设计图内 此时亮节设计图内 亮节气息 弥漫整个图中世界 天道一个不慎 直接被亮节之力 磨灭了五成本源 天道见状大惊失色 一击就能磨灭 他的五成本源 这要是再来一次 自己就要完了 天道开始疯狂挣扎 天道之力 也被催动到极限 终于被他找到一个突破口 天道冲出亮节设计图后 直接消失在原地 第一看到天道狼狈不堪的样子 哈哈大笑 这可不是我不放人啊 你自己还没等第二招就跑了 不能怪我 天道此时听到第一的话 愤怒无比 随后整个洪荒世界 仿佛都感受到了 这股愤怒之意 天道走后 第一才看向混沌空间神塔 只见红军还在拼命地挣扎着 在这塔中 他和天道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 现在的红军已经是强母之末 女娲此时的感悟 也到了关键时刻 第一斩灭天道的五成本源 使他再也压制不住人道意志 而鸿蒙紫气 正好唤醒了人道意志 接着 天地色变 一股浓重的威压 镇压向所有的洪荒生灵 人道觉醒 女娲成为人道之主 修为来到人道境一重天 对应天道境修为 与此同时 地道也在欢呼人道的诞生 至此 天地人三道总算是起初 洪荒世界 此时也蜕变得更加坚不可摧了 别说圣人大战了 现在大道圣人的大战 都破碎不了洪荒 天道眼睁睁看着人道 拜托了自己的压制 怒火冲天 该死啊 第一 我要你死啊 现在整个洪荒 已经完全超出了天道的掌控 她再也不能肆意吞噬 洪荒本源了 而此时人族的根脚 也是得到了人道意志的眷顾 提升了一大截 每个人类的修为 都来到了大罗经线 日后前途不可限量 女娲这时正到完成 看向众人说道 今后 你们便叫做人族 我来教导你们修行 多谢圣母大人 第一看着女娲说道 你可以先带她们 先适应一下这里 随后可去不周山 让她们和巫族通婚 女娲听后 便懂了第一的意思 便答应下来 随后 女娲留在东海之兵 教导人族 伏羲知道后 便来到东海之兵 帮助女娲 而第一瞬间 便来到了轮回所在 她看着后土忙活着 送各种各样的生灵入轮回 心中不忍 接着叫来后土 小妹 六道轮回可以完善了 你向大道启示 立下完整的六道轮回吧 后土听后 心中明目第一说的意思 随后开口说道 大道在上 今日无盘古事 后土立下人间道 天人道 修罗道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完善六道轮回 这时 大道浮现传来一个字 准 随后 大道消散 第一看着消失的大道 南南道 真扣门 大道功德都没有 随着第一的话语落下 天降祥瑞 大道功德 弥漫整个六道轮回 一部分打入了六道轮回盘 其余的进入后土体内 第一这时满意大笑道 小妹 今后你便可以轻松一些了 对了 整个地府怎么运转你知道吧 后土点点头道 大哥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交给我吧 第一还是不放心地说道 明和也算兢兢业业 可以给他安排一个修罗道之主 至于其他几道 你可以慢慢挑挑看看 后土听后点点头 明和这时 听到第一 要他当修罗道之主 心中兴奋不已 这可是最好的差事了 以后功德可以说是 源源不断地来 心中越发感激第一 也庆幸自己 当时没有去听红军的讲道 而是去拜访了第一 第一前辈 后土娘娘放心 我一定好好干 两人听后相识一笑 第七十章 十一组乌破混元 交代了后土一些事后 第一就回乌亭去了 昆仑山 就在女娲的人族出事之后 老子脑海中 一直有种指引 让她去观察人族 但是随着人道意志的觉醒 她感觉自己的成圣机缘 好像断了 没了 但是她一时也找不到头绪 只能埋头继续修炼 朱荣此时 正在乌亭中和众人 吹嘘地义和天道的大战 第一 此时已经来到了乌亭 老三 又说什么呢 你看看通天 比你们化行完那么多 马上都要破入会员大罗金线了 你们还在吹牛逼 朱荣听后 善善笑道 嘿嘿 大哥 俺不是高兴吗 现在天道被你中伤 红军老头也被你收了 我们此番都回来 也是因为都感觉要突破了 第一却是摇摇头道 算你们争气 但是天道没那么简单的 几人疑惑不已 天道都这样了 还敢折腾呢 而天道此时 确实正在酝酿下一步对策 第一看向众人发现 几个祖屋 除了煮酒鹰都在 便问道 老五呢 你们到了快要突破到时机了 难道老五已经准备开始突破了 第一将笑道 是的 大哥 多亏了你的造化玉叠碎片 老五比我们进步快多了 我们估计还得闭关一次才行 第一听到帝将 说到造化玉叠 瞬间像是想起什么 对哦 红军老头的造化玉叠呢 好不容易把他收了 差点忘了 随后 第一拿出混沌空间神塔像里面看去 只见此时的红军已经粘了 浑身法力所剩无几 第一神识进来之后 直接拿走了红军的造化玉叠 红军感受到自己的法宝 被夺 恼怒不已 大喊大叫道 第一 你有本事放我出去 囚禁我算什么本事 第一戏谑说道 红军 别做梦了 你就一直待着吧 忘了告诉你了 在这神塔里 你的法力是恢复不了的 只会消耗 哈哈 说完 红军脸色像是吃了 一样难看 帝将几人也纷纷围绕过来 看这里面红军 纷纷大笑不止 帝一拿出造化玉叠后 顺势抹除红军的印记 将其递给了帝将 然后说道 你们兄弟几个 快要突破到 便一起参悟吧 这里面的法则之力 绝对够你们突破 混元大罗金线 通天你也一起 我要你们一起突破 众人听后 纷纷表示 自己会是第一个突破 随后 众人开始一起参悟起来 第一则是来到了 元凤这里 元凤看着第一 终于忙完 上前说道 你呀 总算忙完了 现在可以好好歇歇了吧 第一苦笑道 我就是这个命 不过确实可以 好好歇歇一番了 元凤听后 上前抱住第一 缓缓说道 以后有什么事你 可以安排我去做的 不用非得亲自动手 第一抚摸着 元凤的额头 温柔说道 你就在家给我 作证大本营就行 其他的交给你男人 元凤听后 又将帝翼推到云床边 眼神魅惑 开口道 那我的男人 现在可以服侍本宫了吗 帝翼听后 感觉哪里怪怪的 但是欲望 已经让两人失去理智 随后 省略一万字 此消功 此时天道 虽然化作红军的模样 但是却并不是实体 而且也不能随意出手 该死 帝翼居然有鸿蒙至宝 五成本源 何时才能恢复啊 太医都还没来得及复活 红军已经没救了 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天道思索片刻后 心中有了想法 只见他施展天道之力 沟通起魔剑 而此时还在魔剑 努力修炼的罗侯 接收到天道的信息 嘴角浮现一丝嘲讽之色 随后冷笑道 第一吗 没想到你竟能将红军 逼到如此境地 连天道都向我服软了 有意思 随后 罗侯像是没事一般 继续修炼起来 天道见罗侯并没有回复自己 怒火中烧 可恶啊 罗侯 既然你如此不识台诀 那就别怪我了 罗侯心中所想很简单 当初若不是自己机制 立下魔剑 恐怕自己早就成了 天道和红军的棋子了 现在还想让自己 帮忙对付第一 简直笑死 自己不帮着第一 趁机进攻红荒 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就这样 天道开始谋划起别的操作 如果是红军的话 他不会和罗侯说得这么清楚的 他只会先把罗侯忽悠来了再说 红荒不纪念 这一日 屋庭中十一组屋 已经到了突破的关键时刻 第一感应到几人的气息波动 直接来到了众人所在之地 只见 主九因周身时间法则之力 缓缓向时间大道开始蜕变 第一剑状 满意笑道 不错 屋族的路 总算让我带回到最好的方向了 只见其余几位组屋 也开始进行法则之力 向着大道之力的方向蜕变 与此同时 整个屋庭充斥着各种法则之力 孔轩大鹏六二三人剑状 赶紧参悟起来 主九因率先完成突破 成功来到混缘大罗金线 随后 其余众祖屋 纷纷完成法则之力的蜕变 一个接一个地 突破到了混缘大罗金线 满此时开心不已 大笑道 你们都是好样的 父神知道了 你们今日的成就 也会为你们高兴的 众祖屋看向第一 同时失了一礼 大哥 若是没有你 我们根本不可能突破到如今的境界 你永远是我们巫族最敬重的大哥 帝将说完后 竟然还留下了喜悦的泪水 第一笑道 今天是我们巫族的大喜事 派人去把小妹叫回来 我们巫族要庆祝一年 此时一道声音响起 大哥 不用叫了 我已经来了 众祖屋看向后土 还声说道 小妹 你可回来了 自从你立下轮回 都多久没回来看看我们了 后土温柔笑道 以后我便会经常回来了 现在轮回有明河和镇园子 红云几人照看着 倒是没有那么忙了 第一见状继续说道 小妹既然回来了 你们也都突破混元大罗惊险了 平常没事 就去多帮帮小妹 不过 等庆祝完之后吧 众人听后纷纷应试 第七十一章 老子疑惑 通天正道 随后 第一带着巫廷的众人 一起回到了盘古神殿 还是这里舒坦啊 在巫廷修炼太无聊了 祝容如此说道 众人听后也是感觉有道理 如果不是巫廷更适合修炼 众人其实都不想离开盘古神殿的 第一也知道 众人都意思 接着笑骂道 行了 以后你们爱在哪在哪修炼 没出息的样子 众人听后欢呼起来 女娲这时也回来了 看着第一 欲言又止的样子 被袁凤给察觉到了 袁凤推了推第一说道 女娲好像有事 你不去问问吗 第一心中 大概猜到了女娲的心思 于是 第一缓缓走到女娲身前 笑着说道 怎么了 有什么事说便是 女娲见第一如此说道 心中意暖 接着说道 大哥 你之前不是说可以让人族来布周山和巫族通婚吗 我觉得此时还是和几位哥哥说一下比较好吧 第一听后 带着女娲来到众祖屋面前 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众祖屋听后知道 第一这么做 肯定是有用意 纷纷说道 女娲妹子 你不用想这么多 你是大哥的妹子 就是我们的妹子 我们是一家人 让巫族和人族通婚也正好 女娲听后感激道 多谢几位哥哥 人族的肉体孱弱 若是和巫族通婚 肯定能改善一下体质 众祖屋听到后都是恍然大悟 就算让人族和巫族通婚 其实也影响不到什么 因为 他们的寿员 现在可以说是无穷无尽 根本用担心 巫族正不正统的问题 况且 轮回可是后途掌握的 就算他们死了 也可以在轮回中复活 天道 马德不讲武德 和Tui 第一见众人达成一致 于是说道 好了 既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等庆祝完 你就准备准备把人族带来吧 正好我给他们创造一部功法 说着 第一拿出空铜印递给女娲 接着说道 此物乃是人族镇压气韵的质宝 你可拿去镇压人族气韵 女娲听后感激不已 她现在插的就是功法 确实没有丝毫的头绪 又看到第一拿出空铜印 心中惊喜不已 顺势收下 接着 巫族众人就大肆庆祝了起来 天道这边当然也发现了 族屋已经齐齐正道了 但是他没有任何办法 现在本源都还没恢复呢 此时老子感觉再继续闭关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了 于是出关 打算去紫霄宫找红军 问一问自己的成圣机缘 到底在哪 原始此时还在闭关感悟 没有察觉到 老子已经出关 兜兜转转 老子总算是找到了紫霄宫 并不是他不认怒 而是现在的紫霄宫跟随天道 随时会变换位置 若不是天道想见 根本见不着 老子在门外喊了一声道 老师 弟子有事求见 还望老师开门解惑 老子还不知道 此时他的老师 还在第一手里呢 紫霄宫的门缓缓打开 浩天又出现在门后 好似紫霄宫讲道时 那样说道 师兄 请进 老子见状失了一礼 随后进入了紫霄宫 只见红军此时 身体好像是一团气体 无法触摸 老子打消心中疑惑问道 老师 我之前感悟到 自己的成圣机缘 好像在一个新生的种族中 可是随后 这成圣机缘被断了 是怎么回事 天道此时缓缓说道 你的机缘已变 还得你自己找到答案 并不是天道 不想让老子去人族立教 而是一旦老子去了 第一同意还好 不同意 又得死一个 现在的第一 已经不是凶兽 量节时的第一了 他才懒得 因为这种事 在跟第一对上了 没错 现在的天道 已经是怂了 被磨灭五成本源 让他对第一 有了更新的认识 老子听后一头雾水 心中疑惑 这红军怎么感觉变样了呢 随后想到 红军身和天道 心中明雾 于是说道 好吧 老师保重 徒儿告退了 老子离开紫霄宫后 天道独自在那里哀叹道 乱了 现在的洪荒 已经彻底乱了 哎 巫族一下子 挣到这么多混元 就算天道六圣 全部挣到 又有什么用呢 哎 说完 天道消失在了原地 要是第一见到 此事天道的状态 肯定直接顿悟 这不就是阴谋了吗 没多大事 就在老子 还在回昆仑山的路上 从布州山巫族足地 传来一股威压 直接将老子 从云端压到地下 老子面色阴沉无比 这气息 他可太熟悉了 毕竟他们兄弟三人 从诞生便认识了 而此事巫族足地的通天 刚刚完成正道混元 大罗金线的突破 弟将几人看向通天 纷纷赞叹 剑道之力果然不同凡响 小弟的剑道天赋 在整个洪荒 恐怕无人能比了 第一也是说道 不错 通天的剑道天赋极强 随后 通天心有感悟 只见他高声说道 大道在上 今日无盘古市通天 立下结叫为 洪荒众生灵 截取一线天机 大道的声音紧跟着响起 准 随后 大道功德降临 冲刷着通天的混元大罗身躯 不一会儿 通天已经完成正道 众祖乌剑壮 纷纷上前祝贺通天 而老子 在听到通天立叫的时候 心中好似明悟了什么 原始此时在昆仑山 则是暴跳如雷 通天 你竟敢在我和大哥之前正道 简直目无尊长 随后也是听到了通天的立叫 原始立刻陷入顿武 渐渐地 他感悟到了自己的正道机缘 只见原始睁开双眼开口道 天道在上 今日无盘古正宗 欲清原始立下铲教 铲铭天意 顺应天道大事 随后天降功德 原始原地成圣 老子在听到原始的声音后 脸色阴沉无比 两个弟弟居然都比他先正道了 而巫族众人正在庆祝呢 就听到原始 这充满晦气的声音 朱镕慕道 什么 盘古正宗 好你个原始 其余众祖乌也是 愤怒不已 第一这时缓缓说道 后土留下 你们去让这位盘古正宗 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盘古正宗 折磨完打死就行 众人听后鬼叫起来 一众会员大罗惊仙 向昆仑山而去 而老子感受到巫族的动作之后 立刻打消了回昆仑山的心思 二弟 你自求多福吧 我就另立到场了 老子自言自语道 第七十二章 圣人陨落 不多时 众祖乌已经到了昆仑山 原始刚想闭关赶物天道呢 结果察觉到 他的玉须弓 竟然被人直接给掀了 顿时暴怒不已 是谁 找死不成 众祖乌一听 直接笑了 朱镕戏雪道 是你爷爷 原始 看向十一祖乌 满脸愤怒之色 接着气愤说道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为什么要来我昆仑山 帝将这时说道 原始 你太放肆了 成圣就成圣 你抓你马呢 还盘古正宗 今天我们兄弟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盘古正宗 说吧 众祖乌是放出自身威压 直接将原始的圣人气息遮盖下去 原始这时已经梦了 随后回过神喊道 不可能 你们这种污秽之物 怎么可能会是圣人 老实说 圣人只有九位 你们肯定是骗我 帝将几人听后 笑得前仰后合的 随后原始问道 你们笑什么 帝将笑完缓缓说道 现在就让你知道 我们笑什么 说吧 十一祖乌将原始团团围住 接着众人连续施展神通攻击 原始见状 疯狂催动 法力抵挡 击到神通下来 原始已经伤痕累累 只见他面露疯狂之色道 是你们逼我的 说吧 原始祭出盘古番 甲 朝中祖乌打去 切 不就仙天之宝吗 谁没有事的 说着 十一祖乌一个个祭出自己的法宝 赫然全是仙天之宝 原始此时已经反应不过来了 满脸惊恐 你们怎么可能 有仙天之宝 仙天之宝 只有三件才对啊 井底之蛙 此时的洪荒之中 已经有人看到了这场大战 当巫族十一个祖乌出世之后 他们就震惊不已了 没想到 居然还是人手一剑 仙天之宝 还让不让人活了 十一祖乌抱着弯弯的心思 都没有用权力 可是原始此时 却是再也抵挡不住 众祖乌的神通攻击 被打得鼻青脸肿 地将见完得差不多了 指挥众人停手 随后说道 原始 以后我们若是在你的口中 再听到 你是盘古正宗的话 听到一次 你死一次 地将施展权力一击 直接将原始给击杀当场 圣人陨落 万物悲泣 天降血雨 第一在巫族 看着十一祖乌的表现 笑出声来 洪荒之中的众人 此时都是震惊不已 原始居然刚成圣就被杀了 虽说还能复活 但是身为圣人的面子 可是彻底没了 天道在原始成圣时 还安慰自己 觉得终于有人用了 没想到 原始竟然大言不惭说 自己才是盘古正宗 接着他都懒得去救了 老子还在寻找 新道场的路上 就感受到原始已经陨落 心中惊恐万分道 幸亏没回去 这巫族不知不觉之间 居然已经有十一位圣人了 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老子此时百思不得其解 心中还在思考 红军当时二讲时的怪异 很快 他回过神来 继续寻找道场了 此时众祖乌已经回到了巫族 第一看着众人 满意说道 不错 以后若是还有人敢大言不惭 你们就肇死里丢打 众祖乌纷纷应事 随后 众人继续欢呼 白起酒肉 庆祝起来 此时远在西方大地 准提接应 两人在听到通天和原始的正道之法时 心中已经隐隐有了想法 两人更加迫切地想要成圣了 只有成圣才能重振西方 就在两人打算 效仿原始立教成圣之时 一道声音响彻洪荒 天道在上 今日吴太清 太上老子感悟天道 立下太极教 教化众生 随着话语落下 天道有感 降下海量功德 老子直接原地成圣 还好忍住了 原始失殿 你安息吧 老子喃喃自语着 随后进入自己新找到的道场 守阳山 准提和接应剑刺 再也忍不住了 两人对视一眼 接着两人齐声开口道 天道在上 今日吴西方准提 接应 立西方教 教化西方生灵 接着 天道开始降下功德 但是却只有少量 两人见状 开始吸收起天道功德 可是他们发现这些功德 根本不够他们成圣的 于是两人对视一眼 明白各自心中所想 紧接着 两人立下48道宏愿 但是发现 各自本源缺失了一部分 这些宏愿 显然还是依然不够成圣 两人一狠心 继续立下36道宏愿 终于天道再次降下功德 两人总算成圣 圣威浩荡 成圣过后 准提哀呼道 师兄 这可如何是好 我们此番借了天道这么多功德 日后如何怀啊 接应相比冷静一些 说道 师弟 不必忧虑 总会有办法的 我们慢慢缓便是了 准提健壮 也只能是点点头 完全没有成圣的喜悦 而第一 在听到西方两人 又加了36道宏愿之后 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众人疑惑问道 大哥 你笑什么啊 第一说道 西方那两人 此番立下84道宏愿 算是要给天道 打一辈子功了 众人听后恍然大悟 就这样 洪荒之中的圣人 现在已经全部正道 时光悠悠 不知不觉万年已过 西方的两位圣人 在这万年 那是一点没闲着 在东方大地 四处寻找生灵 听话得还好 不听他们忽悠的 直接就被度化入西方 东方的生灵 现在都知道了 西方二圣的作为 纷纷躲着他们走 天道此时难难自语 多万年了 为何我的本源 恢复不了嘶吼 可恶的第一啊 天道不知道的是 鸿蒙亮节 设计图磨灭的本源 本来就是无法恢复的 即便是再用亿万年 都恢复不了嘶吼 看来本源算是彻底没了 那鸿蒙至宝 怎么会这么变态 这可如何是好 天道开始思考着 接下来的对策了 无听 帝经过万年闭关 修为再次突破 他缓缓感受着自己的修为 南南说道 原神混元无极大罗金仙二重天了 肉身也来到 混元无极大罗金仙五重天 还不错 这时沉寂了万年的那道声音 在第一脑海中响起 第73章 系统升级完成 定 系统升级完成 第一次是欣喜不已 连忙问道 小二 快说说 你现在有啥功能了 定 主人 本系统新功能 各个平行洪荒卫面穿越功能 每隔一千年 开启一次卫面穿越 指定几方阵营 一人利用人生剧本功能 前去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穿越者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修为 也会提升一个小境界 有概率获得系统商店 指定品类 自选一件 这么说 还有别的平行洪荒卫面 是的 主人 一共有三千个洪荒卫面 若是完成全部任务 主人获得终极奖励 第一震惊不已 居然有三千个洪荒卫面 终极奖励 是什么 此时系统却是没有说出来 而是说到 没有完成任务之前是不知道的 主人加油哦 第一缓缓思考着 这新功能的玩法 小二 其他方面还有升级的吗 定 主人可以自行查看 说吧 第一开始查探起系统各个方面 奖励没有变化 还是神级奖池和纠级奖池两种 商店则是有了新的变动 新增盘古商店商品 盘古锁古 盘古肩胛骨 盘古软肋骨 盘古腰椎 盘古颈椎骨 盘古尾骨 盘古病骨 新增特殊商店商品 大道功德一百万缕 天道雏形 人物本源升级卡 世界本源升级卡 运养神池 运养规则之物 大道圣人升级卡 非大道镜 当第一看到特殊商品的物品后 震惊不已 居然连天道雏形都有 还有个运养神池可以运养 叮 主人 由于本系统刚升级完成 赠送主人一次法宝商品 鸿蒙质宝品类自选一件 第一这时怪笑着说道 小二 你长大了 知道心疼给GI了 我选鸿蒙珠 叮 恭喜获得鸿蒙质宝鸿蒙珠 第一急忙看向法宝介绍 鸿蒙质宝鸿蒙珠 祭出鸿蒙珠先天立于不败之地 其内自称鸿蒙世界 可培养 炼化镜自身 可拥有一个鸿蒙世界之力 半步大道镜 可炼化镜自身 就算之前获得了几件鸿蒙质宝 第一也没有太过惊喜的时候 没想到这鸿蒙珠给了他一个大惊喜 居然可以炼化镜自身 一个鸿蒙世界的力量 大到都扛不住啊 第一兴奋地忘乎所以起来 第一 平行洪荒未免将在一千年后开启 第一听后 心中有了打算 看来得和大家普及一下 各个洪荒未免的知识了 就算有人生剧本功能辅助 还是多做一点准备的好 想到这里 第一便出关了 接着发现 乌庭居然只有几个小屋在守着 其他人都在足地 第一一阵无语 这群人居然都在足地玩 就我一个老大哥在苦逼的修炼 还好系统升级了 以后我也可以不用修炼 就长修位了 结结结 说着 第一直接回到了足地 第一将看到第一来了之后 一阵脸红 赶忙上前说道 大哥 你出关了 第一嫌弃说道 啊 都万年了 你们怎么修为都没动过 地将善善笑道 嘿嘿 大哥 这不是有您吗 我们才可以这么轻松 第一一脸无语 合着 老子就是给你们兜底的 别皮了 去叫人 把兄弟们还有女娃他们全都叫来 我有事说 地将听后 就行动起来了 不多时 众人已经到了 第一看了看 发现居然全都在这里 在六道轮回的几人居然都回来了 满脸无奈 既然人都齐了 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下面说的话 在此之前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说吧 第一施展法术画作投影 播放着原本洪荒世界要面临的一切 从开天一直到末法时代 每个时代的人物都被第一刻画得栩栩如生 众人看得非常入神 当祖屋几人看到盘古陨落后 一个个双眼冲雪 画面缓缓到达龙汉凉结时 缘分看到凤族的惨状 一滴泪滑落低下 画面缓缓又来到了巫妖亮节 红军的阴谋 三清的决裂 人族被屠杀 巫妖同归于尽的壮烈 深深刺激着在场的众人 当女娃看到人族被屠杀的 仅剩几百 愤怒不已 这帝君和太医 居然丝毫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 还有老子和元使 竟然堵自己的门 不让自己前去救人族 看着屏幕中的人族 拼命呼喊着自己 而屏幕中的自己 却什么也做不了 女娃双眼通红 气息都跟着混乱了 接着 后土看到众祖乌全部战死 眼泪缓缓划过脸颊 众祖乌看到后土 最后为了复活他们 毅然决然肉身化轮回 最后却是被勇困轮回 失去了自由 一个个心疼不已 大哥 这跟现在的洪荒也不一样啊 不是说我们和妖族 同归于尽了吗 可是现在妖族都灭了 这时 公公忍不住问道 画面里他是看到 众多兄弟都战死 最后怒撞不周山而死 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第一只是说道 你们没有发现 画面中没有我吗 众人还是疑惑不解 不明白有什么关联 而后土聪明不已 此刻已经明白了 地义出现的重要性 只见他缓缓来到 第一身边说道 大哥 为了巫族和我们这些 不争气的弟弟妹妹 你辛苦了 第一善善笑道 小妹 别这么说 你们是我的亲人啊 不就你们 我又如何苟活 说完 后土狠狠地抱住了第一 小声抽气起来 众族屋这时也大概明白了 第一如果没有画形出现 他们的结局 只能如投影里一般 走向负面 众人都来到第一身边 深深鞠躬 气得第一还抱着后土呢 就破口大骂 滚 你们他们要把我送走啊 别而去 众人听后大笑不止 两久过后 后土平静下来 离开了第一的怀中 虽然眼睛还是通红的 不过比起刚才 已经是好多了 接着 画面投影继续 画面来到了 巫妖巨灭 不周山倒塌 贡公看着屏幕中自己干的事 冷汗都冒出来了 第74章 洪荒的变局 洪荒大地的众生哀嚎不已 不多时 女娲就急忙前来开始补天 随着女娲补天结束 巫妖亮节 终于算是结束 缓缓的画面 来到了风神开端 通天在之前 第一带她离开昆仑山的时候 已经看过了 但是此时在看依然感觉这两个人很恶心 只顾他们自己的教派 从没想过 红军为什么要牵风神榜 就这样 通天耻辱 牵下风神榜 西方二圣又拼命想要发展自己的西方教 屏幕中的老子和原始 最后居然还请他们来破自己的诸仙见证 通天此时是越往下看越寒心 随后一想 还好早就脱离了他们两人 这样想着 通天心里舒服多了 当看到长尔定光仙叛变的时候 通天还是没憋住说道 砸碎东西 真想把他复活了 再杀一遍 众人听后一阵无语 不过此人千刀万剐 确实都不为过 就这样 画面继续来到西游 孙悟空一战成名 六尔看向孙悟空 冥冥中有种感应似的 就感觉两个人很亲近 仿佛是兄弟 第一这时说道 这个孙悟空可是个好苗子 天赋不下六尔 乃是和六尔同源的灵明时候 可惜的是 被准提这个杀笔交烂了 说着狠狠地嘟了一口 原凤见状翻了个白眼说道 你都没怎么管过 六尔他们兄弟三个呢 第一听后 善善笑道 这不是忙吗 现在时间多了 可以天天教导 六尔三人听后 倒是开心不已 原凤不做声响 继续看起来 渐渐的 众人看到那个刚出世 就无敌的孙悟空 居然慢慢变了 他开始明白了这一切 但是却又不能不屈服于佛教 太可恨了 这猴子以后 俺照着了 就凭他敢一人大闹天宫 俺也保定他了 以后这孙悟空出来了 俺来教他 朱镕见孙悟空被镇压过后 却又不得不为佛教卖命 心疼不已 接着就如此说道 帝将笑笑道 你就别想了 大哥肯定已经有安排了 弟此时倒是没啥想法 不过把孙悟空收为弟子 好像也不错 至少不能让他落在准题的手里 于是帝说道 还不知道这孙悟空能不能诞生呢 这不周山又没倒 早在女娲看完孙悟空的诞生过程 她就感觉哪里不太对 现在听到第一这样说 她神色更加怪异起来 回过神来 女娲说道 大哥 可能 她已经开始孕育了 说着 女娲拿出一块五彩神石 接着说道 我这是之前在东海之兵 照看人族的时候捡到的 感觉有些好看就收起来了 前几日我就感觉 这里面好像有生命在孕育一样 但是也没有多管 看来她应该就是那孙悟空了 第一这时听到女娲的话 也是脸色怪异 真有只妖巧的事 第一拿过五彩神石观察起来 接着喃喃自语道 那个表面看去 好像没啥问题 确实是在石头里孕育的 第一还是不放心 向系统问道 小二 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你能不能看出来 第一 主人 这确实是灵明石猴 没有问题的 系统说完之后 第一才算彻底放心下来 好了 这确实是孙悟空 看来冥冥之中 他跟女娲还是有着缘分的 女娲接过五彩神石 脸色欣喜不已 朱容这时凑过去说道 女娲妹子 你看能不能让孙悟空 拜俺为师 女娲这时 看向第一说道 大哥 你收不收 朱容一脸问号地看着女娲 是俺先问你的 妹子 你怎么问大哥呢 众人看到朱容那样 哈哈大笑 第一也是起了收孙悟空的心思 于是说道 也行吧 等他化行了 就可以来拜我为师 说着 第一拿出一瓶三光神水 说道 看他这样下去 还得很久才能化行 用这个给他加加锁 女娲顺势收下 接着道谢 众人玩闹一番过后 画面开始继续放映 接着 众人就看到 孙悟空在灵山成为斗战圣佛 之后的末法时代 看得众人心情压抑 久久得不到释放 红军该死啊 怪不得大哥从一开始就一直针对他 若不是他 红荒怎么可能会进入末法时代 就是 这个罪魁祸首 就应该千刀万剐 众人都被红军的所作所为激怒了 第一这是说道 给你们看这些 是希望你们做好准备 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一个红荒世界 还有其他的平行红荒世界 我知道我这样说 你们可能听不懂 我有一件法宝 一千年后会指定你们其中一人 前去别的红荒世界完成一个任务 完成之后 就可以提升一个小境界的修为 现在 你们也大概了解了红荒原本的历史 如果你们有机会 真的穿越到其他的红荒世界 这也是巨大的机缘 众人听后 纷纷震惊不已 一个个目瞪口呆 主要是第一这番话 根本没人能一时间接受下来 而且 居然还有别的红荒世界 这是怎么想怎么扯的 但是又不得不信 就这样 众人回过神来之后 帝将问道 大哥 我们穿越过去 不会是要跟天道直接干吧 帝一回应道 应该没有这个概率 不会是这么难的任务的 帝将听后点点头 接着 众人开始讨论起来 好像这是很有意思一样 大鹏说道 我要穿越过去的话 一定抽死里面的我 太杀笔了 孔轩无脸说道 你现在也挺杀笔的 可以先下手了 六耳见状黑黑笑着 随后想起自己的想法 然后缓缓说道 我要是穿越过去的话 我就要劝孙悟空 不要去拜师 这样说不定就能改变他的命运 孔轩则是说道 我看那孙悟空够呛能听 你们可是同园的兄弟 你应该能感受出他那种 不屈服与天地的斗志 他肯定还是会去学艺的 六耳听后 也觉得孔轩说的有道理 开始独自思考 郑园子此时看向红云 缓缓说道 老友 我想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吧 红云听后笑道 郑园子 你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啊 我死了之后 你真的会想投影中给我报仇 追寻那么多年真相吗 郑园子转头说道 七 我怎么可能会 你死了 就没人吃我的人生果了 第七十五章 天道新操作 红云看着郑园子死不承认的样子 哈哈大笑 第一满意地看着众人 心中想到 看来都是有想法的呀 这就有意思了 不止可以完成任务 还能致富一波 就这样 众人讨论着千年之后的计划 紫霄公 看来这本源之力是无法恢复了 必须得想个办法 继续提升境界了 红军已经彻底没救了 谁还能代替他呢 天道这样想着 忽然 他想到一个最佳人选 此人和红军性格相似 肯定不会甘心久居人下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啊 说完 红军使用天道之力 沟通起那人 守阳山 大哥 你怎么跑这来了 快跟我回昆仑山吧 老子这时 一脸淡漠地说道 二弟 我们已经成圣 昆仑山承受不了 两位圣人的气愈 今后这里就是我的道场了 你回去吧 红军这时 一脸郁闷道 那好吧 大哥 你没事了就回来看看 昆仑山也是你的道场 老子健壮点点头 红军离开之后 老子的脸色阴沉 心中道 哼 蠢货一个 刚成圣 就敢招惹巫族那群人 你自己应付吧 想到这里 老子刚想继续修炼 却收到天道传训 让他去紫霄公 老子疑惑不已 但还是向紫霄公而去 不过多时 老子已经来到紫霄公门前 看向四周 发现并没有其他人来 只有自己 心中更加感觉奇怪了 随后开口喊道 老师 弟子来了 有什么吩咐吗 这时 紫霄公门打开 依然是昊天开门 接着说道 师兄里面请 老子健壮向里走去 不多时 就看到了天道伴的红军 老子顺势鞠躬说道 老师 近来可还好 叫弟子 前来所为何事 天道淡淡说道 老子 自从上次你便看出来了 不用装了 老子这时心中一紧 接着说道 老师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天道冷笑道 你的那点心思 以为能瞒得过我吗 太上老子 接着 天道之力 弥漫整个紫霄公 老子这时慌忙说道 天道 我不知道是您 还请见谅 天道这时继续说道 我不管你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我 现在我要告诉你的事情 你若是敢透露出去 那你就不可能活着了 老子听后 头皮发麻 看来这趟不该来的 他心中这样想着 只听天道自顾自地说道 红军前段时间不见了 现在我要寻找一个新的河道之人 这是我叫你来的原因 老子听后 心中明雾 不可置信地问道 老师不见了 他怎么会不见了 去哪了 天道这时缓缓说道 前段时间 他便去探索混沌了 至今还没有回来 我需要一个人 暂时代替他补全天道 老子听后 心中大喜 表面还是疑惑问道 不知天道的人选 已经定下了吗 天道这时说道 老子 你愿意成为天道代言人 而且立刻拥有 天道境的实力吗 老子这时再也装不下去了 急忙说道 我愿意 天道 我愿意何道 天道这时 才满意老子的表现 谁能抵挡住 天道境的诱惑 老子也并不是 完全被天道的诱惑所迷惑 而是有着更深层的想法 就算老子不同意 天道也有办法让他同意的 所以 老子顺势答应下来 避免天道翻脸 随后 老子在紫霄宫住了下来 两人开始准备河道 这时 天道直接解除了和红军的河道 而此时还在混沌空间神塔的红军 感觉到 天道居然解除了和自己的河道 愤怒不已 跟着大喊大叫起来 天道 你敢背弃我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今天的我 就是明天的你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知道 混沌魔神不可辱 滴这时 也感应到了红军的叫骂 于是向塔内看去 只见红军正盘坐地上 随着红军缓慢地催动 仅剩的灵气 那道禁术缓缓被引起 顺着天道还没断干净的本源而去 接着就蔓延进了天道残留在红军体内的本源 而此时的天道 正在施法收回残留在红军体内的本源 但是他突然发现 红军居然在本源之中下了咒术 终者必会本源枯竭而亡 天道此时暗暗后悔 不该这么早放弃红军的 没想到他居然留了这么一手 要不是 他紧急切断了那部分本源 现在恐怕连本体的本源都要被污染了 那时才是真的晚了 居然让我又损失一部分本源 可恶的红军啊 此时混沌空间神塔内的红军 狂笑不止道 哈哈 天道 你自作自受 说完 红军就继续坐在地上暗暗发呆 第一看着塔内的红军 似是察觉出了什么 刚才红军的话很明显 天道放弃他了 所以第一推测 刚刚红军应该是用了最后的后手 有意思 天道会找谁呢 天道 好好折腾吧 没多长时间了 说完 第一便不再去管红军和天道 天道这边进展的倒是挺顺利 天道自展一部分本源 彻底放弃了红军 老子看向此时的天道 心中激动 他的机会要来了 天道准备好一切之后 缓缓睁开双眼 看向老子说道 你准备好了吧 现在开始了 河道之后 你就不是你 而是天道 老子听后表示没有问题 说吧 两人开始进行着深层次的河道交流 只见 老子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 天道之力围绕周身 而天道虚影 此时越来越透明 隐隐就要消失不见一样 两久过后 天道虚影彻底消失不见 而老子的气势 此时格外强大 天道之力浓郁到极点 配合上老子忘情淡漠的气质 感觉他断化为虚无了 只见老子这时缓缓睁开双眼 眼神已经变得比之前 更加淡漠和冷冽了 天道这时 直接占据老子身体说道 还是有身体舒服啊 今后你的身体我先用着 等你修为提高了 再还给你 没错 此时老子的修为 根本没有达到天道境 只是达到了圣人九中天 根本抢不到身体的所属权 红军之所以能一直拥有 身体的所有权 则是因为他有拿捏天道的 把柄和实力 而老子明显还是太嫩了 第76章 第一个任务 老子这时在被天道压制着意识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反抗 因为他知道 反抗只会激怒天道 只能折服下来 以待时机 这时天道说道 终于可以继续修炼了 第一 我很快就会到天道境九中天了 等着吧 说完开始闭目修炼起来 第一这时的目标 早就不是天道了 如果不是暂时还没有能取代天道的东西 他早就把天道给灭了 不知不觉 千年已过 第一正在修炼脑海中 就传来系统的声音 第一 未免任务颁布 指定任务者 镇原子 任务目标 就下被围杀的红云 任务时间 十年 任务奖励 提升当前 修为一个小境界 是否向镇原子颁布任务 第一这时好奇问道 小二 这么说 你可以直接颁布给镇原子是吗 是的 主人 第一想想之后说道 颁布任务吧 以成功颁布任务 此时在轮回的镇原子 忽然脑海中传来一道声音 请前往平行洪荒卫面 完成救出红云的任务 任务时间十年 任务完成 奖励当前修为 突破一个小境界 是否接受任务 镇原子刚开始愣了一下 随后想到之前第一说的话 明白了这是第一的安排 随后回答道 接受任务 镇原子说完之后 在他的面前 缓缓出现一个空间之门 从外面看去 好似一个黑洞 恐怖无比 红云这时收到镇原子传讯 刚来到这里 就看到了镇原子身前的黑洞 疑惑道 老友 这是什么 镇原子笑笑道 你帮我暂时管理一下天人道 看老道 怎么就另一个 你于危难之间 红云听后大概明白了 第一之前说的是千年之后 现在也正好千年 想来是任务来了 不一会儿 通道建立完成 镇原子潇洒进入其中 倒是没有什么不适 很快镇原子 就发现自己到了一个 和洪荒气息很像的世界 真是不可思议啊 这么快就到了 想必这应该就是平行事件了 任务说要救出红云 红云的危机 应该就是那投影中 被妖族众人围杀的那段了 想到这里 镇原子心中有了打算 第一这时 发现自己眼前 居然出现镇原子的投影 没想到 还能跟着镇原子 看到这个平行事件 有意思 说吧 第一传讯给众人 让他们都来看看 提前熟悉一下 不多时 众人已经齐聚组物店 大哥 为什么不让俺去啊 镇原子才 会员惊仙巅巅峰 都还没有突破呢 会不会有事 第一回答道 人选都是随机的 以镇原子现在的修为 应该是可以完成任务的 众人听后点点头 红云这时也来了 看到投影中的镇原子 颇为好奇 于是他说道 刚才镇原子说 让我看他是怎么拯救我的呢 看来他的任务是要救我了 众人听后恍然大悟 那应该能完成任务 这时 画面中的镇原子 已经缓缓来到了武装罐外 他并没有进去 而是暗中观察着 此时里面的红云和镇原子 平行的谈话 老友 我关那昆蓬 恐怕已经记恨上你了 今后你还是待在武装罐吧 而画面中的红云 平行 则是说道 你多虑了 老友 我又没有得罪他 抢他作为的 也是西方那两人 跟我没有关系 我还得回火云宫修炼呢 就先告辞了 说完 红云 平行 做事就要往外走去 祖物店的众人 这时反应过来 递将说道 这不就是投影中 红云生死的那一段吗 而红云在一尴尬地看着 他也没想到居然是这一段 平行世界的他 可真是天真啊 众人围住红云 左看看又看看 真是一模一样 不过红云兄弟 平行世界的 你怎么这么天真啊 红云一脸无奈 第一这时说道 当然是天道影响 众人听后恍然大悟 这时 投影中的郑元子 平行 剑劝不动红云 平行 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红云 平行 失了一礼之后 便离开了武装罐 在虚空中偷看的郑元子 剑红云 平行 出来 急忙跟上 就这样 两人一前一后 而暗中还有好几双眼睛 在死死地盯着红云 红云 若不是你非得让位准题 我也不会失去成生的机会 偏偏你还得了鸿蒙子气 你不死 谁死啊 暗中地盯着红云的昆彭 平行 恶狠狠地说着 不一会儿 红云 平行 距离武装罐 已经越来越远 昆彭 平行 见十几一道 直接出现在他面前 红云 交出鸿蒙子气 否则今天你 必死无疑 红云 平行 这时被吓了一跳 眼看就要到火云宫了 昆彭 平行 居然真的来了 昆彭 鸿蒙子气 可是盗祖老师赐给我的 你敢抢 昆彭 平行 这时冷笑道 红云 你还是这么天真 今天你交也得交 不交也得交 这时 两位不速之客 紧跟着道来了 红云 交出鸿蒙子气 我们兄弟饶你一命 来者正是 帝郡 平行 和太一 平行 两人 昆彭 平行 阴沉着脸 看着眼前的情况 知道红云紫气 今天是得不到 心中越发记恨起 红云 平行 而红云 平行 看着眼前的三人 面露绝望 但还是说道 想要我的红云紫气 休想 说罢他就向武装冠逃去 三人急忙追上 而虚空中的 镇元子 看着红云 平行 的逃窜方向 郁闷不已 镇元子就这么跟着 想要看看到底有多少人 在围杀红云 渐渐的 红云 平行 就被追上了 昆彭 平行 直接施展夺命神通 一击 就将红云 平行 击落在地上 快把红云紫气交出来 今天你是插翅难逃 此时众人都没发现的 是有人已经偷偷 将这里的空间 给隐匿了起来 人红云 平行 如何求救镇元子 平行 他也不会知道 而穿越而去的镇元子发现 果然就是西方二圣干的 想要以此灭杀红云 就不用偿还让位因果了 哼 等我也突破混元大罗金线 一定找你们算账 第77章 镇元子显威风 此时的昆彭 平行 几人已经将红云 平行 的后路给堵住了 他插翅难飞 几人直接大战起来 红云 平行 根本不敌 镇元子见状也不再隐藏了 直接出现在红云 平行 身旁 帝郡 平行 三人震惊不已 他们已经派人堵在了武装关门口 镇元子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镇元子 你怎会在此 你要插手 可要考虑后果 镇元子不懈说道 一群鼠辈 今天就让你们知道 招惹我好友的下场 红云 平行 看着出现的镇元子 心中惊喜不已 但是他又感觉到 眼前的镇元子 好像和他印象中的镇元子 平行 不太一样 但是也没多想 而是说道 老友 此番 是我连累你了 镇元子笑道 无非几个臭鱼烂虾 不必如此 说吧 镇元子直接祭出帝叔 向三人攻阀而去 帝郡 平行 见镇元子居然这么猛 根本不像是 他能拥有的实力 纷纷祭出法宝 与镇元子站坐一团 此时的帝郡 平行 太一 平行 都只是准圣后期的修为 昆鹏 平行 更是只有准圣中期的修为 根本不是镇元子的对手 被打得连连后退 镇元子可是混元金仙巅峰的修为 更不用说 混元金仙本身就比准圣要强了 三人被打得节节败退 心中震惊不已 不可能 镇元子 你怎么会这么强 太一 平行 无法接受自己圣人之下 第一人的实力 居然被镇元子给随意摩擦 一时心惊不已 帝郡 平行 一时也是被镇元子给打猛了 完全没想到 居然会有如此大的变故 红云 平行 在一旁看着镇元子的勇猛 心中也是震惊不已 心中疑惑道 老有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而正在观看镇元子大战的 第一众人 看到此处 纷纷笑了起来 帝将说道 没想到镇元子兄弟 现在已经这么强了 看来要不了多久 就能追上我们了 第一则是笑道 等他完成任务 就会突破到混元大罗惊险了 众人听后心惊不已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种突破方式 纷纷开始期待起下一次任务了 平行世界中 战斗已经来到尾声 镇元子施展帝叔神通 将三人全部打伤 帝郡 平行 三人此时满脸不可置信 镇元子居然一个人 就把自己三人打伤 这得是什么实力 红云 平行 在一旁则是惊喜不已 没想到镇元子 真的能打败帝郡 平行 三人 这可是妖族的妖皇和妖狮啊 镇元子这时来到红云 平行 身旁说道 老友 你想怎么处置他们三人 红云 平行 思索片刻后说道 不如放过他们这次吧 想必以后 他们也不敢来找麻烦了 镇元子听后摇摇头道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说吧 镇元子果断出手 直接施展全部实力 祭出帝叔向昆鹏 平行 打去 昆鹏 平行 见状面露绝望 此时的他根本逃不过这一击 只能眼睁睁看着镇元子的攻击 落到自己的脑袋上 顿时脑将崩裂 昆鹏 平行 走 帝郡 平行 看到眼前这一幕 怒火中天 喊道 镇元子 你大胆 竟敢击杀我妖族妖师 是想与我妖族开战吗 镇元子则是冷冷一笑 你想多了 你们也得死啊 说吧 再次出手 一道神通向帝郡 平行 攻防而来 太医 平行 健壮 急忙寄出混沌中 挡在帝郡身前 镇元子顺势 又是帝叔一道神通攻向太医 平行 太医此时已经是手无寸铁 只能打算肉身硬抗这一招 帝郡 平行 见太医 平行 陷入危机 却是根本营救不了 瞬间 太医 平行 这身躯 就被镇元子给轰爆了 只剩一缕 元神逃出 帝郡刚想带上太医的元神跑路 只见空中屏蔽天机的阵法被迫 一道身影 从天而降 帝郡 平行 剑撞心中大喜 急忙说道 道祖 镇元子杀我妖师 还杀我兄弟 你要为我做主啊 红军 平行 本来在紫霄宫感悟天道 却是突然感应到太医 平行 居然被人斩灭了肉身 于是急忙来到这里 他缓缓开口道 天道一说 你不是镇元子 你到底是谁 镇元子见状也不慌 面不改色道 红军老狗 你猜啊 红军 平行 脸色一凝 直接出手 想要灭杀掉镇元子 而在观看这场战斗的第一众人 此时再也坐不住了 红云急忙说道 前辈 还请就一下镇元子 他现在根本不是那个世界红军的对手 弟此时也在询问系统 小二 现在平行世界的红军下场了 镇元子会不会有危险 弟 主人 没事的 和任务无直接关系的人是 不能攻击任务者的 弟一听后恍然大悟 这么说来 任务倒是简单多了 根本不怕平行世界的红军下场了 弟这时看向红云缓缓说道 没事的 你且看就是 只见平行世界中的红军 已经一道神通打向了镇元子 而镇元子也做好了生死的准备 却发现 红军 平行 的攻击竟然从自己的体内穿过 自己一点是没有 镇元子心中大喜 而平行世界的众人 此时已经是目瞪口呆 这都杀不死镇元子 本世界的红云 见镇元子没事 心中松了口气 红军 平行 见自己的攻击 居然伤不了镇元子说道 居然还有这种事 镇元子此时哈哈大笑道 红军老狗 你是杀不了我的 而我能杀任何人 哈哈 说吧 镇元子趁机向太医 平行 元神攻去 红军 平行 剑状急忙打出神通阻拦 却是又一次穿过了镇元子的身体 而伤不到他 而镇元子 已经来到了太医 平行 元神面前 直接寄出地书杂趣 帝君 平行 反应不及 再看向太医 平行 元神之时 他已经被灭成灰灰了 就这样太医 平行 直接隐恨西北 第七十八章 修为再次突破 红军 平行 见状愤怒不已 这镇元子太大胆了 居然当着自己的面杀了太医 平行 于是暴怒道 镇元子 你好大的胆子 镇元子则是狂笑道 红军老狗 还没完呢 说吧 又向帝君 平行 攻伐而去 帝君悲愤不已 自己的弟弟就死在了自己眼前 现在 他只想跟镇元子同归于尽 见镇元子向自己杀来 他积蓄力量打算自爆 跟镇元子同归于尽 红军 平行 这时感受到了帝君 平行 的想法 但是又阻止不了镇元子 顺势一卷 直接带着帝君 平行 离开了原地 镇元子见没有机会弄死帝君 平行 也只能作罢 红云 平行 这时已经是震惊不已 缓缓回过神后 还是走向镇元子身旁说道 老友 现在怎么办 我们彻底得罪妖族了 镇元子笑道 我并不是你的好友镇元子 具体来说 我并不属于你们这个世界 我来此也只是为了救你 妖族不会怎么样你的 现在他们要防备的 应该是巫族 今后你就好好待在武装观 等到正道 便可以出来了 说吧 镇元子向红云 平行 没心处 打出一道印记 红云 平行 此时还在蒙圈之中 他还是不太明白 镇元子的压意思 但是他将神识看向 镇元子那道印记时 瞬间目瞪口呆 居然是正道之法 老道友 这是正道之法 我怎么没有听过 镇元子笑道 这是会员大罗 精先正道之法 和红军给你们的正道之法 肯定不一样 你回去和这个世界的 镇元子好好参悟吧 我要走了 红云 平行 剑状只能同意下来 而镇元子这时任务完成 身前已经出现了一个 黑洞式的穿越之门 最后和红云道别片刻 就静止走向黑洞 转瞬间 镇元子消失在了 这个洪荒世界 红云 平行 看着消失的镇元子 心中难难道 他既然能拼死救我 肯定不会害我 我还是赶紧回武装观修炼吧 说吧 红云 平行 也消失在原地 向武装观而去 而平行洪荒世界的红军 此时暴怒不已 太一就不回来了 妖族只能靠地军一个了 可恶啊 那人到底是谁 怎么会出现在洪荒 他思考良久之后 也没什么结论 只能作罢 接着他便开始想着 怎么让妖族的实力增强一些 本世界中的第一等人 已经在等着镇元子回来了 在镇元子踏入黑洞之后 不一会儿 他的身影就出现在了祖屋殿中 红云见镇元子终于回来 松了一口气 接着笑道 镇元子 你可以啊 红军都敢骂了 地江也跟着调侃道 想不到镇元子兄弟 平时这么低调 还有这样霸道的一面 哈哈 镇元子听后 老脸一红 疑惑问道 地江老哥 你们都看到了 地江顺势点点头说道 当然 你的威风 我们都看到了 该说不说 勇猛得很 镇元子听后 尴尬不已 第一见状笑道 好了 都回去吧 下次任务再来 还是千年之后 说吧 众人说说笑笑地 离开了第一这里 待众人离开后 第一检查起这次任务的奖励 第一 恭喜完成任务 镇元子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境界提升一个小境界 众人还没走远呢 就看到镇元子 此时气息突然暴涨 隐隐有要突破的架势 镇元子也感觉到了 自己法则突然圆满了 不多时 镇元子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 属于混元大罗金仙的气息 开始向四周蔓延 不一会儿传遍整个洪荒 此时的洪荒之中 又一次沸腾了 怎么回事 又有人成圣 道祖不是说洪荒之中 只能有九位圣人吗 先前的十二祖屋这些人 可是都突破圣人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啊 说好的九位圣人呢 现在就已经有十五位了 现在这个气息 好像还是从巫族传来的 难道是巫族又有人成圣了 我等何时可以成圣啊 真是羡慕啊 天到此时也感应到了 又是一阵暴怒 镇元子 该死 他现在也挣到混元大罗了 这样下去还会有多少 根本拦不住啊 镇元子这边已经突破完成 众人纷纷祝贺道 恭喜啊 镇元子兄弟 老友 你终于挣到了呀 恭喜恭喜 镇元子笑着和众人道谢 地义此时的境界也突破了 元神修为 混元无极大罗金 先三重天 肉身修为 则还是混元无极大罗金 先五重天 电 恭喜修为 突破混元无极大罗金 先三重天 获得神级奖持抽奖一次 是否抽奖 第一随后说道 开始抽奖 电 恭喜获得体质 混沌体 第一看到这个体质 稍稍震惊了一下 没想到 居然还能抽中体质 看来这个抽奖没那么简单 第一 是否融合 开始融合 说吧 第一又开始闭目修炼起来 须迷神 师兄 现在巫族如此是大 我们该如何发展西方教啊 准题面前愁容地看向街影如此问道 街影此时也是颇为无奈 唉 如今巫族名面上的圣人战力 已经有十六位了 也不知道 以后还会不会有 我们想在东方发展西方教难啊 准题也是满脸气氛 随后说道 老师不是说洪荒只能有九位圣人吗 现在怎么会这样 街影却没有回答准题的问题 而是传音说道 师弟 我总感觉当时道祖说的话 有别的含义 我们可能被骗了 准题见状也赶紧传音说道 师兄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有什么隐情 街影说道 师弟 你仔细想想 当时老师说的话 应该能察觉出一丝不对 准题听后思索起来 不多时 他回应道 我记得当时老师是说的 天道九位极数 天道圣人当有九位啊 街影沉思片刻之后 看向准题 第79章 第二个任务 师弟啊 问题就出在这句话 老师只是说 天道当有九位 可洪荒之中 可不只有天道 准题听后 恍然大悟道 师兄 你是说地道还有人道 可是这两道 不是都在巫族掌控中吗 当时人道还没觉醒 巫族就已经有十几位圣人了 这也不对啊 街影随后说道 这就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按道理来说 如果巫族这么多人要成圣 至少要人道和地道都觉醒之后 才有可能 准题听后 也在沉思着 突然 他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急忙说道 师兄 难道说 巫族还有其他的正道之法 街影随后眼底闪过金光 只有这种可能了 否则他们不可能再人道 还没觉醒的前提下 就这么多组巫成圣 准题听后 也是点点头 随后说道 可是师兄 我们就算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吗 我们现在已经和天道 绑在一起了 还发下了红愿 若是完不成 天道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街影听后 又是一声叹息 满脸无奈 唉 都怪我们兄弟二人着急啊 若是再等等 也不会落得 如此进退两难的境地 准题健壮 也是感同身受 现在只要想起 要还给天道的功德 准题就是一脸绝望 完全看不到 能还上的希望 师兄啊 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少招惹巫族便是了 西方教若是能发展起来最好 发展不起来 也没办法了 街影听后 也是点点头 这两人现在 被这天道贷款 压迫得是极其难受 又看不到希望 已经开始想要摆烂了 与此同时 天道这边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去 只能眼睁睁看着 镇原子正道 根本不敢阻拦 要是真去阻拦了 谁知道 第一会不会再一次 祭出鸿蒙质保 把自己给灭了 一次闭关 又是一千年随之而过 第一这时 缓缓睁开双眼 深呼一口气 随后自言自语道 肉身修为突破到了 混云无极大罗金仙六重天了 现在融合体制 加强肉身 没有之前那么高了 不过提升一个小境界 也还可以了 第一 发布未免任务 任务目标 改变孙悟空 被镇压五指山结局 指定完成任务人 六尔弥猴 任务时间 十年 任务奖励 任务完成 奖励六尔弥猴 突破一个小境界 主人修为突破一个小境界 奖励特殊物品商店自选一次 这次居然爆出商店奖励了 运气不错 第一随后传讯给众人 让他们前来观看 猴子大闹天宫 祝容收到消息 跑得那叫一个快 直接第一个就到了 六尔紧接着第二个也到了 不一会儿 众人都来了 大哥 这么快就又有任务了 都已经一千年了 当然到了 递将这时问道 大哥 这次任务 人选是谁 第一随后看向六尔说道 徒儿 这次任务 你可以有信心完成 六尔诧异了片刻之后 回过神来说道 师父 六尔定当完成任务 第一看着六尔满意不已 会员惊先后期境界 但是还是说道 此次你要直面的任务目标 是西游中的最强者 如来 真的有信心吗 六尔此时则是笑道 师父 徒儿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早就想先了灵山了 这次正好可以了 第一听后也是大笑道 好好 准备一下就出发吧 其他人这时都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朱容更是眼神炽热 片刻之后 朱容终于忍不住问道 大哥 能不能两个人去啊 俺也想去 第一回应道 不能两个人 以后还有机会的 别着急 朱容健壮 也只能作罢 不一会儿 一个黑洞式的小门 出现在众人眼前 六尔健壮 向众人湿了一里就进去了 与此同时 第一将六尔的实时投影放了出来 不过多时 六尔已经出现在了 另一个洪荒世界之中 六尔仔细感受着这个世界 皱起眉头道 灵气居然已经如此稀薄 第一众人也听到了 于是第一说道 西游的时候 洪荒早就被通天给打破了 所以灵气稀薄 中祖无听后 纷纷看向通天 通天一脸错愕道 看我干嘛 又不是我干的 众人哄堂而笑 随后继续看向六尔的行动 六尔此时心中还在想着 之前打算的 想要劝孙悟空不要去修炼 现在倒是真来到这个世界了 可是孙悟空已经修炼有成了 看来只能帮他度过这一劫了 想到这里 六尔加速向花果山赶去 不一会儿便到了 他远远地看向此时的孙悟空 只见孙悟空这时 是意气风发 威风无比啊 底下的小猴儿 叽叽喳喳地问道 大王大王 天上好不好玩呀 孙悟空撇嘴道 一点都不好玩 那玉帝老儿 竟然让俺老孙去养马 还没有花果山自在呢 俺老孙就回来了 小猴儿们又说道 就是 还是咱们花果山自在 大王你修为通天 完全可以成为齐天大圣 何必要去给别人养马 孙悟空听到这个称号 瞬间开心不已 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 好 孩儿们 今后俺老孙就是齐天大圣 此言过后 一众小猴儿欢呼不已 纷纷高喊 齐天大圣的称号 六尔看到这里 也是笑了出来 随后喃喃道 还真是霸气的称号 不愧是孙悟空 不多时 一众小猴儿 已经把齐天大圣的称号 做成了旗帜 高挂于花果山之上 而天庭这边 浩天已经知道了 孙悟空返回下界的消息 陛下 这孙悟空实在是不知好歹 竟然嫌弃官小 直接下界而去 还敢自称齐天大圣 简直不将我们天庭放在眼里 应当处死啊 浩天此时假装愤怒道 什么 托塔天王何在 陛下 臣在 浩天继续说道 朕给你十万天兵 前去捉拿妖猴 务必将妖猴捉拿回来 李静刚想接旨 就听到太白金星 这时上前说道 陛下 大可不必如此 那孙悟空不过事嫌官小 不如就给他一个齐天大圣做 也好将他拴在天庭 避免其声势啊 浩天听后说道 嗯 朕可是三界之主 给他齐天大圣的称号 岂不是让他和朕平起平坐 第八十章 再上天庭 太白金星这时继续说道 陛下 不必给他实权 只不过一个称号而已 而且 陛下如此做了 还能向三界 展示您的宽容大度 又能约束于他 何乐而不为呢 浩天听后 装作沉思的样子 片刻后答应下来 随后说道 太白金星 那你就再去招那猴子来天庭吧 可是要给他什么职务 太白金星紧接着回答道 陛下 不如就让他看管盘套员吧 正好可以约束于他 浩天听后点点头答应下来 太白金星见状 失了一礼之后 便退下了 此时 六尔看着现在的孙悟空 平行 每天都如此欢乐 自言自语着 算起来 天庭那边 应该也要有动静了 期待啊 孙悟空 平行 这时正在训练着一众小猴 小猴们 一个个面露兴奋 不过多时 太白金星 已经来到了花果山 正在外面 站岗的小猴发现了他 上前拦住说道 你不是上次 让我们大王上天的老头吗 又来干什么 太白金星笑呵呵说道 当然 是让你们家大王上天做官 小猴们 一听就不高兴了 七嘴八舌地说道 不去 不去 我们家大王才不去给你们养马呢 你赶紧走 太白金星也不气恼 继续说道 这次可不是上天养马了 而是玉帝要封他做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 哼 我们大王不稀罕 你快走 太白金星随后就被推丧着 要让他离开花果山 孙悟空 平行 这时也察觉到太白金星来了 对着众多小猴说道 谁人喧哗 孩儿们 压上来 几个小猴见状 压着太白金星就进去了 太白金星 依然是笑呵呵的模样 仿佛不会生气盘 不一会儿 他来到了孙悟空身前 大王 还是跟我上天去吧 不比在这儿好吗 孙悟空 平行 说道 金星老头 俺老孙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去那天庭的 那玉帝老儿 竟然让俺老孙给他养马 既然他看不上俺老孙 俺也不用去受这个气 太白金星连忙反驳道 大王 之前是天庭的官职 都满了 这才让您暂时 在玉马间的 玉帝知道 您下届之后 跟我千叮您万嘱咐 说是怠慢了您 还请您一定要和我回去呢 孙悟空 平行 眼珠低溜溜转了好几圈 随后说道 金星老头 你回去吧 俺老孙不会上天了 大王 别啊 你不是 想当齐天大圣吗 玉帝专程从天庭中立下这个官位 就等着您走马上任呢 孙悟空 平行 这时不屑道 俺老孙在这一样 能当齐天大圣 为何非要上天庭 太白金星随后说道 大王 此言差矣啊 在天庭您的地位 那可是让众仙膜拜 只比玉帝低一筹 那是何等风光 不比在这花果山墙 孙悟空 平行 思索片刻 心里也觉得 太白金星说的有道理 于是说道 那好吧 金星老头 我可是 看在你的面子 才跟你走的 可不关他玉帝什么事 太白金星听后 笑呵呵说道 是是是 多谢大王给小仙这个面子 随后两人就准备上天庭去了 这时 本世界的祝容几人 开始讨论起来 看来应该快要到大闹天宫的时候了 真是期待啊 祝容双手摩擦着眼底 竟是期待之色 这天庭和西方的突驴 也真是讨厌 为什么非要让孙悟空 平行 等鸣声打响 才能悉行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公公看着屏幕中的猴子 愤愤道 第一听后笑笑道 这是主要还是西方办的 想要以此打响孙悟空 平行 等名号 日后归顺了他们佛教 也能让他们名声大震 众人听后恍然大悟 怪不得一众天庭的人 居然没人能拿下孙悟空 平行 这个才太已经先修为的小活 后土听后如此说道 众人在看向屏幕中 此时的孙悟空 平行 已经又一次来到了天庭 六儿也在虚空中 偷偷地跟着两人 灵霄宝殿 只有玉帝坐在龙椅之上 众人都是微微躬身站着 不一会儿孙悟空 平行 被带到了大殿之中 太白金星开口道 陛下 孙悟空已经带到 浩天健壮点点头道 孙悟空武力不凡 可分为齐天大圣 孙悟空听后 欣喜不已 心想 金星老头 果然没有骗俺老孙 随后 又商议了一些事后 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 平行 来到了盘桃园附近的一处府邸 大圣 今后这就是您的府邸了 齐天大圣府 孙悟空 平行 看着他们提前准备好的牌匾 欣喜不已 好好 金星老头 有劳了 太白金星听后 心底不屑 表面还是笑呵呵说道 大圣不必如此 应该的 还请继续随我来 说着就带着孙悟空 平行 来到了盘桃园 叫出土地说道 大圣 这是盘桃园 今后你就负责管理这里吧 不用太白金星说 孙悟空 平行 此时盯着这满树的桃子 已经是垂涎欲滴了 太白金星接着吩咐着土地 这就是新上任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今后负责管理盘桃园 你要好好配合大圣 听到了吗 土地听后连忙英事 太白金星随后和孙悟空 平行 道别之后 就离开了盘桃园 孙悟空见太白金星走后 已经忍不住 想要摘个桃吃了 就在他刚要得手时 土地出现了 大圣 摘不得呀 这是王母娘娘的盘桃园 少了是会触犯天条的 孙悟空 平行 听后眼珠四处扫视着 随后问道 老头 你跟俺介绍一下这盘桃园 也好方便俺以后管理 土地见状 开始跟孙悟空 平行 讲了起来 等到土地介绍完整个盘桃园时 孙悟空 平行 的口水 都要流到地下了 随后向土地说道 好的 我知道了 你去圆外守着吧 我在里面转转 土地听后 失了一里就离开了 孙悟空 平行 见终于没人了 再也忍不住 直接爬上树 摘下一个桃 就往嘴里送 第八十一章 大闹盘桃会 嘴里还不停地 嗯 嗯 地表达着盘桃的美味 六儿看着孙悟空的样子 觉得很有意思 搞得他 也想尝一尝 这盘桃的滋味了 他如果现身摘桃 肯定会被浩天察觉 于是只能看着他 一个接一个往嘴里炫 六儿也知道 眼下还不到孙悟空醒悟的时候 只有在他醒悟的时候 帮他一把 才能完成任务 此时的孙悟空 平行 躺在树上 一个个的桃子 都被他吃掉 好不惬意 而本世界的众人 看着眼前一幕 心中颇为好奇 朱容更是嘴馋不已 大哥 这盘桃真有那土地 说得这么厉害吗 第一随后说道 那土地说得倒是没错 不过对于你们 现在的修为来说 吃了也没什么效果了 而且 人参果可比这盘桃的厉害多了 众人听后 大失所望 朱容随后继续问道 大哥 为何在咱们洪荒之中 都没有这盘桃的消息啊 现在的盘桃 还在西王母的手里 他也并没有透露出去 所以 很多人并不知道 而且 孙悟空 平行 吃的那些盘桃 都是摇池从西王母那里 砍去枝叶接过去的 效果肯定是不如 本体盘桃树接的果子的 众人听后 恍然大悟 此时 平行世界的孙悟空 已经要把所有的桃子吃完了 孙悟空 平行 躺在树上打了一个宝格 满足不已 这盘桃可真好吃 比岸在花果山吃的好吃 那土地老头说得不错 就这样 孙悟空 平行 在盘桃园一直待着 就连自己的府邸都没有进过 这一日 盘桃园里 来了七个美若天仙的女子 土地 我们奉王母娘娘命令 前来采摘仙桃 以备盘桃大会 仙子 现在盘桃园是新上任的 齐天大圣在管理 此事还得通知大圣啊 我们都已经去过大圣的府邸了 确实没有见到他人 土地思索片刻后说道 应该是在桃园中 我们进去找找吧 七人听后点点头 而孙悟空 平行 此时正巧察觉到 有人要进桃园 急忙施展法术 变化出一些桃子 土地众人进来 就开始四处寻找孙悟空 平行 找了多时之后 依然没有找到 土地这事也为难了 土地 不如我们姐妹先摘仙桃吧 等大圣回来 你告诉他一声 土地想想之后 只能同意 随后 土地离开了桃园 七个女子便开始四处摘桃 孙悟空 平行 见土地走了 心里想要捉弄一下这七个人 于是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呆 你们是何人 竟敢偷摘仙桃 为首的一红衣女子吓了一跳 随后上前说道 大圣 我们是王母娘娘身前的七仙女 此番奉王母娘娘之命 前来采摘仙桃 以备盘桃大会 孙悟空 平行 思索片刻后说道 原来如此 那你们快去摘吧 七人听后 便开始继续采摘起来 孙悟空 平行 想了想 还是上前 找到那红衣女子问道 仙子 这王母娘娘的盘桃大会 都邀请些什么人 女子见状回答道 娘娘邀请的人可多了 有西天众菩萨 罗汉 还有各大散仙 赤脚大仙 孙悟空听后继续问道 那可有俺老孙 女子面露难色 只能说道 并未听说有大圣的名字 孙悟空 平行 此时气得抓耳挠腮 直接一个定身法 将众人定在原地 好你个王母 玉帝都给俺三分薄面 你开个盘桃大会 居然不让俺老孙去 随后就看到孙悟空 平行 眼珠滴溜溜乱转 接着他就笑了起来 本世界的第一几人看到这里 都是笑了笑 看来 正习开始了 不知道那太上老君的单房里 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六尔会不会帮他搞点好东西 解解解 众人听到第一的笑声 一脸猛逼 后吐随后说道 大哥 你不要这样笑 太像坏人了 第一善善笑道 下次注意 下次注意 众人在看向屏幕中 此时的孙悟空 平行 已经将七仙女给放了 他们摘套之后 就离去了 孙悟空 平行 则是偷偷跟在他们后面 赶往摇池 六尔也紧随其后 不一会儿 孙悟空 平行 就来到了摇池 七仙女 则是直接去了王母寝宫 只见孙悟空 平行 一个定身法 还在忙碌着 布置大会现场的几人 就被定在原地不动了 这时 孙悟空 平行 直接开始扫荡起来 什么仙酒 仙果 都进了他的肚子里 不一会儿 就将整个现场扫荡一空 瓶瓶罐罐扔了一地 孙悟空 平行 此时喝了仙酒 已经略有醉意 晃晃悠悠 就像三十三重天而去 而六尔一直跟着孙悟空 平行 他看着猴子的顽劣 一脸无奈 不多时 孙悟空 平行 来到了都帅宫 他晃晃悠悠地 看着门前的牌匾 难难道 都帅宫 俺怎么晃悠到 太上老君这儿来了 说吧 开始叫起门来 可是却不见有人回答 孙悟空 平行 直接推开门就进去了 他四处看了看 静止走向单房 进去单房之后 铺面来的 就是浓郁的单香味 紧接着 他就看到一堆的葫芦 摆放在墙柜上 孙悟空 平行 直接拿了一个打开看了看 随后倒入嘴里 一边嚼一边发出满意的声音 六尔此时 则是在四处搜寻着 有没有暗格 不一会儿 六尔发现了一处开关 只要打开 应该就能进去 六尔看向孙悟空 平行 见他没有发现 于是轻轻催动开关 整个过程 他都小心翼翼 没有丝毫气息外泄 随后 只听见咯吱一声 一道暗门被打开 孙悟空 平行 这时也听到了 目光看向那道门 心中颇为好奇 接着 他起身向门内走去 六尔见计划成功 无嘴偷笑 心中想到 太上老居 这一下还不心疼死你 哈哈 孙悟空 平行 进入暗门之后 就看到一个散发着 道道金光的葫芦 第82章 九转金丹 他知道 这应该是好东西 于是上前打开葫芦 只见里面装满了 一葫芦的九转金丹 六尔见是九转金丹 急忙偷偷查看 随后放下心来 看来这太上老君心机很深啊 没有副作用的九转金丹 自己留着 给别人的 全是严格版的 本世界的第一 这时也是眯着眼 看向那葫芦和金丹 通天则是笑道 给别人透支前例的九转金丹 却自己留着更好的 这一下全给猴子吃了 活该啊 哈哈 众人听后 也是哈哈大笑 随后再次看向屏幕中 孙悟空 平行 此时也察觉到 这是好东西 但是他突然犹豫了 这金丹用这么个宝葫芦装着 肯定是好东西 俺就这么拿走 会不会有事 转念又一想 去他的吧 都把盘桃汇给搅和了 还怕这点事 带走 想到这里 孙悟空 平行 也不敢再继续待在多绿宫了 直接收起 葫芦飞向下界 六尔在暗处点点头道 可以啊 我的猴哥 没有选择 在多绿宫吃下金丹 要是当场突破 大罗金线 我就只能提前 和他们对上了 现在也好 不多时 孙悟空 平行 回到了花果山 一众小猴 又是上前 七嘴八舌地问着 而孙悟空 平行 此时却是没什么心情回答 随便说了几句 急忙回到自己洞府 只见他拿出 太上老君的紫金红葫芦 顺势就往嘴里炫 给六尔看的目瞪口呆 第一众人这时 也是一脸错愕 大哥 他这样吃不会 把身体给撑爆吧 第一反应过后 笑着回答道 不会有事的 六尔和孙悟空 都是混沌魔猿的本源之一 肉身强悍 没那么容易炸 众人听后 便放下心来 只见头一大战观音 本世界的第一众人 看到观音亲自下场之后 期待不已 不知道猴子 能不能打过观音啊 贡公如此说道 祝容听后 眼色兴奋说道 俺觉得 猴子肯定能赢 观音虽说大罗金先巅峰 但是比起猴子 还是不够格 第一这时 也是饶有兴趣 迫不及待想看看孙悟空 平行 和观音 到底谁赢谁输 只见头影中 观音已然来到了花果山 聂畜 你大闹天宫 还不服朱 孙悟空 平行 听到有人骂自己 愤怒不已 接着出现在观音身前骂道 你他们才聂畜 你全家都是聂畜 何人竟敢大放厥词 观音此时满脸不可置信 想到自从自己加入西方以来 何曾受过如此大辱 孙悟空 平行 则是不惯观音毛病 直接祭出金箍棒 想要一击重伤观音 观音见状急忙施展法术神通 片刻过后 孙悟空 平行 见观音竟然能抵挡自己的金箍棒 心中大喜 随后说道 终于来了个像样的对手 观音此时也知道了猴子的实力 此番要全力出手了 随后 两人开始大战 只见观音一道接一道法术神通 打向孙悟空 平行 但是由于他的肉身强悍 伤害并不怎么高 而孙悟空 平行 则是趁机也向观音 挥出一棒接一棒 想要镇压观音 此时孙悟空 平行 在见到观音这些法术神通之后 羡慕不已 自己当初学的72遍的神通 根本对付不了眼前的观音 只能凭借肉身 和其近身搏斗 两人就这样大战多时 渐渐地 观音开始占据上风 孙悟空 平行 开始难以招架观音的神通攻击 六二剑状 偷摸打出一道三光神水 进入孙悟空 平行 体内 顿时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 身上受到的伤 也都瞬间好转 仿佛有了用不尽的力气 而观音在和其对战的时候 心中还在想着 快要拿下了 没想到孙悟空 平行 居然突然爆发 观音心中愤怒不已 该死 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那道气息 怎么有点像三光神水 可是它是哪里来的 整个三界 现在只有我有才对啊 突然观音感受到 孙悟空身上的气息 居然越来越强 心中大害 怎么可能 居然是纯正的三光神水 糟了 观音想到自己的三光神水 虽然之前是被原始天尊 稀释过的 但是效果还是非常不凡的 又看到眼前孙悟空 平行 的状态 心中破口大骂 该死啊 还得是纯正的三光神水啊 这猴子 哪里来的这么好的运气啊 这时 只听到孙悟空 平行 一声爆喝 连带着攻击也停止了 观音终于可以歇息片刻 但是看到孙悟空 平行 居然要突破了 心中震惊不已 连忙出手阻止 只见孙悟空 平行 周身气息一阵 大罗金先巅峰 观音顺势被阵退数理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居然帮安老孙又破镜了 难道是师父在暗中帮安 思考片刻之后 他不再考虑 而是打算继续和观音大战一番 观音此事已经毫无战意了 见孙悟空 居然 到了大罗金先巅峰 知道自己根本没办法拿下他了 顺势逃走 孙悟空 平行 见观音居然逃了 不懈道 真没意思 俺还没打过瘾呢 六尔听到猴子的话 心里笑笑道 现在只有如来 才能治得住我猴哥了吧 来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而观音回到西方之后 将孙悟空的事告诉了如来 如来听后 勃然大怒道 玉帝在搞什么 怎么让孙悟空 提升到了如此境界 这还怎么稀有 路上的妖怪哪个 是他的对手 观音见状在一旁瑟瑟发抖 如来发怒过后 稳定一下心境 随后说道 还有补救的办法 只能我亲自出马镇压他了 顺便封印一部分他的修为 说吧 如来消失在西方 往花果山而去 孙悟空 平行 此时正在想着 到底是谁帮了自己 就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的威压 在镇压花果山 他瞬间怒气冲天 出了洞府 就看到一个肥头大耳的光头 在花果山之上 托驴 你是何人 为何来我花果山 如来笑笑道 好狂妄的猴儿 听说你大闹天公 众多天兵天将 拿你没有办法 你可愿和我打个赌 孙悟空感受着如来的气息 心中知晓 对方可能不是好惹的 随后问道 什么赌 我听说 你一个金斗 能翻十万八千里 只要你能翻过我的手掌心 我就让你做玉帝的位置 三界的共主 若是你翻不出去 我也会劝玉帝与你言和 不起兵戈 孙悟空 平行 听后疑惑不已 但是听到自己居然能做三界之主 瞬间来了兴趣 但还是反驳道 你有什么资格做这个主 万一你们不认账怎么办 如来哈哈笑道 我是西方的如来佛祖 自然做的这个主 孙悟空 平行 见状答应道 好 俺老孙和你赌了 如来听后 满面笑容 只见如来缓缓伸开手掌 孙悟空 平行 顺势跳入如来的手掌心 如来见猴子真的入套了 心中也没了耐心 手掌一番 施展掌中佛国神通 想要直接镇压他 孙悟空 平行 见状大惊失色 他发现自己 完全抵抗不了这道神通 浑身修为被短暂封住 根本挣扎不了 就在孙悟空 平行 将要被镇压的时候 另一道神鬼莫测的神通 直接从如来手中救下了他 孙悟空 平行 瞬间恢复修为 他看向救他这人 只见此人和他一样 居然也是只猴子 不过他有六只耳朵 正是六耳 在关键时刻出手了 孙悟空 平行 见状失了一礼说道 兄弟多谢了 俺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 六耳笑道 你我本是同源 自然长得像 孙悟空 平行 听后还是不明白 接着不再纠结 而是看向如来 第85章 六耳现身战如来 如来老儿 你竟敢骗俺老孙 如来并没有回答孙悟空 平行 的话 而是死死盯着六耳 心中更是震惊不已 准题的计划他是知道的 要把六耳猕猴 平行 调教成孙悟空 平行 可是现在是怎么回事 六耳怎么可能这么强 思考两久之后 如来还是问道 你是六耳猕猴 六耳淡淡回应道 是 如来这时彻底无语 心中道 怎么会这样 准题不是说 还要很久 六耳才会出事吗 现在这修为是怎么回事 孙悟空 平行 见如来不理自己 心中愤怒不已 直接祭出金箍棒 就要跟如来一战 如来反应过来 随手一道神通 直接将孙悟空 平行 给打了回来 六耳见状 扶起孙悟空 平行 说道 猴哥啊 从始至终 你都被骗了呀 不止如来 天庭等人 就连你的师父 也是只拿你当做了棋子 否则也不会只交给你 七十二遍 这种鸡肋的功法 知道孙悟空 一时可能接受不了 六耳接着向孙悟空 平行 没心处打出一道印记 从印记中 他就能看到这整个骗局 如来见六耳 竟然直接捅破了整个设计 还要告诉孙悟空 平行 真相 瞬间爆起出手 一手掌中神通 朝六耳攻杀而来 六耳见状也不大意 祭出随心铁杆兵 直接和如来站作一团 当时本世界的红军三讲过后 第一搞到分宝炎 回来抽空 直接将其就给炼化了 做成了极品 先天灵宝的随心铁杆兵 后来又用升级卡 给他升级到了先天之宝 现在六耳凭借法宝 是可以绝对压制如来的 本世界的第一 看向六耳的战斗 满意不已 不错 没有让我失望 相信用不了多久 六耳也能挣到混元大罗惊险了 孔轩和大鹏 此时看着投影中的六耳 羡慕不已 小师弟 你这突破速度可太快了 师兄们压力大 第一听到大鹏这番话 顺势说道 还说呢 你们师兄弟三人 就你平时吊锒当的 现在被追上 知道努力了 大鹏听后 只能善善一笑 再看向平行世界中的孙悟空 此时的他 已经消化完了六耳给他的信息 然后看向六耳和如来的大战 双眼通红 不满血丝 只见他喃喃说道 原来都是骗局 师父 你竟是准题 都是骗子 哎呀呀 孙悟空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竟是要道心破裂 心魔滋生 六耳健壮 一边战斗 一边喊道 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谁能骗你 你就要他付出代价 而不是不能接受事实 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齐天大圣 不是脑肿 孙悟空 平行 听到六耳的这番话 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但是当他看到如来的实力 整个人又没了斗志 六耳自然也发现了 于是继续说道 战天斗地的齐天大圣 就只有这种心理素质吗 太令我失望了 算我眼中 帮错了人 而孙悟空 平行 此时听到六耳的话之后 高声反驳道 俺是齐天大圣 这个世上就没有认输的齐天大圣 兄弟 俺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六耳见状笑笑道 这才是我认识的美猴王 齐天大圣 如来见六耳跟自己对战 竟然还这么分心 心中愤怒不已 一连施展出十八道神通 想要直接击杀六耳 孙悟空 平行 见状心中焦急不已 可是自己现在根本插不上手 只能眼睁睁看着六耳为他大战如来 只能大喊 兄弟小心啊 六耳看着如来的神通不屑道 就这种垃圾神通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打不过你吧 说吧 六耳周身气势暴涨 一连施展二十四道神通 他也手持随心铁杆兵 杀向如来 如来见状 惊恐不已 这些个神通 每一道都比他的强 他发现自己根本抵挡不住 只能硬抗了 该死啊 随后就听到彭的一声 如来被鸡飞树里 六耳紧跟上 随心铁杆兵 照着如来身上就招呼 不一会儿 如来再也压制不住自身的伤势 一口鲜血喷出 六耳见机继续发起进攻 趁机并要其命 如来此时已经根本没有心思打下去了 见六耳还要进攻 急忙向西方狂奔 六耳则是暂时没有追击 而是来到孙悟空 平行面前笑着问道 猴哥想不想随我打上须弥山 孙悟空 平行 听后兴奋不已 急忙说道 兄弟 你真吗 那肯定得去啊 以后你就是俺的亲兄弟 六耳则是笑道 去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我的时间有限 你的实力还得提升一番才行 说吧 六耳交给孙悟空 平行 法则正道之法 顺势拿出一些宝物递给他 这个修炼之法 你先试试 能不能突破混元金线 若是能突破 我也就放心了 以后你也可以一直修炼法则 直到正道混元 随后 六耳继续和孙悟空 平行 讲起了境界划分 孙悟空 平行 听后震惊不已 这些东西 准提从没跟自己讲过 兄弟 俺这条命是你救的 以后若是能用上俺老孙 你尽管吱声 六耳见状 呵呵笑着 本世界的第一 这时正等着系统说任务完成呢 可是没有 第一忍不住问道 小二 怎么回事 不是救下孙悟空了 怎么还没完成任务 第一 主人 系统感受到六耳的想法 所以大战还没结束 任务也还没完成 好吧 我也想看看六耳后面会怎么做 再次看向投影中的平行事件 六耳已经在为孙悟空 平行 护法 而孙悟空的气势也在疯狂暴涨 四大神侯本就天生适合斗战法则 灵鸣石侯 更是四大神侯中最契合斗战法则的 所以孙悟空 平行 修炼速度更加迅速 此时天庭中 浩天看到 居然又出现了一位准圣强者 而这位准圣强者 居然能将如来击败 心中大害 第八十六章 菩提现身 居然还有这样的人物存在于三界 那如来即便是我都不能圣之 这神侯到底是什么修为 浩天虽然心经三界中出现了这种准圣人物 但是他丝毫不担心 自己会受到威胁 反而乐于看到如来吃瘪 自己本来就不想帮助佛教发展西游 要不是有道祖命令 自己根本不会搭理他 而如来回到须弥山后 暴怒不已 心中想到 可恶啊 这六尔弥猴平行怎么会这么强了 西方二圣到底在干什么 不行 现在事情已经超出掌控了 必须得问问准提 到底怎么回事 想到这里 如来赶紧向准提 平行 传讯 当准提知道六尔出现在三界之后 心中震惊不已 不可能 六尔明明就在我善师菩提那里 怎么可能会变成准圣强者 如来继续气愤说道 什么不可能 我都被他爹打伤了 准提 平行 这时继续说道 你别着急 我让菩提带着六尔去找你 如来听后才作罢 但是他心中 还是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 于是见他喃喃道 如今圣人 都在混沌之中 根本不能踏足三界 那六尔的修为深不可测 也不知道 菩提能不能拿下他 哎 花果山 此时的孙悟空 平行 刚刚吸收完六尔给他的宝物 修为也顺势来到了混元精先初期 哈哈 兄弟 俺老孙现在也是准圣了 六尔笑着摇摇头 这可不是准圣修炼之法 而是会员精先修炼之法 会员精先可是要比准圣强多了 正到会员大罗精先也比准圣容易 随后 六尔向孙悟空 平行 普及了一下新的修炼思路和境界 孙悟空 平行 听后恍然大悟 两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一个负责提问 一个负责解答 我的时间不多了 为了帮你彻底跳出这盘棋 临山飞去不可了 孙悟空 平行 听后兴奋不已 兄弟 走 让这些老兔驴知道得罪俺们的下场 说吧 两人开始飞速前往灵山 而灵山这边 菩提已经带着六尔 平行 来到了如来面前 如来这时是一脸震惊 充满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我看到的六尔 明明是准圣修为 怎么可能只是惊现 菩提不懈地看着如来 如来 这六尔 平行 我可还没有调教完 你说的准圣 根本不可能 就在如来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感受到那道熟悉的气息 已经来到了灵山 菩提 多说无意 那人 已经带着孙悟空 平行 来了 走吧 菩提听后 却是并不打算现身 而是带着六尔 平行 隐匿起来 不多时 如来已经来到灵山外 阁空和六尔 两人对峙着 你想怎么样 难道还想要打伤我灵山 六尔听后 缓缓说道 如来 你错了 今天我是来杀人的 说吧 六尔直接祭出随心铁杆兵 杀向如来 他感受到了菩提的气息 知道还有准圣在 所以决定以最快速拿下如来 如来 见状急忙 祭出多宝塔抵挡 说起来 如来曾经也算是结教的大师兄 又是多宝鼠化形 天生对宝物有感应 身上的宝物可不算少 但是 在面对先天至宝的情况下 他根本毫无招手之力 六尔一阵狂风暴雨的神通 尽情地施展着 很快便将如来打得 只能被动防御了 孙悟空平行 见状兴奋不已 他也知道 自己还远远不是如来的对手 只能在一旁看着 就在这时 如来眼看就要顶不住被六尔震杀 一道防御神通 直接笼罩住了如来 而菩提这时 也缓缓从虚空出现 身边还跟着一只小猴 六尔看到菩提旁边的小猴 脸色怪异 随后便恢复正常 菩提 你终于来了 怎么 舍不得你们的现在佛 菩提这时 看向六尔神色诧异 但还是勉强恢复过来 你到底是谁 我西方可是有两个圣人的 你不要得寸进尺 西游不是你能插手的 六尔听后 只是轻蔑地笑了笑 菩提 你还真吓不到我 不瞒你说 在我那个世界 圣人是最低下的正道 菩提听后怒火中烧 但是他 也从六尔的话语中 知道了一些信息 六尔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但是他还是心中 百思不得其解 你为何要插手西游 而此时的孙悟空 平行就那样 紧紧地盯着菩提 面无表情 从菩提出现的那一刻起 他就这么死死地盯着菩提 仿佛和印象中的菩提 在做对比 只见他缓缓开口说 师父 从头到尾 都是你在算计俺吗 从我有了长生不老的想法起 你就在算计俺了吗 你告诉俺 到底是为什么 菩提这时 看向六尔心生一记 徒儿 还不快回到师父这里来 你身旁那只妖猴 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生灵 目标被骗了 孙悟空 平行 听后凄惨地笑了起来 骗 难道一直在骗俺呢 不是你吗 我的师父 菩提听后 也知道孙悟空的思想 已经无法转变了 只能恨恨看向六尔 从今以后 俺老孙再没你这个师父 你还联合天庭 打算回去俺的破旺金谋 若没有六尔兄弟 俺这一生 都要被你们随意摆弄了吧 菩提听后 无言以对 只是沉默看向孙悟空 平行 六尔这时 看向天空中 再次呢喃着 唉 时间真快 看来要用师兄教的那招了 只见此时的六尔 突然气势暴涨 修为隐隐要突破至 混元金仙巅峰 菩提几人死死地看着六尔 却并没有着急动手 片刻之后 六尔的修为 真的突破到了 混元金仙巅峰 只见他手持随心铁杆兵 再次向如来杀去 如来根本反应不过来 疯狂逃窜着 为什么就是跟我过不去啊 操 六尔可不管他说什么 就要出手灭杀如来 菩提见状也不闲着 而是杀向六尔 企图以此救下如来 第87章 六尔斩如来 却见此时的孙悟空 平行瞬间拦在了菩提前面 想要杀暗兄弟 先从暗的身上踏过去 说吧 祭出金箍棒 严阵以待 菩提见状 木火中烧 悟空 你这是弃士灭祖 别忘了是谁 让你拥有了这一身本事 孙悟空 平行 听后 双眼微微泛红 在最后叫你一声师父 您千不该万不该让我成为你的棋子 我命由我不由天 说吧 他直接向着菩提杀去 混元金仙的修为 暴露无遗 菩提见状 脸色阴沉无比 心中想着 该死 居然已经让他突破到了准圣的实力 可是怎么感觉 这并不像是准圣的境界 来不及多想 菩提施展神通法术 一击迎上金箍棒 孙悟空 平行 直接被打飞树里 他却来不及恢复 继续攻向菩提 好为六尔争取时间 斩杀如来 此时的孙悟空 平行 就向着小强 不停地向着菩提疯狂进攻 而六尔这边 也是狂风暴雨般的进攻着如来 菩提 我快不行了 你还不出手 如来这时 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他的各种神通法术 根本奈何不了六尔 反而被六尔各种蹂躏 菩提健壮 只能施展出更强的力量 打算一击重伤孙悟空 平行 六尔这时 继续力量也到了顶点 会员金仙巅峰的实力 达到了最高 这是大鹏曾经教给他的一种 短暂提升战力的神通 但是持续时间只有一天 只见六尔将所有法力 集中在手中的随心铁杆兵之上 狠狠地朝着如来攻去 如来此时面露绝望 这一击足以将他击杀当场 菩提也不再留守 疯狂摆脱着孙悟空 平行 孙悟空 平行也知道 必须得拦住菩提 否则六尔就危险了 他使出浑身解数 终于是拦住了菩提片刻 就在这时 六尔的进攻已经到了如来面前 而菩提根本来不及救援 如来就这样眼睁睁地 看着六尔的法宝 打在自己脑门上 瞬间 如来就被六尔斩灭肉身及原神 连真灵都没能逃脱出去 一并被灭杀 菩提见状愤怒不已 六尔竟然真的当着自己的面 将如来给杀了 甚至连轮回的都不可能了 因为真灵被阴灭了 六尔 你找死 说吧 菩提一击终于摆脱孙悟空 平行 直接冲向六尔 孙悟空 平行 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此时也是被菩提给重伤了 根本帮不上六尔 但是六尔此时 却是轻蔑一笑 只见他缓缓祭出阴阳轮盘 直接朝菩提打去 阴阳轮盘 也是在零行前 大鹏给他防身的 该说不说 大鹏对他这个小师弟 也真是非常不错了 而本世界的第一看到 六尔的完美表现时 看向大鹏 微微一笑 小鹏 做得不错 六尔回来 就可以彻底突破混元金仙巅峰了 大鹏听后 嘿嘿一笑 师父 这也多亏小师弟努力修炼 要不我也帮不了他什么 众人看向大鹏 尤其是原缝 他愈发感觉 大鹏改变了许多 没有以前的吊锒铛了 众人再次看向投影中 只见这时 投影中的六尔 更是压着菩提一顿乱锤 各种神通法术 配合着他的近身战斗 斗战法则 也被他催动到了极致 菩提越打越心惊 他感觉到六尔的修为很奇怪 明明是准圣的样子 但是发挥出的实力 却是要远超准圣 要不是自己是圣人的三师 现在早已败下阵来 就在如来死后 远在混沌紫霄宫中的通天教主 平行也察觉到了 只见他突然仰天大笑 哈哈 这个欺师灭祖的贼子 终于死了 真是大快人心啊 随后他就施展法术 想要看看到底是谁杀死的如来 红军这时以为 红荒已经稳定 早早地就前往混沌 搜寻机缘去了 所以并不在紫霄宫内 通天 平行 施展着神通 缓缓地映入眼帘的 就是六尔和菩提的大战 哈哈哈哈 好小子 居然可以和准提的善师 战斗到如此 前途不可限量啊 菩提剑一直被六尔压制 根本拿不下他 心生退役 六尔 你改变不了这一切 我们走着瞧 放下狠话 菩提奋力摆脱六尔 直接向混沌中逃去 六尔健壮也不追了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 对付到了菩提 孙悟空 平行 见六尔如此勇猛 竟然连菩提都打走了 心生羡慕 同样是猴 差距太大了 兄弟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林山现在没了如来 我们要不要打上去 六尔思考片刻之后说道 我没有时间了 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你要躲起来好好修炼 早日正到混沌大罗金线 你便能早日摆脱这个棋局 孙悟空听后非常难受 显然舍不得六尔就这么离开 对了 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日后一定要把 你们这个世界的六尔带回正轨 他受了太多的苦了 不应该就这么死去 孙悟空听后点点头说道 兄弟 你放心吧 等俺老孙日后有了实力 俺一定把这个世界的你给救回来 就这样 两人立下约定 突然一道声音 传入六尔的脑海中 你不是洪荒的人 是怎么来到这的 六尔听到这个声音 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这个嘛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孙悟空现在是唯一能够 救你们结交的最佳人选 你还打算继续等下去吗 没错 这道声音正是这个世界的通天教主 他见六尔居然不是来自洪荒 平行 新生计划 便来和他沟通一番 通天 平行 思考片刻之后说道 我可以帮孙悟空 平行 快速成长 但是他必须要救出我结交的人 把西方给灭掉 六尔听后 哈哈大笑 放心吧 就算没有你 他也会斩灭西方众人 通天听后 满意不已 随后施展圣人神通 将孙悟空 平行 的气息给隐秘起来 现在只要他不主动出现 圣人之下 没人能找得到他 六尔见状 微微一笑 随后也将法则正道之法 告诉给了通天 平行 第88章 福西化身人足 通天 平行 自然也发现了六尔的善意 当他看向那道印记 心中震惊不已 居然还有这种正道之法 为何老师从未说过 看来这其中必有阴谋 六尔只是笑笑道 好好回想回想 红军出世以来的所作所为 你会明白的 通天教主 通天 平行 在听到六尔这番话后 沉思不已 六尔趁着此时 来到孙悟空 平行 面前 拿出一瓶三光神水 递给他 这是三光神水 能帮你恢复自身伤势 我马上就要走了 今后只能靠你自己了 答应我一定要做到 成为一个真正的齐天大圣 孙悟空 平行 听后感动不已 很庆幸自己能遇到六尔 不然自己只能任由西方的人 将自己当作棋子 随后 六尔将通天教主 平行 的事情告诉给了他 他也保证 修为踏入混元大罗金仙的时候 一定会救出结教众人 就在通天 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一个黑洞 再次出现在了六尔身前 我要走了 你们好自为之 说吧 六尔在孙悟空 平行 的注视下 跨入了黑洞 画面一转 六尔已经出现在了 本世界的祖物店中 而第一次时 脑海中也终于响起 系统的声音 叮 恭喜完成任务 六尔弥猴获得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获得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特殊物品系统商店 自选一件 终于来了 小二 我选天道雏形 叮 恭喜获得天道雏形 第一心中已经有了打算 也是时候和天道摊牌了 突然 只见六尔的气息暴涨 瞬间便突破到了 混元金仙巅峰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突破到 混元大罗金仙了 大鹏见状开心不已 上前搂住六尔 小师弟 恭喜啊 混元大罗金仙有望了 六尔听后 嘿嘿笑着 不多时 众人各自忙各自地去了 此时 女娲却是留了下来 她看向第一眼色为难 第一次是看出了她的心事 随后说道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女娲这才开口 大哥 人族如今也算稳定了 可是修炼功法还没有 你之前说的功法 可有了 第一听后 一拍脑袋 差点忘了 之前我已经推演出来了 一直忘了给你 女娲听后大喜 只见第一打出一道印记 女娲仔细感受着这部功法 越看越满意 大哥 这功法足以让人族能踏上混元金仙之境啊 第一笑道 没错 之后便可以让他们专修法则正道混元大罗 女娲听后欣喜不已 随后接着说道 大哥 还有一事 我兄长要如何正道呀 我正道之时 你说会让他走不一样的道路 第一沉思片刻后说道 关于福西 我觉得他可以做人到圣人 如今人族百废戴心 需要一个领袖统领他们 福西的八卦推演 很适合做人族 只是我需要踏入轮回 彻底变为人族 才能更加贴合人道 女娲听后 仔细考虑着此事的可行之处 随后她说道 大哥 此事我回去和兄长商量一下可以吗 第一摆摆手不在意道 当然可以 福西怎么选择她的自由 如果她不愿 我也不会强求 女娲听后感动万分 谢谢你 大哥 随后 女娲便离开了足物店 当福西知道第一的打算的时候 她先是纠结了片刻 随后豁然开朗 妹子 我决定了 入轮回 成人族 女娲听后担心不已 还是劝说道 兄长 你真的决定了吗 轮回事关重大 你不再考虑考虑吗 福西看向女娲 笑了笑 妹子 就算我不重生为人族 我和人族 也有了很深的感情了 福西这段时间 一直帮着女娲 管理人族之事 有些时候 人族有什么事 就会来找福西打疑解惑 福西已然成为了 人族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这样真的化身人族 也是好事 女娲见福西心意已决 便不再劝说 随后 两人一起 前去祖物店 打算告知第一 大哥 事情就是这样 兄长他愿意化身人族 第一听后 开心不已 好 既然这样 那也算人族一大幸事 你们和我一起去后土那里吧 说吧 第一带着两人来到了地府 后土见第一来地府了 欣喜不已 急忙出来迎接 大哥 你怎么来了 终于想起你的小妹了吗 第一尴尬笑道 小妹 我这不是一直忙吗 今天是带福西来的 后土听后小嘴一撇 随后看向福西 疑惑问道 大哥 是什么事啊 第一正了正色 缓缓说道 人族需要一个领袖带领他们 我打算让福西轮回化身人族 后土听后心惊不已 还是说道 大哥 福西道友 不会有事吧 第一笑笑道 放心吧 轮回不是你掌控吗 不会有事 等到他在人族正道的那天 就可以恢复全部的记忆了 福西听到这里 也是松了一口气 他最怕的是 失去自己的记忆 后土见状 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带着众人 直接来到轮回之处 明和见地义居然来了 急忙上前 第一前辈 第一看着明和点点头 不错 好好干 随后第一再次看向福西说道 福西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大哥 你放心吧 我考虑清楚了 我一定会带领人族 更快速地崛起 第一听后 满一点头 只听后土这时说道 大哥 都准备好了 轮回只能是灵魂 肉身是不能的 福西听后心中明雾 只见他瞬间从肉身脱离 另一个灵魂体的福西 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随后 他缓缓走向畜生道 后土见状急忙大喊 你走错了 是人间道啊 福西听后一个亮枪 太紧张了 居然走错 好丢人 只见福西急忙踏入人间道轮回 随后消失在众人眼前 这时 几人才哈哈大笑起来 女娲更是笑得直不起腰 要是福西看到这时的景象 肯定更觉得丢脸了 第八十九章 福西成人族共主 时光如梭 福西投身人族 已经快十二年了 人族这边 一个叫华须的妇人 此时正温柔地 抚摸着自己的小腹处 只见他喃喃道 儿啊 你怎么还不出来啊 卫娘已经被赶出部落了 这样下去 我们母子俩 怎么才能活下去啊 原来在华须 怀上这个孩子之后 就被族群中的人给赶出来了 因为他根本没有 和任何人通婚 肚子里的孩子 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于是 族中的老者 嫌弃他败坏族中的名声 将他赶出了部落 这一日 华须感觉腹中疼痛难忍 他意识到 自己的孩子 终于要出生了 此时的华须满头冷汗 面露痛苦之色 但是腹中的孩子 显然没有放过他 不紧不慢地往外出 不多时 随着一声啼哭 华须的孩子终于诞生了 只见这时的天降祥瑞 紫气绵延整个人族部落 所有的人族都察觉到了这个异象 纷纷查探 到底是哪里来的 不一会儿 华须原本生活的部落的族长 就找到了华须 只见他快步来到华须身前 躬身说道 华须啊 是我等老糊涂啊 不曾想你腹中这孩子 竟是我人族未来的领袖 圣母当时也只是说 不久后会出生 但我们左等右等就是不见 不曾想今日天降祥瑞 看来你腹中这孩子 定是我人族未来的领袖啊 华须一脸迷茫 还是说道 族长 我只想我而能健康长大 一生平安便可 只见这小娃娃 此时正眨巴着双眼 好奇地看着华须 小嘴也嘟嘟囔囔的 不知在说些什么 祖屋殿 滴这时正结束闭关 因为他感受到福西降生了 整整十二年 就和传说中一样 看来冥冥之中有些东西 还是没有改变 女娃此时早也感应到了 已经在前往人族的路上了 滴想了想 也打算出关去看看 而女娃不过片刻 已经到了华须所在之地 众人见女娃降临 纷纷跪下朝拜 圣母娘娘 女娃笑着点点头 随后说道 这便是我说的人族共主 未来的领袖 华须你 可有给这孩子取名 女娃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感觉怪怪的 随后轻声笑了起来 华须心中疑惑女娃的举止 但还是回应道 圣母娘娘 我还没想好 娘娘若是有何事的 就更好了 女娃还没开口 第一已经来到了此处 众人一看 心中惊喜不已 没想到人族共主的出生 居然把第一组屋都引来了 只见第一坏笑道 不如叫狗上吧 二狗也行 好养活 嘿嘿 女娃听后一脸错愕 随后着急道 大哥 别闹 第一听后 哈哈笑道 开个玩笑嘛 从今以后 这孩子就叫福西 说着 拿出了和图洛书 递给了华须 这宝物等福西成年以后交给他 对他日后有大用 华须见状急忙答应下来 随后 华须在众多人族的护送下 又回到了部落 不久之后 所有的人族都知道了 福西诞生时的意向 随着福西的长大 人族在他的领导下 发展得也越来越迅速 这些年 福西的功绩也是越做越多 他教会了人族打猎 制作渔网 而且还精通音律 在人族传播 最关键的是 他创立八卦 传遍整个人族 因为人族近亲通婚的陋习 导致孩童大多多夭折 他特意倡导 大家不要这样做 提倡多跟巫族通婚 以此保证新生孩童的存活率 还有很多很多的功绩 数不胜数 就这样 福西带领的人族制度 越来越完善起来 这一日 到了福西大限之日 人族的寿命短暂 就算经过第一的改造加强 也只能勉强维持到三百多岁 和洪荒其他种族 根本没法比 只见福西临死前 还在记挂着人族 虚弱无比地躺在椅子上 交代着人族事物 我死后 你们便再选一个人族共主 一定要是良善 聪慧之辈 如此 我便可安心了 一些年轻的族人 听着福西的话 纷纷泪流满面 这其中就有一个年轻的小娃娃 她出生时 同样是天生异象 只不过当时福西还在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就这样 福西交代完最后的嘱托之后 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此时 天空中轰隆作响 再次出现 紫气蔓延整个人族的异象 随后 一道道金光 从人道金龙中飞出 众人见此情况 纷纷大惊失色 而第一和女娲 已经是早早便来到了这附近 看着人道功德 一丝丝 融于福西体内 女娲惊喜不已 第一见状难难道 我赌对了 福西 真正的人道天皇 终于可以归位了 不多时 就看见福西那苍老的面容 越来越紧致 身体各处机能 也缓缓恢复过来 众多人族 看着眼前的景象 纷纷泪流满面 福西共主要活过来了 太好了 是啊是啊 真是人道有眼啊 随着众人的欢呼声 此时福西缓缓睁开双眼 随着醒来的还有她的记忆 她记起了所有的事情 只见福西自身的气势 越来越强 修为一路突破 只人道圣人境界四重天 女娲见状开心不已 急忙过去 兄长 太好了 你终于是圣人了 福西摸了摸女娲的头 笑了笑 随后看向第一 深深居了一躬 大哥 多谢再造之恩 人族今后便可以放心交给我了 第一笑笑道 福西 人族若是遇到生死危机 你当然要出手 但是关于人族的发展 你今后便可以不用管了 福西疑惑问道 大哥 这是为何 第一神秘笑道 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致敬些人 福西听后恍然大悟 他这些年也能感觉出来 人族的确拥有无与伦比的潜力 外人不干涉的情况 人族的发展才是最迅速的 随后福西宣布 传位于神农 之前他便看出来 这个人族肯定有能力 带领人族走向更高的一步 神农听后惊慌失措 随即说道 公主 我不适合啊 我这么年轻 还请另选他人吧 福西笑道 你不必谦虚 这些年 你为人族做的贡献 我也是有所耳闻 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第九十章 第三个任务 神农见福西这么坚决 也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带领人族更好的发展 第一件状也是说道 今后人族将会进入三皇五帝时代了 福西便是天皇 至于其他的 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了 众人听后恍然大悟 纷纷再次跪拜起来 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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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第一几人就离开了人族 不知不觉 又是千年已过 定 系统任务发布 任务人选 通天教主 任务目标 改变结教覆灭的结局 任务时间 三十年 任务奖励 奖励完成任务人选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系统主人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 另外 获得特殊物品商店自选一件 第一正在闭关 却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心中暗暗响道 看来 系统也想要我快点解决天道了呀 好吧 就在这次任务之后了 与此同时 通天也收到了系统任务的声音 只见他愣神片刻后 爆发出狂放不羁的笑声 响彻乌族族地 第一自然也听到了 只是一脸无奈 好吗 这任务算是合了通天的心意了 接着 第一传讯给众祖乌和通天女娲等人 让他们来看好戏 不一会儿 众人都来了 只见通天面露兴奋 跃跃欲试 显然已经迫不及待了 大哥 快快快 该我装 不是 该我上场表演了 众人听后一脸猛逼 至于这么兴奋吗 不就一层小境界 我们一点也不羡慕 真的 行了行了 我知道这次任务和你心意 但是你要面对的 可是天道和红军 你可要想清楚 通天拍了拍胸口 自信无比 你放心吧 大哥 我的诸仙剑阵 可不是吃素的 让那红军再试一次这种滋味 而且我这可是升级版的 杰杰杰 众人听后一脸无语 和帝一久了 通天都爱杰杰杰的笑了 帝嫌弃的 将鸿蒙亮节设计图 和混沌珠递给通天 接着说道 别他们死在那 还让我给你收尸 拿上东西滚吧 通天欣喜不已的 看着帝一给自己的两件法宝 他可太知道 这两件法宝的威力了 就在这时 通天身旁出现了那个熟悉 而又陌生的黑洞 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通天跟众人道别之后 直接进入其中 平行事件 通天刚进入到这里之后 便感觉到了天地中浓郁的 亮节气息 看来亮节已经开始了 他打算 先利用混沌珠隐藏自身 潜入金敖岛 看看现在的情况 此时的金敖岛内 多宝正在训练着 众多的结教弟子 通天已经来到了金敖岛 看着这些弟子 心中暗暗叹息 当他再次看到 长尔定光纤时 又是差点没忍住 想要直接出手将其斩杀 这时 只听多宝正大声说道 师尊此番去紫霄宫 你们一定要好好修炼 争取在师尊回来时 能经验到他老人家 听明白了吗 谨尊大师兄法旨 多宝有模有样的训练众人 通天就这么在虚空中看着 心里还在想着 这个臭小子 现在对结教忠心耿耿 后来怎么就甘心臣服于西方教呢 哎 通天见在金敖岛 也查探不出什么 就打算离开了 最主要的是他怕忍不住 把长尔定光纤给宰了 现在还不到他出手的时机 而这时的紫霄宫天道六圣 正在激烈争吵着 我门下都是浮原身后 天资绝顶之辈 是不能签这个风神榜的 就在原始说完这句话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通天教主 平行 通天见状 面色阴沉 我也不签 原始这时则是趁机说道 师殿 你门下都是些师生软化之辈 有人数众多 这风神榜 还是你签最合适 通天教主听后 勃然大怒 你放屁 凭什么你的弟子就是浮原身后之辈 我的弟子就活该死吗 原始这时也大怒 你那么多弟子 风神榜一共才365位 就算全部上榜又怎么样 再说了 你那些弟子本就心性不纯 良友不齐 通天教主听后 则是直接反驳道 原始 休要污蔑我的弟子 总之这风神榜说什么 我也不签 老子这时也是跟着原始的话劝说着 三殿 你就签下吧 原始说的没有错 你确实改整改一下结教了 通天这时不可思议道 大哥 你也帮原始说话 我不管 这风神榜 我是不会签的 原始健壮怒斥道 通天 你好大的胆子 还有没有将我们两个兄长放在眼里 竟然如此跟大哥说话 这时的西方二圣 正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好戏 女娲则是装作没有听到 红军高座之上 见众人迟迟没有动作 开口说道 既如此 这风神榜 各凭本事 死者真灵上榜 原始 这风神榜和打神鞭 就交给你代为掌管 我官 此次谅解有飞雄之相之人 若你找到 将风神榜交于他执掌最后的风神 打神鞭可以承执风神榜不服者 望你好生执掌 说吧 红军消失在了原地 通天教主见状心中愤愤不平 但也没什么办法 原始则是兴奋不已 这么说 自己这不就掌握主动了吗 心中也想着 通天 既然你不识抬举 那就看看到底是你结教厉害 还是我铲教更强 老子健壮叹气道 唉 三弟 你这是何必呢 通天还没说什么 原始那刺耳的声音就响起了 大哥 既然老是说个平本事 那就看看 通天的结教能有多厉害吗 本来只要签下风神榜 根本不用真灵上榜 通天这一闹 现在好了 上榜之人彻底没有自由了 通天 你到底怎么想的 真是鱼不可及 通天教主听后 怒火中烧 就要祭出清平剑 跟原始较量一下 老子健壮及时拦住 好了 还在老师的紫霄宫呢 吵吵闹闹闹想什么样子 通天你也安分点回去 好好约束一下你那些弟子 通天一时语色 大哥 你 哎 说吧 通天教主离开了紫霄宫 此时西方二圣凑了过来 看向原始说道 原始道友真是好气韵啊 能让老师赐下这么两件法宝 第九十一章 玉清宫密谋 原始本来还恼怒不已 听到西方二圣的话 瞬间喜笑颜开 女娲这时也来跟众人道了个别 随后离去 原始见只剩他们四人了 心生一计 对西方二圣说道 两位可愿随我去昆仑山一叙 西方二圣听后 隐隐猜到了原始的意思 笑咪咪说道 那就多谢原始道友了 原始又看向老子 随后说道 大哥 我有要事相伤 随我去昆仑山吧 老子听后点点头 就这样 四人开始前往昆仑山 就在通天教主 回金敖岛的路上 有一个人突然出现 并拦住了他 通天教主疑惑不已 他根本看不透 眼前之人的修为 阁下拦住我所为何事 而这黑袍男人 用着极其怪异的声音说道 请你看得好谢而已 这黑袍人 正是伪装过后的 本世界的通天 通天教主 平行 听后面露怒涩 我可没有空陪你看戏 阁下让开吧 通天戏谑地 看着通天教主 缓缓开口 我保证 你看了只会感激我 如何 通天教主心中疑惑不已 正想再次拒绝 但是想到自己 根本看不透眼前之人 于是便答应下来 随后 通天就带着通天教主 前往昆仑山 不一会儿 两人到达了御清宫 通天利用混沌珠 将自己和通天教主 隐藏在虚空 只见远方缓缓出现了四个人 正是老子 原始 准提 接引四人 通天教主心中疑惑 他们四个 怎么一起 回到了御清宫 随后 只见他们四人 已经进入了御清宫内 片刻之后 原始缓缓开口 大哥 两位道友 死犯邀请你们来此 没有别的意思 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 对付结教 正在虚空中的通天教主 听到这句话后 怒火中烧 就要冲出去 却被通天死死按住 通天教主心中震惊不已 居然这么简单 就能拦住自己 只听通天缓缓说道 别着急 先好好看 通天教主见状 只能点头答应下来 老子在听到原始这番话后 随时诧异了一下 随后就表情淡漠下来 准提这时 装作面露男色的开口了 原始道友 老师都说了 我们西方可以不参与 此次亮节啊 这有点难办啊 原始心中不屑 表面还是说道 如今通天的结教 发展得如此壮大 我们的教派 但拿出来 根本不是结教的对手 若是他们再发展下去 还有多少人 能败入我们的教派门下 三人开始思索原始说的话 老子这时则是说道 二弟啊 通天毕竟是我们的兄弟 如此不太好吧 原始这时反驳道 大哥 那通天根本没有将你这个大哥 和我这个二哥放在眼里 你看我每次说他 他不顶嘴 而且 他们结教的气韵没了 我们的气韵不就多了 老子听后 也沉默了下来 准题这时 心中虽是兴奋不已 但是表面还是装作淡定地说着 原始道友 不知我们西方教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原始思考片刻 是一准题 接着说下去 准题这时也不再装了 直接摊排 我们西方教确认啊 此事若成 我希望能给我西方教一部分结教弟子 原始听后果断答应下来 好 就以你们所言 你们西方教可要好好配合我 一起打压结教 原始准题相视一笑 老子则是面无表情 此时在虚空中观察着这一切的通天教主 已经是怒火冲天 通天见其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急忙将他给带走 等两人到了一处隐蔽之地 通天意味深长地对着通天教主说道 适当的愤怒 可以激发你的血性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一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若是你刚才直接冲出去 跟那四人大战一场 说的只会是你 能屈能伸 方为丈夫 通天教主听到此话之后 冷静了很多 但还是气愤不已 为什么 我们是三亲啊 就算有矛盾 那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啊 他原始竟然联合外人对付我 通天听后也是叹息着 唉 我当初何尝不是无法接受 你要知道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 远远不止他们四个 通天教主听到这话 疑惑不已 随后问道 阁下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女娲也参与其中了 通天听后 轻声笑了笑 他此时什么都不知道呢 表面上看他能安然度过此次亮节 但是那四个圣人 怎么会让他继续白白占据人族这么多气愈 通天教主越发疑惑了 不是女娲 那会是谁啊 你想想你们当初拜师红军 他是怎么分宝的 为什么给了其余人都是单体攻击的法宝 给你的却是非四圣不可破的诸仙剑阵 通天教主听到这里浑身结起了鸡皮疙瘩 冷汗尽尸后背 面露惊恐暴 你是说他居然早就算计我了吗 为什么啊 通天缓缓说道 这便是天道大事 注定你结教的负面 通天教主听后无法接受 反问道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有什么目的 通天则是哈哈笑道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啊 告诉你这些 也只是不忍你 辛苦建立的结教 就此化为泡影 通天教主听后 心中已经信了七八分 但还是谨慎道 难道你是罗侯 哈哈 别猜了 你猜不到的 我既不是罗侯 也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 来此也只是帮你一把 并没有别的企图 通天教主听后 还是一头雾水 但是他已经选择 相信了眼前之人 可是 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那个人的安排 我们又该如何翻盘呢 通天自信说道 那人你不用操心 交给我便是 你现在的问题 就是要想办法 把封神榜和打神鞭 抢夺过来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占据主动 既然红军老头说了 那你对产教 就不要留守了 而且 你一定要盯紧原始 防止他以大蹊小 通天教主听后疑惑道 小辈之间的争斗而已 原始应该不会对小辈出手吧 通天听后 是一脸无奈 第九十二章 通天教主的醒悟 你要记住啊 现在已经不是 小辈之间的争斗了 而是教派的气韵之症 气氛高下 也决生死的 通天教主听后 是恍然大悟 心中暗暗决定 一定盯紧原始 随后 通天继续和通天教主 平行 说着 需要他注意的东西 还有啊 你的结教 确实是两有不齐 这也是 你日后溃败的 主要原因之一 找机会该搞死搞死 可以放走便放走 通天教主听后不解道 良有不齐 我的弟子 可是生性纯良 应该不会 犯什么大错吧 通天见状笑了笑 也罢 既然如此 我便在带你 看看你的那些 好徒弟在干什么 说吧 通天就带着通天教主 离开了原地 不多时 他们便来到了 一座人族所在的部落 通天这时说道 我们便再次守着吧 通天教主虽疑惑 通天为什么 带他来到这里 但还是耐着性子 和他一起等着 而此时金敖岛内 一名弟子见多宝 训练得差不多了 便离开了金敖岛 向着通天他们所在的人族部落而去 不多时 他来到这个人族部落 看着眼前的人族众人 心仰难耐 接着面露兴奋 做事就要一口吃掉 这个部落的人族 此时人族中 已经有人发现了 这个结教弟子 吓得纷纷惊慌失措 大家快跑啊 他又来吃人了 人族部落这时 已经是乱作一团 而通天教主 正在虚空中 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惊骇不已 不可思议道 马云 他怎么敢如此胆大妄为 通天则是不懈道 这只是你们结教众多 喜欢识人的弟子之一 每个人都是一口 便能吃掉一个部落 他们又吃掉了多少人族呢 此时 马云见人族这番场景 再也忍不住了 施展神通 就要一口吃掉所有人族 通天教主见状 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显现出来 大胆逆徒 你怎么敢做出如此 桑尽天良之事 马云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惊慌失措 接着便看到 通天教主已经出现在了他身边 慌忙跪下 给通天教主解释起来 师尊 您怎么在这 我只是饿了 便出来寻些食物 通天教主听后 怒火冲天 逆徒 还敢撒谎 你个太乙金仙早已闭谷 哪来的肚子饿啊 马云听后 惊恐不已 连忙求饶道 师尊 都怪弟子一时嘴馋 想要打个牙计 便来到了此处 还在虚空中的通天听到这里 心里已经给马云判了死刑了 通天教主这时 更是直接气笑了 打牙计 好一个打牙计 怪不得我结教的气运流失得这么快 全是因为你这个害群之马 马云听后 则是继续求饶着 师尊 是弟子一时糊涂 还请绕我一次啊 弟子以后再也不会如此了 通天教主见状 已经是心生不忍了 但是他又想起通天跟他说的话 又看了看正在四处逃难的人族 心中意狠 想来你已经不是第一次 如此丧尽天良了 随我回结教 说着通天教主就带着马云回结教 通天则是在暗中跟着打算看看 通天教主会如何解决 马云此时已经心惊胆战 但只能硬着头皮 跟着通天教主回金敖岛 不一会儿 几人就到了金敖岛 随后通天教主将马云的修为封印起来 丢到毕游宫门前 马云见状拼命求饶 他大概猜到了通天教主的想法 接着 通天教主开始召集所有结教弟子 众人收到讯息都纷纷赶往毕游宫 通天这时也早已进入毕游宫 只见他缓缓说道 你这样简单的杀鸡警侯 只能镇住他们一时 却镇不住一时 通天教主这时愤愤道 不管如何 这马云留不得了 必须要杀 通天听后笑了笑 我可不是给他求情 我只是想告诉你 如今想要挽救结教 只能下猛药 杀鸡警侯是行不通的 通天教主听后面露难色 心中更是十分不忍 道友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他们毕竟是我的弟子 诚挚一番应该也就过去了吧 通天见状也知道 通天教主不会轻易下定决心 于是说道 传音说不明白 你随我到后面 我给你看个东西 说吧 两人来到毕游宫通天教主闭关之处 只见通天直接向通天教主 平行 没心处 打入一道印记 通天教主见状下意识想要反抗 察觉没有什么伤害之后 便查看起这道印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结教越来越多的弟子 集结在了毕游宫门外 而通天教主 还在看着印记中 那触目惊心的一幕幕 他的清传弟子 精灵圣母 归灵圣母 外门弟子的赵公明 三小姐妹 还有一众天资不凡的结教弟子 一个个的死去 最后的多宝 让一众弟子集体请愿 他接着布下万仙镇 结果被迫 四圣步步紧逼 他下令长尔定光仙 摇动六魂帆 结果却是等来了长尔定光仙的背叛 一直看到最后 通天教主的心已经从一开始的暴怒 逐渐转变成了麻木 竟是如此 我结教竟会落得如此境地 亏我还有为众生夺取一线生机 到头来 竟是如此结局 随后 就听到了通天教主 那落寞凄惨的笑声 通天见状缓缓说道 现在一切都还有挽回的机会 如果你要放弃 那便当 我从没出现过 通天教主听后 重拾信心 向着通天施了一礼 道友 还请就我结教一把 我愿为道友做任何事 通天见状缓缓说道 我不会要求 你做任何事 只希望你能带领结教 走出这个死局 通天教主听后疑惑不已 心中不解 为什么通天一点要求都不提 只是希望自己渡过难关 通天继续说道 日后你便会知道了 现在 你想好怎么处理这些人了 通天教主听后点点头 恨恨道 既然这群逆徒败坏我结教契运 那便不用留了 通天听后 满意地笑了笑 这时 结教的所有弟子都已经到齐了 第九十三章 处理结教弟子 众人一到庇游宫门前 就看到马园此时被封印修为 跪在门外 纷纷疑惑不已 马园这是怎么了 被师尊惩治了 谁知道呢 看来此次师尊是很生气了 其余星星还算不错的人 见到马园此时的状态还好 那些和马园一起作恶多端的人 见到这场景 心里生起隐隐的不安 多宝见马园跪在这里 上前问道 师弟 你这是 马园见多宝来了 急忙说道 大师兄 你帮我给师尊求求情啊 我确实不该吃人族 但那人族只是洪荒最低贱的种族 吃一点又不会怎么样 你帮我求求师尊 就让他饶了我这一次吧 我以后不去吃人族就是了 多宝听后 终于知道了怎么回事 他心里也觉得 通天教主 此番有点小题大做了 其实结教的几个弟子 出去吃人的事 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事 便从来没有和通天教主说过 看来这次马园 应该是被抓现行了 师弟 别着急 等一下我帮你求求师尊便是 多宝如此说着 这时 通天教主已经出来了 只见他愤怒开口道 谁敢求情 多宝 我把结教交给你打脸 你就是这么丢管理的 既然你管不了 从今以后 你便不用管了 多宝见状一脸错愕 他也没想到 通天教主 居然生了这么大气 师尊 还请开安啊 弟子 对您忠心耿耿啊 通天教主 则是不理他 继续说道 赵公明何在 赵公明听到通天教主叫自己 心里一紧 但是想到自己 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便硬着头皮回应道 师尊 弟子在 通天教主见状继续说道 赵公明 今后你便代替为师掌管结教 若是谁不服 告诉我 赵公明见状慌忙说道 师尊 大师兄也没做错什么 不必这么大动干戈吧 通天听后恨恨说道 身为大师兄 不以身作则也就罢了 竟然纵容马源 此等丧尽天良之辈行凶 如此作为 怎么能担当起掌管结教的职责 从今日起 马源不再是我结教弟子 此人穷凶极恶 应当处死 赵公明 你来执行 不许留情 多宝健壮 心中愤怒不已 表面却是说道 师尊 马源师弟最不至此啊 还请开安 通天教主 则是没有搭理他 赵公明见状 也只能听从通天教主的安排了 来到马源身前 一掌拍下 马源临死前 还保持着求饶的表情 多宝健壮 心如死灰 多宝能在结教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少不了马源这种人的追随 虽然他一人并不能影响他在结教的地位 但是却是让他威望受挫了 赵公明执行完 向通天教主说道 师尊 马源已经伏法了 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战四胜 通天教主见状疯狂大笑 哈哈 来得好 既如此 那便让我今天站得痛快 说吧 诸仙剑阵全力催动 直接将原始和老子 射入阵中 准提合剑影剑老子和原始终于出手了 安心了不少 这诸仙剑阵的厉害 他俩算是领教道了 只见准提此时衣衫不整 破乱不堪 接引倒是相对好些 因为通天教主的目标 一直都是准提 四人相视一眼 想起红军曾经说的 破解诸仙剑阵的方法 纷纷朝着四方走去 通天教主见状 疯狂催动剑气 不停地进攻这四人 而通天 本世界 见此情况也知道 恐怕通天教主一会儿就奈何不了这四人了 于是传音道 你现在要做的集中攻击力进攻准提 最好能将其斩杀 其他人自然会敢去救他 通天教主听后恍然大悟 直接催动大部分剑气 朝着准提杀去 而其余三人 见自己这边攻势减弱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听到准提的哀嚎 三人看去 就发现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 准提正被数以万计的剑气 疯狂绞杀着 三人眼看准提就要撑不住了 急忙放弃先前的计划 打算先救准提 通天教主也知道 不能让他们就到准提 又催动了一部分剑气 拦截三人 于是准提这边压力轻松了一些 但还是难以招架 他本来就是天道六圣中最弱的 又是借款正道 根本没有多少实力 和通天教主硬抗 老子几人这时也知道 就不下准提 就破不了诸仙剑阵 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想要赶过去 而远在紫霄宫的红军 此时已经是看不下去 他知道 如此下去 四圣只会惨圣 根本伤不了结教根基 于是便打算亲自下场了 只见天空中 紫气绵延万里 一道威武恢弘的声音响起 都给我住手 就在虚空中的通天剑道来者 知道现阶段 恐怕斩不了准提了 第一给的鸿蒙至宝 只够他催动两次的 现在若是动用了 只能是打草惊蛇了 于是 传音给通天教主让他收手 等风神之战真的开起了 再好好弄他们 通天教主听后 只能无奈撤去诸仙剑阵 原始四人见通天教主 撤去诸仙剑阵 刚要上来一战 就看到红军也来了 几人纷纷行礼 红军则是面无表情 继续说道 尔等身为圣人 如此成何体统 风神亮节期间 不准圣人出手 为者我亲自出脸 尔等可明白 原始四人连忙英事 通天教主听后 则是心有不甘 明明是他们打上门来 凭什么自己不能反抗 通天教主如此想着 但也只能低头同意 红军见状很满意 于是便退去 等到红军走后 四圣又显露出原来的嘴脸 通天 此事不会就这么算了 就是通天教主 你太过了 通天教主听后 则是不屑笑了笑 原始 准题 刚才老实在 怎么不见你们这么猖狂 我会怕你们 笑话 有什么招数尽管来 原始和准题听后 愤怒不已 却还是忍了下来 哼 我们走着瞧 说吧 四人离开了金敖岛 通天教主 看着几人一同消失的方向 难难道 看来又去商量 怎么对付我了吧 那还用说 你现在让他们知道了朱仙剑阵的厉害 他们当然会提防你了 通天教主听后 继续向通天问道 道友 红军老师 为什么要如此对我结交啊 通天听后 则是说道 你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红军自然不是真的清心寡欲 他活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自己的私心 从他出现在洪荒 他就已经在为了自己而算计了 可怕的是 洪荒众生都被他给算计了 包括你 通天教主听后 惊骇万分 随后 通天跟他说了 红军一路走来的算计 包括通天教主之前 看到的结教的结局 都是红军一手算计的 渐渐的通天教主 已经从一开始的惊恐 变成麻木了 没想到 老师竟是算计如此之深 我们居然都被骗了 连修炼之法都被他骗了 通天就这么看着眼前的通天教主 等他自己消化完这一切 片刻之后 通天教主看向通天说道 道友 还请救我结教 他们如今都修炼错了 还请道友大发慈悲 我如今重修已经不可能了 只希望道友能救 遗救其余的结教弟子 凭道感激不见 这时 本世界的第一 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思考着 怎么才能让通天教主 能重修到混元大罗金线 于是他询问起系统 小二 你能看出来 通天教主的法则感悟程度吗 第一 主人 你可以查看 此时通天教主的人生剧本 第一听后 恍然大悟 对哦 差点忘了 还可以查看人生剧本 随后第一赶紧查看起来 姓名 通天教主 平行 体质 先天道体 修为 圣人近四重天 见到法则感悟80% 当前经历 紫霄宫封神榜商议过后 回结教途中遇到本世界通天 查探了四圣阴谋 诸灭了结教一众败坏气韵的弟子 随后摆下诸仙剑阵战四圣 红军下场 大战结束 第一看到这里欣喜若狂 看来这通天教主还有救 自己摸索着 竟然都能将见到法则感悟到80%的程度 就算自费圣位 要不了多久 也能重新证到混元 第一紧紧地盯着投影中的通天 随后尝试看看 能不能沟通上 结果居然凭借混沌珠 真的沟通上了 通天思考了两久 本来正打算交给结教众人法则证道之法 他也没办法就通天教主了 结果就听到了第一的声音 通天 让他自费圣位转修法则证道 尤妮辅助他用不了多久的 通天先是吓了一跳 随后反应过来也试着沟通道 大哥 你咋联系上我的 第一的声音再一次传来 别废话了 时间有限 照我说的做 通天也不多问了 直接回应 好嘞大哥 您就瞧好吧 通天教主见通天迟迟不答应自己 还以为对方不想传授 正黯然伤神 第96章 多宝悔悟 好了 此事我应下了 不过 你真的不想重夺法则正道吗 通天教主听到这话 欣喜若狂 想啊 道友可是有什么办法 通天笑着说道 办法是有 就怕你不敢是 通天教主听后 拍拍胸脯 一脸自信地回应着 道友放心 无论什么方法 只要有一线生机 我都愿意一试 通天见状 则是继续笑道 那如果要你自费圣位呢 通天教主听到这句话时 很明显地愣了一下 随后满脸不可思议 只有这条路可以吗 没错 只有这样 你才能走上法则正道之路 接着通天继续说道 你对剑道法则的感悟很有天赋 即使在成圣之后 都没有落下剑道的感悟吧 通天教主听后点点头道 确实是这样 我个人比较喜欢剑道 所以就多参悟了些 这样就简单多了 若你自费圣位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能以剑道法则正道 混缘大罗经线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通天教主听后沉思不已 通天则是什么也没说 两人开始回金敖道 此时的多宝等众多弟子 都震惊不已 他们也看到岛外的大战了 纷纷震惊通天教主的实力 竟能压制四胜 等到通天教主回到庇游宫时 众弟子又开始紧张起来 很明显 事情还没完全结束 通天教主看着一众弟子 又想到自己最疼爱的几位 清传弟子的惨死 暗暗下定了决心 此番我去紫霄宫市盗祖命令 继巫妖良节过后 又一场谅节要来了 众人听后惊骇不已 什么 巫妖良节不是才过去没多久吗 怎么又有谅节来了 就是啊 想想巫妖良节的惨状 看来这次的谅节也不会简单 通天教主正了正色继续说道 而等不必担心 为师之所以会跟四圣做过一场 自然就是为了保下你们 此次谅节名为风神谅节 盗祖已赐下风神榜 在这次良节中死去的仙神不会陨落 而是真灵上那风神榜 统归浩天掌管 此时结教众人又是一阵骚乱 赵公明见状 赶忙上前失了一礼 师尊 若是上榜 岂不是说今后就成了那浩天的手下了 通天教主点点头继续说道 是这样的 但是你们 若是实力能够有所突破 便不用惧怕 若是不想上榜 便只能增强自身 此次谅节牵扯重大 明面上道祖 只让我们结教和谄教一分高下 死者上榜 但是难保西方教不会参与进来 所以你们要有所准备 众人听后纷纷表示 一定要给产教好看 以前他们还在昆仑山的时候 就没少被产教弟子欺负嘲讽 如今总算可以大展身手了 通天教主见状 很是满意 本来我还想让你们不准出岛 只想安安稳稳度过此次亮节 但是产教七人太甚 七人这么想和我们结教一教高下 那你们就满足他们的要求 今后你们出去游历 就照着产教十二经线的实力外出 不达大罗经先不准出关 是兄弟之间要互帮互助 若是产教一多七少 你们就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一多七少 众人纷纷回应 仅尊师命 师尊圣明 通天在虚空中 看着通天教主的决定 满意不已 随后通天教主继续说道 从今以后 若是再让我发现 有人胆敢拜我结教气运 他的下场 只会比今天的这些人更惨 同样的吃里扒外的本作 绝不会放过 不管你背后站的是哪位圣人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等要多加修炼 接着通天教主示意赵公明 三宵和亲传弟子留下 便让众人散去了 结教弟子纷纷离去 纷纷震惊通天教主的决定 一个个摩拳擦掌 是要给产教好看 公明啊 让你当这个长教 你有没有信心啊 赵公明听后说道 师尊 我自当尽力 只是大师兄 通天教主随后看向多宝 眼神冷冽 多宝 你还记得 我是什么时候收的你吗 多宝看到通天教主严肃的表情 颤颤微微回答道 师尊还未成圣前 便收了弟子了 师尊 我是同意公明师弟 带长结教的 通天教主听后 则是叹息一声 是啊 想想我们的师徒名分 也已经走过了 如此长的时间了 为师带你不薄吧 多宝听到这里紧张不已 但还是硬着头皮回答道 是 师尊带我如此 多宝不敢忘 通天教主听后摇摇头 满脸失望地看着多宝 那你为何要纵容马远等人 做下如此败坏 我结教气运的事来 多宝见状 赶忙跪下 颤颤微微 师尊 弟子也不知啊 通天教主继续说道 这些年 你的位子坐得太高了 你的心性也有了变化 这些为师都不怪你 因为到了这个位置 却是很难抵挡诱惑 但是 你得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 不能被权力所蒙蔽啊 你这番作为 太令为师失望了 多宝听到这里 冷汗已经浸失了整个后辈了 随后细细一想 也觉得自己的心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了 变得贪恋权力 竟然还培养出了自己的势力 辜负了通天教主的期待 渐渐地 他不再恐惧了 而是直面通天教主 忏悔着 师尊 徒儿错了 千不该万不该 居然纵容马远长尔他们 其实都是我默许的 师尊您处死的那些人 也都是维护我的一些人 是徒儿鬼迷心窍了 师尊 徒儿甘愿受您处置 其余众人看到这里虽然气愤 但都心生不忍 多宝毕竟是他们的大师兄 通天教主也紧紧地 盯着多宝的眼睛 片刻之后 他说道 罢了 多宝 今后你便好好修行吧 结教的事物 先交给公民打理 正好你也可以趁机提升提升修为 身为大师兄 精灵的修为 都要追上你了 多宝听后 依然非常自责 但还是遵从了通天教主的决定 师尊 徒儿会好好修炼的 不会再辜负您的期望了 第97章 结教众弟子命运改变 通天教主见状 满意点头 去吧 好好修炼 随后多宝便离开了毕游宫 通天教主看向赵公民和三肖姐妹 满意不已 但是想到他们在封神中的遭遇 心中暗下决定 道友 出来吧 此处 我已屏蔽天机 赵公民几人 听到这疑惑不已 四处观望着 只见从虚空中 突然出现一个黑袍男子 你就算不屏蔽天机 只要我不出手 天道也察觉不到我 通天教主听后 一阵诧异 道友 还请救我 这几个徒弟一救 贫道感激不尽 随后 赵公民几人 都看向这黑袍人 询问道 师尊 这位是 你们叫前辈便是 赵公民几人听后 虽然心中疑惑 但还是行了一礼 前辈 这黑袍人 正是本世界的通天 嗯 免礼吧 你要我怎么救他们 通天教主随后说道 还请前辈教他们法则正道之法 如此也算给我 结教留条后路 通天听后 赞赏地看向几人 随后说道 可以 还好他们几人没有展示 正是如此 多宝已经是准圣修为 若是让他转修 他也未必会愿意 这几人都是 我结教的希望了 通天听后点点头 随后便将法则正道之法 给几人讲了一遍 赵公民几人听后 震惊不已 居然还有这种正道之法 通天教主听后 也是心有感悟 见到法则又进一步 通天接着看向赵公民说道 你日后若是和产教对上 切记小心你的灵宝 定海神珠 此宝虽说是极品先天灵宝 但是却是有致命弱点 赵公民疑惑问道 前辈 是什么弱点啊 总之 你日后若是遇到名叫萧生的人 见他手中持有钱币式的法宝 你就收起定海神珠 将其打死收走法宝就是 那人的法宝 名为落宝金钱 你的定海神珠 对其是不起作用的 日后还是自身实力为重 赵公民听后点点头 心中暗暗记下这个人 三肖在一旁也记住了此宝 打算找时间帮赵公民夺来 通天这时继续说道 还有啊 你有死劫 需尽快突破混元金仙才是 这时 赵公民和三肖几人都惊骇不已 回过神来 三肖之一云霄问道 前辈 还请直说 大哥到底有何死劫 通天见状继续说道 巫妖亮节 相信你们也知道 妖族的两个妖黄战死 但是还留有血脉 此人名叫鹿鸦道人 他手中有两个宝物 其一名叫斩仙飞刀 此宝是东皇太医当年赐给他的 用那七彩葫芦中的斩仙葫芦炼制而成 只要祭出 必会见血 可谓锋利无比 大罗金仙被斩 只会生死 其二名叫钉头七剑书 此宝极为诡异 只要知道对方名字和英容相貌 便可铸台杂草人 随后连续21日63次礼拜 最后射上三剑 目标元神便会被败掉 生死盗销 此宝极为阴毒 杀人于无形 当然 若是修为远超施法者 自然不会有事 随着21日的礼拜 被礼拜者会出现烦躁 试睡 整日浑浑噩噩 一旦出现这些症状 就说明已经中招了 众人听后 更是心惊不已 前辈 那路亚道人 为何要针对我结教啊 我们也不曾招惹他 通天教主见状则是说道 好了 公民 今后你要务必小心这两人 不可轻视 我这穿心锁 佩戴上万法不轻 你需时时刻刻戴着 说着 通天教主将自身的穿心锁 送给了赵公民 赵公民见状 感激涕零 通天想了想 赵公民的事 应该是可以预防了 只要他破入混元金线 问题就不大了 云霄 碧霄 穷霄 你们三姐妹 日后不得了啊 九曲黄河镇多练练 若是有机会逮到十二金线 不要留守 有你们师尊兜底 哈哈 通天教主听后虽说无奈 但还是说道 没错 你们三人好好修炼 有师尊给你们撑腰 三姐妹听后虽然诧异 但还是点头同意下来 接着 通天的眼光 则是看向了精灵圣母 你的弟子温仲 如今就在大伤马 精灵圣母听后 眨巴着眼睛点点头道 前辈 可是有什么不妥 通天继续说道 那倒没什么 不过 你可以告诉他 要请结教的人帮忙 就多叫些人 不要每次就叫一个两个 岂不是给十二金 先以多七少的机会 精灵圣母听后恍然大悟 原来风神开端 便是大伤的战争 多谢前辈 通天摆摆手 你也有一死劫 不过若是赵公明 能保住他的定海神珠 你这死劫也就没了 日后小心背后偷袭之人 不要太直白 铲教副教主 燃灯 你可多加小心 精灵圣母听后点点头 通天接着看向归灵圣母 心中暗暗道 这个才是死得最惨的呀 直接被吸光血液 可太惨了 而本世界的第一 这时看向归灵圣母时 也是一阵惋惜 不过想到通天的手段 他也就放下心来 归灵圣母被看得有些尴尬 只能将眼神 看向通天教主求助 通天教主见状咳嗽一声 道友 我这爱徒的死劫 便交给我吧 众人听后恍然大悟 暗暗想到 没想到归灵圣母 居然都有死劫 看来这封神亮节 需要多加小心了 最后 众人一起看向无当圣母 纷纷心里猜测 无当是不是也有死劫 结果就听到通天的笑声 这个徒弟 是你收的是一点毛病没有 好好培养吧 他会是下一个结教优秀的教主 通天教主听后 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随后通天继续给几人 传授了一下修炼法则的经验 几人便退去了 毕游宫中 现在便只剩下通天教主 平行 和通天了 你决定了吗 只见通天教主听到这句话后 眼神慢慢变得坚定 道友 我想明白了 这一线生机 只能我自己来夺 道祖是不会留守的 这就对了 若是你自费圣位 恐怕就要面临红军了 你想好怎么应对了 通天教主一时语色 第98章 通天战红军 随后 就见通天教主 深深鞠了一躬 还请道友帮我 通天健壮笑了笑说道 放心吧 我来此就是为了帮你 你放心修炼 结教由我照看 通天教主听后 感激不已 既然决定了 就立刻行动吧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通天教主听后 也是点头同意下来 两人随后来到金凹岛上空 对视一眼过后 只听通天教主高声喊道 我通天教主 今日自费圣位 望大道见之 说着 通天教主自身的圣人道果 随后消散 紧接着 鸿蒙紫气也脱离体内 向远方顿去 而此时 洪荒中的所有生灵 都听到了这道声音 一个个目瞪口呆 老子和原始两人 更是惊骇 大哥 通天他怎么敢的 居然如此任性妄为 老子随后淡漠说道 此举逆天 老师定然不会坐视不管 而远在西方的准题和街影 自然也在第一时间 便听到了这道声音 师兄 通天竟然自费圣位 看来天意 在我西方啊 哈哈 街影听到此话之后 却是没有什么欣喜之意 此事事关重大 暂且来看 对我们确实有不少好处 再观望一下吧 此时紫霄宫内的红军 自然也听到了 通天自费圣位的声音 顿时怒火冲天 天机变了 难道他察觉了什么 不行 必须要阻止他 想到这里 红军离开了紫霄宫 通天教主自费圣位之后 修为一将再将 转眼间便降到了准圣中期 通天这时赶紧说道 快将三师都斩灭 这样才有机会 以法子正道混元金线 通天教主一狠心 直接将成圣前斩出的 善恶两师 尽数斩灭 修为再一次下降 到了大罗金线巅峰 这时红军已经来到了金敖岛 他见通天教主 竟然又斩去了两师 心中更加确信 他是知道了什么 通天徒儿 为何自费圣位 回答他的则是通天的声音 通天教主此时正在抓紧融合法则 以此进入混元金线 红军 你管得太宽了吧 说吧 通天的身影出现在了红军身前 红军见状惊害不已 此人居然可以在自己面前隐藏 而且自己居然都没有发现 红军接着仔细地打量着通天 发现其身上的气息 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 勃然大怒 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你到底是谁 有什么目的 通天 平行 你不要被他给骗了 通天教主却是没有搭理他 他还在抓紧恢复 红军 比起骗术 洪荒之中 还没有人能达到你的境界啊 红军听到这话 一阵头皮发麻 急忙开口 住嘴 你找死 说吧 红军祭出造化玉碟 朝通天打出两道神通 通天这时也不敢大意 周身气势暴涨 全部修为展现在红军眼前 混元大罗金仙武冲天 接着 通天默默祭出 鸿蒙至宝 鸿蒙亮节设计图 红军试探性的攻击 还没落到通天面前 便发现 从通天周身 传来一股巨大的吸引力 竟是将他的神通攻击给吸收了 紧接着 通天全力催动鸿蒙亮节设计图 红军健壮头皮发麻 他心里有种预感 如果被吸进去 绝对没有好下场 于是拼命想要挣脱 但是通天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再次祭出混沌珠朝红军一杂 红军见一个灰色珠子 朝自己袭来 急忙躲避 正是这一瞬 鸿蒙亮节设计图 直接就将红军吸入了其中 天道此时正附着在红军的身上 也跟着被吸了进去 但是在最后关头 天道发出传讯 让其余圣人前来帮忙 几位圣人接受到天道指示 急忙前往金鳌岛 而此时的红军 已经进入了 鸿蒙亮节设计图 他心中惊骇不已 怎么可能是鸿蒙至宝 这种宝物 不是应该早就被大盗殒灭了吗 话还没说完 他就感觉到一阵不妙 只见他所在之地 布满浓郁的鸿蒙亮节之力 竟是全部朝他袭来 随后他和天道奋力抵抗 想要摆脱 结果 却是根本拦不住 这鸿蒙亮节之力的功法 紧接着 红军和天道 竟是同时被削去一城的本源之力 天道见自己本源被削 急忙命令红军赶紧撤退 他可不想死在这 通天见状心中欣喜 但是还是担心 若是红军和天道不退去 他就只能发动最后的一次进攻了 这时 其余武圣也到达了金鳌岛 几元见通天教主在一旁打坐 而其身前 竟然还有一个气息强大的人 诧异不已 老子这时又收到天道传讯 天道命令他们 进攻眼前的黑袍男子 老子直接说道 阁下是谁 难不成想和我等做过一场 通天根本不想跟这几个人废话 只是淡淡说道 女娲 你确定要参与此事 女娲听后明显一愣 但是天道之命难为 她必须来 只见她并没有回话 只是点了点头 通天见状也知道了 随后直接祭出诸仙剑阵 竟是将五圣都给笼罩其中 这可不是通天教主的诸仙四剑 而是第一给通天升级过后的诸仙剑阵 现在通天的诸仙剑阵 每一把剑包括阵图 可都是先天至宝 已经不是五圣能够破得掉的了 而鸿蒙良杰设计图中的红军 看到这一幕更是惊骇万分 不好 此人竟然有先天至宝的诸仙剑阵 我们要尽快出去了 否则后果严重 说吧 红军操控天道之力 拼命反抗亮节之力的洗礼 但却是无济于事 红军和天道 感觉着自己的本源之力 在逐渐减少 红军面色猙獰 咆哮着 可恶啊 该死 很明显咒骂并不能让亮节设计图停下运转 而五圣这边的情况也不怎么好 除了女娲在通天刻意留守之下 并没有什么伤势 其余四圣可谓是绝望无比 女娲自然也发现了问题 心中好奇通天为何不对她出手 但是并不着急问出来 而是装模作样地抵抗着剑阵中的剑气攻击 原始此时被剑气打得衣衫破烂 狼狈不已 老子同样好不到哪去 但是他却始终没有用出仪器化三清 第99章 准提员时陨落 而准提则是最惨的 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便是五圣中最弱的 只见他此时已是强弩之末 气息混乱 手中的法宝都快催动不起来了 剑影自然也是发现准提的状况 他想要营救 但是根本不可能 他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随着一剑又一剑的剑气笼罩在准提身边 他再也挡不住了 一个不留神 便被树到剑气 直接消首 与此同时 天降血雨 万物悲泣 洪荒众生都发现了这个异象 结教的众多弟子更是震惊不已 赵公明此时已是目瞪口呆 前辈这也太猛了 一己之力困住道祖 部下剑阵在斩杀圣人 恐不如斯啊 必消也是满脸兴奋 是啊是啊 前辈这看起来比师父还强啊 通天教主 此时 本世界的第一等人也在看着通天的大战 一个个兴奋不已 祝荣更是兴奋说道 小弟这也太猛了 俺喜欢 俺也好想去大战一番啊 帝江也是说道 是啊 这场面看起来也太爽了 第一则是心里笑道 这小子真能装逼 话说起来 我都没这么嚣张过呢 再看向投影中 此时的战斗 也来到了更激烈的场面 只见鸿蒙亮节设计图中的红军 终于破阵出来 但是他和天道的本源之力 分别被磨灭了两成五 他此时还不知道 本源是无法恢复的 只见他警惕地看向通天 心中震惊不已 通天一边操纵着诸仙剑阵 一边紧紧地盯着红军 接着手中再次祭出清平剑 现在的清平剑 自然也是升级到了先天之宝 红军剑又是一剑先天之宝 整个三关都要崩塌了 阁下是否欺人太甚了 真以为我怕了你 而通天则是说道 你大可试试 我也是想要让通天教主 和四圣公平一点竞争 这两节的胜利者 你若是还敢插手 那我也可以 说着鸿蒙亮节设计图 屹立于通天的头顶 做出随时准备催动的样子 而红军看到这一幕 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恼怒不已 自己自从成了这洪荒的道祖 还从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但是碍于通天的鸿蒙至宝 他只能隐忍下来 谁知道他还有没有后手 生性谨慎的红军 秉持着老隐蔽的精神 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恨恨说道 阁下 你的条件我可以答应 现在可以放了我的徒弟们了吗 而通天则是轻蔑一笑 没有轻易撤去诸仙剑阵 而是全力催动 剑阵绞杀原始 红军也发现了 但他根本来不及阻拦 随后就见红荒中 又是天降血雨 万物悲泣 原始死前是面露惊恐 根本难以招架 随着原始被斩 这场战斗 也算来到了尾声 红军面色阴沉地看着通天 心中不停咒骂着 此时其余四圣 也出现在红军身旁 几人就这么看着通天 却是没有一人敢上前出手了 老子此时也是身负重伤 看向红军说道 老师 现在该怎么办 此人太难缠了 红军的脸色越发难看 居然当着自己的面杀了原始 一点面子不给自己留 简直可恶 随后 红军又想到通天那头顶的鸿蒙至宝 只能打消了心中 想要继续动手的念头 走 阁下 我们走着瞧 通天则是笑道 放狠话没有用 让我难受才行 只要你不出手 我是不屑于对这些垃圾出手的 谁让你喜欢仗势欺人呢 红军听后冷哼一声 带着众圣离去 女娲临走前又是 深深看了通天一眼 见红军等人走后 通天心里松了一口气 还好走了 红蒙亮节设计图 只能再催动一次了 下次得想个万全之策了 通天这样想着 而结教众人见通天 居然打跑了道祖带领的武圣 纷纷兴奋不已 武当这时 看向通天教主 难难道 难道师尊也要重修那一道吗 还好 有那位前辈守着 否则后果难料 精灵圣母也听到了武当的话 紧跟着说道 是啊 当务之急 我们要尽快提升自己了 至少不能被十二金仙给超过 几位清传弟子 和赵公明几人听后 都是点点头 只见这时的通天教主 终于是转修成功 身上的气势开始暴涨起来 越来越深厚 不多时 通天教主的修为 竟是直接来到了混元金仙巅峰 随后就见通天教主呼出一口浊气 接着睁开眼 看向了通天 道友 多谢 若不是你 我此生恐怕就要不满遗憾了 通天则是呵呵笑着 接着一把抓起通天教主 直接来到了毕游宫 恰好我也是精通见到法则 我便传授你一些 相信用不了多久你 便能踏入混元大罗金仙 通天教主听后欣喜不已 他正愁怎么突破呢 随后他疑惑问道 道友 你这诸仙剑阵 怎么是先天至宝啊 还有清平剑 怎么感觉我们好像就是一个人 但是又不太对 通天听后 只是笑了笑说道 我的时间不多 今后你便会知道了 说吧 便开始传授给通天教主 见到法则的感悟 此宵宫 红君此事高坐之上 脸色阴沉 其余五圣 则是大气都不敢喘 元使和准提 此事已经被天道给复活了 圣人元神寄托天道 不会真正死去 但是那种冰死的感觉 却是深深刻入了 两人的灵魂之中 风神亮节已出现变数 你们今后多注意节教 那黑袍男子 不会轻易出手 你们只要保证 亮节能正常继续下去便可 几人听后点点头 元使这事问道 老师 那通天自费圣位 难道就这么算了 红君阴沉着脸 盯着元使 那你还想怎样 通天已经没有危险 不是正适合对节教出手 尽快安排下去吧 说吧 红君消失在了原地 他要赶紧去恢复本元了 本元的损失让他的实力也下降了 见红君走后 几人纷纷离开紫霄宫 女娲则是直接回了蛙黄天 四圣又一次齐聚昆仑山 打算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安排 第100章 在意风神细节 元使道有 如今那黑袍男子和老师立下约定 不会出手 而通天又已经废了 眼下正是被节教出手的时机 元使听到接引这话 心中慢慢有了想法 老子这是说道 老师曾说过 此次亮节的开端便是大商的朝代更替 最好还是从此处下手 谁也不知道 那神秘男子 会不会为了节教鱼死网破 元使也是反应过来 大哥此话说得有理 温妥起见 还是从大商入手 我们不插手 让门下弟子 击杀节教弟子 想必他也没有理由出手 准题也是同意道 没错 那神秘男子的诸仙见证太恐怖了 比通天的还要更强 根本不是我们能招架得住的 还是从弟子入手吧 几人听后 也只能这样决定了 元使这时继续说道 准题 那个人必须拖下水 至少不能让他坐山观虎斗 此事就交给你了 准题听后一想 元使说的也有道理 便答应下来 就这样 双方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起来 通天将法则感悟 传授给通天教主之后 便叫来赵公明 前辈 有何吩咐 结教有个外门弟子 叫石姬吧 你将他换来 赵公明听后点点头 随后便去寻找石姬 通天接着心里想到 石姬这一关不能疏忽 得早做准备 还有孔宣小子 得想办法 把他弄到结教这边来 不多时 赵公明已经将石姬带来了 在赵公明找到石姬的时候 石姬还在想结教的这位前辈 找自己 是因为何事 于是 怀着忐忑的心思 来到了金敖岛 拜见前辈 通天见状点点头 随后吩咐道 石姬 你有一死结 若要化解死结 需要结教的师兄弟帮忙 赵公明听后疑惑不已 还是开口道 前辈 我们要怎么做 石姬听到通天的话 则是愣了片刻 心中惊骇不已 随后也是 一脸紧张地看着通天 很简单啊 你派三霄或者其他人 只要实力能比产教的人 强得都可以 两人听后恍然大悟 随后两人失了一礼后 便退下了 而通天则是没有闲着 也消失在了金敖岛 大商禁地三山关 通天查看了一番 发现孔宣就在这里 于是直接便进入其中 孔宣 平行 此时正在修炼之中 感应到有人出现在自己身旁 下了一个机灵 是谁 通天这时出现开口道 不愧是天地间第一只孔雀 警惕性很强吗 而本世界的孔宣 看到这一幕 哭笑不得 孔宣 平行 这时看向通天 震惊不已 同时心生警惕 心中暗暗道 此人竟然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根脚 他到底是谁 怎么从未听说过 通天见状继续说道 你不必惊慌 我若是想害你 你现在已经是原神俱灭了 孔宣这时如临大敌 做出防御姿态 你是谁 找我干什么 通天则是周身气势一放 直接用威压将孔宣给震慑住了 孔宣感受着无法反抗的气势 心中更加绝望 而通天则是没有废话 直接一道印记打向孔宣没心处 等到孔宣消化完其中的信息 震惊不已 这是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被抓到西方去 你休要骗我 通天笑道 信与不信有你 你的五色神光虽强 但还不是准提七宝妙术的对手 孔宣听后心惊不已 还在思索着通天说的话 好了 我要走了 若你想摆脱命运 便来结教找我 说吧 通天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孔宣此时还没有回过神来 他能感受到通天的修为要远超他 接着脑海中的那一幕 又一次浮现出来 难道我真的会落得如此下场 此人说是结教之人 为何我从未听说过 对了 前几日结教出现的那个神秘男子 好像就是此人 看来 他说的多半是真的 否则以他的实力 我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想到这里 孔宣也明白了通天的身份 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他想办法破去此劫 通天接着已经是 回到了金敖岛 大商那边有赵公明和精灵圣母 自己完全可以只盯着那几位圣人了 时光如梭 风神大战已经是进展的如火如荼 孔宣也早已归于结教门下 成为通天教主的清传弟子 准提本想利用地心 以此拉女娲下水 结果被通天提前戳破 她的一切行径 都暴露在了女娲的眼皮底下 随后 女娲打上须弥山 和准提大战一番后离去 而铲教的人 也扶持起了姬昌等人 在铲教等人的忽悠下 姬昌彻底造反了 铲教派来江子牙作为封神榜的执掌者 带领周朝大军一路攻破商朝各处领地 太师啊 如今那鸡昌有些人相助 这可如何是好 若是凡人对战 他鸡昌怎么可能会是我商朝的对手 文仲听到帝兴的话 想起了他的师尊精灵圣母 曾经和他传训过 若是铲教参与凡人的战争 就让他回去找他 想到这里 文仲下定决心 于是对着帝兴失了一礼说道 陛下 不必惊慌 我也算是截教弟子 我去请我截教的师叔们 前来助阵 说吧 文仲就出发前往金敖岛 恰好 深宫报下昆仑山时 受到原始的指示 让他把截教弟子 一个一个骗出来 让十二斤先杀掉 而此时 他就在前去忽悠 另一个截教弟子出山的路上 赵公明此时 正在和精灵圣母商量 是不是该派人 前去大商相助文仲 大商的战况 他们自然也在关注着 就在这时 一个外门弟子 前来跟赵公明汇报情况 师兄 最近有师兄弟反映 有一个贼眉鼠眼的道人 正在四处寻找我们 截教弟子的洞府 劝说他们 下山相助大商 赵公明一听来了精神 哟 果然不出前辈所料 此人已经出现 是时候行动了 随后 赵公明吩咐道 传令给所有的师兄弟 除了一部分闭关要紧的 其余人等我回来 都随我前往大商 至于那个贼眉鼠眼的道人 让我先把他捉来再行动 说吧 赵公明打算亲自出手 跟着那名弟子说的方向 寻找着申公报 第101章 四水关大战 不多时 赵公明已经看到了那个身影 于是心生一计 只见赵公明出现在 申公报没发现的前方 等着他来 申公报正想着自己 一路也找到了不少的截教弟子 怎么他们看自己 都像是看傻子一样 没有一个愿意出山的呢 走着走着 申公报发现 前方有一个气息强大的人 感受着这气息 他猜测道 看来此人应该是截教的人 只是这么强会是谁呢 若是能把他劝去大商 再让师兄们把他杀了 师尊应该会对我刮目相看吧 想到这里 他开始行动起来 道友请留步 赵公明一个回身 直接寄出定海神珠 砸向申公报 申公报见状面露惊恐 同时百思不得其解 这怎么上来 直接就动手了 不讲武德 赵公明可不管这个 申公报接着直接被砸得奄奄一息 赵公明收起定海神珠 看向申公报 自言自语道 这么不堪一击 打完收工 说吧 将半死不活的申公报 直接扛走 不一会儿就到了金敖岛 本世界的第一看到这里 也不禁觉得好笑 这申公报啥还没干呢 直接被擒了 这可太行了 而此时的结教众人 见赵公明回来了 纷纷上前 一看其身上还扛着一人 纷纷好奇道 掌教师兄 这是谁啊 赵公明神秘一笑 接着说道 这就是那位前辈说的 产教要派到我们结教的卧底 申公报 众人纷纷看向申公报 感受着其修为 不屑道 就这点修为 我们结教随便一个外门弟子 也能收拾 就是 他还想坑害我们出山 简直可恶 我看不如将他杀了算了 赵公明听后却是说道 不着急 我先将其交给前辈处理 你们在此处等我 说吧 赵公明前往毕游宫 通天看着眼前的申公报 心里有了打算 先将其囚禁在金敖岛吧 你们赶紧去大商吧 赵公明听后便退下了 通天将申公报的修为 直接封住 扔到了一处山洞 派了一个弟子看护 就在赵公明等人 要前往大商时 多宝已经出关了 他急忙来到队伍前 找到赵公明 师弟 还请让我一起前去 赵公明见到多宝到来 也是给足了面子 既然如此 师兄 我们便一同前去吧 先前看你在闭关 我便没有打扰 产教向来看不起我们 此番 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众人听后都纷纷称事 这时 只见闻众终于来到金敖岛外 正好看到一众结教弟子 正聚在一起 心中好奇 师尊 弟子前来拜访 精灵圣母听到闻众的声音 便说道 进来吧 随后 闻众进入金敖岛 向精灵圣母说明了 如今大商的情况 赵公明听后笑道 走 让他们铲交看看 我们结教的厉害 说吧 一众结教弟子 浩浩荡荡 赶往大商前线战场 而此时的江子牙等人 已经打到了四水关 恰好此时 孔轩正在四水关坐镇 江子牙眼看拿不下四水关 接着就向十二金仙救助 诸位师兄 那孔轩实力强横 哪诈他们拿不下 还请诸位师兄出手 广成子听后淡淡道 让我去挥挥这个小子 看看他有几斤几两 燃灯这是开口了 莫吉 此人的战斗我看了 他的天赋 神通你不是对手 还是我去吧 广成子见状 也只能答应下来 燃灯毕竟是产教副教主 随后 江子牙便开始安排起来 几日过后 周朝军队全部聚集四水关 燃灯就在军队 阵前高声喊道 孔轩 出来受死 孔轩自然也听到了这声音 冷冷回应道 铲教师没人了吗 连你这副教主都下场了 燃灯却是冷笑一声 哼 修成口舌之力 你我做过一场 说吧 燃灯祭出他的乾坤尺 朝孔轩宫去 而此时的十二金仙 正在虚空中埋伏着 一旦燃灯不敌 他们就会一拥而上 只见 孔轩施展五色神光 和燃灯站作一团 渐渐的燃灯开始不敌孔轩 连乾坤尺 也被五色神光给刷掉了 就这点实力 都能当产教副教主了 看来原始这个教主 也不怎么样吗 原始此时也在看着这场战斗 听到孔轩这话 瞬间怒火中烧 随后直接传讯给十二金仙 让他们一起出手 而这时的结教众人 也已经距离四水关不远处了 十二金仙收到原始的指示 纷纷现身 一拥而上 孔轩健壮冷笑一声 哼 铲教果然都是些 见不得人的东西 以多欺少事吧 随后孔轩继续疯狂 施展五色神光 向几人刷去 十二金仙和燃灯健壮 合力一击 将孔轩的进攻破解 第一看到这里 不禁赞赏道 不愧是圣人之下第一人啊 小轩你现在若是对上这个世界 孔轩有几分胜算 孔轩这时则是笑道 师父 你这是什么话 我现在的实力 那绝对碾压这个世界的孔轩啊 但是他能自己修炼到如此地步 确实也是很猛啊 第一听后 满一点头 在看向投影中 孔轩此时 在十二金仙和燃灯这个副教主的进攻下 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只见这时 远方出现一对浩浩荡荡的人马 乌泱泱的一片 好似大军来临 众人见状纷纷停手了 江子牙看向远处 面露惊恐 各位师兄 不好了 结教的人来了 众人见状震惊不已 不是说好了一个个来吗 怎么全来了 申公报怎么回事 这他们骗来这么多结教弟子 江子牙一时雨色 就在众人还愣神的时候 赵公明三霄 和几位清传弟子 已经来到了孔轩身旁 精灵圣母 搀扶着孔轩说道 师弟 你怎么样 孔轩见众人都来了 松了一口气 笑道 无事 师姐 他们已多气少罢了 精灵圣母几位清传 看向十二金仙 面露弩色 三霄这时则是说道 今天是个好日子 大哥 你帮我们拦住燃灯 看我们姐妹三个 给十二金仙一点颜色看看 说吧 穷霄上前喊道 十二金仙 你们不是喜欢以多气少吗 快来受死吧 而远在昆仑山的原始见结叫 竟然触动了这么多人 眼皮直条 第102章 通天显露真面目 他想要出手 但是又害怕 通天也在看着 只能忍住 十二金仙 这时被穷霄的话语 直接激怒 只听广城子喊道 披毛代甲之辈 也敢猖狂 说吧 十二金仙 齐齐出手 随着广城子这句话骂完 结叫众人都怒了 燃灯还想阻拦一番 眼看十二金仙已经上了 自己也不能闲着 跟着就要上前 赵公明这时 直接祭出定海神珠 朝燃灯砸去 而三霄也趁此机会 直接布下九曲黄河镇 十二金仙 顿时被困入阵中 燃灯见状着急了 要是十二金 先在自己眼皮底下出事 原始天尊 非得扒了自己的皮不可 只见他疯狂 想要摆脱赵公明 而多宝几人 自然也不敢看着 直接下场 群殴燃灯 燃灯直接绝望 这他们怎么玩 在一阵神通的 狂慌乱诈之下 燃灯此时 已是奄奄一息 其余结叫众人 又将江子雅给抓住 跑都没得跑 此时的十二金仙 在阵中是叫苦连天 三肖突然想起通天的话 纷纷不再留守 本来他们打算 萧去十二金仙顶上三花 废弃修为就算了的 现在直接改变主意了 十二金仙也感觉到了 这阵法的厉害 纷纷拼命反抗 广城子更是大喊 你们竟敢下如此毒手 我们师尊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三肖一看 你还挺能叫嚣 接着加大阵法催动 原始这时 已经不能再忍下去了 直接出现在似水关上空 这他们眼看着 惨叫就要玩完了 还忍个屁来 接着就是施展圣人威压 更是直接出手 想要斩杀三肖 通天自然也感应到了 紧跟着出现在似水关挡下原始一击 接着和原始对峙起来 原始一见通天出现 怒火冲天 该死 安敢如此欺我 说吧 原始祭出盘古番旧药 和通天决一死战 三肖和结教众人 一看通天出现 心里便有了底气 紧跟着 三肖出手更加狠辣 燃灯则是直接被当场斩杀 原始见状 怒气冲天 叔子 你该死啊 接着 原始直接向结教弟子出手 想要以此泄愤 通天则是冷声道 你是真不将我当回事啊 原始 说吧 通天祭出清平剑 直接斩向原始 原始只能奋力抵挡 然并乱 原始直接被斩出树里 其余圣人再也不能看下去了 纷纷出现在似水关 这时 十二金仙再也抵挡不住 九曲黄河阵的功法 从广城子开始 一个接一个陨落 原始见状 悲愤交加 大哥 救我铲教啊 老子听后一脸无奈 并没有出手 他在看着通天 心里感觉 此人很是熟悉 却又不是那么熟悉 这种怪异的感觉 加上通天的实力 让他不敢轻易出手 片刻之后 十二金仙禁数陨落 浑上风神榜 原始此时一脸绝望 自言自语道 完了 缺完了 啊 我要你陪葬啊 说吧直接疯了似的 冲向通天 通天则又是挥出一剑 直接将原始重伤 红军此时在紫霄宫 本来正努力修复着本源 他却发现 怎么也修炼不回来 于是询问天道是否一样 天道的回答同样如此 红军震怒不已 该死啊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 鸿蒙至宝 就在红军还想 做些什么的时候 天道传讯给他 说是原始又一次 命悬一线 让他赶紧去救他 红军则是一脸猛逼 我就闭个关的功夫 这原始他们 怎么又要挂了 红军急忙查探起洪荒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他们铲叫 直接被灭门了 于是他急忙降临 四水关上空 阁下 不是说好了 不会插手吗 你这是何意 通天听后则是笑道 这可不是 我先动手的 你得问原始 说着眼神微眯 看向原始 此时的原始 已是彻底疯狂 眼睛血红 自身伤势也是颇重 红军恨铁不成钢地 看向原始 完了 他好像要走火入魔的节奏了 通天见状赶紧补刀 一箭消售 原始直接再次 引恨西北 众人都看呆了 都没想到 通天居然如此狂妄 当着红军的面 又一次杀了原始 前辈威武 前辈你好帅啊 结叫的众人 高声呼喊 赞颂着通天 红军则是一脸猛逼 随后回过神来 阁下 你是不是太过了 这里不是你的世界 你就不怕因果报应 通天则是笑道 因果这东西嘛 我大哥会帮我解决 我会怕 笑话 哈哈 本世界的第一看到这里 哭笑不得 这小子 比我还威风 我他妈 还成工具人了 我谢谢你啊 众祖乌听后 哈哈大笑 通天说的是啊 咱们巫族什么时候怕过因果 曾经就有人说 因果不因果的 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 是不需要怕因果的 哈哈 几位祖乌口无遮拦地说着 第一虽然有心阻止 但他觉得没必要 自从他彻底无敌于洪荒 他就相信 既然命运 让他重活一世 他又何必畏首畏脚 从那一刻起 第一终于真正踏入了无敌之路 再看向平行世界这边 红军听到通天说 他还有一个大哥 心惊不已 他也一时难以判断 通天此话的真假 但是从通天的语气上来看 不像是假的 于是 红军更加猥琐了 本来他还打算着 跟通天鱼死网破的想法 现在看来也不现实了 阁下 不知尊姓大名 你的哥哥是何人 通天这时也不再伪装 直接将混沌珠 隐秘自身容貌气息的神通撤去 众人见到通天的模样 纷纷惊骇万分 一个个目瞪口呆 什么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是通天教主 老子准提几人 面露惊恐 不可能啊 通天不是自飞胜位了吗 怎么会这么强 红军见状 也是一脸错愕 完全没想到这个结果 回过神之后 他继续问道 阁下 你到底是何人 通天这时哈哈大笑 我就是通天啊 不过并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通天 至于我大哥嘛 肯定不会是老子就是了 老子听后 一脸飞线 第103章 红军忍不住再次出手 红军这时也是疑惑不已 但是通天不肯说 他也没办法 而结教众人 再看到这个新出现的通天 也都是震惊万分 前辈居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对啊 而且前辈估计也是 另一个世界的通天教主 怪不得会来帮我们结教了 如此说来 还有别的洪荒世界了 老子等人见状疑惑不已 通天到底是怎么做到 能横跨两个世界的呢 这是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但是众人也知道 根本问不出什么 红军此时已是进退两难 他不想跟通天发生冲突 他连鸿蒙至宝都能拿出来 谁知道他大哥会不会直接降临这个世界 但是现在通天明显已经干扰了 风神亮节的正常趋势 一时间 红军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通天这时说道 红军 风神亮节 你若是还想继续下去 那就管好你手下的圣人 若是再有人以大欺小 那可别怪我 红军听后 脸色难看至极 但是眼下只能先答应下来了 阁下说的也有一番道理 那便如此吧 老子 你们几人日后不准再出手了 交给门下弟子吧 如今铲教全部上了风神榜 西方教和你人教 便不能置身事外了 务必尽快填满风神榜 说吧 红军就离开了四水关 老子几人 见状马上也追上红军离开了 这个残局谁爱收拾谁收拾吧 结教众人看到通天 竟然凭借一己之力 就劝退了道祖和几位圣人 纷纷兴奋不已 紫霄宫 三圣这时 已经跟着红军 进入了紫霄宫 老师 总不能就让那人这么猖狂下去吧 我们该怎么办 就算我西方教全部填进风神榜 也还是不够啊 准题如此说道 其余两人也是点点头 红军这时正在思考对策 忽然他想到了什么关键之处 你们先回去准备吧 让你们门下弟子小心一些 此事我自有打算 说吧 便消失在了原地 老子三人面面相去 一脸无奈 就在这时 原始已经再次被天道给复活了 只见他直接出现在老子身边 吓了几人一跳 老子健壮 苦口婆心劝说着 二弟啊 此番不是我们不肯出手啊 而是那人威慑力太强了 我等就算上了 也改变不了什么的 你要理解为兄啊 原始则是一句话没说 脸色始终都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过了很久 才恢复了一丝神志的样子 几人 看向此时原始的状态 疑惑不已 心中暗暗道 看来 圣人死多了会丢失一部分神志啊 以后要小心了 就这样 几人各自心怀鬼胎 离开了紫霄宫 自从回到昆仑山后 原始过了很久 才彻底恢复过来 清醒过来后 他就怒火中烧 每天都在不听地咒骂着通天 而结教这边 则是一片祥和 江子牙虽然被众人活捉 但是却并没有立即杀死 赵公明几人 将其封神榜抢过来之后 才杀死了他 这一日 通天面怀愁色看向通天教主闭关之处 自言自语着 我的时间不多了呀 你还不出关吗 说吧 只见这时通天闭关之处 光芒四射 紧接着周围的灵气 犹如实质般涌入其中 红军这时在紫霄宫 也感应到了这股气息 瞬间勃然大怒 好你个通天 你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成就会员大罗金仙也就罢了 竟然还让这个世界的通天 走上这条路 这是要与我不死不休啊 说吧 红军消失在紫霄宫之中 顺便通知了四圣 让他们齐聚金敖岛 不多时 红军就来到了金敖岛 紧跟着四圣也到了 通天也感应到红军来了 他知道 这已经是触及了红军的利益了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顺势通天 出现在金敖岛上空 看向红军和四圣 怎么 红军 这么快就忍不住了 红军听后面露弩色 阁下 你太过了 你应该知道 我是绝不允许让他突破的 通天随即反驳道 红军 你的骗局对其他人也就罢了 既然我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你的骗局只会是不堪一击 红军听后怒火冲天 随即冷笑一声 阁下 我想 你在这个世界停留 应该是有时间限制吧 红军其实也不知道 于是便打算 诈一诈通天 通天听后虽然惊讶 但是随后说道 红军 你也不用诈我 我既然敢来这一次 就还会来下一次 而且 若是下一次来 那可就不是像这次这么简单了 若是不幸 你可试试 我大哥神通广大 他想做的事 还没有不成的 你想试试 红军明显也被通天 此番话震慑住了 就在几人愣神的时候 通天教主已是突破完成 修为直接突破至混元大罗金线 红军见状暴怒不已 该死 随我出手 今天势必要给他一个教训 通天此时早有防备 直接寄出鸿蒙良节设计图 将红军拉入其中 红军一见 又是这鸿蒙至宝 瞬间长子都毁清了 不该这么草率的 但是局面 已经不允许他所掌控了 四圣见状惊害不已 才一个照面 红军就被拉入其中了 他们一时也不敢动作了 生怕通天 祭出诸仙剑阵 将他们也拉进去 但是通天教主 这时突破完成 已经从赵公明那里 了解了闭关这段时间的前因后果 急忙来到通天旁边 看着这个面容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男子 通天教主愣神片刻后 便先收起心思 而四圣见通天教主出现 都震惊不已 尤其是感受到通天身上的气势之后 更加错愕 原始不可置信道 不可能 你怎么会又成圣了 老子双眼微眯 开口道 不 他不是圣人 这是其他的正道之法 没想到居然被通天给突破完成 怪不得老师要如此大动尴尬 几人听后恍然大悟 随后纷纷惊骇不已 通天教主 则是迫不及待地 想要实验一下自己的实力了 只见他祭出他的倾平剑 上前和四人站坐一团 不多时 他就感觉到吃力了 心中想到 看来会员大罗金仙再强 也不能跃及同时作战四位圣人啊 也罢 若是一对一 或许只有老子 会是我的对手了 想到这里 通天教主也不再留守了 第104章 四圣相继陨落 只见他祭出诸仙剑阵 老子几人剑撞连忙后撤 但是并没什么用 四人还是被拉入了通天教主 平行的诸仙剑阵 通天在一旁看到这里满意不已 随后两人纷纷加大功力 催动阵法 红军此时也是后悔不已 天道也在其体内咒骂不止 该死啊 这鸿蒙之宝就没有弱点吗 红军赶紧想办法 我的本源还在减少 红军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只怪自己心急 好好等通天走了不就没事了 现在本源被磨灭无法恢复 实力也跟着下降一大截 红军尝试着催动全部的天道之力 来抵抗这些亮节之力的侵袭 但是根本毫无作用 亮节之力作为最神秘的力量 根本不是人为可以操控的 但是这件鸿蒙智宝 却是将亮节之力运用到了极致 红军只要稍微一放松 就会被亮节侵入体内 随后这股亮节之力 就像是有意识一般 疯狂磨灭着他的本源 简直防不胜防 红军剑状都要疯了 四圣这边也是拼命反抗 虽然通天教主的诸仙剑阵 不是先天智宝 但是已经足够收拾四圣了 此时阵中的四圣 已是显向迭升 任凭太极图和盘古藩 这两剑先天智宝在牛逼 老子和元始 也是难以抵抗剑气的冲刷 准提和接引 此时也是自身难保 他们本身宝物就弱 现在只能勉强抵抗这些剑气 通天教主想起通天之前说的话 为了避免他们破阵 直接集中大部分煞旗剑气 一同攻向元始 经过两次陨落之后 元始已经是四圣中最弱的了 虽然他有盘古藩 但是这是攻击法宝 根本不是防御法宝 老子见状急忙 祭出太极图 想要援救元始 但却是为时已晚 只见又是天降血雨 万无悲弃 元始再一次隐恨西北 通天教主见计划成功 开始全力对付其余三圣 就这样大战持续下去 谁都没有留守的理由 而此时的结教众人 看向这场大战 纷纷兴奋不已 师尊浩强啊 才刚突破会员大罗金仙 就有如此战力了 我结教该大兴啊 是啊 教主无敌 很快 大战就要到尾声 而准提再一次 被诸仙剑阵给斩杀 洪荒又一次天降血雨 洪荒众生 此时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老子见状 还是不着急 显露自己的全部实力 通天教主自然也发现了 他一直看不透的就是老子 和红军一样的性格 老隐蔽啊 就在通天教主 还想再斩杀接引的时候 红军已经从 鸿蒙亮节设计图中出来了 只见他此时微米不振 感觉被掏空了所有 红军回过神 直接就跑路 他再也不想打下去了 这鸿蒙至宝太恐怖了 心中怒道 五成本元啊 该死 老子和接引剑红军 居然抛下他们 独自跑了 心中气愤不已 现在他们就是戴载的羔羊 通天过来看向通天教主说道 要不要帮忙 通天教主兴奋不已 正想逼出老子全部实力呢 随即点点头 而通天剑状也是有了心思 直接祭出清平剑 让其冲入剑阵 老子两人在阵中 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但是那种感觉一闪而过 就在接引奋力抵抗剑阵中 煞气剑气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清平剑 直接洞穿了他的头颅 随后的洪荒众生 老子剑状惊恐不已 也暗暗决定不能留守了 要不然就危险了 只见他催动神通法术 瞬间从其本体分裂出三个人 其中一个和老子一模一样 另一个近视和原始一样 最后一个则是想集了通天教主 通天剑状难难道 一气化三清 老子的底牌 通天教主剑状疑惑不已 他都不知道 老子什么时候练会了这个神通 居然能分化出自己来 通天随后继续说道 还记得你们三兄弟诞生吧 这神通 若是没有你和原始的本源 他根本不可能修炼成功 想必 这就是那时夺了你们二人的本源 他才修炼成功的 通天教主听后惊骇不已 随后愤怒无比 老子 你欺人太甚啊 说着 全力催动着剑阵 通天则是笑着问道 你想夺回本源 修炼此法吗 通天教主听后一愣 随后反应过来 两眼闪过精芒 道友此言当真 通天哈哈大笑 自然当真 就看你要不要了 通天教主连忙答应下来 随后通天开始操控起清平剑 小心翼翼地游荡在老子身边 突然一个偷袭 清平剑直接刺入老子本体之中 却不是想要他的命 而是催动清平剑吸收着本源之力 通天教主此时是兴奋不已 而老子则是惊恐万分 他连忙开口 三弟 放我一马啊 你的本源我还给你就是了 不要让他吞噬我的本源啊 老子此时的模样 已经没有了先锋倒鼓的样子 整个人壮若蜂魔 恐怖无比 通天教主 假装一脸无奈地说着 我的好大哥 我也没办法呀 又不是我在操控清平剑 你以前每次向着原始的时候 可不是这副模样啊 我的好大哥 你的无欲无求 无为之道呢 好吗 通天教主 这波直接嘲讽至极 老子听后气愤不已 一口鲜血喷出 但他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反抗之力了 因为清平剑 已经将其一部分本源 和原始通天的本源 都吸了出来 剑清平剑已经成功 通天教主也不留守 催动剑阵 直接将老子绞杀 老子则是一脸绝望 洪荒众生 红军这时早已回到了紫霄宫 看着四圣一个个被斩 他没有任何办法 该死啊 我的本源已经少了五成 今后根本不可能突破了 可恶啊 居然断我前路 就这样 红军只能在无尽的愤怒中 继续猥琐在紫霄宫 天道也因此实力大损 同样的经历两次量节清洗 两人都被磨灭了五成本源 此时 金敖岛的众人 已经开始欢呼庆祝起来 道友 此番真是多谢你了 若不是你 我结交威仪 日后若是需要用到频道 尽管开口 通天听后却表示 没什么 第105章 返回本事件 我的时间不多了 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红军等人已经被重创 想必 以你现在的实力 已经足够周旋他们了 希望你能带领结教更进一步 通天教主听后 心中很是不舍 赵公明几人 也是纷纷说道 前辈 就不能留在这了吗 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你 通天听后笑道 只要有缘 我们自会相见 通天教主随后说道 道友 还是多谢 你能来相助与我 我们有缘再见 好了 我还可以停留一些时日 这段时间 我就将剑之大道 与你再讲讲 若是日后你对付不了红军 可以去找地府的平心 你应该知道怎么说 只要能让他踏出地府 他肯定会帮你 这个世界的风神亮节到此 也算是结束 红军已然无力改变 再加上四圣的陨落 天到还要复活 他们肯定是会付出一定代价 时光如梭 转眼便到了任务期限的最后一天了 通天笑着和众人告别 现在的通天教主 虽然对不过红军 但是却已经跳出了原本的命运 熟悉的黑洞之门再次出现 通天随后踏入其中 这时 第一的脑海中 也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第一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 获得特殊物品 自选一件 第一在听到这个声音 也是终于放下心来 其实这个任务 他当时也是很担心 通天会完不成 没想到他做的反而好很多 不多时 通天出现在众人面前 紧跟着身上气势一掌 修为顺势来到混元大罗金 先六重天 众人纷纷上前恭喜着 第一的原神修为 也顺势来到混元无极大罗金 先五重天 肉身则还是六重天 第一看着通天笑骂道 你小子挺会装逼啊 还我给你兜底 以我之名给你装逼啊 通天善善笑道 大哥你这么厉害 还不能让我炫耀一番吗 嘿嘿 随后 第一不再言语 众人庆祝过后 也就散去了 通天在临行前 便将鸿蒙亮节设计图 和混沌珠 还给了第一 第一接着便收下来 这时 第一脑海中 已经有了最新的想法 小二 我选天道运养神池 第一 恭喜获得天道运养神池 接着 第一将之前 获得的天道雏形 放入天道运养神池之中 他打算培养出一个新的天道 这样就可以放心地 斩灭如今的天道了 小二 这得运养多久 才能取代如今的天道啊 主人 现在就可以 天道雏形 可以掌管洪荒后 在运养神池里 慢慢成长的 第一听后 兴奋不已 本来还打算再等等 看来 是时候一桶洪荒了 这时 第一脑海中 不禁想到 前世电视剧里 看到的一句台词 千秋万代 一桶江湖 晃了晃头 第一自言自语道 呸呸呸 啥玩意 我可不想修炼葵花宝典 想到这里 第一便离开了祖物殿 如今的洪荒之中 格局已经很明显了 人族在第一的扶持下 已经完成了三皇五帝的更替 人族一片欣兴向荣 和巫族也是相处融洽 有了很多的通婚案例 此消功 此时的天道 已经有了新的想法 第一 总有一天 我要你好看 只要我吞噬足够多的 小世界天道 我一定可以 把本源补回来 到时候 我们走着瞧 这段时间 天道一直在想办法 恢复本源 还真就让他给想出来了 于是他就打算 用老子的身躯 前往别的小世界 吞噬其余天道 就在天道话音未落之际 一道 令他头皮发麻的声音响起 小天子 你这是想让谁好看啊 只见第一出现在天道身前 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天道一阵慌乱 随后镇定下来说道 第一 你来干嘛 竟敢擅闯我紫霄宫 第一一脸细血地看着天道 小天子 鉴于你之前 总是喜欢找我的事 现在改我了 你倒是还挺会选 红军若不是 我在控制 你现在早就被他恋化了 现在你居然又选择 太上老子合作 真是昏头啊 天道听到这里 是勃然大怒 第一 你有什么资格 敢这么跟我说话 大胆 第一随意摆摆手 继续说道 你不要鬼叫了 马上让你看看我 有没有资格 说吧 第一季出 鸿蒙良节设计图 和鸿蒙珠 直接困住天道 将其拉入 亮节设计图中 天道见状惊恐万分 鸿蒙珠居然将自己困住 连天道意识都脱离不了 太上老子的身躯 才一瞬间 自己就被拉入其中 天道对鸿蒙亮节设计图 认识可太深了 磨灭了自己五成本源 根本不讲武德 第一剑成功捕获 面露喜色 乖乖接受洗礼吧 一会儿你就老实了 在第一的全力催动之下 天道那凄惨的声音 响彻整个紫霄宫 浩天和瑶池也是看到了 但是根本不敢插手 不一会儿 天道绝望的声音 喊道 第一 你竟是要彻底磨灭我的本源 即使有地道和人道在洪荒 也会崩溃毁灭的 你快助手啊 第一则是不屑说道 你偷洪荒本源的时候 应该不是这副样子吧 现在知道求饶了 晚了 说吧 红蒙亮节设计图一阵绞杀 天道彻底没了声音 剩余的五成本源被磨灭 天道已经破灭 与此同时 整个洪荒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整个世界都在摇摇晃晃 仿佛是要世界末日了一般 众人都惊慌失措 十一组屋见此情况 想要寻找第一 却是怎么也找不到 这时 后土和女娲双双传讯道 天道陨灭 洪荒现在只有地道和人道 极其不稳定 快来帮忙 十一组屋听后 急忙分散开 打算前去帮助后土女娲 就在此时 第一在斩灭天道之后 已经来到了洪荒本源之处 看着眼前受损严重的洪荒本源 第一心疼不已 随后他将天道雏形拿了出来 随后布置下 天道运养神池 第一继续取出一丝洪荒本源 将其引入天道雏形之中 只见天道雏形 此时吸收了洪荒本源 瞬间便有了反应 第106章 孕育新天道 虽然还没有完整的意识 但是此刻这个天道雏形 已经是成为了新的洪荒天道 第一继续取出一些宝物 蕴养着洪荒本源 眼神看向其他两处 发现地道和人道 好像对蕴养神池很感兴趣 不停地想过来钻入其中 又害怕第一在旁边 第一见状笑了笑 一想 既然都没成熟 不如都放里面吧 这样 他们也不会基于洪荒本源了 成长也能更快一些 想到这里 第一也是迫不及待的 就将地道和人道两道 充满玄奥气息的意识 放入了蕴养神池之中 随后第一满意离开 此时的洪荒 在天道雏形出现之后 又重新稳定了下来 女娲和后土 突然感觉 自身掌控的人道和地道 好似进入了一个 非常舒服的环境中 正在缓慢诞生自己的意识 两人见此情况 也是欣喜不已 竟然完全没有担心 这意识会不会影响自己 因为在他们眼中 自己才是真正的掌控者 而不是人道或者地道的意识 地道和人道越强 他们才会越强 上限越高 所以两人都很开心 而此时的几位天道圣人 心中惊恐不已 因为随着原本天道的破灭 他们寄托在天道之中的原神 竟然自己回来了 而且自身的修为 一路跌破至成圣之前 原始神色绝望道 怎会如此 我的圣人之位啊 准提和接应两人 此时倒是一脸兴奋 师兄 看来我们可以不用偿还天道功德了 是啊师弟 不过我们的修为 准提眼珠一转便有了心思 接着说道 师兄 我们不妨去找那第一 看他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机会 毕竟我们之前 也只是听从天道的安排 接应听后 也觉得有道理 接着两人随后 踏上了前往巫族的道路 第一此时 也已经是 回到了紫霄宫 太医此时 也已经出现在了紫霄宫 只不过 他的修为 已经降到了准圣后期 而老子也恢复了自身 修为一样 回到了成圣之前 第一 若我不死 我一定会给我大哥报仇的 太医依然是恶狠狠地看着第一 这时的他 根本做不出任何有效的反击 他也知道自己的结局 只能放下狠话 第一已经懒得看他一眼 而是直接一记神通 就将太医彻底给灭杀掉了 老子见眼前的第一 如此杀法果断 心中一紧 急忙说道 前辈 我也是被天道逼迫 不得已的呀 还请放我一马 第一见状笑了笑 老子 你的算盘我很清楚 不过我还不打算杀你 毕竟你也是 身为父神的元神之一 我倒想看看 你能不能给我什么惊喜 说吧 第一直接离开了紫霄宫 老子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也是真的怕第一不管不顾 直接灭杀了他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没有办法抵抗 而第一的想法也很简单 他知道 老子和红军一样都是 不甘于屈居人下之辈 肯定不会就这么认命 他想看看 没有天道的束缚 身为盘古元神的老子和元使 究竟能走到什么地步 第一回到祖物殿之后发现 众人都在等着他 大哥 刚才红荒好像都要破碎了 但是忽然之间就稳定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你做的吗 帝将见到第一 就急匆匆地上前问着 第一则是笑道 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天道已经被我 磨灭了所有的本源 如今也已经有 新天道取而代之了 洪荒只会越来越强大了 众人听后震惊不已 纷纷赞叹着第一的实力 第一突然想起 还有一个人没有处理 心中好奇 取出混沌空间神塔 看向其中 只见此时的红军 撞落风魔 满脸绝望 嘴里始终呢喃着一句话 不可能 天道没了 不可能啊 红军的修为 也已经降到了准胜巅峰 再也不是那个 高高在上的盗祖了 第一见状 也是将其从塔内放了出来 红军见自己终于出来了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看到一群的混员大罗 精心围着自己 十二组屋面色不善 缘缝女娲几人 也是死死地盯着红军 第一这时说道 红军 让你蹦跋了这么久 你猜猜看 如果你现在陨落了 还会复活吗 红军一脸绝望 他实在想不通 第一到底是怎么把天道灭了 只见他满脸不可置信道 第一 你休想炸我 你根本不可能是天道的对手 你一定是用了神通 将我的修为降低了 这一切都是 你骗我的 第一听后 则是笑道 要论起骗人忽悠 可没人比得上你红军啊 说吧 第一叫来六尔说道 小六尔 来让咱们这位道祖清醒清醒 他当初费你神通的仇 可以报了 六尔见状 则是感激万分 随后他静止走向红军 以红军如今的修为 六尔足以吊打他了 但是六尔却是 对着红军说道 红军 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 若不是你 我便不会遇上师父 也不会有如今 随后叹了一口气 继续道 你既然要不到红荒 又为什么要在混沌之外 我们实力低微的生灵 就不配听你的道 有原者可来听道 这句话就是个笑话 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红军听到这里 已是无力反驳 他当时也只是想用六尔立个威 不曾想 却变成了这样 只听红军继续反驳道 哼 你一个小小的六尔弥猴 有什么资格听我的道 即使是当初的斗战圣员 他也不配 六尔听到此话 是直接气笑了 既然如此 那你就好好看看 你自己配不配再说 说吧 六尔直接祭出随心铁杆兵 对着红军当头就是一棒 红军反应也很及时 急忙施展神通躲闪 但是他在混沌空间神塔中 根本无法恢复灵力 导致现在也就才恢复了一点点而已 随后 红军根本没有躲闪过去 被六尔一棒打飞出去 红军连忙起身 此时的他狼狈至极 但是眼神中的阴狠 却是更加浓郁了 第107章 红军身死 准提接引来访 若我还是混沌魔神的肉身 岂容你这小小的六尔弥猴猖狂 红军依然是气愤无比 但是他也接受了现实 他现在真的不再是圣人了 天道也是 真的没了 六尔没有给他喘息之机 继续施展神通棍法 红军这时 已经是用尽了最后一丝法力 再也躲闪不了 被六尔一棒打得肉身剧灭 就在众人想要给六尔欢呼的时候 第一则是 寄出一道时间神通 朝着虚空中覆盖而去 紧接着 众人就看到 虚空中出现的 竟是又一个红军 只不过 他此时却是原神的状态 第一剑成功抓到红军后笑了笑 我还没玩够呢 这就要走 红军 你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吗 红军原神此时惊恐不已 急忙求饶道 道友 都是我的错 求你饶我一次啊 以后我绝对不会 再跟你做对了 第一则是说道 红军啊 从你踏入洪荒 并想要试图掌控父神的洪荒时 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若不是天道 你以为你 还能活到今日 早在你成圣之前 我便能斩了你的 红军此时虽然气愤 却也不敢反驳 因为他的性命 全在第一手里了 看着红军不断求饶的样子 第一实在无法想象 曾经的红军 到底是有多能装 身为仙道混沌魔神 曾经跟他一样的三千魔神 哪一个不是意气风发 至比天高至北 但是由于红军的实力低下 被其他魔神所看不起 渐渐的 他的心思也越发变态 当初开关大劫一战 就是他搅动众多魔神 对盘古出手 他自己则是躲得远远的 虽然最后还是被盘古给震杀 但是原神却是逃顿出去 进入了洪荒 而后开启了新的仪式 想到这里 第一决定不再留守 祭出神通 随后只见红军面露绝望 拼命想要挣脱时间大到的束缚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红军 走 众人将这一幕都看在了眼里 纷纷拍手叫好 祝荣更是大叫道 天安帝 这老驱善祸害总算是死了 今后俺们总算是无敌于洪荒了 帝将几人听后 也是哈哈大笑 原奉也是赞同道 这红军自从凶兽谅解以来 一直在操控着洪荒众生 将所有 对于他来说是隐患的人都消灭掉 更多的还是那些无辜的族人 此人可以说是丧尽天良 今后总算是能让洪荒太平些了 众人听后 都是赞叹不已 原奉此话说的不假 红军的恶行确实会令众生唾弃 接着 众人便开始商量之后 洪荒的进程和发展 红军和天道没了 自然也就没有了谅解 巫族和人族 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下去 必定会在遥远的未来 壮大起洪荒的底蕴 众人散去之后 大巫行天这时来找到了第一 第一组巫 布周山外来了两个人 好像是西方的接引和准题 第一听后顺鸣雾 接着让行天将人带进来 这两人看来是打算找我寻求庇护了 不多时 行天已经将人给带到了第一面前 看着眼前的准题和接引二人 第一并没有着急开口 接引这时急忙说道 前辈 我们师兄弟二人被天道蒙蔽 得罪了前辈 还请您能网开一面 放过我师兄弟二人 准题也是顺势说道 前辈 我知道我们做的您可能不喜欢 但是我们也只是为了西方的发展 还请宽恕我二人 第一见状淡淡说道 既然你们二人心有悔悟那便算了 你们回去吧 两人听后欣喜若狂 准题随后欲言又止 狠了狠心 随后说道 前辈 不知是否有其他正道之法 可否传授我们 我师兄弟二人必会中险 第一听后来了兴趣 时候问道 哦 什么中险 两人一听就已经是明白了 看来真的是有其他的正道之法 两人对视一眼 随后默契拿出各自法宝 准题拿出了他的七宝庙述 皆隐则是拿出加持神储 前辈 这是我二人最高级别的法宝了 您若是看上 能否将正道之法传授给我二人 皆隐皆化道 还请前辈放心 我们可以以道心启示 绝不会跟巫族人族作对 还请前辈成全 第一看向七宝庙述来的兴趣 这玩意 好像和孔轩的本命神通差不多威力 给孔轩倒是正好 凭你们这两件法宝 本来我是不可能告诉你们的 不过既然你们态度这么诚恳 那便告诉你们也无妨 两人听后兴奋不已 都想着终于是有救了 随后 第一将所有的正道之法又讲了一遍 两人也知道了红军的阴谋 纷纷破口大骂 该死啊 红军是真缺的 害我们现在转修都是个问题 可恶啊 两人心中气愤不已 虽然知道了法则正道之法 但是现在 他们都已经展示了 想要走法则正道的话 那就得费了准圣修为 从大罗经先重修了 于是 两人心中迟迟下不了决定 第一也不着急 就这么看着两人左右为难的样子 终于 在思考了两久过后 二人下定了决心 我们师兄弟 也算是大毅力之人 既然如此 那便重走一遍修炼之道 随后两人向第一行了毅力之后 离开了巫族 第一看着两人的背影 也是感慨道 这两兄弟确实有点毅力 想来他们也没理由 再对巫族不利了 先让他们自己 修炼去吧 说吧 第一也不去管他们二人了 而是直接来到了孔萱住所 小萱 这是七宝妙术 你试试看看 顺不顺手 孔萱见到第一来了 还以为有什么安排 没想到竟是给自己送法宝 心中感动不已 他自然也是知道这七宝妙术的 之前只在投影中看过 还真没看过实物 现在总算是见到了 于是 孔萱好奇地拿着七宝妙术 左看看右看看 随后催动七宝妙术施展神通 没想到效果不错 第一在一旁 也是满意不已 不错 配合七宝妙术 你的本命神通 还能加强发挥 就是品级太低 只是极品先天灵宝 第108章 风云再起 说吧 第一拿出一张先天至宝升级卡 我来给他提升一波 接着 七宝妙术在升级卡的作用下 很快升级成了先天至宝级别 孔萱见状欣喜不已 师父 这也太神奇了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第一听后 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解释 虚迷神 准提和建英两人 回到虚迷山之后 便开始着手走重修法则正道的路 师兄 我们如今也算是因祸得福 要加快突破到混元大罗金线才行了 是啊 师殿 此方我们废去三师 修为必会跌落这大罗金线 我要抓紧修炼了 两人相继点点头 随后两人狠下心来 直接斩灭三师 修为跌落 但是他们并不气馁 反而神采异议 而此时的原始和老子两人 就没那么开心了 老子也已经回到了昆仑山 只见原始正在大发雷霆 他收的那些弟子 一个个敢战心惊 不敢靠近 该死啊 如今天道陨灭 我们该如何正道啊 老子也是一脸愁容 巫族必有另外的正道之法 只不过 我们和他们闹得太僵了 只怕第一不会告诉我们 原始听后 则是暴怒道 都是他这个贼子 若不是他 天道怎么会陨灭 我们也不必没有了圣人之位 搞得现在那些镇原子红云之流 都比我们强了 简直可恶啊 老子一脸无语地看着原始 心里暗暗道 这原始怕是本源丢失之后人都傻了 不能跟他掺和了 否则早晚要出事 想到这里 老子对着原始说道 原始 我还有事 就先回首阳山了 你好自为之 说吧 也不管原始说什么 便直接离去 原始看着离去的老子 一脸猛逼 大哥这是怎么了 是我哪说的不对吗 算了 当务之急 还是要想办法正道 原始自言自语着 进入了玉须宫中 这时 产教众弟子也开始不安分了 尤其是燃灯和聚留孙这两人 燃灯此时心中暗暗道 本以为产教是最适合我的教派 看来 如今原始是废了 只能另谋出路了 这样想着 燃灯离开了昆仑山 也不怪燃灯几人心生二义 现在原始的实力 若不是有盘古藩 根本不会是燃灯的对手 燃灯可是专修斩三师之法 如今也已经准圣巅峰了 原始则是境界 跌落至他成圣之前的准圣后期了 而且 燃灯并不会满足于现在的修为 他做梦都想更进一步 只不过迟迟没有机会 守阳山 老子回到守阳山之后 就开始思考自己 该怎么才能正道 之前红军曾说正道之法 有三 现在看来 肯定是骗人的了 现在想来 我当时正道 也并没有三师合一 而是功德成圣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想到这里 老子隐隐觉得 红军肯定是隐瞒了什么 但是他却拿不准 斩三师正道 到底是真是假 如今我三师进斩 按理说 应该可以合一了才对 接着 老子不死心地继续试了试看看 能不能三师合一 结果可想而知 不管他怎么试 就是不能三师合一 这斩三师正道肯定有问题 那红军既然选择隐瞒 巫族的正道之法 那便肯定有诈 这三师不要也罢 想到此处 老子心一横 直接废去三师 修为跌落至大罗金仙后期 不得不说 老子确实不愧是 盘古元神之一 能这么快地发现 其中的猫腻 并能下定决心 废掉准圣修为 这个魄力 也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只见老子此时面色苍白 但是其眼中的精芒 却并未散去 代价却是不小 不过也算是没有束缚了 说吧 老子便盘膝而坐 开始恢复自身伤势 再没有了天道的束缚 洪荒之中的众生 都感觉到了 如今修为突破 比起之前要简单了许多 就这样 洪荒开启了高速发展的趋势 不知不觉间 又是一千年而过 第一 发布系统任务 指定任务者 原凤 任务目标 救下平行世界原凤 任务奖励 任务者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任务时间 十年 第一次时 刚刚凭借自身突破到了 原神修为 会员无极大罗金 先六重天 接着就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随后喃喃道 这么快又到任务时间了 叮 恭喜主人原神修为 提升三个小境界 获得神级奖持抽奖一次 是否抽奖 小二 开始抽奖吧 叮 恭喜获得混沌至宝 灭世大魔 第一看着眼前的灭世大魔 震惊了片刻 随后说道 运气不错呀 又一个混沌至宝 第一随后 看向灭世大魔的介绍 混沌至宝 灭世大魔 祭出可毁灭一个大千世界 拥有无边灭世之力 摧毁世界本源 果然是同归于尽的好宝物 不过现在用处不大了 就在系统任务发布的时候 袁凤也已经收到了消息 只见他急匆匆来到祖物店 看向第一说道 第一 为何我的任务 不是改变龙汉亮节啊 可能那个平行世界 如今龙汉亮节已经结束 已经无法改变了 第一只能如此回答道 袁凤健壮也没有办法了 气氛不已 接着 祖物店内又出现了 那个熟悉的黑洞 第一随后说道 好了 你先去吧 以你现在的实力 这个时候 天道不足为惧 说着 第一又拿出 鸿蒙亮节设计图和混沌珠 递给袁凤 鸿蒙亮节设计图 有我的力量 你可以操控四次 看你怎么用啊 袁凤健壮 欣喜不已 刚才郁闷的心情一扫而过 心中暗暗决定下来 随后 袁凤拿上法宝 踏入了黑洞之中 就在他进入之后 其余十二组屋众人 也收到消息来了 大哥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们吗 我们也想去装逼 嘿嘿嘿 第一听到帝江这话 一脸无奈 等着吧 总会轮到的 缓缓的 祖屋殿内又出现了那道投影 众人纷纷看去 第109章 袁凤显威 袁凤此时已经出现在了 先天三族大战之地 他用混沌珠隐藏自身 在虚空中观察着这场大战 袁凤本想直接下场的 但是当他反应过来时 已经为时已晚 龙凤麒麟三族争斗已经结束了 祖龙 使麒麟 袁凤 平行 三人开始立下誓言 袁凤在虚空中看着憋屈无比 随着誓言立下 三位十祖带着各自的族人开始退去 袁凤则是紧紧跟着凤族之人 只见袁凤 平行 因为大战的原因 气息虚弱 回到不死火山之后 他便想通过涅槃恢复自身 但是他突然发现自己 竟然怀有身孕了 看着腹中的两个生命 袁凤于心不忍 这样一来 他便会本源耗尽 最终彻底陨落 再也不可能涅槃成功 袁凤在虚空中看到这一幕 心中气愤不已 随后遮掩面容气息 直接来到袁凤 平行 面前 你可想好了 生下他们 你便会陨落 袁凤 平行 看到来人 心生警惕 你是何人 你想干什么 袁凤缓缓缓说道 我不会伤害你 但是你真的想好了吗 确定要生下这两个孩子 见对方没有什么恶意 袁凤 平行 倒是略微放下戒备 只能如此了 若我涅槃 这两孩子 肯定活不下去了 袁凤健壮 无奈一笑 也罢 如此也好 袁凤 平行 此时心里生出一道念头 很快他便决定下来 道友 不知可否收下 我这两个孩子 做个徒弟 我凤足必会感激不尽 袁凤听后 只是摇摇头 你自己的孩子 自己教吧 说吧 袁凤拿出一瓶三光神水 取出十滴 滴在袁凤 平行 身上 只见他身体受到的重疮 竟然慢慢好了起来 不一会儿 一身伤势 已经好了个七七八八 袁凤 平行 健壮震惊不已 随后反应过来 急忙失了一里道 道友 如此大恩 我受之有亏啊 袁凤健壮笑道 我们都是女流之辈 任后姐妹相称便好 袁凤 平行 听后俏皮笑道 那我便以姐姐称呼你了 姐姐 你到底是谁啊 我在洪荒 怎么没有听说过你 只怪我来晚了 既然凤足的结局 依然无法改变 那我便让天道臣服 袁凤 平行 听到这话 震惊万分 姐姐 我凤足是自作自受 不必如此的 袁凤只是淡淡说道 妹妹你不用管了 好好修炼便是 说吧 袁凤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而这时正好谅节的 因果业力 找上了袁凤 平行 紧跟着她的修为 急速下跌 一直跌落至混元 惊仙初期 才算稳定下来 袁凤自然也已经想到 凤足 会有因果业力的侵扰 但是当下还不着急解决 先找天道和红军 出出气再说 此时的红军 正在召集 杨梅阴阳乾坤几人 一同前去对付罗侯 不多时 几人已经商量好了 四人结伴向着西方而去 袁凤知道 红军肯定会来西方和罗侯一战 于是 他就在这里守株待兔 等到罗侯战死 我就将红军直接弄死 袁凤心中如此想着 不多时 红军几人已经到了须弥山 罗侯也不怂 寄出是神枪和十二品 灭视黑莲和几人站作一团 见讨不到好 罗侯更是寄出诸仙剑阵 红军四人瞬间被困入其中 大战还在继续 袁凤在虚空中 看着现在的红军 怒火冲天 恨不得现在就下去弄死他 但是为了避免罗侯今后搞事 只能忍耐一下 很快 随着诸仙剑阵的被迫 阴阳 乾坤自爆身亡 杨梅逃走 现场就只剩下红军和罗侯了 两人继续大战着 看架势 必须要有一方战死才能结束 袁凤 此事已经按耐不住了 接着 一道极其强大的威压 向红军和罗侯震压去 两人感受到这股气息 惊骇不已 怎么可能 居然有人证到 混员大罗惊陷了 到底是谁 红军满脸疯狂地说道 罗侯此时也是一脸猛逼 接着愤怒无比 居然隐藏如此之深 这是要干什么 接着 袁凤的身影出现在两人面前 只见袁凤气愤道 就是你们两个该死的家伙 挑动三族大战 现在都给老娘去死吧 说着 就像二人打出一道神通攻击 红军和罗侯两人 见状面露绝望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是袁凤点对手 天道此时急忙出现 施展天道之力 护住两人 随后天道问道 你是何人 袁凤见状气笑了 直接说道 我是你姑奶奶 说吧 袁凤直接寄出 混沌至宝造化清廉 和鸿蒙亮节设计图 鸿蒙亮节设计图 将天道直接拉入其中 造化清廉 则是将红军和罗侯 死死控制住 两人见天道都被收进去了 心中惊骇不已 道友 有话好好说 我们可以赔偿啊 红军直接吓破胆了 急忙如此说道 袁凤根本不搭理他 接着施展神通 朝两人覆盖而去 片刻之后 红军和罗侯的身影 已经消失不见 袁凤连完整的尸首 都没有给两人留下 直接就给弄死了 只见红军陨落之处 突然出现一团光点 正偷偷摸摸地想要溜走 袁凤则是早已发现 接着将那光团射来 没错 这正是红军的元神 袁凤健壮气氛万分 这样都能从我手中活下来 红军啊 你命可真大 不过现在 我倒要看看 你还怎么逃 说着 袁凤施展神通 直接捏碎了红军的元神 此时的天道 还在量节设计图中 袁凤直接全力催动 想要把天道直接磨灭掉 但是想起 若是现在磨灭掉天道 红荒极有可能破灭 便打消了心思 但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地饶了天道 袁凤继续催动 红军量节设计图 浓郁的量节之力 不断地冲刷着天道 不多时 天道的本源 就仅剩两成了 这还是袁凤刻意留守 否则 现在这个洪荒世界 已经没有天道了 天道此时是惊惧不已 随着袁凤将其放出 红军量节设计图 天道大气 也不敢喘地看着袁凤 接着颤颤巍巍地问道 你要干什么 我可是天道 你这样做大道 是不会放过你的 袁凤听后不屑道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日后若是再乱搞事 就不是磨灭你的本源了 而是直接磨灭了你的意识 不信你可以试试 第110章 人足大劫 天道听到这里 已是惊惧万分 随后 袁凤却是没有搭理他了 直接离开了须弥山 天道见状急忙消失在原地 此时的大道还没有退隐 袁凤也知道 不能做得太过 否则大道必定会降下责罚 凭他现在的实力 还抵挡不了 须弥山也没有被罗侯引爆 这个洪荒世界 今后的发展倒是均衡不少 不多时 袁凤已经到了不死火山 看着眼前残余的凤卒之人 深受因果业力的侵害 袁凤心生不忍 只见他寄出36品造化清廉 想要试一试 能不能清除掉众人的业力 袁凤 平行 此时也看到了他的举动 感动不已 姐姐 如此这番真能有用吗 应该是可以的 我先给你清除一下业力看看 随后造化清廉笼罩在袁凤 平行 头顶散发着熠熠光辉 只见他身体中的业力 竟然缓缓驱除 袁凤健壮心中一喜 竟然真的有用 就这样 十年间 袁凤都在给凤卒众人驱除业力 很快 凤卒所有的人业力 都被清除掉 袁凤 平行 的修为也是再次恢复到了混元金仙巅峰 随后 袁凤和众人到了别就再次踏入黑洞 回到了本世界 而第一次时的脑海中再次响起系统的声音 第一 恭喜完成任务 袁凤获得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 接着 众祖屋就感受到袁凤身上的气势一掌 于是众人纷纷上前祝贺 不多时 众人便去各自修炼去了 第一次时的袁神修为 已经来到了混元无极大罗经先七重天 看来距离混元太极大罗经先不久了 终于可以躺平了 第一自言自语着 随后 第一也不修炼了 每天都在溜达 一会儿去地府玩玩 一会儿去人族转转 时间长了以后 大家都发现第一的变化 好奇不已 兜兜转转 又是千年 第一 发布任务 任务指定人选 女娲 任务目标 拯救人族 度过人族大劫 任务奖励 任务者获得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获得特殊商店自选一件 第一听着这个任务 心动不已 小二 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啊 第一 主人 你只有一次 可以进入任务世界的机会 要现在用掉吗 第一听后一愣 又想起之前系统说的最后的任务 便收回钱去平行世界的心思了 看来主角果然是最后出场的 居然才只有一次机会 小二你可真小姐 不一会儿 女娲已经来到了组屋店 大哥 到我啦 你要给我什么法宝布 女娲这时是满脸期待地看着第一 第一一脸无语 得 看来你也要选择跟天道干上 自从通天任务之后 她就发现了 现在大家讨论的都不是完成任务了 而是怎么蹂躏平行世界的天道 搞得第一非常无奈 但是第一还是拿出了鸿蒙亮节设计图 递给了女娲 她不禁想起一句广告词 鸿蒙亮节设计图 打天道必备法宝 你值得拥有 女娲欣喜地看着手中的鸿蒙亮节设计图 嘴里说着 看着就是比我的山河设计图厉害啊 我走了 大哥 说着 女娲就踏入了黑洞 前往平行世界 画面一转 女娲就已经出现在了平行世界中的东海之兵 看着眼前努力生活的人族 女娲不禁想起 若是没有第一 自己创造的人族 恐怕也会和这个世界中的人族一个下场吧 女娲就这样隐藏在虚空中观察着 而此时的地骏 正在天庭中大发雷霆 一群废物 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那该死的巫族了吗 底下众人听后 一阵语色 巫族肉身无双 往往一个小巫 就能同时对付他们两只普通小妖 更不用提大巫和祖巫那些人了 太医见帝君如此生气 也是赶紧打圆场道 好了好了 大哥 巫族肉身再强 又能算什么 总不能比我的东皇中强吧 不必忧虑了 此时的太医 已经在名字前面加上了东皇二字 以此彰显他妖族至尊的身份 而混沌中也被他给改了名字 直接叫东皇中了 帝君看着满脸桀骜之色的东皇太医 心里一阵无奈 二弟啊 如今我们和巫族势均立敌 若是我们能想到办法 破去他们的肉身 我们的胜算才能更大 太医听后 只能点点头 随后帝君吩咐下去 只要能找到对付巫族的方法 不管是谁直接重用 这时 妖群中一只小妖 颤颤巍巍地站了出来 只见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陛下 我可能有办法 帝君见是一只小妖 心中不屑 但还是耐着性子问道 你有何办法 若是有用 你就可以统领十万小妖 那小妖听后激动不已 满脸兴奋地说着 陛下 我喜欢吃人 又一次我正吃了一半 来了一个小巫 想要斩杀于我 我心急之下 拿起吃剩一半的人族手臂 攻向那小巫 结果他的肉身根本没有挡住 随后被我手持人族手臂里斩杀了 当时那人族手臂的血液 进入那小巫之后 我就发现他似乎极为痛苦 想来人族的血液 应该可以对付巫族 帝君一开始是不屑 结果越听越有意思 随后他狂笑道 哈哈 好好 好 如果真的有用 你大功一剑 接着 帝君吩咐几个妖圣前去 取一些人族的血来 不时片刻 三位妖圣就带着一个小巫 和几个人族回来了 帝君急忙让人测试看看 只见还是先前那个小妖 他斩下一位人族的手臂 拿起手臂捅向那名小巫 小巫的表情竟真的变得极为痛苦 肉身也在人族血液的沾染下 开始溃烂 不一会儿 这名小巫就死在了人族血液之上 帝君见状狂喜不已 他好了 哈哈 帝将 我看你巫族 还怎么抵挡我妖族 接着帝君吩咐下去 要用人族之血 炼制神剑 以此对付巫族 白泽听后 心中隐隐不安 第111章 妖族的行动 只见白泽上前说道 陛下 人族之血 固然可以破去巫族肉身 只是他们 毕竟是女娲娘娘创造的 如此会不会让女娲娘娘记恨 帝君听后 也是反应了过来 可不能让女人给记恨上 否则后果难料啊 况且 如今的女娲可是圣人 那你说 此事该如何是好 白泽想了想说道 陛下不妨前去紫霄宫 问问道祖的意思 若是他能允许 我想 即便女娲娘娘 有想法 也不会为难你 帝君听后 也觉得有道理 随后吩咐下去 一切等他从紫霄宫回来 再做决定 随后 帝君开始赶往紫霄宫 不多时 帝君已经是来到了紫霄宫门前 但是大门却是紧闭 帝君见状喊道 老师 帝君有事请教 这时 浩天打开紫霄宫的大门 对着帝君说道 老爷说了 你可按照心中所想去做 帝君听后欣喜若狂 没想到这么顺利 就让道祖同意了 多谢老师 帝君明白了 说完 帝君离开了紫霄宫 此时天庭的众人 还在等着帝君归来 不时片刻 帝君就回来了 只见他面露喜色宣布道 立刻执行下去吧 道祖已经同意 此番 我们一定能拿下巫族 记得别让人族灭族了 我们也算给女娲娘娘一个交代了 妖族众人听后 一个个兴奋不已 接着 帝君吩咐太医和昆鹏负责此事 两人听后 带着一众妖族浩浩荡荡前往人族之地 女娲也已经感受到妖族的行动 但是她不着急出手 就这么等着妖族之人来送死 与此同时 红军也传训给老子几人 让他们配合妖族的行动 女娲 平行也收到了消息 顿时心中怒火中烧 大胆帝君 竟然如此欺瞒本宫 看来我是放任 你们太久了 让你们忘了本宫还是妖族挖皇 说吧 女娲就要冲出挖皇宫 去找帝君算账 老子 原始 准题 接引四人收到消息 就急忙赶来挖皇宫了 通天自然也收到了红军的指示 但是他却是没有听从 而是默默闭关 事不关己 第一看到这里 也是南南道 怪不得封神之战 你要独自面对四圣 人家女娲 有难你也没帮啊 通天在一旁甘大的看着 接着 四圣正好碰见女娲要出关 老子上前说道 师妹 天道大事不可逆 你这香了 女娲听后 愤怒不已 师兄 你可是人族之师 若没有人族 你这剩为何来 准题这时细血说道 师妹 人族不会灭族 你又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 女娲这时已是火冒三丈 你给本宫闭嘴 还轮不到你来多管闲事 还有 谁允许你叫本宫师妹的 记名弟子 准题和接引 听到女娲这话也是一愣 随后面露怒色 原始这时接着说道 师妹 人族该有此一劫 你改变不了什么 女娲看着眼前的四人 气愤不已 随后 她竟是不管不顾 直接出手 直接朝着喊她师妹的准题 疯狂攻法而去 准题 见状急忙 祭出七宝妙术抵挡 其余几人见此情况 也是赶紧上前帮忙 就这样一场圣人大战 已经是先一步打了起来 妖族此时 已经是来到了东海之兵 随着太医的一声令下 众多妖族杀人足足地 人族众人见状 惊恐不已 天哪 妖族进攻人族了 圣母娘娘 救救你的孩子们 众多人族开始四处逃窜 同时呼唤着女娲 正在和四圣作战的女娲 也感应到了 但是此时根本脱不开身 四圣只是阻止女娲出去 并没有下狠手 导致女娲怒火冲天 东海之兵 女娲 本世界 见情况差不多了 便准备出手了 她察觉到 女娲被四圣给缠住了 于是果断现身 就在妖族之人 将要拿下滴滴血的时候 女娲的气息 直接威压众多妖族 连带着太医昆鹏众人 都被压制住了 只见女娲一挥手 一众妖族死伤殆尽 只是一个挥手 现场的妖族竟然全死了 只剩下太医和昆鹏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你们真是豪大的胆子 连我人族也敢屠杀 女娲出手的同时 红军就感应到了 她心中震惊不已 却是来不及多想 直接出现在了女娲身前 你是何人 胆敢扰乱天道大事 女娲听后不屑一笑 红军 你终于来了 受死吧 说吧 又是鸿蒙亮节设计图寄出 红军察觉到危险 但是已经躲闪不及 不要说 女娲有着鸿蒙亮节设计图 就算她没有 以女娲如今的实力 抗衡红军 也是完全不成问题 她可是人道之主 和红军一个位格的 太医和昆鹏 本来看见红军现身 还以为有救了 没想到他们一个照面 就被人家收了 真是郁闷 女娲则是看到没看着两人 灰飞烟灭 连跑都不可能跑掉 与此同时 还在和四圣作战的女娲 平行 也感受到人族大劫 居然就这么过去了 心中疑惑不已 四圣这时收到红军传讯 震惊万分 急忙摆脱女娲 就要去援救红军 接着 老子原始接引几人甩开女娲 但是女娲像是知道了 他们的想法 拼命进攻这准题 导致她根本摆脱不了 女娲 如今大劫已过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女娲疯狂道 当然是教训一下你这个机名弟子 师妹也是你能喊的 老子几人健壮 并不打算帮忙 红军那边 已经在拼命催促了 于是 老子和原始直接离去 接引本想留下帮忙 但是碍于红军只是 只能是叮嘱准题 让他自己小心 随后离去 不多时 三圣已经来到了东海之兵 看着眼前的惨状 原始愤怒不已 你是何人 竟敢违逆天道大事 女娲听后 呵呵一笑 原始 还就是你话多 说吧 女娲直接出手 只见她 祭出先天至宝版的红袖球 直接砸向原始 原始健壮赶忙抵挡 但是以她的修为 又怎么能抵挡住 女娲的功法呢 第112章 暴力的女娲 然后就听到西瓜崩裂的声音 原始的脑袋 没了 老子几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两人健壮是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 天降血雨 万物悲泣 第一众人看到这里 一阵无语 这场面 现在已经成标配了 老子回过神来 怒不可恶 你到底是谁 竟敢扰乱天道大事 天道不会放过你的 女娲却是淡淡说道 天道大事 人族就该有此意见 那我说 今天你们都会死 这也是天道大事吧 说吧 不管两人说什么 女娲抱起出手 红袖球一分为二 分别砸向老子 和接引两人 两人只是抵挡了片刻 便被其蕴含的力量 给剿灭了肉身 然后就又是天降血雨 万物悲泣 正在和准提斗的 难省难分的女娲 平行 也察觉到了几位圣人的死 心中痛快不已 准提 既然如此 我今天也不再顾忌了 这就让你知道 师妹到底 是不是你能叫的 说吧 女娲寄出山河设计图 将准提收入其中 红军自从被收入 鸿蒙亮节设计图 那是生不如死 该死啊 我的本源啊 无论红军怎么挣扎 他现在根本逃脱不了 女娲满意地 看着红军的惨状 此时的人族 看到有人救了自己 纷纷激动不已 从此在每个人族的脑海中 都深深刻下了这道身影 这时 一个青年男子 急匆匆地出现在女娲身前 你是谁 为何要杀我大哥二哥 来人正是这个世界的通天 先前他没有参与人族大劫 刚刚察觉到 老子和原始生死 便急忙来到这里 女娲看着眼前的通天 心里还是很不满的 虽然他有权自己选择 参部参与其中 这也是原本剧情中 女娲没有帮结交的原因 也不算道德绑架吧 女娲想起本世界的通天 再看向这个通天 气不打一出来 你那两位兄长狼子也信 为了一己之私 让大半个人族陪葬 你觉得 我会放过他们 念在你没有参与此事 赶紧退去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通天听到这话后 心中暗暗吐槽起 老子和原始 真是糊涂啊 非要帮妖族管这闲事干嘛 现在连命都搭进去了 通天也知道 两人不会真的死去 自己出现在 这也算给他们一个交代了 于是便说道 也罢 既然事已至此 倒有好自为之 说罢 通天就退去了 而红军 也在片刻之后出来了 只见他面色阴沉 狼狈不已 本元的缺失 让他极为痛苦 此事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们走着瞧 红军说罢就要离开 本宫让你离开了吗 还想跟我走着瞧 红军听后一愣 随后面露怒涩道 我是天道代言人 你到底想如何 女娲听后笑出声来 臭屈善 我当然是要抱奏你啊 说吧 女娲祭出先天至宝版 山河设计图 再次对红军出手 红军此时早有准备 连忙祭出造花御蝶反击 女娲也打算 好好跟此时的红军较量一番 就在此时 忽然又是天降血雨 万无悲弃 红军见状怒吼道 女娲 你好大的胆 是的 女娲 平行 和准提的战斗已经结束 准提直接被斩 女娲可是第一个成胜的 像准提这种贷款成胜的 根本不可能会是她的对手 女娲见此情况隐隐笑道 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吧 说吧 继续猛烈地进攻着红军 一道接一道神通一阵狂轰乱炸 配合着山河设计图和红袖球 女娲将自身实力和法宝 都运用到了极致 红军因为被鸿蒙亮节设计图所伤 本源亏损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拿下女娲 眼见拿女娲没有任何办法了 红军便想退去了 只见她催动造花玉碟 三千法则凝聚而成的法则之力 涌向女娲 女娲也是拿出山河设计图抵挡住 红军趁此机会直接溜走 女娲渐转不屑道 切 就这环道祖 果然是个驱善成精 此时正在关注这场大战的洪荒众人 都是惊骇万分 帝君当然也在看着 只见他此事悲痛欲绝 随着太医的生死 他绝望万分 该死啊 他到底是谁 怎么会这样 太医 大哥对不起你啊 一众妖圣战战兢兢 白泽 传我令 妖族全体出动 随我斩杀次贼 为东皇报仇 白泽听后急忙说道 陛下三思啊 连道祖都不是那人的对手 我们妖族此去 无疑是以卵击石啊 帝君此时 已经完全被仇恨蒙蔽 依旧是不管不顾 就要前去跟女娲决议死战 这时 红军的声音 在帝君脑海中响起 大局为重 此人不是你们妖族的对手 帝君 在听到红军的传讯 心生绝望 可恶啊 难道我二弟就这么死了吗 发泄了一会之后 帝君也慢慢冷静下来 他也知道 女娲不可敌 只能隐远下去 而巫族中族巫 看到太医生死 一个个兴奋不已 那杂猫鸟死了 哈哈哈哈 我们巫族 必会称霸洪荒了 祝容兴奋地说着 帝将心中 虽然也很高兴太医生死 但是他也在忌惮着 那个神秘人 于是他说道 传我令 今后巫族之人 一定不要得罪此人 对于人族 我们也不要去得罪 此人是冲着人族而来 我们也要小心谨慎 众族巫听后 都是点点头同意下来 女娲 平行 在击杀准题之后 就急忙向东海之兵赶来了 此时 两人正式见面 正在交谈着 道友 多谢你能帮助人族啊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女娲笑了笑 我也只是看不惯 红军的所作所为 你不用往心里去 女娲 平行 听后感激不已 随后两人商量着 前去挖皇宫再聊 就这样 人族危机解除 不多时 两人已经回到了挖皇宫 女娲这时也不再伪装 直接显露原本面容 女娲 平行 渐转差一道 怎么可能 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 女娲渐转笑道 你不必惊慌 我是来自另一个洪荒世界的女娲 和你也可以算是一个人 但是却又不算的 女娲 平行 似懂非懂地看着女娲 第114章 孙悟空出世 只是女娲 一直在纠结自己挖皇的身份 不知道要不要对帝郡出手 一直到女娲 本世界 提醒 她才算下定决心 于是 她一怒之下 将帝郡打回天庭 手下的十大妖圣 也是陨落殆尽 很快 任务期限已到 只见女娲身前 出现了一个黑洞 我要走了 我们后会有期 说吧 女娲便踏入黑洞之中 画面一转 女娲已经出现在组屋店中 第一 恭喜完成任务 任务者获得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恭喜获得特殊商店 自选一件 接着就看到第一和女娲 两人身上的气息 同时一波暴涨 纷纷突破 等到女娲走后 第一开始查看起特殊商店 很快她便有了决定 小二 我选人物本源升级卡 第一 恭喜获得人物本源升级卡 看着出现在手中的奖励 第一看向其介绍 人物本源升级卡 可对自己或他人使用 使用过后本源升级 可提升跟角上线 修为随本源升级 提升一定程度 每个人只限一次使用机会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不过怎么只能用一次 太可惜了 说着 第一一边嫌弃 一边开始使用升级卡 只见使用之后 第一的气息 突然间暴涨一大截 本来刚刚已经是突破到 混元无极大罗金先八重天了 用了本源升级卡后 第一从内到外都在蜕变着 修为暴涨到 混元无极大罗金先九重天后 却是并没有停下的意思 只见第一周身气息狂暴无比 升级卡还在作用 连带着肉身修为也在暴涨 不一会儿 第一周边气息逐渐平静 元神修为也顺着本源最后的蜕变 来到了混元太极大罗金先一重天 肉身修为直接连破四镜 也来到了混元太极大罗金先一重天 随后第一呼出一口浊气道 没想到这本源升级这么猛 看比吃了 养药啊 以后可以多搞点给兄弟们都安排上 小二 我的究极奖持抽奖呢 叮 是否抽奖 开始抽奖 叮 恭喜获得混沌质宝升级卡三十张 第一听到这里 直接当场愣住 卧槽 三十张 你他妈搞批发呢 我这好不容易 才有这么几件混沌质宝 还能这样搞 主人 这本来就是几率问题啊 主人运气真好呢 嘿嘿 我谢谢你 随后第一含恨 将三十张混沌质宝升级卡收下 修为突破完成 第一又闲来无事了 每日不适 和缘缝玩耍 就是溜达着指点孔轩几人 顺便将众人的法宝 统统升级了一波 现在他们人手一键混沌质宝 要是红军还活着 看到这一幕 非得发疯不可 孔轩大鹏六儿几人 此时也已经突破至混元大罗金先了 在第一的调教下 几人进步飞速 这一日 女娲找到了第一 大哥 我看孙悟空好像要出事了 这几日一直躁动不安呢 第一听后 掐指一算 算起来 也确实到他出事的时候了 走吧 我去给他加加速 说吧 两人消失在原地 孔轩几人健壮 也急忙跟上 大鹏边走边说道 你们觉得 师傅会收下孙悟空 做我们的小师弟吗 六儿听后点点头道 我觉得肯定会 我有点迫不及待 见到他出事了 几人说说笑笑 跟着第一 不一会儿 几人就到了女娲住处 只见那五彩神石 此时神采奕奕 散发着浓郁的光芒 第一见状 施展时间大道之力 将其给包裹住 接着开始灌输灵气 时间一分一秒地度过 五彩神石的外表 也开始出现裂缝 渐渐地裂缝 弥漫整个五彩神石 片刻之后 第一收起神通 只见前方的五彩神石 直接炸裂开来 砰的一声 一只灵猴从中蹦了出来 只见他直接跑向第一的方向 蹦蹦跳跳地说道 是你让俺提前出事的吗 第一看着眼前 犹如一张白纸的猴子 笑了笑 接着说道 是的 你愿意拜我为师吗 灵猴这时 能察觉到 在场的都是大能 于是开口问道 那拜师了 俺可以像你一样厉害吗 还没等第一回应 大鹏接着笑道 跟师父一样厉害 那你可得努力了 哈哈 灵猴听后非常好奇 眨巴着眼睛 看向第一 第一也知道 他是崇拜强者的 于是随手一击 打向一座小山 刹那间 小山直接划为虚无 小山 灵猴见状兴奋不已 拍手叫好 接着急忙跪到第一身前 师父在上 受徒儿一拜 第一笑了笑说道 今后你便是我门下 第四清传弟子 无名第一 你今后便叫孙悟空 他们三个便是你的师兄 孙悟空听后 看向孔宣三人 好奇不已 当他看到六尔的时候 心生清静之意 六尔自然也发现了 于是向前说道 小师弟 不必诧异 你我是天地剑四大灵猴之一 本为一体 自然相互吸引 孙悟空听后 似懂非懂得点点头 就这样 帝一将功法和武器 赐给孙悟空后 就让他跟六尔三人修炼去了 如今 他们三人完全可以将孙悟空带起来 时光悠悠 千年时间已到 第一 发布系统任务 任务指定人选 后土 任务目标 阻止平行世界的后土肉身力轮回 任务时间 十年 任务奖励 任务者和主人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获得盘古商店打包带走 第一听到这里 直接无语 卧槽啊 还能这么玩 直接打包了 好事挺好的 不过二弟我要不要 怀揣着复杂的心情 第一默默等着后土前来 不一会儿 后土已经到了足店 看到第一一脸郁闷 后土心中好奇 心想 是不是这次任务太难了 大哥 你没事吧 弟一回过神来看向后土尴尬笑道 小妹啊 要不这次任务你就别去了 后土听后更疑惑了 大哥 我现在可是地道之主 什么任务我能完不成啊 你不要这样吗 第113章 人道之主 紧接着 女娲疑惑问道 那你是怎么来到我们这儿的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女娲知道她的意思 经过这次危机 女娲 平行 认识到在洪荒之中 已经是红军说了算了 所以她很好奇 女娲是怎么做到成长到如今的实力的 女娲随后想起了 遇到第一之后 发生的所有事 心里一暖 其实我也不是靠自己成长到如今的 若没有我大哥 可能我的轨迹 应该和你是一样的 女娲 平行 听后非常好奇 忍不住问道 大哥是谁啊 是福西兄长吗 女娲笑着摇摇头 并没有在这个话题再继续下去 女娲 平行 也知道她是不方便说了 于是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在之后的时间 女娲一直在跟女娲 平行 讲人道的一些是 她想让这个世界的女娲 也成为人道之主 这一切 就看女娲自己愿不愿意了 人道之主 是的 我如今就是我们那个世界的人道之主 所以才有和红军一战的势力 女娲继续追问道 那我要怎么做呢 如今红军被我锁伤 到正式机会 不过需要你自费圣位 而且也不是说一定就会成功 女娲 平行 听后沉默了片刻 随后按下决定 而女娲此时正在沟通本世界的第一 想要看看 有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办法 大哥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第一沉思片刻后说道 万无一失的办法还真没有 只能是自费圣位之后 利用天道的这道鸿蒙紫气 以你如今的实力 应该是可以辅助她做到的 问题不大 女娲听后 心中也有了数 不多时 女娲 平行 终于是开口说道 我决定了 与其这样 还不如搏一搏 也为人族搏取一线生机 女娲见状满意笑道 恭喜你 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两人相视一笑 好像双胞胎似的 随后 女娲 平行 开始准备起来 女娲在一旁 也是做好了一切准备 片刻之后 女娲 平行 眼神坚定 只见她冲出蛙皇宫高声喊道 今日 无女娲自废天道圣人之位 说吧 天道圣人的道果 开始缓缓脱离体内 女娲在一旁 利用山河设计图 提前收取到鸿蒙紫气 红军此时正在紫霄宫 尝试恢复本源呢 还没多久 就听到女娲的启示 瞬间怒火冲天 女娲 你这是找死 老子几位圣人 还没有被天道复活 眼下她能用的只有通天了 于是她急忙给通天传训 通天此时收到红军传训后 却是没有搭理 继续自顾自地修炼着 女娲师妹可真有破练 老师 树难从命啊 红军也发现了 通天竟然无动于衷 又是一阵暴怒 没办法 只能亲自下场了 此时的女娲 平行 已经彻底废去了天道圣人之位 修为也跌落至准圣后期 准圣的修为 并不影响 她再次证道人道圣人 只见女娲将鸿蒙紫气 再次打入其体内 同时利用自己人道之主的身份 沟通起这个世界的人道 红军这时已经出现在挖皇宫外 她感觉到 天道对人道的压制 居然在减弱 惊骇不已 女娲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随意自费圣位 女娲 本世界不懈地看着红军 随后说道 你就非得这么找死吗 说吧 女娲直接出手了 只见她寄出鸿蒙亮节设计图 朝着红军笼罩而去 红军见状心惊不已 之前磨灭的本源 现在都还没有修复 若是再被收进去 她就算是废了 于是她急忙躲闪 并且传讯天道 让她赶紧出手 突然间 只见红军周身气息一变 竟是和刚才判若两人 女娲没有搭理 继续催动着鸿蒙亮节设计图 红军刚想提醒天道 只见被天道附身的红军 就直接被收入其中 天道此时还是非常不懈地 查探着红军亮节设计图 当她发现这是红军至宝 并且她的本源正在消失时 瞬间怒火冲天 大胆 你竟敢吞噬我的本源 女娲听后笑了笑 这时 女娲 平行 已经成功沟通到了人道 人道正在觉醒 红军和天道 这时也感觉到了 人道正在苏醒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只能奋力抵挡 红军亮节设计图中的亮节之力 两人见状是憋屈不已 不多时 人道觉醒完成 顿时洪荒意向四起 紧接着 女娲的气息一涨再涨 修为一路突破 直接达到人道境 红军和天道健壮 绝望无比 完了 人道还是觉醒了 天道此时怒不可遏 自己的本源正在快速流逝 不一会儿 天道红军已经从红农亮节设计图中出来 但是她此时气息虚浮 好像身体被掏空 于是她狠狠地看了女娲两人 一眼就离去了 女娲也没有继续追击 因为她的时间也不多了 没必要再和天道斗下去 此时的洪荒众生已经是梦了 居然还有人道 这么说 女娲娘娘如今已经是人道圣人了 应该是了 这么说圣人之位又多了 无等有希望了啊 众生灵都在讨论着 有没有机会证到圣人之位 帝郡这时脸色阴郁无比 只见她自言自语道 太医 大哥对不起你啊 大哥没能力给你报仇 你再等等 我一定让人做给你陪葬 帝郡自从太医死后 已经彻底变了一个人 为了泄愤 她已经打算暗中对人族出手 女娲 平行 这时已经巩固完自身 彻底掌控了人道 只见她缓缓睁开双眼 面露喜色看向女娲 道友 如此大恩 我如何报答啊 女娲听后 只是白白手道 不用拘礼 你以后记得多照看一下 巫族和人族便好 女娲听后点点头保证下来 接下来的几年 女娲一直在游历着这个洪荒世界 帝郡本打算 趁着女娲不注意 直接对人族下手来着 她并不知道如今女娲 平行 不仅仅是人道圣人 更是人道之主 她想要灭掉人族的想法 早在之前 就被女娲察觉了 第115章 新任务的奖励 帝一听后 一脸无语 心想 这是完不完的成任务的事吗 这是命根子的事 系统这时的声音再次响起 主人 你不要害怕吗 盘古大神的二弟 我可是盯了好久才抢过来的 作用非凡呢 马玩意 你抢来的 你怎么抢来的 主人 你就不要管了吗 我也是为了你好 这玩意儿你要是用上了 那绝对无敌 第1这时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味 继续追问着 小2 老实交代 到底怎么回事 主人 之前不是和你说过吗 我从其他平行世界抢来的呀 第1听后 忽然想起 小2之前 好像是这么说过 随后 他便打消一律 继续和后土说道 小妹啊 任务开心就行 不用非得完成 我看好你哦 嘿嘿 后土想不通 第1为什么这么反常 但是也记在了心里 随后系统的任务 在后土脑海中响起 后土听后一脸疑惑 这任务不是很简单吗 第1为什么这么紧张的样子 第1随后 将鸿蒙亮节设计图 和混沌珠 交给后土 鸿蒙亮节设计图 穿越平行世界 必备神器 你值得拥有 清了清思绪 后土随后跨入黑洞之中 画面一转 后土已经降临在 平行世界之中 随即他隐藏身形起来 后土先是来到了 盘古神殿之中 看着这个世界的后土 因为此时的时间线 已经快到后土 肉身化轮回了 只见后土忧心忡忡地 看着正在争吵的众祖乌 那两只杂毛鸟 欺人太甚 要按说 直接打上天庭算了 就是 就是 那红军三番两次阻止我们 肯定跟他们妖族 穿一条裤子 蒂江头疼地 看着七嘴八舌的众人 也在思考着 接下来的动作 后土叹了一声气候说道 大哥 我想出去走走 你们商量吧 蒂江看向后土观星道 妹子 如今 我们和妖族视同水火 你自己出去 会不会有危险 朱容也赶紧说道 是啊 妹子 你就在屋族呗 万一杂毛鸟 偷袭你就不好了 后土随后说道 你们放心吧 我只是在布州山附近游历一番 不会走远的 妖族发现不了我 蒂江见后土 心意已决 也只能同意 和众人道了别 后土就离开了巫族 此时的巫族和妖族 刚刚打完第二次大战 洪荒之地是一片狼藉 后土就这么走在路上 感受着那些 没有安身之地的灵魂 心生怜悯 自言自语道 巫妖的争斗 何时才会结束呢 这些灵魂 只能飘荡在洪荒之中 真是可怜啊 后土 本世界一直在跟着他 发觉此时后土的意识 无意间竟然正被天道影响着 瞬间怒火冲天 直接出现在后土面前 后土 平行 见有人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 连忙做出防御姿态 质问道 你是谁 后土没有直接回答他 反而说道 你觉得他们可怜 那你又会如何做 后土听着这句话 一时雨色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感觉 这些灵魂 应该有个安身之所 不应该飘荡在洪荒之中 既如此 你便继续游历吧 你放心 我对你没有恶意 说完 后土消失在其眼前 后土见对方 确实没有恶意 也没有多管 继续向前走着 不知不觉 他就来到了血海附近 这里的灵魂更多了 汇聚了所有在巫妖大战中 死去变成的灵魂 后土看着眼前一幕悲从心来 缓缓落下一滴眼泪 片刻之后 被天道影响的后土 缓缓做了一个决定 正当他要开口启示时 后土 本世界 出现在其身前 你现在立下轮回 你想过 你的哥哥们吗 没有了你 他们还怎么组成 十二毒天神煞大战 又怎么对抗妖族和红绝 随着后土这一吼 被天道意识影响下的后土 平行 回过神来 他看着眼前之人 感激涕零 前辈多谢 只差一点 我就要酿下大祸了 不必叫我前辈 叫我姐姐变好 若不是天道意识到影响 我想你也不会做出这个决定 后土听后 却是摇摇头 姐姐 这些灵魂真的很可怜 其中不只有妖族 更有我们巫族 我确实不忍他们 就这么孤零零地飘荡在洪荒之中 后土随即笑了笑 若你不用肉身化轮回 不就可以了吗 真的吗 我该怎么做 若你能拥有元神 便可以名义上立下轮回 我可以配合你沟通地道 只要地道苏醒 轮回之机自会形成 届时 你便可以自由出入轮回 而不受限制 后土听后激动不已 随后眼神又黯淡下来 可是我们巫族天生元神残缺 根本补全不了 接着后土祭出 他的混沌质宝36品 近世白莲 本来是12品近世白莲的后来第一 分别用了先天质宝升级卡 和混沌质宝升级卡 现在的近世白莲功效 早已经飞昔比 其中一项能力 正是净化一切污秽之物 恰巧天地煞气 就是属于其净化的一种 只要片刻 就能净化掉元神中的煞气 后土直接将近世白莲 笼罩于后土 平行 头顶 操控着开始一丝一丝的 炼化着后土元神中的煞气 后土感觉全身都轻松了起来 前所未有的舒爽 不时片刻 后土元神中的煞气 就被清理一空了 随后后土继续拿出 混沌质宝36品功德精莲 取出他立下轮回以来 获得的功德 打入了后土 平行的元神之中 做完这一切 后土也算放心了 有了这么庞大的功德 后土的元神 可谓是强大无比 红军根本就不敢动手了 就在这时 明河冲出了血海 他早就发现后土 但是随后又出现了一个神秘人 他拿捏不准 所以一直近待时机 见两人迟迟不走 这才按捺不住冲出来 后土 你来我血还有何事 两人却是没有搭理他 明河健壮 怒气冲天道 你有点目中无人啊 说吧还没等明河动手 后土 本世界 直接将其控制在原地 第116章 富婆后土 你先好好待着 一会儿有你忙的 说吧 就静静等着后土苏醒过来 与此同时 天道也早已发现自己影响不到后土了 几次操控下来还是不行 于是他赶紧沟通红军 后土不被我影响了 你快看看 他到底怎么回事 红军听后点点头 施展神通 想要观察一下他 但却是什么也看不见 只要是锁定后土 就什么也看不见 其他的祖物都能观察到 奇了怪了 难道他在盘古神殿之中 屏蔽我了 天道听后说道 不可能 刚才我还察觉到 他在游历洪荒 现在肯定就在洪荒之中 红军听后 心中不安起来 既然如此 我便去血海查探一番 说吧 红军消失在紫霄宫 不一会儿来到了血海 只见令红军头皮发麻的事情发生了 后土此时已经醒来 于是他高声喊道 大道在上 今日无盘古式后土愿立下轮回 让洪荒众生死后 都能轮回转世 接着 后土 本世界 利用自己地道一部分权柄 沟通起这个世界的地道 红军见此情况心想 后土在做什么 肉身不化 轮回怎能立下 看着后土旁边的神秘人 红军心中生起不好的感觉 只见后土 本世界 接着祭出36品轮回紫帘 以此加大沟通地道 第一看到这里 不由得难难道 不知不觉 小妹都成富婆了 这法宝不少啊 画面一转 红军本来 还想再继续看看 后土到底要搞什么 结果收到天道传讯 地道在苏醒 快组织后土啊 红军听后惊骇不已 连忙献身 后土 你还不速速 以肉身力轮回 这是天道大事 后土见红军到来 心中一紧 而正在唤醒地道的后土 本世界 早就发现了红军 只见他一句话没说 竟是直接寄出了红蒙亮节设计图 接着就向红军笼罩而去 红军原本非常不屑 但是当他看清这法宝之后 惊惧不已 红蒙至宝 怎么可能 话还没说完 红军已经被收入其中 后土接着继续沟通起地道 而后土 平行 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了 他居然结识了如此大能 于是 后土庆幸不已 对巫族的未来有了希望 天道此时焦急不已 他收到了红军的传讯 红军说 他的本源正快速流逝 天道想了想 还是决定救下红军 接着只见天道意识 直接附身红军本体 本想直接带着红军逃离 这里天道突然发现 自己出不去了 而且 红蒙亮节设计图 此时竟然运转得更凶猛了 红军和天道的本源 竟然在一块流逝 片刻之后 只见洪荒之中异象四起 尤其是血海 更是掀起了阵阵狂风 接着阴风四起 后土 平行 剑状大喜 地道觉醒了 轮回正在形成 后土 本世界 也放下心来 随后说道 现在 你可以利用原神沟通地道了 切记不要被其掌控 而是要掌控它 后土听后感激不已 随后开始照着 本世界后土说的做 红军和天道 此时是怒火中烧 地道觉醒 自己的本源 竟然在一点点流逝 这种感觉 让天道抓狂不已 此人到底是谁 怎么会出现在洪荒呢 而且还有鸿蒙至宝 红军听后 也是一脸痛苦 这谁知道 还是先想办法冲出去吧 说吧 两人继续拼命挣扎着 此时血海的局面 正在加剧变化 而这里的动静 自然引得其他人发觉了 巫族的其余祖物 感受到后土正在血海 都以为后土被冥河给欺负了 于是纷纷杀向血海 而天庭的帝郡等众妖族 也在惊叹着血海的变化 白泽 你能看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白泽回应道 陛下 先前祖物后土曾进入血海 恐怕此事和其脱不开关系 我们要不要前去查探一番 帝郡听后 思考着此事的可行 最后决定道 白泽 你和太一前去查探 若是有机会 直接将后土斩杀 也为我们妖族除掉一大患 太一听后 满不在意地说着 大哥你就放心吧 有我在 那后土必死无疑 帝郡见状只是笑了笑 他知道太一的脾气 倒没有多说什么 说吧 太一和白泽就出发了 此时的洪荒暗流涌动 各方势力都想知道 血海是不是诞生了什么巨大的机缘 于是都纷纷赶来 此时血海意向再起 轮回彻底形成 地道也被后土掌控 紧接着后土的修为 开始疯狂暴涨 一路突破至 和天道静一样的境界 天道此时也察觉到了 瞬间心如死灰 接着就是又一阵暴怒 明河这时 已经是猛逼了 他全程都在看着 眼睁睁看着后土一步登天 他是羡慕不已 接着后土释放修为气息威压整个洪荒 还在想着 踏入血海的众人 纷纷停下脚步 这气息威压 难道是圣人 居然有人成圣 太一和白泽两人 也感受到了这股威压 白泽见状急忙说道 东皇 血海也有圣人 我们还是先回去再做打算吧 太一听到这话后 本想继续前去查探的 但是一想到那是圣人 也只能是压下心中不爽 和白泽打道回府了 再看向血海这边 后土已经巩固好了自身 他来到后土 本世界面前湿了一里 姐姐 你对后土的大恩 后土铭记于心 后土听后笑了笑说道 好了 我先把红军处理了 说吧 后土剑差不多了 直接撤去了鸿蒙良节设计图 接着 红军的身影出现在两人面前 此时的红军暴怒不已 二话不说 竟是直接冲着后土攻来 不长记性 大哥说过 不长记性的人 就要多打几次 说着 后土祭出三座混沌至宝的连台 施展神通 直接朝着红军砸去 红军见状惊恐不已 连忙祭出造化御蝶抵挡 现在的红军 本来本源就少了 可以说是虚的一批 不到片刻 红军被击飞出去 后土不留情面 施展各自连台的法则之力 对着红军狂轰乱炸起来 第一看着投影中的后土 一脸错愕 这是什么 人形和武器 小妹啥时候这么暴力了 带着满腔疑惑 第一继续看着后土的表现 此时的红军 已经是被轰得鼻青脸肿了 他找到一个空隙之后 瞬间逃离 后土见状也没有追击 他觉得 留给巫族未来 自己解决 红军会更好 第117章 女娲出关 后土平行 见红军被击退 吃惊不已 姐姐 你好厉害啊 我什么时候也可以像你一样 后土听后笑道 你现在怎么说 也是地道之主了 以后会追上我的 我的时间不多 先帮你把轮回完善了吧 后土听后 眨巴着眼睛点点头 接着 明和被释放 此时的明和大气 也不敢喘 他亲眼看到了 红军是怎么被眼前 这个神秘人暴揍的 他虽然自信 血海不哭 明和不死 但是那是对于 跟他一样实力的人来说 对于后土 本世界 明和现在 没有丝毫反抗之心 因为根本反抗不了 只见他缓缓开口道 明和 今后你便辅佐 后土管理轮回 你可愿意 明和听后惊喜不已 他还以为自己会被清理呢 没想到居然是这样 于是他连忙回答道 愿意愿意 前辈 今后我愿意 追随于后土娘娘 后土听后 满一点头 明和也知道轮回的好处 要不是他自己没有想到 他都想自己立下轮回的 眼下能跟着后土喝汤 也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的 在接下来的时间 后土根据本世界现在的模式 再叫着后土 平行 如何完善轮回 就在这时 十个大汉和一个冷烟妹子 从远处赶来 来者正是十一祖屋 自从看到血海的异象 他们就在担心后土 看到后土没什么事 几人都放下心来 妹子 你怎么跑这来了 刚才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我们担心死了 后土听到地江这话 心中愧疚不已 接着眼泪汪汪地 看着十一祖屋 哥哥们 后土对不起你们 我差点就酿下大祸了 地江众人一脸疑惑 但是看到 后土这个样子 心疼不已 好了好了 妹子 到底怎么回事 别哭了 这不是没事吗 接着 后土停止抽气 向十一祖屋 介绍着后土 本事件 众人这才发现 后土旁边这人 其实刚到这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了 只不过看后土 和他相处融洽 也就没有多想 经过后土的介绍 和事情的来龙去脉 几人顿时怒火冲天 该死红居 竟然敢算计我们 还好妹子你没事 不然就是掀了紫霄宫 我们也要给你讨回公道 后土听后 感动不已 而后土 本世界 看着众祖屋 如此关心他 也是心生羡慕 曾经他们都还没正道时 第一也是如此关心他的 虽然现在没有以前 那般关心自己了 也是因为自己的实力 已经不需要第一的保护了 现在的巫族 更是每天非常欢乐 尤其是 已经没有了天道和 众多束缚 等到众人心情 慢慢平复下来 后土说道 如今轮回 正是巫族最好的后盾 有了这个后盾 红军是不敢拿巫族 怎么样了 你们也可以给后土 帮帮忙 打理轮回 众人听后都觉得有道理 于是按照后土 平行 吩咐 各自忙了起来 祝容被派去将一众巫族 都带到轮回来 此时 紫霄宫的红军 悲愤交加 怎么会这样 本元无法恢复 天道 你怎么样 你的本元能恢复吗 天道这时也现身了 同样气愤道 不知道那是什么 鸿蒙至宝 竟能磨灭本元 导致无法恢复 可恶啊 红军听后 更是一脸郁闷了 如今地道觉醒 你我本元缺失 巫妖亮节 还怎么进行下去 天道听后 也是一阵沉默 妖族此时 也已经收到了消息 一众妖族惊骇不已 帝郡高坐之上 此时却是愁容满面 只见他开口说道 白泽 如今那巫族后土成圣 是时候将蛙黄请来了 此事便交给你了 白泽听后 知晓了帝郡的打算 于是退去 随后 帝郡让一众妖族都退下了 这时 太医才对帝郡说道 大哥 女娲能帮我们拦住后土吗 帝郡随即说道 她毕竟是妖族的蛙黄 此事应该也不会坐视不理 太医听后点点头 蛙黄天 女娲娘娘 还请出关坐镇妖族 女娲自然听到了白泽在门外的呼唤 于是她淡淡回应道 你回去吧 告诉帝郡 该我出手使我自会出手 白泽听后知道 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失了一礼后 便离开了蛙黄宫 与此同时 帝郡已经收到白泽传讯 于是心情大好 太医 蛙黄已经答应出手了 此番就是巫族灭亡之日 太医听后 兴奋无比 大哥 什么时候动手 帝郡思考片刻后说道 趁现在后土 刚突破修为不稳 此时正是向巫族发起决战到好时机 太医听后 也是连忙乘势 于是 帝郡开始吩咐一众妖族 打算跟巫族决战了 帝郡想得非常完美 但是所有人都忽略了 后土并不是成圣 筹备两年半之后 帝郡带领着妖族 浩浩荡荡荡杀向了巫族 巫族这边也收到了消息 朱镕更是直接暴怒道 马德 什么东西 两个杂猫鸟 大哥 让我去赶死他们 帝郡思考片刻后说道 此事没有这么简单 帝郡明知道 后土妹子实力今非昔比了 怎么会带领妖族公来 应该是 有了某个人的支持 众人听后 都觉得非常有道理 接着众人哈哈大笑 贡公更是说道 既然那杂猫鸟 如此不知死活 我们何不趁此机会 彻底灭了她妖族 接着众祖屋定下计划 此战必要斩灭妖族 不多时 帝郡已经带着妖族 来到了不周山 巫族也已经严阵以待了 这时 女娲出现妖族前方 只见她高声喊道 后土妹妹 此事还是让她们自己解决比较好 你说呢 这时 后土 本世界 出现在巫族前方 看着女娲说道 你这又是何必呢 妖族 已是强弩之末 况且 你是人族之母 不是妖族 女娲见后土没有出来 而是出现了一个神秘人 顿时心生疑惑 在听完后土这番话后 女娲心里一痛 当初帝郡不顾自己的想法 屠杀人族这事 确实让她非常气愤 但是后来红军 也来劝说与她 她这才放下记恨 第118章 大战起 如今被后土重新提起 女娲心里闪过一丝不快 就在这时 后土 平行 也出现了 只见她缓缓开口 女娲姐姐 你不该是妖族的 就算福西深陷其中 但是你不应该啊 女娲心中也知道 自己能为妖族如此做权 是因为福西 当初她就不想加入妖族 若不是福西怎么都要加入 她是不会同意的 于是 双方只能这样暂时僵持着 后土 妖族的事我不能不管 不只是为了我兄长福西 我也是妖族的蛙皇 两人见状 已经没有什么缓和的余地了 只能放弃再劝说下去 后土 平行 只能是说道 既如此 姐姐去混沌中一战吧 女娲见状 也是点头同意 说吧 两人 非向洪荒之外 不多时 两人已经是交上手了 后土 平行 则是根本没有用尽全力 只是用着和女娲差不多的修为 与其周旋着 而这时洪荒之中 帝郡高声喊道 帝江 今天就是你巫族的死期 帝江听后冷哼一声 哼 帝郡 这话你说反了 两人说吧 便直接号令各自族群开始大战 巫妖大战 一触即发 只见此时的太医 以一敌六 他一人便牵制住了六位族巫 混沌中更是成了他手中的戾气 让其能暂时立于不败之地 帝郡 则是与四个族巫站作一团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明显感觉已经落入下风 昆蓬 则是对上了贡攻 场面混乱无比 大巫对妖圣 两个种族斗得难解难分 与此同时 后土 本世界就在观察着这场战斗 暂时还没有出手的打算 随着时间的推移 帝郡越感乏力 只见他大吼一声 结阵 太医疯狂摆脱六大祖屋 其余妖族之人 也是奋力挣脱眼前的战局 不一会儿 帝郡太医几人 已经汇聚在了一起 随即 周天星斗大阵 在帝郡和图洛书的操控下 缓缓成行 十一祖屋健壮 也是急忙开始准备 祭出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不多时 两个阵法已经成行 由于缺少后土的配合 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看起来没有了第二次 巫妖大战时的威力 仅仅只能和周天星斗大阵 旗鼓相当 两方势力操控着大阵 不停地进攻着对方 已经是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而此时还在混沌之中的后土 看到双方已经祭出大阵 心中焦急 不想和女娲斗下去了 随即见他 使出远超之前的法力 将女娲击飞万里之后 便朝着巫妖战场而去 女娲被击飞之后 心中惊骇万分 她一直在留守 后土不是正道圣人吗 怎会有如此实力 恐怕已经快要 比肩老实了 片刻之后 女娲意识到了严重的问题 糟了 妖族位移 想到这里 她急忙也向巫妖战场赶去 想要先救下福西再说 而此时的巫妖族和妖族的大阵 正式打得激烈 只见后土突然出现在战场之中 随后神通一击 直接将周天星斗大阵破去 帝郡等众多妖族 直接当场重伤 就在十一祖屋凝聚的盘骨肉身 刚要上前给帝郡等人 最后一击的时候 女娲已经赶到 她急忙寄出山河设计图 将其拦下 随后看着后土说道 后土 妖族之事我可以不管 但是我兄长福西 我要带走 十一祖屋见状 怒不可遏 福西杀我巫族之人还想走 此事绝不可能 而福西此时 看着眼前的一幕 感动不已 随后她还是说道 妹子 我和妖族的因果 已经不允许 我逃过这次大战 你不要再牵扯其中了 你走吧 女娲气愤不已地 看向福西 双眼通红 兄长 你糊涂啊 福西只能无奈摇头 帝郡几人见情况 已经完全不利于妖族了 纷纷紧张不已 昆蓬此时已经在想着后路了 此时还在修复本源的红军 突然感觉到 洪荒之中 哪里不太对劲 于是他停止修复 观察起洪荒 这一看才知道 帝郡居然已经带着妖族 去找巫族决战了 看到红军头皮发麻 尤其是看到妖族溃败 女娲居然也出现在了战场 更是怒火冲天 帝郡 你该死啊 居然这个时候就开始决战 这不是找死吗 骂归骂 烂摊子还是得收拾 只见红军直接消失在原地 而此时的巫妖战场 还在剑拔弩张之中 女娲夹在中间 非常难受 后途 平行 见女娲还是不肯退去 只能说道 姐姐 此事你已经仁至义尽了 还是退去吧 女娲看着后途暗中传音道 后途妹妹 不管如何 我希望你能放我兄长一马 后途听后 也是表示会尽力 随后 女娲只能无奈离开战场 帝郡见女娲走了 面片绝望 太医则是满脸疯狂道 好好好 既然如此 大家都别想好过 说吧 祭出混沌中 紧接着就催动起来 竟是想要将其引爆 后途见状随手一击 想要直接灭杀太医 不料 此时造化玉蝶 突然出现在太医身前 为他挡住了这道神通 随后 只见红军降落到战场中间 巫妖十万年不得再战的话 你们都给我忘了吗 帝郡见红军到来 心中镇定了不少 太医也不再准备自爆混沌中了 此时 另一道声音响起 红军 你还是这么喜欢多管闲事 话音未落 三十六品功德金莲 和三十六品金石白莲 直冲红军天灵盖 红军急忙召回造化玉蝶抵挡 这才缓冲了一下 又见那个熟悉的法宝 已经笼罩到了自己的头顶 没错 就是打红军必备神器 鸿蒙良节设计图 红军又又又一次被收入其中 红军此事已是满脸绝望 早知道就让妖族去死好了 现在他们本源又要没了 这次天道也不敢再来叫红军了 他可不想自己的本源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消失殆尽 帝郡几人见此情况 惊惧不已 昆蓬这时抓住机会 直接卷起帝郡的 和兔洛书就要跑 还没等他跑出二里地 十一组屋操控的盘骨肉身 已经是一斧子披向了他 只是一瞬间 昆蓬神魂俱灭 第119章 后土完成任务 帝郡见状暴怒不已 昆蓬居然在这种时候 卷起自己的法宝 要逃 十一组屋操控的盘骨肉身 这时继续向帝郡和太一攻去 两人此时已是强弩之末 没有了周天星斗大阵的加持 他们根本不是 十二都天神煞大阵的对手 太一还想着引爆混沌中 结果还没等操纵 自己就先报了 帝郡太一双双陨落于此 屋族其余人见此情况 纷纷继续出手 妖族此时已经是军心涣散了 没有了主星骨 每个人都想着逃跑 大战持续了两久 妖族除了一部分逃走的 其余全部被剿灭 而此时的红军本源 又被磨灭掉五成 上一次还有天道 帮其分担一部分 现在天道根本不敢插手 就这样 红军只剩下了两成本源 整个人刚从 鸿蒙亮节设计图中出来时 已是目光呆滞 天道及时出现 将其带走 否则以十一组屋的脾气 肯定不会放过红军 大战过后 众多屋族都在欢呼着 这场大战的胜利 这一战是真刺激啊 那老尼丘 已经算是废了 哈哈 是啊 是啊 多亏了这位前辈 众人听后 都在感谢着后土的帮助 后土听后 也只是笑笑 随后 他带着后土 平行 来到地府 和后土 嘱咐着一些 后续关键的时间点 又过了几年后 后土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也到了 妹妹 我要走了 巫族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后土 平行 听后一脸不舍 却又不能留下它 只能说到 姐姐 若有机会 都回来看看 后土健壮 也是点点头 这时 黑洞再次出现 后土一步踏入其中 与此同时 第一也已经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第一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获得盘古商店所有商品 第一听后 也只能苦笑 后土这时 已经回到了祖物店 第一次时的原神修为 也已来到了混元太极 大罗金仙两重天 等到后土退去之后 第一才准备融合盘古商店的所有商品 只见第一一脸为难地 看着一众商品 面露尴尬 小二 这盘古二弟 真的可以融合吗 我可以不要吗 第一 主任 你信我 只有全部融合之后 你的肉身才能突破到极致的 于是 第一思考良久过后 也只能是同意下来 开始融合吧 就这样 第一终于是做出了决定 就在第一闭关时 屋组几个祖屋 正在商量着一件大事 二哥 你说 要让大哥到我们巫族的组长 是的 大哥一路带领我们走到现在 也确实是最适合 做我们巫族组长的人选了 我们倒是都同意 只是大哥会不会同意啊 毕竟我们也没有和他商量 蒂江听后 思索片刻说道 那便等大哥出关之后再说吧 刚刚大哥传讯给我说 是要闭关一段时间 也不知道多久 众人听后 都是点头同意 再看向孔轩几人这里 六尔正在指导着孙悟空修炼 大鹏在一旁说道 师弟啊 我们还是带小师弟 出去游历洪荒马 这段时间 他已经很努力修炼了 孔轩听后 拍了一下大鹏的脑袋 你就会贪玩 不要带坏了悟空师弟 孙悟空听到大鹏的话的时候 明显兴奋了一下 接着孔轩的话 让他只能继续修炼了 六尔已经看出了他的想法 于是笑道 大师兄 不如就出去游历一番吧 修炼也不用操之过急 孔轩诧异地看着六尔 师弟 你原来可不是这样的 怎么现在跟着小鹏一起谈完了 六尔没有说话 只是有意无意地看了看孙悟空 孔轩见状也是知道他的想法 自己三人保护着孙悟空 倒是没什么问题 也正好待他熟悉熟悉洪荒了 既然你们都想出去玩 那便去游历一番吧 反正也好久没有出去了 大鹏和孙悟空见状兴奋不已 不一会儿 几人便结伴向布州山外走去 此时的孙悟空上蹿下跳 满脸好奇地看着布州山外的各处景色 三位师兄 我们要去哪里啊 洪荒中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六尔听后 心中便有了想法 去一个你喜欢的地方 孔轩和大鹏疑惑地看着六尔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几人走走停停 这一日 三人就来到了目的地 只见六尔看着眼前秀丽的景色 缓缓说道 应该就是这里了 美猴王故事的开始 孔轩和大鹏听后 恍然大悟 师弟 原来你是要带着悟空师弟来这里 我说 怎么有点眼熟呢 此时的洪荒没有破碎 所以也就不存在四大洲 和天地人三界 所有的都是一个整体 孙悟空在看见 眼前这幅景色的时候 确实有了反应 只见他兴奋不已 手舞足蹈地 在花果山中奔跑着 不多时 几人就看到了水帘洞外的那道瀑布 接着 几人对视一眼 纷纷进入其中 只见这洞中世界 确实是一个洞天伏地 灵气浓郁 修炼倒是会事半功倍 但是 若比起巫庭的灵气 那肯定是相差甚远的 这个地方也只是比其他的一些 普通的洞府要好上一些 几人又在花果山采摘了一些果子 虽然对它们没有任何的用处 但是却可以节节嘴馋 悟空边啃着桃子边说着 这果子味道真不错啊 大鹏听后 哈哈大笑道 师弟 这些果子算什么 人参果才好吃呢 人参果 哪里有啊 孙悟空疑惑问道 孔轩这时也是说道 既然如此 我们就去镇原子师叔哪里看看吧 不知道他在不在地府 六耳听后 也跟着说道 地府的是很多 我们先去地府看看吧 说不定师叔就在那里 说吧 几人又向着地府而去 此时正在地府处理事物的 镇原子 焦头烂额地忙着 红云也好不到哪去 虽说他现在已经突破到了 混元大罗金仙 但是对于这些事物处理起来 还是很头疼的 还好现在洪荒之中 没有大规模的大战 不然他们都得头疼死 第120章 四傻游立洪荒 明和自然也有着他的事情在忙 如今地府虽说已经稳定 但还是缺人的 本来后途 想着赶化那些打算入轮回的生灵 让他们给地府工作 但是他们 居然都没什么兴趣 不多时 孙悟空几人已经来到了地府 红云师叔 镇原子师叔可在 大鹏的声音传入地府 镇原子两人听后 心中一紧 暗暗道 这三个小鬼 怎么又来了 我的人生果呀 见没有人回应 大鹏黑黑怪笑着 继续呼喊着镇原子 红云此时心生一记笑道 师侄啊 你们镇原子师叔还在忙呢 你们要是想吃人生果了 就自己去武装罐吧 随便造 镇原子听到红云这话 哪里还能忍下去 连忙开口道 我在呢 刚忙完 大鹏啊 你们不用去武装罐了 来回跑麻烦 我这正好有三颗人生果 就给你们吧 大鹏听后撇撇嘴道 师叔啊 我们可是 带着师父新收的小师弟 前来拜会你的 你就给三个人生果 我们四个怎么分嘛 孔轩和六尔听后 憋着笑意看向镇原子 只见镇原子此时的脸色 轻一阵红一阵的 孙悟空见状也是上道 连忙向前师里说道 两位师叔好 俺叫孙悟空 是师父的小弟子 红云见状笑了笑 拍了拍悟空的脑袋 是个好苗子 不愧是齐天大圣 孙悟空听到这话后 一脸疑惑 齐天大圣是什么 自从孙悟空出事后 众人都没有刻意和他讲过这些 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 镇原子见状变了变脸色 笑呵呵道 师侄啊 我也没什么见面里 这人参果就都给你吧 对现在的你 还是有些好处的 说着 便拿出了三个人参果 递给了孙悟空 孙悟空接过后 到了生县 大鹏见此情况不乐意了 于是假装无赖道 师叔你也太偏心了 我们兄弟三个还没有呢 镇原子听后笑骂道 这人参果对你们兄弟三个 又没什么用了 还这么嘴馋 说着 就又拿出了九个人参果 递给三人 哇 这一批的人参果可都没了 最近不要打我的主意了 孔轩三人听后 哈哈大笑 结果人参果 师说 还是你大气 我们替小师弟谢过了 说着 三人将到手的人参果 都给了孙悟空 孙悟空看着眼前一幕 感动不已 人参果的功效在来的路上 大鹏就和他讲过了 他自然知道 这果子的珍贵 但是孔轩三人 却毫不犹豫地都给了自己 他心里过意不去 随后说道 师兄 我不用那么多的 你们也吃吧 说着就要把人参果还回去 三人见状笑道 好了 你就都吃了吧 对你有好处 我们吃了也没用 你可要快点追上我们 孔轩如此说道 郑园子一脸错愕地 看着这兄弟三人 暗暗道 这几个小子 什么时候转性了 看来他们相处的 倒是还挺融洽的 打个收了些好徒弟啊 孙悟空见孔轩几人 都这么坚定 也就不再推辞了 抱着一个人参果啃了起来 嗯好吃啊 不一会儿 十二个人参果都被炫完了 孙悟空的修为 顺势突破到太已经先中气 师兄 俺突破了 这果子真的有用啊 六尔听后笑着说道 那你还不去谢谢师叔 孙悟空听后反应过来 连忙上前说道 多谢师叔 郑园子见状 也是笑着点点头 红云也是跟着开心不已 毕竟 他也是 很喜欢孙悟空的 随即 几人 又在地府闲聊了一会儿 郑园子和红云要继续忙了 孙悟空几人这才离开 大师兄 我们的接下来去哪啊 听着孙悟空的疑问 孔轩想到 还有一处地方 可以帮助他成长 于是说道 还真有一处好地方 我们走吧 说着 孔轩带着几人 向着昆仑山而去 不多时 几人就已经到了西昆仑山 孔轩也知道 希望母如今备靠二亲 但是他们只是来求几个盘头 可以兑换 再说了 老子和原始如今 都自身难保了 肯定也不会管这事了 三人在洪荒之中 又是走走停停 很久之后 才来到西昆仑山 死人大眼瞪小眼 面面相去 小鹏 你去叫门 大鹏一脸错愕 反驳道 不是你说的 来这里吗 你跟人家不熟 我不去 我不欺负女流之辈 六尔这时 也把头撇向一边 孔轩健壮一脸无奈 看来是都不想落下 欺负人的名声啊 孙悟空则是非常好奇 一直盯着三人看着 孔轩健壮没有办法了 只能自己来了 只见她在西王母洞府外 冰冰有礼喊道 西王母道有 在下孔轩 前来败坏 西王母此时正在苦恼修炼的问题 不料却听到了孔轩的声音 心中顿时有了想法 于是回应道 稍等 于是 西王母收拾了一番 就出现在了洞府外 孔轩也是第一次见西王母 整个人愣了片刻 心脏随之疯狂跳动 只见西王母此时穿着清凉 面容俊俏 一双仙手耗服如玉 示意几人进去一叙 大鹏和六二 见到孔轩的模样 心中了然 大鹏推了一把孔轩 他这才回过神来 接着尴尬摸了摸头说道 道友 讨扰了 西王母见状只是笑了笑 便带着众人往里走去 落座之后 西王母见几人 都只是四处大量并未说话 率先开口道 不知几位前来是有何事 孔轩接着回应道 道友 我们此次前来 是想和你讨几个盘桃 给我小师弟提升下修为 不知方不方便 当然 不会让道友吃亏的 西王母这时 看向孙悟空 心中了然 原来是第一前辈又收心图了 此事自然可以 只不过 我有一事 想要请教道友 孔轩随即说道 道友请说 西王母也是修炼的斩三师之法 但是如今却根本不能三师合一 令他苦恼不已 而且 洪荒中圣人战力越来越多 他隐约也发现了 他的路可能走错了 正愁怎么和巫族说上话 结果孔轩几人就来了 第121章 结识西王母 听清楚西王母的疑惑之后 孔轩则是一脸为难 他自然知道 问题出在了哪里 但是没有第一的指示 他也不能 私自将法则正道之法说出去 西王母也看出了他的为难 于是说道 孔轩道友 我也只是问问 若是不方便的话便算了 盘讨我这还有时刻 你便都拿去吧 不用交换了 日后有空多来一续便好 孔轩见状也是非常不好意思 然后开口道 道友 我回去便将此事告知师父 若是征得他的同意 此事自然可以解决 而且师父多半会同意的 西王母听后心中激动 知道是有转机了 然后便施了一礼感谢道 道友 麻烦了 就在西王母对着孔轩弯腰失礼的时候 露出了一丝春光 看得孔轩脸色通红 只见他倾咳一声道 咳 道友不必如此 应该的 西王母也发现了孔轩的囧态 片刻后才反应过来 随即面色微红起来 大鹏和六儿 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的情况 传音八卦着 师弟 你看大哥的样子 像不像饭的孔雀 我感觉他要开屏了 六儿听到这话 差点没憋住 笑出声来 只见他极力地忍耐着 脸上充满痛苦之色 悟空在一旁 看着极力憋笑的六儿 心中好奇 左看看又看看 这时 西王母拿出了珍藏的盘桃 递给孔轩 道友 我只能拿出这么多了 等下一次盘桃成熟时 再邀请你们师兄弟前来品尝 几人听后到了声谢 算是结下了这个缘分 见盘桃已经到手 孔轩不愿再多留下去 免得尴尬 于是说道 既如此 道友 我们便先回去了 我也好尽快跟师父提起你修为的事 缘分刚想说些什么 就听大鹏在那里说道 大哥 你这像什么样子 人家西王母道友 如此热情招待我们 我们应该多聊会儿再走嘛 又不急于一时 你们说是吧 两位师弟 六儿见状 强行忍住笑意说道 是啊师兄 西王母道友这里这么冷清 我们还是再聊会儿吧 悟空在一旁好奇地看着 也是开口同意多聊会儿 孔轩听后一脸无语 恨恨看向大鹏和六儿 不许胡闹 不要打扰了道友清修 我们走吧 西王母看着四人的神色 觉得很有意思 尤其是孔轩紧张的样子 他眼嘴轻笑 孔轩见到西王母这番样子 又是一阵失神 回过神后 赶紧带着大鹏几人就走了 看着孔轩的背影 西王母心中也是一阵激动 不一会儿就红透了脸颊 自言自语道 今天真是羞死人了 出了那么大的仇 说完就回去继续修炼了 而孔轩几人出来后 大鹏和六儿再也忍不住了 六儿还好有点掩饰 大鹏直接大笑不止 看得孔轩一阵无语 我踏马让你笑 说吧 孔轩照着大鹏 直接一脚踹出 大鹏也不躲闪 顺了孔轩心意 被踹飞出去 片刻之后 大鹏又屁颠屁颠回来 猥琐笑道 大哥 你要是那啥了 我替你告诉师父 让他老人家给你保媒 此事肯定能成 孔轩听后又是一脚 滚 就知道打去我 大鹏见状 眼珠滴溜乱转 有了主意 随后 孔轩将盘桃都拿了出来 递给孙悟空说道 师弟 这盘桃功效不下于人参果 你快服用了吧 悟空看着盘桃 已经是馋得流口水了 但还是说道 师兄 我慢慢修炼便是了 这盘桃是你要来的 不如还是我们兄弟四人分了吧 孔轩则是说道 师弟 这盘桃对我们都没有用了 还是你吃了的好 大鹏和六二也是点点头 悟空听后 还是倔强说道 不行 你们尝尝滋味也行啊 你们也是第一次吃 我们分了吧 你们两个俺四个 这样总可以了吧 见状 孔轩几人也不再推辞 同意下来 于是几人边走边啃着盘桃 好不惬意 孙悟空胡伦说道 师兄 我们接下来去哪啊 你出世以来还没有去过屋庭吗 此番就去屋庭逛逛吧 西王母之事倒是也不着急 还不知道师父什么时候出关呢 孔轩如此说道 随即 几人向着屋庭而去 不多时 几人已经到了屋庭 此时的屋庭 虽说几个祖屋都不来了 但是还有众多大巫在此 毕竟这里修炼事半功倍一些 几人碰上了正在溜达的九凤 只见大鹏上前笑嘻嘻说道 九凤妹子 你在干嘛呢 我来看你了 九凤则是一脸嫌弃地看着大鹏 眼神又看向六尔和悟空 这就是第一组屋新收的徒弟吗 六尔连忙回答着 似乎非常害怕九凤的样子 孙悟空在一旁若有所思的样子 姐姐好 俺叫孙悟空 九凤听后点点头 异常高冷的表情 让人褪比三摄 反观大鹏 似乎习惯了九凤这副样子 依旧是嬉皮笑脸地说着什么 等到九凤实在受不了大鹏的 叽叽喳喳离开之后 几人才开始好好在乌亭中转起来 孙悟空好奇地四处张望着 不多时 几人已经是带着悟空 将乌亭摸了个七七八八 该熟悉的都熟悉了 想不到 师父居然能找到这种好地方 孙悟空逛完之后 接着感叹道 六尔听后笑了笑 师父的神奇之处还有很多呢 以后你便知晓了 接着几人出了乌亭 打算先回盘古神殿了 还是孔轩提出来的 暂时倒是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我们回去看看 师父出关了没有吧 大鹏见状猥琐笑道 大哥 你不用这么迫不及待吧 真是见色忘忧啊 六尔在一旁 也是哈哈大笑 孔轩听后 对着大鹏翻了个白眼 看来此地不亦久留了 有反骨 几人打蛋闹闹着 回到了盘古神殿 回来之后 孔轩先去见了元凤 母亲 师父出关没有 有一事 我想争得她的同意 元凤见孔轩 一脸严肃的样子 倒是颇为好奇 第122章 第一出关 什么事啊 很重要吗 孔轩见状一脸为难 只见她支支吾吾的 片刻之后 还是选择跟元凤说清楚 元凤听后 也算明白了什么事 法则正道的方法 确实牵扯甚多 没有你师父的同意 确实不方便说出去 你做得很好 孔轩点点头 不过元凤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孔轩刚才和她 提起那位西王母的时候 脸色明显不太对劲 元凤心中好奇 但是也没有深究 此事还是等你师父出关之后 你亲自问她吧 孔轩听后也表示知道了 随后便退下了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 孔轩几人就在巫族族的 等着第一出关 这一日 祖屋殿中 只见第一缓缓睁开双眼 深呼一口浊气 居然融合了这么久 随后 第一观察着自己的身体情况 接着感叹道 肉身修为 居然直接便突破到了 混元太极大罗金仙九重天 盘古大神的东西 还真是好用啊 借助盘古商店所有商品 第一距离半步大道的肉身 也仅有一步之遥了 不过这一步就要靠她自己了 元神修为 则是没有变化 还是混元太极大罗金仙两重天 这时 系统也出来刷存在感了 主人 我没说错吧 是不是效果起飞了 第一接着说道 效果起不起飞 还得试试才知道 接着 第一便打算出关了 只见她消失在了闭关之处 直接来到了元凤寝宫之中 元凤正想着 第一什么时候出关呢 就感受到自己房间内 突然出现一个人 见识第一后 元凤娇称一声 他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第一已经将其抱了起来 缓缓放在云床之上 再次省略一万字 这一日 两人总算结束了大战 只见这时 元凤妩妙妖娇地 把玩着第一的衣角缓缓说道 孔轩那孩子有事找你 一直等你出关呢 你收拾收拾 我便叫人把他喊来了 看着眼前元凤这 魅惑百态的样子 第一哪里听得进去什么东西 接着又顺势扑倒 几天过后 在元凤拼命求饶之下 第一总算结束了他的暴行 你说孔轩小子有事找我 元凤弯了第一眼 随后整理着衣物说道 你还知道呢 第一善善笑道 我这就传讯给他 不一会儿 孔轩收到第一传讯时 心中一喜 急忙来到元凤住处 师父 我来了 嗯 进来吧 孔轩听后踏入其中 只见第一正在高座之上 身上的气息更加神秘 让人看不透了 元凤说 你一直在等我出关 有什么事便说吧 第一其实可以自己推演一番的 但是他一直没有推演过自己身边的人 也是给足了这些兄弟弟子信任 随后 孔轩将几人带着悟空出去游历 遇到西王母的事情 又说了一遍 第一听后了然于胸 看向孔轩的眼神充满细血 恰好 这时大鹏和六尔悟空也来了 只听孔轩说完之后 大鹏就迫不及待说道 师父 最主要的 还得是给我大哥提个亲啊 他跟那西王母那眉目传情的 要不是我们在场 我都感觉大哥要开屏了 众人听后一愣 孔轩更是想杀了 大鹏的心都有了 这个时候 来接自己的短 接着就听到第一丧心病狂的笑声 孔轩健壮 更是一脸无语地看着第一 元凤在一旁 也是尴尬至极 内心觉得大鹏形容得好笑 但是身为母亲 也不能这么笑自己的娃娃 只能极力地憋着 但是看到第一那丧心病狂的样子 更加好笑了 不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孔轩满脸绝望 只见他 看向大鹏的眼神 充满怒火 随即传音道 你小子最好睡觉 都给我睁只眼 你等我一会儿收拾你的 见孔轩真的生气了 大鹏也不敢笑了 缩了缩脖子 大哥 我错了 我不敢了 孔轩却是没有看他了 心中下定决心 一定要给大鹏好看 第一笑完之后 发现孔轩一脸忧怨地看着自己 正了正色轻咳一声 咳 那啥 为师刚才想起好笑的事情 不是笑你熬驼 既然你们有此约定 那你便将法则正道之法 告知西王母吧 也算还个人情 孔轩的脸色 这才变了变 向地义鞠了一躬 多谢师父 说吧 孔轩就要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时 地义想起了什么 连忙问道 小轩啊 你要是真喜欢那西王母 我就让你挖钱去给你说说 你觉得如何啊 男人就要果断一点吗 孔轩听后张红了脸 急忙说道 师父 不用 还没到这一步呢 还是让徒儿自己来吧 第一见状 也只能顺了孔轩的意思 那好吧 你自己把握吧 下次开 和人家见面 好好收拾下自己 只见孔轩一脸无奈地点点头 随即便退下了 孔轩走后 大鹏这才敢笑出声来 袁凤也是恨恨地 看了第一眼 传音道 你一个当师父的 哪有这样调侃自己徒弟的 唯老不尊 第一回应道 此言诧异 我这不是在叫他吗 我可是难得的好师父 圆凤听后 直接无语住了 第一见大鹏 还在嘻嘻哈哈的 故作严肃 拍了一巴掌 他的后脑勺道 好了 没大没小的 没事就赶紧滚吧 大鹏挠了挠头笑道 嘿嘿 师父 我最近可以跟着你修炼不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您学习一下 第一听后 自然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 随即说道 我忙着呢 你自己修炼去 这么大了 还要师父操心 你修炼的什么 说完 也不管还在猛逼的几人 第一带着原封就离开了 六尔这时憋着笑 一脸同情地看向大鹏道 二师兄 你都保重 随后看向孙悟空接着说道 我们也走吧 十点 悟空正疑惑 为什么不和大鹏一起走时 六尔已经带着他 飞出去了老远 这时的大鹏 正瑟瑟发抖地看着眼前来人 第123章 暴走的孔轩 大鹏这时 也已经出了原封的住处 结果就遇到了 已经在此等待多时的孔轩 只见孔轩一脸细血开口道 我的好弟弟 来吧 让我看看 你长进了多少 说吧 也不顾大鹏 那绝望的眼神 直接向着大鹏攻去 孔轩虽说生气 但是却没有动用神通和法宝 大鹏自然也是一样 两人都知道 对方不会真的下死手 顶多就是互殴一顿 由此可见 几人都感情还是很好的 以前每次大鹏调皮惹到孔轩 孔轩都会用肉身之力 将其揍一顿 所以养成了 大鹏看到孔轩生气 就害怕的性格 哥哥打弟弟 倒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若是论起真实修为和实力来说 孔轩也是要更胜一筹的 虽说大鹏的天赋神通 确实逆天 但是孔轩的五色神光 还是更强一筹的 这也是从两人的综合方面来说的 当然 他们也不可能真的生死相向 一场单方面的碾压暴走 持续了七天七夜 在这期间 大鹏被打得四处逃窜 大家确实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只见此时的大鹏 鼻青脸肿 已经分辨不出其五官了 他看着孔轩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 大哥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饶了我吧 孔轩见收拾的也差不多了 便也不再计较了 你去叫上六尔和悟空 我们一起去西昆仑 说完便离开了原地 大鹏听后 只能一脸苦逼地 去找六尔悟空两人了 当六尔两人见到大鹏这副惨状时 都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 六尔接着调侃道 师兄 你怎么不让大师兄 自己去找西王母联络感情了 大鹏听后 一脸无语地看着六尔 我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说风凉话 还是不是兄弟了 六尔继续笑了笑 好了好了 走吧 我们一起去吧 说吧 三人就去找孔轩会合了 不一会儿 孔轩四人就一起前往西昆仑 一路上 大鹏也不敢再调侃孔轩了 只是默默跟着几人 一边用法力恢复着自己的脸 悟空这时好奇说道 大师兄 你们都是多久突破到 汇渊大罗经线的 为什么俺这么骂 孔轩听后笑了笑 你修炼时间尚短 修炼最忌会操之过急 以你的天赋 用不了多久 就会追上我们了 悟空听后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不多时 几人就已经到了西王母的洞府 孔轩上前敲门说道 道友 孔轩前来 西王母听到孔轩的声音 心中一喜 急忙来到洞府外 你们这么快便回来了 既然我们已经相识 今后叫我姚雄便好了 孔轩听后 心中惊喜 随后 几人随西王母 进入了她的洞府之中 孔轩直接说明了来意 表示已经征得第一的同意 可以将正道之法传授给她 西王母听后惊喜不已 随后感谢道 多谢诸位了 小女子感激不见 大鹏这时 又是倩倩说道 道友 这事都是我大哥和师父提的 你要感谢 就单独感谢她好了 嘿嘿 孔轩听后 又是弯了大鹏一眼 大鹏顺势躲到六尔身后 西王母见状知道 大鹏应该所言不假 随即向孔轩感谢着 孔轩被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随后说道 不必如此 这也是应该的 我现在便将这正道之法 传授给你吧 西王母听后点点头 表示可以 随即 孔轩便将法则正道的关键 都和西王母讲得清清楚楚 只见西王母眉头一皱 面露怒涩 竟是如此 道 红军竟是如此丧心病狂之辈 可我如今已是修了 这盏三师之法 岂不是注定无法正道了 孔轩也料到 西王母会如此 于是接着说道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只是需要你自费三师 从大罗金仙 开始专修法则之道 只有如此才能正道了 西王母听后一脸无奈 看来只能如此了 接着 他继续看着孔轩说道 孔轩 此番还是多谢你了 若不是你 我还在傻傻地 修炼着斩三师之法 这辈子也挣到不了了 孔轩听后 尴尬挠了挠头 你想清楚要重修了吗 西王母点点头道 是的 我想好了 如今洪荒有第一前辈威慑 各族基本没有争斗 正是我安静重修的好时机 孔轩随即想到了什么 支支吾吾说道 如此也好 你若是不嫌弃 我可以帮你护法 西王母见孔轩的样子 心里一阵暖流涌过 欣喜不已 那便有劳了 见西王母同意了 孔轩表面镇定 内心早已紧张不已 六二见状也知道 没有他们什么事了 于是开口道 师兄 既如此 你便再次给西王母道 有护法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 大鹏也是跟着附和着 孔轩一脸错愕 但是也只能同意下来 随即 六二大鹏三人 就离开了西昆仑 只留下孔轩和西王母独处了 这时 西王母见大鹏几人都走了 开始细细打量着孔轩 于是 他越看心跳的越快 孔轩的性格和模样 都非常合自己的心意 随即脸颊红润起来 孔轩也发现了 心里紧张的一撇 两久过后 西王母终于稳定心神 表示自己要开始斩灭三师了 说吧 就祭出法宝 斩灭了三师 这一击之下 西王母直接脸色苍白 口吐献血 孔轩见状急忙拿出三光神水 给西王母服下 缓了一会儿过后 西王母的面色渐渐红润起来 身上的伤势 也在三光神水的治愈下 完全恢复 只见西王母起身湿了一里 孔轩谢谢你 这三光神水如此珍贵 你给了我 以后你怎么办 孔轩见状挠挠头说道 没事的 师父给了我很多呢 这不算什么 西王母听后恍然大悟 看着孔轩这番可爱的样子 忍不住调侃道 我应该比你年长一些 不如今后 我便叫你孔轩弟弟怎么样 孔轩听后一脸错愕 想不到西王母 竟然有了这个想法 但是她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 于是答应下来 第124章 与众不同的任务 那好吧 你想叫什么便叫吧 西王母听后 眼嘴轻笑 觉得孔轩更好玩了 之后的日子 就是孔轩在陪着西王母修炼 帮助她修炼 两人的感情 倒是进展的没有这么快了 只是时不时的有点火花 而第一这时正在大战呢 就收到了新任务 直接被吓了一跳 定 发布系统任务 任务目标 夺取本世界罗侯的魔戒 将其融入洪荒之中 任务人选 十一组屋全员 除后土 任务奖励 任务者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 获得特殊商店自选一件 任务时间不限 干 小二 你他们有病啊 非得这时候发布 定 嘻嘻 主人 我再给你加油啊 原凤察觉到了第一的不对劲 不禁问道 怎么了 继续啊 第一清了清思绪 看向原凤此时的状态 继续耕耘起来 终于 这一日 二人总算结束了 原凤颇颇为好奇 第一怎么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 但又怕说出来打击到他 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一完事后 带着原凤 直接来到了组屋店的会试厅 顺便传讯给十二组屋 不一会儿 几人就已经到了 第一件差不多了 缓缓开口道 此次任务是 我们这个世界的 要你们斩杀罗侯顺便 将魔戒融入洪荒之中 你们几个可有把握 后土不在此次任务之中 众组屋听后跟打了鸡血似的 七嘴八舌道 大哥 你这是什么话 我们几个拿捏罗侯 还不是轻而易举 是啊 是啊 终于到我们大展拳脚了 可惜不是其他世界 不能拳打红军脚踢天道了 第一听后 一脸无语地看着众人 见差不多了 赶紧说道 好了好了 这次任务没有期限 你们先准备一下 也不用着急 祝容这时大咧咧道 大哥 我们不用准备 手都仰死了 快让我们去吧 无奈 第一只能是让几人踏入魔界 就在地江等十一组 侮辱魔界之后 第一突然想起什么 消失在了原地 只见第一出现在了天道 运养神池外 此时的天道雏形 居然长大了好大一圈 若是把之前的天道雏形 比做是一小团不规则的云团状 现在则是 已经具有完整规则状的 十倍大云团 接着又看向地道和人道意识 发现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效果居然这么明显 看来这运养神池 对他们来说 确实是好东西啊 第一上前抚摸了一下天道雏形 只见他好似 诞生了灵质似的 朝着第一的手拱了拱 亲密不已 第一又去查看了一番洪荒本源 发现 没有太过明显的变化 只是看起来 比之前增加了一些生气 不是那种即将破灭的状态了 看来 洪荒要想更进一步 融合魔界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随后 第一又回到了祖屋殿 看向投影中的众祖屋 只见他们 此时已经到了魔界 魔界的环境和洪荒 完全是天差地别 虽然也是修炼灵气 但是比起洪荒 却是稀薄得很 罗侯在十一祖屋降临的一瞬间 已经察觉到了 毕竟他是魔界之主 祖屋又没有刻意遮掩自身气息 罗侯心生疑惑 出现在众祖屋身前对峙着 你们是何人 竟敢擅闯我魔界 随即 罗侯身后跟来一群的魔祖小弟 蒂江这事也开口道 你便是罗侯吧 我们你可能不认识 不过我大哥 你肯定不会忘记 罗侯自从建立魔界之后 便和洪荒断了联系 唯一一次联系 还是天道找他打算合作对抗第一 不过心高气傲的罗侯 并没有和天道合作 主要也是 他再被他给坑了 你大哥 罗侯感受着众祖屋的气息 觉得有点熟悉 随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你是第一的地点 蒂江接着说道 答对了 可惜没有奖励 罗侯见状直接气笑了 还真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 就凭你们几个 也敢擅闯我魔界 地意在哪里 众祖屋听后 哈哈大笑 我们就是来取你性命的 你还不配 我大哥亲自出手 罗侯听后怒火冲天 狂妄 说吧 罗侯吩咐众多魔族 围攻起十一祖屋 自己则是在积蓄魔界力量 罗侯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介之主 实力虽说还比不上河道的红军 但是其实力也已经是达到了 混元无极大罗金先九重天 而蒂江等人的修为 则是混元大罗金先八重天 修为最高的主九英 也就才混元大罗金先九重天 如此悬殊的差距 让罗侯非常看不起十一祖屋 只见此时的众祖屋纷纷出手 一众魔族小兵根本无法抗衡 只一瞬就几乎死伤殆尽 罗侯剑撞怒火中烧 魔界力量积蓄也差不多了 于是罗侯祭出十二品 蔑氏黑莲朝着众祖屋攻来 法宝之中夹杂着浓郁的魔道力量 竟隐隐能与红军造化玉碟三千法则 合力一击相比 十一祖屋见此情况也不拖大 纷纷祭出各自法宝 只见十一道混沌质宝的气息冲天起 合力将罗侯这一击给击退 罗侯此时震惊不已 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这么多混沌质宝 即便当初混沌时期 也没有如此多混沌质宝啊 地江几人 却是没有回答罗侯的疑惑 再次利用各自的混沌质宝 打出神通攻击杀向罗侯 罗侯见状也不再留守 刚刚也只是试探性的进攻 见几人都手持混沌质宝 这下也开始认真了 突得罗侯身上气势一掌 拿出了全部的实力 用蔑视黑莲打出恐怖一击 这一击神通 若是单独落到一个祖屋的身上 肯定就是当场生死了 但是罗侯现在面对的是十一位 众祖屋合力抵挡这一击神通 但是却并没有用 十一祖屋还是被击飞出去 魔道之力肆虐着他们的身躯 又见几人拿出三光神水 各自服下一滴 瞬间伤势全好 魔道之力也被消磨殆尽 罗侯见状更是愤怒无比 你们该死 第125章 战罗侯 说吧 就要再次攻向十一祖屋 帝将几人见此情况 也知道了罗侯的大概实力 于是几人默契汇聚在一起 然后就听帝将高声喊道 十二 都天神煞大震 七 罗侯顿时生起不妙的感觉 当他看向十一祖屋时 他们却已经消失 与此同时 在刚才帝将的位置 正缓缓形成一个巨人 不一会儿 罗侯就看见了一个 令他终生难以忘却的人 出现在他身前 罗侯此时看着盘谷肉身 惊惧不已 帝将几人组成的这个盘谷肉身 已经远远不是当初 混元金仙时那个盘谷肉身 所能比拟的了 要是后徒也在 此时十二祖屋组成的 都天神煞大震 就会更强一筹了 但是现在几人 对付罗侯 已经完全够用了 只见盘谷肉身 大喊一声福来 接着 开天神府 就出现在了盘谷肉身手中 第一在之前 便将开天神府交给了帝将 毕竟他也用不上了 给他们用正合适 罗侯此时又想起了 当初盘谷开天时的那一幅 那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此时却被唤醒 突然 盘谷肉身手持开天神府 朝罗侯攻来 罗侯见状急忙回过神来抵挡 但是在盘谷肉身这一击之下 罗侯却被直接中伤了 此时罗侯的脸色阴沉无比 不可置信道 这怎么可能 盘谷 你明明都死了 为何还要一只阴魂不散啊 说吧 罗侯像是进入了一种 极其暴虐的状态 周身气息狂暴不止 刚刚被重伤的身躯 居然正在缓缓修复 你不是盘谷 便没有能力再次斩杀我 我乃魔道之祖 说吧 罗侯修为 竟是直接突破到了 混元太极大罗金先义重天 本世界的第一看到这里 赞叹不已 不愧是罗侯啊 手段还是够高深的 既如此 我也来陪你玩玩吧 只见第一消失在原地 瞬间来到洪荒之外 接着利用造花玉碟 和天道一部分权柄 打开了通往魔界通道 小二 这可不算是替代 他们完成任务哈 系统只想说 第一是个老六 只见第一直接踏入其中 而此时的罗侯 实力虽说暴涨 但是十一组屋的盘谷肉身 还是将其死死地压制住 只不过一时半会儿 斩杀不了罗侯 罗侯拼命地 催动着蔑氏黑莲 应战着盘谷肉身的进攻 但是蔑氏黑莲 只是一个极品先天领宝 能做到和开天神府交锋 已经是极为难得了 若不是罗侯实力通天 现在蔑氏黑莲都要被砍爆了 蒂江坚一时半会儿 拿不下罗侯 正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只见这时 魔界突然从天空中 出现一个光点 这光点越来越大 渐渐地从中出现了一个男子 罗侯也感应到了魔界的情况 瞬间更是愤怒无比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赶来自己的地盘了 他心中如此想到 这时 蒂江几人操控的盘谷肉身 和罗侯 也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攻法 纷纷看向那人 只见第一从那光点降临之后 众人也算看清了来人 什么破地方 居然开个通道 都这么费劲 罗侯自然也认出了第一 怒吼道 第一 你欺人太甚 第一这时才看向罗侯 装作差一道 呀 小罗 真是好久不见啊 随后又是嫌弃说道 这么久不见 你怎么这么拉了 罗侯听后 更是怒火冲天 第一 你找死 说吧 罗侯再也忍受不了 第一的冷嘲热讽 直接对其动手了 十一组屋操控的盘谷肉身 本想上前 但是被第一给制止了 只见第一戏谑笑道 既如此 罗侯 让我看看 你跟龙汉梁结石 长进了多少 说吧 第一施展时间大盗之力 将罗侯进攻躲掉 罗侯见第一 竟然如此羞辱自己 再也按捺不住杀星 祭出蔑视黑莲和九魔塔 再次向第一攻防而去 第一则是笑道 我今天就赤手空拳 将你打服 哈哈 说吧 第一也不运用 时间大盗之力了 而是运用 荔枝大盗规则之力 赤手空拳施展神通 只见第一躲开 罗侯神通攻击之后 顺势一记掌中神通 向罗侯面门而去 其中夹杂着 浓郁的荔枝大盗之力 威压十足 罗侯感受到 这神通的恐怖 连忙将九魔塔 挡在身前 很不幸 九魔塔直接被打碎了 第一剑状 懊悔不已 靠 没收住手 我的法宝啊 帝将众人和罗侯听后 一脸错愕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罗侯满脸不可思议道 这怎么可能 你居然已经达到 会员太极大罗金仙三重天了 红军根本不会允许才对啊 帝听后 只是笑了笑 那老小子早就死了 他可是你的大敌啊 还不谢谢我给你报仇 罗侯听后 更是震惊不已 随后冷哼一声 第一 吴不是红军 本作是不会输的 说吧 罗侯竟在缓缓吸收 请魔戒的本源 打算以此更进一步 不过代价 就是魔戒崩坏 所有一切不复存在 帝一件状 又是一记神通攻击 直接将罗侯掀翻在一旁 这就没意思了 魔戒本源 还是留给我吧 帝说吧 继续向罗侯攻法而去 罗侯正恼怒第一打断 自己吸收魔戒本源呢 接着就看见 无数道立之大道的神通 配合着时间大道之力 竟是全部朝着自己攻来 他急忙祭出灭视黑莲 同时准备闪躲 却见此时 灭视黑莲突然消失在手中 与此同时 他一动都不能动了 只见十二品 灭视黑莲 已经到了第一的手中 而他的神通攻击 也顺势来到了罗侯面门 只听一阵轰隆声作响过后 罗侯躺在地上 已是奄奄一息 第一将灭视黑莲收好之后 看向罗侯 自言自语道 要不是魔戒本源不能没有了 我还真想看看 吸收完一戒之力的 罗侯会有多强 随后他让十一组屋 给罗侯补补刀 自己则是进入了魔戒核心本源之处 朱镕剑撞无奈道 唉 说好了 让俺们完成任务的 大哥这下直接将罗侯打了个半死 俺都还没打过瘾呢 众祖屋听后 哈哈大笑 第126章 任务完成 地将随后说道 好了 赶紧将罗侯处理了吧 大哥一会儿 估计就回来了 几人听后点点头 于是在地将的操控下 盘古肉身朝着罗侯施展出全力一击 开天神府 直接劈向罗侯的脑门 只见罗侯这时突然起身 将盘古肉身这一击化去 周身气势又一次达到了顶峰 地将等人见状震惊不已 什么 有这种事 地将还得是沉稳一些 立刻稳住心态说道 别慌 罗侯肯定是有我们不知道的手段 我们先拖住他 大哥应该已经察觉到了 说吧 盘古肉身又上前跟罗侯站坐一团 罗侯这时的眼睛通红无比 整个人跟刚才简直判若两人 实力也更强了 第一这时正在观察着魔戒本源 突然发现罗侯居然又一次恢复了 心中颇为好奇 有意思 我那么多道神通都没打死他吗 说吧 第一也不着急出去 只见他缓缓取出造花御蝶 然后便将魔戒的本源收入其中 只一瞬 居然就成功了 这时 还在和盘古肉身大战的罗侯也察觉到 魔戒本源居然不见了 他瞬间反应过来 肯定是第一座的 魔戒士官他的生死 绝不能让第一将本源给拿走 于是 罗侯不想再站下去 想要先去阻止第一 地将很敏锐地看出了罗侯的心思 于是操控着盘古肉身 死死缠住罗侯 第一这时自言自语道 怪不得罗侯总能恢复过来 看来这魔戒本源也有他的一部分 在魔戒本源被收入造花御蝶之后 第一察觉到了这本源的不完整 瞬间就明白了 罗侯为何这么难缠了 也罢 该结束了 说吧 第一再次出现在罗侯身后 罗侯也是很快察觉 急忙转身提防着第一投袭 第一见状只是笑道 罗侯 魔戒本源我就收下了 正好给洪荒生个急 罗侯听后怒不可遏 第一 你欺人太甚 魔戒本源是我的 第一则是没有回答了 而是朝着罗侯攻伐而去 第一心中很明白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根本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只有你实力足够强大 你才会有话语权 恰好 自己就有 罗侯在第一轮番 狂风暴雨般的攻伐之下 很快又一次重伤 这一次 第一没有再给机会 而是祭出混沌无极神剑 一剑洞穿其原神 罗侯至此才算彻底生死 十一组屋见状 也是欢呼不已 大哥 还得是你啊 没想到这次任务这么复杂 我们合力 竟然才只是 和罗侯占个平手 第一接着说道 好了 这次任务本来就是 没有时间限制的 只不过你们几个操之过急 非要来 若是你们全部突破到 混沌无极大罗金仙 罗侯不会是你们都对手的 地将几人听后 恍然大悟 接着 一个巨大黑洞 出现在地将几人面前 大哥 我们走吧 第一剑状摇摇头道 你们走吧 我自有办法回去 地将几人见状 也不再多说什么 毕竟第一能凭借自己来到魔界 肯定也能回去 说吧 众祖屋踏入黑洞之中 第一这时 祭出造化玉碟 利用强大法力 再次打通了 通往洪荒的通道 第一步踏入其中 就在第一带着造化玉碟 离开魔界之后 魔界突然开始摇摇欲坠 各处山川河流 正在一点点阴灭 接着就是整个魔界 正在一点点消失 第一在通道之中 也发现了这一幕 看来魔界少了本源之后 已经开始破灭了 随后第一继续赶往洪荒 并没有过多停留 魔界是魔界 洪荒是洪荒 第一可不是圣母 非要保存魔界 对他来说 又没有什么好处 等到第一回到洪荒之后 他第一件事 则是来到洪荒本源之处 只见他拿出造化玉碟 顺势将其中的魔界本源 释放出来 洪荒本源 这时像是突然有了灵质一般 直接抓住魔界本源 就是一顿西石 第一饶有兴趣的 看着眼前一幕 看来世界只见是要互相吞噬的 洪荒本源明显是比魔界本源要强啊 看来洪荒本源晋级 很快就可以实现了 这时系统的声音 也在第一脑海中响起了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修为提升一个小境界 恭喜获得特殊物品商店自选一件 恭喜修为突破三重小境界 获得神级奖持抽奖一次 只见第一听后非常淡定 没有了以前刚获得系统 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了 既然有抽奖 那就先抽个奖看看有什么吧 小二开始抽奖 叮 恭喜获得先天之宝升级卡 型号50 第一件居然只抽到先天之宝升级卡后 一脸无语 小二 我现在最低级的法宝 都是混沌之宝 你给我抽到先天之宝升级卡 是几个意思 虽然挺多的 但是有个屁用啊 叮 主人 你可升级其他的法宝呀 攒起来 等再抽到混沌之宝升级卡 不就可以再次升级了吗 第一听后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就是有点无语 但是转念一想 以后巫族人手一件混沌之宝的样子 好像有点恐怖哦 小二 我要选择特殊物品商店世界本源升级卡 叮 恭喜获得世界本源升级卡 第一看着手中的升级卡 好奇不已 接着南南道 这玩意儿 真能让洪荒本源升级 看起来也没啥特别的 见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第一就将其收了起来 这时 洪荒本源也差不多吸收完魔戒本源了 只见洪荒本源此时散发着熠熠光辉 其中蕴含的能量也更为厚实了 被天道给吸取的部分本源 也在魔戒本源被完全吸收后补全了 此时的洪荒本源 从外表看上去充满了活力 其中的能量也是大的惊人 第一件差不多了 取出了世界本源升级卡 随后说道 小二 启用世界本源升级卡 叮 正在激活中 只见此时第一手中的本源升级卡 正在一点点消散于洪荒本源之中 而洪荒本源 这时也是感觉到了一股强大到无与伦比的能量 正在融入自身 于是就看见洪荒本源散发的光辉 更加耀眼起来 第127章 洪荒巨变 与此同时 洪荒之中各处都开始了巨大的蜕变 变化从不周山开始向外蔓延 只见不周山周围的灵气 愈发地浓郁起来 正缓慢地向四周扩散 洪荒中的生灵也发现了这场大变 纷纷欢呼不已 洪荒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提升了这么多灵气 能有如此手笔 必然是那位大人啊 自从洪君死后 洪荒如今的修炼氛围确实更好了呀 接着 每个洪荒生灵都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投影 正在投影之中的 正是第一和洪荒本源 这是洪荒本源升级过程中 对第一的感谢 于是直接向洪荒众生投影出这一幕 让众人记住第一 与此同时 巫族众人纷纷高呼着第一的名字 就连老子也是心生敬佩之意 他也想不到 第一居然能有如此实力 让洪荒发生如此巨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 灵气增长的区域越来越多 很快就到了西方之地 随后 就见西方大地的灵气 也开始缓慢提升 被罗侯自爆的西方灵脉 也在缓慢恢复 准提和借银两人感受着西方的巨变 心中兴奋不已 看向投影中的第一感激不已 师兄 我们西方有救了呀 是啊 没想到竟是第一前辈 拯救了我西方的灵脉 接着 两人竟是忍不住抱头痛哭起来 喜极而泣 随着时间的推移 洪荒本源已经快要升级完成了 第一就在一旁看着洪荒本源的变化 他心中也是震惊不已 居然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本源升级卡 还真是神奇 可惜只能用一次 不然每次我都选这本源升级卡 洪荒会成长成啥样子 不多时 洪荒本源总算是升级完成 连带着洪荒世界的范围 也像混沌中扩大了先前的一半 现在的洪荒世界范围 已经相当于之前的两倍 而且 灵气浓郁程度 也比之前提高了两倍 连带着西方的灵脉 也被恢复升级了 只见此时的洪荒本源 像是有了灵质 飞到第一的怀中 用力地蹭了蹭 第一件状笑了笑 摸了摸怀中 像是一团云朵的洪荒本源 被抚摸后 洪荒本源好像非常兴奋 不停地在第一怀里蹭啊蹭的 此时的天地人三道意识 也感受到了洪荒本源的提升 纷纷老老实实地 趴在酝氧神池之中 如果是之前的天道意识 此时恐怕已经被升级完的 洪荒本源意识给撕了 第一等洪荒本源平复之后 便将其放下离开了此处 他也想赶紧出去看看 洪荒世界如今的巨变了 不多时 第一已经出现在了洪荒之中 他仔细地观察着 洪荒各处变化 心惊不已 果然是好东西啊 在看向巫婷和布州山盘古神殿时 第一哭笑不得 洪荒本源为了报答第一的帮助 居然将这两处灵气浓郁 提升了先前的四倍之多 就灵气浓郁程度而言 现在的洪荒之中 没有任何地方 可以比肩盘古神殿和巫婷 好样的 不枉我用了这张本源升级卡 接着第一回到了祖屋殿 众人都在等着第一回来 第一将见第一终于回来了 急忙上前说道 大哥 此举大善啊 现在我们巫族修炼 更是事半功倍了 第一随后一脸装逼说道 唉 伟大的我呀 你们还是要向我看齐啊 缘分看第一 这副样子破为好笑 美好气道 好了 夸你一下还嘚瑟上了 第一善善一笑 地将这时又是开口说道 大哥 我们兄弟 绝地要让你做我们巫族的组长 也好带领巫族 你一下如何 地一听后 则是摇摇头说道 就算我不是组长 难道我就不能带领巫族了 名头无所谓 我第一组屋的称号 已经够了 地将听后一脸错愕 随后反应过来 赞叹道 大哥 你真有隔绝 平常地一说的一些话 他们不懂也会问他 一来二去 众人也学会了地常说的话 接下来的时间 洪荒生灵的修为 也迎来了大爆发 每个人的实力 都迎来了蜕变 由于洪荒范围扩大 已经开始有一些生灵结伴 开始探索游历新的区域 这一日 地一突然想到孔轩和西王母的事 想起如今洪荒升级了 但是由于洪军的影响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法则正道之法 于是他心中有了想法 只见第一来到布州山之上 高声传遍整个洪荒 无名第一 千年之后 本尊将在布州山顶讲道 所有向道之人皆可前来 与此同时 整个洪荒都沸腾了 什么 全是地一组屋 他要给我们讲道 没想到啊 地一组屋改变了洪荒之后 还能记得我们这些弱小的生灵 是啊 地一前辈大善啊 老子此时心中惊喜不已 他早就想请教第一修炼之道了 自己迟迟没有 推算出别的正道之路 没想到 第一居然愿意传授出去 于是 老子便直接出发前往布州山了 他打算提前登上山顶 等着第一 原始这时是气愤不已 按下决定 绝不会去听第一的道 街影和准题 这时已经兴奋地手舞足蹈了 师兄 太好了呀 我们正苦恼法则正道的一些关键问题呢 此番讲道 我们一定要听啊 街影随后也是高兴说道 是啊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第一前辈说 要在布州山顶讲道 虽说山下也能听到 但我觉得 还是去山顶更好一点 准题听后 也表示同意 随即 两人收拾了一番 就出发前往了布州山 不止这些人 洪荒之中有名有姓的生灵 都不约而同地 向着布州山而去 龙族现在的族长 已经换成了敖广 他也在苦恼着 要不要去拜见一下第一 这时竹龙从祖地冲出来 对着敖广说道 你还磨蹭什么 还不带着龙族 几个天赋好的弟子前去 敖广听后 连忙点头应试 就在他要离去准备的时候 竹龙叫住了他 对了 还有一事 你记得帮我问问第一前辈 他当初说的 我龙族的转机 到底在哪里出现了没有 第128章 第一要讲道 敖广听后 表示知道了 随后 敖广也带着一些龙族年轻一辈 前往布州山了 此时的祖物店 帝将这时来到第一身前好奇问道 大哥 为何要给他们传道啊 第一听后笑了笑道 也没别的想法 就是想试试 众生气韵进加我身的感觉有多爽 帝将听后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元凤这时也说道 既如此 那我让金凤带一些凤族弟子 也来听到了 第一听后也是表示 当然可以 时光悠悠 已经快要到讲道的时间了 第一 发布系统任务 指定任务人选 孔轩 任务目标 避免平行世界孔轩 被准提收入西方教 任务奖励 任务者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任务时间 一年 第一听到任务时间之后 疑惑问道 小二 这次的任务时间 怎么这么短 主人 任务时间是随机的 第一听后 恍然大悟 不一会儿 孔轩已经收到传讯 来到了祖物店中 师父 我收到任务了 嗯 此番你都时间只有一年 完成任务便好 不用理会其他的了 孔轩听后表示明白 接着 第一又将 鸿蒙亮节设计图 和混沌珠 交给孔轩 随后 在孔轩身前 出现了那个黑洞 孔轩向第一 试了一礼后 便踏入其中 就在这时 大鹏和六尔孙悟空三人 也来到了祖物店 大哥居然也有任务了 为什么还不到我 大鹏见状羡慕无比 悟空倒是非常好奇地 看着投影中的孔轩 此时 孔轩已经来到了 另一个洪荒世界 此时的风神大战 已经快要来到 最后的关头 荆棘岭 此时孔轩 平行 刚被地心调到这里镇守 打算以此拦住 江子牙等人的进攻 而孔轩 本世界 就在虚空中 利用混沌珠 隐藏自己 观察着现场的情况 只见此时的孔轩 平行 已经连续击败哪吒 杨检等人 让江子牙是束手无策 此人到底是谁 怎会有如此修为 看来要让师兄们下场了 江子牙如此想到 随即便传讯给广城子 广城子收到消息之后 愤怒不已 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人 居然就将他们给拦住 简直丢尽了我铲叫的脸 吐槽归吐槽 广城子还是急忙传讯给南极先翁 打算让他以雷霆手段 击杀孔轩 南极先翁的修为 已经是准胜巅峰 实力可以说是 圣人之下难逢敌手了 他收到消息后 便出发前往了荆棘岭 不多时 南极先翁已经赶到了荆棘岭 他先是见了江子牙 询问具体情况 师兄 你来得太是时候了 那人名叫孔轩 可是我却看不出气跟脚 实力更是极强 你要小心啊 南极先翁听后非常不屑 心中暗暗道 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散修 又能强到哪里去 肯定是江子牙无能 抱着这种心态 南极先翁表面无所谓道 好了好了 此事既然未出马 必定将其斩杀 江子牙听后非常高兴 但是想到孔轩的实力 心中还是隐隐不安 第二日 南极先翁便迫不及待地上官前叫嚣道 里面的小贼出来受死 竟敢伤我失职 罪不可恕 孔轩 平行 听到此话后 怒气冲天 好样的 竟敢叫我小贼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随便出头的代价 说吧 孔轩直接出现在荆棘岭关外 和南极先翁对峙起来 两人各自打量一番后 不约而同的同时出手了 只见南极先翁寄出法宝 朝着孔轩打去 孔轩则是使出本命神通五色神光 然后就见到南极先翁的法宝 被五色神光直接刷了下来 没有对孔轩造成丝毫伤害 南极先翁还在震惊之中 孔轩则是继续出招 五色神光迎面来 南极先翁疯狂后退抵挡 却还是受了轻伤 于是南极先翁也拿出真本事来了 祭出本命法宝和孔轩站作一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南极先翁越发乏力 很明显跟刚开始已经不一样了 渐渐的已经快要招架不住 孔轩的五色神光了 而孔轩则是战意满满 不停地追着南极先翁攻击 不多时就听到啊的一声 南极先翁被击飞树里 孔轩接着不屑道 什么层次的圣人弟子 就着还想跟我一战 快滚回去吃奶吧 别丢人现眼了 南极先翁听到这话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就在他还想放个狠话的时候 江子牙见状赶紧上前将南极先翁带走了 孔轩见江子牙等人退去 也没有追击 直接返回了关内 江子牙迎仗中 南极先翁此时暴怒不已 该死的孔轩 他怎么敢如此羞辱于我 我可是圣人弟子 他算个什么东西 江子牙在一旁瑟瑟发抖 不敢插嘴 等到南极先翁脾气发完之后 江子牙这才战战兢兢说道 师兄 如今可如何是好 那孔轩的神通太厉害了 南极先翁冷静下来 也在思考着对策 但是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对策 于是说道 你先挂上免战牌 我去禀明师尊 看看他老人家如何决断 江子牙听后也表示同意 如今的局面 却是只能靠原始天尊 才能有办法了 随后 只见南极先翁离开了营帐 这一切都被孔轩 本世界看在了眼里 产教果然就是这么无耻 打不过又去找圣人老师了 真是个笑话 孔轩如此嘲讽着 南极先翁走后 江子牙吩咐众人高挂免战牌 一切等他回来再说了 欲轻功 南极先翁此时已经见到了原始天尊 师尊 那孔轩到底是何人啊 连徒儿都不是其对手 如今子牙失地被阻金击领 还望你想个办法啊 原始听后 气不打一出来 还好意思说 身为我原始天尊的弟子 居然打不过一个伞秀 真是丢人 南极先翁听后也不敢反驳 老老实实匍匐在地上 原始此时已经在想对策了 我亲自出手也不合适 上一次老师已经警告了 看来还得另想办法 第129章 孔轩战准题 对了 是时候让那两个家伙下场了 得好处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想到这里 原始向西方的准题接引 两人传讯了 虚迷失 此时正在修炼之中的准题和接引 缓缓睁开双眼 师兄 原始说 江子牙等人在荆棘岭被困住了 接引听后点点头道 嗯 他也给我传讯了 看来出现了个有意思的家伙 准题疑惑道 不知道是不是结教的人 毕竟那群人确实天赋异禀 接引却是反驳道 应该不是 结教如今如此痛恨禅教 若是结教之人占了便宜 是肯定不会放过禅教弟子的 肯定是另有其人 准题听后点点头 也表示同意 师兄 那如今 我们要不要听原始的前驱驻江子牙渡过此关 接引随即回应道 既然原始开口了 我们便帮他这一次 毕竟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 准题听后 也是心中明悟 师兄 既如此 你便留在须弥山 此行我去吧 接引听后 也表示同意 随后 准题便离开了须弥山 前往荆棘岭 原始这时 看向南极仙翁说道 你去告诉江子牙 此事有人破解 让他先安心等着 南极仙翁听后 试了一礼 便退下了 荆棘岭 此时孔轩 平行 还在关内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一众商朝官员 在一旁拍着马屁 纷纷夸赞着孔轩的威武 虚空中孔轩 平行 看着眼前这一幕 哭笑不得 虽说咱实力确实够强 但是这也得有点危机意识 准题估计也要来了 该我出手了呀 孔轩如此想着 几日过后 南极仙翁帅 先回到了江子牙营帐中 江子牙见状 连忙上前问道 师兄 情况如何 师尊有办法了吗 南极仙翁在原始那里 被数落了一番 心情非常不爽 淡淡回应道 师尊说了 此事已经有人出手 让你安心等着 江子牙听后欣喜不已 没有理会南极仙翁不满的语气 主要也是 他从败入铲教之后 天赋平平 所以其余铲教众人都看不起他 时不时的也会奚落他 他已经是习惯了 准题也不着急 就这么慢慢地赶路 可能也是想拿捏一下原始 但是原始却并没有理会和催促他 准题见时机差不多了 瞬间来到江子牙营帐之中 江子牙和南极仙翁看到来者 急忙行礼 准题圣人 准题见状 则是淡淡回应一声 然后继续说道 江子牙 你去把免战牌撤下吧 敲响战鼓 今日无会出手 拿下那孔轩 江子牙听后急忙行动起来 不一会儿 号角声传遍整个荆棘岭 孔轩正在修炼呢 听到这声音 一脸不耐烦道 哼 这江子牙看来是没把他们打服 三番两次饶我修炼 此次我也不必留守了 说吧 孔轩直接出现在关外 和江子牙的大军对峙起来 江子牙 你们真当我好脾气是吧 今日你们谁也不用走了 南极先翁这时见有了靠山 破口大骂道 哼 孔轩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还敢猖狂 孔轩健壮不屑道 手下败将 哪里有资格说话 说吧 孔轩就朝南极先翁宫去 南极先翁健壮心里一紧 做出防御姿态 准题这时 在暗中则是直接出手了 一股圣人威压释放开来 让孔轩一方众人纷纷抬不起头来 孔轩心中惊惧不已 圣人居然插手了 只见准题出现在战场之中 他缓缓看向孔轩 赞叹不已 天地间第一只孔雀 你很不错 可谓无知做起 孔轩此时被圣人威压镇压着 脸色愤怒不已 开口叨叨 呸 以大欺小 你也算圣人 若我有圣人修为 你算个什么东西 准题听后 面色一变 既如此 那我就度你入我西方教 说吧 准题便要施展神通 将其度化 突然间 另一道 威压向准题扑面而去 接着孔轩 本世界 的声音响起 老东西 他说的没错 你们若是同等修为 你连个屁都不是 感受着这股威压 准题心中惊骇万分 洪荒之中 什么时候出现了另外的圣人了 你是何人 胆敢对我出手 孔轩听后则是笑了 接着随手一挥 孔轩 平行 众人身上的威压散去 孔轩 平行 胆激地看向本世界的孔轩 接着气愤不已地盯着准题 我是你爷爷 今天就来教训一下你 让你知道 什么叫天外有天 说吧 孔轩施展本命神通 五色神光 直接朝准题刷去 在场众人无不震惊 孔轩 平行 也是吃惊不已 难难道 这位前辈 居然也会五色神光 这不是我的本命神通吗 与此同时 准题见到这道攻击 也是惊骇万分 急忙祭出七宝妙术抵挡 五色神光 来到准题面前的一瞬间 准题就被击飞树里 这一幕 被其余几位圣人都看到了 原始震惊不已 这是谁 洪荒中 怎么可能还会有圣人出现 难道是通天 老子此时眼睛微眯 心中激荡的情绪 并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 街影在看到准题吃亏之后 愤怒不已 直接降临在荆棘里 通天则是饶有兴趣地 看着这一幕 哼 活该 说完 他闭目自顾自修炼起来 老子和原始剑街影已经前去 便没有打算出手 打算先观望一番 只见街影来到荆棘岭后 急忙上前查探准题的伤势 还好不是太严重 于是他转头看向孔轩立声喝道 阁下出手 未免太过了吧 此事跟你没有关系 孔轩听后不屑说道 有没有关系 不是你说了的 孔轩金柔饱了 若是不服你就来试试 街影听到这话 愤怒不已 数字猖狂 说吧 街影祭出加持神储 朝孔轩打出一道神通 孔轩这时 却是祭出了七宝妙术 直接将街影的神通攻击刷掉 顺势还以颜色 街影反应不及 也被击退 在场众人无比惊叹 他居然也有七宝妙术 不过怎么感觉 哪里不太一样 第130章 屠戮四圣 此时还在紫霄宫的红军 看到这一幕 坐不住了 混沌至宝 七宝妙术 怎么会是混沌至宝 回过神来 红军急忙传讯给老子和原始 让他们出手 老子和原始收到红军指示后 也不敢再观望下去了 急忙出现在荆棘岭 见又来了两个圣人 孔轩笑道 来吧 你们一起上吧 让我看看 你们这所谓的圣人 到底有何本事 几人见状大怒 原始怒吼道 小子 你找死 说吧 原始祭出盘古番 率先发起进攻 孔轩则是法宝 都懒得用 一记五色神光 迎着原始而去 只见原始盘古番的神通攻击 瞬间被瓦解 五色神光 却是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结结实实打在原始面门之上 还好他下意识催动 朱天庆云抵挡了一下 不然就破相了 但是还是被击退树理 老子此时那颗古波不惊的心 猛然地跳动了两下 由此可以看出 孔轩在一开始对战准题之时 根本没有用出权力 见原始纷纷被击败 现在就只剩老子 还没和他交过手了 老子这时也打算试试看看 能不能逼出孔轩的真正实力了 只见他祭出太极图 立于头顶 朝着孔轩攻去 打个近身 孔轩见状颇为兴奋 在本世界 从来没有这么肆无忌惮的战斗过 这次一定得打个过瘾 于是 孔轩也祭出七宝庙术 朝老子攻凡而去 两人交手了十个回合不到 孔轩一记五色神光 就将老子击飞出去 老子见状也不再留守 使出神通 一气化三清 只见在老子身旁 出现了两道和原始通天一模一样的人 气息却和老子一样 老子三人继续冲向孔轩 疯狂地进攻着 孔轩见此情况 也识解锁自己的七成战力 和老子对轰而去 只见五色神光和七宝庙术 配合得极其顺畅 突得一记五色神光 冲向老子面门 老子见状急忙 祭出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立于头顶 再次挡下一击 但是七宝庙术 毕竟是混沌之宝了 其污污不刷的功能 孔轩到现在还没用过 于是 孔轩操控七宝庙术 直接刷走老子的 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老子见状恼怒不已 可恶啊 你们还在看什么 还不速速出手 原始三人听后 连忙祭出各自法宝 冲向孔轩 孔轩见此情况 兴奋不已 来吧来吧 让我看看我的极限 说吧 孔轩周身气息一变 修为赫然已经突破到了 混元大罗经先七重天 只见孔轩终于开始 认真对待起这场战斗 以意敌似 在场众人本以为孔轩 会被四胜狠狠压制住 最后拿下 没想到从孔轩爆发后 战场的局面 就一直是 孔轩在压着四胜暴走 什么 这才是此人的真实实力吗 竟然恐不如斯 孔轩 平行 见此情况羡慕不已 同时心中感激不已 接着心中想到 这位前辈的实力真强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呢 压下心中的好奇 孔轩目不转睛地 看着这场大战 老子几人见此情况憋屈不已 这么多人打一个 居然还被压着打 简直丢进圣人脸面 随着时间推移 孔轩已经基本找出了 几人的破绽 于是打算先从最弱的准题开始 只见他假装利用七宝庙术 攻向接引圣人 这一击是大力臣 像是要将接引泯灭 老子和原始见状也是急忙 靠到接引身旁帮忙抵挡 现在他们不敢失去 任何一个圣人战力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孔轩这时 却是释放出全力一击的五色神光 直接朝着准题而去 几人反应过来被骗 连忙支援准题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准题的脑袋直接开了的花 他本身已经受伤 根本反应不过来 接着 洪荒之中天降血雨 万物悲泣 接引见状悲愤交加 怒吼道 你该死啊 说吧 接引祭出西方教的镇教之宝 十二品功德精莲 加持己身 随后手持加持神储 朝孔轩攻凡而去 老子和原始见状 也急忙跟上 只见孔轩嘴角上扬 祭出混沌珠朝接引 头顶一砸 接引完全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没有注意到 这个灰色的珠子 结果就是 他的攻击还没到孔轩面前 就被混沌珠一击毙命了 接着 孔轩的七宝妙术 挡下老子和原始的进攻 而这时 还在紫霄宫看戏的红军再也坐不住了 惊骇道 那是混沌珠 此人怎么会有混沌珠 该死啊 天道异数出现了 说吧 他也不再留恋这座位了 直接降临到荆棘岭 老子和原始见红军来了 心中松了一口气 而孔轩 平行 见此情况 气愤不已 有完没完了 打完一个来一个的 孔轩 本事件 见红军终于来了 心中更加兴奋了 只见他缓缓开口道 你终于来了 驱善 红军听到孔轩这话 本来还打算沉稳一下的心态 瞬间爆炸 接着愤怒道 阁下 你太过了 如此是要付出代价的 说吧 红军就要出手将孔轩给制服 顺便逼问他 到底是怎么在自己眼皮底下 突破混元大罗金仙的 孔轩却是不懈道 哼 你也要承受 多管闲事的代价 说吧 孔轩寄出了那个熟悉的法宝 打红军必备神器 就在孔轩亮出鸿蒙亮节设计图时 红军本能的感觉不妙 但是已经反应不及了 直接被收入其中 在场众人又是一阵惊呼 老子和元始此时满脸不可置信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旁的孔轩 平行则是兴奋的手舞足蹈 干得漂亮啊 前辈你可真威武 孔轩 本世界 见红军被收入其中 看向老子和元始的眼神也变化了 现在 没人打扰我们了 说吧 孔轩再次冲向两人 还在发愣的老子和元始回过神来 惊恐不已 纷纷拼命抵抗 在五色神光和七宝妙术的配合之下 很快两人便招架不住了 孔轩一击过后 老子和元始被击飞树里 纷纷受伤 孔轩的打算则是很简单 图路四上 第131章 孔轩任务完成 只见孔轩再次利用七宝妙术和五色神光 攻向元始 老子急忙上前和元始一起抵挡 孔轩见此机会扔出混沌珠 虽说经过剑影的教训 两人都忌惮着混沌珠的偷袭 但是现在根本顾不上了 于是混沌珠结结实实地 砸在了元始脑门之上 接着就是迎接血雨的洗礼 老子见状惊恐万分 拔腿就要跑 孔轩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呢 七宝妙术和五色神光 再次齐刷刷冲向老子 老子见状 只能拼命催动太极图防守着 又是那颗灰色珠子 只一击就破去了太极图的防御 正中老子没心 至此 四胜皆死 此时洪荒之中光看这场 战斗的人都已经彻底猛了 没有人猜到 竟然会是这个结局 从老子和元始出现 众人本以为这是场一边倒的战局 没想到 却是反了过来 确实也是一边倒 不过是天道四胜倒 见此机会 孔轩 平行 欢呼了片刻之后 就发现 正打算偷偷溜走的南极仙翁 和江子牙等人 随着孔轩 平行 一声令下 商朝军队集体杀向江子牙一方 南极仙翁也没能溜掉 被孔轩给死死缠住 手下败将 还敢嘲讽我 我让你叫人 我让你打不过 就叫师父 现在看看 还有谁能救你 孔轩一遍又一遍地催动五色神光 攻击着南极仙翁 南极仙翁本身便不是孔轩的对手 此时更是被吓破了胆 已经毫无战意 只想逃跑 但是 在孔轩疯狂的进攻下 不多时 南极仙翁浑上风神榜 远在金敖岛的通天教主 完整地看完了这场战斗 此时 他已经完全被孔轩的表现给震撼到了 居然有人凭借自身 就有如此实力 此人到底是谁 通天心中充满了疑惑 但是眼下红军 还被鸿蒙亮节设计图收着 通天也只能收起心中疑惑 此时正在鸿蒙亮节设计图中 苦苦挣扎的红军 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居然就这么被阴了 可恶啊 此人怎会拥有鸿蒙质保 这种质保 不是随着鸿蒙破碎之后消失了吗 该死啊 我的本源 天道 你再不来我就死了 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天道自然察觉到了眼前的情况 但是他有点害怕 这个鸿蒙质保 他连混沌质保 都愿意让其出现在洪荒 更别说鸿蒙质保了 谁知道 能不能救出红军 要是救不了 再把自己给搭进去 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于是 天道直接假装 没有听到红军的求救 两耳不闻窗外事 红军见此情况是直接破口大骂 很快 红蒙亮节设计图的 第一次使用机会已到 红军被放了出来 此时的他已经少了五成本源 孔轩见状 脸色细血 去善老头 现在孔轩我能保下了吗 说着 不忘挥动着 红蒙亮节设计图 红军见状 哪里还敢做做 只能同意下来 随后 孔轩逼红军立下大道誓言 不准以任何方式 和其他人奴役和杀害孔轩 这才放下心来 洪荒之中的生灵 见平时高高在上的道祖 居然都臣服了 纷纷震惊不已 此人连道祖都能击败 简直无敌于洪荒啊 切 无非就是凭借法宝罢了 杠精 那你去跟人家一战啊 人家吹口气 都能灭杀你 红军见孔轩 本世界 不再说些什么了 便赶紧逃回紫霄宫 孔轩 平行 看着孔轩为自己出头的样子 心中感激不已 于是他上前施了一礼道 前辈 多谢相助 孔轩听后点点头 虽然很诧异这个称呼 但是回头一想 好像也没毛病 商朝的事 你最好不要再参与其中了 我时间不多了 只能帮你到这了 你还是找个地方 独自清修去吧 孔轩 平行 听后点点头同意 从今天准题 开始出手这一幕 他也知道这些圣人不要脸了 都是以大欺小的货色 说吧 孔轩 本世界 就消失在了原地 孔轩本来还想再去看看 这个世界的大鹏在哪里呢 接着一个黑洞 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无奈 他只能乖乖回到本世界 不一会儿 见孔轩回来 六尔大鹏悟空几人 上前恭喜着 大哥 你的五色神光 可真猛啊 孔轩听后笑了笑 孙悟空也是满眼放光地 看着孔轩 羡慕不已 第一看着几人都相处融洽 很是欣慰 好了好了 你们几人都要好好修炼 你们的天赋都是相差无几 其他就只能看你们自己了 接着第一像是想起什么 达去道 悟空啊 没事记得 让你大师兄 多帮你搞点盘套吃吃 对你还是很有用的 孔轩听到此话 一脸错愕 随后忧愿地看了第一眼 结果也只能无奈接受 此时第一的修为 已经突破到了 混元太极大罗金 先四重天 一个没注意 气息随即释放出来 孔轩几人吓了一跳 接着震惊不已 师父 您又突破了 大鹏这时兴冲冲问道 几人也跟着看向第一 第一装逼说道 没有办法 为师的天赋太强了 突破如吃饭喝水 一般简单 几人听后一阵无语 第一又顺便指导了下 几人修为上的问题之后 几人就退下了 接着 第一开始思考讲道的事情 先前红军讲道 基本将大部分先天圣灵的气韵 吸收为己用了 当然这是天道暗中影响下的结果 看来当初红军讲道 汇聚三千红尘客的气韵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为了河道 另一方面就是掌控洪荒了 想到这里 第一也不再纠结讲道的可行了 自己又不图什么 只是为了让洪荒看上去更加强大一些 而且 第一隐隐有种预感 洪荒绝对没有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盘古 三千神魔 大道都参与其中 当初开天的具体情况和原因是什么 现在根本没有人知道 所以 第一线阶段 只想赶紧提升自己的修为 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所在意的人 时光悠悠 很快就到了讲道的日子 第132章 布舟山顶讲道 此时的布舟山周围已经是人满为患了 甚至有人还在攀登着这座大山 但是很明显 布舟山不是谁都能够登顶的 没能力爬上布舟山的 只能在山腰或者山下这些地方 分散着席地而坐 而此时已经登上山顶的生灵 屈指可数 基本全是有名有姓的天赋超绝之辈 其中就有老子准提接引几人 原始则是心高气傲 根本不愿来听这次讲道 老子此时感受着准提和接引的气息 大为震惊 心中暗暗道 这两人怎么感觉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难道说 两人已经修炼了别的正道之法 此二人虽说无耻 果然还是打气韵之辈啊 要是准提听到老子的这番评价 肯定会反驳 彼此彼此 谁也别说谁 就在几人还在互相打量的时候 远处屋族一众人 已经浩浩荡荡来到布舟山顶 本来还比较空旷的山顶 在屋族一众祖屋和大屋的到来 开始热闹起来 接着 通天又将他结叫一众弟子带到山顶 紧跟着凤族 也有几人登上山顶 随着时间的推移 山顶聚集的人倒是越来越多了 迪这时也打算出发了 于是他叫来圆凤和四个弟子 一同前往布舟山 就在布舟山顶众人还在寒暄着什么的时候 第一出现在山顶之上 众人见状纷纷行礼 此时 西王母也已经早早来到了布舟山顶 孔轩就站在第一身后 眼神正四处寻找着什么似的 这时 恰好和西王母来了个对视 孔轩脸色一喜 随后尴尬看向别处 时不时地 又再次 看向西王母 西王母也是欣喜不已 看着孔轩时不时地看向自己 心中觉得好笑 眼嘴轻笑 大鹏也看出两人的小动作 心中坏笑 随后向孔轩传音道 大哥 别看了 你眼珠子都要跑人家 伸上去了 你不去和他做一块吗 孔轩听后 美好气道 滚 这时 第一缓缓开口说道 今日我传到洪荒 接下来我说的话 你们之中若是有人不信 那便自己离去便好 除了巫族和与巫族交好的一些人 其余人都疑惑不已 接着 第一便将红军的骗局 和斩三师之法的弊端 和众人讲了一遍 瞬间引起一阵哗然 众人都小声地讨论起来 红军的斩三师之法 居然是骗局 怪不得我三师怎么也不能合一 该死啊 可不是吗 若不是第一组将其斩杀了 五等还要被继续骗下去呢 第一件状 知道铺垫得差不多了 轻壳一声 又看向了西王母 心中有了打算 嗨嗨 接下来 我就传授你们真正的正道之法 西王母 你就坐到孔轩旁边吧 西王母听后激动不已 没想到第一会让自己坐在孔轩几人旁边 要知道 孔轩几人可都是第一的清传弟子 谢过前辈 皆是西王母失了一礼 缓缓走向孔轩身旁 其余众人见状心中疑惑 第一组屋 怎么会让他坐在屋族一方 随后有人看向孔轩和西王母的神态 纷纷明雾 只见此时的孔轩 尴尬得不知所措 心想第一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大鹏见此情况和六尔对视一眼 接着两人传音八卦着 孔轩感受着身旁西王母身上传来的淡淡清香 很快脸色战红起来 西王母看着孔轩的样子 心中觉得颇为有趣 随即传音调侃道 孔轩弟弟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红 孔轩心中一紧 回应道 我没事 就是有点热 他们不知道的是 第一全程都能听到他们的传音 第一心中坏笑着 姐弟哦 还得是我这大徒弟啊 牛逼 正了正色 第一开始讲解其法则正道之法 在场众人也开始好好听讲了 当老子听到法则正道 居然就是盘古的正道之法时 心中震惊不已 该死啊 红军既然说盘古是以立正道的 那根本不是一个境界 除了那些早已经知道此事的 其余洪荒众人无不震惊不已 心中都破口大骂红军 红军 我谢谢你哦 把我拎出来边施 第一的声音继续传遍整个不周山 众人都听得如痴如醉 不知不觉 已经过去了五百多年的时间 第一也差不多将法则正道讲得差不多了 他不像红军那般啰嗦 毕竟是现代人 他简洁了一番 效果不错 众人听后也是 很快明目其中关键 这一日 第一停下讲道 众人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而早已修炼法则之道的 巫族通天众人 更是收获量多 有的甚至 当场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老子此时激动不已 此番我必要在三千年内 成就会员大罗金线 准题和街影 也是兴奋不已 师兄 此次听到之后 我感觉距离正道会员不远了 街影也是高兴道 是啊 第一前辈真是无私啊 只听这时的第一又一次开口道 我知道你们迫不及待修炼此法 但是此正道之法 也需要有大义力 天赋超绝之人才能成功 看我巫族之人 你们也能知道 还有那盏三师之法 若不把三师废去 是无法修炼法则之道的 众人听后恍然大悟 然后纷纷又继续开始痛骂红军 老子这时 则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 但很快重拾信心 既如此 这三师不要也罢 说吧 老子竟是当场招出三师 将其斩灭 修为也跌落至大罗金线后期 在场众人无不惊叹 真他们是个狠人 准题和街影也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 老子居然如此果断 第一赞许地看着老子 心中感叹道 不愧是盘古大神原神所化之一 魄力十足 剑差不多了 第一继续说道 好了 此次讲到就到这里了 等回去吧 在场众人听后 纷纷示礼感谢 多谢第一组 在场众人离去之后 第一看向孔轩和西王母 接着说道 平常若是没事 可多来巫族和孔轩论论道 孔轩听后紧张不已 西王母倒是非常高兴 连忙道谢 第133章 大鹏的任务 大鹏在一旁黑黑直笑 第一剑状 带着大鹏六二几人 就消失在布州山顶 此时就剩孔轩和西王母两人了 孔轩见地 一直接将众人带走 唯独把自己留下 接着一脸郁闷 随后他看向西王母 正准备道别 奇料西王母率先开口道 我们走吧 孔轩疑惑道 去哪 西王母听后笑笑道 当然是去巫族了 你带我去 第一前面说了 孔轩一脸猛逼 师父说了 我怎么不记得 有这句话 西王母听后 弯了孔轩一眼 随后说道 你不愿意带我去巫族吗 孔轩见状连忙答道 不是不是 犹豫了一番过后 孔轩还是同意下来 接着两人结伴回到巫族 就这样 西王母在巫族待了一段时间 每天都和孔轩 两人坐而论倒 看得大鹏一阵羡慕 这一日 第一 发布系统任务 指定任务者 大鹏 任务目标 在石陀岭破坏西游 任务时间 一年 任务奖励 任务者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第一这时正在修炼 听到系统的任务 一脸郁闷 又是羡慕别人的一天 不一会儿 大鹏来到了足店 他看向第一 失了一礼过后说道 师父 为啥任务时间只有一年 难度有点大 第一只能说道 就是因为之前的任务完成太快 现在时间跟着减少了 你自己想办法吧 说完 将法宝递给大鹏 此时 大鹏身前出现了那个熟悉的黑洞 大鹏失了一礼后 便进入其中 孔轩六尔悟空三人收到消息 也来到祖物店 打算看看大鹏的实力怎么样 悟空见状问道 师父 什么时候啊 也能去做任务呀 第一笑道 你现在的修为还有点低 先努力修炼吧 任务很快也有你的 悟空听后点点头 眼神充满信心 几人看向投影中的大鹏 此时的他已经到了师陀岭 看着师陀岭中这个世界的自己 一阵无语 这个大鹏 居然真的将体内的阴阳二气 炼制成了法宝 孔轩六尔几人 听到大鹏这句吐槽 报笑不止 大鹏这时已经在想 该如何才能阻止西游了 很快他便有了对策 只见他迅速查探起 唐三藏等人的现在的位置 很快便找到了 此时 他们距离师陀岭 已经非常近了 用不了几天 应该就能到了 于是 大鹏直接出现在 唐三藏等人面前 孙悟空 平行 见突然出现一人 心生警惕 同时心中惊叹大鹏的实力 你是谁 怎么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岭 唐三藏见大鹏一副人族模样 心生疑惑 上前问道 师主 你是不是迷路了 唐三藏刚想说下句 大鹏一指神通 直接将其斩杀 孙悟空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见状 孙悟空暴怒道 妖精 你敢敢害我师父 猪八戒此时是目瞪口呆 心中暗暗道 不是说演戏吗 这妖精 怎么直接把和尚给杀了 大鹏施展神通 直接将孙悟空卷走 留下猪八戒和沙悟静 两人面面相去 大鹏将孙悟空 带到了一处偏僻之地 孙悟空此时心惊不已 随后 只见他说道 你到底是谁 为何要杀我师父 大鹏见此情况笑了笑 师父 你确定那是你师父 你被镇压了五百年 难道你就甘心为佛门 完成这场西游 孙悟空见他没有什么敌意 心中一松 接着无奈道 唉 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如来的实力深不可测 我根本不是对手 大鹏听后 却是没有反驳 而是继续说道 看来你还不明白 这场西游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 我带你看一场好戏 你自会明白 说吧 也不管孙悟空 直接将其带入虚空中 利用混沌珠遮掩天机 再次回到了唐三葬死的地方 只见此时的猪八戒和沙悟静 两人干坐着 两眼一边给天庭和佛门传讯 一边在原地等着 看到了吧 他们在你不在的时候 会是什么行为 我再带你去个地方 说吧 两人直接来到了灵台方寸山 这就是你拜师学艺的地方吧 你看看 现在是什么样子 孙悟空此时震惊不已 只见此时的方寸山 已经从道观 变成了一座庙宇 大鹏继续带着孙悟空 向里面去 只见此时的菩提老祖 一副佛门之人的打扮 正在训练着一只猴子 知道那只猴子是谁吗 孙悟空见状摇摇头 接着看向菩提老祖的眼神 充满怀念 大鹏也看出来了 但是没有着急戳破 而是说道 你仔细看那猴子的神通法术 然后感受一下他身上的气息 孙悟空听后 仔细观察了起来 只见那猴儿修为 居然和孙悟空一模一样 甚至身上散发的气息 也是相差无几 菩提老祖这时开口道 你身上的气息还不对 继续完善吧 孙悟空听到菩提老祖这句话 一脸疑惑 大鹏这时也说道 虽然你表面上臣服佛门 实际上 你不服唐三藏管理 他没少给你念那紧箍咒吧 孙悟空听后 也知道隐瞒不了 点点头 这只猴儿 本来是日后用来取代你的 不过最后没有成功罢了 什么 怪不得此人和俺长得一样 可是 俺老孙 为什么要相信你 大鹏见状也不废话 一指将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废掉 淡淡说道 现在信了 孙悟空此时惊骇万分 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自己费尽浑身解数 都没有正脱的法宝 现在居然被一指破除 孙悟空见终于没有束缚了 兴奋不已 随后回过神来 急忙说道 多谢 俺老孙信了 你有这实力 没道理会骗俺 大鹏却是笑道 我是不会骗你 但是佛门就不一样了 说罢也不管孙悟空心中疑惑 大鹏从虚空中出去 出现在了菩提老祖的面前 菩提老祖心中大害 居然有人 翘无声息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第134章 不讲武德 你是何人 胆敢擅闯我协约三星洞 大鹏也不废话 直接一掌将其镇压 再次利用混沌珠遮掩天机 这下远在混沌之外的准题 也发现不了他的膳师被镇压了 大鹏随后让孙悟空出来 自己则是打量起 那猴此时的状态 嘴里喃喃道 师爹 还得是我来救你啊 被菩提老祖训练的猴 正是六尔弥猴 本世界的六尔 看到这一幕一脸无语 随即说道 那又不是我 二师兄可真会装逼 你们说是吧 孔轩和悟空两人听后相视一笑 再看向平行世界 此时的大鹏 正在给六尔 驱除佛门神通的影响 六尔已经被菩提老祖的神通 迷乱神志了 所以大鹏才决定 下场救下他 不多时 六尔的眼神 已经恢复了清明 孙悟空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而菩提老祖 在被镇压之后 就不能说话了 只能看着大鹏 再次肆意妄为 又过了片刻 大鹏停下了治疗 此时六尔已经完全恢复 只见他直接跪下 前辈 救命之恩 六尔无以为报 大鹏听到这称呼吓了一跳 连忙扶起六尔 接着说道 那啥 别叫我前辈 实在不行你就叫大哥 孙悟空满脸好奇地 看着眼前一幕 六尔还想推辞说些什么 大鹏却是看向了菩提老祖 准提的善师 准提也够有手笔 居然将你留在了洪荒中 我可以让你脱离准提善师的身份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不过 我要你说出 西游的目的和骗局 你考虑一下 孙悟空听到这里 疑惑不已 只见他走向菩提老祖面前 神色复杂 惆怅不已 一方面 他很感激菩提能传授他神通法术 另一方面 他也隐隐感觉到 大鹏说的是有道理了 这一切很可能会是骗局 六尔就没有那么和善了 看向菩提老祖的眼神 充满杀意 大鹏见状开口说道 六尔兄弟 你是知道菩提的什么计划吗 六尔听后点点头 随即恨恨说道 这老皮肤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自红军讲到我被骑伤了之后 无数几年 根本没有人愿意 传授我功法神通 于是在五百多年前 菩提找到我说是 可以让我修炼 我当时太想要功法了 于是便拜了菩提为师 结果他一直让我改变自身气息 功法神通 虽说也修炼了 但是我察觉到 自己每天越来越昏昏沉沉的 过了没多久 我就失去意识了 现在回想起来 菩提一直让我改变的气息 好像就是这位兄弟的 孙悟空听到这里 哪里还不明白 大鹏先前说的都是真的 这六尔真是佛门用来取代自己的 他也能感受到 六尔身上的气息 和自己很相似 只不过 现在倒也没有达到 一模一样的水平 只见孙悟空 一脸失望地看着菩提 此时 菩提在一旁看六尔 将事情都抖搂出来 愤怒无比 大鹏也在这时 解开了菩提说话的限制 只见他破口大骂道 逆徒 你竟敢胡说八道 六尔也愤怒不已 事到如今 你还不承认 孙悟空这时也开口了 俺在最后 叫你一声师父 你告诉我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菩提见状 看了大鹏一眼 对孙悟空说道 徒儿 我教导你 完全是觉得 你是可塑之财啊 此人是想挑拨我们师徒关系 孙悟空听到菩提这番话 满脸失望 大鹏也不给菩提机会了 顺势说道 你就不考虑一下 我刚才说的条件 我可以让你脱离准题 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菩提一开始 听到大鹏这个承诺之后 他就心动了 只是他不相信大鹏 大鹏见状 也只准提心中所想 接着他气势威压一放 直接将菩提震慑住了 圣人 你居然是圣人 震惊过后 菩提已经知道他没有退路了 若是不老实交代 今天自己恐怕就只能殒灭了 随后又一阵僵持过后 菩提彻底交代了 稀有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孙悟空听完之后 心如死灰 彻底死心了 六儿也是震惊不已 他只知道 菩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不知道这一切的目的 现在菩提说出一切之后 他看向菩提的眼神 充满了杀意 两久过后 只见孙悟空冷冷说道 安老孙离开师门的时候 你说过 我们仕途关系就此断绝 今日这句话 俺也还给你 从今以后 孙悟空和邪悦三星洞 再无半分关系 你我再无仕途关系 大鹏见此情况非常开心 计划已经成了一半 菩提没有搭理孙悟空 和六儿两人的眼神 而是急切地 看向大鹏说道 你答应我的 让我成为独立的个体 我都坦白了 你快开始吧 大鹏听后学起第一的笑声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结结结 菩提见大鹏居然反悔 怒火中烧 还没等他开口说些什么 大鹏直接一掌即出 菩提整个人被直接阴灭 化为灰灰 孙悟空见状心中一紧 整个人仿佛失去了灵魂 六儿见到这一幕 则是拍手叫好 赞叹着大鹏的实力 随后 大鹏在六儿身上 布下了屏蔽天机的神通 在他修炼到成圣之前 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存在 就连圣人也是一样 交代了他一些修炼关键问题之后 就让六儿离去了 六儿走前看向大鹏感激不已 接着 大鹏将孙悟空带到了尸陀岭外 看着眼前如同行尸走弱的孙悟空 大鹏气不打一出来 你在干什么 你是齐天大赦 是美猴王 既然知道了 这是骗局 为什么不反抗 你逗天占地的气势呢 啊 孙悟空被大鹏这几句话 直接堵得哑口无言 两久之后 他才终于缓缓恢复 没错 俺老孙的命运 只有自己才能决定 别人谁都不行 见此情况 大鹏才满意不已 没一会儿 两人就到了唐三藏死的地方了 此时观音已经来到此处 他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满脸不可置信 第135章 佛门高层接连身死 但是眼前的一幕 却让他不得不信 唐三藏真的死了 到底是何人所做 岂我佛门无人不成 说吧 观音就要推算 到底是谁干的 还没等他有所行动 大鹏已经带着孙悟空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不用算了 是我做的 你能怎样 观音看到来人 心生警惕 你是谁 为何要杀我佛门之人 大鹏不懈说道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也会死 说吧 大鹏竟是直接对观音出手了 一记神通披下 观音顿时惊惧不已 在大鹏神通 打在观音身上的一瞬间 他便化为灰烬 在场众人见状 无不震惊万分 孙悟空此时 虽说表面波澜不惊 但是依然失神片刻 猪八戒等人 则是惊惧不已 生怕观音的死会 殃及到自己 而此时的灵山 如来察觉到观音的陨落 顿时怒火中烧道 是谁 胆敢杀我佛教菩萨 说吧 他便冲出灵山 而灵山众人 在听到这句话 无不惊叹 观音这种实力 居然会死 不一会儿 如来就赶到了石头岭 只见此时的大鹏 正和众人有说有笑 猪八戒几人 也只能强装镇定 而紫霄宫中 红军这时 也察觉到天机有变 取经人居然死了 红军顿时疑惑不已 如今的洪荒之中 还有谁能够惹上佛教 不等他继续查探下去 紧接着观音居然也身死了 于是他急忙传讯 给准提接引两人 两人听后怒火冲天 准提更是不顾接引劝阻 要踏入洪荒之中 看看究竟是谁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也察觉到 自己的善师菩提 居然陨落了 接着气息一阵混乱 险些跌落境界 他还在想 是谁有这番本事的时候 就收到了红军的传讯 于是便打算亲自下场 而此时的如来 看到孙悟空几人 居然还有说有笑 顿时恼怒不已 孙悟空 唐三藏和观音 到底为何而死 你在做什么 孙悟空听后 看向大鹏淡淡说道 别看我 我可救不了他们 如来顺着孙悟空的眼神 也跟着看向了大鹏 但是他却看不透大鹏的虚实 接着心中警惕起来 随后问道 你是何人 为何在此 大鹏则是白白手说道 不用想了 唐三藏和观音 都是我杀的 我只是路过的 看他们不顺眼 就顺手杀了 你要替他们出头吗 如来见大鹏这个态度 恼怒不已 道友未免也太猖狂了 是想与我作归场吗 大鹏听后 也懒得废话了 随手一记神通 直扑如来面门 如来见此神通 发觉根本不是自己 所能抵挡的 顿时心生绝望 没想到 这人居然拥有圣人战力 就在如来即将阴灭 与这一记神通之下时 准提姗姗来迟 只见他 祭出七宝妙术 将这道神通挡下 如来这才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 准提心中骇然 洪荒中居然可以 再出现一个圣人 这不可能啊 大鹏见攻击被挡下 心中早有预料 准提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只见大鹏 趁准提愣神的片刻 直接再次打出 本命神通阴阳颠倒 直接向准提面门而去 准提刚想做事抵挡 不料这道神通 竟是转了一个弯 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如来身上 顿时 如来就陨落在他面前 准提见状 目火中烧 欺人太甚 贼子 你可敢与我混沌一战 大鹏也正有此意 毕竟杂洪荒之中 他也不敢全力出手 生怕打碎洪荒 正有此意 说吧 两人 非像混沌之外 而猪八戒几人 见如来身死 更是心中惊惧 孙悟空 则是兴奋不已 猪八戒见状疑惑问道 猴哥 那人是谁啊 你们刚才又去了何处 孙悟空只是回应道 此事 你们不要多管了 如今如来 观音老和尚相继生死 估计这今世取不成了 你们趁早离去吧 猪八戒听后 震惊不已 猴哥 我怎么感觉 你自从跟那人离去回来后 就和之前不一样了 还有你的锦箍 怎么不见了 孙悟空听后 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高兴说道 自然是那位前辈 帮我摘了这锦箍 现在我已经不打算取经了 你们若是 还想给佛门继续当狗 那当然老孙没说过 猪八戒和沙悟静 听到孙悟空此话过后 都在思考着什么 他们背后都是有背景之人 西游一事也是无奈所为 眼下也确实是个机会 但是他们却不敢真的离去 孙悟空也看出了他们心中所想 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此时的混沌之中格外热闹 准提在面对大鹏 时连三招都没有挡下 便被重伤了 接应自然全程看着这一切 见准提不敌 他也是急忙来到此处 和大鹏对峙起来 道友 你未免欺人太甚了 真当我等圣人可欺吗 大鹏听后继续不屑说道 臭鱼烂瞎罢了 接应见状大怒 随即祭出法宝 和大鹏大战起来 准提也是急忙压制伤势 加入其中 从刚才的交手 他很清楚 大鹏的实力究竟有多恐怖 于是也不放心 接应一人作战 大鹏见此情况 兴奋不已 而紫霄公的红军 还在观察着大鹏 同时心中震惊万分 混元大罗金先七重天 不可能啊 他到底是谁 见此情况 红军也知道 单靠准提接应 是拿不下大鹏了 于是便打算亲自下场 而此时的接应 和准提联手 也没能在大鹏手中 走过二十个回合 纷纷被大鹏的天赋 神通击伤 师弟 此人的神通太过诡异 竟然能将我等的攻击 反还回来 不可立敌 准提听后 也是申表同意 大鹏却是没有再给两人机会 做事就要使出全部实力 将二人震杀在这混沌之中 两人见大鹏身上气势暴涨 心惊不已 这才是他的全部实力吗 于是 两人只能奋力抵挡 红军看到这里 也不敢再等下去了 因为这一击 极有可能会让准提 和接引两人生死 只见红军突然出现在混沌之中 接着一道神通打向大鹏 大鹏见此情况 急忙祭出阴阳轮盘 挡下这一击 红军见状更是震惊不已 第136章 大鹏显神威 心中亥然道 这不是阴阳的法宝吗 怎么会在此人手里 居然还成了混沌之宝 这怎么可能 接着 红军开口道 你到底是谁 准提和接引见红军到来 心中松了一口气 大鹏挡下一击后 依然是受到了不小的伤势 随即说道 屈善老狗 感谢你给我的机会 说吧 只见大鹏 寄出红农良节设计图 直接朝红军笼罩而来 红军见状惊惧不已 什么 红农至宝 该死 话还没说完 红军便被收入其中 而这时 大鹏拿出一滴三光神水服用下去 伤势瞬间全无 准提接引两人见此情况紧张不已 师兄 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 老师被收进那法宝中了 接引回过神镇定说道 这法宝 不一定能压制得住老师 你我先拖住此人 等老师出来再收拾他 大鹏听到这里笑道 你们不要被费心思了 现在没人打扰了 来跟我战个痛快吧 说吧 大鹏再次向准提接引 两人攻防而去 两人见状 也急忙 祭出各自法宝抵挡 大鹏也不打算跟两人磨解 直接祭出阴阳轮盘 与两人站作一团 几个回合下来 准提率先抵挡不住 随着七宝妙术被打碎 准提的头颅 结结实实挨了一记神通 随即准提陨落 接引在一旁目入凶光 神色恼怒 眼见只剩下自己和大鹏交战 接引便想开溜了 准提毕竟还能复活 自己没必要也搭在这里 大鹏也看出了阶影的打算 顺势祭出本命神通阴阳颠倒 接着阴阳轮盘也跟着朝阶影而去 只一个照面 阶影的加持神楚就被打飞 接着神通落到他的身上 当场重伤 大鹏随即又补上一击 阶影此时已经无法躲闪 只能满眼绝望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片刻后 天降血雨 万无悲弃 洪荒接连陨落两位圣人 一众生灵诧异不已 而老子原始和通天女娲几人 从头到尾都观看了这场大战 与其说是大战 不如说是单方面的碾压 准提和接引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只见老子此时震惊道 没想到 如今洪荒中还有这好人物 我却看不透其根脚 真是诡异 原始在一旁 虽说心中看不起西方二上的实力 但是大鹏的表现也让其引起了重视 通天则是疯狂笑道 哈哈 这两个无耻的家伙 居然也有今天 真是大快人心啊 若不是我离不开这紫霄宫 真想和这位道友痛饮一番啊 说吧 通天自顾自地喝起她的灵酒 女娲此时的脸色也是莫名嘲红 只见她紧握两双玉手 明显心中也是激动不已 封神之战后 她也察觉到了 自己失去了人族的大部分器语 这一切都是 老子原始和西方二圣倒的鬼 所以 她也是巴不得西方二圣吃饼 见两人陨落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再看向本世界的孔宣几人 看向大鹏的眼神也是充满了羡慕 二师兄可真强 六二师兄 我也好想这么厉害啊 六二听到孙悟空的羡慕之词 只是安慰他 好好修炼 总有一天也可以 两久过后 红军也被鸿蒙亮节设计图 磨灭了五成的本源 天道根本不敢前来相救 只见红军再次看向 鸿蒙亮节设计图的眼神中 充满了恐惧 没有任何人 想要第二次进鸿蒙亮节设计图 太危险 见准提接引都已经陨落 红军也不敢逗留 生怕再次被拉入其中 于是他缓缓退后 趁大鹏一个不注意 直接溜走 接着大鹏不屑说道 果然这就是驱闪的擅长 跑得真快 大鹏见情况也差不多了 于是回到了孙悟空几人身边 虽说几人修为不高 但是混沌中的大战 还是可以通过神念看到的 见红军和西方二圣如此简单 就被大鹏解决 一个个震惊不已 孙悟空则是兴奋不已 兄弟 你可真厉害 俺还没有修行的时候 就听说过红军老祖的故事 没想到 你竟能这么容易战胜他 只见孙悟空两眼放光 激动不已地说着 猪八戒和沙悟净小白龙三人 也是激动万分 大鹏见状笑了笑说道 好了 你们趁此机会 赶紧脱离这个泥潭吧 假以时日 你们这还有一大截 孙悟空听后满脸疑惑 但是也没有多想什么 到了声谢 接着 大鹏将孙悟空带走教导一番 猪八戒三人则是原地解散 该回哪回哪去了 于是接下来的十日 大鹏都在叫孙悟空怎么修炼 以及以后如何正道 孙悟空感动不已 这一日 也到了大鹏任务完成之时 兄弟 今后就靠你自己了 切记 一定要等正道会员太极大罗金仙之后 才可出现在洪荒之中 否则祸福难料 孙悟空听后 狠狠点了点头 随即 一个黑洞出现在大鹏身前 大鹏朝孙悟空摆了摆手 在其不舍的眼神中 离开了这个世界 与此同时 爹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 大鹏和第一的修为 同时上涨一截 孔轩几人健壮 也是连忙恭喜 大鹏黑黑地笑着 看得第一一阵无语 看着几人互相调侃着 第一心中倒是非常满意 至少以后 不会出现师门相残的问题了 随着众人都退去 第一开始 思考着接下来的行动 这时 从祖屋殿外 进来一位大巫 第一向前看去 正是大巫夸父 只见夸父开口说道 第一组屋 外面有龙族之人拜访 说是龙族的族长敖广 第一先是疑惑 随后反应过来道 敖广 原来如此 随即 第一继续说道 让他进来吧 夸父应了声势便退下 不一会儿 敖广就被带了进来 只见他看到第一后 连忙跪下说道 前辈 竹龙老祖让我前来寻你 还请救我龙族 敖广感激不尽啊 就在刚才 帝才想起 在很久之前 答应竹龙的一件事 如今看来 也是时候了 第137章 穿越者 第一随后说道 你龙族之事 我记着呢 既然答应了竹龙 你便回去告诉他 如今人族以利 让他万不可生起 再次称霸洪荒的想法 就让龙族成为 人族的守护图腾 如此即可免去 你们龙族的因果之力 敖广听后激动不已 连忙感谢着 随后敖广离去 帝想了想 还是得跟女娲说一下 于是前去寻找女娲 此时的女娲 正在地府和后土交谈着什么 第一这时 也来到了地府 你们在聊什么呀 满面春光呢 两人见得一来了 瞬间噤声 片刻之后 后土调侃道 大哥 你怎的有空来小妹这儿了 不和缘缝 姐姐缠绵了 第一听后老脸一红 故作严肃道 瞎说什么 我是有正式找女娲 后土听后 随即抱怨道 原来是找女娲妹妹 是后土失宠了呗 第一听后 一脸黑线 后土健壮 俏皮一笑 接着 第一对女娲 说起龙族的事 女娲表示 都听第一的安排 龙族成为人族的守护 图腾此事 实力大于弊的 虽说龙族的因果 会稍微影响人族的气域 但是对如今的人族来说 有个守护图腾 也能彰显大族身份 女娲听后 也是欣喜不已 接着 第一便留在地府 和两人聊天切磋 好不惬意 而敖广回到龙族之后 便将第一的方法 告诉了竹龙 竹龙听后说道 此举虽说 让我龙族成为了人族的附属 但是如今看来 成为人族附属 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了 敖广 吩咐下去吧 让全体龙族 岂是成为人族守护图腾 见竹龙如此说道 敖广连忙下去安排起来 当一众龙族听说这个消息时 都是满脸不可置信 但是想到如今龙族的处境 只能顺从下来 接着便听到龙族 响彻洪荒的声音 天道在上 我龙族今日 自愿成为人族守护图腾 所有龙族世代守护人族 至死方休 望天道成全 随着竹龙的话语落下 接着就听到轰隆隆一声 天道的声音传来准 随后便消失了 第一自然也察觉到了龙族的动作 只不过他好奇的是天道 此时的天道 已经隐隐有了一丝意识 再听到有人启示 便出现了 而此时的龙族之人 一个个兴奋不已 欢呼雀跃着什么 竹龙也是老泪纵横地 看着眼前龙族一众 敖广哭泣道 老族长 你的决定是对的 我们龙族身上的因果业力 真的消失了一大部分 假以时日 便可彻底消除了 竹龙颤抖着点点头 几次哽咽 接着竹龙吩咐众人 一起朝布周山的方向跪下 诚挚地感谢了一番第一 而此时的第一 已经回到祖物殿 和原缝私混了 具体怎么私混 咱们暂且不论 不知不觉 又是千年已过 洪荒之中倒是发生了几件大事 孔轩和西王母两人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 居然捅破了窗户纸 成功在一起了 看得大鹏一脸羡慕 孙悟空的进展 肉眼可见的快 已经踏入混元金仙的境界 心智上也成熟了不少 六尔时常跟他讲一些故事 虽然那都是原本西游的事件 但丝毫不影响孙悟空的好奇 两兄弟处的 可以说和孔轩和大鹏一般了 简直就是亲兄弟 走乃都是两人一起 十一祖屋这时 则是齐齐踏入混元无极大罗金仙的境界 彻底成为洪荒终极第一以外第一梯队 修为到了这个境界 其余人想要追上 已经不是悟性能弥补的了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 可以说 十一祖屋今后注定要领先洪荒之中的所有人了 一不快则不不快 第一此时正在祖屋殿内修炼 接着便听到系统的声音 第一 发布系统任务 指定任务人选 第一 任务目标 斩杀平行世界穿越者 任务奖励 任务者完成任务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获得奖励提升一个小境界 任务时间 十年 当第一听到穿越者时 心中诧异不已 穿越者 其他平行世界居然也有穿越者 小二 既然是穿越者 那为什么要杀 系统的声音回应道 主人 这个穿越者已经一统洪荒了 不过 他走的是道 是要献祭整个洪荒成就大道的 所以才需要被斩杀 第一听后 恍然大悟 居然还有老乡打算献祭洪荒成就己身 有点意思 于是 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第一踏入黑洞 来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 当第一刚刚踏入这片洪荒大地之时 他就感觉到有异常 这里完全不像是洪荒世界 反倒是像魔戒的意思 到处充满压抑的气息 第一此时还不知道 这个世界的穿越者到底是谁 于是他便打算 先从暗中观察一下 于是他来到了紫霄宫 只见此时紫霄宫已是破破烂烂 很明显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看来这个世界的红军已经被拿下了 这个老乡有点意思 接着 第一又来到昆仑山 打算从三清身上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此时的老子原始和通天三人居然聚在一起 只见他们商量着些什么 老子的手中居然还有盘古神殿 令第一诧异不已 看来这个时间段 巫族也早已经没了 只见老子做出晋升的手势 随后布下盘古神殿以此来屏蔽天机 第一顺势悄悄溜了进去 大哥 如今我们要怎么办 那魔头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不到十年了 通天焦急地说着 第一也是好奇 此时的他居然没有和老子原始决裂 原始也是跟着附和道 是啊大哥 那魔头要我们交出一半的原神 如果我们真的照做了 恐怕我们的下场和巫族不会差到哪去的 第一听到这里也震惊了 原神 这人要三清的原神做什么 巫族居然是因为此人灭的 找死啊 老子听到通天和原始的话 也是焦急不已 无奈道 那我们又能如何呢 如今整个洪荒 还有谁能阻止他想做的一切 老是阻止了 结果呢 最后落得个神魂俱灭的下场 第138章 揭露面纱 巫族也阻止了 若不是后土临终前告诉我 操控盘古神殿的方法 此时盘古神殿也不会在我们的手上了 通天也是叹息道 巫族大意啊 不愧为父神的孩子啊 第一听到这里 隐隐猜到了 此人这么做的目的了 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 第一 直接出现在三人面前 三人被突然出现的第一吓了一跳 原始连忙问道 你是何人 怎会在此 老子见看不透眼前的第一 失了一礼接着问道 前辈 你来此事有什么事吗 第一这时才缓缓开口道 方才听你们说的那人 好像有点实力 能具体说说吗 说吧 第一气势一放 三人见状知道碰上高人了 老子连忙说道 前辈 那人 我们也不知他的名号 只知道他一出世 便将红军老族斩杀 接着囚禁了天道 斩杀了洪荒大部分先天生灵 而且将洪荒中所有的法宝都抢了去 通天也跟着说道 是的 那人将先天三族残存的族人全杀了 还凭一人之力将巫族和妖族 全部灭杀在了布州山 就连十二祖屋和帝君太一都没能逃掉 十二独天神煞大阵和周天星斗大阵双阵 居然都不能伤其分吼 原始听到这里也是接着说道 不仅如此 那人还将我们天道六圣 全部打落圣位 我们倒还好 女娲师妹因为不答应做她的侍女 至今还被那人给折磨着 西方二圣则是投降于她 结果却被瞬间灭杀 老子这时一脸苦涩道 若不是我们三人乃是盘古原神所化 恐怕我们的下场一定会和所有人一样的 如今的洪荒还存有的生灵 已经不到原先的两成了 大部分都被那人给灭族了 第一听到这里 心中已是震惊万分 随即想到 此人有两把刷子 看来应该是狗盗刘老乡 不过他为什么杀这么多洪荒生灵呢 为了确定心中的想法 第一这时又开口问道 那人现在何处 老子听后思索片刻说道 我只记得他每次出馆斩杀洪荒生灵 都是从东海深处出来的 第一听后便离开了原地 留下面面相去的三人 随后原始着急说道 大哥 我们怎么办 要是那魔头知道 是我们透露给刚才那人他的位置 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老子则是无奈道 就算没有刚才那人 我们就能逃过那魔头的手掌了吗 通天这时则是说道 要我说 我们就跟着刚才那位前辈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实力 万一能和那魔头抗衡 我们不就没事了吗 老子原始两人听后 也觉得有道理 于是三人决定缓慢跟着第一 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 不多时 第一已经来到了东海 看着眼前毫无生机的东海 再想想本世界的东海 第一一阵愤怒 只见第一缓缓向深海中而去 他身上有鸿蒙珠 所以自信不会被那人给率先发现 渐渐的 第一已经来到了东海的最深处 而老子几人躲在他后面的小动作 他早就发现了 所以用鸿蒙珠将三人一同隐秘起来 要不早就被发现了 第一在前方缓慢地走着 不多时 他就看到了一处宫殿 只见这个宫殿恢弘无比 比起乌庭来说也是 不相上下了 狗东西住得还不错 我倒要看看 你是何方神圣 说吧 第一悄悄潜入了进去 大殿中央 第一看到一个面容俊异 一身黑袍 气息阴沉的年轻人 此人有一种阴柔的美感 第一看得一阵无语 吐槽道 娘炮 此时系统的声音响起 第一 发现目标人物 是否使用人生剧本查探对方 使用 接着第一便看到令他震惊的一幕 人物姓名 林雪峰 体质 混沌神魔体 系统 杀戮系统 当前修为 混元太极大罗金仙九中天 法宝 造化玉碟 完整版 盘古番 混沌中 太极图 诸仙四剑 诸仙阵图 诸天庆云 经历 林雪峰从蓝星穿越此世界之后 便获得杀戮系统 在自身修为达到混元金仙之后 便可以用系统杀戮点提升修为 杀的人越多 杀戮点越多 林雪峰穿越至凶兽亮节初期 在龙汉亮节后期 突破至混元大罗金仙 先是斩杀 魏城圣红军 再利用系统法宝 禁锢天道 随后肆意斩杀 洪荒之中的各族生灵 先天三族本就不合 被其一一灭族 于是他放任巫妖城长 最后巫族和妖族齐力对抗 依然被其一掌灭杀 至此 洪荒中人再无反抗之力 我了个擦来 这么狠 这是在蓝星受了多少委屈啊 混元太极大罗金仙九中天 我终于有对手了 想到这里 帝一直接显现本尊 林雪峰察觉 有人居然出现在了自己的大殿之中 震惊不已 只见他睁开眼 就看到第一那张大脸 都快要贴到他脸上了 随即瞬间后退 嗨 林雪峰听到这个招呼瞬间梦了 心中也在思索着 难道是老乡 接着他试探性地问道 天王盖地虎 第一细血笑道 你是二百五 林雪峰听到第一的回答 内心恼怒不已 同时也知道 第一和自己一样也是蓝星人了 兄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打一声招呼 就出现在我的大殿 第一则是回答道 好兄弟 我这不是好奇吗 终于出现了一个老乡 我着急见你啊 今日一见 我感觉我们十分投缘 不如结拜为兄弟如何 林雪峰瞬间警惕起来 结拜就不必了 说明你的来意吧 第一接着笑道 我不都说了吗 我来见老乡啊 我的好兄弟 林雪峰明显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在洪荒这么多年 无数的杀伐 已经让他的心智完全变了 你若是还是如此说话 今日便不用走了 好兄弟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你都这么厉害了 性子应该要稳重一些啊 远处的老子三人看到 眼前这一幕 紧张不已 只能希望两人赶紧大打出手 这样就不会察觉到他们了 第139章 大战处发 林雪峰冷冷道 既然你存心找死 那便让你成为 我通往大道之路的垫脚石吧 说吧 林雪峰祭出造花御蝶 和三剑先天至宝 准备和第一一战 虽然他看不透第一的实力 但是他自信 没有人可以比见他现在的实力 第一见此情况也正色起来 林雪峰也绝对算是 他穿越以来遇到的最强者了 为了检测自己的实力 第一并没有直接掏出 鸿蒙良节设计图 而是寄出开天神府 林雪峰见第一 居然修复了开天神府 心中惊骇不已 随后问向他的系统 系统 这人是谁 为什么能修复开天神府 宿主 我感觉他有点诡异 你自己小心 林雪峰听后 心中更加警惕起来 第一这时 已经是按耐不住了 手持开天神府 直接朝林雪峰攻法而去 林雪峰见状 也用盘古藩与之交手起来 两人各种神通 仿佛不要灵气般 肆意挥霍着 不多时 见盘古藩招架不住 开天神府的攻法 林雪峰改变策略 利用造化御蝶 施展三千法则神通 只见三千法则化作的 神通常合直冲第一面门 第一也不敢大意 毕竟林雪峰的原神修为 是要高于自己的 开天神府 此时隐隐作响 瞬间施展出一记神通 励志大道环绕其中 刹那间 两道神通碰撞在一起 拥有励志大道 加持的开天神府神通 明显略占上风 不一会儿 两道攻击消散 林雪峰被反正退后一步 励志大道 你很不错 不过还不够 林雪峰言霸 也祭出自己领悟的大道之力 加持在造化御蝶之上 接着再次打出一击 三千法则外 夹杂着杀戮大道的气息 第一这时也感到压力 跟着再次挥出一幅 这次连带时间大道之力也用上了 林雪峰还没有察觉到 只觉得自己的神通 攻击速度明显变慢 接着只见自己的法则长河 居然被一幅劈散 接着 第一这道神通 以极快的速度 朝林雪峰面门而来 林雪峰急忙用混沌中挡下这一击 这一刻 林雪峰才反应过来 时间大道 你很不错 杀了你 应该就能让我直接突破大道之境了 说吧 林雪峰周身气息开始暴涨 手中法宝 也跟着意义生辉 好似拥有了生命一般 第一感受着林雪峰的气势 知道他要用出全部实力了 更加兴奋起来 接着 第一也是气势暴涨 不一会儿 林雪峰就看透了第一的修为实力 于是他不屑道 哼 混元太极大罗金先六冲天 也敢与我一战 说吧 林雪峰杀戮大道围绕己身 手持盘古番 头顶造化玉碟 朝第一攻去 第一也是戏血一笑 依然只用开天神斧 与其站作一团 虽然第一的元神修为不及林雪峰 但是他的肉身实力 完全可以与林雪峰一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 第一发现 只凭一个开天神斧 还真不能奈何林雪峰 于是收起开天神斧 直接以肉身实力 硬钢林雪峰的神通攻击 只见林雪峰操控下的造化玉碟 和盘古番 不停地涌现出神通攻击 猛烈地朝第一打去 第一则是凭借肉身实力 硬生生抗下 缓缓接近林雪峰 林雪峰见此情况 也是大吃一惊 他的肉身 怎么会这么强 难道说 他修炼了盘古的九转玄弓 定是如此了 否则他不肯凭借肉身 抵挡我的神通攻击 想到这里 林雪峰越发觉得 第一不能留 手中操控的法宝 也越来越多 无数的神通攻击着第一 第一这时 也试探得差不多了 肉身虽强 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 只见林雪峰 竟然在不知不觉间 布下了诸仙剑阵 瞬间第一周围 红光煞气四起 好似要将其淹没 第一心中惊叹道 没想到这诸仙剑阵的煞气 居然如此浓郁 看来是他又忌恋了一番 第一也没有反抗 他打算试试 这诸仙剑阵的威力 不一会儿 第一就被完全困入其中 阵中显向叠声 各种剑气煞气 朝着第一袭来 林雪峰也没有打算 就在外面看醒 而是也进入了阵中 打算当一波老六 只见第一在抵挡阵中 剑气和煞气攻击时 林雪峰时不时地 利用造化御蝶 释放出三千法则 和杀戮大道神通偷袭着第一 第一见此情况笑道 好兄弟 既然你当老六 那就不要怪我了 说吧 第一直接寄出了 混沌质宝三剑套 混沌无极神剑 混沌无极魔刀 以及混沌无极刀剑阵图 瞬间混沌无极刀剑阵图 笼罩了整个诸仙剑阵 面对突然出现的三剑混沌质宝 林雪峰惊恐不已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混沌质宝 第一淡淡回应道 比法宝我还没输过 说吧 在混沌无极刀剑阵的影响下 诸仙剑阵摇摇欲坠 林雪峰急忙加大法力 稳定住情况 随着混沌无极刀剑阵成 无极神剑和无极魔刀加持下 第一战力直接翻了一倍 现在的他拥有双倍战力 只见第一催动混沌无极神剑 朝诸仙剑阵中心释放出神通 只一击 诸仙剑阵瞬间被破去 诸仙四剑散落 林雪峰也被反噬 第一也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此时的林雪峰已经被笼罩在刀剑阵中 即将应战双倍战力的第一 第一催动着两剑混沌至宝 对林雪峰展开了进攻 林雪峰也不敢大意 连忙压下伤势 用出全部法宝抵挡 两人继续大战着 此时的老子三人已经看待了 通天惊叹道 大哥 此人居然可以和这魔头斗成这样 实力简直深不可测啊 原始也是震惊不已 只希望此人能斩杀这魔头吧 洪荒也算是有救了 再看向第一和林雪峰大战处 此时林雪峰渐渐地 已经快要招架不住第一的进攻了 在战斗中 第一发现自己对大道之力的感悟 居然有着缓慢的增长 于是第一竟是主动撤去 混沌无极刀剑阵 林雪峰见此情况一头雾水 但很快反应过来 连忙向东海之外顿去 第140章 大战结束 林雪峰的痛苦 第一见林雪峰居然想溜 心中不快 接着追去 别跑啊 再战一百回合 林雪峰边跑边回头看向第一 心中气愤不已 但是他却不敢停下 鬼知道第一到底有什么打算 他好不容易修炼到如今的境界 根本不敢躲 第一见林雪峰不敢再战 恼怒不已 只见他缓缓祭出开天神斧 朝着林雪峰后背 发出一记神通 林雪峰见状急忙 转身抵挡 由于第一此道神通 在时间大道的加持下 所以速度飞快 林雪峰只能挡下一部分攻击 便被击飞树立 第一连忙追去 当第一再次看到林雪峰时 只见他双眼通红 面露怒涩 接着从怀中取出一滴三光神水 服用下去 瞬间 林雪峰身上伤势全好 实力又恢复到了巅峰 既然你值一找死 那便怪不得我了 第一笑道 好兄弟 这才像样子嘛 来吧 让我看看你最后的实力 林雪峰则是没有搭理他 周身气势直冲天际 整个洪荒都感受到了 天啊 那魔头又出来了 这次又会是哪个种族啊 就没有人能斩杀此魔吗 我洪荒威矣啊 别哀嚎了 你们用神念看那魔头对面 死人是谁 居然能将那魔头逼到如此境地 一众洪荒生灵鸦雀无言 纷纷猜测第一的身份 这时林雪峰手持盘古番 周身环绕各种法宝 朝第一再次攻来 第一也不大意 手持开天神府 接着也祭出造花玉碟立于头顶 施展神通破去林雪峰这一击 林雪峰见状震惊道 你居然也有造花玉碟 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你到底是谁 第一听后则是孝道 我们不是一样来自蓝星吗 我的好兄弟 林雪峰开始猜测第一的身份 但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脑海中的杀戮系统 这是说话了 宿主 你不是他的对手 快跑吧 林雪峰听到系统这话 惊骇万分 纵然不是对手 今日我也要跟他一决生死 也不是说林雪峰多硬气 主要是根本跑不了 掌控时间大道的第一 就跟个怪物一样 林雪峰根本快不过他 只见两人针尖对脉盲 很快便发起了新一轮的交锋 林雪峰迟迟拿不下第一 而第一则是 一直在磨练着大道之力 就这样 大战持续了快要一年 第一剑时间也不多了 收起了心思 林雪峰见第一停手 还以为他不想再打了 他也在时刻提防着第一的 混沌无极刀剑阵 只见此时第一剑出 鸿蒙质宝鸿蒙良节设计图 直接朝林雪峰笼罩而去 林雪峰见 居然是鸿蒙质宝 便想逃跑 但是为时已晚 只一瞬 他便被收入其中 第一对他的系统非常感兴趣 于是对小二说道 小二 这杀戮系统是怎么来的 对你有用处吗 第一 主人 其实这杀戮系统 只能算是一种低级规则产物 能力有限 对本系统当然也没用 第一听后恍然大悟 原本还想着 这个系统能带着林雪峰 达到如今的高度 应该也很厉害呢 看来得归功于林雪峰的沙发果断了 而此时的林雪峰 正在鸿蒙亮节设计图中 拼命挣扎 该死啊 我的本源在消失 系统 有没有办法 宿主 我也没有办法 林雪峰眼中此时 伤过一丝阴霾 随后他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也不必存在了 说吧 林雪峰居然放弃 抵抗亮节之力侵蚀 转头利用造化御蝶 剥夺出系统 杀戮系统此时心惊不已 质问道 你要做什么 你什么时候掌握的这种秘术 林雪峰邪魅一笑 任由亮节之力的侵蚀 看上去极其疯狂 从我来到洪荒的那天 我就在防着你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让我获得杀戮点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增强你自己的本源吗 杀戮系统此时惊惧不已 没想到林雪峰居然早就知道了 你到底想怎样 林雪峰看着被自己 禁锢在手中的杀戮系统 疯狂大笑着 现在到了 你报答我的时候了 说吧 林雪峰将杀戮系统扔出去 并利用造化御蝶 将其气息放大释放 同时 他自己急忙利用混沌中笼罩自身 避免了一些亮节之力的侵蚀 而杀戮系统此时就惨了 在地义权力催动的 鸿蒙亮节设计图中 他的本源之力正被不断磨灭 杀戮系统哀嚎道 林雪峰你这个畜生 我让你成为当时最强 你居然卖我 可恶啊 这一切也被外面的地义所察觉 他都没想到 林雪峰还有这一招 愣了片刻 回过神后 地义集中亮节之力 磨灭杀戮系统本源 不一会儿 随着杀戮系统最后的一声大骂 他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之中 而林雪峰此时也好不到哪去 虽然他的实力比地义高 鸿蒙亮节设计图 并不能直接灭杀他 但是此番林雪峰的本源 也被磨灭了五成之多 林雪峰心痛不已 五成本源就这么没了 见鸿蒙亮节设计图 隐隐要停下来了 林雪峰做好准备逃跑 但是第一能给他这个机会吗 只见林雪峰 在踏出鸿蒙亮节设计图的一瞬间 就被第一用混沌空间神塔 再次收入其中 林雪峰见状咆哮道 小子 你有种放我出去 我要跟你决一死战 第一笑道 那你刚刚出来跑什么 林雪峰听后一阵恼怒 第一接着祭出造化玉碟和混沌珠 朝着混沌空间神塔中的林雪峰 拼命释放神通法术 一阵狂轰乱炸之下 林雪峰疲于抵挡 法力也被消耗一空 而混沌空间神塔内 又无法吸收灵气 林雪峰因此愤怒不已 你有种别用法宝 我们公平一战 第一这时 则是收起嬉皮笑脸 淡淡回应道 当你灭了物足之后 可曾想过公平 你我都是从蓝星来的 本不应该走到如此地步的 林雪峰听后一阵失神 随后咆哮道 你根本不懂 本来我在蓝星家庭幸福 但是父母被仇家逼死 我复仇不成 只能一死了之 第141章 遗憾下限 接着我来到这个世界 终于有了力量 我要回去 我要杀尽天下人 我要把那些该死的人 全部杀死 是他们 让我变成现在这样的 我求求你 你放我 我一定要回到蓝星的 我还要报仇啊 第一见林雪峰 这般苦苦哀求的模样 也想起了自己 曾经在蓝星的生活 虽然他是个孤儿 也极度渴望拥有家人 踏上社会 也曾因为没有背景 被各种人侮辱 但是他却一直保持着 乐观的心态 并不是第一天生心太后 而是他身后空无一人 只能靠自己 现在第一看向林雪峰 才发现 他们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曾经都是孤身一人 唯一区别便是 第一没有仇恨 而林雪峰背负的东西 跟第一截然不同 沉默片刻之后 第一这才缓缓说道 唉 我不会拦着你报仇 可是为什么 你要杀尽洪荒之人 他们甚至无法轮回 虽说弱弱强食 但是真的有必要吗 你都已经来到了这里 拥有系统和天赋 就真的那么着急 突破大道之境 你的道走错了 林雪峰听后 壮弱风魔 吼道 不 我没错 我没错 错的是他们 他们都该死 第一无奈摇头 若有朝一日我能回去 我会帮你报仇 现在你需要还债了 此时林雪峰的脸色 充满了不可置信 片刻之后 他逐渐平静下来 对第一失了一礼后说道 多谢 接着林雪峰自毁修为 一身实力化为乌有 很快 他便失去了气息 躺在这片不属于他的大地之上 第一沉默不语 林雪峰简简单单的两字 深深触动了他 若你灵魂能回到蓝星轮回 希望你不会再经历这些苦难 这时的洪荒众生 看到林雪峰生死 一个个欢呼不已 他好了 这魔头终于死了 前辈大恩啊 三清此时也是惊喜万分 与此同时 被林雪峰禁锢的女娲 也终于获得了自由 恰好十年期限已到 黑洞出现在第一身前 第一没有多说什么 接着踏入其中 第一不知道的是 自她消失后 女娲为其建造起了一座雕像 日夜供奉于她 回到本世界的第一 紧接着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第一 恭喜完成任务 获得修为叠加 提升两个小境界 第一的修为顺势暴涨 直接来到了 混元太极大罗金仙八重天 此时的第一眼神中 透露出一丝期待 距离旁古大神的境界 越来越近了呀 随后第一收起心思 继续修炼起来 虚迷神 此时的准提和街影 两人周身气息缓缓上升 隐隐要突破某种屏障 只见街影率先完成蜕变 接着一股属于 混元大罗金仙的气息 传遍整个须弥山 街影成功突破至 混元大罗金仙异重天 这时的准提 也到了最后关头 数之不尽的灵气 疯狂涌入他的体内 不时片刻 又一道混元大罗金仙的气息 传遍整个须弥山 准提也成就混元大罗金仙 此时的整个西方 渐渐地也知道了 准提街影 两人正到成功了 远在布州山族物店的第一 也察觉到了 赞叹道 果然是洪荒的大气韵之人 没想到这么快就突破了 准提和街影两人 这时也缓缓稳定了修为 两人睁开双眼看着彼此 心中五味杂陈 准提眼含热泪 率先开口 师兄 我们终于成功了 街影也是激动不已 师爹 今后我们终于可以逍遥自在了 西方灵脉如今也已经恢复 原本欠下天道的功德 也不用还了 感觉这一切像是做梦一样 准提这时哽咽道 是啊 太不容易了 总算解脱了 至此 准提街影 率先成就混元 老子此时感应到两人的变化 一阵羡慕 没想到他们二人 竟会率先正道混元 也罢 我这一道本来就不好走 想到这里 老子继续闭目修炼起来 而昆仑山的原始 就没这么高的度量了 眼看准提街影正道混元 心中极度不已 这两个无耻之辈 居然也能正道 简直荒谬 看来这种正道 日后成就肯定有限 准提和街影 感应到有人骂他们 恼怒不已 随即查探起来 不料元始被两人轻易揪出 师兄 这元始实在不知好歹 自己不去听到 还在这里诽谤第一前辈的正道之法 我们要不要去教训一下他 简影思考 片刻决定下来 原本我是不想在语气有什么瓜葛 但是此番 我们毕竟是靠第一前辈才能正道 就去给他一个教训吧 准提听后点点头同意 说吧 两人瞬间来到昆仑山 准提大声呵斥道 元始 你放肆 你骂我二人 我们不与你计较 但是今天 你竟敢诋毁第一前辈的正道之法 简直猖狂 接引也顺势说道 元始 你太过狭隘了 快点道歉 元始见昔日根本不是他对手的准提接引 居然找上门来欺辱他 心中怒火中烧 接着他咆哮道 准提接引 你们欺人太甚 第一全程看着这一切 但是并没有阻拦 因为混缘不可辱 先前只是他没必要对元始以大欺小 现在准提接引出头 正合他意 这两人有意思 性情都跟着转变了 第一感叹着准提接引的变化 满意不已 这时的两人没有再跟元始废话 准提直接将其隔空射来 不用修为一顿胖揍 洪荒之中 但凡听了帝一讲道的声灵 无不称赞 打得好 以前还自称盘古正宗 心胸狭隘 竟然还敢诋毁帝一前辈 活该如此 就是就是 若不是帝一前辈 我等还要继续被红军欺骗下去 如今总算有了真正的正道之法 哪容得他随意诋毁 借元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洪荒之人纷纷拍手叫好 老子也发觉到元始的情况 一阵无语 元始是不是疯了 不就拿他一点本源吗 怎么就蠢成这个样子了 老子纠结不已 想了又想 还是决定不管元始了 第142章 元始被虐 老子此时的实力 根本没法拉架 只能放弃元始 元始被准提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气愤欲绝 准提 你欺人太甚 若我正道 我不会放过你的 见元始还敢大放厥词 准提直接气笑了 元始 今日我们只是帝一前辈 教训一下 你口无遮拦 日后若还敢如此 没人能就得了你 见收拾元始也差不多了 准提借引两人 也就退去了 他们也心知肚明 根本不能杀元始 毕竟他是盘古元神之一所化 拥有开天功德护体 元始受此大辱 气急攻心 回到玉清宫 就喷出一口鲜血 只见他此时 脸色阴沉无比 心中怒道 准提 今日你让我丢尽面皮 来日我定要加倍奉还 想到这里 元始开始闭目恢复伤势 第一见准提两人 教训了一番元始 心中倒是畅快不已 而准提借引两人 回到西方之后 便又开始修炼起来 争取能更进一步 洪荒之中所有事 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不知不觉 又是千年已过 第一的脑海中 再次响起熟悉的声音 第一 发布系统任务 指定任务者 杨梅 任务目标 就除阴阳 乾坤两人 任务奖励 任务者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提升一个小境界 任务时间 十年 居然是杨梅的任务 这不跟杀技一样简单 第一如此想到 不多时 杨梅收到传讯 来到了祖物店 道要 此番终于轮到我了呀 哈哈 第一也是笑道 去吧 这任务也太简单了 杨梅点点头 踏入黑洞之中 平行世界 此时的龙凤 麒麟三族大战已过 洪荒满目疮痍 到处都是三族的尸体 惨不忍睹 杨梅感叹道 唉 对比如今的洪荒 可以说天差地别呀 红军老狗 若不是你和天道 洪荒不会如此 准备受死吧 说吧 杨梅快速前往须弥山所在 此时的红军 正和阴阳 乾坤 杨梅 平行 三人与罗侯对峙 一切就如本世界的洪荒之中一样进行着 唯一不同的是 此时正有一双眼睛 在死死地盯着红军 红军感觉背后一阵发冷 心生疑惑 不过他也没有当回事 继续对罗侯口诛笔伐起来 罗侯 你挑动三族大战 致使洪荒生灵涂炭 罪该万死 罗侯冷笑道 红军 你做的事可不比我少 少在这里假惺惺了 红军听后恼怒不已 大喝一声 罗侯 你还敢污蔑我 道友 我们一起上 说吧 红军四人一同攻向罗侯 这个世界的罗侯 可是拥有是神枪的 配合着十二品灭士黑莲 凶猛无比 红军四人也纷纷拿出看家本领 一道道神通皆中而至 罗侯的十二品灭士黑莲 很快也要招架不住了 见此情况 他顺势 祭出诸仙剑阵 只见几人大战的战场 瞬间红光四起 天地间的煞气都聚集于此 随着罗侯一声诸仙剑阵起 红军四人 纷纷被困入阵中 阴阳几人见状惊骇不已 红军道友 快想办法啊 红军眼底闪过一丝阴郁 随后说道 要破此阵 需我们同时摘下诸仙四剑 还望几位道友竭尽全力啊 三人听后恍然大悟 纷纷朝四剑所在而去 罗侯自然知道 这样会破取诸仙剑阵 于是全力催动剑阵 而虚空中的杨梅 将这一幕看在了眼里 不禁想到当初的那一战 看来 这个世界的罗侯 要比本世界当初的罗侯还要强啊 是神枪加持下 确实难以抵挡 随着时间的流逝 眼看阴阳马上就要被逼的自爆 杨梅也不再观察 一道混员威压在场众人 接着 一指破去诸仙剑阵 阴阳几人这才算脱困 几人一脸猛逼 罗侯也是惊恐不已 很快 罗侯不可置信说道 混员大罗惊仙 这怎么可能 你是谁 怎么可能率先证到混员 红军也是满脸震惊 心中恼怒不已 可恶啊 差一点 阴阳就会自爆 诸仙剑阵也会破去了 怎么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混员大罗惊仙 但是表面红军却不敢嚣张了 杨梅这时缓缓开口道 混员大罗惊仙 就随你们所想吧 接着 杨梅将阴阳 乾坤和杨梅 平行 三人射来自己身后 向他们眉心处 打入一道神通 红军见此情况 心中隐隐不安 该死 他到底是谁 想要干什么 只见阴阳三人缓缓清醒过来 紧跟着看向红军的眼神 充满怒火 杨梅 平行 随即喝道 好你个红军 居然不想 康骗我等给你送死 阴阳也跟着说道 红军 你好阴险 若不是这位前辈 刚才恐怕我就找了你的算计自报了 乾坤也是恶狠狠地盯着红军 恨不得将其大卸扒快 罗侯见几人的反应 倒是饶有兴趣地看了起来 同时心中 警惕着杨梅会不会插手此战 红军这时心中惊骇 随后面不改色说道 三位道友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 平道怎么会康骗你们呢 气得火冒三丈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敢狡辩 接着杨梅 平行 继续质问道 你明明修炼了斩三师之法 为何刚才在阵中迟迟不用 分明就是 想借罗侯之手坑杀我等 红军听到这里 冷汗已经尽头后背 道友 这都是误会啊 平道刚刚一时慌乱 还没得及施展 我怎么会坑杀你们呢 对平道有何好处 阴阳这时则是冷冷说道 哼 你和天道勾结 定是图谋不轨 罗侯听到这里恍然大悟 怪不得红军要叫这么多人来 围杀自己 原来打的是 这个算盘 杨梅 本世界 见状缓缓开口道 多说无意 你们去和红军一战不就知道了 阴阳三人对视一眼 向杨梅失了一礼 随后冲向红军 红军见此情况 也知道隐瞒不了了 只能寄出法宝反击起来 随着阴阳三人配合越来越默契 红军很快被逼出一部分实力 第143章 罗侯的倔强 只见红军一脸气愤 施展着各种神通 不过多时 三师也被召出 此时的阴阳几人 这才真的确定了 红军真的是想阴死他们 一个个怒火中烧 红军 现在你 还有何话可说 杨梅 平行 如此质问道 红军此时已是哑口无言 罗侯在一旁看得倒是津津有味 若不是碍于杨梅 本世界 在一旁 现在的他 说不定也要加入其中 罗侯最看不惯红军那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了 而现场的战局 也随着红军召唤出三师出现了反转 阴阳三人被压制住 这时 杨梅 本世界 看向罗侯开口道 你也上 逼出红军的真正实力 罗侯听后心中恼怒 自己堂堂魔祖 居然要听从别人的指示 罗侯心中很是不服 但是眼下也不容他拒绝 只能跟着加入战场中 红军眼见 罗侯也加入了围攻自己的大战 一脸气愤 接着传音给罗侯道 罗侯 你不要执迷不悟 如今 洪荒已有混员出现 我们更要统一战线 罗侯则是根本没有搭理他 自顾自地进攻着 视神枪时不时地直冲红军面门 红军也是应接不暇 于是心中愤愤道 该死啊 不是围剿罗侯吗 怎么成我被围剿了 眼见此时陷入死局 红军急忙沟通天道 天道 你再不出手 我今天就要死在这了 也不怪红军这么慌张 任谁面对视神枪的攻伐 都得小心翼翼 毕竟 这可是能伤元神的至宝 天道自然早就 察觉到了红军的困境 但是他也看不透杨梅的来历 只觉得 他应该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看不透的 才是最惧怕的 所以天道迟迟没有出手 眼见红军烈势越来越大 天道也着急了 目前最合适操控的人 就是红军了 片刻之后 天道下定决心 现在还不能放弃红军 于是他直接利用天道之力 降临在红军身上 就在这一瞬间 红军周身气息一变 接着暴涨起来 罗吼几人也被顺势震飞 只见此时的红军眼神淡漠 好似被操控了一般 接着这双眼睛 看向杨梅说道 你为何要影响天道大事 杨梅听后笑道 天道 你说的大事我不同意 所以我出现了 天道红军 依旧是面无表情地盯着杨梅 但是却并没有什么动作 眼见这里的局势已经失控 天道便心有退意 打算带着红军先走 杨梅自然不会让天道如愿 接着他施展出空间禁锢神通 将其控制住 天道此时惊惧不已到 混缘无极大罗金线 你到底是谁 怎么可能有如此修为 在场众人无不惊叹 都没想到 杨梅居然不是简单的混缘大罗金线 阴阳 你认识这位前辈 阴阳听到乾坤的疑问 也是摇摇头道 我也不知 难道是开天时混沌中的 哪位魔神道友 肉身保存下来了 杨梅 平行 听后则是反驳道 没道理啊 当初混沌一战 三千什么基本全部生死 即使有残余魔神 也不可能拥有完整的肉身啊 就连石神都没能存活下来 其他人怎么可能 几人听后想想也是 石神掌握时间大道 精彩艳艳 都没能逃过开天大劫 更何况其他人了 于是 几人更加好奇 杨梅 本世界 的身份了 杨梅这时回答道 天道 不用如此惊讶 你还得庆幸 此次来的是我 若是别人 你现在根本没有废话的机会 天道听后恼怒不已 接着从杨梅的话中 判断出一些信息 于是心中暗暗道 看来此人背后 还有人在操纵 该死啊 见完的差不多了 杨梅也不啰嗦了 再次基础空间撕裂神通 朝天道而去 天道此时 正被禁锢在原地 根本躲闪不及 狠狠遭受一击 差点被打出红军体外 这个时候的天道 根本不是杨梅的对手 只能被迫挨打 杨梅见状也不再留守 使出全力一击 直接便将天道 打出了红军体外 天道见此情况 也知道 红军是保不住了 急忙顿入虚空 红军此时满脸绝望 杨梅接着随手一记神通 红军根本抵挡不了 当场被湮灭 阴阳三人看到这一幕 拍手叫好 罗侯在一旁 虽说也是心中畅快 但是想到一开始 杨梅出场 就破了自己的诛仙剑阵 明显是要救阴阳三人 于是 罗侯开始担心起 杨梅的下一步动作 只见这时 杨梅缓缓看向罗侯说道 若是 我现在对你动手 你便会引爆西方灵脉吧 罗侯听到这句话 顿时心生不妙 随后说道 你要如何 杨梅接着说道 若你能立下大道誓言 不会以杀正道 我可以放过你 杨梅心中所想很简单 毕竟都是混沌神魔转世 她想给罗侯留有一丝余地 但是 罗侯何许人也 这可是宁死不屈的魔祖 只见罗侯冷笑道 你要我放弃我自己的道 绝无可能 纵使身死又何妨 我的道 何须他人指指点点 听到罗侯的回答 杨梅叹息一声 她已经猜到罗侯会这么回答了 唉 时也命也 接着 杨梅打出空间撕裂神通 罗侯见状 也想要奋力反抗 但是实力差距过大 只能寒和而终 阴阳几人见此情况 沉默片刻 杨梅则是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吩咐他们 日后好好修炼 便离开了须弥山 三人听后 纷纷向杨梅表示感激 纵使她已经不在此处 平行世界的道魔之争 也就到此为止了 任谁也没有想到 红军罗侯最后 竟是落了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辗转就到了 杨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了 她从容踏入黑洞 消失在了这片天地 本世界 定 恭喜完成任务 任务者获得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主人获得修为 提升一个小境界 接着 刚到本世界的杨梅身上 气势顺势涨了一劫 只见她此时笑容满面 看向第一 道友 多谢了 第一白白手不在意道 不必客气 在巫族待得可还好 第144章 危机将至 杨梅听后 自然表示 一切都很好 第一听后笑了笑 接着说道 如今巫族已经稳定 你若是想离去 我也不会拦你 一切全凭你自己的心意 杨梅不假思索说道 道友说笑了 巫族待我如此 我自然会让自己 成为巫族的一份子 不过最近确实想要游历洪荒了 第一笑道 无妨 你便去游历一番吧 杨梅听后失了一礼 便离去了 第一自然也就是 跟杨梅客气一下 如今背靠巫族的势力 好处这么多 傻子才会退出 第一此事的修为 也是已经来到了 混元太极大罗金先九中天 只差一步就可踏入 半步大道之境 只见第一缓缓思考起来一件事 也不知道林雪峰当时说的 突破大道之境之后 就可以回到蓝星是不是真的 在蓝星我没有任何牵挂 但是最近却总是会想起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系统的声音这时响起 主人 就算你突破大道之境 也不可能回到蓝星的 第一听后问道 那要什么境界才能回去 系统这时沉默了片刻 嘶嘶啦啦的声音 好似在顾及着什么 第一察觉到了系统的异常 追问道 小二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系统这时回答道 主人 我只能说可以回去 时机到了你就知道了 现在的你还太弱 第一听到系统这番话 震惊不已 如今它的实力在这洪荒 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系统居然说 还是太弱 接着第一又问道 小二 难道大道之上还有境界 系统也是回答道 自然是有的 其实大道境还有一个称呼 那便是混元虚无大道 第一恍然大悟道 原来如此 那后面是什么境界 系统这时继续说道 在踏入会员虚无大道之后 便会在体内形成小世界 小世界成长分四个阶段 分别是小千世界 中千世界 大千世界 以及鸿蒙世界 境界也是根据体内小世界的形态划分 分为鸿蒙无极大道之境 鸿蒙太极大道之境 鸿蒙虚无大道之境 鸿蒙造化大道之境 若是将体内鸿蒙世界和鸿蒙世界合并 掌握传说中的鸿蒙规则之力 便能达到鸿蒙至尊之境 成为万道之首 听到这里 第一已经是彻底呆住了 两久之后回过神来 鸿蒙至尊 看来只有达到这一境界 才能真正超脱万界 届时应该也就可以随意穿梭时空 回到蓝星了 想到这里 第一也是有了动力 随后他想到了 鸿蒙珠已经被自己炼化进体内 于是继续问道 小二 鸿蒙珠不是可以在体内形成鸿蒙世界吗 那我这境界要怎么算 主人 鸿蒙珠确实可以在体内形成鸿蒙世界 但是它是需要成长的 而你几乎没怎么修炼它 现在 它连小成的鸿蒙世界都不到呢 第一尴尬笑了笑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明白了 接下来的时间 第一都在想着 怎么能让体内的鸿蒙世界 尽快成长起来 但是不管它怎么是 鸿蒙世界的成长 都是极其缓慢 突然第一想到了 鸿蒙太极母顶 对啊 鸿蒙世界肯定需要鸿蒙紫气 我可以把鸿蒙太极母顶诞生的鸿蒙紫气 吸收到体内世界啊 想到这里 第一说干就干 就算不成 无非也就是损失一道鸿蒙紫气而已 只见第一缓缓拿出 鸿蒙太极母顶中的鸿蒙紫气 经过这么多年的孕育 里面重新诞生了两道鸿蒙紫气了 加上之前的四道 现在一共有六道鸿蒙紫气 第一顺势取出一道鸿蒙紫气 准备炼化进体内 只见第一刚刚催动体内世界 想要开始炼化 不料他就像是 有了意识一般 直接钻入第一体内 第一件状急忙神念 查探起那道鸿蒙紫气的下落 却看到 他已经到了第一体内的鸿蒙世界之中 此时的体内世界中 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鸿蒙紫气正一点点消失 而鸿蒙世界 则是在一点点壮大 见此情况 第一心中大喜 真的有用 可惜鸿蒙紫气太少了 把这些都用上看看 能达到小成吗 想到这里 第一取出剩余五道鸿蒙紫气 毫不意外 第一只要催动体内鸿蒙世界 他们就自己钻进去了 第一就用神念 观察着体内世界的变化 一道道鸿蒙紫气缓缓消失 体内世界也跟着壮大了一些 等到六道鸿蒙紫气 全部被吸收完后 第一感觉体内世界一阵巨变 查看一番后吐槽道 我还以为直接小成了呢 看来这点鸿蒙紫气 提升的有限啊 第一话还没说完 紧接着 他身上气势暴涨 修为来到半步大道之境 第一都没有反应过来 修为就这么突破了 他查看起自身 发现肉身修为和原神修为 在踏入半步大道时 居然融合了 达到了半步大道五重天 这么看来 以后肉身和原神 可以一起突破了 盘古当时应该也是如此 不过开天时修为 肯定到半步大道九重天了 第一再次看向体内鸿蒙世界 发现吸收了六道鸿蒙紫气的世界 有了一些变化 比较之前是要大了一圈的 但是距离小成的鸿蒙世界 还有一段距离 第一随后自言自语道 看来想成长为大成的鸿蒙紫气 果然没那么简单 还好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另外 完成任务修为提升 肯定也会带动鸿蒙世界的变化 想到这里 第一也不太着急突破了 随后第一猜测 系统还有一些事 没有告诉自己 在一开始 第一问他 怎么能回到蓝星的时候 系统犹豫了 第一猜不透 系统到底想要隐瞒什么 但是后面的境界 他却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这是让第一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轻了轻思绪 第一不再思考 有些事日后自会知晓 现在想太多也没有用 第一这样安慰着自己 就在第一在祖物殿突破修为之时 混沌之中有了变故 新增境界 混元虚无大道 鸿蒙无极大道 鸿蒙太极大道 鸿蒙虚无大道 鸿蒙造花大道 鸿蒙至尊 第145章 大道显现 早就隐退在混沌之中的大道 这时显现出来 一个巨大的眼睛死死地看向洪荒的方向 片刻之后 巨眼消失在混沌 与此同时 混沌身处一片虚无之地 大道的气息在这里浓郁无比 接着缓缓地形成了一团意识 半步大道 盘国 你是死都不能让我安心啊 说完 这团大道意识就离开了原地 而洪荒之中 第一还没有察觉到混沌的变化 两久过后 第一的修为稳固之后便打算出去转转 这时 大道已经来到了洪荒之外 天道雏形这时已经拥有了一部分意识 察觉到大道的存在 连忙沟通起第一 第一收到消息后 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大道吗 看来我突破半步大道径 已经引起大道的忌惮 想到这里 第一直接来到了混沌之中 只见大道之眼已经在虎视眈眈 但是大道志工 他暂时还没有理由出手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第一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突破半步大道的 第一见状淡淡说道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大道 你这是何意 大道继续说道 洪荒之中 应该没人可以突破半步大道 所以我有点好奇 你是怎么做到的 第一还是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说道 大道 你怕了 大道听后也不恼怒 接着消失在了第一面前 好似从没有出现过一样 大道走后 第一心中缓缓想道 看来 半步大道还不值得大道出手 既然如此 等我踏入大道之境 他又会怎么做呢 虽说盘古开天 是触及了混沌神魔的利益 但这背后 有没有大道的参与呢 为何盘古死后 才降下大道功德 看来我的想法没有错 想到这里 第一心中警惕起来 心中也更加迫切地 想要提升实力了 毕竟大道 可不是天道这么好对付的 第一回到祖物殿后 就吩咐众人要努力修炼 十二祖物听后 心中疑惑 但是 见第一一脸认真的模样 也是暗暗记下 第一不知道的是 就在大道离开之后 他心中对第一的杀机 浓郁到了极点 转瞬间 又是千年已过 第一这时缓缓睁开双眼 身上气势顺势一掌 半步大道进六重天 第一 恭喜突破三重小境界 补发半步大道大境界奖励 主人可获得神级奖持 和纠级奖持 各抽奖一次 第一这才反应过来 小二 怪不得我先前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你克扣了我的奖励 主人 延缓发放奖励 是因为我把奖持宝物更新了 并不是克扣掉了 第一听后 满意不已 上到哈 开始抽奖神级奖持 随着第一话语落下 系统的声音 开始滋滋拉拉起来 见此情况 第一满脸疑惑 随即说道 卧槽 小二 你咋了 不会是要炸了吧 系统则是没有回答他 片刻之后 第一 恭喜获得 鸿蒙紫气时到 第一件是鸿蒙紫气 欣喜不已 他现在最缺的 就是鸿蒙紫气 想起刚才系统的状态 第一又是问道 小二 你刚才是啥情况 系统这时 又是滋滋拉拉的声音 随后说道 主人 我没事 还有神级奖持要抽吗 第一感受到系统的声音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心中担心不已 这万万年 都是系统一路扶持着 第一起来的 他自然也很关心系统的状态 又问了几遍之后 见系统迟迟迟不肯回答自己 第一也是非常无奈 小二 开始抽奖吧 接着系统 滋滋拉拉的声音响起 滋滋滋 叮 公滋滋喜 获得滋滋大千世界 完整本源 滋滋一个 第一听到这奖励之后 显然没有了开心的样子 脸色凝重 接着他严厉说道 小二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快说 你到底怎么了 小二见第一如此状态 感动不已 但是也很无奈 只能说道 主人 我没事啊 正常情况 以后慢慢就好了 见小二始终不肯透露 第一也没了办法 只能作罢 第一查看起 刚刚获得的两个奖励 系统这时说道 主人 大千世界的本源 如果要融合进你体内的 鸿蒙世界的话 需要万年时间 你要做好准备哦 第一还在生系统的气 没有回话 但是却记在了心里 系统也是非常无奈 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一心中想到 既然要万年 那肯定可以让我体内的 鸿蒙世界成长一大步了 先把鸿蒙紫气融合了吧 想到这里 第一拿出十道鸿蒙紫气 融合进体内 系统本来要发布任务 见第一打算 先融合鸿蒙紫气 也没有打扰 默默等待着 不多时 第一感觉体内鸿蒙世界 又成长了一圈 欣喜不已 修为紧跟着来到 半步大道进八重天 第一难难道 看来没有第一次吸收的那些 突破得多啊 系统在脑海中回答道 主人 这是很正常的 第一次的效果 就是要比之后的好的 以后获得的鸿蒙紫气 还是可以用来融合进鸿蒙世界的 只要数量够多 效果也会很明显 第一听后说道 好了 快发布任务吧 回头再找你算账 系统听后 发出了久违的黑黑黑笑声 第一一阵无语 这时系统的声音继续说道 主人 你还记得我上次升级完成后说的 等你完成三千个洪荒未免任务 会有终极奖励吗 第一听后回答道 记得啊 怎么了 这不是还早吗 系统则是直接发布了任务 第一 发布系统任务 指定任务者 第一 任务目标 挽救平行世界盘古 避免其陨落在开天大劫 终极任务奖励 任务者获得提升修为一个大境界 主人获得体内鸿蒙世界达到小城极境 由于主人是任务者 可选择优先突破小城鸿蒙世界 最后再提升修为 任务时间 不限 第一听到这里 已经没有心思高兴了 奖励很丰厚 但他就是感觉隐隐不安 第146章 小二的苦衷 他继续追问系统道 小二 任务我可以完成 但是你要告诉我 这些奖励你到底是怎么来的 即使大道都做不到这一步 主人 提前发放终极奖励 也是为了你好 只是以后的系统商城要关闭了 只能两个奖池抽奖了 还是提升三个小境界抽奖一次 大境界抽奖究极奖池 完成任务的奖励 就只有提升境界了 也有概率获得抽奖次数 第一听到这里 觉得大有问题 但是系统却不肯透露 只能非常无奈 不知不觉间 系统的改变 让第一隐隐不安起来 这时 那个熟悉的黑洞 出现在了第一身前 第一顺势踏入其中 挥散去一切胡思乱想 第一打算先好好成长 早晚有一天会知道所有真相 在第一前往平行世界 完成任务的时候 大道察觉到 第一居然又突破了 只见混沌深处的一团大道 意识狂乱不已 它怎么可能突破这么快 比当年的盘古还要恐怖 思考良久过后 大道便打算不给第一机会了 必须将其铲除 想到这里 大道开始行动起来 只见那一团大道意识之下的 虚无之地 瞬间光芒万丈 无尽的煞气混沌之气 从中涌入出来 若是第一能察觉到大道的情况 肯定震惊不已 因为此时的大道 正在做一件 足以掀翻整个混沌的事 再看向第一这边的平行世界 此时的盘古 平行 已经快要突破到大道境 也就是混沌虚无大道之境 但是他却始终跨不出这一步 不禁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则利用混沌珠 隐藏在暗处观察着他 这就是盘古大神吗 长得果然很威武啊 接着 第一想起大道 于是便决定去寻找大道 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端倪 而盘古就这么在混沌中四处游荡 思考着 要怎么突破大道境 第一在混沌中 不知道走了多远 终于来到了混沌的最深处 大道此时的状态 还是一团不规则的意识云朵 由于第一有混沌珠 隐藏了全部的气息 他并没有察觉到什么 接着 第一看到大道 好像在观察着什么 周围气息隐隐作动 见一时半会儿 也看不出大道有什么打算 第一选择先在此处静静等待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响彻整个混沌的声音响起 今日 无便破开混沌 以正大道 盘古终于想通了 该如何正道 第一心中激动起来 终于可以亲眼看到 盘古大神开天辟地了 第一如此想到 紧接着 他看到大道有了动作 只见那一团云状意识 散发出一道道紫气 向洪荒四处而去 片刻之后 就听到其余混沌神墨的声音 一个个都说 要阻止盘古 第一心中好奇 大道到底做了什么 但是现在却根本看不出什么 算了 先去帮盘古大神吧 大道如果有算计 肯定会继续出手 到时再说 想到这里 第一便赶往盘古所在之地 而盘古这边 已经是聚集了大量的混沌魔神 由石乘为首和盘古对峙起来 一切就如本世界开天之时 所发生的一样 盘古此时丝毫不惧 一身气势恢弘无比 不多时 三千魔神已经齐聚此处 第一这时也已经赶到 他仔细观察着每一个魔神 想要看出些什么 但是无济于事 盘古这时已经出手了 一手开天神斧披向混沌 顿时混沌破了一个大洞 第一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么破开的啊 接着大洞之中 开始涌现出丝丝灵气 与混沌之中的气息明显不同 一众混沌魔神顿感不妙 纷纷出手 盘古则是一心二用 一手迎战三千混沌魔神 一手开天辟地 第一见此情况 打算再观望一下 毕竟战斗才刚刚开始 随着盘古一道道神通攻击下来 混沌魔神死伤一片 但是他们这时 好似不惧生死一般 依旧不要命地攻击着盘古 第一更是疑惑了 看来其中必有隐情 见此情况 第一也不打算再看下去了 这样下去 只能是让盘古消耗更多 只见第一半步大到八重天的气息 弥漫整个战场 一众混沌魔神顿时一惊 盘古也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紧接着 第一的身影出现在战场之中 众人心中警惕万分 时辰这时喊道 你是何人 也是来组织盘古的吗 第一却是看向盘古说道 你可以选择相信我 我帮你拦住他们 你放心开天 盘古仔细地打亮着第一的眼神 见其却是没有别的心思 放下心来 随后 盘古失了一礼说道 道友 多谢 说吧 转头继续开天 而时辰等人则是愤怒无比 阁下 为何要相助盘古 难道你没有收到讯息吗 第一听后好奇道 嗯 什么讯息 不如你说说 说不定我会改变主意呢 时辰刚想将大道给他们的传讯说出来 突然想起此事不能透露 于是他便再次说道 阁下 你若再执迷不悟 那无等也不是吃素的 第一见状也知道套不出来话了 笑道 今日有我在 你们阻止不了开天之事 这时 时辰等人也知道 没有缓和的余地了 纷纷朝第一攻防而来 混沌深处的大道 在第一出现的一瞬间 也感应到了 震惊不已 这怎么可能 居然又一个半步大道境 我还一直没有察觉 看来 此事有变 随后 大道也不着急前往战场 而是酝酿着什么 此时第一的战斗和盘古先前相差无几 当他祭出开天神府时 一众魔神心惊不已 他们可太知道这混沌至宝的厉害了 而第一也有意思 率先找到红军的仙道魔神本体 一抚下去 红军连一声惨叫都不曾有就下线了 接下来的战斗 则是更加精彩 第一就凭一把开天神府 将一众魔神 差点斩杀殆尽 盘古在一旁分心看向第一 心中颇为好奇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帮我 而去居然也有开天神府 就在战斗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大道这边终于酝酿完毕 第147章 第一战大道 只见一个大道周围 缓缓形成一具身躯 大道意识也是瞬间进入其中 此时一众混沌魔神 已经被第一的沙发果断给震慑住了 在无疑人赶上前 他们也知道 现在这种情况 根本拦不住盘古开天辟地 盘古这时也即将完成 开辟洪荒的壮举 突然 一道恐怖至极的气息 出现在第一身边 恐怖无比 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为何要插手 出现的人正是拥有身躯的大道 第一心中一惊 感叹大道的实力 确实深不可测 只见第一缓缓说道 大道 我确实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 但是不影响我拔刀相助吧 大道听后 没有再和第一废话 直接祭出三千大道之力 想要直接镇压第一 第一也不敢大意 连忙部下混沌无极刀剑阵 和混元时间大阵 手持开天神符挡下大道一击 见此情况 大道震惊第一 居然拥有这么多混沌质宝 片刻之后 大道使出全力一击 第一见状之道 光凭自身实力 是挡不下了 接着祭出鸿蒙太极母顶 立于头顶 随机挡下大道又一击 大道这时 已是惊惧不已 本以为第一很好收拾 没想到 居然比盘古还难缠 鸿蒙至宝 你居然有鸿蒙至宝 第一不屑道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真没见识 说吧 轮到第一主动出击了 只见他全力催动大阵 战力飙升 配合着混元时间大阵 展出一幅 大道此时却没有反抗 硬扛这一幅 第一也是吃惊不已 有点东西啊 再来 大道见状 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因为刚刚那一击 确实让他 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表面 还是冷然说道 哼 三千大道 尽归我身 你想依靠大道之力 与我抗衡 简直痴人说梦 说吧 大道再次祭出 三千大道之力 与第一的神通 撞击在一起 在大道面前 第一的神通 已经算是失效 根本重创不了大道 但是第一也有鸿蒙太极母顶的加持 大道一时半会儿 也破不了他的防御 就在第一考虑 要不要寄出鸿蒙良节设计图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主人 用你体内的鸿蒙世界之力 第一听后 恍然大悟 对啊 我就不信鸿蒙之力 还对付不了他 想到这里 第一也不磨蹭 缓缓沟通其体内世界 不一会儿 第一身上的气息 开始变得越发恐怖 周身隐隐冒出鸿蒙气息 大道见此情况 脸色惊恐 不可置信的 鸿蒙世界之力 此人到底是谁 第一则没空解答他的疑惑了 他此时已经将体内鸿蒙世界之力 尽数渗透进自身 只见第一又是一幅朝大道批来 这一幅夹杂着鸿蒙之力 恐怖无比 大道见状急忙 祭出混沌至宝 命运轮盘来抵挡 第一的神通 一瞬间轰击在大道的命运轮盘之上 大道直接被轰飞树立 命运轮盘 隐隐有了一丝破损 大道缓过神来 看向第一的眼神中充满杀鸡 只见他立马起身 催动命运轮盘 打算从大道规则之中 抹除第一 片刻之后 大道一脸绝望地 看向命运轮盘 不可能 十间万物的命运尽在此宝 此人怎会没有 第一则是好奇地看着大道 他也不清楚 命运轮盘的作用 也一直没有兑换 但是 从现在大道的表情来看 命运轮盘的来头不小 盘古看到眼前情况 更加感激起第一 若不是他 自己早已生云 同时他也非常震惊第一的实力 而在场残存的混沌魔神 无不惊恐万分 众人齐刷刷看向大道 只见此时的大道 还在焦头烂额地 查询着命运轮盘 第一细穴道 大道 别看了 你那破法宝 已经被我捶烂了 说吧 第一周身鸿蒙之力 浓郁到了极点 再次挥出一幅 大道也察觉到了 高声喊道 我不信 大道之力会差这么多 接着 大道也是 祭出全部实力的 三千大道神通 想要以此击溃第一的鸿蒙之力 结果很明显 大道的神通 只抵挡了片刻 便被击溃 一道道鸿蒙之力 直冲大道面门 大道此时惊恐不已 下意识 用命运轮盘抵挡 接着 众人就看到了惊人一幕 只见第一的鸿蒙之力 和命运轮盘撞击的一瞬间 命运轮盘就被击碎了 大道见此情况 满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 你怎么会踏入那个境界 我都还没有踏入啊 该死 此时的大道已经彻底封魔 只见他气息狂乱不已 接着又一次冲向第一 第一也收起了 再玩弄下去的心思 于是他缓缓寄出 鸿蒙亮节设计图 直接朝大道笼罩而去 鸿蒙亮节设计图前 众生平等 大道瞬间被收入其中 这时 大道渐渐恢复 面色却不见慌乱 只见他施展起一道神通 混沌之气 瞬间从四面八方 开始涌入他体内 突然 本来还在看戏的剩余魔神 开始纷纷暴走 一个个面露凶光 眼睛血红无比 紧接着 他们身上的气息 开始缓缓减弱 有一些稍弱一点的魔神 只坚持了片刻 便彻底生死 而死去魔神身体中 一股诡异的力量 也在不断涌入 鸿蒙亮节设计图中 见此情况 还能保持清醒的魔神 纷纷破口大骂 大道 你言而无信啊 该死 有的话还没说完 便直接生死 而大道吸收了这些 死去魔神身体中 诡异的力量气息越发恐怖 第一看到这里 心中隐隐不安 他看向盘古说道 快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必须要振到大道了 盘古健壮 也是表示同意 随后大刀阔斧地 继续开辟世界 不多时 大道已经将 所有混沌魔神体内的 诡异力量 全部吸收完成 只见他此时光是气息 就足以灭杀赵义 混原无极大罗惊险 第一也是感觉到 鸿蒙亮节设计图 快要到极限了 于是 第一继续拼命催动法宝 争取将大道本源重创 但是 大道也不是吃素的 在他一番操作下 他的本源被磨灭的速度 开始浅慢 这可是第一全力催动的 鸿蒙亮节设计图 由此可见 大道的实力 也是不容小觑的 就在这时 盘古终于将 洪荒世界开辟成功 接着进入悟道状态 第一见状 只能继续为盘古 争取时间 第148章 大道虽然在设计图中 但是也察觉到了盘古的变化 瞬间怒火冲天 贼子 快放我出去 若是盘古正道 你会后悔的 第一不以为然说道 大道 你就不要再恐吓我了 我又不是下大的 说吧 第一自顾自地催动着 鸿蒙亮节设计图 一边看向盘古的状态 时光悠悠 不知过了多久 大道积蓄了全部的力量 终于一击杀出了 鸿蒙亮节设计图的禁锢 他出来的一瞬间 不是找第一拼命 而是急忙冲向盘古所在 想要将其斩杀 第一自然不会让他如愿 急忙上前挡下大道的攻击 大道健壮恼怒不已 你快给我滚开 说吧 大道祭出了那种诡异的力量 直冲第一面门 第一不敢大意 隐隐觉得 这种力量 已经可以和鸿蒙之力不相上下了 于是他也使出全力 向大道迎上一击 瞬间两人都被这股强大的力量震退 第一这时 情况不是太好 一口鲜血喷出 体内受到了重创 大道则是稍微强一些 并没有受太重的伤 毕竟鸿蒙亮节设计图 并没有削弱他太多的本源之力 大道就冲出来了 第一扶下一口三光神水后 发现居然没有用 作用只有很小一点 心中对大道的警惕 也到了极点 大道这时音策策说道 为何就非要找死 在你的世界 你怎样我都管不着 可是这是我的世界 你太猖狂了 第一这时笑道 都说大道志工 但是你何尝不是也有私心 为了利用盘古 开辟洪荒世界 而不让他突破大道境 你才蛊惑混沌魔神 围攻盘古的吧 大道眼神微眯 冷冷说道 哼 你知道什么 若是盘古突破大道 整个混沌都将化为洪荒世界 哪里还需要我的存在 第一这才恍然大悟 看来盘古正道开辟的体内世界 应该就是洪荒了 体内和外界同时开辟世界 会让他的体内世界 直接蜕变成鸿蒙世界 届时 整个混沌都会是盘古的世界 但是盘古却暂时无法将体内世界 和现实世界合并 此举需要的条件太过苛刻 想到这里 第一不由得佩服起盘古的魄力 竟然是这种方式正道 若是成功 修为可以一步踏入鸿蒙造化大道之境 还得是盘古大神啊 大道见盘古即将完成体内的世界开辟 顾不得什么了 疯了一班冲向盘古 第一见状还想再拼命为盘古挡下这一击 就听到一道声音响起 道友 你不必插手了 多谢 是盘古的声音 千军一发之际 他完成正道 周身气势暴涨开来 一重境界一重天 盘古却是像吃饭喝水一样突破着 大道的攻击也早已被拦下 见此情况 大道怒不可遏 盘古 你快给我停下 说吧 又是不要命地冲向盘古 但是现在 他连盘古的身边都靠近不了 被其一缕气息压制得死死的 大道见状绝望无比 第一饶有兴趣地说道 这就是大道之上的境界吗 果然恐怖啊 大道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了 兜兜转转 又是百年已过 盘古终于完成突破 修为来到鸿蒙造化大道九中天 距离鸿蒙至尊就差一步 但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大道一直被盘古的一道气息 压制在原地 凄惨无比 只见这时的盘古 缓缓睁开双眼 呼出一口浊气 接着他看向第一 失了一礼 感谢着第一相助 片刻之后 盘古说道 虽然 你是另一个世界盘古的孩子 但是如今你救了我 担得起我这一声道友 第一黑黑笑道 各论各的 各论各的 随后盘古继续说道 对了 我刚刚感觉到 你的世界 好像出现了变故 但是我如今还不到 鸿蒙至尊之境 无法横跨时间和空间壁垒 只能靠你自己了 第一听后愣了下神 随后想起 之前已经和大道 本世界 对上 心中有了猜测 我知道了 此事我也有办法 待我踏入鸿蒙至尊之境 再来找您 盘古大神 盘古听后点点头 在第一没有注意的时候 偷偷向第一体内 打入一道神通 二人道别后 第一踏入黑洞 盘古则是留下处理大道 和开辟好的洪荒世界 此时本世界的巫族足地 一片狼藉 一众祖乌纷纷重伤 包括厚土 女蛙 通天 杨梅等人 之前 第一还在和平行世界的 大道战斗的时候 本世界的大道 就好似察觉到了什么 于是他趁此机会 出现在洪荒之中 只一道气息 就将整个巫族 所有人给压制住了 天道雏形 更是被他拿捏在掌中把弯 大道也不着急 灭杀所有人 就这么静静地等着地义归来 小小爬虫 也想突破大道境 那个世界的大道 可真是废物 居然让盘古成功了 还好他现在 还不能离开那片天地 要不然 我都得赶紧跑了 众人听着 大道的自言自语 愤怒不已 祝容更是怒吼道 老贼 我大哥回来定不会放过你 你等死吧 大道听后 哈哈大笑道 第一吗 他现在自身难保 就他那重伤的身躯 还想与我一战 简直做梦 突然 一道神通 直冲大道面门 你嚣张过头了吧 大道 大道却是随手挡下了 第一这一击 这一幕 令在场众人心惊不已 第一无论什么时候 面对敌人 从来都是碾压 如今的攻击 竟被大道轻松化解 众人也是 满脸不可置信 但是他们 也并没有放弃希望 第一使出一击过后 便倾咳了两声 嘴角溢出鲜血 很明显 在平行世界的对战之中 确实被大道 平行 给伤到了 缘凤健壮心疼不已 眼泪在眼眶中 不停打转 但是他此刻的状态 也好不到哪去 这时 第一脑海中的 小二滋滋啦啦的声音 开始作响 恭喜主人 完成任务滋滋 获得 居之大千世界本源 修为提升一个 滋滋滋大境界 第一这时无奈道 我现在根本没有万年时间 炼花大千世界本源 小二 恐怕这次我们 真要嘎了 没想到我一路小心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小二这时安慰道 主人 滋滋滋 你不用沮丧 你永远都是我 最伟大的主人 滋滋滋 小二要跟主人说 再见了滋滋 还有啊 主人 我真的很喜欢 小二这个名字呢滋滋 第一听出了 小二不同寻常的语气 而且 小二此时的状态 好像是要崩溃了一样 第一心中慌乱道 小二 你到底怎么了 还不打算跟我说实话吗 这时 小二温柔说道 主人 小二 再最后帮你最后一次了 很快你就会知道真相了 只见这时 小二在第一脑海中 缓缓显示出一个 妙龄少女的人形 接着他灿烂一笑 身躯逐渐化为虚无 一点点消失在第一的脑海之中 第一这时慌张无比 面露痛苦道 不 小二 你快停下 我不允许你消失 我是你的主人啊 你怎么能丢下我 我们还有机会翻盘啊 在场众人都看到了第一这一幕 原凤健壮心痛不已 虽然他们不知道 第一发生了什么 但是都看出了第一悲痛 大到这时 盈盈也觉得不对劲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打算对第一出手了 第一 你的死气到了 说吧 大到祭出三千大到之力 想要一击抹杀第一 第一此时的心情沉痛万分 因为小二真的消失了 在他的脑海中 彻底消失了 但是奖励的大千世界本源还在 甚至第一体内的鸿蒙世界 已经开始急速吸收起这本源 提升一个大境界的奖励也还在 只要第一使用 便能瞬间突破一个大境界 同时还有混沌至宝 命运轮盘 但是小二早已设下禁止 除非融合完大千世界本源 否则根本提升不了一个大境界 第一眼见大到的攻击 将要落到自己身上 拼命催动体内的鸿蒙之力 想要挡下 但是此时他却发现 无论他怎么催动 体内的鸿蒙世界之力 根本不听他的指挥 反而是更加快速 吸收着大千世界的本源 第一急忙祭出鸿蒙太极姆鼎立于头顶 这才看看挡下大到的这一击 但是第一被鸡飞树里 躺在地上用力地咳着 伤势更加重了 一口一口的鲜血喷出 气息萎靡不已 在场众人见此情况 心痛无比 后土不禁失声喊道 大哥 你没事吧 你不要吓我呀 元凤也是紧张不已 跌跌撞撞来到第一身旁扶起他 第一 你怎么样 还好吗 一众祖屋和通天几人 也压制伤势 来到第一身旁 将其护在身后 第一见众人如此 怒吼道 都给我闪开 我还没沦落到 让你们保护的地步 众人听后回头看向低笑了笑 脚步却是没有挪动分喉 通天这时说道 大哥 以前是你保护我 这次得我保护你了 女娲也是说道 大哥 谢谢你能将我拉出泥潭 其实我一直在心里喜欢着你 我知道你只喜欢元凤姐姐 今天怕是再不说以后 便没有机会了 今天就让我守护一次大哥吧 在场众人无不动容 后土看向第一的眼神 也是更加复杂起来 十二祖屋也是齐声道 大哥 今日我们就算战死 也不可能让这狗贼伤你一份 孔轩四兄弟煽然泪下 接着坚定眼神说道 师父 你且安心养伤 顺便看看 你徒弟们这段时间的长进 第一见此情况 心中感动不已 但是依然面露暮色道 混账 我是你们的师父 还不退到一边 还有你们 我第一征战无数岁月 还不至于连这一关都过不了 都给我起开 随着第一说完 大道这时孝道 第一 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斗 哈哈 说吧 大道再次祭出三千大道之力 气息恐怖无比 朝第一宫去 弟发现自己这个世界的大道实力 要远超刚才平行世界的大道 一时紧张不已 接着他又一次祭出鸿蒙太极母顶 笼罩在一众人的面前 但是大道这一击 威力极大 在场众人纷纷被重伤 第一伤是最重 一口一口的鲜血喷出 孔轩四人 情况还算好点 见状愤怒不已 孔轩率先发起反击 大道 今天我就告诉你我巫族不可惹 说吧 孔轩直接冲向大道身旁自爆了 余波散去 只见大道丝毫未伤 弟一整个人呆住了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孔轩化为虚无 大鹏这时悲愤不已 高声喊道 巫族不可惹 随后也冲向大道自爆了 弟一见状回过神大喊道 不 该死 你们回来 六尔和悟空对视一眼 知道了对方心中所想 接着毅然决然冲向大道喊道 我巫族不可惹 弟这时想要上前拦住两人 但是根本动不了 只能看着六尔和悟空湮灭于洪荒 不 为什么啊 我是你们的师父啊 第149章 大结局 见四个徒弟纷纷战死 弟一心如死灰 心中急切道 快给我融合啊 该死 小二献祭自己 为弟一争取了融合大千世界本源的时间 但是眼下依旧还差一丝才能融合完成 此时 第一身上的伤势也在逐渐好转了 气息开始恢复 大道见此情况 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 又想祭出一击 十二祖乌见状 哈哈笑道 哈哈 大道 休要伤我大哥 说吧 十二祖乌同时冲向大道 准备自爆 后土临走 看向第一的眼神 柔情似水 惨然一笑 眼神逐渐坚定 随着十二道自爆声响起 十二祖乌进阶陨落 第一次是已经麻木了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狼藉 随后自言自语道 弟弟 妹妹 大道此时恼怒不已 真是找死 三番两次挑衅于我 真当我不会杀了你们 女娲和通天杨梅三人对视一眼 纷纷冲向大道 为第一争取最后的时间 大道 五无足不可惹 说吧 三道身影消失在洪荒之中 第一再也忍受不了了 亮亮呛呛站起身来 大道 你真的会死 真的会 接着 第一祭出混元时间大阵 和混沌无极刀剑阵 强行加持几身 他体内的大千世界本源 马上就要被炼化完成 届时 修为也会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缘缝看出 第一还差最后的时间 绝不能被大道影响 只见这时 大道恼怒不已 想要再次祭出三千大道之力 元凤则是心意已决 笑着对第一说道 色痞子 你要永远记得我 说吧 他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大道 第一见状 悲愤欲绝道 不 元凤 你回来 不要留下我一人啊 而元凤再也回答不了他了 轰隆一声 大道又一次被打断 大道此时愤怒不已 我看现在还有谁可以救你 说吧 祭出最后一击 第一整个人已经呆滞 难难道 都死了 都死了 洪荒众生都在看着这惨烈的一战 见第一面对大道的攻击没有反应 纷纷绝望不已 只见此时全体巫族 纷纷冲向大道自爆 人族见状也是不顾生死般 冲向大道纷纷自爆 畅想了作为巫族和人族最后的绝唱 第一看着这一幕 眼神逐渐恢复光彩 看向大道的眼神也是越发冷烈 大道的攻击被打断 只见第一次时周身气息暴涨 体内鸿蒙世界直接突破至大乘境界 在奖励大境界提升的作用下 修为一路暴涨至鸿蒙造化大道之境 大道见此情况惊恐万分 随即想要开溜 第一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一掌将其拍在不周山中 随后瞬间又是一脚踩在其脸上 面色冷冷道 我说过 你真的会死 说吧 第一直接以大法力将大道的本源提炼进自身 大道见状惊惊万分 拼命求饶道 第一 你放过我啊 我不能死啊 第一却是没有理他 继续炼化着大道 不知过了多久 大道彻底消散 好似从未出现过一般 此时第一的脸色却看不出半分喜色 反而整个人好似苍老了一般 渐渐的 第一原本的一头黑发逐渐化为白丝 瞬间白了头 突然 这时小二的声音在第一脑海中响起 嘖嘖嘖 主人 没想到吧 还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献祭了一半的本源 祝你融合大千世界本源 现在我最后的这份本源 要祝你突破鸿蒙至尊了 虽然以后 你再也见不到小二了 但是小二一直会活在你的心里的 接着 第一再听不到小二的声音了 只见他慌张道 小二 你又回来啊 没有了你吗 我要这境界 还有何用 随着第一说完 只见他体内的鸿蒙时间急剧躁动 洪荒世界也是如此 残存的洪荒生灵 感觉像是世界末日了一般 不知过了多久 小二的本源 将第一体内的鸿蒙世界拉了出来 缓缓和洪荒相容 小二的本源 则是在其中快速地消耗着 两个世界也在急剧融合着 时光仍然 十万年已过 第一已经保持一个姿势 站立了十万年 突然 只见鸿蒙世界和洪荒世界 在小二本源的桥接下 完全融为了一体 整个洪荒也在急剧扩张 很快 整个混沌都成了洪荒世界的了 小二最后的一丝本源 也彻底消散于洪荒之中 第一面色凌然 整个人看上去 没有了丝毫的精神 他缓缓说道 小二 你不听话 只见这十滴一周身气息暴涨 直接踏入了鸿蒙至尊之境 与此同时 他的脑海中 涌现出了一股庞大的信息 两久过后 第一才消化完 只见得惨然一笑 原来是这样 是我创造了小二 也是我选择重修一事 小二 你明明都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原来第一前世 便是鸿蒙造化大道之境的强者 但是因为 找不到突破鸿蒙至尊的办法 于是他 这才选择重修 但是阴差阳错 他到了蓝星 是系统制造了车祸 将其带回了洪荒 起初他也是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没想到 系统在他的打造下越来越强 让他看到了 突破鸿蒙至尊的希望 按照原本的设想 小二不用献计自己 第一 第一也能通过完成任务 突破至鸿蒙至尊 但是有了大道这个艺术 一切都被打乱 第一感受着自身的力量 凄凉的心情 重新充满斗志 只见他气息突然狂暴不止 接着利用命运轮盘 施展强大神通 一个接一个巫族和人族之人 被复活过来 最后 十二祖巫 女娲通天圆凤等人 纷纷复活 他们还沉浸在悲痛的情绪中呢 结果就被第一 以无上神通复活 满脸不可置信 一众人又开始了打打闹闹的欢乐生活 只是小二再也无法复活了 千年过后 蓝星上出现了一个名为第一的人 斩尽了世间恶人 为此名扬蓝星 林雪峰 你的仇我给你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